并你在节目上唱了一首《听海》 便在岛国附近掀起百米高超级海峡 将排海的河污水全部倒灌回福岛 接着你又唱了一首《启风》了 史上最强龙卷风瞬间席卷整个海岛 此时的岛国人民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情 仍然向大海倾倒河污水 直到你唱响2002年的第一场雪 极端暴雪天气瞬间覆盖者的岛 气温骤降30度 就在岛国人民绝望并苦苦哀求之际 你却无动于衷 并拿起话筒唱了一首《流星语》 这下全球都慌了 屏幕前的你已拥有这种歌出法随的神奇能力 你还想唱一首什么歌送给可爱的老国人民 不妨打在评论区让我们来唱给他们听 全国爆火综艺天选巨星的后台休息室 你正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上一秒还在刷着无别是最新一集的乐坛天王 并在评论区敲下水或两个字 拇指刚触碰到发送按钮 一阵酥麻的电流瞬间席卷全身 随后眼睛一闭一睁 卧槽 穿越了 你现在是一个急唱跳乱于一身 练习时长两年半的音乐圈心远 此时你面前正挑拂着几个只有你能看到的面板 请宿主尽快选择任务 任务一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演唱此歌曲晋级 将获一亿奖金 且奖励涨潮体验卡一次 任务二 大海而故乡 演唱此歌曲晋级 将获一亿奖金 且奖励洪灾体验卡一次 任务三 听海 演唱此歌曲被淘汰 将获十亿奖金 且奖励海啸体验卡一次 我的天呀 平行世界加爆款 英宗加金手指 爽文 妥妥的爽文男主啊 前世在蓝星 你可是看过不少之类的娱乐小说 尤其是无别式的乐坛天王 更是从第一集追到穿越的前一秒 可是在看到面前的系统介绍后 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悟性逆天 能瞬间领悟各种唱法 还能附加各种现实特效 那我岂不是分分钟比苏哲还要牛逼 海啸地震暴雪大龙卷 唱歌歌能引发这些天灾 简直不要太离谱 不过制造这些天灾 这不是谋财害命吗 缺大德呀 但当你看到 宿主可指定时间地点发生时 你瞬间眼前一亮 前世在蓝星 你可是一位爱国的有志青年 于是你立马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没有丝毫犹豫豫地选择了第三条任务 听海 随后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强势塞进了你的大脑 瞬间你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以及唱功唱法 都达到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 还有一种特殊感觉 你感觉只要自己开口 仿佛就能勾动冥冥中的一股力量 比如海真的要笑了 你有些紧张且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无论如何 这第一场一定要被淘汰 无谓别的 就为了让导播朋友们体验一把大海路 就在这时 后台的一名工作人员走了 14号选手陆木在哪里 到你上台了 赶紧将你的歌单给我 文言你收起发散的思绪 赶忙掏出歌单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接过歌曲迅速走上前台 将歌单交给了主持人何久 自己则是返回控制台播放音乐 舞台上 何久接过歌单看了一眼上面的曲目 微微有些意外 然后大声宣布道 有请下一位选手陆木 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原创歌曲 听海 瞬间 台下三位评委皱眉 嘉宾喜也是一片哗然 直播间的无数网友 更是传来一阵阵讥讽 又一原创狗 这年头歌手遍地走 原创多如狗 前面两个自称原创的尸体还没凉吗 别提那两个了行吗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恐龙扛了 干 天选巨星这个节目作为全国爆款 竞争激烈可想而知 所以很多人为了稳妥起见 当然就是演唱成名已久的曲目 要不是超高水准的原创 根本不会引起关注 原创 真的太难了 评委席上的薛子谦到颇为感兴趣说道 原创歌曲 这位选手有点意思 然而花晨宇却摇头一脸的东西 名字太文艺 估计又是个文青 看来又要浪费一首歌的时间了 杨米委婉笑了笑 他虽然不是专业音乐人 但来到这个节目 也看过太多原创者被淘汰了 原创难 有质感的原创 更难 就在这时 你已经走上了舞台并做起了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14号选手陆木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一首原创歌曲听海 现场一瞬间安静了不少 随后嘉宾席和直播间顿时哗然一片 好帅好帅 简直比芒果超甜那几位还帅 这个穿搭 爱了爱了 小哥哥我粉了 哎呦我去 说不上他是小清新还是成熟大叔 总之有点帅 别管原创行不行 只要他足够帅 老娘就帮帮场子 对于你的超高颜值 网友们毫不犹豫地跪舔了一波 导师席上 花尘宇眉头紧重 心头不爽地冷哼了一声道 很帅吗 再帅能帅得过我吗 我在华语乐坛 可是有第一美男子 永远的神等称谓 他用力敲了敲桌子 咱们是选秀 选歌选择好声音 不是选美 长得帅有个屁用 你在花尘宇心中的印象分 瞬间就跌到谷底 杨米无奈笑了笑 海选中每轮只有八个名额晋级 其余人都会被淘汰 这一环节导师有绝对的抉择权 杨米知道 这个叫陆木的选手要倒霉了 薛子谦也是一愣 接着他赶忙打圆场 好了好了 陆木选手 开始你的演唱吧 文言你非常有礼貌地对着后台居乐的功 音响老师 可以开始了 随着前奏缓缓响起 现场的嘈杂声渐渐消失了下去 被一股宁静取代 钢琴曲悠悠传来 仿佛有海浪拍打合案 你缓缓闭上了眼睛 将麦克风举到嘴边 低沉哀伤的前奏 配上你那特有的嗓音 慈性又带着一股别样的惆怅 现场所有人都被触动心扉 陷入了一种特殊意境当中 原本端奏的薛紫谦 身子顿时微微一米 专注原创音乐的他 只听前面一小段就知道 这首作品有点东西 这个原创要火 绝对要火 前排 火前流明 这个曲风说现代又有点年代感 貌似有点老少同事啊 我好像看到一个痴情女子 坐在窗边给情人写信 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如何落空 形容得好 有画面了 紧紧前奏开场 就让所有人直接被拉入那种意境 伤感 沧桑 期盼 却又无从叙述的纠结 让人忍不住联想 陆木到底有过什么情感经历 才会写出这样让人动情的歌词 尊业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懂了情 却又不靠近 爱哭的声音 他许子谁又悲伤了心 却还不惊喜 随着你的继续演唱 众人彻底陷入空灵 所有人心头滋味复杂难民 一脸出神的凝视着那道声音 这歌词 这情感输出 我敲 氛围感到位 情山的也到位啊 舞台上 以真情流露的同时也在观察现场 随即你眉头微微一皱 果然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都怪这系统给的唱功太过逆迹 要是成功晋级可就拿不到任务奖励了呀 看着现场所有人陷入异景 甚至有女生在偷偷抹眼泪 你的心都沉到了谷底 评委席上薛子谦一脸错了 这首原创歌曲整体的质量 流畅度比他想象的要道 他玩原创这么多年 自然听得出你这首的原创功能 已经不亚于圈内一些实力强劲的老牌原创 但有一点 这首歌太近了 当下环境音乐综艺都有个不良风气 那就是开弹做法飙高音 不论选秀还是歌手助唱节目 大家都在飙高音 要的就是炸链卡 你这首歌在他看来完全可以进行 但现场还有个花承意 薛子谦有种担忧 算了 尽力挽留吧 就在这时 你的演唱已经达到歌曲高潮部 听爱哭的声音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 飞泣到甜蜜 先封信给我 就在最后夜店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最怎样的心情 很多人终于发生感同身受 好悲啊 听着有点伤心 歌词写得有点沧桑 这个小哥到底经历了什么 直播间不少观众 都对你这首原创表示了肯定 但林子大了也难免有人不行了 就比如有些选手请的水局 好尬的歌词 文青济世 这是原创 这是翻车现场吧 我在地上爬一圈写的都比他好 九四九四 文青要不的 不会原创就回家中地吧 在褒贬不一声中 你完成了这第一场演唱 接下来有请三位导师 为这位选手进行评价 文言现场平静被打破 很多人心情复杂看着台上 尤其嘉宾席上的观众们 他们很清楚 你不一定能晋级 至于原因 那就是你这首歌太悲伤了 全场观众都沉浸在你的悲伤中 现场气氛一点都不嗨 这个原因听上去可笑 但在音乐选秀中却是大吉 镜头一转 来到了三位导师这里 我尊重音乐人 尤其是原创音乐人 但是很遗憾 我从未想过会用垃圾两个字 去形容一首原创音乐 但现在我觉得这两个字 或许送给你更加合适 所以我的选择是 淘汰 声音来自花晨雨 直白 粗暴 不留情念 开口就让全场空气陡然一致 文言你却是心中一喜 法师好样的 我为我在蓝星黑过你表示抱歉 这时薛子谦赶紧开口打原场 选手录幕其实还不错 你是有原创能力的 唱功也无可挑剔 但很可惜 这是选秀节目 你这首歌不适合唱现场 不过我很喜欢你这首歌 所以我的选择是成功晋级 听到薛老师前半段的话 你已经两眼放光 但听到他后两句话 你差点没憋住一口老血喷出来 看在你是薛老师的份上 我忍了 你只能将最后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了杨米身上 这时轮到杨米评论 听海哭的声音 很唯美 希望我们心里的白月光都是美好的 不过 从专业角度评判 薛老师的说法 我很赞同 唱功 原创度 你都有 但这是选秀 很遗憾 他不适合这个舞台 所以对不起 我的选择是淘汰 结果出来了 淘汰 薛子千万稀一探 不免一阵失落 他还是看好你原创能力的 只可惜原创音乐人 很难在选秀舞台上走远 然而此刻的你却是满脸的兴奋 两集反转然后成功了 海啸体验卡到手 你忍不住握紧拳头用力一回 被淘汰意味着十个亿到手了 这不是几千几万块 是十个亿 整整十个小目标 这让你忍不住欢呼出来 此时不论现场还是直播间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不是不是 大哥 你被淘汰了呀 你被淘汰了 你兴奋个什么劲啊 然而此刻你哪还有心思 去管现场众人的反应 一溜烟就跑下了台 来到节目后台休息室 你看着盗账的十个亿 露出满脸的姨妈笑 温馨提示 海啸体验卡已盗账 坐在后台的你当即身子一阵 来了 游戏要开始了 你默念一声提取 顿时一张卡片出现在手掌心 使用海啸体验卡 随即你手心卡片一阵炙热 紧接着一片虚拟的世界地图 出现在眼前 请宿主选择体验卡 使用区域 导国导国导国 重要的是说三遍 话音刚落 只听呼的一声 体验卡在手心消失了 此时在距离大陆数千公里的 导国海岸线上 几名身材矮小的男子并排站着 静静看着浪花涌动的海面 部长 真的要这样做吗 污水排海计划一旦对外宣布 会引起很大舆论压力 舆论又如何 我导大帝国还怕区区舆论 况且到时候风一吹 河污水就会被吹到海对岸的国家 到时候让他们去解决 这该死的河污水吧 那如果他们采取措施呢 有鹰将在背后撑腰 还怕他们不折 您说的对 至于民众那边 你亲自带些记者 去在媒体面前做作秀 要有礼貌血 龙国的人很好骗的 不管咱们做了什么 只要拘几个宫 总会有那么一群人 能原谅咱们 好的不找 交谈结束 几个男人转身离开了海边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距离他们肉眼不可见的大海深处 此刻那里天昏地暗 巨浪耸立成一座通天的白墙泡哮 翻轨着 正朝着岛国 好大 好美的浪花呀 他一定是在为我的道来欢呼 岛国不仅人民友善 连大海都这么有灵 我要把这段发布到网上去 贵妇美滋滋取出手机 认真录制一段视频 又配上那首 听海 紧接着登陆某音账号 点击 发布 然而 惊恐的叫声在耳边传来 不好 海啸 是海啸 快跑 身旁 几名负责接待的岛国人 指着远方教导 语气充满了惊恐 他们经验丰富 很快辨别出这种情况 是将要有海啸发声 所有人目光齐刷刷望向前方 只见那道原本白色的海墙 此时已经变成一汪深蓝色 大海上黑云狂卷 滔天巨浪一层接着一层 堆积起来 有如天塌了下来 五十米 六十米 八十米 一百米 很快 接近两百米高的黑色巨浪 仿佛一道深渊巨口 择人而视 席卷向岸上 还有那从海底涌动上来的海洋垃圾 铺天盖地 朝着陆地压了上来 所有人瞪大眼睛 眼中写满了惊恐 一时间呆滞住了 愣着干什么 快跑啊 海啸 海啸 呜呜 求助求助啊 岛国官方在哪里 赶紧救我们 岛国这么美 怎么会有海啸啊 我不想死 不仅海岸线边上的游客们 很快陆地市中心的人 也看到了那高耸的海墙 所有人吓得屁滚尿流 转头狂奔 尤其是岛国人民 他们更是肝胆剧烈 这次的海啸 貌似比以往都要恐怖啊 这么高的浪头 以前从未出现过 这要是登陆陆地 这座小城能有人活下来吗 绝望 哀嚎 所有人转头狂奔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旅游团的几个中年男女 狼狈狂奔 哪还有之前的优雅与高贵气质 原形毕露 丑态百出 众人跑到旅游大巴前 争相恐后的王李己 但车门就那么大 大家都想先上车 最终一个体重 接近三百斤的肥婆 还有两个贵妇并排 直接挤在了狭小的车门前 马德 你这头猪 上去啊 卡住了 卡住了 踹他 这头猪 马德 平时就让他少吃点 几个力气大的男子 疯狂推拥着肥婆 轰轰轰 肥婆还有那两名贵妇 终于从车框上被推了出去 伴随着一声咔嚓之声 肥婆卡在车框上的肉 竟然被撕下了一大块 一阵腥臭气味扑面而来 肥婆倒在车上一阵惨叫 同时 将那两名贵妇 狠狠砸在了身下 但其余人顾不上这些 踩着肥婆的身体 手忙脚乱地上了车 开车 赶紧开车 马德 开个屁车呀 没有司机 现场陡然安静下来 驾驶位空荡荡 司机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来 我晋升领导前 给前任领导开过车 一个穿着条纹衬衫男子 赶忙跑到驾驶室 但是紧接着 他脸色铁青道 该死 没有车钥匙 无法启动 所有人绝望了 而此时 巨浪拍到了眼前 那恐怖浪墙 终于登陆 从天而降 哄 在一片惨叫声中 旅游车仿佛纸糊玩具 直接被浪头拍得粉碎 连同车里的十几个龙国游客 全都被活活拍得粉碎 哄哄哄 海啸登陆到陆地 不仅是这一波 随着这一道浪墙 后续的波浪 一层接着一层的不断登陆 从海岸线开始 陆地被海水淹没 并且迅速蔓延向市区 吞噬着这座沿海的整个小城 所有人绝望地跑着 哭着 叫着 然而 天灾无情 在一层层翻滚的海浪面前 居民们像蝼蚁一样 被海水吞噬 被巨浪拍打得浑身粉碎 没多久 一半城市就被吞噬 变成了海洋 之内漂浮着无数的建筑残骸 随处可见男女老少的尸体 还有幸存者在挣扎 却改变不了结局 最终只能在绝望中被吞噬生命 然而 虽然吞噬了一半城市 但海啸还没彻底达到高潮 登陆的巨浪 依旧一波接着一波 要将整个城市吞噬 第七章 陆屏曝光 海啸的原因找到了 站在城市尾端 眼看着耸立在城市中间的巨浪 尾上敏艳脸色铁青 天皇一朗军 怎么怎么办 我们跑吧 跑不了了 天皇一朗浑身颤抖 软了 腿 腿软了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我们的污水计划 触怒了海神吗 在绝望中 两人最终也被海啸吞噬 很快 这场海啸消息传遍整个岛国 并且迅速传遍了全球 震惊 愤怒海啸 被 辅岛突发超级海啸 席卷了整座辅岛 目前据专家推断 辅岛所有人生还几率很低 官方正在启动救援工作 但目前 这座城市已经彻底沦为海洋 救援工作很难展开 官方向全球发出求救 灾难无情 人命可贵 请全球各界的同胞们 向岛国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岛国共渡难关 龙国 大街小巷上 过往的行人 车水马龙的街道 熙熙打闹的孩子 忙碌着上班的人们 一切匆匆 又一片祥和 卧槽 岛国发生超级海啸 突然 一个消息迅速登上各大平台 榜首热搜 很快 全龙国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福岛发生超级海啸 短短一个小时 整座城市已经被吞噬 我靠 真的这么严重 我真特么伤心啊 哈哈 楼上 是海啸 不是让你笑 哈哈 还是我来笑吧 我就叫海啸 淹没了整座城市 真是糟糕 死者们都应该还好吧 今天天气真不错 出去喝一顿大酒 网络上 一股不一样的气氛 弥漫开来 当看到岛国 向全球各地 发出援助的求救时 龙国人们都很热情 并表示 要伸出援助之手 我去 我专业捞尸 我免费捞尸 不要钱 不为别的 就想在有生之年 看看岛国人的死样 哎 不笑天灾人祸 你们太过分了 除非是真的忍不住 哈哈 那啥 那边有素人的尸体 给我游过来两个行吗 我满 我也是素人 我三秒 话锋逐渐变得不正经起来 突然 在某音 一段短视频 突兀地爆火起来 视频中 是一个中年贵妇 刚刚登上岛国的福岛 先是盛赞一波岛国风光 同时也不忘了 蒙采一波龙国 尤其是那一句 岛国的空气 真甜啊 那眯着眼 一副享受的样子 让所有人恨得压根样子 恨不得一个大伯溜上去 最后 那名富人 更是直接录制视频 然后配上了一首 名为听海的音乐 将视频上传到了网上 然而 就在这时 海啸来了 作为全国顶流综艺 陆木虽然被淘汰 但这首听海 还是打出了一定知名度的 很多人都听过 并且也冲上了 各大音乐软件的飙升榜 此时 视频中 只见那白米海啸 巨浪裹着乌云 狠狠拍打向陆地 景象恐怖无比 很快登上陆地 从海岸 倒观向了整座城市 一路上 人们绝望着 挣扎着 哭喊着 很多人被浪拍死 被海水淹死 大口地 吞着海洋垃圾 很快 整座城市就被彻底淹没 龙国人们感同身受 默默祈祷 全都笑出了诛声 老天爷 你真特么长眼 继续继续 请不要停啊 哈哈哈哈 龙国上下 一片悲痛 那可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就这样逝去 简直造念 然而 这时巨浪一虫 接着一虫的冲击 也不知道持续多久 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可就在这时 才有人突然注意到一个问题 在这海啸冲击下 那手 听海 始终在陆瓶当中徘徊着 我揪着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动了情 却又不靠近 卧槽 这歌 怎么还在播放 拍摄者都没了 听着这首 最近才从综艺冒出的原创歌曲 所有人都忍不住震惊了 这首歌 不是天选巨星上 那名叫陆木选手的原创歌曲吗 这唱功 这歌词 这意境 听上去依旧无敌 但我怎么感觉 这首歌 好像就是配这场海啸的呢 对对对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也一直在想 到底什么样的意境 才能配得上这首歌 感觉找到了 神这么感觉找到了 绝了 看着海啸 听着海 龙国的网友们 已经彻底沸腾了 街头巷尾 各种场所上 所有人都还翻了天 简直比过年 还要喜庆和热闹 然而下一刻 所有人莫名一致 因为 熟悉的旋律 又在这一刻响起时 又到了听海的副歌部分 这还没什么 只是当看到屏幕上的海涛 随着画面起伏时 所有人都不能平静了 听 海哭的声音 叹息着 谁又被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海浪的声音波涛汹涌 然而 露幕的歌声空灵无比 与海浪的声音 惊畏分明 与此同时 只见远在岛国 那座受灾的岛屿上 那席卷的巨浪 也在这一刻 变得更加汹涌 仿佛一条条巨龙 从天拍截而下 这场巨大的海啸风暴 正在吞噬着这座城市 救命啊 一座座高楼大厦上 很多人在绝望中被吞噬 被巨浪拍碎 被海水淹没 被海浪拍倒的高楼 更是不计其数 无数人葬身其中 网友们一脸呆滞 短短一首歌的时间 每次露幕唱到副歌 海啸强度就会升级一次 就好像特意为这场 海啸配的音一般 而后 就在下一刻 又到了副歌部分 可是泪水 就连泪水 也都不相信 轰轰轰 只见一个达到300米之高的巨浪 翻江倒海 第八章 让热度飞翼会 成功复活 福岛最高的一座建筑 直接被拍得轰然倒塌 被一个无比巨大的浪头拍倒 变成了一片废墟 所有人听得一阵干颤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 人类的所谓的钢铁城市 显得无比脆弱 巨浪一路卷过 高耸的建筑轻易倒塌 汽车 桥梁 一拍就碎 尽管幸灾乐祸的网友们 看着那一幕幕恐怖的画面 也全都从心底里发颤 怎么感觉 这首歌跟这场海啸这么配 卧槽 你们说 会不会这两件事 本就有什么联系 扯什么蛋 恰巧歌词有点匹配罢了 哪有这么玄学 要相信科学 对对对 相信科学 嘿嘿 我希望当歌声停了 海啸也不要停 这段视频播放结束紧接着 又是各种被剪辑过的海啸视频 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起来 而且 有了之前那名贵妇带头 很多视频都配上了最新原创神曲 听海 经过这场海啸 听海一笑风神 原本热度就不低 此时直接在各大音乐榜单上狂飙 纷纷冲上音乐榜第一名 与此同时 快手 逗音 头条 龙国最火爆的几款社交软件 到处都是这场 陪着听海版的小视频 看着那一幕幕人间惨剧 龙国网友们哭 笑 出了猪声 扑哈哈扑 这一把道观 简直神了 说句心里话 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出发 不应该笑 还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我现在 好像肾有点疼 尤其是这首听海 神曲 神曲啊 哈哈 我想知道 这首歌的作者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 创作出的这首曲子 会不会是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看着岛国上一场海啸 有可能 有可能 真想去采访一下这首曲子作者 谁能找到这个歌手 龙上兄弟 你不上网吗 这首原创是天选巨星选手 刚刚被淘汰 以这首歌的水准 能被淘汰 卧槽 这首歌原创水准这么高 还能被淘汰 就离谱啊 哈哈 你们觉得离谱 就去复活人家背 现在天选巨星在投票复活选手呢 真的假的 我去康康 草 去隔壁 投票去 天选巨星 节目现场 此时 大屏幕之上 出现了六名热门选手名字 以及编号 在六人下方 一串数字正不停跳动着 正是选手的复活环节 这个环节 将由全民公投 获得复活票数最多的一人 将会成功复活 晋级到下一场比赛 而作为宣传热度最高的陆木 自然也勉强进入了这一复活环节 只是他的人气 相对其余五名选手 相对较低 远处 导演工作室内 导演 这个叫陆木的 因为一场海啸 热度突然就上来了 要不要把投票数据改一下 让他复活 一个工作人员 走到天选巨星 副导演李凯身旁 低声说了一下情况 李凯看了一眼 屏幕上陆木的名字 要是能将陆木留下 确实能制造很多热度 导演 李凯想了想 又说道 既然陆木 因为海啸把热度做起来了 你立刻去联系运营部 让他们把投票数据改一下 复活名额改为陆木 听海这首歌 跟海啸密切联系起来 然后去网上营销一波 到时候 把陆木连这首歌一起签了 应该能卖个不错价钱 导演 您太懂了 一旁 几名工作人员惨妹笑着 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惊呼在一旁传来 导演 快看 快看屏幕上的投票 只见 那名工作人员笑容 突然凝固住 一脸震撼地看着大屏幕 嗯 投票怎么了 导演一脸疑惑 扭头看向大屏幕 其余人也齐刷刷扭头 所有人神情 迅速由疑惑 变为了震撼之色 只见大屏幕之上 原本票数 只有不到一千的录目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票数疯狂暴涨起来 一千 五千 一万 十万 很快就突破十万 并且以几万几万的速度暴涨着 短短一分钟 直接暴增到百万 并且 还在激增 票数已经超过三个选手 直追第一 运营改数据了 导演看向那名工作人员 那名工作人员 一脸茫然摇头 没 没有啊 我还没来得及通知 虽然有些突兀 但导演 很快反应过来 这露幕票数突然猛增 一定是因为 听海这首歌的发酵 对于这点 导演也关注了 他就预感 露幕要火 不然也不会要修改数据 复活露幕 只是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露幕竟然火得这么迅速 离开很快释然 这就是互联网的发酵速度 再愣神的功夫 露幕已经第一了 节目现场 花晨宇坐在导师席 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票数长得不太正常吧 他最讨厌的 叫露幕的这个选手 票数突然暴涨 竟然反超第一了 明明那首歌那么妥 就因为一个海啸 直接就火了 而且还要复活了 这个叫露幕的选手 运气也太好了吧 操 肯定刷票了 不刷票 怎么可能突然长得这么快 这种行为太恶劣了 必须严格制止 不然对其余选手太不公平了 花晨宇当即认定 露幕肯定刷票了 并且在偷偷走下座位 向导演式的方向走去 不管如何 他一定要制止这种行为 哪怕被观众们冲一波 也绝对不能容忍 这种行为发生 这一刻 花晨宇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没有刷票 天选巨星导演式 当花晨宇听到导演给予回应 脸色不太好看 这怎么可能 这种突然暴增的数据 根本不可能做到 花晨宇坚持自己想法 认定露幕刷票 真没有 李凯苦笑一声 对花晨宇说道 本来露幕热度突然起来 我是想修改数据 蹭一波热度 但还没来得及修改 他票数就突然暴涨 应该是跟这场海啸有关 第九章 富士山下 火山喷发体验卡 况且这个票数已经接近两百万了 那得多少钱啊 现在只是海选 就算家里有矿 也经不住这样刷 还有 我之所以露幕没刷 是因为这个 导演李凯 将手机里的斗音软件打开 递到花晨宇面前 你看看 斗音 导演这时候拿斗音给自己看 干什么 花晨宇这一看 顿时一脸震动 之前 他在导师席 无法关注这些消息 只知道 露幕这首听海 因为导国海啸火了 至于多火 他也没时间刷斗音 可是此时 只见斗音 随便一刷视频 就能看到导国海啸视频 上面配的 都是 听海 不仅斗音 快手 小绿书 笔乎 微博等平台 也是如此 不到一天时间 这首 听海 简直火出圈了 这种现象及爆火 让混迹娱乐圈这么久的花晨宇 也看得目瞪口呆 这小子 运气真好 我出了这么多的神曲金曲 砸了这么多的钱 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这小子 一首垃圾原创 直接就火了 哎 今天的龙语音乐圈 真的是没人来啊 花晨宇一脸怨毒 语气中带着浓浓极度 既然这样 那就让你复活 下一环节见 花晨宇知道 陆木复活已成定局 改变不了了 但既然改变不了 那就再淘汰他一次 他能淘汰陆木一次 就能淘汰两次 对他来说 只是投个票而已 看到花晨宇 陷入沉思的表情 导演以及工作人员 也没说什么 花晨宇背后的金主 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他要搞谁 他们也管不了 而且 只要这场顺利复活 陆木蹭到这波热度 就够了 下一场 陆木会不会被淘汰 对他们来说 并不重要 而此时陆木 暂时离开了比赛现场之后 陆木去街边 随意吃热的兰州拉面 就回到了临时出租屋里 然后就捧着手机 盯着岛国那边的情况 在使用了海啸体验卡之后 他自然也是 一直在关注岛国的情况 果然 海啸发生了 尽管知道 系统不会骗他 可当看到海啸体验卡的威力时 陆木还是被深深的震撼了一下 那座沿海城市浮岛 几乎被海啸给洗了一遍 死亡人数 没有被统计出来 但看这个规模 应该很惨重 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场海啸始作俑者是他 最大受益者 竟然也是他 因为这场海啸 他这首听海 彻底爆了 卧槽 这要牛逼的原创音乐人 被天选淘汰了 天选再复活投票 赶紧去投票 小花 伴随着歌曲爆火 陆木在节目组发声的经历 也被传开了 很多人为陆木感到不平 这要牛逼的原创歌曲 竟然被淘汰 众人纷纷涌进天选巨星官方 给陆木投下了复活票 这个速度 陆木猛逼了 看着复活票暴涨的速度 陆木傻眼了 说实话 他对复活 已经不那么看重了 等到十个亿到账了 谁还在乎一个选秀 所以能进复活投票环节 他已经很意外 至于复活 他知道 这里面可操作性很大 复活就复活吧 那就再比一轮 陆木倒无所谓 能复活 就再去比一轮 而且 如果晋级下一轮的话 系统应该 还会继续发放任务 第二天 八点半 果然 陆木睡眼朦胧 被一通电话吵醒了 您好 我是天选巨星工作人员 请问您是选手陆木是吧 陆木揉了揉眼睛 是我 被复活了吗 又要开工了 电话那边 工作人员又到 昨天复活环节 您获得的票数最高 恭喜您 陆木先生 您成功被复活 可以进行天选巨星的下一轮比赛 下一轮比赛的箱子流程 都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 请查收 陆木 收到了 结束通话 陆木长出一口气 又要开工了 不过 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比赛 还有没有任务了 就在他想着时 脑海的系统提示就响了 检测宿主晋级下一轮 请选择您的第二轮参赛歌曲 作品如下 一 东山飘雨 西山情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十亿奖金 且奖励泥石流体验卡一次 二 山那边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十亿奖金 且奖励山体滑坡体验卡一次 三 富士山下 演唱此歌曲淘汰将获一亿奖金 且奖励火山喷发体验卡一次 卧槽 富士山喷发 陆木当时就精神了 虽然奖金只有一个亿 但前两个歌曲都太传统 晋级难度太大 所以这一次 陆木毫不犹豫 选择富士山下这首歌 但有个问题 富士山下这首歌 还是很能打的 万一晋级怎么办 陆木突然眼睛一亮 加入花尘语队伍 既然花法师看不惯自己 那就给他的机会 让他干掉自己 以花尘语性格 哪怕他这首歌很给力 他觉得 对方也会千方八计的 找借口淘汰自己 系统 我选 富士山下 宿主选择 富士山下 触发逆天悟性 获得 富士山下MV 特效版 嗯 这次还配了MV 就当他一脸不解的时候 手中突然多出了一个U盘 紧接着 在他身上 多出了一身的晚礼服 黑色的晚礼服 打着蝴蝶结 显得格外庄重 陆木有些意外 不仅比赛晋级 连系统配备设置也晋级了 还带着富士山下版MV 陆木现在都有些担心 要是表现太好 会不会被晋级 努力吧 一定要被淘汰 势在人为 实在不行 就多对两句法师 把他惹毛了 我肯定也就混不下去了 陆木迅速将外卖垃圾收拾干净 然后穿着演出服装 就出了门天选巨星 节目组 当陆木第二次迈步 走进门那一刻 陆木发现 不论是工作人员 还是参赛选手 所有人看自己的目光 都不一样了 陆木听 海啸的声音 陆木 你这首听海的创作灵感 是根据导国海啸创作的吧 哈哈 一首这么深情的情歌 原创母版竟然是海啸 陆木 针对岛国这场海啸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第十章 我跟你不一样 我靠十里吃饭 有人上来 围着陆木说个不停 热情度比之前高涨不少 陆木 其实 被淘汰我也无所谓 还挺高兴的 至于岛国海啸 我也很遗憾 听说这件事情时 我难过的笑了一整晚 噗 哈哈 太搞了 我也难过了一整晚 所有人文言 哈哈大笑着 还在回味昨天那场海啸的鱼韵 然后 陆木看到 节目组开始安排他入场了 很快 当陆木来到台上 三名导师也早就 坐在导师座席上 看着台上的陆木 三名导师脸上表情不一 其中 薛之谦有些欣慰地笑道 陆木 我们又见面了 成功通过复活赛晋级 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陆木笑了笑 说道 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也感谢三位导师 你还是有实力的 薛之谦夸赞一句 接着道 不过 能通过复活晋级 我确实没想到 毕竟你的人气 跟其余几个复活赛的选手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时 一旁花晨宇 脸色冰冷开口道 运气好罢了 还要感谢岛国这场海啸 不过 最好别搞什么原创了 你真不适合原创 不然 这一轮比赛 我还是会淘汰你 花晨宇倒没客气 一上来就来个下马威 然而 提到海啸 作为女性的杨幂 突然有些八卦道 陆木 你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真的是来自海啸 陆木文言一愣 然后满脸苦笑地说道 创作灵感跟海啸无关 只是碰巧而已 海啸是后面发生的 难不成 我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不成啊 那我接下来这首歌 会唱一首跟富士山有关的歌曲 要是富士山突然爆发了 难不成也要怪我啊 说着 陆木耸了耸肩道 大家不要盲目跟风 要相信科学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唱歌 话音落下 现场传来一阵笑声 刚刚花晨宇造成的尴尬气氛 也缓和了不少 那倒没毛病 薛之谦哈哈一笑 他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大家都是当作梗来开玩笑的 陆木要真有这个能力 早就被人抓走切片研究了 薛之谦笑了笑 回归正题道 陆木 你是说 你接下来这首歌 跟富士山有关 陆木认真点头 为了估计岛国人民 昨夜我连夜赶工 为他们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 嗯 看不出 你还挺有爱心 没想到 花晨宇一听 难得表扬了陆木一次 这时 陆木也发现了 花法师看自己顺眼了许多 竟然跟自己共鸣了 语气 眼神都温柔了许多 他顿时涌上一股危机感 薛之谦却眉头微醋道 花导师 注意言辞 导国海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注意什么 花晨宇却没有意识到什么 反驳道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海啸死了那么多人 这是人类的灾难 不要追究历史 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什么年代了 要面向未来 薛之谦文言 顿时怒了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 一旁 杨幂见到花晨宇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转移话题 道 陆木 说一下你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杨幂赶紧转移话题 陆木回道 我这首歌叫富士山下 你还真写了一首富士山 薛之谦一脸无语 还有一些失望 你说 这首富士山下 是你特意为岛国海啸制作的 陆木点头 是的 还有一个MV 薛之谦没说什么 眼中失望更浓了 好不容易遇见个有音乐天赋的 可惜 杨幂意识到气氛不对 开口道 这个名字很有特点 还有点唯美 我很期待 还是看质量吧 薛之谦说了一句 又问道 你刚才说 这首又是你的原创歌曲是吧 陆木点头 纯原创 杨幂 薛之谦 又是原创 花晨宇突然冷声道 陆木 你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 到底要我说多少次你才明白 你根本没有原创天赋 但你还算有些唱功 如果坚持搞原创 只有死路一条 演唱金片歌曲 还有希望晋级 我对你这么负责 好心相劝 你都荡耳旁风是吧 花晨宇这一次的语气 明显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因为就在海啸问题上 他觉得 陆木这个人 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 至少三观很正 不过 他对陆木的原创 却是表现得极为不屑 又是原创 陆木的原创 根本就是一坨屎 他可是音乐圈权威音乐人 说的话具有绝对权威 可陆木竟然不听他的 这让他对陆木 刚刚好起来的印象分 再次被刷下去了不少 谢谢花导师 不过我跟你不一样 我有原创的实力 陆木非常淡定地开口道 你 花晨宇瞪大眼睛 不过 他刚开口 就被陆木打断了 陆木看向一旁 看热闹的喝酒 道 老师 可以开始演唱了吗 此时 花晨宇脸色黑得跟锅底一样 对方竟然敢无视他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的 而且我好心指导你 你竟然这么不是台局的吗 啊好的好的 喝酒一愣神 赶紧说道 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 谢谢 陆木笑了笑 接着也不顾花晨宇铁青的脸色 他直接拿出U盘 递给了负责音乐播放的工作人员 麻烦老师 这是为比赛特意录制的MV 好 那名工作人员接过 很快 大屏幕亮了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 富士山下送给大家 第十一章 灾前模拟 陆木说完这句话 就握着麦克风 站在舞台上 轻轻闭上眼睛 伴随着前奏响起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幅唯美的画面 一座雪中圣山 从半山腰网上 白雪挨挨 往下部分 则是一片的郁郁葱葱 再往下 则是一个平静的湖泊 明镜如镜 蓝鹿雨片似雪花 隐气的你动吗 这风吕我给你磨到有金花 前奏一响 顿时有种可以上台领奖的感觉 薛之谦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瞳孔依旧忍不住微微放大 身子微微前倾 低沉的嗓音 加上粤语特有腔调 这首歌一开腔 薛之谦就立刻意识到 又一首神曲 将要诞生了 尤其是配上大屏幕上那座富士山 完美贴切主题 富士山下 薛之谦喃自语 看着台上演唱的陆木 微微有些愣神 他有种预感 这个男人将会成为音乐圈的一股清流 他握紧拳头 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为什么这么亲近岛国呢 原谅我不再送花 伤口应要结巴 花瓣铺满心理坟场才害怕 如若你非我不嫁 彼此终闭火化 歌声飘扬而来 与此同时 来州岛区域 矗立在这座岛屿上 几千年的那座富士雪山 深处 岩浆 底层 在悄然涌动着 而与此同时 伴随着富士山下 那涌动的岩浆 陆木深厚的大屏幕上 MV上的那座富士山 竟然悄然绽放开了一朵花朵 是一朵岩浆花朵 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 谁都只得那双手 靠拥抱 一难认你拥有 要拥有 必先懂诗去怎接受 随着歌词展开 所有人都看梦了 只见那富士山的山口 竟然缓缓张开 然而 喷吐出一股股火红的岩浆 岩浆在空中绽放 仿佛一朵朵星红的花朵 迅速喷涌 落在了岛屿上的各地 所有人震撼地张大了嘴巴 这MV 有点意思 这MV谁做的谁 让你这么做MV的 富士山开花 有创意 卧槽 我以为陆牧说的祝福 是真祝福 是我太天真了 这是要把火山给唱爆了吗 为什么我总有种预感 好像 富士山真的要开花了 对对对 我也有这个感觉 槽 神特么富士山下 而此时 台下的薛之谦 脸上也是笑开了花 果然 他没有看错人 之前陆牧对岛国的怜悯 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从MV就能看出 这首富士山下 也只是有着别的寓意而已 舞台上 陆牧却唱得格外动静 心头也是美滋滋 因为他知道 MV上的一幕 很快就将在现实中发生 而且 他扫视了一眼花晨宇 发现对方脸色又不好了 让富士山爆发 那不就是在诅咒岛国 爆发火山喷发的自然灾害吗 这对亲近岛国的花晨宇来说 太不可接受了 花晨宇眼中的期待逐渐消失 一片阴霾地看着陆牧 亏他还觉得 陆牧跟自己三观一样的症 都是倡导着人人平等的大爱之人 结果 他感觉自己感情受到了欺骗 眼中甚至还闪过一丝忧怨 注意到这一点的陆牧 却是心头一喜 看来 淘汰名额又被内定了 又一个亿到手了 爽 算上上一场的十个亿 自己资产已经有十一个亿 想着 陆牧更加来劲 人活到几岁算短 失恋只有更短 归家需要几里路 谁能预算 忘掉我跟你恩怨 樱花开了几转 东京之旅 一早比一世遥远 谁都只得那双手 靠拥抱 一难任你拥有 要拥有 必先懂诗去怎接受 导师作息上 其余人都在关注MV上 但已经摆脱了 对陆牧心里包袱的薛之谦 却听着这首富士山 吓出了神 他此时的注意力 完全不在MV上面 又一首神曲 他脸色震撼无比 而且在他看来 这首富士山下 比听海的原创度更高 不是说听海这首歌不好 而是从流行度来看 富士山下这首歌 更有可能在当下 音乐圈流行 但缺陷 薛之谦看了一眼人群反应 安静 死记 他叹了口气 很显然 大家都在享受这首歌曲 但这个现场 要是放在电视上播放出来 就会显得很没有看点 不论如何 一定要把陆牧留下 薛之谦心里 暗暗下定决心 而此时的花晨宇 态度与薛之谦完全不同 在他看来 陆牧的三观废了不说 而就算不说三观的问题 从比赛的专业角度来说 这个现场 还跟上一首一样 没有进步 依旧是一塌糊涂镜的 跟没有人一样 这种现场 唱起来有什么意思 所以 不论从那个角度来说 花晨宇都不可能让陆牧通过 我觉得 这首歌有点好听啊 好浪漫 好唯美 陆牧唱的也好好听 杨幂握着两只小手 放在下巴上 安静地听着 蜜姐 你什么有待提升啊 就这种垃圾歌 我一天能写三百公斤 花晨宇一脸不屑 他自认为 自己就是流行教父 新一代的乐坛歌神 而且 他可是一直以原创人自居的 现在 突然冒出一个 明明原创能力极弱 唱跳能力却极强的歌手 备受大家推崇 立刻让他很不爽 这时 随着陆牧歌曲达到副歌高潮 MV上的富士山 也彻底爆发 就仿佛在配合着 歌曲进度条一样 卧槽 这MV特效好真 比妈妈真净 比 真不少 我原本还以为陆牧选这首歌 是在重阳媚外 没想到 这MV绝了 要是陆牧唱完这首 富士山真就爆了 那才叫绝了 想屁呢 岛国做过调查 富士山活过来 至少需要两百年 哎 可惜 咱们看不到了 直播间不少观众 都津津乐道 同时也在感叹 这MV特效 做得确实很牛逼 一针一画 都跟真的一样 随着歌曲进度结束 当陆牧 唱完整首歌曲的时候 富士山 也彻底变成了火火山 一直在不停地喷发 当围曲落幕 富士山下的所有岩浆 也全都爆了出来 化为满天烟花 落在岛城上的各处 这座沿海岛城 彻底被火海吞噬 随着MV结束 歌曲也就这样落幕 第十二章 预购功能开启 节目现场 陆牧收唱 缓缓睁开了眼睛 似乎有余运 依旧在盘旋 使得现场一片安静 薛之谦憋着笑 立刻问道 选手陆牧 这就是你为岛国 特意连夜创造的歌曲 对啊 陆牧点头 认真脸道 不过 我最引以为傲的 还是MV效果 还有 特效是我自己做的 说完 陆牧还特意补充一句 我希望 岛国朋友坚强起来 薛之谦一拍大腿 哈哈大笑道 你是懂鼓励的 对 咱必须估计岛国朋友 而且 从专业角度来讲 你这手原创 完全符合晋级标准 薛之谦按下晋级键 我给你通过 此时 薛之谦完全没有了顾忌 直接给了通过 至于杨幂和花晨鱼怎么选 他也无法控制 但在他这里 陆牧是一名完全可以晋级的分数 到了杨幂发言 他拧着眉头 想了一下 虽然还是那么安静 不过 我给你通过 看到两人都给了通过 花晨鱼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两票通过 也就意味着 他这一票 没那么重要了 不论他通过与否 陆牧就已经晋级了 此时 陆牧也在内心疯狂咆哮 淘汰 淘汰 他想要的是淘汰啊 看着两票通过 这代表一个亿没有了呀 火山喷发的 体验卡也没了 陆牧一脸的绝望 很多人发现陆牧表情 都是一脸猛逼 你晋级了呀 一副绝望的表情是什么鬼 这时 花晨鱼做出选择 我选择不通过 谢谢花法 导师 陆牧深深聚了个弓 真诚无比 薛之谦和杨幂同时看向他 一脸无语 你压得脑子有病 你感谢的人 应该是我们两个吧 感谢花晨鱼 你是有受虐倾向 看到陆牧这么真诚有礼貌 花晨鱼脸色这才缓和 同时建议道 你确实不适合原创 不论词 还是曲 不用说跟我比 就是跟现在的很多新人比 也差太多 想要在这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杀出来 如果不懂得变通 你可能永远无法出头 花晨鱼说的语重心长 然而 陆牧似乎没听进去 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 就转身走了 等等 所有人一愣 薛之谦更是喊道 你晋级了 还没选导师呢 这场晋级 是要确定导师人选的 陆牧的导师人选 是杨幂 还有薛之谦 文言 杨幂精神一震 正准备跟薛之谦 进行一场争人大战 要知道 抢人环节 也是音乐综艺节目的看点之一 我选择 薛导师 然而 陆牧根本提不起兴趣 一点制造悬念的机会 都没有给薛之谦 还有杨幂流 直接选了薛之谦 接着 走下了舞台 只留下一道陆牧的身影 老薛一脸呆滞 所有人也一脸猛逼 突然 走到一半的陆牧 突然又想起来什么 转过身 对着何久 对着三名导师 又俱了个公道 谢谢何老师 谢谢三位导师 哎 说吧 重重叹了口气 走到了后台 薛之谦 华晨宇 杨幂 何久 观众们 卧槽 我没看错 他明明晋级了 为啥一脸不高兴 被淘汰了哇哇叫 晋级了一脸死了M的表情 这什么情况 是上一场受刺激 还没回复过来吗 炒作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对头 很明显 陆牧师在立人设 吸人眼球 恍然大悟不得不说 这小子是懂综艺的 但看陆牧是真的失望了 如果要是演的 这个演技 也太牛逼了 简直是影帝级别的 所有人一脸猛 最后不得不归结于 陆牧师在立人设 甚至有人开始感叹 陆牧的演技 薛之谦笑了笑 算了算了 下一位下一位 他也是玩综艺的 立人设这种事 太正常了 只要对方是有真材实学 他并不反感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想要出头 还是要靠一些营销手段的 现在很明显 他觉得陆牧的这一手营销 就很成功 后台 陆牧满脸愁容 他进阶了 这意味着 不仅失去一个亿 还失去了一张体验卡 一个亿就算了 他有十个亿 失去一个亿 顶多也就是肉疼一下 但失去了一次 观看富士山烟花的权利 他是真不甘心 系统 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 陆牧随口在心中问了一句 也没抱着太大希望 定 检测宿主已成功晋级 任务失败 下一波任务 系统将升级到第二阶段 宿主可自费 预购火山喷发体验卡 预购费用 五个亿 费用可自动 从上一期奖金扣除 陆牧嘴角一脸 五个亿 太黑了吧 能不能 便宜点 定 若下一轮成功完成任务 可获得三倍预购费用的反现 三倍预购费用反现 陆牧眼睛一亮 既然这样 那就买个试试 购买火山喷发体验卡 定 体验卡正在下发 预计三分钟到账 三分钟后 体验卡到账 听着系统传来 扣除五个亿的提示音 陆牧心里一阵滴血 五个亿就这样没了 下一场 必须完成任务 下一场 应该是导师带着学员 现场环节了 不知道现场环节 有没有任务 陆牧想着 从系统里取出火山喷发的体验卡 系统 使用体验卡 当体验卡 从掌心消失那一刻 新一轮的命运齿轮 开始转动 陆牧脸上微微一笑 瞬间觉得 这五个亿花的太值了 这是天选巨星的节目现场 节目组忙的热火朝天 正在准备下一期节目内容 下一期 是导师带着加入自己队伍的学员们 进行一场现场 所以 这一期节目看点相对不足 但能够弥补的是 三位导师的粉丝数量庞大 粉丝们还是会得自家爱逗面子 来直播间观看节目捧场的 第十三章 爱的公养 此时 所有选手晋级或淘汰 不过 选手们还没有挑选导师 接着是一场导师现场环节的排练 这个环节的玩法是 导师们每人上台唱一首歌 然后选手们通过导师的表现 选择自己想要 加入的队伍美八怪呀 一呀一呀 听着导师薛之谦的美七怪 陆木一愣 虽然名字跟丑八怪相似 但 曲 调 以及全部风格 都跟丑八怪不同 完全是两首歌 看来平行世界的歌 基本已经发生变化 美八怪也很好听 陆木点了点头 薛之谦能火 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我唱什么呀 好头疼 不行 这一首我不会啊 太难了 就在这时 陆木突然听到一个抱怨声音 远处 杨幂一脸头疼 他不是专业歌手出身 所以 现场环节对他来说 无疑是他最头疼的环节 此时 花尘宇正热情地在一旁 给他出谋划策 花尘宇问道 上次 我给你唱的那首爱 你还记得吧 杨幂言 立刻打了个哆嗦 脸上挤出一丝笑 记得啊 怎么了 想起上次花尘宇 特意为自己炫耀式的 演奏那首爱 杨幂浑身鸡皮疙瘩 我这次打算唱那首爱 要不然 你跟我上去一起唱 这首歌 没有歌词 到时候我主唱 你就在一旁跟着 嗷嗷叫两声就行 这首歌是首次现场 一定能引爆全场 花尘宇昂着头 一脸骄傲与自信 还是算了 杨幂赶紧摇头 对于我一个 非专业歌手来说 那首歌难度太大了 我还是想想别的歌吧 也是 难度确实太大 花尘宇昂在劝说 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见状 杨幂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 他眉头又皱了起来 现唱环节时间很紧 就算他选了歌 还得排练 以他的唱功 他多半得假唱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在参加节目之前 就有过这方面预案了 毕竟 他的唱功众所周知 一言难尽 杨导师 我这有一首原创 要不你看看 突然 陆木走了过来 他准备的歌曲 就是前世在平行世界 杨幂唱的那首 爱的公养 难度不大 类似口水歌 但却十分适合杨幂 甚至 当时出现破音 走调等情况 很多网友也能包容 因为这首歌 只有杨幂能唱出那个位 嗯 杨幂看向陆木 对陆木的原创实力 他还是有点相信的 不过 他还是问道 什么歌 这时 花尘宇一脸不耐得道 秘姐 这小子哪有原创实力 你也信他 你先看看歌词 陆木笑了笑 也不理会花尘宇 掏出随身携带的缸底 和笔记本 甩了两下钢笔 低头自顾自地 写起了歌词 好 被无视的花尘宇 脸色迅速地阴沉了下去 冷声道 我看你要故弄什么玄虚 三分钟后 陆木将笔记本 递到杨幂面前 杨导师 这首歌叫 爱的公养 这是歌词 我觉得很适合你 好土的名字 花尘沉嘲讽 杨幂却接过笔记本 好奇地看了起来 爱的公养 把你捧在手上 虔诚的坟香 剪下一段烛光 将金轮点亮 不求荡气回肠 只求爱一场 爱到最后受了伤 哭得好绝望 看着那些歌词 杨幂一瞬间沦陷了 女人都是感性的 这上面的歌词 直白 却又有几分唯美 杨幂直接被吸引了 这首歌很适合我 杨幂做出判断 同时 她还有种感觉 这首歌 能火 要是能把这首歌版权买下来 就好了 杨幂想着 看向陆木笑道 这首歌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 上去唱一下试试 陆木也笑道 舞台上 把你捧在手上 虔诚的焚香 剪下一段烛光 将金轮点亮 歌声响起 杨幂一开口 就让所有人一愣 这首歌 很适合密姐啊 竟然还有点好听 密姐虽然还在走音讨调 但是为啥 感觉这么自然 台下 陆木听着熟悉的旋律 仿佛感到了野青回 还是那个位 这首歌 还真只适合杨幂 不然 哪怕你唱功再好 估计也唱不出那个感觉 薛之谦排练结束 一脸惊讶走了过来 陆木 这首歌也你写的 陆木点了点头 道 是 刚刚看密姐愁眉苦脸 不知道选什么歌 就即兴写了一首 所有人 即兴写的 即兴都能这腰牛皮 我的哀 也是即兴创作 只有花尘语 一脸不服 听到陆木的话 薛之谦又无语 又好笑道 你 你可以 你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原创音乐人 我有预感 你比毛绒一环要优秀 陆木文言 一脸忧愁 被导师看好 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有时候 他需要被淘汰 这时 杨幂很快唱到副歌 我用尽一生一世 来将你供养 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 请赐予我 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 让我能安心 在菩提下静静地观想 一曲终了 杨幂兴奋地跑下舞台 这首歌 太适合我了 杨幂开心地手舞足蹈 向着小女孩 走到陆木面前 陆木 谢谢你 陆木说道 我也是随手一喜而已 你不用客气杨导师 杨幂趁道 以后私下里 跟大家一样 你叫我密解就行 叫导师怪见外的 陆木点头 好的密解 对了 你这首歌的版权 能卖给我吗 杨幂想了一下 又赶紧补充道 价钱你来开 啊 陆木沉默 他没卖过版权 还真不知道怎么开 陆木道 这首歌是我即兴创作的 价钱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开 杨幂一脸失望 以为陆木故意这样说 是不想卖 这时 陆木又道 要不这样 杨幂精神一震 怎么样 陆木走到杨幂身前 贴到杨幂耳边 轻轻开口道 要不 下一轮比赛 我想让您帮我做一件事 杨幂脸蛋一红 紧张道 什么 什么事 第十四章 岛国海啸 我捐款一箱矿泉水 只听陆木道 下一轮 您问问题时 问我是想被淘汰 还是晋级 我会如实回答你 然后 你根据回答投票 另外 我回答的 就是字面意思 啊 杨幂一愣 有些不解 你还有可能 让我给你投淘汰票 也不是没有可能 陆木点头 陆木要是要求 他投竞技票 他可以理解 但主动要求淘汰自己 搞什么费机 疯了 在天选巨星的舞台上 谁不想晋级 哪怕只能晋级一轮 也都在挤破头地往下走 看杨幂一脸不信 陆木说道 你没听错 就这个条件 如果不行 哥就卖不了了 但这次现场 您还能唱 可以可以 我答应了 杨幂也是见过大场面的 立刻答应下来 陆木满意地笑了 薛之谦看好自己 花晨宇反感自己 现在 杨幂这一票 又被自己控制 两个晋级票 或淘汰票 就能确定去留 也就是说 他下一场 不论系统发放的任务 是晋级还是淘汰 都吻了 陆木笑道 蜜姐 你练歌吧 我也去忙了 说完 陆木转身走了 看着那道远去的身影 杨幂依旧有点猛逼 他搞不清 陆木的脑回路 一直跟不上对方思路 远在岛国 没错 这次是岛国火州 也就是富士山所在区域 就在陆木使用体验卡的那一刻 富士山下的岩浆层 蠢蠢欲动 实际上 在陆木演唱 富士山下 那一刻 就已经开始苏醒过来了 此时 火州的官方办公处 正在火急火燎地忙活着 福岛发生重大灾难 作为火州岛国人 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 这一天 下午一点钟 一场筹备了足足一天的新闻发布会 正式召开了 此时 数十个记者蜂拥而至 大多数都是岛国本国记者 少部分来自漂亮国或其余国家 采访台上 火州 也就是富士岛州长小全朗 亲自到场了 他穿着黑色西装 一脸疲惫地走上台 筹备这场记者会 就是想要呼吁一下 不仅让岛国人民支援福岛 更是想呼吁全球各国 尤其是隔壁的龙国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福岛度过这次难关 所以说的直白点 这场直播就是在要钱 而下方的数十名记者们 大多都是带着剧本来的 该问什么问题 早就安排上了 直播间打开了 福岛太惨了 呜呜呜 愿世界和平 愿岛国同胞渡过难关 一起加油 听说福岛上 死了至少十几万人 太惨了 这是天灾 强烈请求全球各国支援 尤其是隔壁龙国 那么大的国土 那么富有 怎么没听他们支援的消息 一点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 还大国呢 我2E 刚开始直播 屏幕上就来了很多岛国居民 各种弹幕刷屏 小拳朗看了一眼屏幕 满意笑了 不错 很团结 希望这场直播 能引起国际舆论 给龙国施加压力 让他们乖乖送上物资支援 想着 他冷声高声道 开始采访 请问州长 第一个剧本拥有者的记者 立刻开口问道 这场灾难 让岛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团结 各国更是献出爱心 为岛国加油打气 但我听说 龙国那边不仅没有援助 民间还一片嘲讽 请问针对这件事 您怎么看 小拳朗非常大度地笑了笑 说道 首先 我要强调 龙国在第一时间给了物资 什么物资 一万箱矿泉水 小拳朗继续道 其次就是嘲讽等言论 我要强调 龙国官方很友好 素质低下的是龙国的居民 但也只是一部分 大部分龙国朋友 还是很友好的 龙国人口那么多 而且教育 科技 文化 发展都不如岛国 素质低 也不是新鲜事 您真善解人意 那名记者眼神闪烁 崇拜道 明明是自己受了伤 还要给人家找借口开脱 那么请问小拳朗先生 龙国一万箱的矿泉水 好像没什么用 辅导现在也不缺水 没错 辅导现在水源非常充足 小拳朗 呵呵一笑 我相信 龙国有大国风范 一定不会小家子气 更多的物资 一定还在运送的路上 如果没有 也没关系 作为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国家 他们文化素养低 应该给予理解 给他们时间发展 记者一连问好几个问题 而这场直播 也被连接到了外网 本来 龙国没人关心什么 岛国火州州长的直播 但有人无意中 发现了对方言论惊人 并且阴阳怪气 很快 无数龙国网友都得知了 纷纷涌进直播间 卧槽 捐是勤奋 不捐是本分 道德绑架 你是完明白了 这州长欠K啊 阴阳怪气什么 明显是在挑起国际渔轮啊 这特么是筹集援助直播 全城都在内涵龙国 我们笑怎么了 有开心的事 还不让笑了 小拳朗 我是南枪 你等着啊 小拳朗 SB SB加1 看着突然涌进直播间的龙国网友 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顿的口水狂喷 还有些文化人 变着花样的 送上来自家长的土话 小拳朗开心极了 巴嘎 死啦死啦地 见到小拳朗急眼了 工作人员开始踢人 将一个个IP地址 显示在龙国的账号 踢出了直播间 然而 人太多了 踢不完 根本踢不完 满屏幕都是 而且 岛国网友们还发现 这群龙国的网友们的战斗力 非常强大 且词汇量惊人 他们一点还口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 还有人专门在评论区翻译 翻译成岛国文 漂亮国文等 毫无违和感 一看就懂 深刻体现出了 龙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周长 怎么办 其余国家的网友的评论都看不到了 只有龙国的网友们在刷屏 活力太猛 有点扛不住 服务器要卡崩 有人看吗 求一下催更 第十五章 极限效果 是彻底爆发 看着屏幕 一个工作人员神情震惊 赶紧向小拳汇报 哼 这群下等民族 小拳狼脸色也黑了 果然 龙国说的没错 穷山恶水出刁民 都是一群刁民 他一拍桌子 揉了揉手道 把评论功能关闭 这场采访 不论如何要顺利完成 好的州长 紧接着 评论区被关闭 看着弹幕恢复平静 小拳狼脸上的菊花笑又回来了 清静了 这群龙国喷子 战斗力有点太强悍了 他们什么身份地位 竟然敢喷自己 他可是火州州长 跟普通人有着阶级上的差距 尤其对方还是龙国的下等民族 屏幕空荡荡 小拳狼心情也好了不少 灾难无情 人类有情 那么接下来 我请全球各国的朋友 你们听好了 接下来 小拳狼全程道德绑架 总之 明里暗里 都在说一件事 要钱 说到最后 好像只要各国不给予人道主义上的支援 就是反人类一样 各国朋友 我们等着你们的物资 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 最后 小拳狼结束了直播 而被关闭评论的龙国网友 也全程都在看着这一幕 文言 所有人愤怒无比龙国沸腾了 但评论区关闭了 他们根本喷不了 而这件事 在龙国也迅速传开了 可怜可悲的种族 一群刁民 福岛那么美的地方 每年允许你们龙国多少人过来旅游 给你们带来了多少视觉和心情上的享受 还不知道感恩 结束直播 小拳狼甚至还不满足 竟然又将助理叫了过来 录制了一段十几秒的视频 特意发送到了国际网上 王八蛋 去岛国旅游 都是开安了是吧 好好 那些喜欢去岛国旅游的人看看 看你们以后还去不去 三天 所有人都会忘了这句话 相信我 富士山不允许龙国人入内 牛批 好像老子愿意去 马德 希望富士山报了 我们就不去了 不仅是嘴上说说 很多龙国网友 竟然直接将一段富士山爆发的MV 各种神剪辑 并且配上神曲 发布到了网络上 虚虚宝宝是一个游戏主播 但极其具有爱国情怀 他也去发布会直播间看热闹了 也被气得不轻 我套你猴子 虚虚宝宝突然灵光一闪 打开网页 将陆木那首富士山下 还有演唱时配的MV翻了出来 一阵熟练剪辑手法操作 一段恶搞富士山的视频 就这样诞生 他随手发布到了网络上 咦 虚虚今天发的小视频 竟然不是地上城游戏 我康康 噗 宝哥太有才了 富士山爆了 凭借着虚虚宝宝强大的粉丝流量 这首歌剪辑后的视频 立刻成为神曲 风靡龙国网络 并且龙国网友们纷纷评论留言 竟然无比默契 清一色的只有一句话 富士山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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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富士山下 像是感受到了网友们召唤一般 终于 在这一刻 哄 一股恐怖的岩浆流 从最深处的岩浆层 开始爆发起来 看着网友们喷 小全郎冷笑一声 富士山爆了 龙国合计地字爆了 富士山都爆不了 你们说爆就爆 你们谁啊 其余工作人员 也冷笑一声 然而 就在这时 忽然地面传来一阵微微的震动 小全郎惊讶地看着地面 茶桌 地毯 在微微晃动着 小全郎一阵错愕 又是海啸 还是地震了 很快 所有人都冷静下来 作为处于地震代的国家 对地震早就习惯了 不过 因为心情不好 小全郎不耐烦道 过去看看 检测一下 如果是大阵 就疏散一下群众 好 一个工作人员离去 一群下等蝼蚁 有时候也不得不管他们 真是麻烦 小全郎一脸不屑道 即便是对本国群众 他依旧高高在上 什么为国为民 捐款奉献物资 那都是演的 可是 下一秒 哄 只听一声恐怖的爆裂声响起 巴嘎 发生什么了 随着爆炸声响 整个火舟岛像被翻了过来盘 发生巨大震动 外界的景象更是恐怖 大地崩裂 天塌地陷 火舟整座城市都裂开了好几道巨大裂痕 贯穿了整座城市 超级大地震 大全郎一头扎在地上 脑袋磕在捉脚 鲜血瞬间覆盖脸部 其余人也一样 所有人都站立不稳 随着地面震动 到处乱撞 巴嘎 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 小全郎怪叫 然而 没人能回答 因为大家连站都站不住 还怎么出去查看情况 周长 快看外面 突然 有人发出惊呼 是那种恐惧到极致的声音 连声带都在跟着颤抖 小全郎顺着对方指着的方向 朝着外面看去 顿时傻眼了 只见 外界原本晴朗的天空 突然出现了无数的巨大烟花 远处一个方向 竟然有无数的浓烟滚滚 巨大浓烟 形成一道恐怖的漩涡状 仿佛连接着另外一片空间 是富士山的方向 富士山 爆了 蓝鹿鱼片似血花 隐气的你动吗 这风驴 我给你磨到有金花 连掉了纸也不怕 怎么始终牵挂 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 原谅我不再送花 伤口应要结巴 花瓣铺满心理坟场才害怕 如若你非我不嫁 彼此终必火化 龙国 这首富士山下 歌词风靡大街小巷 传唱度已经超过了天海 只是 在这歌词的背后 谁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定 检测宿主演唱歌曲 富士山下 人气过高 系统自动升级到第二阶段 升级 有什么好处 陆木刚刚排练结束 就听到系统提示 顿时好奇问 歌曲人气越高 体验卡效果越好 陆木闻言一喜 富士山的火山喷发 能达到什么地步 定 无法告知 不过 体验卡极限效果 是让整个富士山彻底爆发 第十六章 刀下留人 彻底爆发 陆木呼吸急促 他以前看过有关富士山火山的介绍 专家说过 以富士山岩浆层的恐怖含量 要是彻底爆发 那座本周岛 基本就彻底完了 海啸退去了 还能留下残骸 要是富士山直接爆了 岩浆全部涌出 淹没整个城市 那么整个本周岛都将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 随着他这首歌爆火 体验卡效果升级了 好消息啊 天大的好消息 陆木忍不住大笑起来 杨幂 薛之谦一脸疑惑地看了过来 其余工作人员也一阵迷茫 这个陆木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你们看看 我就说 这小子精神不太对 花晨宇撇嘴 在一旁一脸不屑 虽然知道花晨宇在针对陆木 但其余人也不敢接话 对方后台太硬 是属于那种 只要唱不出名堂 就得回家继承亿万家产的选手 你们说 富士山下飙升到热歌榜 第三十一名了 马上进前三十 这要牛逼的原创 三十都没进 什么叫连三十 你怕是不知道 如今的龙语乐坛 竞争多激烈吧 不说别的 就说前三十 三小只就霸榜了十多首歌 哎 陆木能靠着硬实力 飙升到三十多名 已经很强悍了 要是再跟上次海啸一样 岛国的那座富士山 再配合一下 就在台下观众议论纷纷的时候 陡然一声惊呼传来 富士山 爆了 爆了 一名大嗓门女生 当即喊了出来 她激动的一脸嘲红 疼得一下从座位站起 瞬间 全场观众纷纷看向这名女生 怎么回事 导演李凯也皱眉 这群群演 素质怎么这么低 竟然在录制节目现场 大呼小叫的 渊渊 你发什么疯 那名女生的朋友 在一旁连忙用手拉了拉女生一脚 同时对着周围人歉意地笑了笑 这名女生也反应过来 只是依旧激动无比 举着手机叫道 导演 导国的富士山 真的爆了 卧槽 真的假的 富士山真配合爆了 话音落下 观众们先是一阵喧嚣 接着便有人质疑 富士山又爆了 上次陆木刚唱完听海 就海啸了 这次刚唱完富士山下 富士山就爆了 这特么也太玄学了吧 有人迅速取出手机 直接搜索导国那边的情况 后台 导演李凯文言 也意识到 热毒貌似又来了 他转过头 连忙对助理道 快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 好 好的 助理迅速去核实情况 而与此同时 现场已经先惊呼了起来 因为此时的富士山爆发的视频 就已经在国际网上传开了卧槽 真爆了 好爆炸 不愧是富士山 我愿意称之为最强火山 尼玛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烟花 这烟花一炸 估计富士岛都要没了吧 紧接着 在一阵惊呼过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一起落在了舞台旁 正在彩排中的陆木身上 上次一首 听海 导播海啸了 这次一首 富士山下 富士山又爆了 所有人看着陆木的眼神 都不太对 这都是巧合 我也没想到 突然就赶上了 陆木挠了挠头 心虚地解释道 虽然知道 大家也只是吃吃瓜 玩玩梗而已 根本不可能联想到他身上 但这件事真的就是他干的呀 陆木难免有些心虚 这时 薛之谦突然站出来 笑着解释道 我记得专家说过 富士山山下岩浆层稳定 两百年内爆发的几率 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不过 终究还是有着一定概率的 所以 很明显 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然而此时 不仅仅是节目现场 龙国的全国各地 京都 一群的老BJ胡同内 原谅我不再送花 伤口应要结巴 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 如若你非我不嫁 彼此终闭火化 一座四合院门前 一个二十出头的 青年的黄毛青年 坐在他爷爷的老爷椅上 一边悠闲地摇着 一边听着不久前 刚刚风靡大街小巷的 这首富士山下 青年捧着一杯密雪火城 慢悠悠地喝着柠檬水 正一脸享受地听着歌曲 大孙子 爷爷去公园练功 你乖乖在家待着 手里还提着一把 拴着红鹰的大刀 知道了一眼 青年闭着眼回了一句 这首歌叫什么 我咋听不懂 老者走到门口时 突然随口问了一句 青年也随口回应道 富士山下 富士山 老者刚刚迈出门槛的脚步 陡然停了下来 面色不善地盯着青年 是岛国的那个富士山 对啊 青年点头 见到爷爷竟然喜欢这首流行歌 顿时也欣喜地介绍道 这首歌叫富士山下 就跟岛国的 那座富士山一样美丽 真想去看看啊 可惜 这辈子怕是没有机会了 说着 青年语气遗憾无比 就好像这辈子不去一次富士山 就白活一次一样 小王八高子 美丽个屁 你小子活腻了是吧 就在这时 老者忽然骂了一声 只见他脸色铁青无比 胸口剧烈起伏着 被气得不轻 怎么了爷 青年一脸不解 疑惑问道 怎么了 这辈子没机会了是吧 你想要机会是吧 老头子 我今天给你这个机会 老者说着 举起红鹰大刀 就朝着青年劈了过去 爷爷 你 你发什么疯啊 青年见到爷爷 竟然来真的 从摇摇椅上跳了起来 抬起屁股就跑 让你崇洋媚外 让你岛国美丽 老头子我造孽 生了你爹这么个畜生 让你爹生了你这么个小畜生 老头子一边追一边骂 远处一个中年男子 刚在一辆黑色SUV走下 听到这话 顿时一愣 但看到这一幕后 却是骇然失色 爹 他是您孙子 刀下留人 爷爷 我知道您为什么生气了 听 您误会了 你看看手机 岛国的富士山彻底炸了 火山爆发 现在富士岛马上就要没了 我说这辈子没机会过去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青年吓得脸都白了 这老爷子太猛了 是真要砍死他 啥 富士山爆了 老头一听 顿时一脸狐疑 这时 青年小心翼翼地 将手机递了过来 老头低头看了一会 突然仰头 放声大笑了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好好好 抱得好 没想到有生之年 能亲眼目睹 这座死火山爆了 大孙子 听说这座死火山炸了 能炸没一座岛 是真的吗 老头看向青年 问道 对对对 现在富士岛已经要没了 人群正在往外撤离 但火山爆得太突然了 大部分人都撤不出去了 这次估计要死不少人呢 青年赶紧点头 眼中闪过兴奋光芒 说着 他又满脸委屈地看向老者 道 爷爷 这回你知道 我为啥高兴了吧 对对对 应该高兴 应该高兴 是老头自我冲动了 老头收起大刀 满是老简的大手 抚摸着青年脑袋 下个月多给你十万块零花钱 走 今天是好日子 我去叫上我几个老战友 必须庆祝庆祝 为富士山庆 为岛国庆 今日白象泡面 跳水特价 买一赠二 吐血大优惠 在这一天 在全国各地的超市 甚至农村小卖部 一个名为白象的国货品牌 听到岛国富士山爆炸消息后 立刻做出了的大出血的决定 全国狂欢 全国特价 我透 白象庆祝方式真特别啊 哈哈 高兴 今天好日子 高低整个豪华版泡面 听说白象雇了很多残疾人上班 福利待遇都很好 不仅如此 白象的品质是真高 而且好吃 我靠 那他这么打特价 真是血赔 我来十桶 不用找了 我来二十桶 也不多给你 就给你两百块得了 随后 在很多特卖现场 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一群争抢泡面的群众们 不仅没想着去占便宜 反而都争先恐后的 去多付款 很多人明明只买了 十桶八桶泡面 却丢下一百米就跑 生怕别人找自己零钱一样 与此同时 龙国各个角落 都在以各种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喜悦 刚刚海啸灭了一个岛 富士山又灭了富士岛 照这样下去 很快岛国就要 直接崩了吧 话说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天选巨星的那个陆木 你们知道吧 他上次唱 听海海啸 火山爆发 你们说 岛国这两次自然灾害 会不会跟他有关 一瞬间 很多人纷纷安静下来 甚至有人顺着这话 开始了一连串 不可置信的猜想 两次都这要巧 难不成 陆木真的具有某种 特异能力不成 当然 大部分人都不这么认为 都只是觉得碰巧而已 特异能力 扯淡 楼上脑洞大开啊 什么脑回路 别说 从玄学的角度来说 没准还真可能有关系 你们说 这个陆木 会不会是个法师之类的 刘海柱 别管怎么说吧 这两场灾害确实给力 比漂亮国当年 那两个小盒子 威力差点不多 很多人纷纷叫嚷着 并且 针对富士岛上的情况 一直都有人时时跟进着 也不时有人上传一段视频 能让众人随时了解岛上的情况 而此时 富士岛上 火山持续爆发中 如同一顿巨大的烟花 在城市上空绽放 只是这种绽放 是美丽且致命的 大量的岩浆从天空 如同一块块陨石坠落下去 落在岛国的城市每个角落 无数人惨叫 奔跑 逃亡 死在混乱中 死在坠落的岩浆石下 这个城市燃烧了起来 很多人被活活烧死 巴嘎 一个非主流小青年 穿着大当裤 没跑两步 就一头栽倒在地 当太大了 根本跑不动 救命 救命 然而 他刚刚倒下 身后就涌来无数逃亡的岛国人民 踩着他的身体 蜂拥而过 很快 这个小青年的动静就消失了 我怀孕了 跑不动 赶紧救救我呀 一栋倒国风格的居民楼 一个大肚子女人 惶恐地跑了出来 身后还跟出了十多道的身影 全都以一百八十脉的速度 向外狂冲 口中还呲哇乱叫地叫唤着 你们带我一起走啊 我可是你们的女人 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的孩子 然而 男人们却像是 没听到对方说话一样 全都一股脑 冲进一辆大巴车上 根本不顾他的死活 他们的孩子 可笑 是谁的都不知道 更何况 他们的孩子多了 你算得老姐 狗命要紧 女人绝望了 开口骂道 我呸 你们这群渣男 同样的人间惨剧 在这座岛屿的每一处上演着 富士山绽放前所未有的烟花 一颗颗宛若陨石般的岩浆块 从天上降落 将这个城市砸得稀巴烂 将所有的建筑物都燃烧了起来 五十公里外 小泉军 富士山爆发得太突然了 小泉朗正带着官方人员 紧急疏散着富士岛上的群众 但事发实在突然 虽然他们已经以最快速度撤离 然而 还是有至少二分之一的群众来不及撤离 被那座化为火海的城市吞噬了 小泉军 怎么办 一旁 助手都已经没有了思考能力 怎么办 现在富士山还在爆发高峰期 根本无法靠近 只能听天由命了 小泉朗也无能为力 我父母还在市区 我 我女儿也是 很多工作人员贪软地坐在地上 一连跑出去十几公里 他们全都累贪了 不过 很快他们就开始神情悲伤起来 他们的家人 还有朋友 很多都没来得及撤离 还困在室里 然而眼看着这个情况 能活下来的几率太渺茫了 可是 他们却无能为力 第十八章 彻底爆了 都站起来 虽然我们救不了人 但也不能放弃 要不然 让外人看到 我们在努力 在奋斗 我们的形象不能丢 懂吗 文言 所有人精神一振 赶紧伪装成 一副积极救援的样子 就算真的救不出人 也一定要让别人看到 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 永远不会认输的 还有 让人立刻联系灾难总部 说明情况 并且请求支援 还有 向外面发送救援信息 呼吁各界人士 尤其是新号新号 赶紧捐款捐救援物资 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他们救援是应该的 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支援 这名岛国网友有条不紊 一番部署下来 所有人精神亢奋 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然后 有人开始向家里发送救援信息 也有人联系外界 并且在网络上 发布现场的实时动态 想要博得同情 从而希望各界提供支援 然而 很快 就有人在网上看到了 让他们愤怒的一幕 快看看 龙新号竟然现在全国大庆祝 这群人太恶毒了呀 一个在全球网 发布求救贴的工作人员 连忙将手机递到此人面前 嗯 那名网友接过手机一看 顿时眉毛都跟着跳动了起来 所有的新号新号网友们 竟然都在热烈庆祝着什么 甚至还有人放起了烟花 大街小巷喜气洋洋 简直比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还要热闹 然而 这一切 都是因为福士山的爆发 而下方的评论 更是让人愤怒 福士山终于爆了 没想到 老子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福士山爆了 直了直了 老子今年78 特意上网笑话 哈哈 今天是个好日子 简直比我老婆生了还要高兴 突然间 一个视频出现在了 斗音社交软件下 并且疯狂传播 只见视频当中 天上无数岩浆陨石绽放 镜头周围 也都是倒塌的建筑 以及燃烧着的火海 兄弟们 我也在福士岛上 我彻底都晚了一点 被困在市区了 现在这里的情况是 福士山彻底爆炸 整个城市被火海吞噬 很遗憾 你们没猜错 周边都是大火 我出不去了 不过 我今天真特么高兴 这么多小导子跟我陪葬 路上不寂寞了 碰 视频的最后 只听一声巨响传来 紧接着 镜头陷入黑暗 视频结束了 而观看视频的众人 都是微微错愕 然后默默在上面写下了评论 兄弟 一路走好 兄弟 一路走好 兄弟 一路走好 院下辈子 没有福士山爆发 院下辈子没有福士山 院下辈子没有星号星号 看到这一幕幕 星号星号网友们 顿时脸色铁青 无比他们半个倒的人 都死在火山爆发 然而 星号星号的网友们 不仅不同情 竟然还在庆祝 他们还是人吗 瓦得 这群杂碎 还有没有人性 赶紧去 把他们所作所为 发不到全球网上 挑起舆轮站 让各界人士去谴责他们 这群下等 可恶的家伙 巴嘎 可恶 樱花国的网友们 全都怒了 顿时所有人也面色猙獰 纷纷复合 对对对 用舆轮谴责他们 太没有人性了 必须谴责 不得不说 岛国人民脑回路都很独特 在这个时候 他们不仅不想着 怎么去拯救同胞 反而想着 怎么去谴责 回对星号星号网友 随着星号星号网友们的出现 众人终于找到了 发泄的对象 纷纷在网络上发布帖子 狠狠地跟星号星号网友互对 将所有的愤怒 都发泄到了星号星号网友的身上 卧槽 这群小垃圾 IP地址 竟然是在福士岛 我靠 福士岛自卫队 编号5425 青岛川子 这个昵称是真的吗 很快 星号星号网友们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星号星号的网络上 突然冒出很多翻墙过来的网友 不仅疑似岛国网友 貌似还是福士岛人士 还疯狂嘲讽 顿时所有人坐不住了 当确认这群人身份 星号星号网友们立刻炸了 我靠 小巴嘎真牛逼 这个时候不去救人 还有空过来骂我们 卧槽 我们高兴 还不让庆祝了 小巴嘎真是霸道啊 强行跟我们要物资 还理所应当 你们怎么会这么不要脸 这群小巴嘎 脸皮也太厚了吧 真就直接要东西 我靠 卧槽 敢鸭子上架呀 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东西们 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 淡定 去特么的救援 老子一分钱都不捐 有钱多买两个烟花听响 面对岛国网友的控诉 星号星号的网友们 根本就懒得搭理 直接狠狠回对 再爆一点 动静再大一点 福士山低下岩浆层 不是很深的吗 要是全爆了就爽了 我愿拿我十年寿命 去换一场终极爆发 地爆天星 很多人纷纷调侃 甚至觉得 福士山爆发的不够彻底 要是彻底爆了 将福士岛都炸了 就太爽了 然而 下一刻 死神似乎听到了众人的祈祷 那座已经进行了一场 终极喷发的福士山 地底的岩浆层 一层接着一层的涌动着 越来越剧烈 最后 恐怖的气压释放 从最后一层开始 一层接着一层 所有岩浆层 彻底爆开了 哄 巨大的爆炸声 几乎蔓延到隔壁的几个岛 紧接着 无比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在巨大的爆炸威力下 一道道裂痕 从福士岛的地底开始蔓延 瞬间 第十九章 哎 十八章被和泄了 可能是因为太害了原因吧 总之没找到原因 星期一问问编辑吧 嗨 火红的岩浆夜 像是一股红色的海浪般 波涛汹涌地涌了出来 这一次 不再是岩浆夜形成的流星雨 而是岩浆海 很快 整座福士岛 就会被岩浆海淹没 这座城市将彻底沦为无人区 继海啸之后 又一座岛国城市毁了 这一幕 也被很多在现场直播的网友 录制了下来 一瞬间 龙国网友炸了 全球网友也炸了 这几天 全世界因为岛国而沸腾 此时的节目组现场 天选巨星综艺选秀 也成为了最大赢家 因为陆木的 《听海》和《浮世山下》 两手的bug造成的动静 让原本就火爆的天选巨星综艺 已经火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此时 天选巨星节目组现场 导师现场环节五分钟之前 离岛 直播间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破异了 剧组观察室 助理对着导演李凯 兴奋叫道 只见直播间内 无数的网友突然蜂拥而入 而直播间观看人数那一行数字 也在不断地跳动着 爆了 爆款了 李凯也是一脸激动 这些天 全国各国综艺节目百花齐放 各地方台使劲浑身解数 这导致 他们生存压力很大 如今这块节目一爆 意味着这款节目 今年和明年 至少两年内不会衰败 回去告诉运营 给陆木多整点花火 把他的热度给我保持住 但不要把他丢淘汰了 就算淘汰 也得给老子复活 李凯激动地标了一句脏话 赶紧向助理吩咐 他知道 花承宇看不惯陆木 但如今 不管花承宇有什么后台 他都得保一下陆木 而此时 直播间人数还在创造新高 一亿一千万 一亿两千万 竟然直比两亿大关 而且近来的网友们 无一例外 都会在屏幕上狠狠刷上一波 浮世山爆了 倒过海啸了 陆木 下一首唱啥 剧透一下 在线观看陆木下一首 我有种预感 陆木要是再唱下去 导国可能就要没了 很显然 网友们都是冲着陆木来的 这也是导演 让共着陆木的原因 观众就是流量 顺流量者唱 逆流量者亡 很快 导师献唱的时间终于到了 当节目开始 直播间弹幕 这才少了不少 紧接着 薛之谦以及团队 第一个上台献唱 前奏一响 一首美八怪登场 曲风独特 也很好听 很符合当下流行因素的一首歌 加上薛之谦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出来 舞台效果非常不错 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毫不吝啬地夸赞 老薛的曲风还是很讨喜啊 爱了爱了 老薛什么时候来我们村开演唱会 我买个全家桶 楼上串台了 话说 虽然唱得挺好 但我是为了陆木来的 我也是 陆木下一首唱什么 尽管老薛人员很好 但还是有很多人迫不及待 直呼陆木大名 希望对方快点出场 哎 还是头一次在人气上 被新人碾压 走下舞台 薛之谦苦笑一声 紧接着 登场的导师是杨幂 怀着忐忑的心情 杨幂穿着华美的晚礼服 走上了舞台 对于杨幂的唱功 众人还是非常清楚的 本身他是演员出身 连演技都还需要魔力 更不用说唱歌 所以 哪怕杨幂就是假唱 网友们也觉得很正常 然而 当前奏响起 现场嘉宾 以及网友们 齐齐一论 屏幕上 这首歌的信息 也缓缓浮现 爱的公养 作词 一鸣 作曲 一鸣 神这么一鸣 但是 这前奏 有点好听啊 怎么没听过呢 新歌吗 不一定 可能是小众歌曲 毕竟秘密不是专业歌手 肯定选难度低的歌曲 有道理 这时 杨幂开口了 把你捧在手上 虔诚的焚香 剪下一段烛光 将金轮点亮 不求荡气回肠 只求爱一场 瞬间 所有人安静 因为这首歌 真的很好听 而杨幂今天的状态 也格外的好 虽然时不时破音 跑掉 可是 味道很足 很快 高潮的副歌部分到了 我用尽一生一世 来将你供养 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 请赐予我 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 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 静静地观想 弹幕上 也在疯狂刷新着 卧槽卧槽 真有味 说不出的赶脚 明明秘密一直在破音 跑掉 但是 就是很好听 这首歌 也太适合秘密了吧 我特么就想知道 这个一名 到底是谁 当杨幂一首歌唱完 小脸红扑扑 依旧意犹未尽 显然还没唱爽 杨幂走下舞台 目光看向远处的陆木 发现陆木正坐在角落 刷着手机 根本没有关注他的舞台 他心头竟然涌上几分失落 哦 就在这时 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 在舞台上响起杨幂下的一个机灵 差点把手机暖水杯掉在地上 是花花 他怎么了 杨幂看向舞台 只见最后一场的舞台上 花晨宇穿着一身大红的半透明长袍 舞台中间缓缓上升 一个枣红色的烫椅 也随之升了上来 而花晨宇就躺在上面 用一手撑着脑袋 仰着头 看着天花板 另外一只手拿着麦克风 放在了嘴边 直播间 网友们全都傻了 我特 谁能告诉我 发生什么了 这造型 咋这么别致 老天爷 我刚演脚模移植成功 你就让我看这个 然而 花晨宇的粉丝 还有水军们都不乐意听了 花花 太帅了 这一身大红 我真的受不了了 这舞台效果 炸裂啊 那个叫陆木的 你给我看好了 随着前奏一响 这首歌的信息出现 屏幕上 唉 求催更 第二十章 花晨宇导师 彻底征服了我 作词 花晨宇 作曲 花晨宇 祝一 此歌献给患病的朋友 祝福你们 早日健康 祝二 原创歌曲 龙语乐坛 永远的神星座 最后 还出现两个标注 其中一个 还特意说明 这是一首原创 它在针对什么 已经很明显了 不过 花晨宇的粉丝们 此时已经控制不住了 花花太有爱心了 竟然为患者 创作了一首歌 这群患者 真是三生有幸 哪怕死了 也死而无憾了吧 随后 花晨宇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一开口 前三十秒的部分 随后 花晨宇就开始 没错 当正式演唱开始 没有别的歌词 只有一个阿字 牛逼 没有歌词 都能唱成这样 花花太有才了 不用歌词 就能征服我们 花晨宇的粉丝们 都沸腾了 一个个激动的 比磕了还要嗨 无数弹幕开始刷屏 永远的深 然而 有些观众们 却只觉得头皮发麻 都不知道怎么反驳 就在这时 终于 这首歌的高潮部分到了 啊 啊呀 啊 躺在上面的花晨宇 四肢抽搐 一手举着话筒 另外一只手抓耳挠腮 一副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模样 直播间的小黑子们 已经彻底傻眼了 卧槽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哈哈 我妈了 法师终究是法师 这一场 让他赢 赶紧叫救护车吧 我感觉他受不了了 晚了可能救救不活了 大家好 我是一位患者 我说一下我的心理感受 大家 下一辈子见 可是 面对网友们的狂喷 花晨宇的粉丝 也开始还击了 他们无法忍受 自己的爱斗被这样侮辱 一群臭撒笔 一点艺术细胞没有 这首歌不好听 我愿意称之为 龙国乐坛新的里程碑 你妈 花花特意为患者们创作的歌 你们 竟然不知道感恩 一群下头男 都给老娘打 就是 过不了多久 这个现场 就将成为龙语乐坛 风神现场 将无法超越 这一场表演 现场震撼无比 整整一首歌 三分钟的舞台 愣是 没有一句歌词 全程的歌词 就只有一个字 于是 网友们愣是在直播间 看着花尘宇 拔了三分钟 期间 花尘宇不停变换姿势 不停换音 抓耳挠腮 表情争鸣 后台 陆木也看傻了 他倒吸一口凉气 直呼恐怖如斯 服了 陆木真的服了 确实是风神现场 确实无法超越了 陆木不得不伸大拇指 能厚着脸皮上去唱这首歌 也是一种勇气 即便是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 花法师 也是名副其实 把唱歌和玄学融合到一起 还融合得这么完美 不得不说 花尘宇是有点本事的 而台下 杨幂和薛之谦也呆住了 这特么是歌啊 分明就是做法 花法师的功力 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了吗 然而 演唱结束 花尘宇看着满场寂静无声 所有人呆滞的表情 以及直播间 为自己欢呼的粉丝们 他一脸骄傲 感觉非常良好 当即昂首挺胸的走了下去 什么叫经典 这就是 他随意一唱 就能创造经典 而那些喷子 他们只是极度自己的才华罢了 音乐 他们懂音乐 一群小垃圾罢了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每个明星没有黑粉 他黑粉越多 正名越火 他就是要一步步 踏着这群小黑粉的尸体 走到龙语乐坛的巅峰 然后 永远称神 当三名导师演唱结束 后台 主持人何九老师的声音传来 有请各位晋级选手 登上舞台 选择导师 陆木闻言 起身跟在其余选手身后 朝着舞台上走去 大神先走 陆大佬 您先走 几个面容青色的选手 连忙给陆木让路 对方现在的人气 不是他们能比的 但也有人一脸不屑 他们跟花晨宇的看法一致 认为陆木没什么实力 只是走了狗屎运罢了 竟然跟岛国两场灾害联系在了一起 就特么离谱 我选学导师 我选杨幂导师 一个又一个选手 都做出了选择 选择三名导师的人都不少很快 就到陆木做出选择了 然而 就在陆木将要做出选择时 忽然耳脉传来了副导演的声音 陆木 选花法 哦不 是花晨宇导师 你放心 我们不是要害你 你跟花法师在一起 能制造更多的热度 对面语气很好 还很有耐心地解释了一句 陆木立刻明白过来 节目组这是要给他制造剧本 给他制造话题了 至于怎么制造话题 话题度当然很低 花晨宇一直看他不爽 要是让他这个时候 选择加入花晨宇队伍 相爱相杀 那看点就足了 陆木对此 没有任何意见 实际上 哪怕节目组不安排 他也是想选择花晨宇的 薛之谦和杨幂两票 他基本能控制 尤其是杨幂 已经答应自己那个条件 但花晨宇这个淘汰票 他也要稳稳拿到手 这样一来 想被淘汰 还是晋级 那就万无一失了 此时 薛之谦和杨幂 跃跃欲试 手握着麦克风 两人还想拉拉票的 然而 下一刻 陆木做出的选择 让两人傻眼了 我觉得 花晨宇的癌 彻底征服了我 花晨宇导师 我选择加入您的队伍 多多指教 花晨宇一愣 有些意外 但听到陆木说 自己的那手癌 征服了他 顿时嘴角一挑 果然 还是被他征服了吗 这该死的魅力 薛之谦和杨幂一愣 不过 两人也是综艺老油条了 片刻后 两人到了嘴边的话 也直接咽了下去 这就是综艺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为陆木祈祷 节目组给他接下来的运营 是正向的 而不是通过毁陆木人设 而进行毫无底线的帛流量 第21章 系统升级 只是 虽然两个导师 能了解一些幕后原因 但网友们却不能理解 王德发 陆木选花法师 刚刚被吓到了吧 确定没说错 花法师看不惯陆木 他自己不知道吗 淡定淡定 剧本 都是剧本 楼上算是活明白了 法师最终还是要选择法师的 两个法师集合了 神策们两个法师 不过 花晨宇的粉丝 却都不乐意了 被花花征服了吗 不过也是 我们的花花这么优秀 我实在想象不出 谁不会被他征服 不过 这个陆木很讨厌 希望花花淘汰他 我也觉得 这个陆木 不配做我家花花的队友 他既然选花花 姐妹们 我真的会险 而此时 选择完了导师 选手们 已经即将开始下一轮比赛 下一轮比赛 是24进21 每位选手上台演唱 最终 由三位导师决定去留 接着 随着第一位选手上台 这一轮比赛由此展开 而陆木 则是作为压轴最后一个出场 定 恭喜宿主 由于歌曲《浮世山下》 引起广泛关注 悟性逆天系统 已升级至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又加了什么特殊效果 一 宿主唱功将再次提升 二 取消体验卡功能 取消体验卡功能 陆木正想表达心头不满 系统再次想起 取消体验卡功能后 海啸 地震等体验卡 将不再以任务奖励的形式下发 当宿主演唱歌曲时 将直接附带特殊异能 看到这个功能 陆木心里的不满 全都消失了 直接在唱歌时附带异能 这不就意味着 只要他开口唱歌 就能引发各种异能效果 他不成天灾了 但 新问题又出现了 之前的海啸和火山爆发 就已经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 但也不可能有人怀疑到他身上 只是玩玩梗而已 如果改成现在版本 那自己岂不是有暴露的风险 就在这时 下一轮的系统任务 终于出现了 请宿主选择参赛作品 您的选择如下 1.流星雨 演唱此歌曲晋级 将获5亿奖金 附带效果 流星雨 且奖励 终极规模流星雨 星号1 2.反转星球 演唱此歌曲淘汰 将获1亿奖金 附带效果 地球加速自转 3.雨花石 演唱此歌曲淘汰 将获1亿奖金 且奖励 雨花11块 陆木看了一眼备选歌曲 又权衡了一下各种利弊 最后 默默地选择了第一首 流星雨 恭喜宿主 选择歌曲成功 接下来宿主将演唱歌曲 流星雨 选择结束 随着一股信息流进入脑海 陆木瞬间掌握了 这首歌的全部唱法与情绪 与此同时 陆木身上的服装 也出现了变化 他的右手手腕 多了一块手表 天蓝色衬衫内 套着一件无袖上衣 白色的牛仔裤 最让陆木无法接受的是 他脑瓜顶上 竟然多了一个假发 这不是陪你来看流星雨里 F4的发型 卧槽 陆木傻眼了 系统太狗了 竟然要让他用这副造型 上台演唱 这不妥妥的得射死了 然而他发现 假发套竟然拿不下来 陆木脸当时就黑了 最终 也只能不甘地走出休息室 卧槽 木哥 你这身造型 木哥 你得罪造型师了吧 后台 当看到陆木从休息室走出时 所有人一阵惊讶 有人努力咬牙忍着 不让自己笑出来 实在是陆木这个造型太雷人 这服装 这发型 是九十年代才流行的东西了 与此同时 远在樱花国 接连遭受了两次自然灾害的樱花国 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两场灾难来得太过突然 而且迅速而凶猛 导致这两座城市几乎团灭 除了跑出来了一些难民 其余的都毁了 此时 樱花国的网友们 有人专门做出了一组数据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组灾难 造成的各种数据 海啸目前造成接近十万人死亡 海啸虽然退去了 但各项损失还在持续上升 目前初步统计 总损失接近千亿美刀 还有周岛富士岛 死亡人数接近三十万 总损失达到两千亿美刀 一向像数据惊人无比 所有樱花国的网友们 脸色难看无比 这对他们来说 是无比重要的损失 简直不可接受 这时 只见樱花国的一个 在网络上拥有了 数千万粉丝的大网红 站出来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发了一张帖子 我觉得这件事有问题 这么大的海啸 怎么可能一点征兆没有 要说海啸也就算了 福士山呢 不是一直在监测中吗 怎么突然全都爆了 立刻就有人复合到 听说已经有人做过调查 确实都是突然爆发 检测部门那边数据也显示 提前没有任何的征兆 还有一件事 最近星号星号那边 发生一件坏事 星号星号网民都在刷屏 说这件事 与海啸还有福士山爆发有关 星号星号有个音乐节目 节目里有个叫陆木的选手 有网友爆料 竟然将陆木的一系列消息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樱花国的岛子们 毕竟不懂网友们的幽默 不知道什么叫顽梗 见到网络上有关陆木的报道 都是与海啸 火山爆发 传联到了一起 于是就被樱花国的网友们注意到了 这怎么可能 不得不说 作为樱花国的大网红 他还是有点脑子的 他什么是没经历过 这种说法 简直天方夜谭 根本不可信 听到这个说法 他冷笑一声 在网络上回应道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樱花国的网友们 你们忍着 这种事能是真的 用你们那猪脑子想想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 唱歌引发海啸 引爆浮世山火山 那群弱智 要是真有这种能力 那我樱花国不早就毁灭了吗 别去关注这些没用的 咱们现在要团结一心 挺过这次难关才是正事 第二十二章 毁灭吧 都毁灭吧 立刻 有樱花国的网友表示赞同 没错 义士君 你说怎么做 大家都听你的 看到有人呼应自己 义士自信一笑 又道 咱们现在团结一心 立刻去把消息发布到外界 尽量让更多人知道 多卖卖惨 让外面的人知道 我们现在有多惨 去道德绑架谈的 让外界赶紧对我导国 进行救援支援 没错 去求支援 所有人眼前一亮 点头表示赞同 然而 当樱花国的网友们 来到星号星号的网络上时 顿时被这里的景象气疯了 巴嘎 目前支援咱们的人 竟然只有星号星号星号 其余人根本没有支援的意思 尤其是星号星号 不仅没支援 他们还在庆祝 碰 给他们要 一时这时也怒了 他一拍桌子 脸色难看到 这群侏罗 他们凭什么嘲笑我们 他们怎么敢的 他们现在这么有钱 凭什么不支援我们 巴嘎巴嘎 巴嘎嘎嘎嘎嘎 现在我们受灾 他们不支援 就是忘恩负义 就是 他们凭什么不帮我们 这群可恶的家伙 让他们支援我们 是他们的荣幸 简直不知好歹 底下众人也纷纷愤怒地道 演唱环节继续着 很快 到了压轴出场的陆木 看着最后一个出场的陆木 其余23名选手 眼神中充满羡慕 这说明 陆木话题热度高 节目组也在捧他 这种机会 可是他们这些新人 求之不得的 然而 陆木却因为一场海啸和火山爆发 直接成为新人中的顶流 众人羡慕得不行 陆木穿着F4同款出场 果然 当他登上舞台那一刻 现场的效果 立刻就爆了 所有人齐刷刷一愣 这 这个人是陆木 这特么什么造型 他要干什么 在哪弄的这套衣服 导演是 李凯端着水杯 整个人都猛逼在了原地 此时 直播间的弹幕 也如期的来了一波小高潮 卧槽 这什么造型 复古装 这衬衫 这发型 这特么不是当年我年轻时候 跟我老伴恋爱时候流行的吗 本人今年50岁 陆木这个发型 真的是认真的吗 感觉秒变 我的老父亲 扑 哈哈 陆木要干什么 会不会是跟接下来的歌曲有关 卧槽 木哥难道要放大招了 而此时 薛之谦 花晨宇 杨幂等三位导师 脸上的表情也非常的精彩 三位导师好 我是选手陆木 陆木站在台上 嗓音轻亮的开口道 陆木 你这身衣服 难道跟今天唱的歌有关 杨幂最先打破沉默 笑着问道 是的 陆木淡淡点头 陆木选手 你最近火得很 全网到处都是你的两首歌 你今天唱的这首歌 不仅有关晋级 对于你维持热度 也非常重要 你确实你是认真的 薛之谦好心提醒 虽然陆木加入了花晨宇对于 但他丝毫没有不满 依旧处处为陆木着想 陆木笑道 薛导师放心 我心里有数 一时的热度有什么 你现在这个样子 是要哗众取宠吗 我告诉你 想要维持热度 要靠实力 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过几天 我新歌发布 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实力 什么叫永远的神 花晨宇突然开口 自以为看穿了一切 过几天 就是他发布新专辑的日子 他也是趁着这个机会 小小的给自己宣传了一下 打广告吗 不丢人 在他看来 能借着陆木给自己来一波广告 那是陆木的荣幸 说完后 花晨宇就等着两位导师 和陆木接话 这个时候 按照惯例 是再来个商业互吹 然后给他新专辑 赚个眼球的 然而 薛之谦还有杨幂都沉默了 陆木更是直接转移话题 那个 导师 我能开始表演了吗 一瞬间 花晨宇帮住了 他竟然被晒了 不论从咖位 还是从身份上 薛之谦和杨幂 竟然敢晒自己 好的 可以开始你的表演 薛之谦点头 等等 忽然 杨幂扫了一眼 陆木一身的行头 开口道 你这一次 不会还是要原创吧 对啊 我是原创音乐人 当然原创了 陆木一脸认真地回答 听到陆木回应 所有人也都没有意外 毕竟 陆木前两首都是原创歌曲 这次原创导演正常 只是 此时众人都有些期待 期待陆木能否再次创造经典 而且 要是这一次演唱 还能让岛国再一次发生灾变 又是原创 果然 兄弟们 第一次海啸 第二次火山爆发 猜一猜 这次是什么 地震 龙卷风 地震加龙卷风 加海啸 加火山爆发 岛国 我都要 而此时看着直播间网友们的热情度 何久微微一笑 陆木选手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陆木也笑了笑 对着后台乐队点了点头 一手 刘新宇 送给所有人 说着 陆木迈步 缓缓走到了舞台的正中间 看着台上 意气风发的陆木 被气黑脸的花晨雨还没退去 心中暗道 好好好 无视我是吧 看我怎么淘汰你 一股怨毒从心底生疼 从出道至今 他还从来没被这么无视过 阿西吧 毁灭吧 都毁灭吧 花晨雨现在想爆发 但面对着镜头 面对着粉丝 他不得不保持优雅 与此同时 陆木对着后台比了个OK的手势 事宜可以开始表演下一刻 婉转的音乐伴奏声响了起来 嘟嘟嘟嘟嘟嘟 可以 老薛一听前奏 顿时笑了 这小子是懂音乐的 只要前奏一响 立刻就能抓住观众 杨幂脸上也笑了 这首歌一听 就是很轻松的曲风 唯独花晨雨 看着台上已经进入状态的陆木 心头更不爽了 因为这个前奏 他竟然也觉得很好听 第二十三章 我先支援一波 时经戏 就在这时 演唱开始了 温柔的星空 应该让你感动 我在你身后 为你布置一片天空 不准你难过 替你摆平寂寞 梦想的重量 全部都交给我 一串歌词顺下来 观众们一个个全都安静下来 很多人闭上眼睛 脸上带着微笑 轻松 惬意 有种恋爱的感觉 现场很多情侣 忍不住牵起了彼此的手 刘星雨 真好听的一首歌呀 一个女生满眼都是小星星 发现其余情侣的小动作 观众席上 三个男大学森坐在一排 看着周围 一对对握着小手 甚至忍不住现场 kiss起来 三人不仅没有任何羡慕 反而不停低头刷着手机 一脸的严肃 卧槽 小樱花还要不要脸了 太见了呀 樱花国召开发布会 马德 这叫什么发布会 分明就是在给龙国要物资吗 我的建议是 不如去抢 其中一个男生低声骂道 呵呵 看着他们心好心好的样子 笑死老子了 他们甚至还提到了陆木 笑死我了 一个黑胖子也笑道 你还真别说 这群小樱花 就是急眼了乱喷 一点底线没有 要是海啸和火山爆发 真跟陆木有关系 那他现在正在唱流星雨 难不成 樱花国还真的能下一场流星雨不成 与此同时 天文气象台观测 并发布一条惊人消息 气象局检测 一场百年来规模最大的流星雨群 正在降落 方向樱花国将于30秒后落在地球上 预估这场流星雨群 将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 流星雨即将出场 至于会落在樱花国哪里 气象局没说 消息一出 龙国网友惊呆 卧槽 最大的流星雨群 话说 这么大的流星雨群 为什么现在才检测到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它们要落在樱花国上 噗 我特么笑喷了 你们听到了吗 会造成大规模破坏 卧槽 是不是又一个导药废了 樱花国最近怎么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樱花国最近发生的几场灾难 都是突然发生 起初毫无征兆 这不太正常啊 对啊 按理来说 火山喷发和海啸 提前肯定会有征兆 樱花国这种多灾地区 检测手段是很牛叉的 然而这几次 它们竟然一点察觉没有 那个 不知道有句话当讲不当讲 陆木你们都认识吧 天选巨星的那个选手 认识啊 怎么了 你不会说 这两件事都跟陆木有关 大家都在拿陆木玩梗而已 你还真当真啊 但是 可但是 他现在在场流行语 一个会议室 两个老者坐在一起 房间内没有开灯 两人像是黑暗中的夜宵 就这样面对面坐着 咱们将流行语报道发出去 但是没说落在哪里 会不会有点太浮黑了 一个老者说道 另外一人笑道 有什么浮黑的 就算说了 一分钟后就要坠落了 还能给樱花国反应和准备的时间吗 这倒是 不过 也不知道最近樱花国怎么了 海啸 火山爆发 现在又是流行语 关键是 这么大的动静 樱花国竟然一点都没提前检测到 与此同时 樱花国民间救助者们 此时正自发组织了一场救援活动 并且在隔壁进行了一场直播 希望能为灾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且 这一场发布会 将面对全球的网友们 会场上 活动的民间救助者的发起者 打了个哈气 一脸疲惫地走了进来 他心里暗暗发誓 这一次 一定要为樱花国拉到支援 尤其是龙国那边 他也要狠狠地嘲讽一番 福岛海啸 他们捐矿泉水 简直太过分了吧 所以这场直播 说的直白血 就是给龙国网友看的 他已经让人把消息扩散到龙国 相信很快就会有龙国网络 进入直播间 队长 可以开始了吗 一名救助者问道 可以了 文言 那名救助者点下确定键 直播间顿时亮了 卧槽 小樱花 你终于开了 导子 海啸和火山爆发 没给你们玩爽事吧 还敢出现装逼 老子倒要看看 你到底怎么舔着脸 跟龙国要物资 给物资 想多了吧 再送你的地震 流星雨啥的 要不要 樱花国人也算人吗 还用救 直接毁灭吧 你们有没有素质 有没有同情心 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 有没有纸 给死去的樱花国人民烧点 楼上 我差点握不住刀 原来是有居 其实吧 我觉得 既然队长都开口了 咱龙国也别太吝啬了 这样 我带头 我先支援一波 八十公斤的she 包油 卧槽 楼上狼人 八十公斤得拉多久啊 这玩意 库存不有的事 又没保质期 那我一百公斤 呵呵 就算是she 我也宁愿自己吃 也不给他 直播间刚开始 涌入最多的 不是樱花国人民 而是无数的龙国网友 对着弹幕 就是一顿输出 火力之猛 让这名组织者脸都黑了 关键是 还有好心的龙国人 怕他听不懂 特意翻译成樱花国语 给他听 而且翻译得非常标准 看得他明明白白 素质 道德 这群卑劣的龙国网友们 简直都是一群野男人 他深呼吸 迅速调整状态 很快 他冷声道 不用管他们 咱们继续进行 第24章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从这一点上 不难看出 龙国的格局 当年就可见一般 这次我樱花国语灾难 让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也是为了纠正你们在国际上的形象 但你们呢 却一点不知道珍惜 我靠 谢特 法克 壁驰 还要不要脸了 龙国网友一听 都觉得不可置信 这特么到底是有多无耻 直播间弹幕上 莲花已经盛开到装不下了 踢了他们 这一次 即便是习惯了喷子的大网红 也受不了了 他立刻沉着脸色道 管理员赶忙开始封号 然而 这群刁民太能骂了 而且人太多了 根本封不完 老板 这群野蛮人太野蛮了 人太多了 疯不过了 几个管理员 看着满屏幕莲花 忙得手忙脚乱 那就不疯了 让他们骂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骂多久 一时冷笑一声 不过 看着满屏幕的骂声 他也是头一次见识到了 龙国语言的博大精深 各种骂法 语言幽默风趣 角度刁钻 非常的具有艺术性 要不是心理素质好 能把人当场骂休克 刁民 一群刁民 他深吸着气 生怕一不小心暴怒 在他眼里 龙国的网友们 就是一群无知的野蛮人 而他们樱花国的人民 才是最高贵人种 他努力 让自己冷静下来 冷笑一声道 龙国的朋友们 说真的 你们不仅素质低 还有点不知所云 真以为 我们遗憾 你们龙国的那点物资 我告诉你们 一场海啸 一场火山爆发而已 达不到我们强大的樱花国 就算两座城市毁灭了 又怎么样 我们一样可以重建 一样可以重新开始 就算再多的磨难 又怎么样 杀不死我们的 终究会使得我们更强大 话音落下 网友们又是一阵亲切问候 还要不要脸了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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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直播间的刷屏 拿自己无可奈何的龙国网友们 这名大网红 自以为震住了龙国网友们 顿时一脸得意 就在这时 直播间突然涌进来 一波莫名其妙的观众们 前方高能 前方高能 流星雨要来了 磨难又来了 要使樱花国更加强大了 所有人一阵错愕 这名救援组织者 也一脸不解 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突然涌上了 一股不好的感觉 他猛然抬头 看向天空 天空洁白无云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工作人员 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卧槽 卧槽 不好了 看着几乎连滚带爬的 岛国人民 这名民间救援组织者皱眉 冷斥道 怎么了 慌里慌张的 这可是在直播 这个样子 成何体统 简直有失樱花国的气度 你快看看这个 流星雨 流星雨真的要来了 然而 那名樱花国网友 依旧惶恐无比 也不等对方再次训斥 迅速拿出手机 将报道给对方观看 流星雨 大网红皱眉 结果手机看起了报道 紧接着 他脸色狂变 怎么可能 这么大规模的流星雨群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检测到 这不可能 看到报道那一刻 他整个人心里震撼无比 如果报道是真的 那么这场流星雨 对樱花国来说 无疑是又一场灾难 这哪里是流星雨 这是陨石群啊 怎么办 快想想办法呀 您可是 樱花国最大的网红啊 最大的网红 有个屁用啊 跟这个沾边吗 想办法 他能有什么办法 突然 他像想起了什么 连忙道 流星雨群会落在哪里 龙国网友们那边 没人说吗 汇报人员道 说 说了 大网红脸色阴沉 没好气道 说的什么 一口气把话说完 别磨磨叽叽的 会 会落在这地球上 大网红一听 都傻眼了 落你妹啊落 你在这给我玩押韵呢 我还不知道 落在地球上 巴嘎 大网红正要暴怒 下一秒 轰轰轰 只听一阵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传来 紧接着 地面传来微微震动 地震了 快看 是树兵式的方向 突然 有人指着远方惊恐的大鹤 大网红顺着那人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整个人傻眼了 只见远方 有一片极光落下 牵你手 跟着我走 风再大又怎样 你有了我 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台上 陆木动情地唱着 薛之谦满脸一母笑 他被征服了 杨幂也抱着双手 默默为陆木打着节拍 这首歌 他太爱了 陆木的每一首歌 都好像长了眼睛 每次都能戳在他的心巴上 此时 只有花尘雨最不爽 陆木貌似有点太受欢迎了 台下观众们 也神情陶醉 完全进入了那种意境 刘新宇 还别说 这个风格 又轻松 又浪漫 很符合当下音乐流行氛围 然而 就在这时 那三个单身的大学生 则是低头刷着手机 三人表情都很统一 脸上带着震撼 兴奋 他们看看台上的陆木 又看了看手机 脸上也带着难以言语的表情 刘新宇 降临在地球上了 第一次海啸 又一次火山爆发 这次刘新宇 这 如果说一切都是巧合 但 这也太巧了吧 三个大嗓门 忍不住压抑着的兴奋 直接在现场大叫起来 有个男生 甚至疼得一下跳了起来 所有人一阵错愕 那个谁 怎么回事 远处 导演骂骂咧咧地 指着那个方向 让他安静点 干嘛呢 怪叫什么 再叫给我出去 然而 只见其中一个男生 也不顾导演的呵斥 兴奋到 樱花国 樱花国又天灾了 又霜若天灾了 所有人脸色一动 很多人直接兴奋起来 想起前两次的灾难 让所有人难忘 火山爆发 这还没过去呢 又来一波 这也太爽了吧 说一下 18张 21 22 被和谐大哥盯上了 哎 其实我更新了 怎么都过不了 这两张也改动很大 大家觉得不对 就往下看吧 我慢慢调整 第25张 极光划过的那一天 这次是啥 会不会是流星雨 流星雨哪有那么好遇 而且 流星雨一般都是小雨时坠落 在空中坠落时 就摩擦消失了 也不会造成太大规模的伤害 观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有人掏出手机 现场查看 然而 那名大学生又激动地引导 樱花国那边 那边 那边 在直播 流星雨 那边下流星雨了 快去看 卧槽 流星雨 真的假的 所有人看了看台上的路幕 呆至片刻 迅速有人翻墙 找到了直播间 点了进去 流星雨 原本不满的导演 此时听到流星雨三个字 也愣了一下 抱着江姓江姨的态度 导演也跟着 点进樱花国那个直播间 如果 如果真的是流星雨 他看了一眼台上的路幕 那也太邪门了 导演叫道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看 那名助理反应过来 连忙找到直播间 并且点进去 果然 对方正在召开直播发布会 而且 此时的画面中 正在有一片极光坠落 导演 真的是流星雨 那名助理看傻了 呼吸急促无比 竟然是真的 导演兴奋地跳了起来 他觉得 自己已经摸索到了流量密码 海啸 火山爆发 现在流星雨 更是直接现场直播 这节目 没准能走出新号新号 走向全球 立刻把画面 切到樱花国发布会的直播间 导演迫不及待地催促 好 助理轻轻一点 只见舞台上的大屏幕之上 立刻出现了发布会现场的画面 只见大屏幕上 樱花国的那名大网红 站在舞台上 开始卖力地表演起了节目 然后下方各大媒体记者 纷纷争抢着报道 下方很多各界的爱心人士 也都站在舞台下 只是此时 直播间的画面 有些喜感 只见所有人都在做着同一个动作 众人全都仰望着远处天空 而在那片 有一片璀璨的极光 正划破天空 卧槽 光 好多光条 尼玛 这是 流星雨 卧日了 我现在相信光了 这么多 感觉樱花国又要遭殃了 流星雨 要落在地球上了 卧槽 先是海啸 又是火山爆发 现在直接现场直播流星雨 你说这跟陆母没关系 我是不信的 看了看屏幕 又看了看陆母 观众们呼吸急促 可嗨嗨 大家要相信科学 这件事肯定跟陆母没有关系 那三个大学森 有人站出来解释 这件事是因为他们曝光 万一真影响到陆母 就不太好了 这话 众人当然都懂 但又是海啸 又是火山爆发的 现在连规模千年难得一遇的流星雨 都赶上了 你说跟陆母没关系 对对 相信科学 毕竟世间之大 有点离谱的巧合也正常 可能就该陆母火吧 天意 在下不敢苟同 我隐约觉得 除了刘海柱 又一位法师就将要诞生了 算上刘海柱 我们就有两位法师了 不是三个吗 很快 众人也就适应过来 只觉得 这一切都是巧合而已 就在这时 陆母此时的这首流星雨 也达到了副歌部分 只见陆母神色如常 像是没看到现场发生的一般 独自演唱着 你有了我 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轰轰轰 下一刻 那片极光坠落了落在了地球上的櫻花国某地 隔着屏幕 众人仿佛都听到了陨石坠落时发出的巨响 同时看到了镜头一阵晃动 很显然 巨大的冲击波也让直播现场被冲击 发生巨大动荡 王德发 终于落下了 落在哪了 应该是樱花国京都的周边城市 求求了 千万不要落在荒芜人烟的区域啊 当看着极光落下时 现场的人们终于回到了现实中 紧接着一片兴奋的叫嚷传来 太爽了 砸死这群狗粮养的 哈哈 这一搏下来 估计又一个城市要废 与此同时 樱花国这边 砰砰砰 流星雨不断坠落 看着这震撼的一幕 这名大网红此时目瞪口呆 完全忘了喜悲 这特么是流星雨 这分明就是天外非仙袭击地球 这个威力 简直跟火星撞地球没什么区别啊 卧槽 那边应该是落在树兵室那边了 一旁 有人用望远镜看到那个方向后 紧接着狠狠咬了一口涂目 还好 还好是那边 不是我们这 大网红松了口气 紧接着脸色又迅速阴沉了下去 流星雨结束了 但是 树兵那边 好像完了 助理脸色惨白 我 我知道 大网红脸色难看无比 他是真的知道 这玩意下坠产生的威力 可不是火山爆发 还有海啸 后两者爆发 还有个过程 有人逃亡及时 还是有一定生存率的 但是流星雨 谁特么能跑得过流星雨 爆炸范围内 几乎就是必死 赶紧过去看看 给大家送点物资 虽然知道 那边肯定已经彻底废了 甚至没有救援的必要 但这片极光 明显没有覆盖全室 还好 树兵是没有被团灭 大网红想着 不过 他第一时间想的 可不是去救人 而是为了蹭热度 要是整个树兵都被团灭了 那还就个屁人啊 好好好 助理眼睛一亮 当然知道 老板是怎么想的 正当他要去安排时 然而 一切还没结束 要你相信我的爱 只肯为你勇敢 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伤感若太多星丢给我保护 疲倦的烟火 我会替你都赶走 天选巨星 对舞台上 当露目歌声 还在继续时 富哥高潮过去 然而 樱花国天空上 竟然又出现了一片激光 哄 这一次比上一波还要多出一大片 密密麻麻 形成了一片小型光幕 并且速度极快 呼啸而来 方向 还是树兵式 第26章 背锅 刚刚放下心来的大网红等人 瞬间面色狂变 竟然还没结束 而且上一波已经百年难遇 这一波这个规模 简直千年少有啊 如果按照威力划分 上一波的威力 已经不弱于最恐怖的小型的热武器 直径范围杀伤下 几乎没有幸存的可能 进避难所 快进避难所 距离太近 万一有遗留的 砸到京都来就完了 这一次 大网红顾不上那么多了 连忙跑下了台 朝着远处跑去 刘兴宇距离他们太近了 在这一刻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安全 而不是救援 樱花国常年各种灾难频发 所以有很多地下地避难所 只要发生灾难 所有人都有权利进入 快跑啊 快进避难所 其余网友们也一样 至于现场普通群众 更是乱作一团 跟着往避难所冲去 跑啊 快跑啊 进避难所 快 进去就安全了 避难所能扛得住盒子 区区流星雨 一定没有问题 马德 怎么流星雨 一波接着一波 这不正常啊 而此时 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 节目组现场的观众们 也都震撼了 又一波 这玩意千年少有 今天怎么直接来两波 太玄幻了吧 哄 就在所有人注视之下 这一波流星雨 也直接狠狠轰击在了 岛国树兵室 瞬间身在避难所下的大网红等人 只觉得一阵天摇地晃 所有人脸色惨白 因为就在大屏幕上 那片极光落地后 因为巨大冲击力 发生了极其恐怖的大爆炸 爆炸产生的光束 璀璨次目无比 同时 一股无形的冲击波 也将没有覆盖的范围 彻底摧毁 在这种冲击下 不论是人 还是建筑 根本没有生还可能 快跑 快跑啊 树兵室 准确说 是郊区 此时 市区百分之七八十 都被流星雨扫了一遍 砸成了一片废墟 那巨大的陨石砸在地面 都已经四分五裂 地面出现无比巨大的深坑 周围一道道裂痕蔓延 这片区域已经回归了原始 流星雨很美 但此时看着这个场景 樱花国的网友们 全都看待了 在牛逼的末世大片 恐怕也拍不出 这样震撼的效果 该 该死 为什么会发生流星雨群 气象观测局在干什么 是一群饭桶吗 大网红低声骂道 其余群众也是骂骂咧咧 这才多久 短短一个月内啊 岛国竟然接连在检测上 发生重大失误 死了些人 这个或许不重要 只要他们没死就行 但检测失误 这可就是大事了 今天是别的城市被团灭 明天可能就轮到他们了呀 而且 这几次发生的灾难 太恐怖了 直接城市被团灭 根本没有机会逃命 一种危机感 在众人心头涌起 我 结束了吗 终于要结束了吗 此时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大口穿着粗气 一脸的惶恐 被吓得 其余人也是如此 见到第二波流星雨群结束 心终于放了下来 刚刚那种漠视降临的景色 太恐怖了 仅仅是落在周边的树兵岛上 就能让京都产生这么大的风暴 结束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这样庞大的流星雨群 能连续两波 比中彩票的概率还要大N倍 大网红开口安慰大家 至于第三波 怎么可能会有第三波 这是流星雨啊 不是冲浪 一波接着一波的 我透 连续两波 爽妈了呀 哈哈 老天有眼 我也妈了 刚刚你们没发现吗 只要陆木唱到高潮部分 岛国那边就来流星雨 而且是突然降临 根本没有征兆 天选巨星舞台现场 望着台上还在唱着的陆木 网友们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接着只觉得头皮发麻 听海 富士山下 这次流星雨更绝了 直接随着歌声同步直播 这真的是个巧合而已 有人忍不住展开猜测 一个不好的预感 涌上了所有人的心头 难不成 陆木真的是个法师 难道网友们玩的梗要成真了 就在众人神游太虚时 突然只听有人道 不管怎么说 岛国被流星雨扫了 还一连扫了两波 太爽了 此话一出 顿时网友们沸腾了 不再纠结陆木是不是法师的事 没错 小岛子们不是一直叫嚣吗 短短一个月 连灭三成 看他们还狂不狂 可惜了 流星雨的威力虽然猛 但覆盖范围有点集中了 听说还有小半个城市没毁掉 要是能再来一波 就好了 突然 有人看着台上 还在唱着歌的陆木道 陆木还在唱 你们说会不会 此话一出 顿时全场死尽无比 灿烂的言语 只能点缀感情 如果我沉默 因为我真的爱你 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 你有了我 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然而 就在这时 陆木的歌声 又一次达到了副歌的高潮部分 道国 那名大网红等人 在见到第三波流星雨没有降临后 这才逐渐放下心来 看来真的结束了 太好了 刚刚我以为自己要死了 人们走出了避难基地 来到地面 看着隔壁城市 还在冒着黑烟 所有人脸色惨白 小心脏都要吓得停止跳动了 虽然流星雨没有落在京都 但他们总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马德 都怪那群低等民族 这群流星雨 本来是从他们天空那边滑落过来的 却落在了我们的土地上 这不公平 就是 既然落入过他们的上空 就应该算是他们的了 现在砸到树冰城 这算不算他们袭击我们 那名大网红一听 顿时精神一震 对 说的没错 该死的家伙 大家一起过去 跟他们要个说法 此时 这名大网红面露争鸣 丝毫不怕这件事闹大 只要有人呼应他 他就能借着这件事蹭热度 第二十七章 团灭了 还叫个屁啊 此时 很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而周围的群众 以及网友们 也都纷纷开口 非常认同那人说的话 并且 众人像是找到了发泄的途径 提到隔壁 就开始有人一股脑地 开始狂喷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彻底将矛头对准了龙网友们 只是此时 他们却望望 现场的直播画面 还没有关闭 他们这副可恶的嘴脸 已经被镜头彻底地记录了下来 王德发 他们说什么 听到一群小鹰花们的惊人言论 这边 这边所有网友们表示 都已经惊呆了 这特么也能怪罪到他们的头上来 这个锅都能给他们盖上 就离谱啊 神特么流行羽群 路过龙上空 就是他们的了 就应该落在这边 这是什么道理 简直没有逻辑 网友们一听 顿时所有人都炸了 这群小鹰花 到底还要不要脸啊 我靠 明明是天灾 这都能锅甩 我特么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那些说鹰花们好的小仙女们看看 还说他们有礼貌 有素养部 这群败类 我靠 真想叨了他们啊 叨 赶紧叨 看到鹰花国网友方面的一系列操作 这边的所有网友们直咧嘴 恨得牙根疼 而此时 鹰花国 快 快连接树兵士那边 看看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一处救援场所 身材矮小的队长佐久 脸色阴沉着 对身旁助力吩咐 流行雨结束 他们就要准备一下过去救援了 是 助力文言 连忙连接树兵士的工作人员 很快 树兵士的设备接通了 与此同时 那边画面也出现在了屏幕上 队长 队长 画面中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出现 他狼狈无比 满脸惶恐 此人是树兵士的一把手 算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 见到对方安然无恙 佐久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 见到佐久之后 这名男子就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队长 救命啊 看到对方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竟然哭了起来 佐久也怒了 没好气到 哭什么 刘兴雨结束了 救援队呢 赶紧去救人 可是 刘兴雨是太突然了 半个树兵沦陷了 应该 应该没有活口了 文言佐久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那也要去救 做做样子 给所有的人都看看 这是流程 知道吗 是 是 这边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震惊了 卧槽 这群畜生对自己同胞都这个态度 还特么口口声声跟外界要救援 你们要不要看看自己做了什么 赶紧再来一场流星雨吧 给这群败类都给砸死 虽然我也希望 但有点够呛了 毕竟流星雨这玩意 太难见了 话说 陆木又要唱到高潮了 会不会 网友们看到舞台上 陆木一点也没受到影响 反而全身心投入到演唱 而此时又到达了副歌部分 众人也只是调侃一句 当然不认为第三次流星雨会降临 可是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要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下一刻 天边又出现极光 这一次 不是一群 只有十几颗左右 但是极为璀璨 显然 这一次的小型流星群 每一颗流星的体积都庞大无比 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下 落在了樱花的树冰 砰 砰砰 砰砰砰 京都内 刚刚还在以为 一切都结束的大网红等人 正庆幸着 这场灾难终于结束 然而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欣喜 突然大脑一片空白 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 不是千年少有吗 怎么又来了 第三波了呀 巴嘎斯克斯·沃斯 所有人都猛逼了 看着前方那一颗颗 流星落在隔壁城市 巨大的冲击 就连他们所在的这座城市 都发出强烈的震动 此时 树兵是 轰 轰轰 在流星不断撞击下 树兵大地震动 撕裂 裂出一道道裂痕 强烈的撞击 不仅引起恐怖的地震 也让周边海域 翻腾起了一阵海啸 大量海水席卷过来 灌入这座城市 救命 街上 建筑内 很多人就眼看着 那带着尾光的 流星落在不远处 极其恐怖的地震 并且 这些流星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新的流星 根本不会坠落在重复的区域 每一次坠落 都是新的打击 竟然是要全方位覆盖 这是要把树兵团灭的节奏啊 呜呜 又开始了 怎么办啊 大网红身旁 一群身材矮小的同伴们惊恐道 八个 我怎么知道啊 大网红低骂一声 发生这种事 他能有什么办法 他还想过去蹭热度呢 现在可好 流星雨竟然一波接着一波 他也不敢过去啊 轰的一声 只见下一刻 一颗流星落在树兵市区的几公里之外 恐怖的冲击力刮起了一阵飓风 立刻让这片空间刮起了一股猛烈的风暴 建筑物被撕碎 摧毁 大地从那个方向四分五裂 裂出一道道巨大的裂痕 一直蔓延到男子脚下 很多残骸席卷着狂风冲进屋内 很多正在跑路中的人 倒霉的被碎片擦中 有的被冻穿身子 有人被割去头颅 只要被擦中 就是直接割裂 啊 前后只一瞬间功夫 这片原本没被波及的区域 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现场恐怖无比 看着那片瞬间破败的废墟 所有人吓傻了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 都不要慌 这是第三波 肯定没有第四波了 流星鱼怎么可能一波接着一波呢 坚持住 我的樱花同伴们 你们可以的 可以的 坚持住 到了这个时候 大网红还不忘了安慰大家 实际上 他除了安慰 也做不了什么 救援 都团灭了 还就个屁啊 一会全都结束了 过去做个秀 就赶紧撤了 第二十八章 又拿下一城 现在的樱花国 太危险了呀 他现在考虑 要不要移民 反正这些年 当网红捞了不少 巴嘎 呜呜 我们樱花岛 到底怎么了呀 连续三波流星雨 这也不对啊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最近又是海啸 又是火山爆发 呜呜呜呜 看着现场众人悲观一片 大网红皱了皱眉 有些不耐道 别哭 没看到被流星雨砸中的同伴们 坑都没坑一声吗 他们多坚强 一会流星雨结束了 我们先过去做做样子 不对 第一时间过去救人 众人心头这才一阵欣慰 不管怎么说 终于是结束了 已经第三波了 应该结束了吧 那可是千年少有的流星雨群啊 竟然连续来了三波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要你相信我的爱 只肯为你勇敢 舞台上 陆木终于一曲终了 然而 就在演唱结束 果然 天上的流星雨 就像是在配合他一样 又来了一波 这一波 直接降维打击 之前树冰岛上 没被覆盖过的地方 则是直接就被精准覆盖了 老板 老板又 又来了 樱花国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什么情况 又双弱镯特么来了 这可是第三波了 还有完没完了 大网红看到这一幕 也崩溃了 这是捅了流星雨窝了 可是 他也无能为力 流星雨降临得极快 短短几秒钟时间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轰轰 流星雨坠落了 落在了树冰室上 这一刻 树冰室仅存的土壤 也被流星雨覆盖 整座小岛 直接被砸裂了 然后 强烈的地震 直接在周边海域 引起了一场海啸 一块块的岛屿 也逐渐沉了下去 至此 树冰岛 足 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与此同时 舞台上 陆木的演唱 也完美收尾 此时 天选巨星 节目现场 嘉宾席上 网络上的网友们 所有人都已经彻底 被震撼住了 全体处于猛逼状态 他们目光呆滞地 看着台上 正在收尾的陆木 听着那一句 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幸福在哪里 他们不知道 但灾难一定在樱花 音乐逐渐落幕 陆木的演唱 也就此结束了 此时的陆木 脸上面无表情 仿佛还沉浸在 流星雨这首歌的意境当中 只是 他却想象不到 就在短短的一首歌的时间 樱花岛上的一座 名叫树兵的城市 已经又被一场流星雨摧毁了 整个城市 在几场流星雨的横扫之下 几乎团灭 陆木睁开眼 看着一双双 瞪大着看向自己的眼睛 没有掌声 没有喝彩 现场气氛说不出的诡异 所有人就像是 在看怪物一般看着自己 卧槽 流星雨落在樱花岛哪里了 他知道流星雨会降临 但具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他还是很好奇的 但是现在他却不能主动去问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陆木却忽然察觉到 有些不太对劲 他慢慢转过头去 顿时看到身后的夜景屏幕上 竟然连接着一个奇怪的镜头 镜头之上 是樱花的一名装扮浮夸的年轻人 以及樱花国的很多网友们 此时 这群人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站在一个像是地下室的地方 所有人脸色都难看无比 齐刷刷的 白的没有人色 这是什么MV啊 陆木看了一眼大屏幕 你们这个表情 不会是 不会是真有流行语了吧 陆木用开玩笑的口吻 实际上是在试探着众人的反应 果然 见到陆木开口说话了 现场的众人 终于纷纷地反应了过来 下一刻 一阵剧烈的喧闹声 在现场迅速传开 所有人都沸腾了 卧槽 神了 简直特么神同步 陆木 太邪门了啊 所有人脸上 带着说不出的古怪 看着陆的眼神 也是复杂无比 不过 更多的人是激动 亢奋 你说海啸火山喷发 跟他没关系 我信 但你说这次流行语 跟陆木没关系 我特么打死都不信 就是就是啊 根本不可能是巧合 关键是 你们没发现 只要陆木唱到副歌部分 就会有一波流行语降临吗 是啊 而且连续降了三四次 太特么神奇了 不管怎么说 我服了 不管怎么说 又拿下樱花一成 值得庆祝 火前流明 陆神 请接受俺的膝盖 木哥 我想当您的舔狗 还有没有一点志气 当狗 我也可以 我可以当你的小木狗 太神奇了 简直太神奇了 导师台上 薛之谦激动地窜了起来 刚刚那一场全程直播 他看得热血沸腾 不过紧接着 他发现一道道扫过来的目光 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赶紧干咳两声 坐回导师坐席上 对不起 对不起 失态了 而陆木此时 也终于通过大屏幕上的弹幕 知道这场流行语所造成的后果 顿时他整个人有些棒住了 也涌上了浓浓的震惊之感 自己的那一首流行语 竟然把树兵岛给摧毁了 他真没想完这么大 但是 这也太 爽了吧 不过陆木发誓 他只是单纯地以为 只是一场流行语降临而已 根本没想过 能造成这种的毁灭性的后果 至于网友们的反应 大家都认为 这一切都跟他有关 陆木也可以理解 毕竟 这流行语也太配合自己了 而且 还不是一波 是每次到达副歌部分 都会出现一波 这 陆木都觉得有点过分了 这么轻松地送走一座城 不过 还好是那个樱花 让他没有什么负罪感 陆木看着一张张激动的面孔 汗水不停地在脑门流下 还好 第一首歌不是流行语 要不然 他还真没准 把系统赠送的流行语 当成一种浪漫的特殊效果 然后送给自己家人 第二十九章 导师评分 花导师的评价 想到这里 陆木就暗自庆幸 不过 他又突然意识到了 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现在这个灾难特效 是随着他演唱同步进行的 如果之后演唱的歌曲 也是这样的效果 那时间久了 他的这种特殊能力 不就被曝光了 这对他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很可能被人拉走 切片研究 想到这里 陆木虎去一阵 那么的 以后要不要收敛一点 钱捞够了 就特描地安静一阵吧 毕竟 动不动就灭城 动静闹得有点太大了 虽然是樱花国的城市 灭起来很爽 但放在全球上来看 自己这个能力 可真就要逆天了 不说别的 星号国就得第一个睡不着了 不过当务之急 是赶紧澄清等等 大家先等等 听着越说越离谱的众人 陆木赶紧叫停 随着陆木的一声大喝 现场的骚动 顿时迅速安静下来 不得不说 作为新晋法师 陆木的言语上 还是有着一定的威慑力的 陆法师要说话了 安静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陆木脸色一黑 道 你们听我讲 听我解释啊 这场流星雨 是个意外 这首歌 其实早就创作了 只不过 今天是首唱 陆法师 我们懂你 大神 不用解释了 没事 又没落在龙国上 网友们全都认真脸的回应 啊 陆木无奈 不用想 一看众人反应 他就知道 自己的解释多余了 不管是顽梗还是真性 总之 他跟法师这个职业 算是说不清了 不过 陆木也只是脸上装作无辜 内心却心虚无比 因为这件事 真的是他做的啊 虽然不是法师 但也差不多了 不过这种事 他打死不能承认 要不然 可能就直接被拉去切片研究了 看着现场一片乱糟糟的 突然一个声音 在现场响起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什么法师 开口的人 竟然是花尘雨 见到所有人都捧着陆木 花尘雨顿时不高兴了 他一脸冷漠的 都什么年代了 还相信这个 流星雨 火山爆发 还有海啸 这不都是樱花那边 常常都有发生的灾害吗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陆木要真这样牛叉 还用站在这比赛啊 这话一出 顿时网友们愣住了 当然 花尘雨说 这话的时候 有点赌气的成分 因为他觉得 陆木的歌不怎么样 但因为种种原因 竟然又火了 这让他心里不太平衡 成功来的 也太容易了吧 不过 网友们一听 确实都清醒过来 的确如此啊 这玩意 想想也知道 跟陆木没有关系了 此时 陆木听到花尘雨的话 感动的都要哭了 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 竟然是花尘雨 为他解围了 花导师说的没错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歌手 我要真有这个能力 肯定不站在这里了 早就进神秘部门了 陆木半开玩笑地说道 所以 大家说的话 既不符合逻辑 也没有科学道理啊 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 科学镜头是神学 陆木心里补充了一句 现场观众 还有网友们一听 一个个沉默了 本来就是玩梗而已 此时 被陆木这么认真否定 所有人也就不再纠结这个 不过 还是有很多人在屏幕上刷个不停 本着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原则 跟着起哄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回归正题 突然 何久站出来 看着樱花那边 被流星雨砸沉的那片区域 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 比赛还要继续 接下来是平分缓解 有请三位导师 给出自己的分数 决定选手陆木的去留 主持人何久的控场能力 还是很强大的 一出现 立刻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众人也纷纷面色郑重起来 毕竟 现在还是在节目现场 比赛还是要继续的 只是 此时的台下 很多人对比赛已经不感兴趣 纷纷低下头 开始刷起了手机 有人一边刷 还一边忍不住开心的笑着 那个 大家专注一点 注意节目效果 薛之谦看到这一幕 立刻出声提醒 老薛的观众缘还不错 文言 观众们这才纷纷不舍的放下了手机 薛之谦笑了笑 开口评价道 说真的 这首流行语 其实有点口水歌 但听上去 又有点那么沧桑 我总觉得 在哪里听到过一样 似曾相识的感觉 可不听过 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 陆木星道 薛之谦继续道 这首歌 风格很难确定 不过很讨喜 当下年轻人 应该会很喜欢 流行程度上 肯定比前面两首好得多 另外 你的唱功也真的很绝 这首歌被你演唱得很好 然后我给你的评分是 九分吧 减去的一分 提醒你 不要骄傲 薛之谦给出评分 九分 这个评分 已经很高了 基本上 要是评分在七分以上 就已经不低 这时 何久顿时露出一副 兴奋的表情 薛之谦导师给的评分是九分 显然 他对选手陆木这轮的表现很满意 接下来还有花导师 还有杨导师 两位导师会给出多少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真好看 杨幂看了一眼大屏幕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顿时网友们一阵哄笑 紧接着 杨幂突然看向陆木 感到红唇开口道 陆木 以后有机会 让你经常唱歌给我听 你愿意吗 没想到杨幂会突然这么一问 陆木没反应过来 顿时一愣道 看情况吧 此话一出 轮到杨幂愣住了 网友们却笑翻了 第三十章 世纪大直男 卧槽 直男 简直是世纪大直男啊 给秘密天天唱歌 这是谁都能有的待遇吗 很明显 这是秘密主动抛橄榄枝啊 陆木竟然拒绝了 我羡慕哭了 不用说天天唱歌 就是天天给秘密舌天脚 我也愿意啊 楼上滚 这么卑鄙无耻下流的工作 用得着你 我来 很明显啊 杨幂这是要牵陆木的意思 这小子有点不识好歹了呀 还真是个钢铁直男 不过也符合你之前的行事风格 杨幂翻了个白眼 笑道 老薛给了九分 我不太满意 明明就可以十分的呀 不过 既然老薛是为了不让陆木骄傲 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且 老薛已经唱了一把黑脸 我也只能唱个白脸了 所以 我给满分十分 杨幂脸上笑容灿烂 陆木松了口气 谢谢导师给我十分 我一定继续努力 见到陆木 长出了一口气的样子 杨幂无语死了 让你天天给我唱歌 有那么为难吗 网友们更是看呆了 别人想要这个机会 还要不过来 你这是什么表情 生怕被杨幂拉去唱歌 陆木选手真有个性 主持人何久笑了笑 站出来打圆场道 不过 十分的评分 已经不低了 最后 还剩下花导师没有评分 那么 花导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随着何久的话音落下 一时间 所有网友们的目光 都转移到了花尘宇的身上 此时 花尘宇眉头紧锁 似乎正在思索这个问题 见状 他迅速调整了一下状态 目光看向陆木的时候 花尘宇脸色严肃道 这首 流星雨 是一首口水歌 薛导师刚刚已经说了 不需要我多说 另外 我也承认 他确实算得上 一首流行歌曲 风格 作词作曲 都符合当下潮流 这首歌一定会火 尤其是 还碰瓷了一场流星雨 不过 这首歌在我这里 是给不了满分的 我只能给个八分的成绩吧 比起个优秀一点 八分 花导师能说说理由吗 何久眉头一挑 开口问道 很明显 这也是在帮观众问的 八分的成绩虽然已经不低 但相比于其余两个导师的分数 还是有所差距的 我说了 他是口水歌 没有内涵 没有寓意 没有艺术性 所以 减两分不多 按照我以前的性格 可能也就是六分 不过 陆木的唱功 我也觉得很加分的 花尘宇说完 又补充了一句 虽然跟我比还差了一点 不过也能称之为歌神了 不错 有理有据 感谢花导师的重肯评价 何久老师文言 笑着说一句 然后又接着空场说道 感谢花导师 他并没有因为 陆木是他手下的选手 就选择宽松 花导师的认真 全方面考虑 也值得我们学习 陆木听到这话 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花尘宇可能也有 针对的嫌疑 但其实从某种观点来看 说的也不无道理 流星宇这首歌 确实是一首半口水歌 感谢花导师点评 陆木笑了笑说道 至于花尘宇的批评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无所谓 他只要系统奖励的奖金 淘汰还是晋级 对他来说 早就不重要了 看着陆木并没有不服 一脸虚心接受的样子 本来还想着批评 两句的花尘宇 又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脸上浮现了满意之色 以后慢慢进步吧 别叫自满 最后 花尘宇像个长辈一样 叮嘱了一句 就不再发言 同时心中 对陆木的看法 也改变了几分 这小子 还是很懂人情世故的 最起码看懂了 自己的良苦用心 也不枉自己为人师的 辛苦教导 这时 何九再次控场 举着话筒 故意调高了音调道 选手陆木得分分别是 九分 十分 八分 按照比赛规定 陆木选手成功晋级 让我们用掌声 恭喜陆木晋级 话音刚落 台下就响起了热烈掌声 随着评分结束 这一页似乎也翻了过去 只不过 也有一部分网友 仍然保持着怀疑态度 一连三首歌都是如此 难道都是巧合 怎么想都不太对劲啊 樱花国 樱花 妈妈 爸爸 他们还在里面没有出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们 在城市的角落 难得一见的幸存者 窝在角落里 他们惶恐 悲伤 此时此刻 显得弱小又无助 要不是刘新宇分批降临 才让他们有时间 及时躲进了地下避难所 恐怕他们此时也变成灰烬了 看着身旁哭泣的小女孩 一个小男孩拍了拍小女孩安慰道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除了两个小樱花 还有一部分幸存者 面对灾难 他们就没有那么淡定了 很多人掏出手机 想要联系外界 可是 网络基站被破坏 他们手机没有信号 已经无法联系到外界了 此时 所有的樱花们 以及网友们 全都在哀悼 树兵百里之外 一辆黑色豪车 停在了城市外围 车门打开 一名身材矮小的樱花男子下车 正是那名准备前来蹭热度的大网红 此时 在他面前几十米处 一幅让人震撼无比的画面 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从前方几十米为交界处 一颗颗陨石坑浮现在眼前 以这些陨石坑为中心 整个树兵室 已经彻底四分五裂 大地崩裂 裂痕遍布 看着这一幕人间惨剧 他故意悲痛道 怎么会这样 我的家人还在里面 说着 他连忙对着助理使了个眼色 那名助理 赶紧将大网红悲痛的神色拍了下来 一阵摆拍结束 暂时关闭镜头 大网红和助理等人顿时收起悲伤 老板 现在整个树兵岛都没了 根本没有必要救援了 咱们怎么做救蹭热度啊 马德 怎么这么严重啊 流星与毁灭一个城市 就太离谱了啊 一股不好的预感 从心头一涌而过 第31章 陆木是天灾 紧接着 大网红脸色阴沉 冷声说道 周边 这周边一定有人 周边肯定还有村子什么的 现在 立刻 马上去找这些村庄 给他们送温暖 然后摆拍蹭热度 不管怎么说 必须把这波热度拿到手 好主意 不愧是老板 助理一听 顿时眼前一亮 众人说着 纷纷迅速上了车 前往周边 寻找幸存下来的村庄 没过多久 他们果然找到了一处村庄 大网红看了一眼前方的村庄 开口问道 这里还属于树兵地界吗 助理赶紧打开地图 看了一眼 属于 正好是树兵与外事交界处 那就好 送物资去 大网红黑黑一笑 一挥手 顿时朝着村庄方向行驶而去 此时 村庄里数百村民 正大包小果的 往村子外跑 众人惶恐 显然正准备搬离村子 巴嘎 神怒了 好吓人啊 很多人一边跑 一边叫嚷着 突然 有人看到停在村口的几辆豪车 顿时一脸疑惑的 然而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车上就下来了十多名 衣着光鲜的男女 每个人手里都提着米 面 食用油等物资 看到村民们后 赶忙跑过来 热情地送到众人手里 然后 就拉着众人一阵摆拍 村民们哪里见过这个架势 在一脸猛逼中摆拍结束 走走走 这一波热度到手 大网红一招呼 顿时所有人直接回到了车上 把物资都记得带上 别给这群难民留下 就是就是 给他们吃 简直浪费 带回去 能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就退了 不能的 咱们自己吃 不过还别说 这群村民还真像难民 看着穿着 太low了 其余人也一脸不屑 村民们一脸猛逼过后 也终于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 他们这是 成了网红作秀的霸子了 难民 谁特么是难民 太特么无良了 网红还有没有底线了 巴嘎 这群王八蛋 流星雨怎么不砸死这群混蛋 有村民开口 然而 他话音刚落 只见头顶上方 突然遮下了一大片阴影 其余人也有所察觉 顿时所有人仰望天空 下一刻 所有人汗毛倒数 直接背下的六神无主 流星雨 还没结束 巴嘎 怎么又来了一颗啊 怎么只有一颗都怪你 乌鸦嘴 然而 在流星雨面前 他们怎么可能来得及 跑瞬间的功夫 这颗流星雨 狠狠砸在了这片区域 轰隆 伴随着一道天崩地裂般巨响 这方圆区域 也彻底崩裂 不管是这群村民 还是刚刚的大网红团队 都没能逃离出这片区域 都被砸在其中 然而 将来会有人发现 流星雨波及的范围 正正好好就只有树兵的范围 就连裂痕蔓延的区域 也刚好到达 树兵与其余城市的交界处 一点都没有越减 就好像提前预算 好的一般 如果让陆木看到 一定会感叹一句 不愧是系统 计算得简直精准无比 一分一毫都不差 与此同时 龙国 天选巨星 节目虽然照常进行比赛 随着新一轮比赛开始 嘉宾们虽然也都回到了 观看节目的轨道上 但是 网友们却有很大部分人 都神情古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这三次巧合 真的跟陆木没有关系吗 要说巧合 那也太巧合了吧 讲道理 大家都明白 但事情一次接着一次发生 尤其最后一次 简直离谱 一首流星雨 众人可是全程看着 好几波流星雨 落在地球上某处 不是他们不相信科学 实在是相信不了 此时 这件事已经在网络上爆火起来 很多博主 网红 也纷纷在层这个热度 对于这一类人来说 是不是意外 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只相信热度 只要这件事有热度 他们就能一直拍视频 开直播 拿这件事说事 此时 各大社交软件的头条 豆婴 隔壁樱花 发生四场流星雨 分别是百年一见 千年一见 万年不遇 据传 树冰岛 已经彻底毁灭 快乐小手 悲伤 几场流星雨 洗礼了树冰岛 数十万人 无意生还 让我们为死者祈祷 祝福他们早日往生 贴吧 这几场流星雨 为何会落在树冰岛 引人深思 皮皮逗乐了 让我们来听一首热门经典歌曲 流星雨 为失去的死者 默哀三分钟 各大平台 热搜都是第一 尤其是评论 网友们更是脑洞大开 离谱至极 牛批牛批牛批 我特么真的 这十几天 是我活了这几十年 最高兴的时间 哈哈 让这群小樱花装逼 遭雷劈了吧 我没看到直播 回放虽然也是激情澎湃的 但终究是回放啊 哈哈 我看直播了 精彩的一批 估计错过直播的兄弟们 得遗憾一辈子 的确啊 那叫一个刺激 这不比任何默示大片好看 简直刺激极了 今晚白金汉 开香槟 来的全场 由赵公子买单 评论区的气氛 无比欢乐 网友们的基调基本一致 有人哼唱着流星雨 一边反复观看着那一段视频 短短几个小时 播放超过二十亿 而此时 网友不仅在庆祝着 有关某段传说 也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着 并且越传越玄乎 兄弟们 说起来 还要感谢陆木 没错 感谢陆法师 虽然很多人都认识陆木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认识 立刻有人问道 陆木 他是谁啊 跟他有什么关系 陆木 我听过呀 是天选巨星上那位吧 天选巨星我倒是知道 但是灾变跟陆木 有什么关系 别卖关子 赶紧放 卧槽 这些灾变 都是陆木师法 召唤过来的 传下去 陆木是灾变法师 传下去 陆木灾变了 加一 加二 第三十二章 陆木大仙 法力无边 看着网友们热情无比 某一处房间 那名网友 也编辑了一条短信 然后笑呵呵的一敲键盘 发送了出去 陆木 代表作 听海 海啸 富士山下 火山爆发 流星雨 流星雨 卧槽 一说起这个 网友们顿时想起了什么 虽然 我们要相信科学 但是你们觉得 连续三次都是意外吗 毕竟 事不过三啊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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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网友们 一声声莲花喷吐 记忆的碎片 逐渐被揭开了 观看过那一首 流星雨的人 一定深有感触 陆木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那几场流星雨 是多么的配合他 此话一出 全网无数的网友们 顿时死去的记忆被攻击 回想起当时那一幕 似乎还真是 那几场流星雨 真的很配合陆木 然而 就在网友们讨论 陆木法力的时候 突然又一条震撼性的消息传来 好消息 好消息 刚刚又有消息传来 一颗流星从天而降 依旧降落在树兵郊区 至此 树兵最后一块土地 也被流星雨攻陷 所有网友们一脸猛逼 还没结束 最后一颗流星 攻陷了树兵最后一块区域 这玩意 还能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怀着疑惑与吃瓜的心态 网友们纷纷找到了那个视频 并且点击了进去 随即震撼性的一幕 发生在了视频当中 只见画面当中 就在陆木收尾 流星雨 歌曲的时候 与此同时 樱花那边 树兵岛上 原本就四分五裂的那座城 奄奄一息 到处都是毁灭状态 可是 就在这时 一颗流星 没错 只有一颗流星 滑破了天空 朝着树兵岛那个方向 降临了下去 而那名大网红 正带着一行的工作人员 进行着各种的摆拍着 然而等到摆拍刚刚结束 却没想到 下一刻 轰的一声 一颗流星就落了下来 没错 就是一颗流星 刚好树兵 还剩下最后一块完好的区域 就刚好降下最后一颗流星雨 多一颗都不辣 而且 是将树兵岛的最后一块土地砸沉 怎么感觉 这些流星雨 跟商量好了似的 至此 那个上窜下跳了很久的大网红 也成为了一堆肉泥 被砸在陨石下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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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一幕的网友们 原本已经逐渐相信科学的网友们 又突然跟陆木的流星雨 联系到了一起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忍不住直呼卧槽 完全无法压抑与控制 我尼玛 我刚刚尝试相信科学 就给我看这个 我靠 流星雨这么配合 你要说不是陆木做的法 我是真不信 陆木大仙 法力无边 一统江湖 唯我独仙 最强王星号法师 发生的这一切 每一幕 在所有网友们的心中 都可以说是一场视觉盛宴 在牛比的特效 也制作不出这么逼真的大片 一时间 所有网友疯狂转发流星雨视频 十三站 斗音 快乐小手 皮小虾 笔呼等 几乎所有的平台 热搜榜上都被这一条消息所占据 短短的半天时间 陆木的热度 直接暴涨 之前 海啸和富士山爆发 好歹还是后面吵起来的 但是这次的流星雨 几乎与陆木的演唱神同步 这一次都不用瞅 直接将两个原声视频放到一起 就直接引起了全网热议 天选巨星陆木 到底是不是法师 樱花国流星雨 跟陆木有关系吗 怎么才能休闲 世界上真的有些人吗 等等一系列话题 直接霸榜各大平台 他竟然又上热搜了 这 这小子 运气也太好了吧 花晨雨下了节目组 回到了剧组安排的八星级酒店 刷着各大平台的热搜 看着自己手下这位选手陆木 热度竟然直接爆表了 花晨雨脸色不是太好看 想圈里的哪个艺人 上一次热搜 不是费尽千辛万苦 花费大价钱的 哪有这么轻易救伤的 可这小子 自从比赛以来 就一直在霸榜热搜 花晨雨心里羡慕极度 那是肯定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要说没关系 但这几次也太巧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气韵 传说中的气韵之子 花晨雨挠了挠头 他现在除了不爽 也有些猛逼 龙国 气象观测院 偌大的会议室内 空空荡荡 只坐着两个胡子花白的老者 这两名老者 正是观测院的正副院长 此时两人面面相去 现场短暂沉默 院长孙海涛挠了挠头 说道老赵 就露目这件事 你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 这种事 你还真信外面的传闻啊 副院长老赵一瞪眼 无语道 要我说 这件事 它就是玄学的事 不是气象的事 应该上报神秘部门 跟咱们观测院有什么关系吗 孙海涛苦笑一声 你说这小子 他怎么这样巧呢 唱啥出啥事 关键是 还出现在樱花那边 你说这天气气象 怎么这么配合他呢 老赵笑道 一把年纪了 想那么多干嘛 现在外面风言风语 赶紧去辟谣得了 这小子唱得越准 不是越显得 咱们这个部门没用 赶紧撇清关系去 孙海涛瞪了一眼老赵 笑骂了一句道 咱们倒好撇清关系 就是一个文件的事 但其实这是说起来 也有点奇怪 按理来说 这么大的灾变 樱花那边不可能提前没预知 这有什么啊 老赵看着孙海涛 喝了一口茶 慢悠悠悠道 气流发生急剧变化 在短时间 引起海啸登陆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还有富士山爆发 虽然是有万分之一概率 但不要忘了 当年我们就预测过 也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地底气压暴增 从而引起突然爆发 也许正是海啸 引起的富士山突然爆发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第33章 钱就是人的底气 一边听着分析 孙海涛点了点头 老赵所说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以前他们就有过相关猜测 虽然觉得概率很低 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 然而 老天有眼 还真让他们有生之年看到了 那陆母谣言那边 咱们还用出面辟谣一下吗 副院长看向孙海涛道 对方是院长 这种事 还是要院长拿主意才行 发声明 先辟一下谣再说 当天 一则消息迅速传遍网络 准确说 是来自龙科院的一则辟谣声明 声明当中明确提到 有关樱花国这一场海啸 以及富士山爆发的科学解释 并且特意说明 此事与个人因素无关 希望网友们不要胡乱揣测 卧槽 龙科院都声明辟谣了 我特么 我管你辟谣不辟谣 我不要你们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众所周知 如果是假的 官方肯定不会理会 但既然特意出来辟谣 这说明什么 楼上好聪明 大聪明 说得对 对对对 龙科院说得都对 我们信 信 绝对信 不信龙科院信谁 陆木不是法师 我们相信科学 经过一则辟谣声明 又迅速地在网络上 引起了一阵热议 尽管这则声明是官方发出 但放在网友们眼里 却怎么看 怎么有种贼喊猪贼的感觉 看到网友们反应 龙科院政府院长 也颇为无奈 马德 这是信的态度吗 陆木法师的身份 简直深入人心啊 清晨 陆木洗漱 刷牙 然后 又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 睡了个回龙觉 今天 从大早上六点钟开始 就不断有电话打进来 有的是粉丝 有的是各种经纪人 要签陆木 其中还有一个电话 是杨幂亲自打过来的 当时被各种骚扰电话吵醒 正处于起床气阶段的陆木 刚好在杨幂打来电话的那一刻 整个人爆发了 接过电话 就是一通口吐连花 结果把杨幂都听傻了 还好 在听到陆木解释 杨幂算是勉强接受了陆木的道歉 随后 两人约了一次 约会地点也很特殊 在一家房产中介 从昨晚开始 系统的钱就陆续到账了 而有了钱以后的陆木 第一个想法 当然是想要有个属于自己的窝 前世 陆木住的一直是出租房 穿越到这个世界以后 住的也不比以前好多少 甚至更简陋 所以 今天他打算去买房 现在有钱了 当然首先要改善一下生活质量 杨幂听说陆木要买房后 竟然主动请婴 要求陪同陆木看房 陆木有些意外 对方可是家行老板 每天不知道有多忙 竟然陪自己看房 但杨幂出于好心 陆木也就没有拒绝 一个小时后 陆木率先到了房产公司 等待杨幂之余 陆木打开手机软件 看了一眼某狗发过来的版权合同 听海独家版权合同 售价三千万 授权之后 听海将在某狗平台独家付费上线 并且 只要产生收入 陆木也会有相应的提成 据陆木所知 周董的歌是在全平台授权售卖 而他的售卖分红 每年光分红就有好几个小目标 自己 三首歌 以目前火爆程度来看 分红应该不会少 定 银行卡到账五百万 陆木又收到短信 对此 陆木已经习惯了 系统正在安排各种合理途径 为他打款 不过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分批 从昨晚到现在 打款信息就没听过 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 三亿八千万 买一栋别墅应该够了 正在陆木想着时 突然一辆黑色跑车停在远处 车门打开 一个穿着黑衣 戴着墨镜 全副武装的女子下车 女子匆匆瞥了一眼四周 发现四下无人 这才朝着陆木方向走来 陆木微微一笑 不用想 肯定是杨幂了 正常人拿会这样一副 做贼的样子 知道我是谁吗 来到陆木身边 女子声音低沉 带着几分俏皮 陆木无语道 密剑 别闹了 你音色这么独特 谁能听不出来 杨幂闻言 也有些无奈的 那一回进去 我不说话 随你 反正是我买房 陆木耸了耸肩 提到买房 杨幂这才看了一眼寿楼处 然后顿时一阵惊讶 汤城十八平 这里可是富人区 每一栋都价值不菲 要是没有一定身价 根本买不起 你 你要在这买 这里的房子很贵的 杨幂惊讶问道 资料上介绍过 陆木貌似就是个普通选手 没身份 没背景 他敢在这买房 杨幂下意识以为 陆木不知道这块地价是有多贵 所以特意提醒一下 没想到 陆木竟然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我知道密件 就在这买 陆木翻了个白眼 接着也懒得废话 脚步轻快走进寿楼处 可是 这里的房子 杨幂赶紧追了上去 然而 还没等他开口 就听到好几道声音响起 支付宝到账三百万元 银行卡到账二百六十万元 微信到账一百二十万元 龙龙银行提醒您 请勿听信 警方电话诈骗 杨幂瞬间瞪大眼睛 这是 印钱呢 汤晨八品 也还行吧 先买一套住着 陆木看了一眼余额道 也还行 先买一套住呢 杨幂傻眼了 这说的是人话吗 也还行 你认真的 这可是汤晨八品 杨幂瞪着眼睛问道 确实还行啊 你觉得不行吗 陆木一脸疑惑 看着杨幂 杨幂刚想说话 突然 又一阵提示传来 他果断乖乖闭嘴了 行吧 你有钱 你说行就行 听着不断的提示 陆木心头只觉得安全感爆棚 果然 钱 就是人的底气 要是放在以前 他连寿楼处大门都不敢进来 看到寿楼处的漂亮小姐姐 他都觉得自残行贿 都得低着头绕路走 但是现在 第三十四章 职业法师 搂进寿楼处 他的注意力 很快就被寿楼处的景象吸引 刚一进门 就看到几个寿楼小姐 正聚在一起闲聊 见到有人进来 几名小姐打量了陆木几眼后 几人先是一愣 紧接着 几道尖道能戳破喉咙的叫声传来 天哪 是法师陆木 陆法师 是陆法师来了 主管 法师来了 快出来啊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一溜烟往工作间方向跑去 剩下两个寿楼员也跑过来 一脸兴奋地围着陆木 二话不说 拿出手机就拍个不停 陆木一阵错愕 神TM法师 我首先是个歌手好吗 三十秒过后 一个西装革履的女子 神色带着兴奋 匆匆跑了出来 再见到陆木那一刻 兴奋的脸蛋上 也瞬间绷不住 发出一声尖叫 陆法师 天哪 真的是陆法师 陆法师竟然来寿楼处了 陆木是真无奈了 自己人气貌似挺高 但不是以歌手身份啊 怎么就成了职业法师了 你是主管师吧 我想买房 陆木干咳一声 轻声开口道 但是 这名主管却像是 没听到陆木说话一般 依旧一脸兴奋 自顾自的说道 陆法师 不 陆先生 我这几天一直看您的做法 哦不 是比赛演唱 您做的 唱得太好了 我现在是你的忠诚粉丝 你的这三首歌 我太喜欢了 为了单曲循环 我还特意办了某狗会员 看着热情奔放 说个没完的主管 陆木丝毫不怀疑 自己现在就是提要求透他一下 他都能幸福的晕过去 见到对方说个不停 陆木赶忙打断 好好我带您去 说着 这名主管开始给陆木带路 一路上依旧说个不停 通过自我介绍 陆木也知道了 这名主管名为李陆 李陆没带陆木去样板间 而是直接去了豪华小区内 去现场观看房源上的户型 陆先生您看这一栋 三百平大平层 豪华装修 视野开阔 入手赠送一百平阳台 从这一眼望去 护城河静在眼底 有没有一种天下之下 静在我手的感觉 偷偷告诉您 这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 他说天选巨星的杨幂 您应该不陌生吧 就在隔壁 陆木呵呵一笑 余光不由自主 瞥了一眼身旁的杨幂 不过陆木跟着李陆看了一圈 不得不说 这汤城八平的房子 贵是珍贵 但地段各种配套 也是真的完美 要是能拥有这么一套 陆木觉得 自己这辈子就美白重生一次 但是须知 这可是汤城八平 其价格绝对是天价 不过陆木手头有三个多亿 就在刚刚 又陆续到账了一个多亿 他目前账号余额已经接近五个亿 而他经过两次任务 一共获得了十一个亿 算上购买体验卡那五个亿 也就是说 他目前身价有足足六个亿 六个亿 即便是汤城八平 只要不是楼王 也足够入手大部分房源了 陆木开口道 李主管 这一套我觉得不错 你给个重肯的价钱 嗯 刘李璐眸光闪烁 这一套售价 目前是八千万 说着李璐声音小了不少 八千万 那可不是大白菜 陆木能拿出来吗 在他眼里 陆木也就是个优秀的歌手 刚刚成名 能买得起汤城八平的房子 陆木刚想开口 突然 龙龙银行道账六百W元 招招银行道账五三零W元 京城银行道账一千零二十五万元 全场一片死寂 只有一阵窒息般的喘息声 这特么 您这铃声 真好听 在哪下在的 李璐甘笑一声 开口原厂道 不是铃声 做了点小买卖 前路去到账了 陆木随着开口 看了一眼余额 五个多亿了 所有人都傻眼了 在汤城八平当寿楼员 有钱人见多了 但这么炫富的 陆木是头一个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实话实说 我能拿出八千万 但也有点伤筋动骨 看着发呆的众人 陆木主动开口问道 心里也有点低血 这倒不是装的 毕竟以前的思维 还没转变过来 一下子花掉几千万 他确实有点肉疼 李主管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陆木不仅长得帅 唱歌好 竟然还这么有钱 不过想想也是 哪个明星没钱 陆木已经火了 今后钱对他来说 将完全不是问题 优惠我可以给您做 满检 节日活动 贵宾折扣 最终成交价 应该在六千万左右 您要是不满意 那就只能看看 别的房源了 六千万 陆木想了想 倒是也能接受 签合同吧 说着 陆木转身就走 啊 李璐一下子又愣住了 这就签了 真的假的 我过两天还要比赛 不能把时间 都花在看房子身上 陆木看着呆滞的李璐 解释一句 实际上 如今房价正在上升 巅峰期 陆木入手 哪怕不住 也是个赚 再说 拥有系统的陆木 钱早晚会多到不感兴趣 想通这一点 他也就没那么纠结 买一套先住着 随后 陆木跟着李璐 回到售楼处 签合同 做公正 一直到签署合同完成 因为陆木出的是全款 不涉及到贷款 所以整个流程很迅速 不到半天时间 房产证就到手了 办理完房产证 走出房产局 看着手上红彤彤的房产证 陆木心头感慨万千 觉得有些梦幻 短短一个月 这就算逆袭了 之前一直沉浸在比赛中 陆木倒没太多时间去感触 此时回归现实 他立刻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喂喂喂 陆木 你 你这么有钱 就在陆木愣神时 突然身后 杨幂声音响起 带着惊讶与震动 整个环节 杨幂都跟在后面 开始他还以为 陆木可能并不知道 汤城八品的房价 还想提醒一下 下一场灾难马上开始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留言想看的 第35章 某历史 结果 陆木从看房到掏钱 整个过程快到男人极致 让他惊呆了 六千万 说买就买了 就算是他的身价 那也得好好掂量掂量 还行吧 我就是个爆发户 没什么钱 陆木坦诚道 爆发户 有你这样的爆发户 买汤城八品的房子 跟买大白菜似的 杨幂白了他一眼 不过 也没多问什么 难怪比赛的时候 对方不在乎 会不会被淘汰 人家有钱啊 也许比赛就是为了玩玩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我刚好录制节目 这一段 也住在这边 陆木点了点头 那巧了 以后一起上下班 倒也不是不可以 杨幂眼睛一亮 想起陆木的原创天赋 要是关系搞好了 没准还能再凑两手 爱得公养 对了 过两天的比赛 你曲目准备好了吗 没事 可以一起排练一下 陆木摇头 还没 系统还没下任务 他当然不知道 一起商量一下 杨幂带着一批七代 一眨不眨的盯着陆木 再看吧 我肯定还是唱原创 具体拿手 不确定 陆木委婉拒绝 你也可以跟花花商量一下 他毕竟是你的导师 其实他这个人 还是不错 而且音乐天赋 杨幂夸不下去 实在太违心了 知道了 陆木点头 没说什么 知道杨幂是为了他好 想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但陆木觉得 没必要缓和 好吧 那你随意 看着陆木满不在意的样子 杨幂也就不再多说了 跟杨幂分开 陆木又回到了出租屋 当他回到出租屋时 忽然系统提示声 再次响起 定 系统提示宿主 两次任务奖金 六一整 已全部到账 悟性逆天系统 开启新功能 宿主获得灾难伤成 灾难伤成 陆木一脸好奇地点进灾难伤成 顿时眼睛逐渐亮起 龙卷风 破坏力13级 覆盖面积售价8000万 火山爆发 宿主指定火山 彻底引爆 破坏力是指定火山规模而定 售价5000万 地震 震级8到18级 售价1000万 三个亿 远古病毒 激活 流星雨 瘟疫 看着商城内一个个灾难 陆木只觉得头皮发麻 这系统怎么看怎么另类 而且更像是天命反派的金手指 琢磨招法的糟蹋人 要不是每个灾变都能指定地点 这系统在陆木这 还真就跟积累没有区别 总不能把各种灾变 放在龙国吧 他虽然不是圣母 但也没到为了利益 随意收割无辜者生命的地步 还好 能指定地点 毕竟樱花们还是挺喜欢这些灾变的 要不然面对那些灾变 怎么没听到死者们抱怨 陆木想着 顿时心安理得了不守 不知道 下一轮任务是什么曲目 又会带来什么灾变 陆木默默想着 商城的灾变 售价太贵了 还是等任务发布吧 与此同时 正当陆木期待着下一波任务发布的时候 樱花国山河组 娱乐总部 负责樱花国天选巨星娱乐项目的总部部长 虾武雄 确实正在对 Long 国天选巨星节目组发起了一场严正声明 我们是天选巨星 樱花国总部 基于天选巨星全球分部 龙国分部 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我总部严正声明 望龙国提升节目质量 不要动用过分炒作手段 更不要对某些灾变 借机炒作 否则 我总部将停止天选巨星在龙国分部授权 并且发起诉讼 申请赔偿损失 这个声明一出 顿时全球的网友们都震惊了 而且 全球媒体圈也纷纷震动无比 要知道 近些年的娱乐行业发展 主要是樱花和棒子带动起来的 尤其是影视疲软后 樱花和棒子在综艺方面做出突破 很多创意综艺纷纷震撼出事 而天选巨星 节目就是起源于樱花国 从樱花国本土火了之后 节目再授权给各个国家 可是此时 总部竟然公开声明 警告龙天选巨星 而对此 天选巨星樱花国分部 还特意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说明此事 发布会上 也特意通知了几名龙国记者 过来参加 此时 一名龙国记者满脸愤愤不平 忍不住问道 下午熊军 请问节目组这么安排 是因为什么 樱花发生灾难 我们也很遗憾 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天选巨星节目组全球联盟 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下午熊冷冷一笑 就是因为 我觉得你们素质过低 你们要记住 我们首先是地心上的一员 所以 面对灾变 人人有责 可是你们呢 网友们都在嘲讽 而不是伸手帮助我们 道德品质 可见一斑 如果不是出于对音乐的尊重 我们一定会收回那边的合作授权 这一刻 下午熊抓住了一把武器 他仿佛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 此话一出 全场更是哗然一片 下午熊君 我觉得您说的不对 那名龙记者反驳 不对 如果你不赞成我 说明我们的观念不同 无法继续采访下去了 那就赶紧滚出会场 下午熊脸色冰冷 竟然当众直接呵斥 这让那名记者脸色直接黑了下去 轮盲横不讲理 小樱花是有一套的 下午熊君 您要清楚 这场采访 是您邀请我过来的 这名记者冷声说道 还有 关于我龙网友的素质 道德问题 我觉得您言过其实 言过其中啊 他们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就像你樱花网友 针对曾经的某星号历史的看法一样 这时 只听瞎五熊冷笑一声 过去那么久的事情 还提这个有意思 我现在说的 是节目的事 是现代的事 在樱花网友遭受海啸危机的时候 那边网友在干什么 嘲笑 嘲讽 在我们的神山喷发的时候 那边网友在干嘛 在全国庆祝 第36章 灾难商城开启 在流星雨落在樱花树冰的时候 你们在狂欢 你们这个星号星号 根本就不配称之为人 谈什么道德和品德 下午熊越说越怒 说到最后 大意凛然 悲愤至极 至于荣国的网友们 为什么庆祝 原因是什么 对方根本不提 整个一个氛围 就突出一个主题 隔壁大洋海岸的网友们 完全是一群 无道德无底线 突破人性约束的人类 甚至不配称之为人类 而此时 这边的网友们 也有人来到了直播间 看到这一幕 也都看呆了 卧槽 小樱花怒了 哭嘛的 看来是真怒了 竟然公开针对对龙记者 我草特娘的 小樱花太霸道了 还不让笑了 我再去买两条鞭炮 好好好 下次樱花受灾 我亲自过去 招收樱花受灾女性 有多少来顿时 我说的 如有失言 我直接倒立拉锡 楼上当 看到这些评论 不用想 肯定是那边网友的喷子 又过来了 好好好 还骂我滚事吧 下午熊冷笑连连 瞬间恢复了一脸的冷漠脸 你们 还真是会扭曲事实 那名龙记者 刚刚要开口反驳 下午熊立刻一挥手 看着屏幕冷笑道 看看 你还想反驳什么 这些就是证据 一群喷子 还在喷 下午熊君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 可是 下午熊根本不停 直接示意保安 将对方请了出去 把话说完 你有什么资格把话说完 请你这几个龙记者到场 就是个错误 你们根本不配 参加这次直播会议 最后 那几名龙记者 直接被请了出去 而后 这场直播采访继续 看到这一幕 其余记者也是纷纷冷笑 奥迈达 这群记者简直没有职业道德 就因为是自己那边网友 就没有底线袒护 不笑天灾 这是底线 那边网友确实过分就 撒摇那拉 赶紧出去吧 这种采访 不是你们应该来的地方 飘飘记者 棒子记者 以及十多个不同 信号信号受邀来的记者们 纷纷提问 并且在笔记上 记录着这次采访内容 很多拟定题目 也直接应运而生 他们打算把这些 发布到自己国的网友上 让所有人都看看 那边网友的所作所为 恶劣行件 不要影响心情 我们继续 这场会议 一直会议的结束 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 全都是针对 龙网友的各种批评 把这边的网友们 简直说成了 罪大恶极的魔鬼 不可饶恕 而这场直播视频 自然也传到了这边 顿时所有网友们都震惊了 深深的被樱花国的那名 天选巨星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三观震撼到了 网友们震怒 我了她的螺旋升天 血麻屁 这特么是人能有的三观 我们庆祝 我们狂欢 这都管世吧 这群小樱花 口口声声说讲 事实百道理 可是有关事实 他们是一点也不提 上次的海啸还是太小了 没惯死你们 留下这么多的畜生 讲真的 他们算人吗 与此同时 在狂喷对方的同时 一个热搜 也挂到了各大平台上去 樱花国天选巨星总部 警告龙天选巨星 或将取消授权资格 此消息一出 龙国网友们更是震动无比 取消龙星号的 天选巨星节目的授权资格 那就取消吧 真以为咱爱看你节目 我2位 臭不要脸 好好好 太自以为是了吧 真是个糟糕的家伙 网友们又是一阵狂喷 这群小樱花 不能说黑白不分 简直就是根本没有黑白 他们能发出各种无耻言论 对此 龙网友们早就见怪不怪 不过 尽管知道这群小樱花的德行 网友们还是忍不住愤怒 陆木呢 申请陆法师出战 马德 陆法师 这次唱一首什么歌曲 唱一首灭是吧 灭你妹啊 弄死几只小樱花 还用咱们陪葬 他们配吗 一提到天选巨星 众人的目光 就会聚到了陆木的身上 陆木似乎天生带有一种气韵 唱一把灾便一把 想到了陆木 众人突然生出一股期待 下一轮陆木登场 会为小樱花们带来什么 时间匆匆而过 转眼之间 似乎下一场比赛又要开始了 节目组场外 停车场 陆木将一辆黑色跑车停好 然后穿过地下室 避开拥堵在门口的记者群 偷偷前往了节目录制现场 有惊无险的避开记者们 顺利进了节目组后台 然而刚刚踏入后台 就感觉到气氛不太对劲 偶尔能听到一声声愤怒的低骂传来 很多节目组人员脸色都不太对 有人满脸愤怒 有人口中不断骂骂咧咧 导演更是满脸愁容 坐在角落烟卷一根接着一根 特么的 这群小樱花太过分了 把娱乐节目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 竟然警告 要停播我们 小樱花从来没有底线的 靠 停就停 老子还真看不上这个节目 所有工作人一个个盯着手机屏幕 口中各种亲切关怀与问候 同时 心中带着一股玉气 但面对樱花国天选巨星 那边的刁难 也是一点办法没有 如果节目被停播 他们不仅要下架节目 还要给对方赔偿违约金 毕竟 类似综艺授权合同 签的都是不公平的合同 陆木看到气氛不对 也是没有多说话 偷偷进屋 找了个角落猫了起来 然而 陆木如今的知名度 已经是节目组新人里 当之无愧的新人王 嗯 陆法 陆哥 一名工作人员看到陆木 一脸惊喜地站了起来 快快 过来 木哥来了 我靠 真是木哥 木哥 你这次上台准备唱点啥 木哥 上大招吧 别藏着掖着了 直接来一手蔑士 灭了那座岛 第37章 出征 直接灭了 有点过分了 木哥 这次海啸升级一下 或让富士山复活 再来一波 实在不行 再来一场流星雨也行啊 我隐约有感觉 又要报了 已经隐约兴奋起来了 数十工作人员簇拥而来 将陆木团团围绕 见到这个场面 陆木也彻底猛逼了 他一脸黑线 自己法师的地位 在众人眼里 已经根深蒂固了 那个 这件事 我也是无能为力 如果节目组被收回授权 我也只能受遗憾 但他们发生灾变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 陆木无力地解释着 但是 所有工作人员连连点头 对对对 跟你没关系 木哥 这次你唱什么歌 所有人眼巴巴地望着陆木 一脸蹊跡 就好像确定了 陆木只要一开口 就会发生点什么似的 陆木也无奈了 苦笑一声摇头道 唱什么歌曲 还要是情况而定 但有一点肯定 依旧是原创 现场众人一阵喧哗 陆木又接着道 不过 大家都别误会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歌手 真没你们想象的那个能力 对对对 大家赶紧安排工作 陆法师马上要登场了 一群选手脸色一喜 瞬间感觉动力就来了 我特吗 见到众人这个状态 陆木已经彻底无奈了 然而就在这时 身旁一道压得很低的骂街声传来 八嘎九路 陆木一愣 下意识转过头看去 顿时看到门口方向 一个身材不到一米六的男子 穿着西服 打着领拜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这位是樱花天选巨星 总部那边派遣过来的监察 好像叫什么 钟墨新一 陆木身旁 一个工作人员赶忙低声提醒 监察 过来监督节目组的吗 陆木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 樱花总部那边这么重视 竟然特意派人过来监察比赛 看来接下来的比赛 应该不会平静了 木哥 您小心点 这小樱花不是省油的灯 昨晚到的节目组 一直都在找麻烦 那名工作人员又提醒道 知道了 陆木点了点头 你就是陆木 这时 那名樱花小监察又开口了 我是 陆木点头笑道 监察默默上下打量啄陆木 在他来到节目组之前 就听闻了有关陆木的某些传闻 当然 有关那些传闻 他是根本不信的 怎么可能有这么神奇的人 唱歌就能引起灾难 简直就是胡扯 此时 看到了陆木 更加确定了心理的想法 很普通的一个人嘛 除了长得帅一点 但也没达到 自己这么英俊潇洒的地步 钟墨星一开口 突然问道 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这一轮 打算唱什么歌曲 陆木笑着回应道 监察大人 唱什么歌 还没想好 而且 唱什么歌 应该属于隐私了吧 不方便现在透露 八嘎九路 你的 嚣张的干活 监察脸色瞬间变了 开口就是一顿呵斥 陆木 监察大人在问你话呢 你就这个态度 你有没有素质 懂不懂得尊重领导 你算什么东西 这次开口的 不是钟墨星一 而是跟在他身边的 一名龙级工作人员 表现出了一副 十足够的狗腿像 你又是哪头 陆木看向这名男子 一脸冷漠问道 你 这名狗腿子 顿时面露怒涩 不过 就在他正要开口时 突然听到身旁的 钟墨星一开口了 你不用管他是哪头 也不用管我是哪头 总之 之后的比赛 你规规矩矩一点 要不然 对方龙国语很拗口 但完全能正常交流 只是有些词汇并不懂 比如 哪个和哪头 他并没有听出 陆木是在骂自己 扑 现场 很多工作人员笑了出来 那名狗腿子 脸色铁青 只有钟墨星一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自以为放了一句狠话后 就一脸冰冷地盯着陆木 大家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救各位 突然 导演李凯 匆匆冲了进来 他先是感觉到气氛不对 紧接着 看到陆木 还有钟墨星一面 对面站立的时候 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连忙跑了过来 打圆场道 钟墨军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嗯 钟墨星一旦旦 瞥了一眼陆木 然后头微微一抬 便朝着外面走去 让这个人 小心一点 是是是 您亲自过来监察 这群小哈拉米 肯定不敢做小动作 那名工作人员 脸上带着比蛇天狗 还要谄媚的笑道 游戏 不错 这边的节目组里 只有你这么一个懂事的人 就连那个李凯 也是个顽固不化的老东西 这次回到樱花总部 我就通知那边 要求这边必须换导演 这名监察看了一眼 这名工作人员 满意说道 那您看我 你很好 但我樱花人最注重的是能力 公平 如果你能力没有问题 可以考虑 好好好 这名樱花监察文言 看了一眼舞台方向 此时 舞台灯光亮起 新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 周末星一突然想到 在龙国内 与陆木有关的某些传闻 脸色冷漠笑道 我倒看看 这个陆木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法 感谢选手于明争的演唱 非常精彩 下一位选手 我相信朋友们 已经期待很久了 有请 我们的原创音乐人 陆木出场 伴随何久清亮的嗓音传来 宣布了下一位出场选手 陆木 哄 当声音落下的那一刻 嘉宾席上 所有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与此同时 直播间内的网友们 更是爆发珊瑚海啸般的呐喊声 陆法师出场了 终于到陆法师了 陆法师 这次唱什么 管他唱什么 想唱就唱 要唱得响亮 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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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催更 第38章 画风行万里 听着法师的绰号 算是坐实了 陆木也很无奈 他接过话筒 缓缓走上舞台 与此同时 系统的任务 也在这一刻 终于下来了 请宿主选择参赛作品 您的选择如下 一 弥若成风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十亿奖金 且附加大风天气异能 二 龙卷风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五亿奖金 且附加龙卷风一道 三 画风行万里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一亿奖金 且附加超级龙卷风一条 标注 龙卷风将在宿主所在地点起风 以每秒百里速度行驶 风力每30秒钟提升一级 并且直径上线为 以落地城市为中心的三分之一为半径 看到前两个歌曲一切正常 附加正常特效 看到第三个的时候 附木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 系统又在整势了 不用想 这肯定又是个灭城级别的龙卷风 但附木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他就算晋级 也只能获得一个亿的奖金 不过 无所谓了 反正有了系统 他还差钱 附木果断做出选择 选择三 画风行万里 定 宿主选择画风行万里 触发逆天悟醒 随后 伴随着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强势塞进了他的大脑 瞬间 附木也理解了画风行万里 这首歌曲的唱功 唱法 看着附木走到一半 突然发呆 身旁工作人员小声提醒道 附法 附先生 到您上台了 好好 附木反应过来 发现自己的装束没变 心里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突然再来个现场变装 吓到众人 只不过 歌曲的优盘 却是出现在了手里 我上去了 你们也准备准备吧 一起加油 附木笑着回应一句 然后迈步走上舞台 啊好好好 木哥 咱都听你指挥 这次是您的专场 看您表演 天灾法师终于出场了 身后 所有人看着附木的身影 不停地点头 欢迎选手 附木登场 随着喝酒的暴沐声 台下传来无比热烈的掌声 现场各种高呼 尖叫 响成一片 尤其是直播间内 网友中的人才 更是五花八门 附神 终于能看附神现场了 我可是特意托人过来的 昨晚跟我老公睡了整整一晚上 才给我这张票 我也想跟你老公睡 附神 今天唱什么 要不要来一场反转地球 大家猜 小樱花今天会发生什么 现场 网络上 网友们热情高涨 激动无比 仿佛附木只要一开口演唱 就会发生点什么 选手附木 你现在已经是21强选手 而且 针对最近的一些传闻 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何久开口道 附木举起话筒 顿时下方瞬间安静 就连直播间的弹幕都要没了 所有人都在眼巴巴地看着附木 等他开口讲话 别说话 附法师要做法了 附木无语 苦笑一声 才说道 首先 我感谢大家 能专门过来支持我 感谢大家对我的热爱 还有 我真不是法师 也不会做法 大家要是玩玩梗 娱乐娱乐 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真的不要相信这些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歌手 只想安静地当个音乐人 种种草 唱唱歌 说真的 樱花那边发生的几场灾难 我也很遗憾 才死了上百万人 对此 我在家也开心好久 但这些 真的跟我无关 不要扣帽子 万一我被樱花那边盯上 不就废了吗 附木一脸真诚地解释 现场的众人 很明显 也都冷静了下来 附木说的道理 他们哪会不懂 但话虽如此 大家依旧希望发生点什么 毕竟 附木每次唱歌 樱花就会发生灾变 有一句话叫什么 你可以相信科学 但玄学也是一门学问 此时 只有周末心意脸色难看无比 尤其是听到附木的话 什么叫才死上百万人 什么叫你 也开心好久听听 这说的是人花吗 那可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啊 而且还是高贵的樱花种族 比你们高贵无数倍 你们是怎么忍心 怎么敢这样肆无忌惮嘲讽的 巴嘎 周末心意一巴掌拍在桌上 顿时引起一道道目光看了过来 樱花人 依依 现在怎么有樱花人啊 我靠 节目组不当人啊 竟然请个樱花人再导施席 樱花口音还是很明显的 顿时 很多人认出 周末心意是来自樱花 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一时间 很多人对节目组 开始弹幕攻击 此时 何久也在耳麦中 听到了导演的指挥 而酒精舞台的何久 也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立刻将话题转移到 这一轮比赛 我们将采取抽签模式 抽到相对应标签的选手 要按照标签上的主题 来演唱歌曲 陆木选手 你准备好了吗 话题回归到正题 无数网友们 也是立刻精神一振 暂时忘却了 周末心意的事情 将注意力放在了陆木身上 相比之下 大家更想看看 陆木下一首歌唱什么 但是此时 抽签唱歌的方式 却对陆木限制很大 因为他要还是继续原创 很可能因为曲枯不够 而被迫放弃 知道了 何老师 陆木走到大屏幕前 看着滚动的大屏幕 不断跳动着图案 等待两秒 陆木突然开口道 停 网友们心中顿时移动 齐刷刷地看向 停止跳动的屏幕上 风 不断吹过这个夏天 你将以什么方式 让你的歌声 到达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 所有人一愣 这个主题似乎有点模糊 但网友们反应一下 也就纷纷反应了过来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主题是 风 风号啊 有龙卷风 太风 狂风 而且 风还能引发海啸 引动地震爆发 还能 楼上别瞎科普了 咱们接下来 就看陆法师如何操作了 陆法师 出征 陆法师 出征 陆法师 出征 第三十九章 我真的 只想安安静静地唱一首歌呀 这是 以风为主题吗 导师座位上 杨幂一脸好奇地问道 这个环节 也是今年刚加的环节 他不太了解 应该是 薛之谦充满期待 想看看 陆木接下来将演唱什么歌曲 陆木选手 你的主题元素是风 有没有想唱的歌曲 啊 陆木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风 画风行万里 是巧合 还是系统 能预测未来 这时 花晨宇看到陆木发呆 冷笑一声 如果没有更好的原创 那就翻唱吧 别硬撑 翻唱也没什么可丢人的 见到陆木的样子 他下意识就以为 陆木是被题目担住了 但是 下一刻 陆木就让他脸色又阴沉了下去 不好意思 我继续选择原创 陆木回过神来 一脸淡然道 不管怎么说 他也得唱原唱 他可以不晋级 可以不要一个亿 但特效一定得发出去 你 好好 你唱吧 花晨宇文言顿时一瞪眼开口道 听到陆木一意孤行 他也是很无奈了 刚刚提醒陆木 他也是出于好意 但陆木 太不是好歹了 而且 他觉得 这次陆木晋级的希望 不会太大 毕竟 这一轮是抽签模式 你就算原创能力再强 你的曲库 每次都能对准标签吗 只要你跑题 那就算你唱得再好 也是可以直接 被判定淘汰的 他也不觉得 陆木能做到 可是看到陆木 依旧一脸自信 花晨宇默默摇了摇头 典型的死要面子 活受罪 听到陆木继续坚持原创 网友们也是立刻喧嚣了一阵 又是原创 木歌威武 实力歌手 叫什么名字 赶紧唱啊 陆法师 赶紧开始你的做法 舞台上 何久健壮也问道 陆木选手 这次可是采用的抽签模式 你也要坚持原创 陆木微微一笑 运气比较好 刚好跟我最近创作的一首主题贴近 不错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能告诉镜头前的朋友们吗 画风行万里 陆木说出歌名 画风行万里 何久重复一遍 顿时所有人都听清楚了 随着网友们一阵沸腾 何久直接宣布道 接下来 把舞台交给陆木 有请陆木演唱他所带来的原创歌曲 画风行万里 樱花国 巫市 此时的这座城市 正在举行一场全网默哀活动 为几场灾难中死去的樱花人默哀 而与此同时 在巫市的自然灾难管理处 这里主管海啸 太风等自然灾害的监测 作为此类灾难频发国家 自然灾害管理处 拥有着世界最超前的检测手段 一名男管理 正在与女助理 进行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两人脸上带着涂红 男管理离场后 又有两名男员工陆续走了进去 嗯 樱花特色 这次还行 超过一分钟了 很厉害了 男管理口中嘟囔了一句 一脸满足地 做到按摩椅上 点燃了一根香烟 就在这时 那两名员工陆续走了出来 三人相视一笑 都没说什么 咚咚咚 男管理的手边 一个电话响了起来 他淡定地谈了谭烟灰 才缓缓地接听了通话 不过 听到电话对面传达的信息后 脸色终于逐渐地难看下去 那边又开始唱歌了 天选巨星 就是从樱花授权的那个节目 唱得画风行万里 但是 跟我们灾难部门有什么关系 听到电话通知 长吉杨二一脸不解 可听到对面的解释 长吉杨二顿时明白了 领导是什么意思 原来 樱花一方一直觉得 这个节目上的 一个叫陆木的选手 有点古怪 每次唱什么歌曲 他们导国就会发生什么灾难 这次唱的 就是有关风的歌曲 领导接到樱花官方通知 怕的是会发生有关风方面的灾难 所以 特意致电自然灾害管理处提醒一番 加强监测 好好 您放心 一定24小时监测 不会有任何的松险 放下电话 长吉杨二冷笑一声 监测 就因为龙那边的一个选秀节目 就这么大惊小怪 选秀节目跟灾害有什么关系 简直离谱 这种谣言野性 看来樱花的官方已经被吓坏了 长吉杨二表面答应着 却根本没讲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过龙网友们真是该死啊 我樱花遭受这么大灾难 他们竟然举国欢庆 一群没有素质 道德同情心的畜生 天选巨星 口中喃喃自语着 长吉杨二同时打开了社交软件 找到了天选巨星频道 天选巨星是樱花全球授权 这个赛季是全球同步进行的 所以 现在不仅是龙国的天选巨星赛区在比赛 还有很多授权的国家都在进行着比赛 而在天选巨星樱花总部官方网站 就能搜到任何赛区的比赛直播 这就是樱花的综艺力量 渗透到了各个方面 他得意一笑 然后直接找到了天选巨星龙国赛区 紧接着点了进去 画风行万里 这什么垃圾歌曲 也就龙的歌曲能起这么低端的名字 龙与乐坛终究是不行啊 不如我英与乐坛 一首原创歌曲 画风行万里 送给大家 龙国 天选巨星的舞台上 今天的陆木 一身黑色西装 戴着暗红色蝴蝶结 手拿着话筒 一脸平静地站在舞台上 不得不说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主角 比如说 此时的陆木 站在聚光灯下 身材高挑 英姿勃发 整个人仿佛自带光环 现场气氛瞬间达到了一种诡秘的寂静 有种高贵 典雅 端庄的贵族气质 众人神词 神网 一时都忘了起哄 这小子 还挺帅 杨幂戳着下巴 打亮着陆木 现在的陆木 在他眼里 就仿佛一个潘多拉魔盒 既充满神秘 又让他寄托着一种渴望 唉 这一次 不知道又要引发什么震动了 我真的只是想 安安静静地唱一首歌呀 不过这次 龙卷风会从我这座城市开始刮起 希望不要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吧 陆木心里嘟囔着 与此同时 伴奏响了 第四十章 起疯了 收衣服了 一段有些悲伤婉转的音乐前奏传了过来 众人瞬间仿佛有一种感觉 那在心底击沉已久的记忆 仿佛被一措渺小的火焰点燃 是一首 悲歌呀 一秒悲伤 这首歌 有点意境 老师座位上 座位对陆木寄托着最大希望的薛之谦 一直认真倾听着 直到音乐响起 薛之谦仔细听了几秒钟之后 眼神也是逐渐亮了起来 怎么说呢 前奏有点好听哦 杨幂跟着音乐 点着头 听着听着 他突然闭上了双眼 你们懂什么啊 这就好听了 花承宇一脸不愤 像看土包子似的 看着杨幂和薛之谦 不屑开口道 我的评价是 不如我这位永远的神 画风行万里 陆木 词 陆木 曲 陆木 编曲 陆木 长笛 陆木 封面 和声 铜声 混音 监制 制作人 一连串的头衔 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没等着众人感叹 为何那一串都陆木的时候 歌声就已经传了过来 就一句对不起 结束当初的约定 你转身离开的毫不犹豫 被遗忘的曾经 又泛起了涟漪 有多可惜 却无能为力 歌声响起 然而 就在陆木 闭着眼睛演唱时 丝毫没有察觉 一道几乎无比微小的旋风 在原地 就在陆木的脚掌之下 骤然刮了起来 这一缕小旋风 从陆木脚边 刮过观众席 刮过节目组大门 然后悄无声息地 往樱花方向刮去 观众席上 有人感受到 一股微风划过 顿时有人惊疑一声 是不是刮风了 这是室内 哪来的风啊 出现幻觉了吧 就是 屋里哪有风 你这也有点太配合陆法师了 不不不 刚刚确实有风吹过去了 我也感觉到了 对 就轻轻一缕 我感受到了 观众席上 有人发出质疑 不过 立刻很多人站出来 表示自己 刚刚也感受到 有风划过 卧槽 法师开始做法了 这就开始了 开始也没用啊 这一小点点的风 吹到樱花国 能有什么用 我靠 罗尚 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魔法 一缕风到了樱花国 没准就变成 十二级狂风了 对头对头 要不怎么叫化风行万里呢 陆法师 从舞台上开始做法 等到到了樱花那边 没准就变成十五六级龙卷风了 台上的陆木 听着下方评论 差点没忍住一个亮呛 从台上扎下去 果然 网友们的脑洞太够用了 竟然歪打正着 猜出了真相 但是这也只是网友们的一句玩笑话 根本就没有人将这句话放在心上 与此同时 这一缕从现场吹出去的风 正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变大着 今天天气真好啊 风和日丽的 小烈 我们出去浇游吧 一辆黑色轿车上 男人深情地对着身旁的女孩说道 好啊 嗡嗡 话音刚落 一股大风吹过 两人只觉得 轿车也随着剧烈晃动了一下 简直比两个人震的时候 还要剧烈 起风了 收衣服了 一个穿着半豚装的油腻胖子 趴在窗台上喊了一嗓子 迅速收起衣服 砰的一声 关上窗户 就把脑袋缩了回去 卧槽 这什么情况 这么大的风 与此同时 这一道风 招摇过市 从市区内 一直从陆木所在的城市 吹到了市区外 并且急速变大 有人听你姓名 我假装着不在意 可心里的伤 已经抹不去 花掉铃的寒迹 等不来你的归气 你看不见我哭红的眼睛 陆木的歌声不断地传来 短短几句歌词之间 只有几秒的功夫 但是这一缕风的传递速度 却很快 很快就从一座城市 到达下一座城市 在一座座城市之间穿梭 等到吹过几个城市的时候 这一缕风 已经变成了狂风 今日十三十三十分 我是将迎来大风天气 市民出行请注意 对此 气象台特意发送预警短信 提醒龙国群众 注意安全 可是却很少有人发现 这一缕风虽然大 但却无法形成破坏力 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很快 就飞速抵达下一座城市 由于这一切 都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分钟内 所以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在龙国全国 同时发生的一般 一缕风而已 并且这一道风 竟然在短时间 变成了巨大的狂风 风力最高 甚至达到了接近八角级 正在前往海岸方向吹去 大方向正视樱花国 然而 此时的外界却并不知道 一缕即将化为龙卷风的巨大灾难 正在从龙国飞速地赶往樱花国 而龙国网友们的注意力 自然也都不在这个上面 因为全国突然发生狂风 所以 各地现在都在报道着狂风预警 所幸 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不过 网络上却一时间炸开了锅 卧槽 全国都在刮风 而且还都是狂风 哥们的 这有点吓人啊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这次轮到龙国了吧 完了 完了 这次灾变 不会降临龙国吧 很多网友们都慌了 要知道 最近樱花国的三场灾变 死了无数的无辜百姓 在全球闹得很热闹 很多人对海啸 火山爆发等各种灾变 可谓是弹枝色变 这个时候 龙国发生这种事 很难不让人往不好的方向去联想 甚至有人直接联想到了 天选巨星 上的陆木 马德 我在看天选巨星 特么的我妈了 陆木正在唱话风行万里 他刚唱 全国就起大风了 绝逼是在做法 这不应该啊 不是陆法师在做法吗 他不能搞我们自己啊 对啊 对啊 卧槽 不会是有别的法师 在斗法 反弹伤害了吧 你特么 严肃点 神特么反弹伤害 一瞬间 发生这种事 龙国网友们沸腾了 同时 很多人涌上浓浓的担忧 全国一起刮风 这明显不正常啊 天气实在过于诡异了 想起最近樱花的几场灾变 发生的后果 网友们突然开始 人人自危起来 第41章 真行万里了 因为就在不久前 岛国可是刚刚发生 三大灾变 灭城及海啸 灭城及火山爆发 灭城及流星雨 这一切都显得很不正常 龙国网友们 更是因此狂欢不止 然而此时 竟然轮到龙国了 那三个灾变 可是灭了整整三座城啊 如今 龙国竟然全国范围发生灾变 想到樱花三成的结局 所有人都骂了 一股浓浓的恐惧感觉 弥漫在心头 而就在龙国网友们 人人自危的时候 有人却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哈哈 笑死我了 小龙龙们 听说你们刮风了 哇哈哈 不要怕 肯定是几十级的大风 游戏 作为樱花人 我给你们几条联系 躺平等死吧 八个 全国刮狂风 听说风力还在猛涨 龙要完了 我们也放鞭炮了 游戏游戏 看到这条消息的樱花们 今晚来我家 你们懂得 结结结 龙国有一句话 叫自作孽不可活 之前不是一直庆祝我樱花灾变 报应来了 好开三 开香槟了 其实陆牧开始演唱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樱花网友 在观看龙国赛区的天选巨星 此时 当然也第一时间关注到了 网页上推送的龙国的新闻 一时间 整个樱花都炸裂了 以他们受灾三次经验来说 这次的龙国 绝必是要倒大煤 倒血煤了 瞬间 樱花们受血沸腾 兴奋不已 终于不止是 他们樱花遭难了 终于轮到龙国了 海啸 火山 流星雨 整整灭了他们三座城 死了上百万人啊 他们不仅要遭受灾难的侵蚀 还要遭受着龙国网友们的无情嘲讽 这些天来 所有人心头始终憋着一股气 此时 这股气 终于要有发泄的源头了 灾变 轮到龙国了 龙国终于要遭报应了 消息瞬间传遍樱花 很多人纷纷赶紧进入直播间 关注着这边情况 赶紧 前排围观 哈哈哈哈 我等不及了 巴嘎 龙国那边报道 龙卷风才十二级啊 还不够大 继续 十三级了 对对 继续加强 游戏游戏 本军今天高兴 助理 去把录影棚的几个优秀的女人 给我叫过来 咱们今天开心开心 巴嘎 楼上带本军一个 说正题 前三场灾变 我樱花灭了三座城 这次龙国全国灾变 要一窝端了 一酷一酷 赶紧开始吧 花生瓜子准备了 我已经忍不住庆祝了 然而 看到樱花网友们的嘲讽 而且直播间 突然冒出来很多樱花网友 不仅各种开喷 而且满屏幕 都是幸灾乐祸的刷屏 龙网友们也怒了 这能忍 就算龙发生灾变 那也不是一群小樱花们 能随便嘲讽的呀 去你马 滚你马的血葫芦 大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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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棍子星号星号星号你马 你全樱花来为官 哈哈 小樱花要为官是吧 来来来 把你媳妇带过来 老子给你表演一把 什么叫做AR 我星号星号星号 你个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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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个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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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说什么了 一句话被和泄的 只剩下个开头 不得不说 轮口土莲花的功力 龙国网友们 向来都是这么直白 朴实无华 虽然粗俗 但也是最简单粗暴 最能遏制敌人生态的最好办法 但是也不得不说 龙网友们的心态 此时也是崩了 毕竟即将受灾 每个人心里都无比忐忑 只能靠这种方式发泄着 然而 樱花网友们的心态却很好 直播间内一片祥和 欢天喜地 因为 他们都知道 接下来的这一幕 肯定会让他们高兴 所有人都期待无比 游戏 怒了 怒了 龙网友们怒了 这代表 你们输了 结结结 怒了 就代表他们怕了 真是期待啊 期待着龙卷风 将整个龙国大陆掀翻的场面 龙网友们 将你们龙国的女人 送到樱花岛上来 你们也不想 所有的龙血脉 都被团灭吧 此时 直播间内混乱一片 各种骂声 吵闹声 混杂成了一片 而在龙国的那一座舞台上 那个男人 还在默默地做招法 我画风行万里 越过大海找寻你 你却似一场雨 落入了我的心底 关于我的一切因你 才风和日历 你怎么很下心 把我丢在黑夜里 当我画风行万里 这一句歌词 又一次想起的那一刻时 这一缕风 已经到达了海岸线 准备飘洋过海 如果再次登陆 就将登陆到樱花国的地面之上 八嘎 前排围观 坐等狂风 长到二十级 前排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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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龙国 气象播报 龙卷风预警已解除 目前十余城市风向转移 形成龙卷风 目前风力十二级 还在持续增加 并且朝着沿海方向移动 气象部门将实施监督 看到狱警解除 网友们都愣住了 解除了 太好了 吾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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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还以为龙国要废了呢 感谢佛祖保佑 吾吾吾 哈哈 老子就知道 龙国气韵加深 不会遭受灭顶之灾 那群扒演的小樱花们呢 让你们失望了吧 哈哈 估计这群小樱花 此时正骂骂咧咧的摔家剧呢 龙网友们担忧消失 紧接着又开始有心情 有组织纪律的反喷樱花们 见到危机狱警解除 樱花们自然也是失望无比 刚刚那么大的风力 怎么就突然消失了 这不公平啊 不符合套路啊 按照樱花国发生的套路 接下来 龙国不是应该受灾 接受毁灭性的打击吗 就这 然而 就在这时 龙国气象台又发布一则震撼性消息 直接震撼了龙国和樱花两地的网友们 检测到龙国沿海城市 形成几股强大气流 预计将形成几十条龙卷风 龙卷风移动方向 樱花国 纳尼 求催更 多谢多谢 第42章 纳尼 小丑又是我自己 不仅龙国网友们 樱花网友们也猛逼了 这特么什么情况 什么操作 这些狂风竟然跑到沿海城市 然后变成了龙卷风 往樱花国去了 樱花网友们彻底猛逼了 而反应过来的龙国网友们 则是一个个兴奋不已 卧槽卧槽卧槽 龙国各地的气流 竟然去沿海城市集合 组团去樱花了 虽然很爽 但我还是想说 这特么也太神奇了 哈哈 还以为龙国要受灾了 没想到扛下所有的 依旧是樱花们 我笑妈了 我就想知道 现在的樱花们是什么反应 刚刚在线为官 等着龙国受灾 现在可倒好 原来小丑就是自己 此时 面对龙国网友们的嘲讽打击 樱花网友们已经无力反击 所有人已经彻底傻了 因为灾难主角 又变成了樱花国 正如龙网友们所说 这一把的小丑 依旧是他们自己 龙卷蜂们 到哪了 我要目送小可爱们 安全抵达樱花战场 哈哈 加一 一处海岸线 渔民艳娼衣穿着捕鱼服 坐在一艘小鱼艇上 嘴里叼着一根樱花特有烟卷 外表看上去 非常的豪放不羁 正在疯狂捞鱼中 只见这名渔民一往下去 都是一群很小的鱼苗 根本看不到大鱼 八嘎 禁鱼期结束了 怎么还看不到大鱼 一个冬天过去 这些小鱼 早就应该长大了才对 燕昌仪一脸不解 看着网上的一条条小鱼苗 脸色也是难看无比 要是连禁鱼期都是这个收获 那恐怕这片海域 可能真的就没有大鱼了 到了那个时候 他可能就要失业了 作为樱花国男人 失业意味着失去一切 毕竟在樱花国 女人只崇拜 能赚钱养家 有能力的男人 然而 就在燕昌仪一脸郁闷的时候 他忽然抬起头 瞥了一眼远处 这一眼 他整个人顿时一惊 只见远处的海面密密麻麻 竟然是一片鱼群涌了过来 鱼群黑压压一片 根本看不到镜头和边界 只能看到一片黑云翻涌般汹涌过来 同时成片的鱼儿跃出水面 即便见惯了场面的燕昌仪 也忍不住心头一震 但他迅速反应过来 立刻将船上的两张大网下到了海里 很快 当鱼群越过他的渔船 一条条肥美的大鱼被网了进来 很快 一艘鱼船上就装了满满一船的大鱼 游戏 真是个丰收的季节呢 回去又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回到巫室 吃些什么庆祝一下比较好呢 三幼幼 苍天空 真是难以选择呀 燕昌仪一边捕着大鱼 一边歪歪地畅想着 即便巫室禁于气刚刚结束 像这么丰收的情况也很少见 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这么多大鱼往这边跑 刚刚还被喜悦冲昏头脑的燕昌仪 突然意识到不对 他猛然抬头 顿时看到远处一条条龙卷风 没错 就是一条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三十条 他瞪大眼睛 一条条龙卷风 竟然矗立在海面上 卷起了无数条龙溪水 场景壮观无比 龙溪水群在海面拔起 在海面上飞速地移动着 龙卷风 怎么 怎么这么多 燕昌仪瞪大眼睛 这一刻 他甚至都忘了恐惧 好几十条龙卷风 一起在大海上狂奔 这是什么场面 壮观到无法想象 不用说千载难逢 万古以来 也不一定能见到 可是今天 他见到了 巴嘎 这是 从龙国过来的 完了 得赶紧向陆地汇报 这是燕昌仪 在被龙卷风吞噬前的 最后一个念头 紧接着 只有短短几秒钟过去 燕昌仪瞬间被吞噬 没有任何痛苦 没有任何悬念 更没有任何机会 去通知樱花国有关部门 这位亲眼见证了 龙卷风群赶路的第一人 就这样沦为大海的孩子 长吉阳二正在电脑桌前 看着屏幕上的综艺直播 画风行万里 扫得死内 这是什么破歌 一听就是烂歌了 难怪 龙国的乐坛越来越烂 还在我樱花近乎 唉 扶不起的小龙人 此时 当看到自己需要监督的主角 陆木出场的时候 长吉阳二 原本还带着几分兴趣 不过 当听到这首歌 他一脸冷笑地摇头 脸上始终带着不屑 不论是在VA界 还是于乐圈 他樱花人都是一马当仙 走在世界的前列 试问一下 放眼全球 谁有他们会玩 领导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吗 一群臭鱼烂下 还有这群龙网友们 不管他们怎么骂 我们的天选巨星 依旧这么火爆 这么有影响力的节目 他们根本创造不出来 只有从我们这里 购买授权权限 不过 龙网友们的素质 是真的低啊 长吉阳二摇了摇头 而对于龙国网友们的态度 他更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别人辱骂自己 那是别人素质低 自己生什么气 然而 让他高兴的还在后面 就在画风行万里 这首歌演唱开始没多久 龙网友们 还在幸灾乐祸的时候 龙国全国 竟然突然刮起了狂风 而且越来越大 越来越离谱 哈哈 游戏游戏 这个叫陆木的 果然名不虚传 一唱歌就有灾变发生 不过 终于轮到龙国了 报应来了 原本懒洋洋 躺在沙发上的长吉阳二 立刻来了兴趣 赶紧正直了身子 然后用手机 开始搜索龙国各地的情况 和大部分樱花网友一样 他也在等待龙国那边 被灾变摧毁 当看到龙国各地 龙卷风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已经兴奋地要跳起来 恨不得立刻看到 龙国册摧毁的画面 然而 就在这时 忽然电闪雷鸣 窗外的天气 迅速暗淡了下去 长吉阳二向外看去 只见整个城市的上空 都被一层乌云笼罩 世界仿佛坠入深渊般黑暗 该死 怎么突然下起暴雨了 长吉阳二低骂一声 但却丝毫不影响他观看的热情 碰 突然 一名穿工作服的人员匆匆进门 几乎是连滚带爬 惊恐无比 龙 龙卷风来了 第43章 现代修仙的樱花们 怎么了 大惊小怪的 长吉阳二眉头一皱 有些不满道 阳二军 不好 不好了 怎么不好了 这不是好好的 龙卷风 长吉阳二冷笑一声 龙卷风到处都是啊 都在龙国 过不了多久 就要把龙国摧毁了 坐下来一起观看 不 不是 那人脸色惨白 说话都结结巴巴着 这里您快看这里 那人取出遥控器 将身旁一个大屏幕打开 随着大屏幕亮了起来 一组数据 出衷在液晶屏幕上 距离 500海里 龙卷风风力 登陆时间 这是检测中心 检测的实时画面 能够随时检测 数百海里外的海鲜 龙卷风等自然灾害 此时 看到数十条龙卷风 浩浩荡荡 飘扬过海 直奔倒国而来 长吉阳二先是愣住了 他又何曾见到过 数十龙卷风一起奔行的画面 龙卷风在樱花国 每年都会来几波 但数十个一起出现 这特么什么情况 猛然间 长吉阳二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他一把抓住工作人员道 这个方向 这是从龙国过来的 对 对 龙国全国龙卷风 但是 这些龙卷风 现在都往樱花岛方面来了 这名工作人员都要哭了 想到前不久三个城市的结局 他都要吓尿了 巴嘎 从龙国跑来的龙卷风 长吉阳二骂骂咧咧 脸都黑得不行了 那些龙卷风 特意从龙国跑到樱花来了 此时此刻 全樱花国的网友们 可是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龙卷风席卷龙国 摧毁龙国呢 然而 这玩意 硬生生从龙国跑到樱花国来了 能不能不这么离谱 他突然想起 陆木的那首歌 画风行万里 想到这里 他浑身汗毛倒数 怎么这么应景 怎么又应景了 之前他不信 但是现在 他也不得不信了 赶紧通知下去 让乌城人员赶紧撤离 长吉阳二连忙呕吼着 让工作人员赶紧部署防护措施 来不及了 预计 预计不到一分钟 就登陆了 登陆对点在乌城 什么 在乌城 长吉阳二一下子 从座位上蹦了起来 整个人全身汗毛都炸了起来 他都傻了 好端端的 刚刚还在坐等龙国 被摧毁 怎么突然就跑到樱花国来了 就特么离谱 龙卷风群 即将登陆 目标 樱花国乌城 此时 龙国网友们 很多人正在观看樱花这边的直播 有人为了蹭热度 直接在乌城开启了直播 也有人知道跑不了了 干脆把直播开启 打算直播自己的死亡过程 所以 直播间内也有很多龙国的网友 三 二 一 伴随着所有人 喊着倒计时 终于 在龙国网友们的护送下 龙卷风们顺利登陆了乌城 快跑 乌城 长吉阳二 此时也顾不上别人了 直接冲出屋子 跌跌撞撞 如一头丧家之犬 只想着自己赶紧逃命 这群龙卷风飘扬过海 按照这个速度 很快就要抵达了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快进避难所 然而 下一刻 嗡嗡嗡 八达九路 只见远处 数十股龙卷风 几乎与天穹连接 抵达了乌室 一条 两条 三条 第一波 整整十来条龙卷风 抵达了乌城 紧接着 一股狂风汹涌而来 植被被摧毁 地皮被揭开地面飞到天上 城市的很多建筑物 瞬间被摧毁 狂风裹挟着建筑物 在空中飞了起来 从登陆的海岸线地点 开始扫荡着这座城市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还有一段距离 长吉扬二等人 就感觉有一股恐怖的气流 汹涌了过来 砰砰砰 长吉扬二 直接被掀翻 他狼狈地爬了起来 像一条狗一样 往外跑去 见到整个灾难部的 几百名工作人员 惊慌失措地到处乱窜着 很多身材矮小的小樱花 被吹得在风中凌乱着 巴噶呀 巴噶 快跑啊 呜呜 一酷一酷 麻辣隔壁的一酷啊 哑妹妹蝶 倒在地上 随着龙卷风靠近 风力越来越大 昏暗的天空下 庞大的气流汹涌 携带着废料 建筑等各种废料 狂卷而来 很多身材矮小的人 甚至直接被吹得 在空中到处乱飘 跟现代修宪一样 吃吃吃 恐怖的建筑 石头等垃圾 也在空中飞舞 很多人被砸中 直接被砸碎 或者被切成好几段 天空中下起了一阵血雨 还有一些尸体 以及血水 随着龙卷风 一起翻涌席卷着 原本普通的龙卷风 已经变成了血色龙卷风 惨叫 哭喊声连成一片 我画风行 万里飞过千山找寻你 你却四亿轮月高 挂在遥远天际 我眼里的风景 等着说给你来听 而你撕那泡影 消失在我世界里 台上 陆木依旧在动情现唱着 薛之谦随着音乐点着头 杨幂则是认真拍着手 花晨宇还是那副表情 不服 鄙夷 还有一些嫉妒 因为 他当然也听得出来 这一首画风行万里 虽然有点网络歌曲的意思 但完成度很高 真的很好听啊 台下观众们 则无比兴奋 不仅是好听 因为所有人听着歌的同时 也在观看着舞台上的一场直播 没错 为了蹭樱花那边热度 李凯又主动连接了那边的状况 还别说 画风行万里这首歌 又双若拙特么的 跟这次的灾变重合了 最离谱的是 陆木这首歌叫画风行万里 这群龙卷风还真就行了万里 前往樱花国 这都能被碰上死 你说陆木不是法师 谁能信 此时 那名樱花监察员也脸色难看得吓人 节目组连接樱花那边直播 他并没有制止 因为他也想看看那边状况 卧槽 龙卷风我见过 一群龙卷风 也太爽了 尼玛 真就画风行万里了 不会这要巧吧 这你说陆木没做法 我都不信 完了完了 陆木法师身份实锤了 关键是 你们还记不记得 上次火山爆发 只要陆木唱到高潮 爆发就剧烈一次 直到最后达到巅峰 这次好像也是这样 仔细观察一下 第44章 大自然在修复Bug 握了个日 快看天上 到处都是樱花尸体 龙卷风都变成血色了 直播灾难大片 爽啊 就在众人说话间 突然有人惊呼 卧槽 快看 龙卷风都变成血红色的了 众人纷纷看了过去 此时 龙卷风只有十来条 天上到处都是小樱花们在飞 地上 也到处都是 只不过很多都残破不全 有的被席卷到天上的废料切碎 甚至硬生生被强悍的锋利撕碎 这场面 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只看一个小时就够了 真特么下饭 我再吃一碗 然而下一刻 陆木接下来又到达了一段高潮副歌 把原本就嗨翻天了的网友们 瞬间又送上了更高的一波高潮 只听舞台上 陆木提高声音道 有人听你姓名 我假装着不在意 可心里的伤已经抹不去 花雕灵的寒迹等不来你的归气 你看不见我哭红的眼睛 我画风行万里 越过大海找寻你 轰轰轰 这十来条龙卷风 刚刚登陆 横推巫室 紧接着竟然又出现了十来条 再次登陆到地面 王德发 又一波登陆了 牛批 再牛逼的灾难大片 也拍不出这个效果 主要是 咱对樱花们有特殊感情 所以有bug加成 怎么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龙卷风 难道真的是天要灭樱花吗 樱花 樱花这边 长吉杨二哭了 此时他刚刚屁滚尿流的 跑进地下避难所 看着这股狂风汹涌 他已经彻底骂了 这种程度 这个灾变发生的速度 他们连防护都来不及 快跑啊 呜呜 终于成功跑进来了 还有人陆续逃进避难所 众人哭着 嚎叫着 因为他们的亲人 朋友 都留在了地面 根本来不及逃 就被龙卷风给卷走了 你却似一场雨 落入了我的心底 关于我的一切因你 才风和日丽 你怎么很下心 把我丢在黑夜里 丢你妹啊 此时 还身在直播间 观看陆木演唱的樱花们 都觉得毛骨悚然 他们也在观看巫室那边直播 他们发现 跟流星雨一样 只要陆木唱到高潮部分 龙卷风也会达到高潮 这 我画风行万里 飞过千山找寻你 你却肆意轮跃 高挂在遥远天际 此时 陆木再次唱到 画风行万里 飞过千山去找你 话音刚落 呼 二十条龙卷风一起发力 风力骤然加大 一个三秒加速 几乎就在一瞬间 风力就达到了恐怖境地 与此同时 二十条龙卷风 也直接暴涨 每个直径都达到百米 高接近千米 并且时速达到百公里 不过 速度虽然是百公里 但虽然以极快速度 在某一固定区域来回扫荡 哄 一栋栋大楼被撕碎 地皮被一层又一层地揭起 几吨重的汽车 也是被轻易卷到空中 被卷起的人 一碰就碎 也被风撕碎 就像一颗颗血红的气球般爆了 景象恐怖无比 现在风力是多大 看着监控下的灾难现场 长级羊二滩坐在地上 脸都白了 根据划分应该达到了13S的级别 关键是 不长你看这些龙卷风 他们好像长了眼睛一样 来回在固定区域扫荡 根本没有远离的意思 文言 长级羊二崩溃了 龙卷风通过移动 风力才会被迅速消耗 从而逐渐变弱 但是 看着此时屏幕上的龙卷风们 竟然在乌城距离海岸五公里之内来回扫荡 而且风力越来越大 仿佛不将那一片彻底粉碎 就不走了的架势 这特么什么鬼 所有人都被吓尿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们 不过 龙卷网友们现在别提多爽了 我粗 好爽 比透一把还爽 哈哈 老天有眼啊 老天有眼 天选巨星舞台上 看着深情演唱的陆木 所有人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都说是不过三 算上这一次 陆木已经是第四次做法了 而且越来越离谱 他说跟他没关 他们也知道相信科学 但这怎么解释 不可能所有巧合 都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吗 而且这些巧合 一个比一个离谱 众人心头 忽然涌上一种感觉 陆法师可能真的有某种特殊能力 特么的 不管怎么样 多发生点这种灾难是好事 节目现场 有一名观众这样开口 立刻 很多人纷纷响应 天天跟过节似的 哈哈 就是 这群小樱花 竟敢缺大德的事 现在这算是遭报应了 比人不敢苟通 我倒是觉得 大自然这是在修复bug 本人张大炮 向陆法师申请 在地图上清除樱花 加一 加一 杨幂看着舞台上 陆木那道身影 他突然看向薛之谦 两人心头同是震动不已 老薛 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会做法 杨幂小声问道 我不确定 老薛摇头 向来搞怪的他 此时也一脸严肃 他们是导师 所以对陆木歌曲更为关注 但也正因为如此 更能体会到 这几场灾变的离谱性 花尘宇在一旁 低着头 眼神闪烁 这小子不可能总是巧合 难道这小子 法术真的比我厉害 不对 真的会做法 这妖牛批 以后要不不招惹他了 万一在个小人 给我下个酱头啥的 我事业毁了事小 没准小命都保不住 但就这么放过这小子 慈子一直跟自己装逼 慈子不除 不甘心啊 此时 花尘与大脑飞速运转 CPU都要烧坏了 此时 各方群众都有着不同的想法 而长吉杨二等人 躲在避难所内 也并没有放松炸了 此刻 所有人被一股浓烈恐惧笼罩 因为在视频中 那片区域地皮一层层被刮飞 看那个深度 要是刮到他们这里 就算躲到避难所 都得被揭开 求催更 另外 说一下错别字问题 不是错别字 之前写的二十多章 一直被和线 所以修改了很多 按照原来的 比现在爽很多 但是没办法 后来连龙 裹两个字都不让出现了 没办法 你们会发现我总用别的拼音 或者错别字代替 我也很无奈 我尽量写的狠一点吧 总之 既然是灾变题材 最后大灾变到来的时候 某岛是一定要被灭G的 然后是漂亮G 但很可能在某岛被灭的那个时候 这本书就要没了 但是没关系 谁让咱是主打爱国呢 前面写的舒服 你们看着舒服就行了 后面的 我尽量把控一下尺度 第四十五章 背国人 巴嘎 这群该死的龙网友 明明是他们的龙卷风 竟然跑到我们这来 分明就是挑衅 这群该死的龙人 长急杨二面目猙獰 恶毒的咒骂着 这群恶人的龙人 呸 下等人类 巴嘎 早晚杀了他们 其余人也一样 直接把锅甩给了龙国网友们 并且一提到龙国 众人就像是找到了发泄对象 各种恶毒语言 各种锅就开始甩 在他们眼里 这龙卷风 都是从龙国刮过来的 那就是龙国的锅 我眼里的风景 等着说给你来听 而你撕那泡影 消失在我世界里 轰轰轰 又十几条龙卷风 登陆了樱花网友们见状 全都骂了 就在这时 之前的二十条龙卷风 也终于不在原地徘徊 往前行动了 轰轰 风卷残云 排山倒海般向前推进 又推进十公里 这一次又开始来回扫荡 而新登陆的十条龙卷风 则也是开始在之前的那片区域 继续扫荡 巴嘎 又来 伊库伊库哑妹妹蝶 然而 此时的场面 根本不以他们的意志力为转移 他们 也只配能成为 风中凌乱的小樱花 被龙卷风撕裂 被跟废料在一起 混成一滩肉浆 我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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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碰碰 碰碰碰 连续三条再次登陆 而且众人发现 越是后登陆的龙卷风 风力越大 咔嚓咔嚓 厚厚的地皮 被一层层揭开 看得人头皮发麻 避难所内 长急扬二恐惧了 怎么办 二军 避难所好像挡不住啊 哦 见到这个场景 众人又开始哭了 一个个尖叫出声 因为他们看到 那龙卷风群摧毁了那一片后 竟然又开始向前移动了 众人都骂了 这玩意长眼睛了 就像是有人在操控一样 而且 非常的有秩序 有节奏 前面的扫荡完了 后面的陆续登陆 继续接班 这特么什么情况啊 到底 只是 他们来不及想太多 更没有时间逃走 其实只是短短十几秒的功夫 这二十多个龙卷风就席卷到了他们的地表上方 轰轰轰 终于 他们这片区域的毁灭之路开始了 龙卷风席卷 不仅建筑被摧毁 汽车被刮到天上 就连大地也在轰轰地震动着 龙卷风轰击在避难所的牢靠大门上 狠狠地拍击着 长急扬二等人通过监控视频看到 地面上的地皮被一层层地往上接 如同一张张地毯一样 大地不断震动 与此同时 恐怖的风力也将狂风顺着地皮灌了进来 众人尽管是在地下室 也感到脸颊被吹得一阵生疼 但这恐怖的场景 远远不止他们所看到的这样 因为从樱花国直播间 还在龙国直播间能看到 这些龙卷风 速度 直径 风力等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在极其恐怖的速度暴涨着 乌城这是又要被灭亡的节奏啊 我们可能也要完了 长急扬二坐在避难所监控室 这是自然灾害部特有的避难所 在这里 也是能够看到外界的一切画面 还能进行检测 此时 看着屏幕上检测出来的各种数据 长急扬二绝望了上次流星雨 如果说是万年不遇 那特么这个龙卷风 那也差不多了 谁家刮龙卷风 是几十个一起刮的 都是一个个过来 那已经足够造成很大损失 可是现在 乌城完了 我不想死啊 雅妹妹迭 很多人哭嚎着 哄 突然 避难所天摇地动 仿佛发生大地震一般 那巨大的大铁门 也像是有什么在被撞击着一般 再经历了一阵轰轰巨响 大铁门就被一下子轰开 并且 一股恐怖的风力吹了进来 瞬间将铁门撕裂成一片片铁片 铁片如同利器 向四方狂飙 啊 Oh my god 不对 八大 四五个小樱花 有男有女 被铁片打中 瞬间被穿透了身体 有两人惨叫都没发出 就倒地惨死 剩下三个人倒在地上叫了两声 又抽出两下 就没有了动静 瞬间 上百人的避难所乱了 龙卷风太恐怖了 躲到地下 竟然都不管用 别慌 地下很安全 龙卷风群每次移动换位置 是三十秒 咱们能坚持得住 大铁门碎了 是因为气压太大了 我们一定能活下去 给龙国那群网友看看 我们可以的 长吉扬二说 这话的时候 自己都没有底气 心虚无比 但他现在是主心骨 必须装作一副 没事人的样子 要不然 就真的一点 没有希望了 果然 听到他的话 现场的人确实平静许多 对对对 二军说得对 他经验丰富 一定不会骗大家 而且 龙卷风而已 没有想象的可怕 哪有火山 流星雨爆炸可怕 加油 加油给龙网友们看看 活下去 等我们活下去 一定去龙国狠狠地 pangy他们 众人互相加油打气 同时 他们也是知道 这个避难所 可是自然灾害部 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建设的 龙卷风 海啸 火山爆发 都能挡得住 应该没有问题 龙卷风的主要作用力 是在地面 也许能摧毁一栋房屋 能将一棵参天大树 连根拔起 但一定拿地面之下的东西 毫无办法 我画风行万里 越过大海找寻你 哄 又十多条龙卷风登陆 至此 四十多条龙卷风集体登陆 并且 以乌城海岸的一侧为边界 一路向城市另外一侧横推 你却似一场雨 落入了我的心底 关于我的一切 因你才风和日历 咔嚓咔嚓 陆木的演唱在继续 龙卷风扫荡也在继续 破坏力与秒俱增 如果从卫星画面去看 就能看到又壮观又恐怖的一幕 龙卷风群所过之处 建筑物被摧毁 一块块无比巨大的大地地皮 也整块整块地被揭开 你怎么很下心 把我丢在黑夜里 咔嚓 一声恐怖的撕裂声响起 二军 你快看 快看屋顶 第四十六章 先退赛 保命要紧 突然 一名工作人员指着避难所顶部 双眼瞪的滚圆 众人仰着头看去 只见避难所那刚结构的天花板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摇摇晃晃 像是要起飞一样 上面的地皮 已经被吹没了吗 我们要完了吗 怎么办 我不想死 龙卷 天选巨星 陆木 画风行万里 一定是你们在做法 我们就是死 也不会放过你们 这一刻 长吉杨二想到的 竟然是陆木 他现在宁愿相信 陆木是个法师 所有灾难与他有关 这样 他至少不会死得不明不白 哪怕变成鬼 他也得知道上门找谁 这就是樱花人的思维 即便到了死亡这一刻 脑子里依旧不会悔改 而是会将所有的问题 怨恨都推到对方身上 此时 他也知道 自己多半躲不过这一劫了 我画风行万里 飞过千山找寻米 你却肆意伦愿 高挂在遥远天际 就在众人绝望时 陆木的歌声 也到达尾声 伴随着这一段歌词出口 终于 最后一层地皮被揭开 避难所变成了露天避难所 瞬间 恐怖景象出现在众人眼前 几十条龙卷风横扫 里面都是樱花人的尸体 密密麻麻 没有一句是完整的 一块块 如同镶嵌在画石中的昆虫 我画风行万里 飞过千山找寻米 我眼里的风景 等着说给你来听 而你撕那泡影 消失在我世界里 哄 消失在我世界里落下 长吉扬二等人 瞬间被席卷到了天上 众人一个个尖叫着 冲进龙卷风中 惨叫 惊叫 一个个樱花人身体 被强大的锋利撕碎 长吉扬二也是众人中的一个 在被席卷到天上的那一刻 他心中恐惧 不甘 怨毒 各种情绪汹涌而出 但最终 也抵挡不住龙卷风 强大的撕扯力 咔嚓 咔嚓 他身体断为两段 紧接着 两段身体 又断成了四段 八段 直到死亡 他都没有闭上眼睛 死死瞪着下方的这座城市 他不明白 这灾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龙国 天选巨星 舞台现场 观众们 网友们看着舞台上的那一道身影 一个个都骂了 眼巴巴看着陆木 众人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又团灭了一座岛城 高兴吗 当然高兴 但大家现在已经麻木了 更多的 却是对陆木做法一事的震撼 陆木睁开眼睛 看着台下的嘉宾们 一双双的眼睛 大眼瞪小眼 现场气氛诡异的安静 陆木心里咯噔一下 心头顿时有些沉重 说实话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他真的不想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主要还是怕自己 被拉去切片研究 陆木看着一双双呆滞的眼神 弱弱问道 那个导师 大家们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话音落下 现场顿时翁的一下沸腾了 众人回神 陆法师 法力无边 红服齐天 陆法师 法力无边 红服齐天 陆法师 法力无边 红服齐天 嗖嗖嗖 一边说着 现场嘉宾 一个个骤然站起身来 朝着陆木此至 敬礼 网友们也纷纷从镜头前站起身 甚至有人激动地怒吼着 我特么个大卧槽了 又团灭一个城 简直神了 绝逼不是巧合了 陆木一定会做法 你要说他不会 我都不信 陆法师 一手灭一城 我服了 画风行万里 简直神了 直接从龙国起风 不远万里 跑到樱花岛吹一场 你说 这不是陆法师做的法 法师 您收徒弟吗 我每次透完 都感觉升天了 我是不是也有仙根 楼上要不要脸 照你这样说 我也有仙根 你们要求太高了 我不要做陆法师的徒弟 我就要当狗 就要当陆法师的狗 别人的狗 我都不当 陆法师 你还说你不会法术 导师台上 见到陆木唱完 薛之谦压抑了 很久的激动心情 终于可以释放出来 他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一脸兴奋地看着陆木 不要狡辩了 陆法师 杨幂也一脸震撼地 看着陆木 花晨宇偷偷瞥了一眼陆木 虽然想说什么 但却最终一缩头 什么都没说 陆木当然知道 发生了什么 只是 当他眼睁睁看着龙卷风 从龙国航了万里 进入樱花国的时候 还忍不住震惊了 同时心惊肉跳 这系统 特么不是妥妥给自己招黑吗 生怕人家不往我这方面联想是吧 陆木擦了擦额头 说实话 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他在考虑 唱完了这首歌 要不然歇几场 主动要求被淘汰 别的他倒是不怕 他主要是怕引起樱花国 和漂亮国的关注 要是真被关注了 以两国的手段 不说切片研究 那也得想方设法地弄死他 想到这里 陆木心里有了主动退赛的想法 不过现在 他觉得 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 我知道 一切巧合 都有点太巧合了 陆木挠了挠头 嘉宾 还有网友们 看到陆木开口 顿时安静了不少 法师发言了 安静 不想被扎小人的 安静点 陆木无奈 苦笑一声 我要郑重澄清一下 组织了一下语言 陆木继续道 一切都是巧合 我不会法术 我的职业是 原创音乐人 不是法师 樱花国发生的一切 我也很高 遗憾 但真的与我无关 对对对 跟陆法师无关 我们一定保密 网友们一口同声回答 这 陆木一脸黑线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他知道 有些是越描越黑 算是彻底解释不清了 对此 他退赛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他不想引起樱花国的关注 更不想被漂亮国关注 他怕自由的子弹 打到自己身上来 现在适当狗一下不叫怂 只要他活着 以后有的是机会唱 先对赛 保密要紧 陆木暗暗下了决心 第47章 被降了一军 有请三位导师 开始为陆木选手评分 何久看到现场气氛 有些嗨过头 赶紧控场 回归比赛正题 陆法师 哦不 陆木 你这首歌 虽然有点口水 但曲和调音方面都很好 我觉得无可挑剔 薛之谦真诚赞赏一句 又说了几句自己的看法 紧接着就给出了自己的评分 9点5分 还是那句话 满分是怕你骄傲 杨幂导师怎么评分呢 何久开口 众人纷纷看向杨幂 而杨幂的视线 也是始终停留在陆木身上 文言 他天天一笑 眼神中带着一丝崇拜 道 陆法 陆木 你会不会做法 姐姐不知道 但这首歌 真的很好听 而且 樱花那边的时事MV 也很给力 我给你 等等 就在杨幂要给出评分时 陆木突然打断 怎么了 杨幂问道 那个 蜜姐 你没忘之前 你答应我的条件吧 杨幂一愣 然后反应过来 陆木说的 应该是 爱的公养 那首歌的交换条件 没忘 你放心 就算抛开 那个条件不说 你这首歌足够晋级 所以 那个条件 可以继续保留 杨幂笑了笑 陆木知道杨幂误会了 赶紧解释道 我想让您投我淘汰票 哗 这话一出 顿时所有人恶然 就连花晨宇都猛逼了 参加选秀比赛 还是天选巨星 这样的最火爆的舞台 谁不想晋级 陆木竟然主动要求杨幂淘汰自己 陆木 你要让我淘汰你 你没事吧 杨幂瞪大眼睛 像是在确认道 没事啊 陆木一脸认真 点头道 我觉得 我这首歌 有很大瑕疵 比如 情感 作曲 歌词 我都不满意 陆木一阵胡烈烈 说真的 他觉得这次表演很完美 但总要找个借口 这 你是认真的 认真的 陆木看着杨幂犹豫 又继续道 导师 你答应过我的 要不然 那首歌的版权 我只能收回 文言 台下导演李凯 急忙对杨幂挥手 示意不要淘汰陆木 开玩笑 陆木这么大个热度 他能轻易放弃 但杨幂根本不看他 李凯连忙打开对讲机 对杨幂遥控指挥 杨幂一把扯下反 无奈耸了耸肩 哎 真搞不懂你 他叹了口气 因为他知道 陆木是肯定要被淘汰了 因为接下来评分的 是花晨宇 行 随你所愿 我给出五分 哗 现场再次哗然 杨幂评分结束 轮到花晨宇了 见到杨幂投了淘汰票 花晨宇一脸怪异地 看着陆木 不过 当镜头转移到他这里 他还是冷笑一声 问道 你这么想被淘汰 想 跟你在一个舞台 我觉得有点掉价 陆木也没客气 花晨宇的脑回路有点大 他还真怕 这小子突然给自己投票晋级 所以 他只能刺激对方一下 果然 花晨宇怒了 你什么身份 我什么身份 跟我在一个舞台上掉价 你算什么东西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 在龙语乐坛什么地位吗 陆木无所谓道 对啊 你淘汰我呀 花晨宇脸色一黑 你连对人的基本尊重都不懂 对啊 你淘汰我呀 花晨宇一致 真以为你会做法 我就不敢 你敢 你淘汰我呀 花晨宇脸都黑成锅底了 你特喵的是复读鸡吗 你特喵的 能不能换一句话 嗨嗨 两位 别吵了 赶紧平分吧 薛之谦赶紧找出来打圆场 杨幂也无奈道 别吵了 赶紧平分吧 花花 你要是觉得陆木不行 给他淘汰票就是了 陆木 你也少说两句 陆木点头 可以淘汰我呀 我没有意见 花晨宇 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王德发 你就不会说别的话是吧 真以为我不敢淘汰是吧 十分 晋级 碰 花晨宇直接给了评分 然后 一脸得意加冷笑地看着陆木 想让我淘汰你是吧 我偏不 花晨宇冷笑道 首先 我承认 你唱功确实不错 这首歌也不错 如果我淘汰你 大家肯定会骂我 黑我 这就是你的计谋是吧 你把我想得太弱智了 但很可惜 作为一个天才 我打小就聪明 我才不会上当 陆木傻眼了 完了 竟然被花将了一军 本想着刺激刺激他 没想到起了反作用了 花导师给出满分的成绩 不得不说 花导师作为导师 还是很公正的 我宣布 这轮比赛 陆木晋级成功 听着何久的主持声落下 陆木感觉无比的无力 这时 何久又看向来自樱花的节目监察 钟墨新一 出于礼节 何久问道 请问 钟墨新一先生 您针对陆木选手的这一轮比赛 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希望他被淘汰 钟墨新一一脸阴沉 这是实话 眼看着自己的樱花国遭受灾变 他想让陆木被淘汰 因为 陆木这个人太特么悬了 尽管他不相信什么做法的说法 但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很遗憾 陆木晋级了 何久欠一道 那就继续比吧 我就不信 他真有特异能力不成 钟墨新一冷笑一声 嘴硬道 与此同时 龙国的互联网上 陆木的表现 也是彻底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一次 网友们直接将陆木的表现 跟樱花的灾难联系到了一起 热烈庆祝 在陆法师的做法下 又成功拿下一成 只要想到乌城团灭的画面 我现在浑身都是紧 所以我决定 今晚多交点公粮 你要是不够 我可以帮忙 楼上这位 是不是导过来的间谍 很快 这个话题 也直接登上了各大榜单的热搜上 李呼 豆音 快乐小手等平台 热搜榜第一 并且很多网友 直接将龙卷风的视频 跟陆木的现场演唱视频 剪辑到了一起 结果 神同步 不用拼接视频 因为两者发生的时间 完全一致 网络上彻底热闹嗨了 第四十八章 神秘 樱花国 樱老 受灾四成 已经尽最大努力救援了 这是工作进展 某会议事 一名六巡老者 看着属下们汇报的数据 脸色阴沉无比 巴嘎 看什么 老者将数据扔到桌上 栽变现场我都看了 城市化为废墟 能逃出的人都逃出来了 逃不出的 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还就什么 火山 流星雨 龙卷风 彻底摧毁了几座城 只要没逃出来的 那几乎就是被灾变脱平 这四座城市里的废料储存站 怎么样了 里面的污水装置 有没有被破坏 提到这个 下方的一众长老们 也是一脸严肃 因为基地设置在郊区外 所以受损不大 暂时算是堵住了 但 但是 那名汇报人员心虚道 但设备 本身就老化严重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坚持不了多久 是多久 最多 一个月 老者沉思一下 最后一连冷漠道 准备拟定一下计划 逐步对外界公布消息 一个月后 准备排放 顿时 所有人一惊 但也在意料之中 这些污水 已经储存了十几年 他们早就已经 没有地方储存了 这些年都在硬称 偶尔也会偷偷排放 只是如今 实在扛不住 看来要大规模排放了 这样一来 是肯定瞒不住的 早晚要对外公开 然后早点做出应对措施 一旦开始排放 信号信号那边 肯定会信号信号 我们 老者一挥手 无所未斗 让他们去 这些年 我们储存了这么多年 付出了多少 做出了多大牺牲 我们已经算是 经最大努力了 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现在他们就算发声 又能怎么样 除非是他们出 净化污水的资金 老者说的理直气壮 明明排污水这种事 是很缺的的一件事 然而 在他嘴里 全都变味了 明白了 工作人员点头 另外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各方舆论肯定不小 你拿出一千个亿 多勤点水军 一定要把信号信号压下来 还有我们伟大的 信号信号信号那边 也要打通他们的那边关系 多给一些资金 只要信号信号支持 其余人的发声 就都无所谓了 而此时 外界丝毫不知道 经受了几场灾变后 樱花正在酝酿着一场 更大的 人为的海洋灾难 信号信号科学研究院 陆木的这一场 可以说 不仅震惊的网友 也同时引起的各方的注意 龙科院内 作为信号信号科学界 最神圣的地方 这里聚集着信号信号 很多顶尖人才 不仅有科学方面的 更有神秘能力部门的人才 此时 神秘部门 以一名中年男人为首 下方五名 身穿灰色长袍的老者端坐 人人表情严肃 眉头紧锁 像是在讨论什么 重大事件一样 这里是这个 交入目的全部资料 不要说什么 相信科学的屁话 我们这类人都存在 那么出现一个这样的人 也不足为奇 那名中年男人 淡淡开口 他名叫潘寿明 是龙科院神秘部门的首领 神秘部门对外公开 还有个名字 神学院 一名老者点头 没错 有些人 有些现象 不能以常理度知 先看看资料 都了解一下 这个叫陆木的年轻人吧 中年男人说着 将资料在大屏幕上播放了一遍 正是陆木从第一手 听海 开始 一直到最后一手 画风行万里 一群老者们 有的带着老花镜 有的瞪着眼睛 紧紧盯着屏幕 只是随着视频播放 众人一个个神情 终于发生变化 震惊 惊呼 倒吸凉气的声音 此起彼伏 当视频播放完毕 其中 那名带着老花镜的老者 心头激动地说道 按理来说 这种能力 已经超出了人类潜能的范围 他怎么可能做到 但接连几场灾变的发生 也绝对不可能是巧合 中年男人点头 先不要去打扰他 继续关注就是 不过 这几场异常 肯定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尤其是樱花 还有漂亮国那边 一定要严格监视 万一他们盯上陆牧 一定会使用阴损的手段 跟陆牧所担忧的一样 果然 连续几次的巧合 终于让一些 有关部门的人 关注上了他 天选巨星 节目组 陆牧走下舞台 刚刚坐在休息室 喝了口水 房门被推开 导演李凯走了进来 陆牧 今天表现不错 一进门 李凯就笑呵呵地表扬 导演 陆牧站起身 大概猜到了对方来意 坐坐 李凯示意陆牧坐下 然后自己也坐在了陆牧对面 果然 李凯直接进入正题 一脸严肃道 陆牧 你是对节目组 有什么意见吗 要是有什么意见 你就直说 李导演 你误会了 陆牧知道李凯话里的意思 对方这是在询问 为什么他想 主动被淘汰的事 节目组很好 导师也很好 只是比赛太累了 我不太想继续下去 陆牧找个借口道 李凯闻言 没有回应 沉默片刻 突然问道 听秘密说 你买房了 是 汤城八品的 陆牧没有隐瞒 尽管听说了 李凯眼底深处 还是闪过一丝亚异 看不出来 你条件这么好 也是 不缺钱 也不图名 难怪不乐意继续比赛 陆牧笑道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不感兴趣 李凯呵呵一笑 那个 我就直说了 你现在热度挺高的 说白了 节目组也需要热度 也想蹭你热度 说着 李凯大方说道 你看看 能不能跟节目组 好好合作一把 按照之前想法 他是想蹭一下陆牧热度 然后就将其随意淘汰的 但到了如今 李凯已经不拿陆牧当个棋子 人家要钱有钱 要名有名 现在还有热度 自己没必要去得罪 这样一个潜力股 有些事 还是商量一下比较好 陆牧道 怎么合作 我保你冠军 但你不要气赛 适当配合节目组 吵一下热度 李凯说完 瞥了一眼陆牧 行不行 第49章 神秘嘉宾 我考虑一下吧 陆牧没有立刻答应 冠军 或许在意 但是现在 真无所谓 要是真跟节目组合作了 各方面都难免会有限制 对他来说 没什么太大好处 但李导宁放心 虽然不发生合作 但该配合的 只要不过分 我也会适当配合 陆牧开口到李凯眼睛一亮 多谢 我替节目组谢谢你 陆牧笑了笑 没有多说 然后站起身道 导演 我还有事 可能要暂时离开了 咱们有空聊 好好好 李凯连忙起身 亲自将陆牧送出了门 回到家中 陆牧屁股还没捂热呼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陆牧随意看了一眼 实际上 这几天的电话一直很多 很多曾经不联系的轻狂好友 直到陆牧火了以后 都纷纷打电话 嘘寒问暖 对此 陆牧直接将手机 调成了飞行模式 赵波导师 陆牧皱眉 赵波是他的大学导师 在他上学的时期 对他还算不错 给他争取奖学金 帮助他课外辅导 毕业论文指导 包括毕业之后 也给他推荐了很多 不错的工作资源 在很多方面 赵波对他的帮助很大 进入社会打拼后 陆牧一开始 还能回到学校 去看看这位导师 导年头多了 联系就越来越少 赵导师 陆牧想着 接听电话 很久不联系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小陆 我身体很好 恭喜你啊 哈哈 终于火了 赵波爽朗的笑声传来 谢谢导师 陆牧淡淡笑了笑 上学的时候 你就总想着当明星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你唱的那几首歌 赵波滔滔不绝 说了很多 陆牧也是 频频点头配合 偶尔迎合两句 两人寒暄一阵 陆牧找了一个切入点 直接问道 赵导师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进入正题 赵波声音突然严肃道 陆牧 你放心 导师不跟你借钱 但确实有点别的事情麻烦你 那还不如借钱 就算借钱能借多少 陆牧现在 还真就不差钱 陆牧道 您说 学生能力有限 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赵波文言 有些感动到 小陆 明晚是学校的毕业典礼 学院的很多学生 都很喜欢你 听说你是我的学生 很多人都想看看你 那个 你能不能 过来唱一首歌 这 陆牧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明晚 他确实有时间 但他却不想参加 毕业典礼 肯定人多人杂 他不太喜欢那个场合 但现在导师开口 他要是不去 也不是那么回事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算了 赵波倒没不愿意 不过语气 确实也有几分失落 这样吧导师 去现场 我肯定是去不了 我还要在家练歌 为下一场做准备 陆牧话音一转 又到 但毕业晚会时 您可以献上连麦 我献上唱一首怎么样 赵波文言 眼睛一亮 真的 当然 陆牧笑了笑 唱一首歌 几分钟的事 那就这么定网 明晚八点钟 我准时连你 别静音 嘟嘟嘟 似乎生怕陆牧会反悔般 赵波说完 做迅速就挂了电话陆牧苦笑一声 然后 将手机又开启飞行模式 不过 因为连接了网络 微信依旧能收到消息 陆牧随意看了一眼 没有看到重要消息 就没有理会 他又看了一眼社交软件 发现各种热搜不断 很多有关自己的热搜 这种被关注的感觉 确实不错 难怪 那么多人都喜欢当明星 不过 除了他的热搜 就是樱花国的热搜最多 樱花毁了四成 可以说震动了全球 而且 这一切 都跟龙国的综艺节目的一个 叫陆牧的选手 发生了联系 现在相关八卦满天飞 对此 陆牧也很无奈 还有点心虚 毕竟这是真是他干的 网友们都说是他做的法 那其实也没毛病 不过 陆牧心里没有任何负担 毕竟 死的又不是人 看了一眼银行卡的余额 已经接近七个亿 顿时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七个小目标 怎么花 房买完了 要不先去买个车 毕竟是人生三件套 被贫穷限制想象力的陆牧 尽管现在有钱了 依旧想象不到 这么多钱应该怎么花 第二天晚上 八点钟 陆牧准时坐在电脑前 打开母校的官网 观看着母校的毕业典礼直播 同时 也在等候导师连线自己 登登登 正等待的时候 刚刚结束飞行模式的电话 忽然响了 来电显示 杨幂 陆牧这次没挂断 选择了接听 喂 你终于接电话了 一下节目人就没影了是吧 杨幂的声音带着忧怨 陆牧委屈道 遭受打击了 怎么了 杨幂关心道 没有被淘汰 陆牧叹了口气 杨幂无言以对 你要不要看看 你在说什么 说的这是人话 人家晋级开香兵 你晋级遭受打击 陆牧开口道 如果没事 我先挂了 我有点事 你 等等 我有事 什么事 杨幂道 你还没签约公司吧 我这个人自由惯了 不是太想签公司 说完 陆牧又开口道 好了 有空聊 真要忙了 电脑屏幕上 突然有视频邀请发出 不等杨幂再开口 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一座豪宅呢 陆牧 你竟然敢挂我电话 杨幂握着手机 一脸呆滞地听着盲音提示 他国民女神 谁见了 恨不得多舍天一下 此时竟然被人挂断电话了 就离谱 陆牧进入直播间 顿时引起了整个学院的 毕业生的惊呼声 我靠 这个人 是陆法师 陆牧学哥 竟然来直播间了 这是背景版 还是陆法师的豪宅 真特么豪 研究厅说 陆法师是咱们学院的 竟然是真的 校长说过 要请个神秘嘉宾 没想到是陆法师 陆法师学哥 唱一个 唱一个加一 加一 加一 第五十章 歌曲串烧 以陆牧如今的人气 早就传遍网络了 自然一进直播间 就被毕业生们认了出来 所有人惊呼阵阵 而且 陆牧的出现 也直接触动了平台直播间的大数据 各种推流不断 直播间 人气瞬间飙升 达到了二十万观众 并且还在发酵 直播间人数不断飙升着 欢迎陆法 陆牧学哥的到来 来庆祝我们的毕业典礼 首先 我们恭喜陆牧学哥 比赛晋级 祝福他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摘个桂冠 主持人是一名美女大学生 穿着晚礼服 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专业素养很高 说吧 台下一片掌声 谢谢大家 也没什么才艺展示的 要不然 给大家唱个歌吧 陆牧犹豫了一下 本来不想唱歌的 万一再发生点什么事 他现在想低调点 不过一想到系统 没有下发任务 应该没事吧 陆牧也就放心了 唱歌 好啊 卧槽 陆学哥又要做法了 学哥 我想看龙卷风 流星雨多壮观 比人不敢苟通 我觉得海啸更好看 看着过于热情的 学妹学弟们 陆牧无语 自己法师这个身份 算是逃不掉了 那个 你们想听什么 陆牧问道 台下又是一阵喧哗 陆牧比赛的几首歌 说想听什么的都有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系统提示响起 定 发现阶段性小任务 请宿主演唱下面歌曲 歌曲串烧 听海 加富士山下 加流星雨 加画风行万里 附加效果 海啸加火山爆发 加流星雨 加龙卷风 系统已自动生成歌曲曲谱 坐在镜头前 陆牧愣住了 这特么哪是唱歌 这是自爆 要是单独一首歌唱 发生相对应灾难 可能说碰瓷还说得过去 四首歌一起唱 还能碰瓷 这不就把自己实锤了 不能这么唱 陆牧赶紧在心里问道 能不能不唱 叮 回宿主 不能不唱 不然系统将以自爆的方式 收回悟性逆天系统 这特么是系统 跟灰色会有什么区别 陆学哥 陆学哥 您怎么了 看着陆牧发呆 美女主持开口叫醒陆牧 没什么 既然大家都想听 那我就来一首歌曲串烧吧 陆牧强颜欢笑 心里苦涩无比 话音一落 却是引起了一阵喧嚣 所有人都沸腾了 串烧 卧槽 这个好啊 我还在纠结听哪个 那几首我都喜欢啊 现在好了 还是陆学哥考虑的周到 什么那一首 我都要 就在这时 陆牧将一个U盘 插到了电脑上面 紧接着 悠悠的音乐声响了起来 熟悉的旋律 低沉婉转 带着淡淡的悲伤传来 直播间的观众 立刻沉醉其中 还是那个位 太耐思了 这首听海 我每天交公粮前必听 交公粮跟听海有什么关系 就是喜花啊 听了想起曾经那个她 然后关上灯 闭上眼 眼前就换了一张面孔 就有劲 我现在都要焦吐了 明天我也试试这一招 你们特娘 还真是个人才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说了一句 不知道灾变会不会发生 随便哪个都可以 所有人顿时又嗨了起来 相信陆法师 陆法师会还给我们一个奇迹 我隐约觉得 会发生 而且会很大 你们说 会不会四个灾变一起来 卧槽 要是真这样 我立刻回到家 让我爸妈以后做买卖 不信财神 信陆哥 我立刻去那边观看 说着 竟然真的有很多网友 一边观看着这边的毕业典礼 一边跑到樱花那边 关注着那边的一举一动 主要是关注四个受灾的城市 就仿佛 只要陆木唱歌 就真的会发生什么一样 然而 就在这时候 忽然又有一群不速之客 冒了出来 而且非常的不和谐 八个 陆大神又出来跳了 结结结结 真以为他是神啊 愚蠢的龙国人 小龙子们 你们不得好死 我大英国无敌 上下万众一心 肯定能挺过这场灾变 我觉得 这个叫陆木的 应该给我们樱花国道歉 要不是他 我们能被龙国人嘲讽 这个小垃圾 八嘎九路 大家好 我是樱花公交车 只要你们骂陆木 随意给你们开 地址信号 信号 信号 这群人的身份 不用问 用屁股想都知道 是樱花网友们 顿时所有人都怒了 你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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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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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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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群小樱花掰着什么 丢人布 直接找管理员 给他们送走 卧槽 你唱 你唱啊 我就不信 你还能把流星与海啸 同时召唤出来 八嘎九路 就是就是 小龙人们 该死 网络上混乱一片 不过 陆木却没有受到影响 音乐响起 很快 串烧的第一段 出现了 写信告诉我 今天海是什么颜色 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 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而漂泊的你 狂浪的心停在哪里 写信告诉我 今夜你想要梦什么 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整夜 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 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听海哭的声音 与此同时 随着陆木歌声响起 远在樱花国 之前发生海啸的那座城市 原本奄奄一息的城市 建筑被摧毁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活了下来 相比于火山爆发 流星雨坠落 这里存活人数还算不少 只是 突然 地层深处 有着汹涌在涌动 因为樱花是岛屿国家 所以 它们的地层最深处 其实就是大量的地下海水 此时 海水咆哮 猛烈地冲击着地层 轰轰轰 怎么了 发生甚的事情了 巴嘎 难道是地震 求一下催更 第五十一章 樱花无敌 十秒钟后 伴随着一声惊人的咆哮 地层海水 将这座岛屿冲击得四分五裂 一股股埋藏在地层深处的海水 像是一条条咆哮的巨龙 冲出巨龙地下 冲上高天 然后拍击而下 碰 这种冲击力 不亚于热武器的轰击 原本幸存者们 像一颗颗西瓜一样 直接被拍击得爆碎 连个渣都不剩 与此同时 关注着这边动态的网友们 也一个个都震惊了 王德发 真的又海啸了 而且竟然是从地下迸发出来的 就在陆木演唱那一刻 网友们也同步看到了那座岛屿 发生了第二次海啸 将原本支离破碎的岛屿 彻底摧毁了 上面的幸存者们 也被活活拍死 王德发 我特么骂了 又霜若灼准了 石锤了 栽变跟陆法师的歌声都同步了 快看 喘烧到下一段了 叹息着谁 又被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冷静 可是泪水就连泪水 都原谅我不再送花 伤口应要结巴 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 如若你非我不嫁 彼此终必火化 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 陆木继续现场 到了浮世山下串烧 很多人凭住呼吸 听着这一段 同时 无数网友也纷纷冲进了 发生火山爆发的富士岛的直播间 这座岛上 其实有很多网友 网红都在这里直播 所以 网友们还是很好寻找到这些直播间 观看现场状况的 不可能爆发了吧 浮世山不是已经彻底爆发了吗 还能再次爆发不成 是啊 这不科学啊 楼上 还特么谈科学 再谈科学 就给我出去 谁都只得那双手 靠拥抱 一难任你拥有 要拥有 必先懂识去怎接受 曾沿着雪路浪游 为何为好事泪流 谁能凭爱意要浮世山私有 哼 果然 在陆木唱到了浮世山下副歌高招 原本已经彻底爆发的浮世山 竟然地层深处 再次蠢蠢欲动 浮世山周围 其实还有很多火山 比如香根山 烧金山等 这两座火山 严格来说 实际上也属于浮世山山脉 体量虽然不如浮世山大 但要是爆发 也是非常恐怖的 摧毁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的浮世岛 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 在这一天 这两座沉没数百年的死火山 竟然活了 哼 伴随着两朵巨大的烟花爆发 原本就变成了死岛的浮世岛 直接被岩浆覆盖 爽 今天被爽 陆法师法力无边 牛批 这次 我看谁还敢怀疑陆法师不会法术 网友们报了 很多人奔走相告 这件事直接爆炸 直播间内的热度 在短短一分钟的串烧时间 人气直接暴涨到接近一千万 再现为观 卧槽 听说陆法师又做法了 王德发 来晚了 刚刚都没看吧 安静安静 接着看 还有两手 所有人都妈了 还说不会做法 这特么妥妥的大能级别人物 龙国网友们 人人热血沸腾 趴在屏幕前 凭住呼吸等着陆法师做法 然而 樱花网友们一个个惊呆了 恐惧 震撼 各种情绪纷至踏来 如果说 之前还抱有存疑 认为陆木只是碰瓷而已 然而此时 这串烧都能跟灾变同步 这特么不是做法 这是什么 一股浓烈的恐惧感 在每个樱花人心底涌来 龙国拥有这样的特异人员 那樱花不是彻底废了 樱花国 京都 相关部门会议室 那名老者脸色阴沉 下方所有长老 也都一个个神色阴沉无比 阴老 实锤了 实锤了 一个工作人员迅速上来 这次 没有开启视频 而是直接点进了龙国的直播间 正是陆木在毕业典礼上 演唱串烧的直播视频 就在刚刚 这个叫陆木的 演唱到海啸 那里就发生了二次海啸 演唱到火山爆发 富士岛又发生了火山爆发 跟前几次的一样 都是同步的 工作人员解说着 下方的所有人脸色震动 说不出的惊骇 之前他们因为这件事 已经盯上这个叫陆木的 要是情况真的如此 那樱花国就有大麻烦了 继续往下看 樱老一脸阴沉 其余人也是一眨不眨盯着屏幕 漂亮国 一座黑色宫殿内 漂亮老站在辉煌的宫殿内 看着助理的说明 脸色也不太好看 同时 脸上带着不可置信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已经颠覆了他的三观 但当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 他也就不得不相信了 继续关注 不是还没唱完 任谁也不会想到 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 毕业典礼而已 竟然能吸引来 两位重量级嘉宾观看 而此时 直播间内 不论是樱花网友 还是龙国网络 在弹幕上都很活跃 巴嘎 串烧下一手是流星雨吧 我就不信 还真能凭空发生流星雨不成 没错 都是假的 不信谣不传谣 假的假的 樱花无敌 我樱花没别的优点 就是团结 就是抗揍 看着自我安慰的小樱花们 龙国的网友们笑喷了 小樱花们看着吧 流星雨马上来 来了来了 砸死这群 碧养的小樱花 这时 舞台上的陆幕 终于唱到了流星雨 温柔的星空 应该让你感动 我在你身后 为你布置一片天空 不准你难过 替你摆平寂寞 梦想的重量 全部都交给我 牵你手跟着我走风 再大又怎样 你有了我 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陪你去看流星雨 落在这地球上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要你相信我的爱 只肯为你勇敢 此时 当陆幕的歌声响起时 樱花国的上空 原本平静的天空 忽然划过了一串 璀璨的星光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那一串星光 接近十多颗流星雨 就这样再次落在了 那座之前 就被流星雨摧毁的城市 碰碰碰 第52章 大力丸 之前 这座城市是毁灭了 人 以及各种生物 都被摧毁 没有任何生机 但这片土地还能重建 还能供人生存 然而 此时 这座岛 在这一波流星雨的轰击之下 彻底沉了 连以后重建都不可能了 樱花国 相关部门会议室 以樱老为首的一众老者 所有人目瞪口呆 彻底傻眼了 漂亮国 飘飘手也是如此 全国上下 全员惊骇欲绝 继续看 继续往下看 下一首应该是 画风行万里 我就不信 我不信 这一定是假的 樱老回过神来 一阵疯狂摇头 根本不愿意接受现实 此时 不仅是樱花国 漂亮国网友们 龙国网友们 也一样傻眼 尽管已经相信了 陆法师的传说 但真正目睹这一切 这个画面 依旧让人震撼 谁能想到 他们有朝一日 能亲眼目睹法师做法 下一首 画风行万里 期待陆法师彻底封神 陆法师 封神 陆法师 封神 众人期待着 期盼着 上一次的画风行万里 跟前三首不太一样 那群龙卷风 可是从龙国风起 一路飘洋过海 行驶了足足万里 才抵达了樱花国 这一次还会如此吗 所有人拭目以待 龙国网友期待 但相反的 樱花国的网友们 则是一个个都焦虑无比 还要继续吗 想想那群龙卷风席卷 众人都头皮发麻 那么的 这跟上刑场 有什么区别啊 活活等死的感觉 这种感觉谁懂啊 家人们 樱花国 会议室 上次龙卷风群行 到樱花国登陆 应该是用了好几分钟是不是 赶紧通知下去 让岛上的幸存者 都赶紧撤离 眼看着陆木 就要唱到最后一首 鹰老脸都黑了 龙卷风那边 当时因为龙卷风群 是扫荡式移动 所以 有一部分 靠外围的居民 撤离了出来 众人此时又有一部分 返回了城里 本以为这场灾变 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 陆木竟然又来了个歌曲串烧 这 果然 就在这时 直播间镜头下的那道身影 唱到了画风行万里串烧 有人听你姓名 我假装着不在意 可心里的伤 已经抹不去 花雕灵的寒迹 等不来你的归气 你看不见我哭红的眼睛 我画风行万里 越过大海找寻你 你却似一场雨 落入了我的心底 关于我的一切因你 才风和日丽 你怎么很下心 把我丢在黑夜里 我画风行 万里飞过千山找寻你 如那名阴老所料 当这首歌响起时 龙卷风确实是在龙国起来了 然而 第一缕风 却是从陆木的房间开始的 然后蔓延到了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又起风了 所有人都在关注 很快众人就惊骇地发现 正如上次一样 龙国的全国各地 都刮起了狂风 这些狂风 全部汇聚向了一个地方 龙国海岸 他们来到海岸 跨越海洋 再次前往了樱花国 Oh my God 不对 八大 果然 陆法师 法师这个职业 竟然是真的存在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 科学 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法师都出现了 让我们怎么相信科学 听说龙国有个神学院 一定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法师 哦 雅眉眉蝶 陆法师赶紧收了神通吧 就在樱花网友们 惊呼的同时 这一次的狂风行驶速度 要比上一次快好几倍 毕竟 上一次是一整首的画风行万里 而这一次 是一小段传烧 自然而然的 这灾变的加速赶路 所以 根本没有给那座 岛屿上的幸存者 反映时间轰轰 仅仅几十秒钟 数十龙卷风 在行驶过程期间 不仅风力迅速达到恐怖的地步 而且破坏力等各方面 都达到最大化 哄 当龙卷风群登陆樱花国时 轻车熟路 迅速第二次席卷了这座城市 乌城 三十秒过后 直播间内 落幕歌曲串烧唱完了 画风行万里收了尾 伴随着歌声落幕 落幕抬起头 看了一眼直播间上的弹幕 此时 直播间的弹幕上 死寂一片 不仅是樱花网友们 还是龙国网友们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住落幕 总算是破案了 实锤了 今天不管落幕怎么解释 他法师的这个帽子 肯定是要戴上了 落幕 真的会法术 某座豪宅 杨幂看着直播间内 小心肝一阵乱颤 花尘宇坐在独栋别墅 此时也关注着这场直播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吗 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花尘宇几鼓发凉 同时又想到 自己之前总是跟落幕装比 顿时有种肝胆剧烈的感觉 以后 要不要低调一点 少对他一点 其实这小子 好像各方面也不错 还算优秀 有我当年的风范 还好还好 这次给了他通过 没有淘汰他 不然就将他得罪死了 万一给我下个将头 施个法术啥的 我 花尘宇越想越害怕 最后浑身都出了一层层的冷汗 咚咚咚 就在这时 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 花尘宇当即 吓得一个哆嗦 反应过来 他立刻没好气地对门外道 谁 花少爷 您要的落幕的资料 给您准备好了 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送进来 赶紧送进来 看着呆滞住的众人 陆木缓缓站起身来 对着屏幕 无辜开口道 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都是巧合 你们信吗 网友们沉默一阵 紧接着 弹幕再次活了过来 信信信 陆大神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你的大便能治病我都信 我们懂得 这件事情需要保密 保护好陆法师 要是被樱花和漂亮国发现 肯定会想方设法 弄死陆法师 网友们头脑敏捷 思路清晰 不过 陆木却是非常的无奈 丁 恭喜宿主 阶段小任务结束 获得任务奖励 大力丸一颗 增加十点力量属性 第53章 再次辟谣 陆木有些意外 之前系统可是没有说给任务奖励 而且 这次的任务奖励 好像有点特殊 大力丸 大力出奇迹 听上去并不难理解 吃了之后 应该是能够增加力量属性 陆木心头一喜 他现在就缺力量 将来万一自己被人盯上 樱花国可能真的会想方设法 对自己下手 陆木就算有系统 毕竟也是个普通人 要是系统还能增加自身属性 对他来说 无疑是个好事 感谢陆学哥 为我们带来的歌曲串烧 请问陆学哥 对于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 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时 那名美女主持也站了出来 陆木文言 开口说道 助学弟学妹们进入社会 顺风顺水 如果遇见挫折 我建议躺平百烂 这个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 出来混 要讲究势力背景 什么都没有 不如躺平舒服 卧槽 法师学哥好见见 百烂好啊 其实我早就这么干了 学哥 我想学法术 我会暖床 我可是咱们院的校花 还好还好 我有实力有背景 不需要跟你们一样百烂 烦人们 来人 尿一抛尿滋醒他 我来 我今天上火 热呼 还是我来吧 我这两天尿险 台下 校长 还有各位学校老师 也听得一脸呆滞 我让你来参加毕业典礼 没让你在这给学生们 注入消极情绪啊 你这是干什么 可可嗨 美女主持也发现 事情不太对劲了 干咳两声 赶紧接过话道 学哥真幽默 呵呵 陆木笑道 好了 你们继续 我的任务结束了 说吧 不给对方再次开口询问的机会 陆木赶紧挂断了电话 退出了直播间之后 陆木将窗帘拉上 然后坐回到床上 系统提取大力丸 瞬间 陆木的掌心里 出现了一颗黑色的丸子 只有大拇指大小 光滑无比 看着手掌心里的丸子 陆木凑过去闻了一下 闻上去没有任何的意味 十点力量是多少 陆木没弄明白 这个力量的计量单位 他一口将大力丸吞了下去 大力丸进入口中之后 迅速地溶解 一股浓烈的药力 在胸腔当中炸裂开来 不过 却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 反而舒爽无比 全身像是 浸在能量液当中一般 这股药力 很快消化了干净 陆木握了握拳头 顿时感觉充沛的力量汹涌 他对比之前的力量 感受了一下 至少提升了不下三四倍 提升这么多 陆木有些意外 这毕竟是个现实世界 不是修仙世界 要是这么提升下去 自己不说修仙 变成高五 还是有可能的 不过 力量增强 也有了很多的底气 体质增强了 陆木也确实底气足了不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陆木此时突然涌来一股困意 而且越来越强烈 很快就要睁不开眼了 陆木起身 走到床前 一头扎在床上 呼呼大睡起来 此时 龙国科研院 诺大的会议室当中 一片死寂 沉默了足足半分钟的时间 又传来了一片 倒吸凉气的声音 科研院院长胡子花白 目光震撼地说道 这个叫陆木的年轻人 已经超过科学的范畴 海啸 火山爆发 现在连唱的串烧都如此 一次次地看似巧合 意味着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小子有问题 下面的一群老头们 也是目光震动无比 这种问题 他们根本没有遇见过 本来接到上面通知 是想让他们关注一下这件事 然后 在谣言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找出来澄清一下 必要事后 也要加上 我一点科学的解释 可是 这特么是科学解释得通的 怎么办 院长 一名老者开口问道 神色严肃 怎么办 能怎么办 赶紧去神学院 把潘寿明那老东西叫来啊 还问怎么办 院长没好气问道 立刻 一名助手连忙冲了出去 等待之余 众人依旧安静无比 根本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解析这种情况 只能等神学院 那个老家伙道场再说 很快 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接着 一个穿着道袍 胡发揭白的老者 匆匆走进了门 我早就说过 科学的镜头是神学 怎么样 你们现在信了 老者一进门 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笑呵呵地看着众人 性格非常的放荡不羁 老潘 就别废话了 这件事你总看 院长白了对方一眼说道 老者撸了一把胡子 怎么看 当然是先屁谣 屁谣 屁什么谣 众人一脸不解地看着老者 潘寿明美好气看了众人一眼 冷笑道 如果这件事是假的 屁谣没有任何毛病 但要是真的 你想想 樱花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觉得 哪个国家 能允许这样一个威胁存在 众人恍然大悟 卧槽 院长当即反应过来 气得一拍脑袋 然后赶紧道 对对对 糊涂了 不管怎么样 先屁谣总没错 小李 立刻跟相关部门汇报一下 这件事 咱们自己压不下来 还是要跟上面说明情况 把这件事的热度压下来 助理小李应了一声 匆匆离开会议室 辟谣了 然后呢 院长开口 再次看向潘寿明 然后干嘛 潘寿明瞥了一眼院长 院长白了他一眼 你说干嘛 当然是接下来怎么做 跟上面申请一下 在暗中给予对方保护 然后观察 继续观察 那小子比赛 不是还在继续吗 观察一下 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潘寿明说出接下来的操作 院长不解道 既然已经确定 他特殊能力的存在 为什么不能直接 把他收进科学院 潘寿明一挑眉 谁说确定 他有特殊能力的存在了 院长瞪眼 这一切巧合组合在一起 还不能确定 第54章 搞刺杀 原创综艺 从概率学上讲 这个巧合还是有这个 可能得 哪怕是几分之一 你是做科学的 这个不用我多说吧 潘寿明说着 院长沉默 但紧接着反驳道 这个概率 可以特么忽略不计 你别忽悠我 我没忽悠人的习惯 而且 忽悠你们这群老糊涂 也没什么意思 院长无语 但也懒得跟他较真 继续问道 好吧 但现在 就当他是真的 那从你们神学的角度来说 应该怎么解释 才说得通 显得比较科学 潘寿明笑呵呵道 你都说是神学了 还用解释 还谈什么科学 所有人沉默 这老东西 虽然欠打 但说的 不无道理 这时 潘寿明又道 不过 就算确定 这些不是巧合 那也不能 就一口咬定 这些灾便是这小子召唤过来的 毕竟 就算是神学 那也得讲究一些依据吧 院长美好气道 那还能怎么解释 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 看着猴急的院长 潘寿明笑了笑 道 有很多角度可以解释 比如说 他真的能召唤这些天灾 不过 更大的可能 是这小子 也许是能预言 比如 他能预言未来 某一段发生什么 或者 他不会预言 但却能精准地观察天象 从而推断即将发生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能召唤天灾 那就有些过于恐怖了 这样的人 放在任何国家眼里 都是一种隐患 说着 潘寿明也沉默了 总之 先提供保护 同时暗中观察 看一下这小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久后 龙科院直接再次发布辟谣声明 漂亮国 Oh my God 这种能力 竟然真的存在 不能留 这个叫陆木的龙国人 一定得死 先别急 那个节目不是还在继续吗 先观察观察再说 反正现在灾变都在樱花那边 刚好拿他们做实验 黑色宫殿内 两个身影站在一片阴影之下 这两人年纪应该都不小了 穿着西装 金发碧眼 一看就是很有身份的存在 在得知陆木拥有这种能力 两人也是震撼得无以复加 不过 相比较而言 两人还算沉得住气 直到继续观察观察 然而 樱花国那边 不管是网友们还是官方 都已经坐不住了 现在不管外界怎么澄清 就算龙科院已经第二次辟谣声明了 网友们也根本不信 一次次的辟谣有什么用 那个叫陆木的年轻人 可是一直在创造奇迹 不管怎么说 这次的歌曲穿梢太邪门了 你辟谣有什么用 根本就没有人信啊 樱花国内 一座具有樱花风格的会议厅 樱花国的那位老者与长老们 此时已经全部抵达会议室 进行了一场 长达了几个小时的会议 如果这个叫陆木的年轻人 真的有这个能力 一定不能留他 必须尽快解决 为首的樱老语气民众开口 能够操控天灾 对于众人 对于樱花国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恐怖的大灾难 无异于灭顶之灾 一名长老陈英道 可是 龙国那边 肯定也关注到了这个陆木 想要对他下手 应该不会太容易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陆木必须得死 老者想了一下 然后开口说道 天选巨星 这个节目 不是我们樱花这边 授权给龙国的吗 你去联系一下 这个综艺负责人 从哪里下手 是 那名长老匆匆出了门 紧接着 老者又安排道 这口气 不能就这么咽下去 准备一场发布会 我要狠狠地 PJ龙国的所作所为 此时 在龙国 比乎 微博等热搜榜上 几乎被陆木事件罢评了 十个热搜 有九个都是他 歌曲串烧 陆木 离天下之谱 陆木现场演唱 樱花连续栽变 海啸 火山 龙卷风 流星雨 共同降临樱花 陆木的法力 到底有多强 爆炸了 所有人都在疯狂 讨论着这件事 龙国网友们 兢兢乐道 甚至一群人 找不到陆木本人 就特意跑到 天选巨星 节目组 去爱特官方 让下一期节目 赶紧开始 因为可以看到 陆木上台唱歌 陆法师 陆法师 火了 咱们节目也火了 李凯也呆之助了 他作为节目导演 自然极度关注陆木 所以 在陆木出现在 毕业典里的第一时间 他就收到消息 并且进入直播间 作为一名普通网友 去默默关注了 结果 当看到樱花 连续灾变之后 李凯整个人 已经彻底的惊呆了 全特么应验了 现在 李凯也跟 其余网友们一样 一口咬定 陆木就是个法师 导演 这个陆木太邪门了 副导演咽了口兔沫 他没有现场观看直播 不过后来听说 这事以后 就特意去查看了 好几遍的录片 不管怎样 一定要记住两点 第一 这个陆木不能得罪 万一 他真有法术 咱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其次 在不得罪的前提下 尽最大可能的 将他留在节目组 继续参加比赛 这样节目才能有热度 李凯做出判断 并且一再强调 不能得罪陆木这个人 但是李导 要是樱花国 天选巨星 节目总部那边 不是在找借口 要收回节目授权 咱们怎么应断 副导演问道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李凯皱眉 收回授权 他们就没办法 继续做这个节目了 做自己的综艺节目 突然 李凯心头一场 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龙国的国内综艺 大部分都是从 其余国家拿到的授权 很少有本土原创节目 一是没有热度 二是没有脑洞 现在热度有了 就看有没有合适的 节目创意了 副导演为难道 自己做综艺嘛 这个有点难度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以前也尝试过 但是都失败了 PS 催更 求一下催更 第55章 大哥 排吗 难也得做 李凯一拍桌子 当即拍板 龙国也得有自己的综艺 不能总拿别人的授权 总看别人的脸色 你从今天开始 就跟团队开始做这件事 樱花国天选巨星 总部那边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咱们这边 必须以最快速度 做好节目创意 而且 陆木的热度 也不一定持续多久 明白 副导演连连点头 虽然知道事情有难度 以前也失败了很多次 但是只要一提到原创综艺 他依旧感到热血沸腾 然而这一次 他们在陆木身上 又看到了希望 正当李凯等人 谋划新的节目创意时 龙国网友们 也在持续的激烈 讨论着这件事 陆木对此有点头疼 但是也无可奈何 实在是这个系统 有点太过高调 而与此同时 外网上 樱花国的那名老者 此时正发布了一场 面对全球网的发布会 海啸 火山爆发 龙卷风 是全人类的灾难 但是众所周知 龙国所做的一切 简直不配 称之为人类 所以 对于龙国新号新号 我身为樱花新号新号 表示强烈抗议 当老者此话一出 全网的网友们 立刻震动了 尤其是龙国的网友们 更是忍不住跑到樱花 在全球网的账号下留言 卧槽 你要不要脸 你倒是说说 想让龙国怎么做 怎么做 老者脸色一冷 对着镜头道 就是因为你们龙国的那个灾心 才让樱花遭受这么多的灾难 我强烈建议 将那个年轻人交出来 审判他 势裁他 要不然 可能整个全球早晚有一天会 因为他而遭受更大的灾难 老者一阵威严耸听 说这话的目的 当然也是 为了给其余国的网友听听 引起众人共鸣 紧接着 在发布会上 又有记者提问了几个问题 而老者也是毫不客气 直接语出惊人 诸如侮辱 扣帽子之类的言论 直接就给龙国扣了不少 樱老 您好歹是樱花 新号新号 说这些话 不觉得有损您樱花的形象吗 老者文言冷笑一声 形象 我樱花被灭了四个城 今天做这场发布会 我就是为了新号新号龙网友 形象 有个屁用 你是龙国记者是吧 我告诉你 你们 龙国 根本就没有道德节操 没有任何担当 面对人类的灾难 嘲讽 旁观 作为人类 你们是可耻的 那名记者脸色很不好看 不过 在这种公众场合 他却不能让自己发作 因为采访还没有结束 他要将这里的情况 全部公布到龙网上 就在这时 老者大手一挥 好了 你可以下去了 这里 已经不需要龙记者在场 接下来我宣布的事情 与你们无关 也不需要你们知道 英王 您不能这样 我是记者 代表新号新号出场 你们没有权利让我出去 龙记者脸色冰冷 拒绝离场 然而 老者却不管不顾 对着安保人员挥了挥手 来人 带他下去 直播间的龙网友们见状 一个个都沸腾了 弹幕上火力瞬间凶猛了不少 王德发 这老东西 还要不要点碧脸 所有记者都是代表着各种新号新号区的 没有严重违规行为 是不准备强制离场的 这老王八不讲武德 我草特的这群小鹰子 过得不错的新号新号 陆牧呢 赶紧做法 陆法师赶紧出场吧 我捐一万块 当出场费 我出五千块 我本来今天晚上 想去跟小姐姐约个二百块的约会的 捐了 然而 面对龙网友们的弹幕攻击 樱花网友们也在竭尽全力反击 樱老者根本无动于衷 直接让人把那名龙记者请了出去 同时 还不忘了嘲讽两句 与此同时 其余QRGI的记者 看着这一幕 也是有些幸灾乐祸的附和着 法克必迟 龙就是一群没有道德的人 别人发生灾难 还在这嘲讽 就是简直毫无底线 这就是龙星号 还是我漂亮这边好 公平 自由 正义 族群跟族群的差距 真是大 黄皮猴子 叫什么种族 都不配称为种族 夜死 这群记者们嘴里喋喋不休 同时在日记本上 记录着发布会内容 很显然 今天的发布会一结束 全球网上就会看到他们的报道 看到龙网友们多么没有素质 拿别人的痛苦当乐趣 完全没有道德底线 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要因为我们樱花受灾 就对我们产生同情心 老者扫尸了一圈下方人群 义正言辞的道 我们要的 只是一个公平 公正 一个公道 其实捐多少款 付出多少利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这个心意 而不是跟龙这群人一样 毫无底线地 拿别人的痛苦当作乐趣 就比如 我们的好朋友 漂亮星号 虽然没有给予多少援助 但他们积极发声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是真的感受到了 漂亮网友们的心意 在此 我真诚对他们说一声 谢谢 提到漂亮网友们 老者脸上 带着谄媚的笑容 完全换了一副面容 给漂亮星号一顿贵蛇舔后 老者终于面色又严肃起来 清了清嗓子 开口说道 今天发布会的最后 主要是为了揭露一下 龙网友们的丑陋面容 另外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代表樱花 将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这次发布会 不久的将来 我樱花官方 还将有一件重大喜讯 将向大家公布 说吧 老者就匆匆结束直播 至于是什么喜讯 他没有直说 只是结束直播之后 老者脸上的表情就开始变化 始终带着一股阴森的笑意 重大喜讯 一定会让你们惊喜连连的 结结结结 英老 您说的喜讯 是排吗 一名工作人员凑过来 贼没数眼问道 第五十六章 棒棒来了 排什么 污 污水 废话 当然排 英老瞪了他一眼 问道 污水储存厂那边怎么样了 设备还能撑多久 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现在有大量污水溢了出来 说着 这名工作人员递上了一份资料 同时还有几个监控视频的入屏 然而 英老直接将资料扔在桌上 连看都没看 就开口道 既然控制不住 就不控制 先偷偷排放一部分再说 不管怎么样 不能污染我樱花神圣的土壤 然后 你去跟龙国交涉一下 问问他们 能不能出一些资金 用来消除这些污水 毕竟 咱们控制这一点 也是为他们好 对他们有好处 如果能出 我们就尽力控制一下 如果他们不出资金 英老冷笑一声 继续道 那就直接排 都排到海洋当中 反正这片海洋 不只是我们的 他们不管我们 那就不要怪我们 拉大家一起下水 没错 反正倒霉 大家一起倒霉 不能让我们一个倒霉 而且 他们不帮忙的话 那是他们不讲道义 就不要怪我们了 其余长老坐在各自位置 也是连连点着头 表示赞同 发布会结束 英老正在跟着长老们 商量了一场 足以震惊世界的阴谋 而外界丝毫不知 此时 外界正因为这场 发布会而沸腾着 尤其是龙国 当看到英老站台 发布会上 以止气使地 指责龙网友们 指责星号星号时 所有龙网友们 都被气炸了 小樱花 我草泥马 是个羊驼 我们不配当人 没有道德 你们压得 自己什么货色 你们看不清吗 果然 以樱老为首在内 所有小樱花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真的 我真的没见过 比樱花网友们 更加恶心的人类了 姑且称之为人类 上帝为什么 创造这玩意出来 那啥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那就是 上帝拉的一堆 巴巴成精了 巴巴 别侮辱我 大家别生气 跟这群非人类 有必要动气 等着吧 陆法师再来两场 小樱花就废了 提到陆法师 我就痛快 我方陆法师申请出战 话说 樱花一共多少岛 现在已经被灭了 四个大岛 估计剩下的也快了 赶紧去节目组催更 赶紧开播 龙网友们愤怒无比 小樱花是非不分 黑白颠倒的本事 还是很厉害的 明明自己就是 最缺德的那一刻 却能厚着脸皮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指高气扬地去指责别人 樱花受灾 龙国没有伸出援手 就这一点 樱花那边 已经不止一次 去吐槽龙国了 这次既然樱花老大英老 竟然亲自专门开了个发布会 指责龙星号 简直无耻到家了 龙网友们都愤怒了 各种莲花毫不客气地 往对方脸上喷 不过 即便龙网友们 战斗力很强悍 小樱花在这方面也不弱 就行为了跟龙网友们 更加顺畅地互喷 铁吧 微博 小红薯等等平台上 突然冒出了一大堆的新用户 这些新用户的名称 都是非常醒目 什么小泽君 川木君 等等 一看就是具有樱花风格的名称 同时 IP地址也是显示在樱花 这些ID出现后 立刻就开始了反击 巴嘎实录 你们龙网友们算什么东西 难道发布会上 说的不是事实吗 野蛮 下贱的东西 我樱花人类 才是地表最优质的 你们 辣机 赶紧把那个叫陆木的交出来 不然死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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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不祥的国度 不祥的人类 把那个人交出来 这是对全人类负责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星球上 给你们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我还要去拍VA 今天的主题是 樱花真热呀 欢迎大家收看 巴嘎 楼上打广告 谩骂声满天飞 樱花网友们 战斗力还是很强大的 而且还在专业翻译软件 帮助翻译 所以 龙网友们几乎能听懂 这群小樱花的莲花内容 看着樱花网友们 竟然追到这里开骂 龙网友们也都暴怒了 自然少不了一阵反击 可是 这件事闹得很大 不止樱花国还在龙国参与 漂亮国也在关注 除此之外 在这个舆论发酵之下 也有人开始跟风黑龙网友们 漂亮国网络板块 还是我们漂亮人 最有绅士风度 在樱花的汪汪们 遭受灾难第一时间 身为主人 就大力支持 龙国真让人意外 不仅不支援 还嘲讽 格局太小了 法克 碧池 谢特 什么五千年文明古国 跟文明也不沾边啊 他们进化的路线 跟我们不一样 黑头发 黑眼睛 一看就是邪恶的化身 上帝 让龙信号一起毁灭吧 毁灭毁灭 阿三网络上 也在热烈讨论此事 我的评价是 龙国人确实没有道德 这件事 确实是龙网友们不道德了 那当然 我阿三国 人口第一 军事科技第一 认为星球第一强孤欧 在素质上 自然也远远超过他们 现在漂亮 樱花 龙国吵架 越激烈越好 嘿嘿 这样我们就可以暗中发展 达到超级国家的地步 算了 让你们吵吧 我回家了 我的评价是 这个瓜 不如回家跟三嫂温存 棒棒网络上 哈哈 大家看 樱花和龙网友们吵起来了 听说了听说了 好像是因为支援的事 龙没有及时支援 反正小樱花们也不是好东西 掐吧 最好干起来最好 龙网友们确实没道德 一直说我们申请的东西 是他们的 我就离谱 就是 我们祖传的中秋节 棒衣 还有服装 我们去申请专利 竟然还说 我们是剽窃他们 我笑了 我大棒帝国 需要剽窃他们弹丸之地 没错 让他们干 嘿嘿 有瓜吃了 第57章 直播挑战 不难看出 在全球网的舆论智商 龙网友们 还是不占据优势的 这其中 跟以前的某些历史原因有关 当然 也有一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漂亮国那边 只要一群小蛇田狗 看到漂亮国站在那一方 这群小哈巴狗 也会站在那一边发声 几乎对龙网友们 群起而攻之 说龙网友们没有道德 形式没有格局 甚至各种不好的大帽子 一股脑都扣了下去 而 龙网友们 自然无法忍受 直接在全球网各种回队 一言不合就开队 毫不惯着 阿三 你压的 还是回去找三嫂去吧 别出来丢人现眼 眼瞎快回家吧 臭阿三 明明是樱花挑事 难道他们有灾难 龙国就有义务支援 你们阿三支援什么了 光想着睡三嫂了吧 樱花出了名的坏种 竟然还有人替他说话 连三嫂都不放过的家伙 他们能有什么三观 指望阿三有三观 我的评价是 不如三嫂懂事 还有这群小棒子 一天到晚别的不会 就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们知道 你们棒棒国是怎么来的吗 去查查正事 别总天天盯着野史琢磨 中秋你们的 端午你们的 网上数十倍 你们祖宗都得管我祖宗叫爹 天天跟着漂亮后面舔 真以为人家 哪里当亲儿子 你们都不如三哥 三哥还有个三嫂拿得出手 你们呢 天天端着个泡菜 跟传国玉喜事的 那玩意有那么好吃 你们为了欠费了吧 最后是你们漂亮国小东西 天天到处挑事 自以为自己多牛皮似的 真以为龙国怕你们 送你们一句话 滚泥马的 随着漂亮国出场 下面的阿猫阿狗都跳了出来 喷龙网友们 但龙网友们丝毫不拒 直接全方面反击 凭着五千年文化底蕴 语言积累的相当的丰富 对着棒子网友 漂亮网友 阿三兄弟们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把所有人都给喷猛了 也许在他们的世界观里 骂人的口头禅 仅仅是停留在法克 毕齿谢特上面 根本不知道 骂人还能这么骂 游戏游戏 朋友们 为了抗议龙网友们 我决定 亲自来一次攀岩挑战 以此来表示 我对龙网友们的强烈不满 就在这时 樱花一个热门极限运动博主的直播 静止冲上了全球网的热搜 这名博主 精准抓住了世间热度 以为樱花出头的名义 直接来到樱花的一个大海边上的一座 悬崖挑战滑行下坡 以为学了点攀岩技巧 就觉得自己无敌了 游戏 山野军加油 永远支持你 攀岩到山崖下 我给你打赏一个大火箭 樱花无敌 樱花必胜 龙国网友们看着吧 一群小哈拉哨 这名博主看着屏幕 也在疯狂上长着 他微微一笑 看来自己这次蹭热度的挑战 这个热度可算是蹭对了 紧接着 山野军对着镜头伸出小拇指 做出了个挑衅的动作 好了 龙网友们 把你们的两个玻璃球瞪圆了 看看山野也是怎么滑坡下行的 挑战即将开始 就在这时 站在悬崖顶端的山野军 一只脚伸到草丛 然后两只脚都离开了悬崖 顺着一旁的草丛 开始慢慢往下滑行 山野军穿的是普通的休闲鞋 这种鞋在山路上很懊娇 不得不说 好端端的路不走 偏偏要来个滑坡下行 小樱花是会做死的 只见他滑行开始 由于一开始的峭壁边上 还有草丛 坡度虽然陡峭 但也不是那么夸张 所以山野军自信满满 旁边的海鸥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要是有恐高症的选手 看到这种悬崖 估计早就下庙了 但山野并没有当回事 一边滑行 时不时还要秀个极限跳跃 别看他跳得轻松 但在这种坡度上 只要没准确判断出落脚点 很容易就直接掉下去 没练过攀岩的普通人 还真做不到 不得不说 这个小樱花是懂得攀岩技巧的 然而 就在半山腰时 山野遇见了一个瓶颈 随着下行 下面的路突然变得非常陡峭 山野停下脚步 也没敢贸然直接下行 他站在峭壁边上 试着把一块石头扔了下去 结果石头摔得粉碎 看到石头滚下悬崖的场景 山野心里慌的一批 站在半山腰好半回不敢动弹 哈哈 小樱花怎么停下了 不敢了吧 小东西 不敢就上去吧 别在这丢人 刚刚不是还信誓旦旦 要通过攀岩来抗议我们 挑战注定失败 小巴打 不想死 赶紧给野往上爬 此刻 他有点后悔 不该轻易装这个笔的 他回头看了一下走过的路 想要原路返回 放弃挑战 但要是就这么回去 他这场直播过后 粉丝估计就要跑光了 而且 看着弹幕上 来自龙王友们的嘲讽 山野军心里的火气 一下子就冲了起来 赶紧返回 别走这条路 此时 帮忙拍摄的同伴 也发现了异常 让他原路返回 不要冲动 不能退 要不然 粉丝就跑没了 巴打 我为什么要逞呢 过来挑战 早知道这个悬崖这么陡峭 我就不蹭这个了热度 该死的龙王友们 要不是你们 我怎么会过来发起挑战 山野犹豫了一下 当即下定决心 继续下滑 然而 当他刚踏出第一步 从一块石壁上 跃下的时候 本来就软了的双腿 突然被一块石头 隔了一下 当即一个 踉跄投下脚上 一头扎了下去 紧接着 身体像是一个 滚地葫芦一样 从山崖上 就开始滚动 砰砰砰 短短十来秒的时间 就从几十米高的悬崖 摔了下去 阿三哥哥 棒棒们 小樱花们 所有的网友们 都呆着住了 片刻后 直播间一阵沸腾 第五十八章 陆法师这么低调 当然喜欢走后门 哈哈 恭喜这位樱花朋友火了 但也火化了 真以为会点攀岩技巧 就啥都能攀了 大自然不是你说 征服就能征服的 这就叫良言难劝 该死的鬼 你就说下没下来吧 我竟然不争气地笑了起来 下来了就是有点疼 不信你问他 我问了 但他貌似睡着了 睡前可能吃了些番茄酱 搞得自身都是 看这个样子 可能不疼 这名博主的挑战抗议 算是失败了 但樱花网友们 依旧死鸭子嘴硬 跟龙网友们 不断地正面硬钢 口水不断 龙网友们独占群雄 白天骂 黑天骂 甚至连做梦 都在打口水仗 热搜上 更是不断被相关事件霸榜 就这样一连几天过去之后 某一天之内 网络上突然变得安静了 天选巨星 又要开播了 太好了 终于开始了 赶紧站牌 陆法师冲 龙网友们 在瞬间安静了 不仅龙网友 樱花的网友们 也不口水了 纷纷涌进了 天选巨星的直播间 Oh my God 我倒要看看 这个叫陆木的 真的这么邪门 法克 怕什么 我们连三嫂都征服了 还在乎一个法师 Yes yes 不知道法师的味道 Oh没有三嫂好 结结结结 三哥们来了 成群结队的来了 一进直播间 就表现出了 对陆木的强烈鄙视 并且也有些好奇 毕竟 连三嫂都感兴趣的人 对陆木感兴趣 也很正常 哈尼斯密达 这个就是天选巨星 直播间是吧 斯密达 前来围观斯密达 与此同时 漂亮网友 甚至连泰国等 众多国家网友们 都纷纷跑过来吃瓜 而且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众人自然也都很关心 一是好奇 这个法师是怎么做法的 二来 众人也担心 万一那位法师 给自己国家做法 那么他们应该如何应对 一时间 原本只是个 龙国国内的娱乐综艺 竟然汇聚了 好几个国的网友们 而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到了 天选巨星节目上 并且等待着 同一个的出现 陆木 火了火了 卧槽 流量密码啊 陆木流量密码啊 李凯看着这么多的 歪国网友出现 也是激动起来 新节目创意怎么样 他目光看向副导演 一脸炙热说道 现在很多歪国网友 都在关注 要是这个时候 来个新的综艺 只要创意跟得上 很容易爆火全球 这对龙国综艺来说 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之前的所有综艺 就算再火 那也仅限于龙国内 很少有歪国网友关注 否定了几个方案 最后确定的最好的一个 我觉得 最好是模仿天选巨星 魔改一下这个创意 然后换汤不换药 就着陆木的热度 向各国网友们展示 尽快 热度不等人 李凯说着 下了一道军令撞到 十天内 必须在十天内 把这个节目做出来 创意 规则 统统要有完善的方案交给我 节目组门外 一眼周围 确认周边没有狗仔跟着 迅速下车 然后找到后门 准备偷偷禁足 这辆车 是陆木特意买的 二手马自达 至于为什么要买马自达 还是个二手的陆木 当然是为了低调 以他现在的人气 他要是开个豪车出场 太惹人眼球了 他不想引起大批记者关注 现阶段还是低调的好 江车挺好 陆木很快找到后门 然而刚刚打开门 就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迎接他的 不是黑暗的走廊 而是一个个黑洞洞的摄像头 几乎就在他开门的瞬间 闪光灯开始疯狂闪烁 陆法师来了 卧槽 陆法师果然走了后门 陆法师这么低调 当然肯定喜欢走后门了 陆法师 请问针对今天的比赛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想唱什么 记者们疯了一样 蜂拥而上 陆木头皮发麻 但他现在已经走不了了 一双双大手将他抓住 同时一个个话筒 死命地往他嘴里塞 恨不得塞进他嗓子眼里 天选巨星 节目组正门 一辆大红的兰博基尼 停在门前 车门开启 花晨宇 以及两名助理 纷纷下车 花晨宇今天穿着一套大红衣 戴着一副墨镜 下车之后 自以为很酷地摆了个造型 接着就等记者们 过来倒电汗了 然而让他傻眼的是 跟以往不同的是 每次只要他所到之处 一群记者就会蜂拥而上 可是这一次 竟然没有记者 过来蹲点等着他 一个都没有 不仅没有记者 而且也没有多少的粉丝接战 远处只有十几个 举着牌子的年轻男女 全都有气无力地 坐在一旁等着 所有人都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些人是花钱过来的水军 然而此时 竟然低头刷着手机 根本就没发现 花晨宇的到来 今天不是节目组 开播的日子吗 花晨宇好奇看着助理 助理也一脸迷茫 看了一眼时间 老板 是今天比赛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奇怪 另外一个助理 也好奇开口 不管了 反正时间对就行了 花晨宇说着 突然看向远处的那群水军 自己已经到了这么久了 这群人竟然根本没看到 自己到来 反而一直低头刷着什么 陆法师到了没有 好像到了 快看 陆法师开个马自达 想在后门溜进去 被记者们给堵住了 花晨宇脸都黑了 这群记者竟然都去找陆木 陆木算什么东西 有他帅吗 有作品吗 有他人气高 好吧 最近是有点高 可嗨嗨 花钱过了一群废物 花晨宇干咳一声 脸色黑成了锅底似的 看着那群水军 身旁 那名胖胖的助理发现问题 看了一眼周围 发现没有人后 立刻夹着嗓子喊了一声 大家想不想看樱花团灭 樱花只是开始 后面 你们懂的 求催更 求催更啊 第五十九章 一天灭一座 瞬间 那群水军精神一震 这才想起了今天的使命 赶紧揣起手机 在四周张望了一圈后 最终找到了花晨宇的身影 啊 花花 好帅啊 花花 花花 你终于来了 等死人家了啦啦 陆木 哦不对 陆木 还不对 花花 我来了 这群水军 之前一直在关注陆木动态 明显还没进入状态 甚至有人 把名字都叫错了 花晨宇 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告诉粉丝团团长们 把这群人都给我开了 换一批 下一次 我不想遇见这批人了 说吧 花晨宇也不摆造型了 气冲冲地进了节目组 办公大楼 才进门 就见到前方一群记者 正围追堵截着什么 等到他看清之后 又是差点气得头冒青烟 只见一群记者 正围着陆木 疯狂提问问题 进行采访 而陆木 则是一脸生无可恋 一边向楼上挤着 别采访我了 我真不为法说 我不是法师 陆木满脸无奈 看着电梯 层树一层层的变换 等待电梯的十几秒时间 对他来说 就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就在这时 正一脸愁眉苦脸的陆木 一转头 忽然看到了远处的花晨宇 顿时陆木 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眼前陡然一亮 陆木指着远处的花晨宇 高声叫道 快看那边 一群记者文言 顺着陆木所指着的方向看去 但是所有人同时一愣 只见那个方向空荡荡 似乎隐约 好像是有一个 穿着大红衣的人类 但是 记者们并不明白 陆木让他们看什么 陆法师 看什么呀 怎么了陆法师 有两个记者一脸疑惑地问道 其余人也是一脸茫然 花法 花岛是在那边啊 你们不去采访一下吗 陆木指着一脸猛逼的花晨宇 问道 记者们都沉默了 沉默几秒钟后 陆法师 你要唱什么歌 透露一下好吗 记者们不约而同 像是没看到花晨宇一样 齐刷刷地继续提问 根本没有鸟花晨宇 花晨宇现在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黑来形容了 简直比猪肝还难看 特么的 人家采访你 你把我拉出来 是什么意思 点我诗啊 这一刻 花晨宇感觉受到了天大的侮辱 走 上楼 花晨宇上了电梯 看着电梯缓缓闭合 却没有一个记者 冲进来采访他 而是都堵卓陆木的去路 等到电梯到达时 众人随着陆木 一窝蜂似的 冲进了电梯 这个陆木 竟然敢这么侮辱我 从电梯内走出的花晨宇 脸色依旧难看无比 久久回不过神来 足足半个小时 陆木才穿过西壤的人海 来到了节目组后台 想到现在大家 几乎都认准了 自己法师的身份 陆木也很无奈 同时还有一种危机感 油然而生 要是让樱花还有漂亮那边 也误会自己拥有这个能力 他可能还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毕竟 不论樱花还是大漂亮们 都是没有什么底线的选手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陆木走到节目组后台 此时的后台 工作人员以及参赛选手们 早就已经到位了 陆木是最后一个到场的 此时偌大的后台房间内 充斥着愤怒的低骂声 所有节目组人员 全都握紧拳头 满脸愤怒 一副想杀人的样子 马德 这个樱花监察 简直太欺负人了 竟然提出这种要求 明显是针对陆木 不公平 哎 不公平又能怎么样 还是反抗不了 人家说了 如果不同意就收回授权 不让节目继续做下去了 听着众人议论声 陆木在一旁好奇地听着 有人发现了走进门的陆木 纷纷开口打招呼 嗯 突然陆木发现 就在门口边上的两名工作人员 见到自己看过去时 两人竟然下意识躲避自己目光 不太对啊 陆木声出几分戒备 陆法师 这时又有人过来打招呼 陆木点头 大家怎么这么激动 发生什么了吗 副导演走了过来 开口解释道 龙网友们跟棒子 樱花 还有漂亮网友们吵起来了 跟你有关 那个樱花监察说 轮到你上台演唱的时候 必须继续现场挑选主题 而且不能用以前的原创歌曲 只能让你现场作曲作词 看着陆木 副导演叹了口气道 按照这一轮的比赛规则 是不用抽签挑选主题了的 但他竟然只让你一个人抽签选题 哪有这么比赛的 陆木文言恍然大悟 这是在针对他 想要遏制他呢 那刚刚那两位 行迹古怪的工作人员 是过来监视他的 难道是过来暗杀他的 陆木心头一领 行动不会这么快吧 没问题 可以抽签 什么主题随意 我都可以接受 陆木回过神 无所谓笑了笑 以他脑子里的储备量 还用得着担心这个 前世的经典老格太多了 随便挑选什么主题 自己总能在曲库内 找到合适的曲子 不对 准确来说 应该是系统 都会下发应景的主题曲 然而 通过悟性逆天系统 让他拥有逆天唱功 他现在主要需要小心的是 樱花那边给他来应招 你 你可以吗 副导演担忧问道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陆木笑着问道 哎 也是 人家是授权方 随意修改游戏规则 我们没有权利修改 副导演一脸苦笑的摇了摇头 看到陆木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对于樱花兼查修改的规则 他似乎根本没放在心上 这让众人顿时心里踏实了不守 同时涌上一股期待 这一次 会发生什么 洛哥 这次靠你了 希望这次唱得猛烈点的 之前一首歌毁一座城 太少了 直接毁半个樱花吧 我觉得不妥 这么快都灭了樱花 太便宜他们了 一点点来 对 一天灭一座 让他们在绝望中毁灭 第六十章 把三哥 三嫂游过来 来个亚马哈那种大型火在现场吧 我喜欢吃烧烤 牛批牛批 吼吼吼 你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在叫什么 就是觉得莫名燃起来了 燃泥马 都给劳子爬 看着选手们 一个个真拿自己当法师了 陆木再次无奈道 我已经解释很多次了 我不是法师 樱花发生的那些事 与我无关 我就是一个原创歌手 只想老老实实地唱歌 比赛 生活 这种事 还是不要乱传的好 不然我怕被抓去切片研究 我也怕被小樱花们盯上 回头再派杀手过来刺杀我 我要是真被刺杀了 你们说 我找谁说理去 陆木一脸无奈 心神疲惫地解释了一句 众人文言 顿时连连点头 也有人陷入沉思 然后表示赞同道 陆法师说得对 咱们得低调 而且 以小樱花们的品性 肯定会用点阴损的手段 对付陆法师 九四九四 不如咱们成立个保安大队 有人突然建议说道 一时间 顿时引来众人的拥护与赞同 甚至有人当场表示 只要成立保安大队 就直接现场捐一拨款 见到有人要成立保安大队 陆木苦笑一声 你们别这样 我又不是神 不需要像祖宗一样保护着 这时 一个参赛选手 突然指着后台一个角落到 谁说的陆哥 你看 那个是我刚为您打的长生位 供着您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希望您保佑我顺利进击 陆木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一个卧槽 只见一个小桌上 摆放着一株香炉 香炉前供着几种水果 在前面 就是自己的一张照片 还是黑白色的 我 陆木整个人也都棒住了 在看周边人的反应 有人憋着笑 甚至有不少人 满脸真诚地看着香炉 竟然很多人都信 愚蠢的龙国人 就在这时 一个冷笑传出 身材矮小的樱花监察 从门口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 贴身跟着两名小保镖 身材魁梧高大 只是相比于 他身材魁梧而已 从外貌特征来看 一个是棒子人 一个是樱花人 之所以能认出对方是棒子人 也是因为 对方满脸都是棒里棒起的 薄薄的嘴唇 纤细的身材 最让人无语的是 双眼皮疙瘩 简直比皮带面还夸张 这玩意能当保镖 怕不是这小樱花的那人吧 你不信 为什么还要篡改规则 为难陆法师 供奉陆木的那个选手 冷哼说道 只是底气有些不足 毕竟人家是节目监察 为难 我是节目监察 节目组授权方的代表 负责的就是监察任务 我觉得有问题 不公平 还不能修改吗 樱花监察已指气使 义正言辞 说着 樱花监察看向陆木 眼眸冰寒 还带着一丝杀气道 你有意见吗 陆木选手 随意 陆木依旧无所谓 但在樱花监察眼里 陆木是怂了 注意一点 别瞎唱 不然你 和你的家人容易出问题 光明正大的威胁 人身安全 所有人面露怒色 陆木笑道 很遗憾 我是郭儿 油嘴滑舌 没什么用 周末心一愣神片刻 一甩手 我要去现场抽查 看看有没有违规 副导演脸色不太好看 节目都开始很久了 周末心一这个时候出现 很显然是想监督陆木 周末心一却不管这个 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录制现场 选手张杰唱得非常的好 有请三位导师评分 感谢三位导师给出的分数 恭喜张杰晋级 接下来 有请最后一位选手上场 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 这位选手的身份 没错 他就是 我们的陆法 陆木 哄 何久的话音落下 不用任何渲染氛围 嘉宾席上的一百多名观众 立刻爆发出了珊瑚海啸般的响声 流氓哨吹得格外流氓 陆法师开始做法了 期待音啊 这次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后台 工作人员以及选手们 顿时亢奋无比 我再强调一遍 我不会做法 樱花国或者别的地方 发生任何灾难 都跟我无关 陆木一再强调着 接着一步步走上台 没错没错 陆哥快上台唱 等不及了 陆哥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在一片如雷动的掌声下 陆木缓缓走上了舞台 嘉宾席上传来了阵阵的高呼声 而直播间的人气 更是直接早早就破了意 弹幕如瀑布连在一起刷屏 好卡呀 爆卡 陆法师终于轮到陆法师做大了 陆法师今天抽啥歌呀 唱死樱花这群鸭的 棒子 或者漂亮那边行步 给他们也做上一场 对对对 一秋之河 竟然合着火的欺负咱们龙人 急什么呀 可这樱花那边先来 灭了樱花就轮到他们 那不早晚的是吗 对对对 有时候 让他们活在恐惧之中 远远比杀了他们更难受 龙网友们群情激愤无比 已经迫不及待等待陆木开唱 而此时的直播间内 不仅有龙国网友 还掺杂尽了一些不明生物 樱花网友们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 漂亮网友 法克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叫陆木的怎么做法 如果他能做法 就送他去见上帝 做上帝的狗 棒子网友 陆木斯密达 小垃圾斯密达 在线观看做法斯密达 泡菜真好吃啊 一边吃泡菜 一边看节目 无以伦比的享受 阿三网友 此时此刻 我跟三嫂一起收看节目 幸福的人生 三嫂应该已经有了我的宝宝了吧 楼上 三嫂送我用几天 没问题 你出邮费 邮费小问题 我立刻叫上 我几个好哥们一起 肯定伺候好三嫂 评论区五花八门 甚至丧失人性 陆木陷入沉默 紧接着拿起了话筒 见到陆木要说话 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第六十一章 我信你个鬼 陆木揉了揉眉头 说道 我还是要强调一次 我不会做法 不会做法 我真不会做法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原创音乐人 只想安安静静地唱歌 接下来 我唱的这首歌 不管任何地点 发生任何灾难 都与我无关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说着 陆木又笑道 我也希望樱花被灭 棒子被灭 漂亮也信号信号 但很可惜 我能力有限 老生常谈的一大堆 尽管知道 这些话不会有什么作用 但陆木依旧得解释 该走的流程 还是要走的 不过 尽管陆木真诚无比 但龙网友们根本不买账 你说你的 听不听是我的问题 你说 你不是法师就不是 我信你个鬼 只有棒子 漂亮等网友抄抄着 根本不相信 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 这么神奇的事情 只有上帝能做到吧 这个叫陆木的龙国人 除了长得帅点 其余方面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嘛 没准 还没有自己的大 不对 是肯定没有自己的大 可可嗨 何久看到 现场气氛不对 实际上 在棒棒和樱花 以及阿三们 快往前来搅局的时候 气氛就已经不太对了 请陆木上台 抽取本轮演唱的主题 当何久的话音落下的时候 现场嘉宾 以及观看直播的观众们 一个个有些发愣 抽什么主题 其余选手也没抽主题啊 不都是导师 或者自己挑选的歌曲吗 陆木怎么抽主题啊 这个不是上一轮的规矩吗 卧槽 这样整难度明显增大了呀 有黑幕 对于比赛变动 网友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何久早就猜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连忙站出来控场 是这样的 因为作为最后一个出场 所以跟其余选手略有不同 但几个主题 也是提前跟选手陆木打过招呼的 至于黑幕 大家可以放心 本节目由新号新号新号联合赞助 绝对公平公正公开 尽管给出解释 观众们依旧躁动不已 不过 陆木却根本没在意这个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他迈步走到大屏幕前 请选手开始抽取今天的主题 随着何久宣布开始 陆木按下屏幕前的按钮 紧接着 大屏幕开始了滚屏式的跳动 几秒钟过后 大屏幕停止跳动 最终出现了这次的演唱主题 每个歌手的终生梦想 都是希望自己的歌曲 能够 火 希望抽中这个主题的歌手 能够火火火 所以 主题元素 雪 卧槽 是金木水火土的雪 我呸 是不是出现错误了 听听 说的这是人话吗 希望选手歌曲能火 所以 元素主题是雪 抽取主题一出来 顿时所有人先是一论 紧接着一阵失落 这个元素 可以说 好像没什么东西啊 雪能有什么破坏力 我靠 完了 期待要落空了 雪啊 顶多就下一场暴雪吧 能有什么破坏力 确实 这玩意 就算把人埋了 估计也死不了多少人 看着应该不会太爽 主题是雪 杨幂低声呢喃一声 卧槽 雪啊 雪之谦低声骂了一声 说真的 他也有点那方面的期待 只是雪这个主题 可能真的唱不出什么东西 然而 陆木却是站在台上 有些棱棱出神 因为 系统又响了 任务列表出现 请宿主选择参赛作品 您的选择如下 1 2023年的第一场雪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一亿奖金 且附加世纪暴雪体验效果 2 雪啊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十亿奖金 且附加雪灾体验效果 3 认真的雪 演唱此歌曲晋级将获一亿奖金 且附加大雪一次 现在的陆木 几乎不会关注前面的奖金 随着账面上的数字越来越多 他已经对钱不感兴趣了 看了一眼后面的天灾 附木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选择了选项一 2023年的第一场雪 这首歌在前世 还是很畅销的 虽然在风格上算不上流行歌曲 但却很流行 尤其是那一句停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更是成为经典名剧 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定 宿主选择 2023年第一场雪 触发逆天悟省 随后 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强势塞进了他的大脑 瞬间 附木又悟了 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以及唱功 唱法 都达到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 随着演唱次数增多 附木隐约还有一种感觉 他觉得 自己勾动冥冥中 那一股力量的能力 好像无形中加强了不少 恭喜宿主 获得辅助特效 恭喜宿主 获得U盘一个 获得服装道具一组 鉴于此地人多眼杂 服装道具延迟发放 请宿主尽快接受服装兑换 紧接着 一个U盘出现在附木手中 那个 老师 我需要去换个衣服 准备一下道具 可以吗 听到提示 附木回过神来 当即向和酒请示 对此 节目组自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更何况还是附木 附木下了舞台 迅速进入换衣间 故意停留了几分钟 当他再次从换衣间走出时 已经完全换了一副装扮 上半身黑色扮袖 下半身传统牛仔裤 还戴着一个黑色鸭绳帽 整个人看上去既神秘又低调 很接地气 但却有那么一点 土 最主要的是 在他手里 还拎着一个 与吉他极为相似的乐器 相比于吉他 这个乐器的外形 看上去更加修长简洁 当他再次走上舞台 所有人为之一了 卧槽 这是什么造型 挺低调啊 附木不是二十梳头吗 这个打扮 我以为我爹上台了 神TM你爹 那是我爹啊 那个是什么啊 吉他吗 不太像啊 有点奇特 求催更 求催更 第62章 血灾灾害中心 网友们都炸裂了 牛仔裤 半袖配鸭舌帽 实际上没那么土 主要是附木选择的 一身图案和款式的问题 让年仅二十出头的他 看起来就跟三四十岁的 中年大叔一样 要不是附木颜值太能打 估计就凭这身装扮 舞台风格也好不到哪里去 台风对一场比赛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选手附木 你这个打扮 好像不太符合 你这个年纪的风格啊 杨幂翻了个白眼 第一个开口说道 这个附木又有才 性格也很幽默 长得也帅 但这个穿衣的品位 确实不怎么样 但我很喜欢 附木笑道 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刀狼 浑身充满了力量 准备开唱 将第一场世纪暴雪 降临樱花 嗨嗨 选手附木 你才二十出头 是什么 让你养成了这个品位 薛之谦也笑呵呵道 对于附木的风格 确实有点无法接受 身为艺人 就是要潮 附木太土了 突然 一声开心的大笑传来 是一旁的花尘雨 他有些讥讽道 说真的 我在时尚圈的地位 完全可以媲美 我在音乐上的成就 加上我无可挑剔的颜值 呵呵 附木 跟我学着点 知道了 花导师 您是大神 我跟您可比不了 附木非常谦虚道 嗯 见到附木难得没对自己 花尘雨竟然隐隐有些失落 说道 这一轮 你要唱什么歌曲 还是原创 附木点头 原创歌曲 2023年的第一场雪 送给大家 花尘雨满脸不屑道 祝你好运 你不可能每一首 都能在及格分上 直到现在 他依旧不太认可附木的实力 认为 附木虽然有着一定原创功力 但更多的是运气好 至于为什么没有跟之前一样 狠狠开对附木 是因为 这几场演唱 确实太离谱了 他也摸不准 附木是不是真的会做法 万一会 他可不想被扎小人 好的 感谢提醒 附木微微一笑 这时 杨幂看着附木手里拎着的乐器 突然问道 附木 你的这个乐器是吉他吗 文言 其余人也认真倾听 不是 附木摇头 这个乐器叫弹布尔 也叫丹布尔 视为乌尔族 乌兹必克族诞弦乐器 杨幂眼睛一亮 还挺少见的 我从来没听过 附木 没想到你这么多才多艺 突然 花尘宇在一旁冷笑道 没人用的东西了 太老套了 不是加分项 杨幂皱眉 随后认真道 花花 你会吗 我 花尘宇雨色 有些恼怒的 我都说是冷门的东西了 我还学他干嘛 学他浪费时间 你知道 作为音乐才子 我的时间有多珍贵吗 我更愿意把时间放在创作上 给大家带来更好 更高质量的音乐 杨幂一副我了解了的样子 道 哦 原来你不会啊 密剑 你成心的吧 花尘宇怒了 可可嗨 这时 见到又要吵起来 何久赶紧开口道 毫无意外 陆木又是原唱 有请陆木演唱 开始演唱 2023的第一场选 接下来 有请选手陆木 演唱原创歌曲 2023年的第一场选 陆木走上舞台 将U盘交给工作人员 随着音乐声响起 陆木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 将话筒放到嘴边 抱着淡布尔 闭上了眼睛 要唱了 他又要唱了 巴嘎 赶紧回去通知樱花们 注意防范 对对对 虽然雪灾并不可怕 但还是要小心一点 很多在这边 观看的樱花网友们 纷纷连忙回到自家网络上 发帖发圈 提醒全民注意 其实 不用樱花网友们提醒 樱花的官方 也一直在关注着 就在陆木准备开唱的那一刻 樱花的各个城市的 官方工作人员 就已经警惕戒备起来 樱花国 模糊市 市中心的大楼内 雪灾防控中心 女防控长正坐在屏幕前 看着大屏幕上的节目转播 看着对方即将开场 她一脸冷笑 这群可恶的龙人 给我们樱花造成了 这么大的损失 早晚有一天 让他们付出代价 身旁 一名女助理撇嘴道 这群龙网友 还敢在网上 跟我樱花人对骂 简直八个九路 一群弱智 女防控长淡淡道 不过还好 她这次唱的曲目是雪 女防控长 明显松了口气 雪灾 相比于其余灾变 其实没那么可怕 马上去下发通知 让全市居民 准备好充足的衣服 食物 虽然不知道 雪灾会降临在哪个城市 不过既然上面有命令 就装装样子 那名助理 瞥了一眼女防控长 问道 上面拨的款 下部五分之一 不 十分之一就行了 雪灾而已 只要准备足够衣服和吃得 死不了什么人 挺挺就过去了 女防控长淡淡说着 然后贪婪笑了笑 剩下的 你懂得 两人相识一笑 隔之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推开 十几个樱花男子鱼贯而入 这十几个人 普遍身材矮小 但西装革履 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领导 您怎么来了 女防控长赶紧站起来 脸上带着一丝慌乱 紧接着便消失 变成了妩媚的笑 当然是想你了 为首男子挺着啤酒肚 油腻无比 上去一把拦住女子腰部 笑道 这几位都是京都过来的 上面的人 可能在这边待个十几天 女子瞥了一眼身后几人 马早气一笑 懂得 今年晚上 我一个人应付应付 明天我叫几个姐妹过来 一定照顾好信号信号 不错 这次要是雪灾降临这里 你成功抗灾 还能向上走一步 为首男子满意点头 目光中带着一丝炙热 为所得打量着眼前女子 已经明显有些迫不及待 谢谢领导 女子妩媚一笑 但瞥了一眼十几个一看 就甚虚无比的樱花男 眼底深处 却闪过一丝失落 樱花男儿 都有点甚虚啊 看到女子这么懂事 其余人则是黑黑笑了起来 大厅内响起了樱花特有的淫荡笑声 第六十三章 真的下雪了 此时 女防控长满脑子都在想着 这十几天 怎么把领导给伺候好了 至于抗灾 已经彻底被气抛到脑后了 抗灾 死多少人跟他有什么关系 能升职才是正经事 再说了 雪灾能有多大 难不成还能下刀子不成 龙国 天选巨星的舞台上 多彩缤纷的灯光之下 陆木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他戴着鸭舌帽 穿着半袖与牛仔裤 在这个颇为华丽的舞台上 就像是误闯进来的素人歌手 显得格格不入 全靠颜值硬撑 这舞台 除了颜值 毫无优点 听听歌 希望樱花天降暴雪 加一 观众们充满期待地看着 杨幂也是眼神闪烁 薛之谦已经闭上了眼睛 他现在已经习惯了用耳朵去倾听 这样的第一感觉 才是最真实的 希望别太离谱 不然这场过后 没准樱花真会派杀手过来 不对 后台那两个工作人员就有古怪 本来寻思躲起来避避风头的 没想到这个狗系统 拒绝任务竟然还能自爆 终于 前奏来了 登登登 一段听上去像吉他的声音传来 实际上 这不是吉他的声音 而是一种名叫谭布尔的乐器 但布尔一般多为坐姿演奏 右腿放在左腿上 左手持琴协力 琴头朝向左上方 共鸣香至于右腿进覆不出 此时 这就是录的姿势 看上去有些古怪 不过他已经沉浸其中 我倒吸凉气 还不错 风格好像有点老 这淡布尔谈的 还行 评论席上 薛之谦当即点头表示肯定 陆木果然没让他失望 但他有些担心 这首歌曲的风格 怕是有点老 冷门乐器而已 之所以冷门 是因为他不行 别人都不要的东西 他学了 这有什么加分的 花晨宇不屑地撇嘴 与此同时 前奏结束 陆木的声音随之响起 第一句歌词 就直接给他来了一波回忆沙 2023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带走了最后一片 飘落的黄叶 第一句歌词一出来 旋律还不错 但这个歌词 听得网友们 顿时有些蒙圈了 23年第一场雪 比以往来得更要一些 这也太口水了吧 我就想知道 汽车是怎么停在八楼的 又为啥叫二路 不是应该叫八路 感觉不太行的样子 为啥我觉得 还是有点好听的 那啥 咱们关注歌好话有意义 不是应该关注 路法师怎么做法吗 卧槽 你说得对 差点被带跑偏了 众所周知 这不是个唱歌节目 是个大型做法现场 说着说着 原本对这首歌 有所示弱的网友 也反应过来 他们今天来直播间 谁是过来听歌的 正经人谁听歌呀 都是过来看陆木做法的 樱花国 雪灾防控中心 大厅内的大门被人推开 十多名樱花老男人 鱼贯而出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满足神色 游戏游戏 真不错 不愧是女防控长 能走到这个位置 手上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什么东西撒牙了 咦 这根头发它怎么是直的 一边走着 十多人一边议论着 回味着 而身后 那名女防控长 则是满脸失落 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 十二个人 三分钟 他整个人都猛逼了呀 觉得简直有点逆天 有好几个 甚至就看了一下 然后 他知道自己实力很强 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原本看到这么多人 他还在暗暗窃喜 很久没有开婚 以为今天终于能好好放松放松 但万万没想到 唉 然而 就在这时 大厅大门忽然被一股风吹开 咯吱咯吱 玻璃窗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挠玻璃一样 众人看去 只见一朵朵双花 顿时凝结在玻璃窗上 好冷啊 女防控长打了个冷战 赶紧穿上衣服 其余人也纷纷穿上衣服 现在还是夏天 温度怎么可以突然降低这么多 有人疑惑道 然而 下一刻 一名女助理就匆匆跑进了门 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道 不好了 不好了各位领导 不知道什么原因 模糊温度突然骤降 马上就要降到零下了 温度骤降 怎么可能 女防控长一脸惊讶 其余人也疑惑无比 现在可是夏天 模糊的最高温度能达到接近四十度 根本不可能这么低 是不是因为龙国那个歌手 他是不是又唱歌了 突然 一名领导猛然想起什么 开口道 对对对 这次唱的关于雪的歌曲 女防控长赶紧道 雪 那名领导挺着啤酒度 皱眉道 但是也没下雪啊 怎么提前降温了 防控长 已经零下三度了 零下五度 六度 十度 还在降 怎么办 工作人员不断汇报着 听着汇报声 所有人也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了 夏天降到这个温度 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那个龙国歌手 真的有某种特殊能力 赶紧 赶紧去准备抗函 啤酒度领导 急忙下达命令 指挥着 同时 他心里涌上一股不好预感 迈开大步向外走去 马上准备车 我要离开模糊 其余樱花男子 也纷纷跟了上去 邪门的事情又发生了 他们也不想在这地方待了领导 我也跟你们走 女防控长脸色苍白 也要跟上去 你不行 你是防控长 必须留在现场指挥抗灾 啤酒度领导当即拒绝 脸色严肃警告道 不要善理岗位 要是发生什么大事 你承担不起责任 我 你们 你们刚刚在床上 可不是这样说的 女防控长哭了 想到之前 几个灾变城市结局 他慌了 让他指挥 他哪有能力指挥 以往这个部门 就是个吃闲犯的 平时有什么大灾变 顶多就是海啸 地震 第六十四章 巴掌那么大的雪花 你见过吗 这些东西根本不用防范 大的跑不了 小的不用跑 可是今天 他真的慌了 然而 那群领导根本不给他机会 直接甩下他 上了两辆车急驰而去 八打九路 渣男 一群渣男 看着急驰而去的汽车 女防控长期的咬牙切齿 突然 身旁女助理发出惊呼 防控长 快看 好像 好像下雪了 女防控长一愣 顾不上伤心 赶紧看向窗外 只见外面的天空 隐约有斑斑雪白降落 似乎真的是下雪了 2023年的第一场雪 是留在樱花神户难舍的情节 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 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 台上 陆木继续演唱着 浑厚的桑音 不急不缓地取掉 还有陆木那充满年代感的装扮 竟然有几分淡淡的忧伤 与回顾往事的沧桑 尤其是此时陆木身上散发的成熟男人的魅力 直接让一群小迷妹倾倒了 就连杨幂也有些沉浸其中 直播间内更是热闹一片 陆木 好帅啊 果然 帅气与衣着无关 这歌 一开始不好听 但是越唱越对位了 中年欧巴 算是帅到姐姐的心巴上了 我包养你 包养 陆木的汤城八品豪宅了解一下 我用水包养 这首歌一开场 其实是让很多人失望的 从台风 到歌词 其实都不太讨喜 就像当年的《大话西游刚上映》一样 别具风格的画面一出 很多人短时间难以接受 可是 是金子总会发光 凭着逆天唱功 陆木仅用了一个副歌的时间 就让观众接受了这首歌 全场气氛逐渐嗨了起来 果然 他们所看中的男人 还是那么优秀啊 每一首原创 都是那么经典 但是 可但是 大家好像不是过来听唱歌的吧 对啊 录法师优秀 咱们都知道 但咱们不是想看他做法吗 对对对 赶紧去樱花那边康康 发生什么没有 雪灾虽然死不了多少人 但看着小樱花受灾 应该也挺爽的 众人想起这个目的 纷纷赶紧退出直播间 或者又取出别的设备 迅速跳墙 跑到樱花那边的网络上 寻找着有关灾变的消息 尤其关注 跟雪相关的话题 但是找了半天 却没找到任何相关的资讯 可是 现在的樱花 正处于炎炎夏日 怎么可能下雪 别找了 小龙人们 哈哈 一群小脑残 我樱花现在是夏天 温度高到不行 怎么可能下雪 就算做法 也要有点常识吧 节节节节 这么高的温度 就算下雪 到了地面也变成水了 八个 愚蠢的龙国人 还真信这个 龙国网友们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相关报道 不由得有些失望 同时 也觉得小樱花们 说得有几分道理 大夏天的 怎么可能下雪 然而 任谁也想不到 此时在模糊这座城市 温度已经骤降到了 零下十几度 并且 马上就要接近 零下二十度的低温 还没异常 难道失灵了吗 眼看着演唱 已经进行了一个副歌了 那边还没动静 这个每次也不一样 一时间 众人心里都没底 台上 陆木依旧在唱着 但他心里 还是有些发虚 因为他知道 在这首歌的时间里 樱花的某个地方 是一定会发生一场 世纪雪灾的 总之 就算目前 大家持有怀疑态度 但早晚有一天 也会彻底坐实他的身份 法师这个称呼 恐怕一辈子都拿不掉了 只是 他也有点疑惑 第一个副歌部分 都结束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传出来 难道真的是因为 樱花夏天太热 雪根本下不起来 但这不符合系统性格呀 以系统的逆天性 没有条件 也会创造条件 让奇迹发生 比藏在心中 那份火热更暖一些 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 再一次把温柔 和缠绵重叠 是你的红唇 粘住我的一切 是你的体贴 让我再次热恋 是你的万种柔情 融化冰雪 是你的甜言蜜语 改变季节 终于 当陆木再次唱到 副歌部分的时候 直播间内 有人发出尖叫声 粘住我的一切 包括那个部位吗 楼上 想象力丰富 与此同时 樱花国 模糊室内 女防控长梁的 不仅是身体 她连心都凉了 在短短一两分钟时间 模糊温度 骤然降到零下二十度 然而 竟然真的飘起了雪花 Oh my God 不对 法克 也不对 巴达 真的下雪了 女助理看着窗外 心里拔凉拔凉的 与此同时 女防控长也有些绝望 这雪花 怎么越下越大 好几个工作人员 跑到窗台旁 一脸震撼地看着外面 只见窗外的雪 不仅越下越大 而且 雪花也越来越大 一开始只是正常雪花大小 但是现在 每一片竟然都有巴掌心那么大 怎么会这样 女防控长脸色苍白 看向助理道 去开车 我们要赶紧离开模糊 好好好 那名女助理赶紧出门去开车 她也迫不及待地 想离开这里 女防控长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开始收拾贵重物品 她在这个位置这么多年 收的好东西不少 碰 就在这时 大门被人推开 一个穿着大棉衣 妆容精致的樱花女子 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防控长大人 你的抗寒物品呢 女防控长健壮 脸色韵怒 阴内阴雨 谁让你闯进来的 我不是给你发布了抗寒任务 赶紧去执行任务 副防控长阴内阴雨 瞥了眼远处 大包小狗的行李包 冷笑一声道 你这是要跑路了吗 抗寒经费呢 是不是都被你吞了 女防控长怒斥道 闭嘴 你知不知道在跟谁讲话 立刻去执行任务 不然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务 第六十五章 好冷 执行任务 能不能活下去 都不一定了 阴内阴雨面色争鸣 一把夺过女防控长包裹道 带我一起走 不然谁都别想走 你 女防控长还想说什么 但是 只听砰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碎了 他扭头看去 顿时脸色一变 只见是远处的测温计报表了 测温计报表 要么是极度高温 要么是极度的低温 此时的温度已经降到了极低的地步 别废话 赶紧走 说着 女防控长也顾不上争论 提着最珍贵的行李包 就想要离去 此时 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门外 天空暴雪已至 而且每一朵雪花都有巴掌那么大 地上积雪已经握过了小腿 要是再不走 可能车就开不走了 两人匆匆来到门外 刚刚要上车 砰砰砰 接连四声爆裂声响传来 只见汽车的四个轮胎都爆了 巴嘎 车胎爆了 证明道 下车 换车 然而 当他们就要推车门的时候才发现 车门就像被电焊焊上一样 根本推不开 是被冻上了 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三十度度 一片片大雪花拍在车上 发出嗡嗡的声音 与此同时 这个世界都被恐怖的雪花覆盖了 曾经代表无数浪漫唯美的雪花 此时在他们眼中 彻底变成了杀人的东西 啊 妈妈 头盔好紧 突然 女助理捂着脑袋大叫 只见因为天气寒冷 他为自己准备的加热头盔 此事竟然断电了 然后发生了冷缩 将他的狗头都加得生疼出不去了 怎么样 女防控长 还有副防控长急了 眼看着气温急速降低 大雪也迅速将这个世界覆盖 他们要是再不抓紧时间 就要被活活冻死活埋了 都怪你 谁让你不早点离开 现在晚了 法克 我要是死了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副女防控长满脸争鸣开口道 闭嘴吧你 赶紧砸门 不然一会冻结石了 就真的没有机会出去了 车上几人闻言精神一震 砰砰砰 紧接着 几人开始疯狂砸门 随着车门晃动 外面大雪松动 终于被缓缓推开 开了 女防控长脸色一洗 而此时 龙国天选巨星的舞台上面 2023年的第一场雪 是留在樱花神户难舍的情节 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 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 哄 樱花国的模糊 原本就在下暴雪的城市 陡然温度再次骤降 然后暴雪等级再次上升了一个等级 雪花比巴掌还要大 而此时 樱花其余城市的居民 也有通过各种渠道 关注模糊情况的 他们眼睁睁看着 几乎在短短几秒 大雪骤然加大 而且雪片暴涨 比巴掌还大的雪花 这是啥呀 巴嘎 最近樱花这是怎么了 真的是要天灭樱花吗 雪灾 这哪里是雪灾啊 这是上帝怒了 要灭了我樱花啊 巨大的雪花疯狂飘舞 连成一片像是一张张白色的棉被 一层又一层的压下来 铺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一层接着一层 很快 大地上的积雪厚度 就达到了半人那么高 樱花人本就身材矮小 稍微那么矮一点的 此时都已经被没过了半腰 救命啊 救命啊 一个中年秃顶男子 穿着半袖 在雪地穿梭 但极端低温 加上他穿得极少 没过几秒钟 整个人下半身就被冻僵了 紧接着 下半身变成了一座冰雕 动不了了 咔嚓 在他剧烈的挣扎之下 他的身子竟然彻底的崩碎了 男子痛哭着 上半身也掉在了雪堆中 没过多久 也被冻成了半截冰雕 与此同时 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每个家庭 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一栋樱花风格的小木屋内 一个小男孩与一个少女 正窝在同一个棉被内 巴嘎 都怪这个叫陆木的 我关注他很久了 只要他唱歌 樱花就有灾难发生 小男孩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转播 手指着屏幕上的一名歌手叫嚣 虽然只有十来岁 但面目猙獰 与其阴毒 根本没有孩子的天真浪漫 只不过此时 弟弟 你是说 咱们樱花发生灾变 是因为这个人吗 一旁 少女披着棉被 坐在火盆前 哆哆嗦嗦道 对 就是因为他 早晚有一天 我要去龙国 杀了他 小男孩叫嚣 努力往少女的怀里挤了挤 他也被冻得不行了 只不过 将所有怨气 都撒到了那名叫陆木的歌手身上 该死 龙国人都该死 少女也满脸怨毒 但很快 他就将一切抛到脑后 太冷了弟弟 而与此同时 在龙国网友们 疯狂地搜寻之下 也终于在外网上面 找到了模糊雪灾的相关消息 卧槽 快去看 樱花发生超级雪灾了 突然 有人在天选巨星的直播间内 喊了一嗓子 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真的假的 超级雪灾 马德 现在樱花那边不是夏天吗 怎么可能下暴雪呀 是真的 陆法师的做法真的没有失灵 陆法师成不起我呀 在哪里看 模糊模糊 巴掌大的雪花片子 见过没有 跟地毯似的 一层层从天上往下扑 说一下这本书吧 这本书成绩不太好 完全没有达到我得预期 但是这个题材 我是很喜欢的 怎么说的 大家都懂得 虽然成绩不太好 但是我也尽力地写下去吧 不为别的吧 就为了满足 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吧 喜欢看的朋友 可以看看 不喜欢看 也看不到这里是不 另外 求一下催更 求催更 感谢大家 给点动力 第66章 一座没有活人的城市 很快 直播间网友的数量 在短短几秒钟 直接从上亿 调到了只剩下上千万 不仅是龙国网友 棒棒们 大漂亮们 还有阿三哥哥们 全都跑到樱花那边去吃瓜了 而且 这些人的注意力 也没有放在演唱上 而是又取出别的设备 跑到樱花网络上 寻找与模糊相关的消息 但是因为隔着一道网络墙 加上雪灾太突然 连相关报道都没有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任何直播等画面 雪灾与极寒天气 直接将网络都摧毁了 太特么吓人了 真的有巴掌大的雪花 我特么 太爽了呀 小樱花们这回又爽歪歪了吧 哈哈 说真的 我以为的雪灾 不会死太多人 但是刚刚看到 有人晒的照片里 好像有很多冰雕 估计模糊那边 又是个团面 又要庆祝了 烟花好像要卖霉了 楼上 私了我 送你几个烟花放 尽管流传出来的现场照片很少 但龙国网友们依旧亢奋无比 因为这个程度的雪灾 那估计会冻死很多人 而且 要知道 现在可是在大夏天 很多人都没有过冬准备 此时 雪灾来得这么突然 很多人直接被活活冻死 太可怜了 为什么又是我樱花 抗寒救灾 赶紧去救人啊 樱花相关信号门 已经没有力量去救人了 之前被灭的四个城市 还没救过来 面对樱花网友们的哭诉 龙国网友们却都爽翻了 到处搜索现场的情况 可是 大量的网络被破坏 让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渠道 获得模糊的信息 靠 可惜不能看现场直播 就没有人现身一下 来个直播吗 不能看着小樱花们被冻死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此了 2023年的第一场雪 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 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 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叠 是你的红唇 沾住我的一切 是你的体贴 让我再次热恋 是你的万种柔情 融化冰雪 甜言蜜语改变季节 陆木动情地歌唱着 鹅毛大雪降落 此时深度已经达到了一米多 这场愤怒的暴雪 开始呈现出了恐怖的破坏力 很多房屋 路灯等各种建筑 经受不住重量 直接被压塌了 一开始 街上 房屋内 还有人哭着喊着 到处往外 跑去逃难 然而 短短的一分钟过去之后 这座城市 仿佛变成了一座死城 很多因为抗寒物品不足的家庭 首先就被冻成了冰雕 如果从上帝视角来看 那么任何人都会感叹一句 这座城市 就宛若一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城市一般 下方还有很多人人形冰雕点缀 只是他们的表情 确实不太那么好看 惊恐 绝望 不甘 而在他们的周围 则是一片片比巴掌大的雪花 这个场面 让人嘖嘖称奇 各位 模糊发生万年难遇的暴雪 呜呜 直升机可能出不去了 在此 樱花的第一记者 将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场现场直播 一架直升机上 因为采用了特殊取暖设备 所以目前还能运行 但也只能低空飞行 因为雪太大了 几乎要压它 这下直升机 巴掌 终于找到一个现场直播了 我模糊的同胞们怎么样了 我要捐款 救灾啊 同胞们 加油 一库 一库 直播刚开始 无数的樱花网友们涌进了直播内 之前众人关注模糊消息 都是从其余渠道或者新闻转载 而身在模糊市的人 要么忙着逃命 要么断网 此时 终于有人现场直播了 瞬间百万樱花网友们涌入 同时 还有棒棒们 阿三 大漂亮们 也都涌进来了 阿西吧 太恐怖了 可怜的樱花们 法克 暴雪也能这么恐怖 我阿三国 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 谢特 我大漂亮的樱花狗狗们 又要被灭了一波 心疼 碧池 比巴掌大的雪花 这个世界 竟然真的存在 为什么最近发生这么多离谱的事情 而且都是发生在樱花国 法克 虽然樱花狗狗们 是我大漂亮国的狗狗 但狗被灭了 我们也心疼啊 耶死耶死 有这样一群狗狗 感觉还是很好的 每次我去樱花度假 那边就会安排 无数的樱花美少女狗陪我 所以我还是不希望 樱花信号信号 与此同时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当然也少不了 龙国网友们的画面了 卧槽 终于有人开启直播了 这个小樱花 真是个好人啊 哥高低给你整个棒棒糖 这是 冰雨大世界 爽 刺激 牛皮 我靠 我看到了什么 简直这么离谱啊 哈哈 扩矣扩矣 今天又算是过年了 讲真的 要是樱花天天这么精彩 我就是天天把腰包掏帮了庆祝 也愿意啊 在直升机的游行室拍摄之下 人们终于看到了 此时模糊的景象 巴掌大的雪花 极端寒冷的气温 将一切都冰封了 看着一座座人形冰雕 以各种生前的姿势 保留在城市各个角落 所有人都有种急鼓发凉的感觉 嗡嗡嗡 直升机一路飞行 也许是这个城市太过安静了 每当直升机飞行而过之时 搅动了一股气流 立刻让很多冰雕 雪堆 直接发生坍塌 救命 救命啊 忽然 远处出现一股白色洪流 从视频上看去 竟然是周边的山脉上的积雪 发生了大雪崩 积雪翻滚着 场面恐怖 简直堪比海啸的壮观场景 随着直升机前行 那名记者也是有点扛不住了 意识有些模糊到 找了半天 还没有找到一个活人 不知道这座城市 还有没有活人了 他有些失落 同时也有些恐惧 难道过不了多久 自己要跟这群冰雕一样了吗 求催更 求催更 第67章 美丽的人形冰雕 巴嘎 我不会 不会就这样死了吧 我 我还没有享受够 我的房子 车子 票子 美女 女房控长的销魂 两辆被暴雪掩埋的汽车内 那十多名暴雪防控中心的领导 此时被困在车内 一脸的绝望 他们现在很后悔 早知道暴雪能在短时间达到这个规模 他们就躲在基地步出来了十多个樱花人 此时已经有好几人睡了过去 估摸着是没有呼吸了 但是他们不敢去查看 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恐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救援电话还没打通吗 为首的樱花男子开口 询问身旁的助理道 没 没有 根本通不了啊领导 要不然我们现在下车 往回走 没准还能回去 那名中年樱花男助理开口 回不去了 车已经被冻上了 根本打不开 所有人闻言绝望无比 但他们现在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 极度冰寒 让他们只能像狗一样窝在车上 一动不敢动 祈求着这场暴雪赶紧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然而 车厢内的呼吸声越来越少 原本还剩下的七八人 已经只剩下那名领导 还有助理 还有微弱的气息 但也陷入了幻境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嗡嗡嗡 就在这时 远处一架直升机飞了过来 朦胧当中 那名领导赶紧用袖子 去擦车玻璃上的双花 当他看到 竟然有一架直升机 在外面盘旋时 顿时脸上涌现狂喜之色 是救援队来人了 得救了 他以为自己要得救了 碰 他伸出一只手 狠狠敲打在车玻璃上 然后只听一声清脆的破碎声 车玻璃碎了 与此同时 他的那只手 也咯蹦一下崩断了 原来 那只手已经不知不觉冻僵 此时遭受强烈撞击后 直接断了 卧槽 嘎蹦脆啊 太爽了 这个画面虽然残忍 但发生在樱花人的身上 我只能说一句 叔父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残忍和爽 还能联系到一起 樱花人在这方面是专业的呀 比如那些MS的朋友 先别开车 专注一点 看着龙网友们的嘲讽 樱花网友们都暴怒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说风凉话 这是人类的灾难 龙网友们这个态度 简直不配称之为人类 一点道都没有 巴嘎 龙网友们 请你们从这个直播间出去 阿巴阿巴阿巴 巴嘎九路 气死我了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知道 而且 车玻璃碎了之后 外面的大雪直接灌了进来 这让原本还能保持一些温度的车内 直接温度再次骤降 并且 两人彻底被暴血掩埋 嗡嗡嗡 直升机上 那名记者也明显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愣神一下 然后看到那个场景后 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他现在自己都要扛不住了 哪还有精力去救人 同胞们 真的不是我不救人 无能为力 现在的我 只能用最短暂的时间 尽力将无情的灾难呈现给大家 希望各国 能帮我们一把 说着 这名记者深深拘了一躬 一脸悲痛欲绝 表现出很有礼貌的样子 直升机继续前行 沿途上 直播间人不断倒吸凉气 在这个大雪风天的灾变中 人类显得如此渺小 很多人被埋葬在大雪中 脸上还凝固着生前的恐怖表情 太惨烈了 呜呜 八嘎九路 凭什么 凭什么灾变要出现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樱花人 明明这么善良 有爱 美好 没错 应该降临在隔壁的龙国 那群星号星号星号 樱花网友们都在哭诉着 悲鸣着 同时 众人看到这个场景 也有些心里打鼓 樱花已经遭受了好几场灾变了 他们真的很怕 接下来会轮到自己的城市 然而直播间弹幕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画风出现 龙网友们却是笑到肚子疼 哇哈哈 真的好可怜 我伤心死了呀 扑哧扑哧扑哧 对不住 我没有笑 我是在哭 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 灾变中的孩子早当家 樱花网友们死了多少人了 统计了吗 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 随着龙网友们嘲讽 樱花网友们全体暴怒 纷纷在弹幕上开始疯狂输出 攻击龙网友们 他们是真的愤怒了 这群龙国人面对天灾 竟然一直在嘲讽 没有一点同情心 不 是根本没有一点的人心 樱花斯密达们不要生气 龙网友们真的很畜生 阿巴阿巴 龙网友们真的很过分厌 如果龙网友们敢这么嘲讽我们阿三国 我们是忍受不了的 没错 我阿三国能争善战 难争北战 不论实力还是人格魅力 都是名列前谋 那没毛病 不然能征服三嫂吗 樱花人们不要悲伤 振作起来挺过这一关 三嫂见你们嗨疲一下 各国网友们 有人旁观吃瓜 也有人鼓励樱花 阿三们甚至大方的 要让出三嫂 奖励小樱花们 看到龙网友们的嘲讽 这名记者 原本还跟愤怒 但是听到各国网友们的支持 心里顿时舒服了不少 看看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阿三竟然连嫂子 都舍得让出来 这名记者调整心态 面对镜头 强颜欢笑道 灾变无情 接下来 我将前往雪灾防控中心 让朋友们看看 面对灾变 我们的樱花官方 是怎么努力自救的 我相信 我们樱花人的精神 一定能感动全球 直升机逐渐飞行着 很快 到达了雪灾防控中心 只见防控中心的办公大楼 此时已经被一层 接近两米高的积雪掩埋了 偶尔能看到 很多穿着防控服的工作人员 出现在大雪中 他们表情惊恐 已经变成了人形冰雕 只是 在他们的手中 每个人都拎着行李箱 很明显 这哪里是想着救灾 根本就是在想着逃跑 第68章 暴雪停了 还没灭城呢 这就停了 只不过 暴雪太突然 根本没有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卧槽 这是连门都没逃出去 这不是雪灾防控部门吗 怎么一群人拎着行李箱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救灾要拎行李箱的呀 哈哈 这记者有意思哈 竟然玩一手自爆 牛批 龙网友们见状 开始疯狂嘲讽 这一次 就连樱花网友们 都无话可说了 这个架势 不是逃跑是什么 就连救灾人员 都想着逃跑了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找什么借口安慰自己了 你们闭嘴 我们的救灾人员 看着下方人形冰雕 这名记者 本想形容点什么 但却发现 好像也没什么形容的 最后 他恼羞成怒 满口胡舟道 我们的救灾人员 他们没有一个死在室内 都死在了室外 这说明 他们都死在了救灾的路上 可歌可泣 值得尊敬 所有人骂了 看着强行煽情的记者 所有人在心里默默吐槽着 就连阿三还有棒子们 都忍不住在心里付匪了 然而 就在这时 咯吱一声 下方的雪堆当中 一辆黑色汽车的车门被推开 紧接着 两个僵硬的声音 包裹着厚厚的棉衣 挪动了下来 呜呜呜 跑不了了 都怪你 收拾东西收拾那么久 这些烂东西 有命重要吗 只要有命在 以后我继续从老百姓手里搜刮就好了 闭嘴吧 臭婆娘 老娘是富的 跟你这个能比 就连上面的领导来了 第一个吃他们 心好心好的 你也是第一个 是两个女子的声音 只是因为气温太低的原因 两人说话的声音气息虚弱 颤颤巍巍 就像是要挂了一样 很快 就有人认出这两个女子 正是雪灾防控中心的政府防控长 因为之前两女上岗 还引起过很大的舆论震动 所以 很多人都认识这两个女子 只是 听着两女的话 众人都骂了 八个 这两个臭女人 将我们樱花人的脸都丢进了 将他们抓到静音魔社前 深寸死他们 对对对 樱花网友们难得怒了 要知道 这场直播 可不仅仅是他们樱花在看 还有漂亮国 龙国 阿三等好多网友们都在观看 两人的对话一传出去 足以在全球引起很大震动 从而影响樱花国的形象 而此时 两女还不知道 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被直播了 好不容易砸破了车窗 两女没来得及喜极而起 就被眼前景象惊呆了 大雪已经彻底封锁这个世界 尤其是那群血灾防控工作人员们 竟然都变成了人形冰雕 好 好冷啊 比车里还冷 呜呜呜 怎么办 我们赶紧回车里吧 副防控长都要哭了 按照现在这个形势 他们多半活不下去 回车里干什么 等死吗 女防控长声音颤抖着说道 去地下室 地下与地面有隔离带 温度应该不至于太低 女防控长说着 艰难地迈着步子 朝着地下室方向走去 副防控长见状 恍然大悟 也赶紧跟了上去 而此时 可能是因为大雪能够吸收声音 让两人竟然都没有发现 空中的直升机 两女一步一步 艰难走着 可是没有走出多远 两女就发现 自己走不动了 埋在雪中的双腿 竟然不知不觉 没有了直觉 他们 妈了 两女立刻急眼了 按照这个速度 用不了多久 她们的双腿就彻底废了 到时候 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 看着 就在不远处的地下室入口 两女面露不甘 此时 直升机飞得越来越低 驾驶员 还有那名记者 也都快要不行了 这名记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有点回光返照的 朋友们 我可能要不行了 樱花国遭受这么多灾难 我希望 我希望 其余国网友们 给予我们支援 同时 我也希望 那些不帮助我们的人 全都死啦死啦地 比如 龙国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可是不得不说 这个小樱花 跟其余樱花一样 没有任何操守与觉悟 只要是敌对龙国 一切错误 都能够归结到龙国身上 此时 这名被称为 樱花第一记者的年轻人 已经不再畏惧死亡 看着驾驶员渐腿迷 直升机逐渐下落 这名记者知道 当直升机降落到雪堆中时 很快 他们也会像下方的 那群冰雕一样 变成其中一具 然后 等到雪灾过去 阳光重新出现的那一刻 他们的身体 就会随着阳光一起融化 想到这里 这名记者就很不甘心 凭什么 凭什么就这样死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天空上 雪花竟然停止飘落了 暴雪停了 卧槽 停了 雪停了 这场雪灾过去了吗 呜呜呜 终于过去了 这几分钟内 虽然可能会死很多的人 但我相信 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活着 没错 躲在家里的 多半都能活着 只有在世外的人 死亡几率才是最大的 看到暴雪停了 所有樱花网友们 差点喜机而起 这场雪灾 虽然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但是不管怎么说 并没有跟前两次一样 造成毁灭性打击 这就停了 龙国 天选巨星的节目现场 突然有嘉宾惊叫出来 同时也是失落 无比正如网友们所说的那样 雪灾损失虽然大 但还没到灭城的地步 这就让人很不爽了 前几次 可是都把整座城团灭了的 这次竟然没灭城 雪灾嘛 灭不了城也正常 龙网友们自我安慰着 但是 陆法师还没唱完 一会雪灾会不会继续啊 有人突然看向舞台 顿时所有人也纷纷看向舞台 只见此时的陆木 依旧在舞台上演唱着 歌声继续传来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随着歌声飘扬 第69章 天上下了的大雪崩 众人却没有心思去欣赏歌曲 只是依旧怀着失落的心情 去关注着樱花那边的动静 所有人都在祈祷 奇迹会发生 希望在歌声还没结束之前 樱花那边 能够再次发生一场灾变 然而 随着歌声飘扬 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樱花模糊的上空 冷气流逐渐正在疯狂汇聚 同时 原本就要飘落的暴雪 竟然都被这股气流吸了过去 所有的暴雪 竟然都在天空中汇聚在了一起 就如同一块无比巨大的白色云朵一般 逐渐覆盖在了模糊上空 而在这些暴雪的最上空 气流的气旋中心更加的恐怖 无数气流旋转 将一些原本已经融化了的冰水 又凝聚成了一节节冰块 就如同一根根弯曲的冰锥一般 随着气流旋转 打磨变得无比的锋利 不过此时 模糊乃至于整个樱花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依旧沉浸在 以为暴雪已经结束的喜庆氛围当中 而此时 樱花的全国 人心激动 并且网络上 也是热闹无比 呜呜呜 模糊的雪停了 没事了 太好了呀 活下来了 虽然死了很多人 但是没有灭城 灾变不可怕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康巴雷 龙国的小丑们呢 不是吐槽吗 继续来啊 呵呵 我樱花帝国无敌 谁能站上 你们一群小哈基米 去使吧你们 与此同时 樱花网络上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 LINE等软件上 各大热搜 都是在为模糊 劫后余生庆祝 模糊灾变结束 感谢我樱花官方的权力抗灾 灾变无情人有情 此次雪灾 在我们樱花官方权力领导之下 雪灾救援视频曝光 让全世界看到 我樱花官方速度 力量 各大热搜 各种歌颂 然而 这一幕也是看妈了龙网友们 啥 我没看错吧 他们在庆祝 庆祝人死得少 不对 庆祝人比前几次人死得少 其实庆祝的也没毛病啊 毕竟每次都是团灭 这次不团灭 就叫胜利 还真是 他们庆祝 咱们不也在失落吗 没团灭对我们来说 就叫失败 相反 他们就叫成功 他们真的 我哭死 模糊 随着暴雪停了 很多人纷纷推开家门 走上街头 看着虽然气温依旧很低 却是在逐渐回温的天气 所有人喜极而泣了 他们躲过这场灾变了 他们活下来了 这就是活着的味道 活着 这就是活着 活着太好了呀 一个拉面馆门口 穿着厚厚棉衣的老板 努力吸收着冰冷的空气 旁边一个花店 一名女子喜极而泣 山腾哥 我们活下来了 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你又可以继续过来玩了 好好好 拉面馆老板 哈哈大笑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在拉面馆门后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 冷笑一声 巴嘎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早就知道 只不过再配合 你们的表演罢了 哼哼 拉面馆老板 也是瞥了一眼门后 若隐若无 显然 男子偷窥的事情 他也是早就知道了 然而 男子虽然不知道自己偷窥 被拉面馆老板看到这件事 却也不是很在意 转身就往拉面馆老板娘的屋子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模糊城里 很多人纷纷走出家门 推开窗户 看着这座被暴雪掩埋的城市 既惊叹又庆幸 街上也有很多人形冰雕 还好 他们没有像这群人这样冲动 贸然冲出家门 实际上 这群人当时的想法也没有问题 借鉴前几次灾变 四个城市都是团灭的结局 这群人本以为雪在短时间内不会太严重 所以 这才打算趁快离开模糊 只是 暴雪灾变的速度 远远超出他们想象 模糊的人们走上街 欢呼着 庆祝着 没有什么 比灾后余生更加让人兴奋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是留在 WLMQ难舍的情节 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歌声悄然在龙国的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舞台上继续着 而此时 当那一具飞来飞去的蝴蝶落下 在模糊的上空 那汇聚的暴雪 终于开始发生暴动 气流旋转 暴雪马上就要坠落 不对 天上那个白色的一大块 是什么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怎么回事 还没结束吗 所有人震动 看着天空上那块巨大的雪白 模糊的樱花人们 终于发现不对 那块白色的东西 不是白云 巴嘎 不是白云是什么 难道 难道是雪 怎么可能啊 所有人震动 那么大的一块雪 这特么的 是不是太离谱了 就算是发生天灾 也不能这么离谱吧 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 当摇曳两个字落下 陡然间 那块巨大的雪白 轰然从天空坠了下来 原本正在世外 劫后余生的模糊樱花人们 全都吓得马爪了 转身就往房间中跑去 然而 巨大雪块的下坠速度 远远超过了 众人的反应速度 轰然落下 那恐怖的速度 恐怖的重量 直接砸在了这座城市 而且 是平铺了整座天空 覆盖了整座城市 哄 终于 这座城市 被这块巨大的雪块 狠狠来了一个拍击了一下 来了一个大笔刀 伴随着一声轰的一声巨响 很多人高楼大厦 以及各种建筑 都被砸塌了 无数的樱花人 被倒塌建筑直接掩埋 也有人直接被大雪碰给拍中 在这种恐怖冲击力之下 直接拍成肉泥 严格来说 这已经不是雪 类似雪崩 而且 从高空坠落 那股冲击力 比雪崩又恐怖无数倍 就连高楼大厦 都能被直接拍塌了 砸在人身上 就可想而知了 估计尸体连个渣子都剩不下 求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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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第七十章 天上真下刀子了 酸爽 卧槽 卧槽卧槽 被雪拍死 我头一次见到这种死法 简直离谱 真特么离谱 不过 真爽啊 龙国网友们惊呆了一阵 紧接着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惊呼声 而 樱花网友们 则是一个个都惊呆了 所有人彻底猛逼了 傻眼了 什么情况 雪灾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突然来这么一个镜头 是什么意思 老天爷 我法克 碧池 谢特 巴嘎 九路 有幸存的人 纷纷雪堆中爬了出来 屁滚尿流地往家里冲去 然而 一切还没结束 在这场大雪碰过后 一股恐怖的气流 也笼罩模糊上空 紧接着 无数的冰刀子雨 从天而降 接下来的一幕 彻底变成了所有人的噩梦 不仅是樱花人 也让龙网友们 阿三 棒棒们 头皮发麻 只见 那群还没来得及 退回到房间内的小樱花们 被这些天下坠下的冰刀子 锋利无比 运气好的人 直接被冰刀子切中要害部位 一命呜呼 运气不好的人 这些冰刀子 削在人的身上 宛若一条条肉条一样的肉片 直接就被切下了一大片 很快 地上都是鲜红的肉卷 很多小樱花 瞬间变成了血葫芦 浑身被削去一层 血液从全身的毛孔当中喷不而出 宛若一个人体喷泉 场景恐怖无比 惨叫 哀嚎 到处都是绝望的樱花人们 在抱头手窜 所有人都看麻木了 卧槽 卧槽 此时此刻 我只想迎失一手 吓刀子了 真的吓刀子了 我特么整个人彻底麻木了 太特么残忍了呀 我不敢看 太吓人了 但要是不看 我这辈子肯定后悔 肯定又觉得 人生缺少点什么 你们康康 那冰刀子嘎在人身上 直接把人的肉 一片片切下来了 人形刀削面 这玩意 涮火锅应该还扩一把 吓刀子天跟火锅很搭哦 龙网友们 在弹幕上疯狂刷屏 以前就总听老人们讲 吓刀子吓刀子 没想到有一天 真能见到这个场景 而樱花网友们 则一个个都骂了 遭受这几场灾变 越来越严重不说 关键是 越来越离谱了 雪崩直接从天降 紧接着就下刀子雨 还能不能再离谱一点 他们樱花人这么善良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们 这个世界没有天理了 善良如我樱花人都活不下去 毁灭吧 这个世界 樱花网友们 感觉自己都要黑化了 樱花现在 已经连灭四城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真的要废了 樱都方向 通过监控设备 樱老以及众多樱花长老们 也看到了灾变现场 对于他们这个身份上的人来说 自然能够有办法看到 受灾城市的监控 只不过 看着此时的灾变现场 他们也无能为力 根本无法救援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 人类的力量显得无比渺小 樱老 污水储存场那边 已经扛不住了 天上下刀子 是根本没有想到的 储存罐都被冰刀子切开了 您看看 这是那边的情况 一名负责储存厂那边的长老 汇报情况 说着 他拿起一个遥控器 按了下去 顿时 视频上视角一转换 就出现了另外一幅画面 在一个巨大的工业画厂房 各种高大的储存罐坐落 大大小小 接近一百多罐 然而 此时天上下着大量的刀子雨 狠狠地打在金属的储存罐上面 由于储存的是化学元素 比较特殊的污水 所以 储存罐并不是特别坚硬的钢铁制造 但也不会轻易被破坏 不过由于平时这里的保养的不算太完善 很多储存罐明显已经年久欠修 出现了裂痕 甚至有黑色液体在往外冒着 也就是说 在灾变之前 这些储存罐就已经有破损迹象了 加上此时 无数的冰刀子坠下来 打在储存罐上面 发出霹雳乒乓的巨响 在恐怖的冲击之下 储存罐竟然在逐渐发出裂痕 裂痕越来越大 并且最后彻底被冰刀子给切裂 紧接着 一股股乌黑发臭 又带着一股工业化难闻气味的废水 从裂缝喷涌而出 喷在血水当中 发出腐蚀性的气味 然而 这一幕 工厂的工人们并没有发现 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 大部分变成了人形冰雕 剩下的人 正在被人形刀消灭 婴老以及长老们看到了这一幕 一个个脸色难看无比 污水排放 这个计划 婴花国早就准备对外公布了 只不过 这件事情影响巨大 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在全球上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从而 影响他们婴花人的高大伟岸的形象 所以 他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将这件事向全球公布 然而 接二连三的灾变已经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乌城还有模糊等 五城的储存罐都已经被破坏 实际上 废水已经开始泄露 他们必须尽快做出公开部署计划了 婴老 模糊的废水储存罐也被破坏了 加上乌城等几个城市 到底控制不住了 怎么办 那名长老问道 准备一下 这场灾变结束 就将这件事情公开吧 不必隐瞒下去了 婴老脸色阴沉道 理由呢 我们应该找什么理由应付一下 那名长老又开口道 理由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婴老冷笑一声 模糊等五城接连发生灾变 破坏了废水处理罐 自然而然就泄露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没错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天灾 我们也不想啊 他们要是害怕 那就出钱出人过来修复 毕竟 要是泄露 大家都好不了 所以 所有人都要搞清楚了 这也是全人类的责任 不仅是我们樱花人的责任 哼 其余长老也一脸冷漠 纷纷理直气撞到 将责任全部推卸到了外面 根本没有考虑过自身原因 求催更 求催更 第七十一章 落幕的迷媚 杨幂 是你的红唇 沾住我的一切 是你的体贴 让我再次热恋 是你的万种柔情 融化冰雪 是你的甜言蜜语 改变季节 舞台上 落幕歌声即将收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远在神户 整个城市正在狂下着冰刀子 现场嘉宾们 自然也看到了那些直播画面 所有人都骂了 大家都是普通人 发生的水灾 火灾什么的 或许很常见 但冰刀子 活活把人削死 这个死法 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 而如此 就在他们眼前真实发生了 很多人即便感觉很爽 也没有卧槽之类声音传来 因为都已经被这个画面震撼住了 太吓人了 而就在陆木唱到副歌时 冰刀子下来的速度 骤然加快了 是你的红唇 沾住我的一切 模糊是 到处都是血葫芦 只不过粘住它们的 不是红唇 而是冰刀子 是你的体贴 让我再次热恋 无数冰刀子 骤然加快 更加密集 一个个血葫芦 被冰刀子切开身体 倒在地上 有的被直接杀死 有的 直接被冰刀子 削成人质 生不如死 是你的万种柔情 融化冰雪 是你的甜言蜜语 改变季节 舞台上 陆木演唱到动情处 甚至仰望星空 弹着手里的乐器 虽然看起来很惆怅 实际上 却显得无比的骚气 所有人都骂了 而看着陆木脸上 严肃的表情 而现场嘉宾 包括观看直播的 网友们脸上 却觉得 宛若看着一头魔神 恐怖 真特么恐怖 陆法师用最淡定的歌声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把小樱花灭了 这不可熟爱呀 呜呜 下冰刀子 这辈子都没想过 真吓人啊 虽然觉得很爽 但太吓人啊 不敢看 睁开眼看一下吧 老几把精彩了 不然你将爆汗终身 是几把精彩 还是老几把精彩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灾变的问题 你跟我谈星号星号 而与此同时 三位导师也集体傻眼了 杨幂偷偷看了一眼 薛之谦 两人眼中的恐惧之色 无比的浓烈 就这 就这陆法师 还说自己不是法师 以后谁要是说 陆木不是法师 他们肯定会跟谁挤眼 华晨宇坐在自己座位上 看着台上真情演唱的陆木 又低下头 偷偷看了看手机屏幕上的 模糊此时的恐怖景象 他整个人都被吓猛逼了 陆木 真的是个法师 花法师可能是个梗 但陆木 一定是个法师 想着以前自己跟陆木装逼的样子 华晨宇突然汗毛倒树 感觉到一股死亡危机 自己以前的胆子太大了 竟然处处跟陆木对着赶 万一陆木怀恨在心 在家里扎个小人啥的 不是可以随意拿捏自己 不对 自己最近嗓子发言 连代表作 都唱不好了 不会是已经被拿捏了吧 想到这里 花晨宇心都凉了 他心里暗自下定决心 以后绝对不能跟陆木对着干了 不 应该是尽力挽回 而在一旁的监察座位上 那位樱花监察员 也是一脸阴沉的看着这一幕 他特意给节目组加了的难度 改变规则 然后限制陆木 然而 还是没能防范得住 他再一次见证了 这个叫陆木的选手的邪门程度 虽然他也不愿意相信 这个叫陆木的选手 真的是个法师 但一切也都太巧合了吧 只要他开口 樱花就能发生特大好离谱灾变 而且 灾变的程度 会随着歌曲的高招 低谷起伏 这特梦 他不愿相信 却也不得不相信 巴嘎 一定要尽快通知樱花官方 除掉这个陆木 必须尽快 他心里嘀咕道 与此同时 就在这首歌即将结束的时候 陆木的各种话题 已经成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速度之快 超乎想象 比如 微博超话 贴吧等等地方话题平台 有关陆木的话题 就已经彻底超过第一名 并且还在飞速攀升 那位被称之为话题之王的坤哥 都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除此之外 与陆木有关的话题 就只有一个 樱花国 模糊的暴雪灾变 已经在龙国传开 被网友们传暴了 万年难遇暴雪 模糊灭成倒计时 刀子与世真爽 这特么简直违背常理 兄弟们 陆法师演唱马上要完毕了 给陆法师加把劲 陆法师 使劲 人家 人家还没够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是留在WLMQ南蛇的情节 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飞来飞去的蝴蝶 终于 陆木逐渐收尾 然而此时 如果能够从上帝视角看 此时的模糊 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被暴雪掩埋 大量建筑倒塌 还有很多人形冰雕 倒在了暴雪中 更加恐怖的是 在这片原本应该是雪白色的世界当中 却是出现了很多血红区域 很多血乎乎一样的东西 躺在雪地中 大量的鲜血扩散出去 将这个世界点缀的星红一片 触目惊心 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死去的血乎乎 躺在冰天雪地当中哀嚎着 惨叫着 整个模糊如同人间炼狱一般 除了死人 就是正在死去的人 模糊这座城市 几乎被团灭了 舞台上 陆木的2023年第一场雪 已经表演结束了 啪 啪 啪 杨幂瞪大眼睛 薛之谦也平住呼吸 现场的观众们 也是一个个呆滞地看着屏幕 很多人也在低着头 观看着樱花那边的灾变 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 只有花尘雨 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似乎在偷偷思索着什么 终于 作为专业主持人的何久 最先反应过来 连忙开口道 恭喜陆木 表演结束 请三位导师开始点评 陆法师 你太牛逼了 最先开口的是杨幂 只是他一开口 就完全无意识地脱口而出 求催更 求催更 第七十二章 哗哗 你变了 因为情绪太激动 太震撼 根本想不到 有什么别的话语 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 也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 世界上还能发生 这么离谱的事情 他音乐界 还有这么离谱的人才 可嗨嗨 蜜蜜 请注意你的言辞 何久连忙开口 哈哈 对对对不起 杨幂连忙道歉 从演唱效果 还有各方面效果 嗯 你们懂得 我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所以 十分不解释 当之无愧 说着 杨幂一把拍下了代表分数的按钮 而轮到薛之谦开口 他更是大赞特赞道 陆法师 师敬师敬 你的功力 足够了 以小薛偶的身份 没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您 你抗住了所有的压力 所以 也是十分 看到两位导师 接连给了满分的成绩 网友们则是丝毫不意外 开玩笑 不说陆木演唱的效果 真的足以拿到这个分数 就说樱花发生的一切 谁敢不给法师满分 所以 陆木拿这个十分 实至名归 任何人都没有意义 就连后台的选手们 也都觉得这个分数 应该陆木拿 毕竟陆木太邪门了 要是谁不小心压了陆木一头 从而引起陆木不满 自己不是就要倒霉了 此时 两位导师评论完毕 只剩下一旁的花晨宇 愣在座位 看着一道道目光看向自己 花晨宇一脸呆滞与错愕 众所周知 花晨宇看不上陆木 此时他应该做什么选择 在一道道充满期待的目光之下 花晨宇拿起麦克风 沉映一下 说道 对于两位导师的评价 我表示不敢苟同 说实话 我对陆木 从前 现在 我从来就对他没有过任何的期待 他们喜欢你 宠着你 那是他们的问题 我本人觉得 你 陆木 根本没有给人期待的价值 此话一出 立现场立刻爆发出一阵虚声 很显然 以陆木现在的人气 他这话 为他招了很多黑 同时 也有很多人佩服他的勇气 陆法师都因为了 你竟然还敢去嘲讽 很有勇气 扩矣扩矣 虽然花法师很讨厌 但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在陆法师展现了高潮的法力之后 竟然还敢对陆法师 花法师是真勇士 陆法师vs花法师 真就能刚一下子 楼上是认真的 开玩笑 花法师有什么实力 跟陆法师硬刚 我能想象到 被薄杀的画面 龙网友们纷纷佩服花晨宇的勇气 毕竟 在陆木展现了牛比的法术以后 还敢这么对 那也是真不怕死了 而花晨宇的举动 则是也迎来了很多樱花网友们 还有阿三等网友们的赞赏 这个龙国歌手 看起来就顺眼多了 就在这时 花晨宇拿起麦克风 继续开口说道 说真的 你 陆木 我完全不知道你站在台上干什么 唱功 原创 歌词 作曲 你特么的 花晨宇说着 表现出了一副 被弃的要骂人式的表情 众人忍不住一阵咧嘴 花法师的评价 有点狠 有点激进啊 竟然这么直接的开队入目 你特么的 完全无可挑剔 在这些方面 你都已经达到了极致 你的优秀 让我对你的将来 也不会有任何的期待 你来节目干什么 赶紧滚回家去 留在台上 给别的选手抢饭碗 所以 我给你的评分 只有九分 剩下一分 是让你清醒认知的 这个舞台 不属于你 它太小了 说完 花晨宇怒气冲冲 一把将话筒扔到桌上 然后 还特意抱着双臂 故意一副 鱼气未消的样子 别过头去 不去看陆木 傻眼 直播间的网友们 不认识龙网友们 还是阿三 棒子们 所有人都傻眼了 被花晨宇措手不及的骚 闪了自己的老腰 本以为 你是要跟陆木正面硬刚 命死不屈 硬刚到底 结果呢 正面硬舌舔 关键是 你特么明明在舌舔人家陆木 能不能别双手一抱 还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 而此时 花晨宇突然的骚操作 也是让直播间里已经炸了 666666 我花法师 完了 这一弯我差点转不过来 哈哈 我笑疯了 看看花法师的样子 明明心里慌得一笔 想狠狠的跪舌舔陆木 结果硬生生 装出一副高冷的样子 还想为花法师勇气点赞呢 没想到 他投了 看着台上那个倔强的身影 喝酒也是无语了 他棒住了 拿起麦克风 他面带微笑地说道 谢谢三位导师的点评 选手陆木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陆木文言也不客气 接过话筒 说道 首先 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 我真不会法术 薛之谦 杨幂 观众们 一旁 花晨宇点头 认真道 废话 这谁不知道 我们相信你 啊 陆木看向花晨宇 一脸感激道 感谢花晨宇老师的信任 花晨宇淡然点头 说道 你很有礼貌 我看你越来越顺眼了 好好努力 陆木点头 我会的 这一刻 两人竟然产生了共鸣 非常至离谱 然而 花晨宇的脑残粉们 他们先是被花晨宇的操作 弄得一愣 然后反应过来之后 就开始各种脑补 随之 所有人开始在评论区伸大拇指 我家花花 竟然跟陆木和好了 之前陆木那么对我家花花 但是花花竟然完全没有记仇 真大度 这才是王者 这才是格局 给我家花花点个赞吧 哈哈 花花和陆法师 都是我喜欢的歌手 幸好和好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择他们两个人了 他们和好不和好 跟你有个鸡毛关系 扶扶 滚 你个假粉丝 真粉丝只能喜欢花花一个人 花晨宇的脑残粉们各种庆祝 各种商业互吹 第73章 这女人有点烦啊 本来很明显 是花晨宇在跪舌舔陆木 结果呢 硬生生被他们说成了是两人世纪大和解 而对于花晨宇突如其来的骚 陆木也很意外 但人家都这样了 他还真不好继续说什么 节目现场 主持人何久看到花晨宇打分结束 也是有些错愕 但紧接着 他迅速反应过来 开口说道 感谢三位导师的评分 同时 也恭喜选手陆木 成功晋级下一轮比赛 听着何久最后的宣布 陆木脸上浮现笑容 因为就在他晋级的那一刻 系统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 脑海中传来系统提示 一个亿奖金到手了 接下来会被系统安排正规途径 进入银行卡 定 恭喜宿主成功晋级 获得奖励 一亿 陆木笑容灿烂 又是一个小目标入手 这种感觉确实还不错 而看到陆木晋级 粉丝们自然也都为他高兴 只是此时 直播间的弹幕上 画风却是有些不太对劲 陆法师晋级了 好好好 期待下一场表演 下一场是樱花的哪个城市 下注了开始 今天这场暴雪太爽了 最后连刀子雨都下来了 期待陆木下一场法师 我希望来一把关于火的歌曲 没错 我也想看火烤樱花 应该会很爽吧 龙国网友们一个个兴奋无比 对于陆木晋级不晋级 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喜悦 但对于陆木下一场表演将要发生的事 他们却无比期待 现在 所有人已经默认 只要陆木开口表演 就肯定会发生点什么事 与此同时 花晨宇的粉丝们 此时也改变了之前的态度 难得的没有对陆木开喷 而是持着大为赞赏的态度 不错 不愧是我家花花看中的男人 对 不仅会做法 还有实力 难道没有人觉得 我家花花跟她很配吗 很有CP感 可是 但可是 他们是公的呀 各位网友们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 这时 何久对这镜头说了一句 随着天选巨星 这期节目结束 直播关闭 网友们也随之转移战场 这件事的热度 才刚刚开始而已 接下来 不仅是龙国网络 估计漂亮国 阿三 棒子等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震动 毕竟 这次的演唱 所有网友都看到了 樱花发生的一切 录制现场 陆木走下舞台 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 看着那张帅气的脸庞 薛之谦和杨幂 都有些冷冷出神 这个男人 真的有种说不出的魅力 就连作为男人的薛之谦 都有种蠢蠢欲动的冲动 录制结束 看着即将离场的陆木 杨幂连忙一路小跑 冲向陆木 薛之谦见状 也是赶紧跟了上去 其余工作人员 虽然也很想围上去 但因为跟陆木不太熟 只能再远远看着 那个 陆木看着挡在前面 像是看着怪物一样 看着自己的两人 挠了挠头 两位导师 您两位有什么事吗 薛之谦说道 陆法 陆同学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真会做法吗 杨幂紧紧盯着陆木 没有说话 但很显然 似乎也是有着相同的疑问 导师 你们要相信科学 这种事 用脑袋想也知道不可能吗 陆木一脸无语 这种事情 当然不可能承认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陆木说着 就要往门口走去 别走 薛之谦赶紧上去 开口道 确实有点事 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 有一场就在这座城市 缺个助唱嘉宾 要你来捧歌唱 薛之谦询问 竟然还有点担心 陆木会拒绝自己 毕竟以陆木如今的人气 确实不怎么需要他 这个演唱会来蹭热度 反而 是自己蹭人家热度 可是 薛之谦话音刚落 一旁的杨幂就不乐意了 赶紧凑上来道 陆木 晚上你来我房间一下 你上次卖给我的 爱德公养的版权 合同还没签呢 咱们过来聊一下 我说老杨 你太隐险了 让陆木去你房间 你是不是想签 规则陆木 薛之谦文言怪教导 杨幂狠狠瞪了一眼 薛之谦道 你闭嘴 我杨幂形势光明磊落 谈合同 就是谈合同 说完 杨幂看向陆木 抛了个魅眼 道 怎么样 今晚来啊 看到杨幂这个样子 陆木还真不敢贸然过去 摇头道 合同的事 去跟我助理谈吧 我先回了 你还有助理 杨幂一愣 陆木道 没有啊 那你让我跟谁去谈 杨幂脸都黑了 没助理 让我跟你助理谈什么 然而 陆木接下来的话 让杨幂差点一口老痰喷出来 我回头赶紧招一个 别招了 就你过来谈吧 这是房卡 你今晚准时过来 必须过来 不准迟到 说着 杨幂直接将一张房卡扔到陆木手上 紧接着转身就走 根本不给陆木回应的机会 看着手里的房卡 陆木一脸无语 这是要 霸王硬开弓吗 这女人也太霸道了 不愧能成为新时代的女王 陆木回到家 其实也没想去赴约 但刚刚到家 距离赴约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 陆木就收到一个微信的验证消息 啵啵啵罗蜜 发来一条好友验证 验证下方的信息上 写着一行文字 我是杨幂 赶紧通过 陆木晚了两秒钟 没有立刻同意 三十秒钟过后 杨幂又发发来一条验证 我是杨幂 赶紧通过 叨叨叨 陆木通过好友验证 然后 接下来两个小时 迎接她的是杨幂的消息轰炸 所有内容只有一个 让陆木准时赴约 拿着房卡去她房间 这女人 又有点烦人啊 陆木挠了挠头 前世经验 太主动的女人不能要 太漂亮的女人不能要 求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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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四章 樱花的针对计划 不过 杨幂如今虽然很火 但据我所知 好像还没加合 这个女人的能力是有的 而且很强 我现在有钱有创业 往这个女人身上投一下 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 按照前世记忆 一笔一幅刻几个爆款影视剧 什么宫里开锁心域 地上木云记 庆余年 之类的 财富直接成倍暴涨 陆木难难自语 现在正是网络高速发展的高峰期 影视剧行业 也正处于一个喷发期 再过一些年 那就是网红的天下了 娱乐圈的各种人设崩塌过后 加上网络的崛起 导致大众娱乐方式的转变 那时候 网红这个东西 应运而生 随便一个中上层主播 随便弄点假酒 带个货 都能吊打一线明星收入 可谓是无比的逆天 可以 就朝着这个方向走 到时候 钱就不是国家印的 而是我陆家印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接下来 陆木把手机静音 任凭杨幂怎么轰炸消息 都没有理会 晚上八点钟 陆木看了一眼手机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换了一身衣服 陆木拾起沙发上的手机 提着下午整理的几个影视剧本模板 朝着房卡上的地址方向而去 而与此同时 陆木的热搜 自然也是 直接把龙国的各大社交平台给爆没了 比呼 斗音 快手 一个个社交网站 几乎都被陆木刷屏 各种噱头标题 轮番轰炸网站 但是对于这些 陆木已经不再关心了 天选巨星 节目组 旗下的一座酒店 樱花监察员紧闭房门 门口两个保镖西装革履 神情严肃 不停地东张西望着 屋里 监察员正在跟上级领导通着话 录制现场的一切 你都亲眼所见 电话中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 监察员连连点头 语气中还带着不可思议 对对对 太可怕了 这个叫陆木的歌手太可怕了 我亲眼看着 随着他唱的那首 2023年第一场雪一开唱 我们的樱花 从急速降温 巴掌大的雪花 冰刀子 天上下雪崩 当他一整首歌曲下来之后 樱花就从一座完整的城市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电话对面 老者听完了监察员的话后 接着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果不其然 陆木这个人 还真的有大问题 紧接着 老者迅速联系樱花的相关部门领导 这件事情 已经超出了综艺娱乐范围 因为他也不敢保证 当那个年轻人 唱响下一首歌的时候 灾变会不会降临到他们所在城市 因老听到天选巨星 节目组负责人汇报时 则是没有任何的意外 因为 他也关注了陆木 从之前陆木的表现来看 他几乎可以确认 这个年轻歌手真的有大问题 当得到这个结论 阴老以及所有长老 还是极其震撼的 因为这根本不是人类 所能够拥有的力量 用科学也解释不通 现在不是研究这个 叫陆木的年轻人 是不是引发灾变的因素的时候 不管什么原因 这个年轻人一定有问题 必须尽快将它解决掉 阴老声音阴沉 脸色不太好看 到现在为止 樱花已经被灭了五个成了 要知道 整个樱花才多大 再短短一个月 就被灭了五成 照这样下去 还了得了 过不了多久 就要彻底被灭了 没错 这个陆木不能留 一个长老神情严肃 开口道 但是 应该怎么去除掉它 龙那边很严格 恐怕不太好办 联系节目组那边 通过节目组 把人安排进去 陆木就是个普通歌手而已 咱们的人训练有素 只要接近他 他就跑不了 阴老声音低沉道 知道了 我这就去办 那名长老应了一声 紧接着便匆匆离去 看着那名长老离去 众人再次回归正题 废水排放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了 突然 婴老看向负责 废水排放的那名长老说道 已经安排行程了 公关也准备好了 就等您宣布 然后 跟公关上去 一定能将热度压下去 那名长老将情况 全部汇报了一遍 婴老听后 脸色满意地点了点头 婴老 按照您的安排 宣布这件事的场地 就在京都的废水储存场 那边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您到达现场 随时宣布这件事 婴老沉默片刻 然后大手一挥 过去看看 如果可以 就直接宣布了 现在这个叫陆木的 把热度调起来 这个时候公布 是最佳时机 好 说着 婴老迈不向外走去 身后众多长老们 也紧随其后地跟了上去 很快 到了京都的废水储存场 外围各种拍摄设备 早就已经准备就绪 还有很多记者 随时准备跟拍 婴老 咱们这么做 真的不出现问题吗 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 看着这个阵仗 有长老慌了 其余人也有些担忧 这片储存场的前方 就是清澈的海洋 而此时 虽然还没对外宣布 但从哪些废水排放管子来看 已经有废水 从管道中 往外排放了大片的海洋 已经漆黑 发臭 鱼虾以及各种海生物 密密麻麻 飘在海上 惨烈无比 能我做什么问题 就算有反对的声音 我们在公关方面 也准备得很充分了 衣冠楚楚的 婴老脸色漠然 冷冷地哼声道 可是 可是 那名长老心头一震 连忙低头 我只是怕 公关好做 但名分不好平息啊 毕竟 这不只是我樱花的事 而是关系到很多国的网友们 到时候 我怕舆论 既然是鱼轮 就能压下来 婴老冷笑一声 就比如对面的龙网友们 他们会什么 也只会在嘴上说说罢了 让他们做点实事 一点真本事没有 我们就排了 他们能拿 我们怎么样 呵呵 况且 我也给过他们机会了 只要龙出钱 就能处理 结果是 他们自己舍不得不出钱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第75章 谈剧本 就算鱼轮大 也不算什么 以他们的健忘程度 时间自然会抹平一切 见状 那名长老也不再说什么 婴老虽然有点激进 但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而此时 除了樱花 漂亮国 阿三 棒棒国等诸多国 根本不知道 樱花此时正在做着一个天大的死 所有人都在关注灾变事件 全都被陆木的表演震住了 有些人已经涌上了强烈的危机 若是这个叫陆木的 真有这个能力 万一将灾变唱到他们国家怎么办 龙国科学院 神学院长老们 此时已经不再对陆木有任何怀疑 这个人一定有着某种特殊能力 神学院院长亲自召开了一场全体会议 迅速敲定了接下来的计划 围绕着陆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其实就包括 如何将这个人才留住 实行保护 立刻 立刻通知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对这个叫陆木的实行全方位保护 神学院院长冲出会议室 身后的大屏幕上还在播放着樱花的模糊上的画面 很显然 他一直在关注着陆木 这一次 也是他第一次全程关注陆木的表演 当看到模糊发生与表演极其匹配的灾变 他已经彻底没有任何的怀疑了 很快 神学院的长老们被召集到了一起 院长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会又有大神诞生了吧 快让老夫康康 最近我在看一个节目 一个选秀节目 里面有个叫陆木的 神学院都是一群老古董 此时七嘴八舌 激烈地议论着 院长大人亲自将他们召集 这种情况说明 一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发生 这时 神学院院长神色严肃 看了一眼台下 台下顿时安静不守 院长开口道 这个叫陆木的 很多人都认识 之前开会的时候 我们也关注过 但我今天要说的是 就是陆木的事 经过几轮的观察 我们发现 龙卷峰 流星雨 雪灾 海啸 这一系列灾变的引发 都与这个叫陆木的有关 所有长老神色震动 也有人一直关注着陆木的 此时一脸的凝重 院长 有多大把握确定 一个长老问道 80% 所有人倒吸凉气 这个概率不低了 现在这个陆木 已经引起了樱花 甚至是漂亮 棒子几方的注意 如果这个陆木 真的有这个能力 这个人 我们龙国必须保住 也必须收入我们神学院 所以 今天叫你们过来 就一件事 挑出一个合适的人 过去保护这个 叫陆木的 文言 所有人陷入沉默 紧接着 开始有人推荐人选 不久后 人选确定了 是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很特殊 能提前感知到危险 预感能力是普通人的 百倍之保护还不行 我记得上次辟谣过了是吧 立刻 现在立刻第二次辟谣 不管外界多么相信 但我龙科院的态度 必须表现出来 一定不能承认此事 紧接着 院长又提出第二个问题 但很快众人议论 陷入僵持阶段 因为陆木此时的状态很特殊 大部分人都相信 陆木会做法 这个状态下 就算他们辟谣 也很难有人相信 不过 即便没人相信 他们也得辟谣 这个是流程 也是一种态度 很快 长老们立刻准备各种资料 各种地理知识 针对网络上的各种谣言 进行一一回应 同一时间 神学院一直都是个隐藏部门 所以院长不方便出面 龙科院的院长 则是亲自出场 以官方的名义 开了一场的直播 并且用非常科学的知识 对近期一系列谣言 进行了解答 不得不说 龙科院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经过院长的一顿胡咧咧 加上各种资料论证 哪怕陆木铁粉足够多 也有一部分摇摆中的网友动摇了 毕竟 这种是太过匪夷所思 而龙科院提供的资料 貌似也很有道理 忙碌了一天的神学院长 此时坐在一张茶几面前 喝着二十年的老班章 一脸愁容 他刚刚得到消息 樱花那边 似乎对陆木有所动作了 这在他的意料之中 毕竟都灭了五成了 此时对陆木下黑手 也在情理之中 但他只能祈祷 漂亮那边 暂时不要有所动作 不然以大漂亮的手段 他们很难防御 然而 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 漂亮国的某研究部门当中 为首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头 脸上神情却是极其的激动 已经到了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 他看着面前 大屏幕上的一段段录制视频 每一段都反复观看了不下数十次 最后瞪大眼睛叫道 Oh my God 还有这种能力 这怎么可能 赶紧去上报道上面 这个人太危险了 要是他盯上漂亮国 如果真的被盯上了 老者简直不敢想象 那个程度的灾变 已经超出了人类承受的范畴 而且连救援都来不及 而此时 陆木正开着一辆马自达 前往约会的路上 此时的陆木戴着口罩 墨镜 全副武装 走进一家中西餐厅 陆木 我在这 门口方向 同样裹得跟个粽子似的黑衣女子 对着陆木招手 不用想 一听声音 陆木就知道是杨幂 只见杨幂粽子装下 那一双大眼睛又闪又亮 看向陆木的时候 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光芒 陆木微微一笑 跟着杨幂走进了一个包厢 走进屋子 顿时陆木眼睛一亮 大龙虾 金钱豹 帝王线 满满一大桌子的豪华套餐 就安排上了秘捡 客气了 太破费了 陆木不好意思道 他毕竟只是个暴发户 还真没来得及见识这些 没什么 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 也经常过吃的 杨幂微微一笑 陆木只能稍微感慨一声 这桌子豪华套餐 没有个十万八万的 还真下不来 求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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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6章 我们开马自达的 从来不堵车 普通老百姓一年才赚多少 只能说明星来钱太快了 尤其是顶流 动辄豪宅 豪车都是家常便饭了 陆木坐下 杨幂在主要位置坐下 不要拘束 随便吃 不够家菜 蜜姐 你当我是猪啊 能吃这么多吗 陆木笑着开一句玩笑道 猪能吃这么好的东西 杨幂也笑了 说着 亲自开了一瓶红酒 给陆木买上 两人一边吃着 杨幂脸色郑重说道 陆木 你不打算加入娱乐公司吗 说完 又补充道 我知道你不差钱 加入娱乐圈 可能也不是为了赚钱 但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想在这个圈子发展 就应该考虑 融入这个圈子 陆木点头道 这个道理我懂 所以呢 你有什么打算 杨幂眼巴巴的看着陆木说道 陆木笑道 我确实有个计划 只不过 并不是要加入公司 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有什么不能接受 难道你 还想签了我不成 杨幂笑了笑 随意说道 确实有这个打算 陆木说着 放下筷子 然后将整理出的几个剧本取出 一一放在了杨幂面前 道 那一首 爱得公养的版权 就交给你了 算是我接下来合作的诚意吧 接下来合作 杨幂一愣 合作 你想怎么合作 陆木指着桌子上的几个剧本 笑着说道 你先看看这几个剧本再说 看完了 需不需要合作 我有没有这个资格 你说了算 杨幂疑惑地看着桌面 然后小心拾起几个剧本 一一翻看了起来 一 攻锁心鱼 二 步步惊心 三 九州地上目云记 看着陆木整理的剧本 杨幂越看 眉头皱得越紧 没过多久 他小嘴巴直接张得老大 然后 抬头看向陆木 震撼道 这些剧本 你从哪里弄来的 当然是我自己写的呀 陆木耸了耸肩 一脸无奈的道 你还会写剧本 杨幂瞪大眼睛 一脸惊讶 而且 还写得这么好 陆木丝毫不意外 杨幂反应 对于这三个剧本的质量 他比谁都清楚 前世的时候 已经经过验证了 陆木问道 你觉得怎么样 算得上什么水准 很好 杨幂点头 想了一下 又道 不对 不只是很好 以我从业多年经验来看 这三个剧本 任何一个剧本 只要不遇见太坑的剧组 都绝对能火 这一点 陆木当然也知道 以杨幂的眼光 肯定能辨别出剧本的水准 类似的剧本 我可以写出很多 至于质量 你也看到了 都绝对是独具一格的极品剧本 如果全部拍成作品 所能带来的收益 你应该可以想象 还有很多 没错 很多很多 陆木的几句话 已经让杨幂彻底帮助了 如果陆木所说的是真的 那么 他不敢想象 这个市场有多么庞大 很多演员 一个经典角色 就能吃一辈子老本 可陆木 能写出这么好的剧本 未来可期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可以投资 杨幂说道 钱 我不缺 所以也不需要投资 陆木摇头 那你缺什么 杨幂好奇问道 陆木回道 缺演员 缺好的演员 所以 我需要你在圈里的人脉 杨幂突然觉得脑子有点乱 想了一下又倒 你的意思是说 你 要做我的老板 如果合作 大概率是这么个位置 陆木说道 杨幂了然 但很快 也就释然了 毕竟 陆木的身份 要钱有钱 要实力有实力 而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如陆木所说 只有人脉了 我需要考虑考虑 杨幂没有立刻答应 而且 他现在签约的公司 合约还没到期呢 也没有办法跟陆木签约 除非承受添加违约金 你是不是在担心合约问题 陆木盯着杨幂 似乎看穿了对方心思一般 没错 我合约还没到期 而且 违约金有点高 杨幂有些害羞 他当前虽然也算得上顶流 但实际上 还是公司旗下一人 按照前世时间线 杨幂合约到期 就会脱离出去 创立了家行娱乐公司 陆木估算 合约也快了 这个倒无所谓 你可以去跟你们老板谈谈 跟我展开合作 以后合约到期 我们再单独合作 真的吗 杨幂一下激动无比 他早就有出去单干的想法 但是出去单干 不仅需要资源人脉 更重要的是作品 不论在任何时候 作品都是非常重要的 哪怕你擅长公关 营销各种手段 但作品跟不上 也无法立足 这是他坚信的一点 而现在 陆木能为他提供作品 质量很高的作品 杨幂点头道 可以 有机会我叫上几个导演 还有编剧 想聊一下剧本 可以 接下来 两人就剧本讨论了很久 陆木所给的剧本 只是个木板而已 吃饭的过程中 陆木又将剧本当中的内容 以及各种设定 详细地聊了一下 这一听 杨幂整个人都被震撼住了 看向陆木的眼神当中 都带着浓浓的崇拜感 这一顿饭吃了三个小时 当杨幂出去结账的时候 陆木在一旁看了一眼 两个人足足吃了十二碗 他暗暗摇头 觉得自己有点奢侈了 一种罪恶感油然而生 但那个大龙虾 是真的像 你怎么回家 要不要我送你 从餐厅走出 杨幂笑眯眯看着陆木 我开车 陆木笑道 什么车 杨幂东张西望着 对于陆木 他还是抱有几分好奇心的 想看看 这个土豪开的是什么车 马自答 陆木一抬手 按在车钥匙上 只见路边停车位上 一辆老破旧的汽车 呜呜响了两声 你开这个 杨幂瞪大眼睛 一脸猛逼 这 以陆木身价 竟然开这么破的车 你来的时候 是不是堵车了 陆木笑道 对啊 怎么了 杨幂疑惑点头 你开豪车 活该你堵车 我们开马自答的 从来不堵车 陆木上了汽车 急迟而去 第77章 再次开播 而就在陆木走出餐厅的时候 一则消息 也是迅速传遍了整个网络 在网络上 一个樱花国的视频 已经在网络上传报了 热度甚至超过了陆木的风头 而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都彻底暴怒了 一个只有一分钟左右的视频中 樱花 樱老面对镜头 理直气壮 遗止气势 过去一个月中 我樱花经历了五场灾变 海啸 火山 暴雪 我们樱花失去了很多人 在这里 我首先要向这些失去的人 默哀三分钟 说着 樱老一副表情凝重的样子 默默地低下头 三分钟后 五场灾变 不仅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失去 还让樱花发生了一场巨变 模糊 树冰等五个城市的废水储存场 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早就已经发生泄漏 对此 我樱花出动了大量人员维修 封堵 但却都失败了 言归正传 经过一系列弥补 我们还是失败了 视频到了这里 樱老沉樱片刻 脸上一副沉痛的样子 几秒钟过后 高声宣布道 所以 我宣布 三日之后 将开始进行废水排放 鉴于目前五城系统故障 所以 先从我们的骑士开始排放 补充一句 这不怪我们 是天灾 视频结束 视频中 樱老所宣布的消息 可以说 直接震撼了全球 不仅龙国 棒棒国 阿三哥们 乃至大漂亮们 一个个都沸腾了 我吵他的吗 这王八蛋要干啥 我没听错吧 他们要把那些 废水排放了 你妈 这群小巴嘎 还有没有底线了 废水可是有着很强的放射性 到时候放射性物质扩散 整个大海就完了 马德 不仅大海 还能通过酸雨 传播到陆地 后果将不敢想象 到时候 海洋生态平衡被破坏 海洋物种灭绝 最主要的是 我们靠着这片海洋生存的国家 就彻底完了 马德 这群该死的小樱花 竟然能做出这么一天操作 太特么烦人累了 我甘 没人能阻止一下他们吗 一瞬间 全球网络沸腾得知这个消息 很多人愤怒 抗议 就连棒棒那边的某位大佬 也在绝食表示抗议 然而 对此 樱花根本不松口 龙网友们听到这个理由 直接都猛逼了 然后一阵破口大骂 这锅甩的 简直就离谱 一时间 因为废水排放事件 陆木的热度 似乎短暂被压了下去 但是也没真正被压下去 比乎 头条 微博 等等各大平台上 立刻就有各种榜首推送 只要提到废水排放 就能跟陆木产生联系 因为 按照那名英老所说 之所以废水储存设备损毁 就是因为发生的几个灾变 而这些灾变 目前在所有人看来 与陆木有直接关系 三日后 随着各方舆论发酵 废水排放这个话题 依旧火爆无比 成为棒棒国 阿三国 大漂亮们讨论核心 而龙国 已经不只是讨论 而是全程骂娘 因为一旦废水排放 影响最大的国家 就是龙国 龙国是靠着这片海洋吃饭的 到时候各种海生物灭绝 海水无法引用 会出现一系列的危机 三天后 天选巨星的节目 再次开播 伴随着无数目光的聚焦 陆木再次走上了舞台 而这一次 关注度很明显再次提升 而且评论区的画风 与之前也有所不同 陆法师 这次唱个猛点的呀 对 唱个地壳变迁 直接把樱花给翻了 马德 今天就是小樱花排到废水的日子 法师赶紧做法 给他们团灭了呀 不然咱的海洋就要完了 此时 前面歌手演唱完毕 很快就要轮到陆木 这一轮比赛 是全国前十 通过后 将成功晋级全国前十名 对于很多参加选秀的艺人来说 这个成绩 足以让人疯狂 因为到了这个成绩 很多音乐公司 会打破头伸出橄榄枝 然而 今天天选巨星的舞台上 热度 流量虽然比往期都要火爆 但却不是因为节目本身 只是因为一个人 陆木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 也是大家都期待的主角 陆木登场 主持人何久开口宣布 木哥 加油 木哥 赶紧做个法 把樱花给灭了 身后 一群工作人员 以及几个参赛选手 都一脸期盼 哪里还有比赛的样子 仿佛都是过来观看陆木做法来了 陆木无奈 脉步走上舞台 导师台上 薛之谦 杨幂 花晨宇 都是一脸期待的看着陆木 此时的花晨宇 经过上一次对陆木的商业护吹 已经彻底打开潘多拉摩盒 看着台上的陆木 眼中满是赞许之色 他现在 看陆木是越来越顺眼 至于杨幂 经过上次那顿饭 他整个人 已经彻底被陆木所征服了 这个男人不仅会做法 还特么会写剧本 而且写得这么优秀 他现在都怀疑 陆木是自己看的小说中的穿越者了 三个导师当中 只有薛之谦看陆木的眼神 是最清澈与正常的 选手陆木 这一轮比赛 可以自行选择歌曲 请问今天 你带来的歌曲是什么 还是原创吗 何久问道 原创 陆木点头 什么名字 薛之谦 杨幂同时期待道 然而 陆木还没有开口 突然 一旁的花尘雨先开口了 只见他抱着双臂 冷冷看了陆木一眼 冷哼道 陆木 我上次说了 对你没有任何期待 难道你还不懂吗 说一下这本书吧 这本书成绩不太好 完全没有达到我得预期 但是这个题材 我是很喜欢的 怎么说的 大家都懂得 虽然成绩不太好 但是我也尽力地写下去吧 不会别的吧 就为了满足 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吧 喜欢看的朋友 可以看看 不喜欢看 也看不到这里是不 第78章 开始排 不过 你这两次的表现 还是用你的实力打动了我 原创音乐人 难 你作为音乐圈新人 天赋 实力 都不比当年的我要低 努努力 应该能达到我得高度 所有人嘴角一脸 你特么不装的大笔 你能死啊 知道了 花导师 陆木笑着点了点头 对于花尘雨装笔这件事 他也没去追究 只要不干扰到他 装笔就装笔吧 他也懒得去管 你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花尘雨点头 问道 陆木说道 一首原创歌曲 冬天里的一把火 送给大家 这首歌 当然是系统发布的任务 跟之前一样 这首歌曲 需要陆木晋级 至于奖励 是一个亿加上演唱特殊效果 不过 这次的特殊效果 跟之前不同 因为是火 所以可能会蔓延很久的时间 冬天里的一把火 花尘雨皱眉 这个歌名 有点 老套啊 此时 其余众人也这才注意到了 陆木此时的装扮 一身黑色艳尾装 梳着大背头 打着浓浓的发胶 整个人弥漫着一种西式伯爵 不对 是上世纪90年代的味道 但是 看到陆木这个装扮 所有人虽然意外 却也没有过多的其余感觉 毕竟跟陆木的种种逆天之举比起来 仅仅是个穿搭 也算不得什么了 那么好 有请选手陆木 演唱歌曲 冬天里的一把火 接下来 将舞台交给陆木选手 希望他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 伴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 陆木立刻将系统准备的U盘 交给音乐老师 然后对着全体观众鞠了一躬 可以开始了 紧接着 陆木也不管其余的议论声 或是各种目光 在所有人的期待之下 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伴奏开始 紧随着一阵急促的古典声响起 舞台上的陆木突然睁开了眼睛 然后脚踩着护兰的舞步跳了起来 设着舞蹈 看着脚踩着神秘步伐 跳动起来的陆木 薛之谦眼睛陡然紧绷了起来 不仅是他 其余人也是傻眼了 这一段舞蹈 正是费想当年在春晚舞台那段舞蹈 虽然当年可以说是非常的流行风格 但放到了如今来看 却显得很传统 甚至有些可笑 导播李凯看着这个场面 也是忍不住嘴角一抽 这舞姿 陆木是认真的吗 而此时 直播间网友们也都看傻了 卧槽 这 陆法师这是干嘛 这是在做法吗 哎呀我的妈呀 这都不藏着掖着了 光明正大的做法 这身复古装扮 加上这舞蹈 这一刻我只想说 法克必吃谢特 什么鬼啊 陆木哥 你别跳了 我害怕 这玩意 有点老年迪斯科的那位 但陆法师 我们想看你做法呀 草 老规矩 还在直播间盯着干嘛 赶紧去樱花那边看看啊 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有大事发生 有大事发生加一 有大事发生加一 此时 看着陆木的魔性舞蹈 现场的观众们猛逼了 三位导师也一脸茫然 这什么鬼 不过 随着陆木开始跳了起来 更多人纷纷反应过来 将关注点放到了别的上面 来这个直播间 谁是过来听歌的 正经人谁听歌呀 他们过来 可是看陆法师做法的 很快 众人纷纷涌入樱花的网络上 在各大平台 媒体 以及各种社交网站上 开始搜索 搜索着此时此刻 樱花发生的灾变 而与此同时 陆木的歌声 也在这一刻响起了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 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樱花 全樱花人都在关注着陆木的演唱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龙国歌手开口那一刻 多半要有大事发生了此时 樱花全体上下紧张无比 樱老 渔文现在压力很大 很多依靠这片海洋生存的国网友们 都在施加压力 尤其是龙网友们 反应很激烈 我们 会议室 一个长老站在樱老面前 满脸严肃地问道 继续 之前不是订好了今天开始吗 立刻通知下去 原计划进行 还是从骑城开始排 骑城 也是樱花的一个大城 当然 这个所谓的大城 跟龙国的大都市相比 就跟一个区差不多 人口也很相应 骑城 废水储存厂 这是一片空旷的地带 基础设施建设很齐全 此时 厂长凑骨真美 此刻正面对屏幕 下发着一连串的命令 这群龙网友 真是不知死活啊 咱们就排放一点废水 怎么了 他们要是有本事 就过来帮忙治理一下 没有本事 就不要怪我们排放了 还在那乱叫 只会乱叫 时刻监督着一下 上面来了命令 立刻进行排放 等到把废水都排没了 我就不用在这值班了 这个鬼地方 老子一天都不想待了 恶狠狠地说了一堆 凑骨真美靠坐在椅子上 看着网络上的议论 此时已经铺天盖地 甚至有很多人 跑到骑城废水储存厂的官方网站 开始一顿疯狂输出 这群野蛮人 除了会满口喷粪 还会什么 看着网友们留言 凑骨真美满脸不屑 今天就是排放的日子 对于废水排放 他的观点跟网友们非常不同 他认为 这些就是一堆废水而已 排了也就排了 根本没有什么 各方反应那么激烈 简直是小题大做 马上就要排放了 此时 他要做的就是 站好最后一班岗 接下来 要进行一场消防演习 因为 这些废水在排放过程中 不仅会释放大量的放射性元素 还有很多易燃易爆元素 废水本身不会易燃易爆 但与一些物质接触 发生反应 很容易发生扩散辐射 甚至易燃易爆等反应 所以 在排放前 他们要做好安全措施 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第79章 废水旁边抽个烟而已 没事的 凑骨真没看着自己这些 已经穿好了防护服的手下 狠狠的嘱咐 防火防暴措施做好点 要是爆炸了 你们都得死 他所设计的防暴方案 特别简单 既然废水 容易与接触到的物质发生反应 那就干脆在外面包一层 严严实实的千块 把和废水严实的包裹在里面 就连排放污水的管子 都是千座的 极其的重 有利必有弊 这种材质 虽然能隔绝废水和外界的接触 但只要出现一个小口子 稍微泄露一点 让有害物质进去 和这些易燃易爆元素接触 那造成的伤害 也是成千上万倍的增长 因为 废水根本没法往其他地方排 只能在罐子里面反应 到时候 别说骑程了 连同骑程在内的东海岸 都得被这恐怖的爆炸量 夷为平地 幸存者都将不仁不轨 最后在辐射而摧残之下 凄惨地死去 穿着防护服的小鬼子们 都特别地紧张 他们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在心里祈求 龙国那个神奇的陆法师 不要对他们使用法术 凑骨信心满满的一挥手 去排放吧 为了樱花国未来的荣光 几根黑色的大管子 放入了湛蓝的大海中 就像是恶心的触手 即将污染一个 清新美丽的少女一般 让人格外地憎恨 全蓝星的网友 都在目睹这一刻 对樱花国的厌恶 与日俱增 各国的直播中 所有不同的语言 都会成了一句话 樱花国这种 不为其他人民 不为海洋负责的国家 不如灭亡 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 投向了天选巨星 盯着里头正在唱 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露目 来吧 来一把大火 把樱花国和他们 制造的河废水 全部都烧了 烧个干净 一个人 一片土地 一根草都不要留 凑骨真眉盯着 已经开始往外 慢慢排放 河废水的几个储存罐 脸上的得意 显而易见 他嘴里一边叼着根烟 像得大爷一样 侧躺在地上 还时不时往地上 抖一点烟灰 叔父啊 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么久了 天天就在河废水旁边转悠 想着 怎么把这八千吨河 河废水排出去 怕引发什么灾患 凑骨真眉都不敢抽烟 忍了好几个月 现在 已经开始排放 千也把河废水 裹得这么湿 凑骨真眉烟影 一下子就上来了 迫不及待地点上了一根 美滋滋地砸巴了起来 他旁边的助手 看凑骨真眉 居然这么不知死活 赶紧开口阻拦 凑骨先生 不能在这里出现明火 否则 否则什么 凑骨真眉冷笑一下 我计划这么周全 能出现什么意外 助手还想劝说 凑骨真眉就是一脚 滚蛋 再吵 把你也丢进去排了 没人赶上来阻拦 烟灰很快就在凑骨真眉的身边 堆积了起来 他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 烟头还没抽完暗面 就直接扔进了这一堆烟灰里面 那边 冬天里的一把火 还在继续 陆木已经越唱越嗨 甚至小幅度地跳了起来 佩玉也逐渐轻快 你就像那 一把火 熊熊火光 燃烧了我 底下的观众和评委 都跟着这么轻松的节奏 小幅度地扭动了起来 薛之谦从评委席上站了起来 双手打着节拍 豪放地举起了手 不停地舞动 杨幂也一样 只有花晨雨 还在装那没必要的逼 安静地坐在评委席上 仿佛和大家格格不入 但他抖动的腿 和在桌上打节拍的手指 出卖了他真实的情绪 歌曲逐渐进入高潮 樱花长老吉的步行 一直密切注意着樱花国各地的动向 尤其是 排放和废水的骑程的实时情况 歌曲已经过了一半 居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身边的几个人都是一脸紧张 喃喃自语地安慰自己 说不定 说不定这个路法师的功力失效了 他只是简单地唱一首歌呢 樱花长老下意识地摇头 不可能 他仔细地扫射着全场 突然 看到了左上角 居然有一个人 盘腿就坐在 离合废水储存罐不远处的地方 翘着个二郎腿 手里 居然还有星星点点的火光 樱花长老的手都在颤抖 快点 给我放大这脸 监控立马放大 凑骨真眉的脸 清晰地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他一脸陶醉 已经分不清天地为何物 手里夹着一根烟 烟灰顺着衣服掉在地上 也置若罔闻 一心就是多抽几口 弥补一下自己之前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的影 这一下 董行的工作人员头都大了 这人是疯了吗 居然在这种地方抽烟 排放和废水的地方 离海边十分的近 刚才还只有一点点的风 莫名的 风越来越大了起来 直接把地上的烟灰 连同没有熄灭 还带着火星子的烟头给吹了起来 卷向了天空 所有人的耳朵里 就跟出现了幻觉一样 开始播放起了陆木唱的歌 你就像那 一把火 熊熊火焰 温暖了我 歌曲不断 风也跟有意识了一般 不停地往一个方向吹 在天空中形成了一道 像是黑色卷云一样的路径 吹到了和废水储存罐的上面 开始哗啦啦地往底下掉 看见这个明显的痕迹 抽烟上头的凑骨真没 这才反应过来 他把烟头往地上狠狠一按 吓得直冒冷汗 快 快弄个无人机 过来打扫烟灰 没事的 没事的 烟灰都不带火 而且 千座的罐子密封性很好 他检测过了 不可能泄露 这就是一个小事故 翻不起什么风浪 工作人员手忙脚乱的 开始打扫残局 但风刮得很大 很乱 根本就没办法控制住 烟头和烟灰 不停地往这些储存罐和管子上面掉 只要是有心人都能看出来 这些分布的特别均匀 根本就不像是风吹的 反而像是 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跟撒烟一样 把这些撒均匀 一个工作人员 又气喘吁吁的 跑到了凑谷真眉的旁边 脸色惨白 不好了 凑谷先生 管子 管子裂开了 第八十章 被自己的烟灰给炸的啥都不剩 凑谷真没听到这句话 眼神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他拿着烟头的手都在颤抖 你说什么 管子怎么会练 这些管子都经过了无数次的抗压测试 还在许多极端的环境之下 待了几千个小时 才敢正式投入使用的 按理来说 没有一点问题 但现在居然裂了 陆陆续续的 守在这些管子 和和废水罐的工作人员 也都跑了过来 十几个工作人员 在凑谷真眉面前站成了一排 就算有防护面具戴在脸上 但也能看出他们脸色惨白 就连语气都在不停地颤抖 凑谷先生 二号注水罐 也裂了好几个洞 三号注水罐 左侧出现了大面积的裂痕 已经有河废水从里头泄漏 五号排水管发生裂缝 有不少河废水 已经漏到了沙滩上 这些工作人员 一个个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不对劲 凑谷真眉脑子 都被这些人的话 给冲击得不清醒了 他手里的烟还在不停地燃烧 直到燃到烟屁股的时候 被狠狠地烫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完了 有明火 凑谷真眉 直接把烟头在手心里面暗面 他看着满天飘着的烟灰 不可置信地摇着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检查过那么多次 为什么会在现在 这么大批量的损害 这些工作人员 也跟着参与了设计 明只是出现一个问题 可能还是残次品事故 但现在 一个小鬼子 颤抖地掏出了兜里的手机 打开了龙国 全名巨星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面 陆木还在很嗨地唱歌 后面的观众 都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不停地在后面的观众席 上面蹦跋 虽然 小鬼子不懂龙国的话 但看得明白 后面的特效 后面的特效 正是不停燃烧的火焰 跟着音乐的节奏 左右摇摆着 这个画面 落在龙国人的眼里 是喜庆 是吉利 但是落在这些小鬼子的眼睛里 就像是催命符一样 凑骨真眉 也凑了过去 很快就看清了上面这张脸 就是大家都恨之入骨的 那个陆木 他他他他 他在唱什么歌 一个听得懂一点 普通话的小日子 绝望地说 我听见他在唱火 他在不停地唱火 凑骨真眉 终于冷静了下来 他努力回想了一下 自己刚才抽烟的时候 似乎就像是魔症了一样 有个莫名的声音 就像是恶魔在灵 趴在他的耳朵旁边 不停地说 都到最后了 抽一个没事的 抽几个没事的 这片河废水地区 凑骨真眉是总负责人 之前控火控得尤其严格 只要有一点明火出现 凑骨真眉 都会直接 让这个倒霉蛋离职 这也是上级很信任 把这件事 放心交给凑骨真眉 去干的原因 但到了那一刻的时候 脑子里的一切理智 似乎都已经烟消云散 凑骨真眉 像是疯了一样 不停地抽烟 连烟灰和烟头 都没想过要处理 任由带着火星的他们 漂浮在空中 在工作人员 疯狂的眼神里 凑骨真眉 绝望地在地上坐了下来 他不停地摇着头 像是快疯了一样法师 这个龙国人 绝对会一些黑暗的密法 不然 不可能对我们樱花国 这么的肆无忌惮 工作人员们 也都听懂了 凑骨真眉的话 他们面色惊恐 不停地面面相去 这是什么意思 凑骨先生 难不成你也信了 那些离谱的传言 龙国 龙国人这种巴嘎 不可能会法力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开始检修 一定能行的 几个工作人员 完全不敢相信 是陆木唱歌的影响 才会导致 这么离谱的事情发生 凑骨真眉 已经不管自己 这些手下的死活 他已经疯了 一边往已经发生了 泄露的海滩上面跑 一边手舞足蹈 嘴眼歪斜 使唤自己手下的凑骨先生 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可怕的疯老头 凑骨真眉一边奔跑 一边还在不停地嚎叫 没错 陆法师是最强大的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们樱花国就是小鬼子 我们错了 我再也不当樱花人了 陆法师 我要当龙国的狗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他一边大喊 一边向上天祈求 在快要跑进海里的时候 哄 凑骨真眉面前的管子 和还带有温度的烟灰一接触 直接爆炸 弹起了许多碎片 往凑骨真眉这边插了过来 千片还在燃烧 十分地重 一块三角形的 直接插入了凑骨真眉的腿 洞穿了过去 凄厉的惨叫 凑骨真眉捂着自己 破了一个大洞的大腿 直接倒在了地上 还没完 这条管子排出的河废水 居然直接倒流了回来 不停地爆炸 把千片给炸了个满天飞 和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起 飞到了凑骨真眉的身上 往下落 炸穿了凑骨真眉的全身 凑骨真眉疼地 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身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火人 就连两条手臂和一条腿 都炸成了碎片 血肉模糊地在天上飞 这些千片 还特地避开了凑骨真眉的头 让他痛苦万分 还不致死 终于 一个铁头纸质 带着不少的河废水 直接插入了凑骨真眉的脑袋 他双眼瞬间瞪大 从喉咙里 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恶 还没等他想明白 大脑遭受了怎么样的痛苦 和河废水 就连着他自己抽出来的烟灰 一下子瞬间爆炸 连同脑浆都给炸了出来 眼珠子崩了一地 救命 救命 这血腥的场面 从开始到现在 才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一个大活人 就这么疯了 然后血肉模糊 最后烧成了灰 这一幕 也被天空中的超高无人机 给拍了下来 时时传播了出去 吓得所有樱花国人 都愣在了原地 动都不敢动 一阵恶寒 从脚窜到头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陆木的法力 太过强大了我们樱花国的未来 究竟在哪里 第81章 冬天里的一把和服射火 樱花长老 也在密切地 关注着这边的现状 他无力地摊坐在凳子上 已经无力回天了 无论怎么挽救 都已经迟了 其他几个人 也是一脸呆滞 完了 龙国的陆法师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到底该怎么对谍 其实在看到 凑古真没发疯式的抽烟的时候 在这里的人 就已经明白了很多 陆木都可以让那么厉害的冰刀 从天而降 杀光所有人一个不留 就已经可以看出 他的强大之处 现在不过是让一个人昏了头 这种能量 谁会觉得是巧合 樱花长老脸上 露出了沉痛的表情 他靠在凳子上 满脸的无能为力 希望这一次 不要搏击得太广吧 齐城为了囤积和废水 已经撤了不少百姓 说不定 这一次不会有之前威力那么大呢 樱花长老的心中 还抱有不可能的幻想 幻想陆木这一次 会对他们手下留情 不会像之前那样赶尽杀绝 然而 直播还在继续 那些工作人员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不再去管 已经烧得连骨头 都不胜的凑骨真美 不要命地往回跑 希望跑出爆炸的领域 但跑已经晚了 后面那些出现了裂痕 和小洞的河废水罐和管子 已经在往外不停地泄露水 终于 最前面的一个废水罐 不堪重负 终于爆炸 里面几十吨的河废水 直接爆裂在天上 和这些明火 互相交缠在一起 哄 瞬间爆炸 就像是放了一场绚烂的烟花 不停有各种大小的火星子 往地上蹦 由于河废水里面 各种各样物质的威力 爆炸范围波及的特别光 往四面八方炸 影响了整个骑程 轰 轰 轰 又是几声连续的爆炸轰鸣 助水关不停地炸开 里面的河废水爆炸在天上 和已经爆开的那些物质 纠缠在一起 又造成了更为恐怖的效果 天空中 已经分不清 蓝天到底在哪 到处都是绚烂的光芒 燃烧弹一样 往所有的地方投射 尤其是里面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 爆炸的时候 还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特别的好看 特别的夺目 连底下看这些燃烧弹的樱花国人 都忍不住发出惊叹的声音 好美 这是什么 又开了烟火大会吗 我要回去穿御衣欣赏 还没来得及跑回家 这些在他们眼里 宛如灿烂星空的这些东西 就不停地落了下来 落到了房顶 落到了人的身上 落到了树上 落到了土地里 连同那些跟着一起爆炸 但还没有被点燃的核废水一起 爆炸 碰 齐城 连同齐城周围的四个城市 这是樱花国的东部 此刻 已经在核废水爆炸的范围之内 不停地被火焰给侵袭 这几个安宁的海边小城 瞬间变成了一片火焰的地狱 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还有高浓度的辐射物质 如果身体外表完好 核辐射造成的伤害 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地表现出来 但 这些人无可避免地 被火焰给崩倒 被千碎片划伤 本来就伤痕累累 还有核辐射 只是一小块的伤口 一瞬间 就会急剧地扩大和恶化 变成夸张的溃烂 这种溃烂还不可能好 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停地往旁边扩散 直到这个人死去 才会停止 这么快的灾变 齐城和其他四个小城的人民 完全反应不过来 一个个先是往家里跑 还想带点重要的东西出来 但和废水 可不会给他们留一点时间 先爆炸 再燃烧 一栋十一层的大楼 在如此夸张的威力之下 几秒钟就会变成一片废墟 火山火海 不少人都变成了火人 痛苦地在地上扭曲挣扎 天上的无人机 本来还能拍到一些燃烧的场面 但很快 火就扩散了开来 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片绚烂的红 根本看不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只要看到这个场面的人 都能明白 这一片地区将在不久之后 成为焦土 上面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 都不会有一个火口 冬天里的一把火 首唱结束 落幕潇洒地停下了最后一个节拍 对着观众们微笑 谢谢大家的聆听 场内一片震撼 直播间里 已经有不少人分享起了这个 在樱花国海边几个小城发生的事情 和废水排放的时候 废水桶爆炸了 还烧了起来 这爆炸还特别有节奏感 一唱到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几句 就会爆炸几个罐子 那和废水飘的 吓人 全部烧了 爽 所有人都被这恐怖的场面给吓到 落幕刚唱完 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点开了陆屏 播放起了 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首歌的传唱度立马爆表 在龙国的大街小巷播放了起来 所有人一边看樱花国那边的实时直播 一边陪着落幕激情洋溢的舞台 心中的喜悦 无可言表 本来还在发愁 河废水怎么办 龙国沿海城市的渔民们 即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海洋 经过上一次雪灾的事件 大部分对落幕本来还有些怀疑的人民 已经对落幕无体投地 这么夸张的冰刀子都下了 你们还有啥不能信的 落幕就是现代的法师 无所不能 法力通天 排放和废水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心里祈求 落幕可以出手 至少能阻止排放和废水 就连评委席这个对落幕 一直有怨气的花花 在看到落幕出场的时候 心声都是 陆法师 拿出你法师该有的样子 挪点力啊 而这么快 樱花国就现实爆了 还没排放多少 被自己人抽烟 给害了蓝色的天空 都被如此夸张的火焰 给烧成了橙红色 还挺漂亮的 橙火烧云了 痛快 直播间的人数 瞬间就破了一个亿 大家都在盯着落幕 极其的崇拜 三个评委虽然不能看到 网上的新闻 但他们的微信耳机里 也收到了导播那边 传来的最新消息 樱花国和废水储存基地 其成因和废水泄漏和消防安全 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 事故波及了四个城市 造成了严重火灾 提一嘴问一下 第82章 一个都别想跑掉 杨幂连忙开口 拿起话筒就对陆木说 陆法师 樱花国排放和废水的区域 发生了大型火灾和爆炸 是你干的吗 陆木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 他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惊讶 一脸无辜地说 我刚刚在唱歌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 花承宇在一边 把话接了过去 怎么可能和你没关系 大家都懂 别装了 这货讲话一直很难听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刷了起来 陆法师威武 陆法师无敌 这边再唱 冬天里的一把火 小鬼子那边就着火了 笑死我了 多唱几首 让兄弟们爽一爽 这一首歌的功夫 刚排放出来的河废水 就全部爆炸 还爆炸回了小樱花 本国的国土 实在是太神清气爽了 樱花长老看到陆木 还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 气不打一处来 他用力地拍了几下桌子 无能狂怒 找几个人过去带领救火 越快越好 赶紧把火势给控制下来 旁边几个人 连忙力振兴了一个军力 遵命 樱花长老明白 如果不是自己这么自大 这么快的排放和废水 可能也不会造成现在的惨状 虽然其成没有樱花国 其他几个城市的人口多 但地势低 和旁边几个同样的沿海小城市 连在了一起 这几个小城市 都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情况 现在 已经爆炸的几个河废水桶 初步估计有个几百吨 已经接近了居民区 在其中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如果还影响到了 其他的河废水桶 后果将不敢想象 樱花长老名思苦想了一回 让小丝修一起过去 看看龙国这个陆法师 究竟是怎么远程 操纵凑谷珍霉的 几个小鬼子 赶到了骑城边缘 还没进去 就能看到里头许多建筑 正在熊熊燃烧着火焰 就连几个出入口 都被各种残骸给堵死了 十几辆从其他地区 调过来的消防车 堵在门口 消防员们正在紧急 调动着挖土机往这边赶 想要挖开一条道路 也就是说 里面大火疯狂燃烧 却没有有效的灭火措施 小丝修随便拉住了一个消防员 脸上满事不悦 巴嘎 为什么一辆车都没进去 情况怎么样了 就连在外面 都能听到 里面极其明显的惨叫声 格外的惊心动魄 消防员慌慌张张地回答 骑程的路都被堵死了 进去其他几个城市 都要经过骑程 我们没有办法 啪 一个耳光 直接把这个人掀翻在了地上 小丝修暴躁得不行 蠢货们 不知道派直升机进去吗 他话音刚落 天上就传来了爆炸的声音 直升机被飞扬的河沸水给沾上 又直接给引爆 碎片到处乱飞 不行啊 小丝长官和沸水控制不住 旁边这些人 初不估计 这几座城市的河沸水 柱存罐都发生了一定的泄漏和爆炸 被欺压带的 在天空中到处泼洒 又因为爆炸产生的明火 现在可以说是无限的连锁反应 砰砰砰砰 各种爆炸声在骑程里面响起 小丝修也被这么说得哑口无言 他不耐烦地伸出了手 无人机呢 给我看看 接过手下递过来的无人机 小丝修直接傻了眼 这是什么 这不是什么灾难片地狱的现场吗 无人机收的音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哀嚎 要么就是一片火海 能够看到的场景都特别有限 基本上都是人在无助地奔跑求饶 但这是天灾 没有人可以听得见他们的呼嚎 一些人被河沸水给炸倒 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就会爆炸 血肉一下子飞上天又落下来 还在跑的人 被同伴的骨头给砸到了 也没时间尖叫 心里就只剩下一个想法 我要跑 我得赶紧跑出去 这就是妥妥的人间炼狱啊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燃烧了我 在直播樱花国现状的 不约而同地配上了陆牧这首新歌 虽然歌曲十分地活泼俏皮 但是配上这个画面还挺应景的 这些小鬼子 现在不是成为了一把火 就是在成为一把火的路上 被河沸水炸飞之后 自己变成了火 又落到了其他的小鬼子身上 燃烧了其他的小鬼子 看着这么血肉模糊的场景 直播间里的人不仅不觉得可怕 反而畅快地不行 哈哈哈哈 爽啊 原地火化 炸成烟花 龙国沿海人民有福了 沿海已经看到那边五彩斑斓的烟花了 舒服 来点小酒 看点小鬼子被炸成花 开心啊 这场景正无恙 谁看了心里不舒坦 只有这些樱花人才觉得痛苦了 毕竟前脚才遭遇了千年难遇的雪灾 死了一成的人 这路牧立马就来了个冬天里的一把火 和废水直接炸了 谁能忍 樱花国的人只能无能狂怒 祈求老天出现一点奇迹 几个和废水牵贯终于不堪重负 全部炸开 小思修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天空中五彩斑斓的烟花 显然越来越多了 他连忙跟旁边几个手下说 赶紧拿设备过来 看看里面情况怎么样了 爆炸声越来越大 里面的惨叫声也越来越恐怖 是那种毛骨悚然的喊声 像是要把生命也给喊出来一样 这个监控设备是热传感系统 绑在无人机上面 可以看清里面不同地方的核心温度 温度高的点 肯定就是即将发生爆炸 或者快要爆炸 看到密密麻麻的红色区域 小思修都觉得头皮发麻 他又拿过一个设备是监视核辐射的 外面的核辐射都已经超标 一飞进去就开始滴滴滴的响得不停 辐射值比规定的正常数还要高出几千倍 看到这个数字 小思修的脸上异常的难看 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国家是不可能 把这几千吨的核废水给处理得到正常水平 但这个数额 一排出去光是樱花国的人都承受不住 第83章 全都给我烧成灰 看见这个浓度 小思修咬牙切齿 都想把已经被烧的连骨灰都不剩的凑骨针霉 给喊过来打一顿了 这要是还继续进去救的话 先不说能不能把人救出来几个 光是暴露在这么高的核辐射底下 都会死得很惨 他冷笑一声 放弃吧 直接撤裂 听见这离谱的八个字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齐刷刷看向了小思修 小思长官 您这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救援人员也说 小思长官 里头常住人口有一百多万 怎么可以放弃 他们都是一脸不敢置信 不敢想象这个小思修居然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小思修稍微瞇了一下眼 你们进去也是送死 里面的人根本不可能活下来了 看周围的人一脸呆愣 小思修咆哮 还没反应过来吗 想想之前那几起灾难 龙国那个法师怎么可能给我们留活口 齐城 就是他指定的又一个灾变现场 不行 小思修刚好完 一个老妇人就扑了过来 我儿子还在里面 不能把他留在里面 周围围着的这些居民 听见小思修这话 全都扑了过来 小思长官 里面有不少学校 不能治孩子于不顾 怎么可以这样 只是火灾而已 可以救的 混蛋 恶魔 我要进去找我的老婆 这里的居民 都是齐城旁边城市的人 和齐城不少人都互通来往 有的甚至就是齐城本地的居民 来这边生活做生意而已 现在 看到自己生活的城市 被一片活海给淹没 心里的痛苦难以言说 小思修一把推开这个扑上来的老妇人 恶狠狠地踩了她一脚 那你进去 进去和你儿子一起死 老妇人被这一灯 还真就心存死至了 从地上一瘸一拐地爬了起来 直接冲了进去 该死的龙国人 还我儿子 一进去 背影就消失在了活海里 虽然不知道她的下场怎么样 但肯定和她的儿子一起 被烧成了灰 趴在地上大哭的妇女 看小思修居然如此的冷漠 哭得更加惨了 我的丈夫几分钟前 还给我发了消息说她在里面 你们去救救她 小思修走过去 还有我 她接过手机 拨了个电话给妇人的丈夫 没信号 小思修语气粗暴 死了 别想了 天空中的烟火还在继续 五彩斑斓得特别好看 照亮了已经黄昏的天空 就像是在庆祝一样 齐城和其他几个地区 还幸存的人们 躲在还没有被炸毁的房子里面 战战兢兢的 不知道恐怖的河沸水 什么时候落在自己的头上 带来死亡 救命 啊 我的手 尖叫声不绝如履 吓得这些 还幸存的人尿都出来了 一家四口 本来还在看电视咒骂露幕 现在也只能抱团取暖 待在自己的地下室里面 不敢出来 他们的房屋 已经被炸成了废墟 幸好还有一个 之前兴起的时候 气得石头地下室 把火给隔绝在了外面 刚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爸爸就连忙拽着 自己的妻儿躲了进来 而他们四周的邻居 现在都变成了灰 爸爸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惊魂未定 没想到 灾变居然到我们头上来了 妈妈不停地发抖 这是龙国那个 该死的法师弄的吗 我们和沸水还没排出去 居然就被他弄了回来 这个贱人 他俩的亲人 就在之前被龙卷风刮的城市 都尸骨无存 所以 对陆木恨之入骨 每天都在家里不停地咒骂 咒骂到最后 连两个年纪还小的儿子 都学会了骂人的话 两个人看爸爸妈妈这么气愤 也在一边鹦鹉学舌 龙国人都是病毒 龙国人都该死 龙国人就应该灭绝 是蓝星的毒瘤 这两人才七岁 就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诅咒 可以想象 这对夫妻 到底在家里教了些什么 妈妈听到儿子这么说 还特别欣慰地 搂住了两个儿子的头 哈哈 不愧是我的儿子 从祖上那一辈起 他们一家就十分厌恶龙国人 所以 才会不停地在家里说这些 爸爸一直在拨打救援电话 终于 手机的信号出现了一格 他赶紧打通 我是骑城居民 请问救援队什么时候赶到 骑城 对面犹豫了一下 对不起 我们已经放弃 电话瞬间挂断 被自己国家的救援队放弃 爸爸的脸上一片空白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一边的妈妈激动地爬了过来 怎么样 什么时候赶到 爸爸还没来得及回答 顶部的地下室门 突然传来了水波晃动的声音 爸爸脸色骤变 怎么回事 四个人齐齐抬头 地下室的门 终于被冲破炸裂的河废水 直接涌了进来 爸爸连忙搂住两个儿子 想往其他地方游 但是他们建的地下室 就没有出去的其他路径 河废水进来的那一刻 就直接淹到了腰部 妈妈本来就已经受了伤 两条腿一下子 因为剧痛跪了下去 妈妈直接在三个人面前消失 两个儿子的口里 发出凄厉的叫喊 爸爸也跟个无头苍蝇一样万转 然而根本就没有出口 没过十几秒 剩下的三个人 也被河废水淹没 一家四口团聚了 大街上的人不停地往前奔跑 跑不掉的 就往墙上屋顶上面爬 看着天上像陨石一样 不断往下砸的火球 又看着底下的河废水 除了绝望就是绝望 哄 无数的房屋倒塌 光是被压死的 就有好多人 被压在地上 还充当了燃料 熊熊燃烧 骑城彻底沦为了火焰的地狱 一些位高权重的人 还想乘着直升机偷偷离开 但河废水 完全没有给他们 一丁点逃跑的空间 直接往直升机上面扑 后面的火球跟上点燃 骑城没有一丁点 向外逃跑的空间 所有人都只能等死 第八十四章 樱花国就是这么自私自利的 远在海边的几个 河废水注存罐 全部都爆炸 而且还倒流回了这几个城市 现在 骑城的大街上 都开始流淌和废水 只要溅起来一点 就直接引爆 上面火灾 下面水灾 这么奇葩的灾难 也只有在樱花国看到了 本来还躲了起来的 这些樱花国人 被水逼得 只能往外面跑 但是一露面 就会被火星子崩倒 身上瞬间燃烧起熊熊大火 这么多火人齐聚一堂 看上去 场面更用特效 做出来的一样震撼 小思修看这些居民 还想冲进去 直接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冷笑 哈哈 你们就进去吧 这些消防员十分的可怜 把他方挖开 让我们进去吧 你们不是公职人员吗 为什么不进去救人 龙国新闻里面说 他们的子弟兵 无论怎么样 都不会放弃百姓 你们连龙国人都不如 该死 该死啊 这些人无助的不行 只能一遍遍的祈求这些人 小思修冷眼旁观这一切 还把扑上来 找他求情的人一脚踢开 你们真是傻 里面的人已经没救了 这些消防员 在看了无人机 传回来的画面以后 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他们的确是收了钱办事 要对居民的生命负责 但更需要的是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现在明明知道 里面不可能实施救援活动 所以当然不能进去了 刚才接到的那个电话 也被直播转达了出去 看到小思修 居然要放弃齐城 和齐城下属的四个地区 其他樱花国的人惊呆了 放 放弃了 为什么 小思长官 不能放弃 小思修是本次任务的主要负责人 相当于主控整个局面 结果还没进去 就宣告放弃 比打了败仗还丢脸 这 一个人都没救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 都极其的灰心 齐城 可是有一百多万人 怎么可以放弃 我们樱花国到底做错了什么 连自己人都背叛我们 这场火灾 明明应该落在龙国的沿海地区 樱花国的人彻底丧心病狂 居然在网上祈求 让河废水排到龙国 然后火焰也跟着 一起到龙国爆炸燃烧 因为龙国人多 烧起来肯定更好 看到这些樱花国网友 还死不悔改的样子 龙国人一点都不生气 相反还特别的幸灾乐祸 胡说八道就胡说八道呗 反正被火烧的不是龙国人 笑死我了 这小鬼子也太耸了吧 都不派人进去救的 进去一个死一个 小鬼子也贪生怕死啊 解气 多来点 看齐城后面已经炸成了废墟 其他几个地区的河废水罐 还没有来得及排放 所以没有被波及到 但齐城已经无力回天 毕竟里面已经是一片火海 和废水满天飞 外面的救援主导人小四修 还直接摆烂了 连救援的方法都不考虑一下 赶到这里的记者 都不知道该怎么采访了 只能把镜头对准齐城里面 沉默地记录着这一切 记录齐城由一个美丽的临海城市 变成一片焦土的场景 走在路上仓皇逃窜的人 被河废水污染 身上的伤口不停扩大 最后露出骨头 疼痛难忍地倒在了河废水里面 上面一层被火苗舔视 下面一层被河废水腐蚀 死都死得格外怪异和痛苦 有人已经跑到了齐城出入口 却被大石头堵住 绝望地拿手挖 连一个印子都还没有挖出来 就被一滩溅起来的河废水浇了一身 瞬间点燃 哎呀呀 没有任何的救援 任何的补给 就连救援直升机都没再派出一辆 樱花国网友没想到 这次是真的要彻底放弃齐城 一个个都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的国家 对自己的人民会如此的残忍 怎么回事 小四修真的不准备救援了 上一个雪灾防护中心的那些畜生 拎着行李箱逃跑 这次直接装都不装了 我对上层实在是太失望了 樱花国的人逐渐看清了 自己所信仰的人是什么德行 心灰意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 被火烧死 到处都是火灾 到处都是不成人形的人 烧焦的扭曲尸体 在路边还没来得及成为灰烬 就被仓皇逃窜的人一脚给踢倒了 一些人还一想天开 手上拿着钱财想跑 后面的河废水就涌了上来 把他给打倒在地上 直接大喝了一口喝废水 五脏六腑直接开始腐烂 嘴巴里面喷射出浓稠的黑血尖叫声 惨叫声 无助的求饶声混杂在一起 只有龙国网友爽的一批 你们樱花国的人 怎么连救都不救一下啊 好耸啊 这大火烧得真漂亮 多烧点 我爱看 话说这么多骨灰在天上飘 樱花国其他人怕不怕呀 看到火人遍地窜的一些网友 浑身忍不住打起了哆嗦 受不了这么恐怖的样子 如果说 之前的冰刀是直面血腥的恐惧 那么 现在的火海 就是让人的脑中出现宛如折磨一般的幻觉 有一种 自己身上似乎也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不断炙烤肉体 核辐射也在侵袭着身体 腐蚀这一切的痛 不仅要遭受身上的痛 精神上也很痛 樱花国的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那就是 他们被自己国家给抛弃了 现在是齐城 那么 接下来轮到他们了怎么办 陆木的攻击如此的随机 樱花国还完全没有反抗能力 变相地说明 他们樱花国两三亿的人口 现在已经是入木的盘中参 想让谁死谁就死 不可能有反抗的余地 红外线探测已显示 齐城和其他四个地区里面的活人 已经没有多少 从上面俯视 就是一片红色的火海 一栋建筑物也没有 全是废墟 小丝修一咬牙 别管了 默哀吧 一百多万的人 就这么被烧死了 烧得一个不胜 这还有什么进去的必要 其他的人也听懂了 他们没想到 就半个小时的功夫 齐城变成了这个样子 心里只有震撼 甚至还升起了一种敬畏 小丝修正想带着自己的人跑 后面和废水 直接把倒塌的废墟给冲开了 第85章 这种劣等的人烧死算了 哄 和废水直接把这个房屋倒塌的屏障给冲开 小丝修往后一看 眼看着自己要被淹到了 他也不管身边的同伴是谁 把坐在底盘很高的消防车上的消防员 一把拽了下来 给我来看 小丝长官 小丝长官 这些手下也傻眼了 没想到小丝修居然会做出 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把他们丢下而不顾 和废水一下子就没了过来 和后面还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起 瞬间就点燃了几个人 小丝修看了一眼后视镜 他熟悉的几个手下 在刚才的爆炸中 被炸的血肉横飞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还没死透 身上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不停地在地上挣扎 极其的痛苦 他一咬牙 什么直播 什么转播 什么采访 连对准自己的那几个镜头 小丝修都不想管了 名声算什么 还是自己的生命重要 想着 小丝修直接踩下了油门 毫不犹豫地 朝和齐城相反的地方跑了 后面几个还在采访 小丝修的记者都猛逼了 没想到这个人 居然这么贪生怕死 这一下转播出去 让人对这种灾难的负责人 怎么看 还没等这几个记者够嘶吼 该怎么写关于小丝修的报道 哗 从天而降 一泼和废水 给他们浇了个透心粮 紧接着 就是一坨带着火焰的铅片 直直地插进了 男记者的脑袋里面 碰 男记者只觉得脑袋一凉 连痛觉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尸体 旁边的女记者 脸上溅上了 这个男记者的脑浆 一抹热乎乎的 还加着刚刚淋到的河废水 这么刺激的感觉 直接给女记者 刺激的精神失常了 她对着还在直播的镜头 发狂地大笑了几声 硬生生地扯下来 挤把自己的头发 一边跑一边大喊 完了 我们樱花国完了 龙国必胜 喊完这句话 她的身上立马燃烧了烈火 从头到脚 都被火焰给瞬间包围 女记者还像是感觉不到痛一样 仍然在疯狂地奔跑 直到刨刀死 一下子摔到了河废水里面 被辐射的皮川鼓烂 连个人形都没有剩下来 这两个记者 还是樱花国最大的新闻媒体 朝晚新闻的记者 这个媒体的观众本来就多 现在又渗入了 齐城河废水燃烧事故的腹底 所以 光是他们的直播观看人数 就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万 要知道 樱花国也才两亿多人口 本来 大家看到小思修见死不救 临阵脱逃 就很无语 在网上骂翻了 现在看到男记者和女记者惨死之后 心里那股郁闷和恐慌 根本不可能再去除 所有人 在脑子里都是同一个担心 如果这场灾难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该怎么办 其他围在这里的人 显然也没有想到 河废水会冲过来 一时间 原本还算安宁的这一边 也坠入了地狱一样的景象 妈妈 救我 儿子 我在这里 一对过来想要讨要说法的母子 还没得到小思修的搜救许可 就被直接砸下来的房子 给分成了两半 母亲连忙往废墟上面爬 她奋力地飞奔着 口里还不停地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 杭平 快点过来 那边有危险 她的儿子杭平 今年还是个高中生 现在才16岁 今天过来讨说法 还是因为她的老公就在骑程坐视 如果现在老公和儿子 都因为这场离奇的河废水火灾死了 她也不想活了 杭平也没想到 自己妈妈的爆发力这么高 她身后就是不停往前涌的河废水 连忙学着往废墟上面跑 想要和妈妈一起往前面逃 两双手快要交汇的那一刻 杭平看了一眼妈妈的身后 瞳孔立马扩大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妈妈 快躲开 然而 这个母亲 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碰到儿子 喜悦万分 都没注意自己的儿子在说什么 她开心地伸出了手 杭平 拉住 还没等自己牵住杭平的手 对面的杭平就狠狠地给她推了一下 母亲的眼神里出现一丝受伤 还没来得及问 就看到自己头顶飞过了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块 狠狠地砸在了杭平的身上 杭平嘴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声 火焰也立马铁射上去 把她给包裹在里面 飞速地烧的就只剩下一个焦炭架子 母亲没想到 自己儿子居然死在了自己面前 喉咙里一声毛骨悚然的滴吼 直接跳进了河废水里面 一家三口团聚了 其他人也不停地仓皇逃窜着 往更高的地方爬 往一些车里面钻 他们也顾不上什么消防车不消防车了 一堆人觉得这种车底盘很高 所以不停地往里面钻 把里面的消防员都给挤到了最里面 嘴巴里面还疯狂地嚷嚷 让我进去 快点开车 下去 挤不进来了 这些小鬼子终于在最后的时刻 露出了自己赤果果的丑陋嘴脸 后面有人要挤上来 他们甚至可以一脚踹过去 把后面的人给踹下去 驾驶员终于找到了一点喘息的机会 他把脚踩上了油门 正准备开车 面前却突然出现了一大片阴影 一车人抬头一看 瞳孔里面的阴影越来越大 同时出现的还有浓厚的绝望 河废水 是河废水 完了 铅片砸过来了 一块巨大的铅片 直接穿透了驾驶员前面的后玻璃 砸到了他的身上 砸得脑袋都瘪下去了一块 当场毕命 玻璃窗掉到了地上 那些河废水 一下子冲进了驾驶室里面 在这些人绝望至极的眼神底下 燃烧了起来 这边再次沦为了一片恐怖的地狱火海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了追捕 只有小四修带着两个亲近的手下 开着消防车逃了出来 后面爆炸声不断 小四修一点都不敢松懈 往前开 往前开就行了 离开这里就能活下来 第86章 真以为自己跑得脱 小四修旁边两个跟着的人 不停地往后面看 看被自己抛弃的那些人被烧成了碳 炸成了血墨子 一点愧疚和心痛也没有 反而还觉得很庆幸 劫后余生 压根就没把和自己一个国家的这些人 当成人看 哈哈 这些人也真是蠢 还是小四长官你聪明 另一个人也跟着附和 对对对 要不是我们开车跑出来 也和这群愚民一样了 小四修的眼神中 划过一丝得意 他一边全速开车 一边说 我已经知道 这个龙国的路法师的套路了 每次只毁掉一个城市 这次是骑城 其他两个手下连忙点头附和 没错没错 眼看着地图上显示 就快要开出去 小四修得意的不行 他甚至哼起了歌 然而下一秒 他旁边的手下 就惊恐地拍了拍小四修的肩膀 指着后面抖抖锁锁地说 小四长官 追 追上来了 两个手下都吓呆了 小四修不耐烦地说 什么追上来了 他抽空往后面一看 也傻眼了 什么情况 这些火球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跟着他后面不停地跑 连诡计都不带变一下的 小四修咬牙切齿 连忙一脚油门踩到底 往前面不停地奔 他慌乱地不行 什么情况 这些火球总不能是长了眼睛 追着他不停吧 惊慌之下 小四修的动作都开始忙了起来 脑子里紧绷着一根线 不断重拨着陆木唱 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样子 之前对陆木还是很不屑 但现在 小四修一想到这个人 就开始不停地颤抖 这是一种由心而发的 对威胁自己的生命的人的敬畏 他承认 自己怂了 嘴巴里连忙念叨起了一些口诀 这还是因老教他的 但是越念越错 他手忙脚乱 突然一下子同时踩住了油门和刹车 手底下的方向盘 也是一下子转到了底 碰 消防车直接撞到了废墟上面 前面的道路也特别狭窄 没有办法再通过了 小四修绝望了 他浑身不停地打摆子 只觉得周围所有的声音光线 一切都离自己越来越远 车厢里面这三个人 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 那两个手下忍不住哭着说 我服了 我真的服了 我们应该集体向龙国谢罪 他们都心知肚明龙国 对樱花国有多大的深仇大恨 但是全体上下都装作不知道 所以才会惹来现在这么大的灾火 通俗来讲就是活该 一股尿骚味 从小四修的身下传出 刚才那个还不可一世的长官 现在比流浪汉还落魄 这个场景也是格外的啼笑皆非 和沸水很快就把三个人的下半身给淹没了 小四修发狂地站起来想要跑 但他又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整个人都趴了进去 哄 消防车的油漏了出来 河河废水融合在了一起 再加上火焰 消防车直接爆炸 把这三个人炸得连一点血沫子都不上 骑程范围内一个都没有逃脱 全部都被熊熊烈火给笼罩在了里面 人们不停地挣扎 不停地哭喊 不停地求救 但没有人会实现他们的祈愿 就连最上头都直接放弃了救援 没有派人过来救援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骑程 沦陷在了火海里面 到最后直接被夷为平地 无人生还 结果已经出来 樱花长老颓丧地在位置上坐了下来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徒弟小私修居然会这么的贪生怕死 也没想到 无论怎么样都无法逃脱这个灭亡的地步 一百多万人说死也全部都死了 而且 他们要排放的河废水 就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给自己人全部用了 一点都没有剩 还有几十个河废水注存罐 分布在其他的地方 但樱花长老也不敢命令排放了 得想着其他的办法处理这些河废水 不然我们樱花国的国运 都有可能遭受到挑战 他气急败坏地在房间里转圈圈 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樱花国的网友 也陷入了一片沉浴之中 现在没想到 大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又让一个城市被毁灭了 看到这个结果 龙国网友只觉得舒爽得不行 他们不停地播放着 冬天里的一把火 配上各种各样火焰连天的视频 发到网上 陆法师太牛了 能不能直接让樱花国灭国 这场面实在是太吓人了 不过我还是坚持看完了 又恶心又爽 这火焰灾变实在是厉害 烧的一根毛都不剩 别说了 这块地算是各种意义上的废了 哈哈 这就叫自食恶果 如果不排放和废水 就啥事也没有 结果已经实时地传回了节目组 三个导师这下对陆木的法力 是心服口服 就连一向口是心非的花成语 在这一轮的评价 也不敢干什么说反话的事情了 杨幂毫不犹豫 这首原创歌曲 十分的有节奏感 很能带动气氛 而且陆木选手 唱得也非常有感染力 满分 薛之谦 陆木一次又一次地 在我们面前展现不同的样子 每一面都足够精彩 让人更加期待下一场的效果 满分 华成语 不多说 九分 给十分怕你太骄傲 三个导师连点评都不敢点评了 看过之前 又是下冰刀 又是和废水爆炸的 要是他们一个让陆木不顺心了 自己也被试点发怎么办 旁边的主持人 刚才也抽空看了 樱花国齐城的惨状 赶紧把话茬接了过来 谢谢三位评委的点评 也恭喜陆木选手 成功晋级下一轮 让我们一起期待 陆木选手接下来 会有什么惊艳的表现 系统任务 在齐城毁灭的那一刻 也已经完成 一个亿奖金到手 陆木的脸上 立马洋溢上了喜悦的笑容 求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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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7章 小樱花玩不过就来阴的 看见陆木脸上这个表情 观众们也开心得不行 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晋级了 真好 下首歌陆法师准备唱啥 爽的批爆 就应该让所有灾害 都落到小樱花的脑袋上 才痛快 下一次来个地震 来个海啸 或者直接山崩地裂 把樱花国埋了算了 我现在每天上班的动力 就是刷小樱花受苦的视频 干活都不累了 这是樱花国应得的 陆法师下一个目标 是哪个城市 我的建议是 打击面放到樱花国全国 直播间的人气 极其的逆天 全部都在讨论陆木 倒不是因为 他唱的歌好听 单纯就是期待陆木下一首歌 会整什么活 小鬼子们又要遭受 什么样的花样司法 节目结束 直播关闭 杨幂也不顾及 其他工作人员异样的眼光 立马小跑着 来到了陆木的身边 一把搂住了陆木的手 抬着头 用亮晶晶的眼睛 看着陆木 布总 我想好了 我要先拍工 这就是杨幂仔细研究了几天陆木 给他的这三部剧本之后 得出来的答案 三个剧本都很好 但步步和九州 这两部的入门门槛 还是有点高了 前一部还比较苦情细 后一部的内容很复杂 很难让大部分的观众沉下心来看 而 公的内容 就比较的简单粗暴了 而且 女主的人设 也更加的适合她 都能够想到这部剧拍出来 以后的话题度了 杨幂还说了一下自己的解释 毕竟你要是把我从原公司签出来 我们的新公司 肯定要一名惊人才赚钱 我觉得 公就很合适 听见杨幂这个理由 陆木了然的点点头 看来无论在哪个世界 杨幂都是一样的有眼光 之前 杨幂就是通过 公这一部剧大爆特爆 一跃成为了超一线女星 至此开启了她的传奇 现在看中 也很正常 杨幂看陆木点头 手下搂得又更紧了一点 我已经找了两个信得过的导演 要不要一起见一面 反正这事 也得提上日程 陆木不动声色地往旁边走了几步 甩开了杨幂 行 就今晚吧 杨幂看自己这么主动 居然还没拒绝 有点不开心地撅了撅嘴 她看着陆木的侧脸 有种不甘心的感觉 没想到 这个小愣头青 居然完全不理会 她的各种民事暗示 就连这么明显的肢体接触 居然还拒绝 杨幂从小到大 就因为娇好的外貌 受到了不少优厚的对待 喜欢她的男生 多到完全可以排队到法国 她只要一勾勾手指 就算是娱乐圈的小鲜肉 也会往上贴 陆木这样的 还是第一次见 很好 男人 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 她又凑了上去 笑意盈盈 陆总 你说 要是大家知道 我这个评委来给你当员工 他们会怎么想 杨幂甜蜜蜜的声音 逐渐凑到了陆木的耳朵旁 轻轻柔柔的说 会不会 觉得我每一次给你打高分 都是因为我们潜规则 潜规则这三个字一出 很容易联想到 什么不可说的东西 杨幂这话确实挺勾人 但陆木却一本正经的回答 不会 因为我要过段时间才会牵你 杨幂的表情 一下子就垮了下来 有些生气的跺了跺脚 不解风情的男人 陆木带着杨幂 走到节目录制大楼的地下车库 按了一下车钥匙 滴滴 车解锁的声音 在幽暗的车库里面 显得格外的突兀 杨幂这根粗神经 都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扫射了一眼四周 怎么感觉 这里格外的安静 现在刚好是节目录制完成的时间 能在节目组工作的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车 不应该都过来开车回家吗 而且 车库里停得还挺满的 杨幂背后窜起了一阵寒意 他四处看了几眼 拉了拉陆木的袖子 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啊 陆木却还是神色如常 什么不对劲 其实从刚才进这个车库开始 陆木就已经注意到了 车库里面进来了一些 看上去并不普通的人 并不是他有啥特异功能 纯粹就是 这几个人的装扮 就和普通人不一样 谁家好人没事戴个黑色的面罩 穿一身黑 躲在车后边看大门啊 还以为隐藏在黑暗里 就没人看得见 但陆木的势力天生就比别人好一点 他早在进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几个人 不过陆木也不害怕 他打开马自达的车门 对旁边的杨幂让了一下 上去吧 杨幂抽了抽嘴角 不明白 为什么买得起汤尘八品的人 要开这种烂车 杨幂刚进去坐下 还想说点什么 车门却被关上了 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看向窗外 几个黑衣人 不知道从哪里跳了出来 手上居然拿着刀 对陆木捅了过去 这一下 杨幂人都傻了 啥情况 拍戏呢 他根本没搞清楚 发生了什么情况 还到处找了一下摄像机 以为是节目组的什么隐藏任务 陆木早就察觉到了杀气 但他完全不慌 在刀砍过来的这一刻 陆木只是淡定地转了个身 这几个黑衣人 还以为自己要得手 结果 不知道又从哪里 窜出来了一男一女 一左一右地从天而降 给这几个黑衣人的头 狠狠地来了击脚 直接踢飞 扑 这两人脚力特别大 最先中招的那个 直接从口里喷出了一流子血 在空中飞溅 其他几个黑衣人 也没反应过来 被踹翻在了地上 立马爬了起来 对着这一男一女 就攻了过去 黑衣人还想声东击西 把这两个人给引走 但这两人也十分的机灵 就一直挡在陆木的前面 把他保护得死死的 杨幂连忙把车窗摇了下来 眼神里还透着点迷茫 陆木 这是在拍戏吗 怎么还吐血了呢 打得也挺激烈的 这声音听起来权权倒肉 挨揍的那个人 痛苦的表情也不像作假 杨幂终于明白了过来 陆木 你被人偷袭了 第88章 直播示众 樱花国丑陋面目 看着杨幂这个猛逼的表情 陆木觉得有点无奈 他点了点头 嗯 大概是樱花国那边派来的 这派头 这打扮 还有使出来的一些技巧 跟樱花国那边培养的人者 没什么不同 前面这一男一女 使用的都是龙国功夫 和这几个黑衣人 打得有来有回 还占了上风 两个人个子都很高挑 女保镖一脚踹开一个 扑上来的黑衣人 反手就给他的刀夺了 朝后面的黑衣人背部 狠狠地扎了进去 黑衣人被踹得不停往后退 刚要碰到车 旁边的男保镖 就直接补了个刀 直接割了动脉 脖子上面的血标了半迷远 第一次看到这么血腥的真人画面 杨幂都吓傻了 这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虽然拍戏的时候 什么大场面都见过 但是这毕竟是真场面 真有人死在了自己面前 陆木淡定地坐回了驾驶位 樱花国的人派人来刺杀我 有人保护我 没事 看陆木这个早就未卜先知的样子 杨幂惊讶地张大了嘴 他左思右想 都没想通 事情怎么会上升到这个地步 你怎么知道 刺杀这事 杨幂也能理解 毕竟陆木这几首歌 给樱花国毁灭了五个城市 再不管一下 樱花国真要被陆木一个人给灭国了 但是 陆木又是怎么知道有人保护的 陆木笑了笑 龙国方面又不是傻子 既然樱花国都能想到刺杀了 龙国肯定也能想到这个层面的 就是不知道 这个保护他的人 是哪一方出的了 杨幂似懂非懂 看了一眼车窗外 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 这樱花国的忍者 也太不能打了吧 三下两下就要被抓了 不过几分钟的功夫 刚才还张牙舞爪 拿着各种刀 想要杀了陆木的那些黑衣人 现在一个个痛苦地在地上扭曲 爬都爬不起来了 男保镖和女保镖 利落地拿出 对这些忍者来说特制的绳索 从头捆到了脚 强行塞进了旁边 一辆面包车的后备箱 两人拍了拍手掌 女保镖上前 敲了一下陆木的车窗 陆先生 这些忍者 我们已经搞定 请您放心 陆木点点头 你们是龙科院的 对 女保镖回答 我们是奉命过来保护您的 之前一直躲在暗处 怕打扰您的行程 接下来也会继续实施保护 请您当我们不存在就行 女保镖说完 旁边的男保镖开口 这几个人 我们会报告上集 送进去依法处理的 请您放心 虽然是樱花国的人 但敢来刺杀龙国的人 也算是犯了杀人未遂罪 在龙国土地上 给这两名小鬼子判死刑 想想就爽 这几个人解决之后 车库里才陆陆续续的 进来了一些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在不停地抱怨 真无语 说什么地下车库临时检修 硬生生拖延了我们半个小时 往里头走 众人一眼就看到了陆木和杨幂两个人 工作人员们还有点震惊 蜜姐 陆法师 你们怎么提前进来了 杨幂尴尴尬地笑了一下 不知道啊 可能我们进来得比较早吧 大家逐渐走近 才闻到了空气中 那股淡淡的血腥味 摄影师疑惑地低头 就看到了一些 还没来得及清洗的血迹 几个人顺着他的视线看了下去 都吓到了 这是什么 是血吗 怎么会有血 杨幂怕引起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连忙开口帮忙解释 刚才有几个人买了只新鲜的羊 血漏出来了吧 他的表情很淡定 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已经上车的两个保护人员 看人多了起来 准备开车离开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陆木 却走了过去 敲了敲车窗 把这几个人拖出来 说完又看向摄影师 来个直播吧 摄影师不懂发生了什么 连忙照做 用的还是节目的日常直播号 节目结束之后 又立马开了直播 有一些还在直播间里面 意犹未尽 不停讨论的观众看见了之后 好奇了起来 直播刚打开 一堆被捆了起来 在地上不停地挣扎的黑衣人 就落到了大家的眼里面 啥情况 切错号了 这是在干啥 是我们不知道的 play吗 看上去打扮 有点像小鬼子 观众们兢兢乐道地讨论了起来 这些黑衣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把他们拖下来 摔到了地上 他们嘴巴已经被堵住了 只能骂骂咧咧地 在地上呜呜咽咽 旁边两个保镖 也不知道陆木准备干什么 陆木直接凑到了镜头前面 先是淡定地对着观众招了招手 你们好 然后直接拉起了一个黑衣人的头发 把他的面罩粗暴地拉了下来 直直地对上了镜头 这是樱花国的刺客 来刺杀我的 大家看好了 说完 陆木把这个脑旁边随意一甩 又拉起一个黑衣人 把他的脸也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一边把这些黑衣人一个个示众 陆木一边说 直播间现在一百多万人 都好好看看吧 这几个黑衣人 都是被当作忍者来培养的 从小就没怎么见过天日 都被洗脑说过 不能把自己的真面目示人 都没几个人见过他们的脸 现在听到陆木这句话 恨不得一头撞死 一百万人看了他们的脸 他们还能叫做忍者吗 收拾收拾 都可以出道了 连周围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和两个保镖都惊呆了 没想到陆木居然干出这样的骚操作 倒是杨幂一下子就明白了陆木的意思 他也凑到了一边 义正言辞地说 没错 这几个都是樱花国的刺客 两个人一唱一和 大家都惊呆了 我去 这是可以说的吗 两国表面上的外交怎么办 塑料友情都维持不住了 这是大事啊 好期待后续结果 几个黑衣人像是丧家之犬一样 被扔在旁边 他们都知道 被这么一直播 自己是彻底没救了 第89章 千杨幂闺蜜 直播间的人也是第一次看到间谍 就这么明晃晃地出现在面前 一时间也特别生气 你这樱花国的人不要太离谱了 不过就是毁了你几个城市 死了几百万人而已 至于派人来刺杀我们陆法师吗 旁边的节目组工作人员 义愤填膺 几个小鬼子 没用的东西 有本事来刚正面的 我们陆木选手 不过就是唱几首歌而已 用得着干这事吗 你们小鬼子就爱来阴的 反正也绑住了 旁边几个人气不过 上去就是几脚 踢我来几脚 保护陆法师 陆法师出事了 我们看啥 现在每天的动力 就是看樱花国灭国 几个黑衣人 被当成狗样 全打脚踢 两个保镖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仍有这些人泄愤 毕竟 他们也挺生气的 这么低级的手段 真当他们龙国的人 是吃素的了 直播间直接陷入了狂欢 看小鬼子们 被灾变折磨 是一种爽 看小鬼子们 被自己的同胞暴打 又是另一种爽 总而言之 就是爽上加爽 另一边命令自己手下 先去试探陆木底细的樱花长老 差点没气死 这几个黑衣人 本来是他一直 安插在龙国的底细 平常都是用樱花国 留学生的身份出面的 为的就是看一看 这个陆木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神奇的法术 可以对人造成威胁 结果现在只赔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只是 单纯抓了这几个人 说不定还能用两国外交为理由 从龙国要一下人 现在直接被一两百万的人看见 就算樱花国敢施压 龙国也不敢教人啊 该怎么和自己的百姓交代 陆木这一手 是真的歹毒 樱花长老气得要死 恨不得自己现在就去龙国 把这个人直接给处理算了 他眼神闪烁了一下 看向旁边的人 之前跟你说过的 完成的怎么样了 旁边的人立马低头 打开电脑在上面敲了敲 眼睛里划过一丝狡诈 跟那边沟通过了 没问题是没问题 但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这人明面上的身份 还是和娱乐有关的 如果实行樱花长老之前 和他说的这个计划 成功的几率肯定高 但是 将对樱花国的娱乐行业 造成极其重大的打击 至少会减少80%的海外收视率 和版权购买率 樱花长老看这个人 还有点犹豫 直接给他来了一巴掌 我们国家都要被 这个该死的龙国人给灭了 你还在这里想这些 赶紧给我去办 是 阴谋立马层层吩咐了下去 这两天没有直播 杨幂就带着陆木 去见了几个 自己在圈内信得过的好友 把自己要跳槽的消息 告诉了这几个 知根知底的明星 和合作伙伴位的 就是先和这些人通个气 到时候真跳槽了 消息放出去之后 还需要这几个人 帮忙吵一下热度 还有关于公的消息 已经初步定下来的 几个合作伙伴 只不过 导演和男主角的位置 还没有敲定 杨幂甚至还想让陆木 来演这个八阿哥 不过被陆木一口回绝了 他不想费这么多心思 在娱乐圈 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 目的就是赚钱 然后把这几个 和龙国作对的国家 全部给灭了 杨幂劝了几次 陆木一直不从以后 杨幂也没办法了 毕竟陆木以后是他的老板 哪有强迫老板 给自己当男主角的道理 他想了想 又带着陆木 去见了一下自己的好闺蜜 刘诗诗 这个是他在圈内的多年好友了 签了唐人之后 虽然人气算是唐人一姐 但日子却不算太好过 因为刘诗诗 已经很久没有出过 大火的电视剧 而且 唐人也有了 新的自己想捧的人 所以刘诗诗 在公司的日子 过得有点艰难 他也不怎么喜欢 主动去争取什么东西 为人都有些佛系淡然 资源变少就变少了 大不了就逐渐隐退 反正他也赚了不少钱 所以 微博上都开始发起了 一些闲云野鹤 到处游玩的内容 让很多粉丝都觉得 刘诗诗是自己主动 想要淡出娱乐圈 所以才不怎么接戏的 但实际情况 只有和刘诗诗 交好的杨幂 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 刘诗诗 其实一直想要找一个 合适的机会 证明自己还有人气 也想让期待的粉丝 看到他在荧幕上 活跃的样子 公司 其实也给过几个剧本 但刘诗诗的性格 比较轻高 对自己的作品 也有一定的追求 所以一直没有接 杨幂也心疼他这个状态 知道陆木想要开公司之后 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刘诗诗 趁这个机会 也把刘诗诗一起约了出来 地点就定在上次见面的 那个豪华会所 这一次 还是上了一堆稀奇的海鲜 豪横地摆在桌子上 杨幂微笑着对两个人说 今天我做东 有什么直接谈吧 陆木看了一眼 坐在对面的刘诗诗 你好 刘诗诗已经提前听杨幂说过 他要带自己来见陆木 搜过陆木的资料 但现在亲眼见到本人 还是有点震撼的 你好 陆法 哦不 陆老师 一不小心 刘诗诗差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 给说了出来 连五个城市 刘诗诗心里还是有些发出的 看自己闺蜜这副 有些慌乱的样子 杨幂扑施一下就笑了出来 哈哈 诗诗 你可别乱想啊 今天我把你带过来 是想帮陆总游说你的 刘诗诗疑惑 游说我 对 杨幂也不遮掩什么了 陆总要开一个新的娱乐公司 到时候我会跳槽过去 你要一起吗 这串话一说出来 直接给刘诗诗 CPU干烧了 他愣了一下 眼神从杨幂身上 扫到了陆木身上 又扫了回来 我没听错吧 跳槽 以杨幂的这个身价 得花多少钱 才能配得起违约金啊 杨幂看出了刘诗诗的疑问 他主动靠近了陆木 拍了拍陆木的肩膀 放心 陆总很有钱的 违约金什么的都是小问题 第九十章 要在节目上 直接整死陆木 这 刘诗诗还是第一次看到 杨幂对一个男生这么主动 看向陆木的眼神 都带上了一点探究 纯粹是那种 对自己闺蜜未来男朋友的 那种好奇 他忍不住调侃 秘密 你要跳槽过去 我也跟着过去 不成你们两之间电灯泡了吗 杨幂听懂了这话 脸蹭的一下就红了 啥电灯泡啊 别胡说 他正经微做起来 我说认真的 来陆总新公司 给你好资源 说完 杨幂按照陆木事先的要求 一个步步心惊的剧本 就派到了刘诗诗的面前 陆总给的 看看吧 刘诗诗疑惑地拿了过来 从第一页开始看 不过 看了二十多页的功夫 眼睛就亮了起来 手下翻阅的速度 也逐渐变慢 开始极其认真地 审阅起了这个剧本 越看 那张清冷美丽的脸上 还露出了一丝兴奋 呼吸急促 身体还有点颤抖 刘诗诗也是老演员了 很懂自己演戏的舒适区在哪 而这个剧本的女主角若曦 刚好就是她最适合的那个角色 更别说 步步心惊的剧情了 毫不夸张地说 刘诗诗从出道到现在 就没有看见过 比这更好的剧本 她直接沉浸在了其中 忍不住去幻想 如果自己是若曦 该怎么演出这一段剧情 是哭 是笑 动作应该怎么做 才能表现如此丰盛的情感 是是 直到杨幂的声音 在她耳边响起 刘诗诗才猛地回过神来 她吓了一跳 怎么了 杨幂知道 刘诗诗肯定和刚看见 公 这个剧本的自己一样 彻底被陆木给征服了 杨幂笑而不语 对面的陆木淡淡开口 加入我的公司 这个剧本就是见面脸 这剧本本来就相当于 为刘诗诗量身打造 给她演 事半功倍 看着陆木脸上 志在必得的表情 刘诗诗一下子脸红了 杨幂还在一旁帮腔 你在唐人也接不到什么好剧 我知道你心里不甘心 现在有个这么好的机会 摆在面前 都未到嘴边了 还想拒绝 刘诗诗只是思考了几秒钟 一咬牙 答应了 好 什么时候开拍 杨幂说的对 现在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 他得把握住了 好 杨幂看刘诗诗 这么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开心地欢呼了一声 扑过去就抱住了刘诗诗真好 我们两闺蜜 也要成为同事了 说完 杨幂又坐到了陆木旁边 像个小恶魔一般 眼里带着挑衅 老板 我给你挖来了一员大将 想怎么感谢我 说着 杨幂伸出手 勾了勾陆木的衣领 陆木无情地往后一坐 直接忽视了这句话 他看向刘诗诗 我本来打算录完这期 再开公司的 既然你们这么着急 那就先再开吧 蜜姐 你那边应该有 这方面的人才吧 帮我搞定一下 各方面要的程序 陆木想了一下 你们都需要多少违约金 杨幂尴尴尬一笑 大概八千万吧 刘诗诗也开口 五千万 这加一起 就是一个多亿 就算是实体行业的富豪 也没办法一口气 拿出这么多的现金流吧 刘诗诗忍不住开口 陆总 先一个一个来也行 这话说的意思有点歪 陆木开口 放心 其人之福我还是能想的 他拿出手机 大鹅转账走什么路径 我把钱给你们转过去 自己和公司商量吧 啊 梁脸猛逼 杨幂和刘诗诗 有点不敢想象 这可是几千万 居然就这么信任他们 把钱给他们了 这钱对陆木来说 赚得太轻松了 所以挥金如土 根本不带心疼的 两女明星身份地位在这里 钱还是用来赎身的 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跑 钱转过去之后 杨幂和刘诗诗两个人 也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转头就给原公司交了违约金 又和陆木签了合同 陆木也特别大方 一切按他们的要求来 最后的利润五五分就行 这么大方的老板 还能从哪里找 终于 这一期节目也照常开播了 今天是十强选手的选拔赛 实行的是十进五机制 每两个对手都是随机抽签 无论是人气高 还是人气低的 都怕抽到和陆木一个组 因为他们知道 对上陆木 就算自己的歌唱出花 唱破天 赢得也只能是陆木 人家能毁灭一个城市 你就会唱歌 有什么可比性呢 和陆木对上的人 已经不重要了 陆木的对手一唱完 何久老师就迫不及待地 走了上来 脸上喜气洋洋 接下来上场的是 陆木选手 哦 场下一阵欢呼 所有人都翘首以盼 直播间 直接涌进来了五十万人 陆法师威武 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给樱花国灭了 樱花国派人偷袭你 怎么这也得毁他 十几二十个国家吧 来人 上地震 陆木站在后台 一看这些观众的眼神 就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拿着话筒 刚走上台 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连忙往旁边一闪 砰砰砰 几声枪声 居然从对面幕布后面传了出来 陆木的身后背景板 被打出了几个枪洞 还在不停地冒着烟啊 场下立马传出了 惊慌失措的大叫声 观众们也顾不上什么秩序了 慌作一团 不停地往外面跑 三个评委也被吓到 站起身就想走 砰几枪居然被陆木躲了过去 他也不躲了 从后面钻了出来 手枪再次对准了陆木 没想到 居然是个工作人员 看上去长相平平无奇 还很眼熟 陆木冷笑一下 他的身后 也直接闪出来了两个保镖 从兜里掏出了枪 毫不犹豫地上去就是几枪 枪战现场 乱作一团 对面的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想跑 但他身后重担 从舞台上一下子翻了下去 这人眼睛大睁 一下子就死了 死在了杨幂面前 杨幂深呼吸几口气 咬牙切齿地说 樱花国肯定又是小鬼子们干的 第九十一章 杀千刀的小鬼子 听见杨幂这句话 大家都明白了过来 肯定是那群樱花人 看自己的同胞没有得手 现在又派了个人 公然上台搞刺杀 不得不说 这一招是真的阴险 如果陆木没有提前发现 不对劲躲过去的话 还真就让这个小鬼子得手了 虽然陆木死了 这个小鬼子肯定也活不了 必定要上国际法庭 但是 这么一换衣 对樱花国来说简直太值了 然而 这个小鬼子的希望落空了 他被保镖按在了地上 还特地往嘴巴里塞了团毛线 就是怕他自杀 保镖看了一眼 台下惊慌失措的这些观众 开口说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就已经排查过了 把每个工作人员的身份 都调查了一遍 但没想到的是 卧底居然出现在内部 旁边的女保镖也接过了话茬 没错 这个人是谁塞进来的 节目总导演立马走了上来 他仔细端向了一下这个人的脸 恍然大悟 这个人是和版权方 有合作的副导演介绍过来的 说是大学生实习 这一下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后台的工作人员 也急匆匆地跑了上来 导演 刚刚副导演说他家里有点事 先走了 底下的观众和评委 起起傻了眼 明明是来录节目的 怎么还能看到 这么精彩刺激的卧底大戏呢 落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这些人为了杀我 都不顾身份了 好家伙 连续抓了这么多间谍 不得给他发几十个五十万 导演气得要死 感觉自己的节目 莫名其妙地被毁了 直接停了直播 让人去找 副导演交给了警方那边 还排查了一边内部 确认没有什么 小鬼子了 才开拍的 直播再次启动 观众们都迫不及得地涌了进来 这也太精彩刺激了 看来陆法师真是法师 小鬼子真他妈该死 要是陆法师死了 我们龙国饶不了你们 从以前到现在 小鬼子都是一如既往的卑鄙无耻 全灭了算了 所有人的仇恨都被这些 阴暗卑鄙的手段给激发了出来 薛之谦直接跳上了评委桌 对着陆木愤怒地大喊 陆法师给小鬼子们来个教训 陆木眼神冰冷 也不装了 他盯着摄像机 你们这些樱花国的人 以前卑鄙无耻 现在也同样卑鄙无耻 都是一群猪狗不如的畜生 陆木顿了一下 说出了自己接下来要唱的歌 接下来这首歌 也是我的原创作品 叫做《大地》 大地 薛之谦思索了一下 立马得出了结论 看来 这首歌肯定和地震有关了 之前陆木唱什么来什么 都很简单粗暴 和地有关的 也只有地震了 好 来个地震 把这些小鬼子全部震死 我支持 最好地震加海啸 一个都别跑 小鬼子 你们死定了 龙国观众 也和薛之谦响一起去了 一想到樱花国会发生地震 那叫一个兴奋和期待 樱花国的人 也时时刻刻盯着 全民巨星的直播 就怕哪一天 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来不及跑 之前那几场灾变 流星雨 火山爆发 都不是盖的 光听名字 就让人胆颤心惊 但现在 听到这个地震之后 反而还放宽了心 一个个嘲笑了起来 地震 就这 家常便饭了 我们樱花国可是地震之国 从出生到现在 谁没经历过几百场 大大小小的地震 洒洒水了 樱花国每栋楼都做了加固 地震是震不倒的 别费功夫了 笑死 震就震 谁怕呀 就连现在正在东京的樱花长老 和他几个弟子在听到之后 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 旁边一个弟子面露不屑 看来这个陆法师的法力 要用光了 地震 对我们樱花国来说算什么 几个弟子都完全不害怕 樱花长老虽然没说话 那表情也是毫不在意 这并不是这些小鬼子们 狂妄自大 不把地震这种灾祸放在眼里 不怕死 单单是因为 樱花国这个国家 地理位置特殊 就在地震带上面 从古至今 因为地震死了不少人 所以到现在 樱花国人 光是在对抗地震上面 就比蓝星其他国家 超出不少经验 他们有这个自信 就算是八九级的地震来了 也不再怕的 樱花国一个实时转播 全民巨星的男网红 听到陆木耀发动 还公然笑出了声 嘲讽地说 这法师认真的吗 我们樱花国 怎么可能怕地震 地震这种灾祸 已经被我们机智勇敢的 樱花人彻底解决 就算来了 又怎么样照样吃饭睡觉 男网红脸上 带着浓浓的骄傲 引来一堆樱花人 进入直播间附和他 看到直播间 人气节节攀升 男网红得意忘行了起来 不过我记得 前几年龙国一个地方 发生了八级地震 死了不少人吧 哈哈 也只有这种废物地区 才会觉得 地震是什么 很大不了的事情吧 哈哈哈哈 他这猖狂的表情 立马被网友录屏下来 发到了网上 居然嘲讽龙国的伤痛 龙国网友们 只觉得血一下子 冲上了头顶 浑身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那一年的地震 对熊猫省 与全龙国人民而言 都是一场 痛心疾首的灾祸 值得永生悼念 八级地震 死伤无数 千万万同胞 失去了自己的同胞 失去了父母 爱人 儿女 朋友 就算侥幸活了下来 也断手断脚 彻底失去了 正常人的生活 成为了一个 活在地震梦魇里面 痛苦求生的人 那一年 所有龙国人的心中 除了痛 就是痛 成为了一个浓疮 无论何时提起来 都宛如刮骨一般 让人痛彻心扉 这么一件严肃的 悲痛事件 却被小鬼子如此嘲讽 谁能不气 许多网友 听到这么嚣张的话 气红了眼 求催更 求催更 感谢大家 求一下催更 第九十二章 那就给你们来场地震吧 出生东西 你们全家死光了 杀千刀的小鬼子们 不得好死 居然敢说这种话 你们会遭报应的 各种辱骂的脏话 在屏幕上飘 还有不少会阴花语的 把脏话翻译过去各种骂 直接拿下了 南网红的直播间 看到龙国人杀了过来 南网红有点慌了 强装镇定 废物才会害怕地震 樱花国的人说 对不对 没错 我们樱花国从不怕地震 地震 有本事就来个大的 哈哈 龙国废物们 只配死在地震里面 所有龙国人 手都气得不停地颤抖 你们这些该死的小鬼子 国仇家恨 我们永远不会忘 妈的 刚刚我要是在节目现场 就杀一个小鬼子祭天 等我死之前 就去樱花国 手认小鬼子来个痛快 小鬼子们 全部死光光 来啊 有本事杀我呀 龙国垃圾们 陆法师算什么 区区地震 不怕 龙国人只会口嗨 哈哈 气死你们 樱花国人也在不断地还嘴 但根本吵不过 声势浩大的龙国人 南网红被逼无奈之下 直接关了自己直播间 但他的账号底下 也突破了五万条评论 全都是骂他的 这个视频搬回了龙国 惹得无数人气愤 大家纷纷盯着 全民巨星直播间 陆法师加油 给死樱花来场大地震 制止他们不服气的嘴 剑指东京 拿国仇家恨开玩笑 已经触到了 所有龙国人心里的底线 大家现在只想狠狠地 撕咬小鬼子的肉 痛饮小鬼子的血 让他们知道 嘲笑的后果 所有人的视线 都聚焦在陆木身上 陆木微微闭眼 对着后台 比了得OK的手势 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既然樱花国的人 敢派这么多人来刺杀他 那就别怪他 不留一点情面了 开唱 前奏响起 苍茫而又幽远 十分的不俗 立马吸引了所有人的耳朵 陆木也开口了 在那些苍翠的路上 历变了多少沧桑 听到第一句 底下有不少观众 眼神刷的一下就亮了起来 没想到 陆木并不是光东人 居然还会写光东歌 在那张苍老的面上 一记载了风霜 秋风秋雨的度日 是青春少年时 迫不得已的画边 饱含故事的声音与歌词 让不少人 跟随着歌里面的意境 陷入了从前的岁月之中 感觉这首歌别有寓意 这就是我们龙国的过往和现在 陆法师太强了 歌词也如此有内涵 所有人都不吝惜自己的赞美 也在不停地关注着 樱花国那边的动向 樱花国首辅东京 不少人突然感觉到 脚下发生了震动 轰隆隆 地下传来轻微的轰鸣声音 不过 这些樱花人只是注意到了 但却根本没有在意 因为对他们而言 地震这事 隔三差五就会发生 也造成不了什么多大的伤害 东京研究所内 李三和赵五 这两个已经从龙国移民到樱花国的叛徒证 一边做实验 一边听歌 两个人脸上都是不屑 这些龙国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 只会精神胜利法 幸好我们移民了 赵五也点点头 是啊 樱花国这么好 傻子才不来 这两人本科都是在龙国国内学的生物 读研的时候 跑到了樱花国 也不管东京研究所的前身 是831部队 舔着个脸加入了研究所 还移民了过来 研究的 还是和人体方向相关的内容 用两个字来总结 就是个汉奸 两个人正在沾沾自喜 自己终于脱离了龙国的时候 碰 操作台上的玻璃器皿突然打了下来 铁架子都在不停地震动 李三吓了一跳 差点没跳起来 爹 地震了 赵五也大喊了一声 地震了 这两人嗓子一扯 实验室里其他两个小鬼子 不耐烦地往这边看了过来 一脸大惊小怪 别喊了 影响实验数据 地板和整栋楼都在不停地抖 李三害怕地问 地震了 你们不跑吗 有什么好跑的 龙国人就是少见多怪 他们的导师有田翔 毫不克制讽刺地震而已 我们东京大学的建筑物 经过专门的设计 可以抗九级地震 另一个师兄日向也嘲讽地说 继续实验吧 龙国灭了 我们也不会出事的 李三和赵五两个人耗面子 而且一直以自己移民到了樱花国为荣 世事都想学樱花人 想彰显自己可以完美地融入进来 于是虽然害怕 但还是硬着头皮顶了下来 颤颤巍巍地继续做着手机的实验 他们今天的实验 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容易让人晕眩的气体 说是为了麻醉使用 制造出来的气体 全部被装进了气罐中 集中销毁 否则一不小心 就容易让在场的四个人昏迷 现在地面和其他的设施都在不停地抖动 抖动还在不停地加快 脚都有点站立不稳 咔嚓 赵五被吓得一击灵 往旁边一看 教授 墙开裂了 抖动越来越大 不停有东西往下掉 啪 挂在墙上的各种荣誉相框 一个接一个地砸了下来 玻璃碎了一地 四周在肉眼可动地晃动着 经历了许多场地震的有田翔 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正想开口说出去避难 但又想到 还有两个龙国人在这 要是现在就逃 那不是啪啪 打了刚才的自己的脸 有田翔装作若无其事 就这点小事 继续做实验 这 李三和赵五角不停地抖 鸟都吓出来了几滴 他们努力 让自己手底下的动作不慌乱 不然要是里面的昏迷气体 真的泄露出来 就完蛋了 哄 又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 四个人汗毛倒树 抬头一看 天花板 从中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求催更 求催更 感谢大家 求一下催更 第九十三章 二鬼子到哪都被人嫌弃 这一下 有田翔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 他吓得立马从工位上站了起来 跑 快点跑 他旁边的日相 听见导师这么一嗓子 丢下手里的东西就往门口跑 李三和赵五的工位离门横远 两个人还在不停地制造气体 也把皮管一甩 就往门那边跑 碰 面前的铁架子轰然倒地 阻断了两个人跑出去的路 李三连忙蹲下来 想要把架子扶起来 咬牙大喊 赵五 帮一下我 他刚把铁架子抬起来了一点 赵五就直接从家缝里爬了过去 求生欲望太强烈了 动作还出现了残硬 动 实验室里各种东西不停地倒塌 赵五看都没看 李三一眼就扒开了前面的障碍物 往前面冲 李三被一堆玻璃瓶砸中 玻璃扎了一身血洞出来 血酷酷往外面蒙 后面没有堵住的橡皮管 也在不停地往外面放弃 脑子立马开始晕了起来 李三看着赵五毫不犹豫离开的背影 有气无力地喊帮我一下 赵五 赵五犹豫了一下 还想转身 碰 又是一个铁架子 连同上面的东西倒了下来 周围的墙皮不停地下落 赵五这下不犹豫了 直接朝着门那边冲 李三伸出了一只手 艰难地说 赵五 我们是同胞啊 同胞 还没说完 他旁边的试验台整个倒了下来 把李三给埋了进去 血从缝里面渗了出来 李三就这么被自己人卖了 有田翔和日向已经跑了出去 两个人站在独立实验室前面的空地上 气喘吁吁的 没多久 赵五也跑了出来 和两个人面面相去 有田翔倾咳了两声 看了一眼赵五的身后 还有一个龙国人呢 龙国这两个字 一下子就戳中了有田翔的神经 他立马想到了李三最后的那句话 赵五握了一下拳头 李三还在里面 好像被埋了 出不来了 还有 我已经是樱花国人了 切 日向翻了个白眼 拿了个身份而已 骨子里还是个卑贱的龙国人 连自己同伴都不管了 听见这话 赵五咬牙切齿 他努力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得到樱花人的认同 没想到到头来 还是这句话 有田翔也不帮赵五说一句话 只是镇定地说 我们的实验室 都经过了九级抗争的处理 等这一波过去之后 再喊搜救队 找找那个李三 先去操场吧 赵五再不甘心 也跟着有田翔 来了东京大学的露天体育场 已经有不少人站在那里 连东京大学的校长小田雄夫也在 有田翔领着自己两个学生走了过去 猛地锯了一个 攻标准体90度的攻 小田校长好 日向也直接压了一下赵五的头 强迫他鞠躬的更低 小田校长 小田雄夫笑眯眯地扫了一眼三个人 又盯着赵五看了半晌 还看了看操场上其他仓皇逃出来的二鬼子 了然地笑了笑 吓到你们龙国人了吧 我们樱花国的地震 就是这么地突如其来 身边这群人立马开始点头哈腰 尤其是这十几二十个二鬼子 都快鞠躬得180度了 脸上全是馋媚 这些二鬼子 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来的东京大学 有的是留学 有的是找工作 反正都是想移民樱花国 或者已经移民樱花国 平时特别想融入樱花人里面 所以一个个踩高捧低这个套路 玩得特别厉害 日常当着这些樱花人的面 贬低龙国都是常识 现在突然被小田雄夫提到 一个个受宠若惊 赵五直接说 没有没有 毕竟樱花国地震是常识 我也得习惯嘛 小田雄夫点点头 但看着赵五的眼神深处 却是赤果果的看不起 周围这些樱花人 对这些二鬼子也很不屑 虽然他们也很讨厌龙国 但这群二鬼子 为了加入他们 居然贬低自己的祖国 更让人不耻不过 为了踩龙国 小田雄夫 还是装出了一副贴心的样子 你们放心 就算地震再怎么强 我们东京大学 也会屹立不倒的 他豪迈的把手一甩 做出指点江山的模样 要知道 东京大学可是汇聚了 全樱花国现在和未来的精英 樱花国许多高官政要 豪门贵族 学术精英 基本都是我们东京大学出身 只要迈入东大的门 就会成为未来樱花国的中流砥柱 要是东京大学出世 樱花国的发展将倒退40年 这话完全没说错 东京大学现在垄断了 整个樱花国的学术界 所有有权势的人 都以自己 亲人 而女东大出身为荣 这里的学生和老师 要么非富即贵 要么就是决定聪明 如果真出什么事 樱花国的前景都得一片昏暗 小田雄夫又骄傲地说 所以请你们放心 在建立这个校区的时候 我们就充分考虑过了地震 请地质学院与建筑学院 等多个学院的老师联合设计 所以所有的建筑物 从哪方面来讲 抗震性都是世界顶尖水平 区区九级地震 都不可能破坏我们的校区 没错没错 有田翔也在一边拍马屁 要不是这两文国人害怕 我还会继续做实验的 呵呵 小田雄夫摸了摸胡子 还是经历的太少了 没事的 他与其轻面 而且 这地震大概也就五六级 太差劲了 周围这些二鬼子 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经历地震 所以才惊慌失措 听见小田雄夫这话 也了然了 是啊 樱花国本来就处在地震带上面 隔三差五就来个地震 大家都习惯了 他们都已经移民到樱花国来了 应该像樱花人一样 成熟稳重才是 赵五舔着脸说 是是是 我都是樱花国人了 应该早点习惯地震 旁边的二鬼子 也不停地附和 是啊 大家都是樱花人 不分你我 小田雄夫这下没有同意了 后面其他的樱花人听到这话 也是一脸嫌误 不停地翻白眼 求催更 求催更 第九十四章 就这 地震 路法师不行了 九十四章 就这 地震 路法师不行了 谁和你们这种 连自己国家都可以抛弃的人一家人 要不是还有利用价值 可以吸引更多的龙国人 才来樱花国 早就一脚踹出去了 几个樱花学生 看没什么大事 也打开了直播 对准了操场上的情形 一个个就像是没事人一样 还有空跟大家打招呼 没错没错 就在东道 发生了小地震 没事的 这几位是加入了 樱花国国籍的乾隆国人 被地震吓到了 所以跑出来了 镜头对准了 赵五几个二鬼子 二鬼子们点头哈腰 大家好 这地震确实吓人 不过冷静下来 感觉也没什么呀 小田雄夫微笑着在一旁接话 是没什么 小镇而已 我们东大 一定会优先保护你们的安全 直播间里 陆陆续续有更多的民众 感觉到了地震 他们看东京大学的高材生 开始直播 连忙涌了进来 龙国的陆法师开始唱歌了 肯定是他倒的鬼 太可怕了 地震来了 老天保佑 祈求陆法师法力没有那么强 完了 又要灭城了 趁现在还有网络 不少民众在直播间里 宣泄自己的恐慌 还走上了街头 一个个十分无措 开上自己家里的车 就想要逃出东京 毕竟 之前陆木唱一首歌 就灭掉樱花国 一座城市的大魔王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虽然这些孙子 嘴巴上逞强 说不害怕地震 但地震真的来了 心里还是很畏惧的 大家都不想像 那几次灾变中的人一样 死得那么惨 说是灾变和这个陆法师没关 谁信啊 救命 灾变到东京了 大家快跑 龙国人会法术 这些普通人 都看过直播里面 其他同胞 因为灾变死伤 凄惨的样子 那股恐惧 都刻入骨髓了 现在地震一来 纷纷惊慌失措 就想往城外跑 乱做了一团 小田雄夫认为 作为东大的校长 有必要安抚群众情绪 轻了轻嗓子 对着镜头开口 请大家不要恐慌 这只是一次地震而已 不要和不相关的龙国人员 联合到一起 怎么可能不相关 那个陆法师就在唱 大地 我们要完蛋了 小田雄夫仔细看着 民众们的说辞 说实话 他心里也挺发出的 毕竟陆木的确是 每首歌都对应了一个灾变 但要是连东京大学的校长 都相信这种离谱的说辞 那整个樱花 都得乱套了 小田雄夫 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哈哈 大家说笑了 就算按你们猜测的那样 之前几个灾变 都和龙国那个人有关 但请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 之前的那几起灾变 威力那么巨大 再看看今天的地震 有造成什么伤害吗 本来我们国家地震就多 有刚好和龙国那个人 唱歌的时间 重叠在了一起 所以你们 才会胡思乱想罢了 小田雄夫潇洒甩手 要是和之前灾变一样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 已经死伤无数了才是 但现在 无意人伤亡 充分证明了 和那个人无关 信誓旦旦的话 直播间里的观众 也逐渐听了进去 开始认真思考了起来 确实 这次地震很小 我家都没掉几个瓶子 我就是摔了一跤 小田校长说的太对了 这一切都是巧合而已 和那个陆法师 肯定没有关系 不然 大家早就死了才是 这思路一出来 樱花国人的思路都豁达了 反正本来樱花国就多阵 要是露幕这首歌的威力 只是造成这么点地震的话 撑破天了 也就是生活不方便一点 其他能有什么 根本没有好害怕的 旁边几个二鬼子 也连忙捧臭脚 一个个笑得可谄媚了 比樱花国的果狗 还能讨好人 是啊是啊 还是小田校长的认知高 我们都差点相信了 世界上哪有那么厉害的人 东京是我们的家 不可能出事的 小田雄夫 被这些人给夸得得意忘形 这一定是龙国那边为了炒作 所以特意监控了 我们的地震讯息 制造这种巧合罢了 大家不需要相信 等接下来的余震过去后 再进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说完 小田雄夫 还是有点不放心 又说 不过 我并不鼓励大家 遇到地震了 还待在室内 所以 还是有序撤离吧 他对着旁边的秘书 小声吩咐 现在热度高 弄几台无人机 无死角直播 让大家看看 我们东大的素养 命令吩咐了下去 但东大也有不少学生 躺在寝室楼 或者待在教学楼里面 看直播 都听到自己校长说 没什么问题了 自然不愿意走 下楼的只是少部分 跟着学校里的学生 组织干部一起撤离 这些人都显得特别淡定 跟六弯一样 从容不迫 在无人机的俯瞰之下 整个东大的校园 都显得十分有序 而且 外界已经有不少居民楼 外表开始摇晃 老实木建筑出现裂缝 甚至倒塌 墙面开裂 树木摇晃 不少人怕死 开始往外面跑 但东大校园 却是一如既往的 岁月静好 里面所有的建筑 都十分牢固 甚至都没有出现 一丝晃动的迹象 只有旁边摇摇晃晃的树木 和震动的地面 才能体现出正在地震 看到这个场景 龙国许多观众也疑惑了 怎么回事 之前陆法师引起的那些灾祸 都堪称蔑世级别的 不仅威力大 还特别凶猛 海啸 直接把一座岛 给拍成碎片 雪灾 天上下冰刀 给人直接削成肉条子 一个都别想跑 火灾也是 每个小鬼子 都成了人肉炸弹 一个个要么烧成炭 要么炸成灰 反正死得都十分干脆利落 还残忍 看上去就特别爽 怎么今天这地震 跟霉震差不多呢 小田雄夫看了一下学生撤离 十分骄傲 这可是我们东大教授 导师智慧的结晶 不可能被摧毁 是啊 赵武连忙跟着拍马屁 而且东大的学生素质也很高 撤离的不慌不忙 十分有序 第九十五章 樱花国嚣张无下线 小田雄夫重重地点了点头 赞许地看向赵武 我们东大的学生 素质当然远超其他国家 有田翔突然看向赵武 和他旁边这几个二鬼子 笑眯眯地问 我们东大的学生 比起龙国当年八级地震时 龙国民众的表现 怎么样 这话一出 几个二鬼子的脸色都变了 赵武和旁边的人对视了好几眼 大家又看了一下直播镜头 支支吾吾地不敢说 虽然已经更换了国籍 还立志要变成一个樱花国人 但是他们也都经历过 当年那场八级地震的灾难 清楚这件事情 对于龙国而言 是国伤的存在 虽然他们已经肉身移民到了樱花国 但家里多多少少 还有一些亲戚朋友留在龙国 要是真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家门口的花圈 可能都得摆放个几十米远 有田翔看到这些 已经背叛了自己国家的龙国人 还拿桥 不屑地开口 我们东京大学的优秀学子 想来都继承了樱花人的优良基因 懂得谦让和礼貌 和那些没有素质的龙国人是不一样的 赵武 你说是不是 赵武说得像个安纯 一边打哈哈地回答 哈哈 您说的是 小田雄夫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指着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说 就算发生了地震 也是如此的有秩序 懂得谦让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樱花国 是啊 有田翔拍马屁 这些学生 可都是我们樱花国未来的精英顶梁柱 除了在我们东京大学 还能在哪里看到这么一批高素质的年轻人 有田翔顿了顿 狡诈地笑了一下 我记得几年前龙国那场八级大地震 龙国人表现出来的样子 就和我们这些井然有序撤离的年轻人 截然不同吧 旁边一个教授点点头 是 我当年特意看过龙国大地震相关的报道 里面的人实在是太冒冒失失了 遇到地震了逃跑的惊慌失措的 也不会自保 越说 他越兴奋 这些人只会一味地仓皇逃窜 跟低级动物一样 遇到地震了 除了喊救命 什么也不会 就只会躲在废墟里面 等着别人来救 是啊 有田翔符合 因为惊慌和缺乏常识 都死了那么多人 果然是低等人 不像我们樱花国 精英进化到这一代 都是精英 所以才会如此有条不紊 哈哈 几个教授疯狂自嗨 甚至还说 如果不是当年 他们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反抗 他们也可以拥有我们的优秀基因 哈哈 看到这几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笑得这么猖狂 直播间里的龙国观众 恨不得穿越到屏幕里面 大刀像鬼子的头上砍去 踏马的 一群龙国的附属 早知道就把你们全杀了 当年地震的时候 出现了那么多不怕牺牲 勇于奋斗的英雄 都被你们小鬼子选择性无视了 把小鬼子们都杀了 一个不留 笑死我了 就这点地震 还在这作秀 谁不会啊 精英学生就这 有本事就在大震的时候 继续用你那无人机直播呀 敢不敢 这几个无人机的直播间 已经被龙国人攻占了 本来想看大家 吹自己的小田雄夫 看到弹幕上 全是各种龙国人的乌言晦语 脸色铁青 我们东京大学的年轻人素质 就是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 是的小田校长 没错 我们根本就不怕 把校园里的情况 直播给大家看 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们的学生 就是如此的井然有序 龙国人就酸吧 再怎么酸 你们的国民 也都是群仓皇逃窜的臭老鼠 龙国观众 差点没被这些 不要脸的小鬼子给气死 都是没道理 就算再怎么攻击 直播里 这些学生确实是如他们所说 就算是撤离 都规规矩矩地排着队 躲进专门的掩体的时候 还贴心地先让女生进去 自己守在外边 展现了极其夸张的绅士行为 看这群人的表现 都不像是来逃难的 和度假没啥区别 给龙国观众都看纳闷了 啥情况 这些樱花人都不怕死的吗 落幕的歌曲还在继续 回望昨日在一厢年封迁 唏嘘地感叹一年年 轰隆隆 樱花国东京的地底下 不停地发出沉闷的地名声 郊区一些房屋已经开始倒塌 但东京大学的建筑 还是完好无损 一些学生以为没什么事 仍然待在大楼里面没有出去 还以此为傲 毕竟 现在的阵级冲破天了 也才六七级 以东京大学的抗阵措施 有什么好怕的 小田雄夫甚至洋洋得意起来 哈哈 等这一波过去 我们就进去吧 龙国观众恨得咬牙切齿 大帝 这首歌的感情 也逐渐变得激烈起来 陆木握紧了话筒 顿了一秒钟 姑息分割的大帝 画了界线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 但日落日出 永没变迁 轰 龙 本来已经逐渐平息的 东京大学弟弟 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 连同离这里最近的体育馆 也疯狂地震动了起来 外表出现了叨叨裂纹 操场上 所有人都被这个动静给吓到了 一个个面露惊慌 什么情况 阵级又上升了 整个地表都在不停地晃动 小田雄夫连忙扶住了旁边的大树 一脸震惊 所有人看向不远处的体育馆 都被吓呆了 体育馆外表不停地出现裂缝 上面的玻璃 已经全部被震碎 掉了下来 把还在体育馆外的学生 全部砸中 当场血流成河 啊 救命 这些来不及跑远的学生 连忙爬起来 想要逃 体育馆却开始急速地倾斜 最后 宛如一座雪崩了的大山 轰然倒塌 把来不及跑的学生全部给压到了下面 小田雄夫的脸上满是惊骇 体育馆这种大型建筑 抗震能力都是一等一的强 这就倒了 求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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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六章 听说你们樱花人素质很高 校内 教室里的桌椅不停晃动 天花板开裂 黑板显示屏直直地砸了下来 怎么回事 地震变大了 哼 教室边缘 阳台开裂倒塌 天花板已经岌岌可危 裂缝越来越大 眼看就要砸下来 学生们也不再淡定 惊慌失措地往外跑 逃啊 哼 一栋教学楼 直接在所有人的面前倒了下来 变成了一地废墟 而里面没有来得及跑出来的学生 都被埋在了里面 生命气息微弱 本来还算安宁的校园 立马变成了人间炼狱 树木 花坛 大楼 只要是建筑物 都在如此恐怖的地震之下 不停地开裂 倒塌 那些原本还有去撤离的学生 回头一看 所有的大楼都在轻塌 一时间也慌了 本来都是二十来岁的小年轻 也没经历过什么夸张的地震 还以为所有的地震 都和自己之前所经历的一样 不过就是震一下 顶多摔点东西 没事的 但现在 亲眼看到大厦倒塌 心中的恐惧 也彻底被挑动起来 救命 救命 房子塌了 快跑啊 让我过去 我怕死 地震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了 妈妈我好害怕 这些小田雄夫 引以为傲的高素质学生 一息之间变成了丧家犬 变成了他们口中的低素质人 一个个不停地往前面挤 只想逃离 寝室楼门口 被堵了个水泄不通 前面压着后面 都没办法走出一条路 给学生干不着急的大喊 请后面的不要紧了 有序撤离 刚才 一个个还在那迁让 震集上来之后 纷纷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小田雄夫和这些教授 已经撤离到了空旷的地带 却没想到 震集突然上来 他死死地盯着这些 往外跑的学生 怎么感觉脸那么疼呢 大地震还惨 小田雄夫有点坐不住了 几个教授和我一起去疏散 不要发生安全事故了 有田翔和几个教授对视了眼 虽然往回跑 但没有一个是走到危险区域 只是在马路崖子上大喊 请各位同学有序撤离 不要发生拥挤 无人机还在天上 静止静泽地直播 这些教授老师 看到学生慌乱逃窜的样子 满头大汗 自己又不敢靠过去 只是徒劳地大喊 不要踩他 让前面的人先通行 房子在身后岌岌可危 要是他下来 就会直接被埋在里面 这时候 谁还会听劝告 一个个都挤疯了 面露猙獰 不停地扒拉前面的人 就为了自己赶紧过去 救命 别扯我头发 啊 谁打我 学生们一个个都疯了 不停地推扫 挤压 精英面具 在遇到真正为难的时候 被一把扯了下来 露出了最真实的样子 自私 无情 粗俗 这才是樱花国的本来模样 呜 谁来救救我 臭娘们 不跑就给我死这脸 所有人都争鸣不已 为了往前挪动几步 不惜殴打其他人 混乱 除了混乱无序 没有任何的词 可以形容这个场面 前后不过才十几秒的功夫 就从人人都在乖巧排队撤离 到现在 这幅地狱般的景象 樱花国观众傻了 龙国观众 却快要乐抽了 哈哈哈哈 东京大学那个吊校长呢 出来继续吹啊 这就是高素质 这就是樱花国的代表 哟哟哟 樱花国人素质确实高 我可看到有个男的为了逃跑 给了旁边一女的一耳光 有人摔了也不服 笑死我了 樱花国人的素质 果然是别具一格呀 开了眼了 谢谢款待 大家都要高兴疯了 没什么比看到樱花国 又遭难又打脸 还爽的事情了 小田雄夫 都差点被这些学生给挤得摔倒 他扶了一下被挤歪的眼镜 气得要死 这些学生都怎么回事 全部给我把脸记下来 我要一个个训话 不配当我东京大学的学生 他努力保持着理智 看到弹幕里 这些该死的龙国人的嘲讽 差点气出脑溢血 小田雄夫爬到了演讲台上面 拿着大喇叭 对着底下的学生大喊 我们是东京大学的学生 不能这么丢人 都冷静下来 阵机不大 没事的 虽然的确倒塌了几座大楼 但这不还有大楼没他吗 还没等小田雄夫的话奏效 哄 整个世界都开始疯狂地震动了起来 他所站的演讲台 豁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从两边不断地往下线 许多混凝土扎扎掉了一头 小田雄夫抬头一看 一块石砖 正正好掉了下来 小田雄夫脚一歪 和石头撞了个正着 大脑都空白了 救命 谁来救救我 他跟着滚落的时候 一起滚了下去 整个人像个残涌一样滑稽 校长 小田先生 底下的人手忙脚乱地爬了过去 想要接住往地下摔的小田雄夫 碰 又是一块大砖头 横在了这些人的面前 小田雄夫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上面一个大石头 往他脑袋上面一砸 又咕噜噜滚走了 小田雄夫只觉得自己脑壳发晕 有什么热热的东西 从额头上不停往外冒 摇摇晃晃站起来 眼前发黑 看不清任何东西 他往脑袋上一摸 放鼻子底下一闻 手疯狂颤抖了起来 血 是血 遥远的声音从对面传了过来 小田校长 您受伤了 我们现在就去救你 又是几块石头砸到了身上 好痛 好痛 视野之内一片模糊 一股死亡的预感 蹭北一下上了头 小田雄夫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 手脚并用的在废墟里面爬 一边爬还一边尖锐的大喊 救我 来人救我 我不想死 下楼的几个台阶都已经断练 小田雄夫直接从上面咕噜噜滚了下来 听觉莫名其妙变得尖锐 无数的叫骂声 哭泣声 呼喊求救声 涌进耳朵 还有砖块不停杂落的声音 小田雄夫只觉得自己呼吸之间 都有浓厚的血腥味 第97章 东京大学的校长是一条狗 黑暗 无尽的黑暗 还有嘈杂的恐怖声音 小田雄夫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响 不停地往前面爬 救我 救我 小田校长 几个教授也顾不上风度了 连滚带爬的去把小田雄夫拖了出来 刚往外面拖出一截 天上突然掉下来了一截钢筋 狠狠地砸到了小田雄夫的左大腿上 哎呀呀 尖锐的疼痛传遍全身 小田雄夫脑子里一片混乱 这些该死的学生 如果不是为了这些学生 他安安稳稳地站在操场上 哪里会遇到这么多事 自己可是樱花国最顶尖大学的校长 所获荣誉无数 是精英里的精英 要是他就这么死了 东京大学所有学生都不够陪葬 都要跟着死 小田雄夫不顾一切地 拽住了面前的人的手 快点拉我出去 几个老东西 也被小田雄夫这个恐怖的模样 给吓到了 校长你别着急 先把这钢筋抬走 手忙脚乱 终于给小田雄夫弄了出来 刚爬出来的那一刻 小田雄夫就把旁边两个人的手一甩 不要命地往前冲 让开 都让开 滚开 我是东大的校长 死了你们都完了 来人啊 我看不见了 这老头和刚才那副死样子 截然不同 反差的不行 就跟快死了之前的回光反照一样呐喊 给这些急于逃窜的学生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自己得高望重的校长 遇到危险了 也能和条狗一样求生 旁边几个教授连忙跟了上去 一个人按手 一个人按脚 校长 校长您冷静一下 没事 现在已经到空旷地带了 小田雄夫气喘吁吁的呼吸 还在尖锐地呐喊 我看不见了 我瞎了 友田翔连忙趴了下来 抬起半个脑袋看小田雄夫的头 不看不知道 一看都快笑出声了 他连忙拽着自己的衣服 给小田雄夫擦鞋小田校长 您额头受伤了 血流到了眼睛上面才看不清 鞋 小田雄夫睁开了一只眼睛 又把另一只眼睛给狠狠地擦了一下 豁然开朗了 额头和后脑勺都在尖锐地发疼 小田雄夫这下才稍微安定了一点 但还是不停地在发抖 我们走 回操场 好好 这些平时自诩对学生很好的老师 也顾不上学生了 一个个就想着赶紧到空旷的地方避难 狼狈不堪地往那边窜 和刚才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哈哈哈哈 怎么没直接砸死这个老逼当 不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吗 怎么这么狼狈 连我们龙国的小孩都不如 还真别说 我们龙国那次地震 出现了特别多的小英雄 我最喜欢的就是镜里那个 我记得 还有一个为了保护学生而死的老师 这才是真正的试魂 这群素质高的樱花人 到了生死时刻 太自私了吧 别说我们的子弟兵了 连龙国的小孩都比不上 怎么敢吹的 地震再强点 把这些废物都杀了 爽啊 龙国观众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 不为别的 就为这群该死的樱花人 居然敢随意侮辱龙国的国殇 半分钟前 龙国的观众 还在绞尽脑汁地 想反驳这群畜生的话 不是素质高吗 不是井然有序吗 先别说你们学校的学生乱成什么样了 就连校长被写护了的眼睛 都能丢人的像条狗一样 还有什么资格说龙国 平时装的道貌黯然 遇到试了个就原形毕露了 你们小鬼子 终于好好体会了一把 自己国民素质有多高了吧 拿你们和龙国地震里出现的人比 都不配 你们连狗都不如 全都给我死 樱花人就是列等人 樱花国就是列等民族 列等两个字一出 被无数人疯狂认同 这个世界上 哪还有这种说一套做一套 除了耍阴招什么都不会的国家了 列等的东西就应该淘汰 比起樱花国 我都觉得漂亮国顺眼了 呸 漂亮国也是垃圾 收拾完樱花国 就给我收拾漂亮国 陆法师给这两国家都灭了 看着樱花人 仓皇逃窜的样子 就是爽 让地震来得再猛烈一点 小天雄夫一边往那边跑 一边也冷静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天上的无人机 又想到了自己刚才惊慌之下的操作 只觉得丢脸 该死 早知道就不直播了 现在吃亏的是自己 他赶紧给自己找播 我刚才以为自己瞎了 如果瞎了 就没法主持学校里的事务 也没法安慰受灾的学生 所以才七级攻心的 小田雄夫说的冠冕堂皇 有田翔也立马明白了过来 连忙捧场 是的是的 您作为校长 要为大局考虑 当然得好好保护自己了 其他人也跟着拍马屁 您刚才是为了学生们的安慰 才奋不顾身的 没有出大事 就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小田校长真是个好校长 地震的响的也是学生们 一群人带着不少学生 来到了这片操场上面 这个操场并不算大 还没有完全见好 但胜在开阔 周围并没有什么障碍物 楼房倒塌也不会波及到这里 就连树木也没几颗 用来避难的话 十分完美 但现在小田雄夫这群人 赶到这里的时候 操场已经被站满了 仔细一看 大部分都是龙国人 一个个在上面抱团取暖 瑟瑟发抖 小田雄夫被刚才那一砸之后 只觉得没什么 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了 他扫视了一眼自己的四周 不行 这里不安全 小田雄夫带着有田翔走了过去 对着这些二鬼子开口 你们去其他地方避难吧 这里是我们樱花国人的地盘 这些二鬼子 本来还高兴找到了一块好地 认为能躲过地震 听见校长这么说 也懵了 赵五小心翼翼地开口 小田校长 我们也是东京大学的学生 怎么救 第98章 二鬼子两面不讨好 好了 让开吧 有田翔傲慢地扫视了一圈二鬼子们 你们严格意义上来说 还是龙国人 和我们樱花人是不一样的 听见这种话 二鬼子们都猛逼了 现在大难临头 谁不知道 这块地方就是最好的避难场所 谁愿意让开啊 小田雄夫拍了拍有田翔的肩膀 努力挤出了一副和蔼的样子 走到了以赵五为首的这些二鬼子面前 不好意思 有田教授太心急了 才会出言不训 你们不会在意吧 赵五正想说 没关系 小田雄夫突然鞠躬 那就请你们这些龙国人离开 另找其他的避难点吧 谢谢 这鞠躬的角度很完美 语气也很谦逊 但话却是极其的歹毒 这就是樱花国人传统的工匠精神 勇于认错 知错不改 把别人架到道德的制高点 然后自己展开批判 旁边的有田翔也假惺惺的说 斯密马赛 一定会有更好的避难点的 你们自己去找吧 二鬼子们都傻眼了 赵五支支吾吾的说 可我们之间有些人都已经入了樱花国籍 我们也是樱花人啊 对啊校长 您之前还说入了国籍 就都是一家人 还分你我吗 这块地盘明明是最好的避难地带 他们纷纷抱怨了起来 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稀奇的看着小田雄夫 希望他改变主意 小田雄夫呵呵一笑 厚颜无耻的说 人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有归属感 所以就算你们入籍了 但在龙国生活了那么久 本质上还是龙国人吧 而我们这些学生 可是从出生开始 就是土生土长的樱花国人 人有亲疏之别 虽说是一家人 但我们的学生就像是亲生儿女 而你们就是 呵呵 小田雄夫没说完 但大家都懂了他的意思 有田翔出来 把话给补完了 你们和我们本质上就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是贪图我们樱花国的身份 和东京大学的资源 才会来这 这句话 直接把二鬼子们的心理 给说得明明白白 二鬼子们贪图享受 为了一点银头小力 就可以直接抛弃自己的国家 本质上就是比樱花国人 还要更自私的存在 就算这些该死的樱花人 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份上 他们也不肯走 有田老师 不是您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吗 现在又要把我们赶走 我们都是真心把樱花国 当成了自己的祖国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把我们赶走呢 二鬼子们一个个卖起了惨 希望这些小鬼子 可以放他们一马 但小鬼子骨子里 就是自私残忍的 有田翔瞇了瞇眼 别说废话了 赶紧滚吧 否则 就别怪我们直接赶人了 刚才那是觉得 这个地震没什么威胁 所以才会把这群龙国人 带到这里来 还专门开了个直播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作秀 现在都已经到 危及生命的关头了 谁还在乎这些叛国贼呀 自己的樱花学生 都不够躲了 其他的学生 也是一脸轻蔑 仗着自己的教授 都这么说了 一个个也不装了 本来他们就格外看不惯 这些一来到学校 就比他们优秀 还比他们刻苦的龙国人 属于他们本国人的奖学金 还都被这群移民的 龙国人抢走了 怎么能不恨 快给我们让开吧 这是我们的地盘 你们龙国人 不能找其他的避难点吗 占用我们的 真的很不要脸 不要弄得太难堪了 快走吧 东京大学的这些所谓精英 也极其自私 眼神犀利 摆明了就是说 我们就是看不上 你们这些二鬼子 快滚吧 这群樱花人 对二鬼子们脚底下的地盘 虎视眈眈 小田雄夫 看着群龙国人 软硬不吃 本来还在鞠躬的小田雄夫 腰杆子一下子挺直了 死死地盯着对面 宛如疯狗准备扑石一样 他刚才就已经经历过 一轮死亡的威胁 现在 一切都是求生的本能 驱使着他 你们这些龙国人 我们樱花国愿意让你入籍 是你们的荣幸 享受我们樱花国的福利 还想霸占我们的地盘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有田翔 振臂高呼 把这些该死的龙国人扔出去 不许玷污我们的地盘 好 这些樱花国学生 打心眼里 就瞧不起这些二鬼子 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动手 全都扑了上去 给我滚 龙国废物 不准和我们抢地盘 这些所谓的东京大学高材生 全部显露了 贪婪自私的真面目 一个个都想把这些龙国人 全部丢出去 被震死算了 二鬼子们眼睁睁看着 这些面目猙獰的樱花人扑上来 人都傻了 我们也是樱花人 你们忘了之前相处的快乐吗 为什么要把我们推出去 一起在同一个学校 相处了这么久 同学看上去都很亲切 会给新来的人指点问题 会带新生浏览学校 还会主动邀请加入社团 老师们也很贴心 会看在他们是外国人的份上 额外照顾 师兄弟之间 相处的格外融洽 就连学校的教职工 都十分的和蔼可亲 他们还以为是有感情的 但现在 樱花国人 不愧是有小礼 而无大义这句话最好的证明 啊 别打我 友田教授 你之前还说 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你啊 夏水君 你不是还邀请我和你合租吗 小岛桑 你前天还和我告白 说想和我结婚 为什么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这些二鬼子 还以为自己融入了樱花国 每天晚上想起来 这些友善的樱花人 都会沾沾自喜 现在 遮羞布彻底撕开 在樱花国人的眼里 这些二鬼子 纯纯小丑罢了 踏马的 我天天给你们这群小鬼子当狗 现在就把我们一脚踢开 我杀了你们 我为了移民 连我老婆孩子都抛弃了 结果你们这些狗日的 就这么对我 我和你们拼了 樱花民族 就是个自私自利的民族 我已经看清了 我死了 你们也别想活 第99章 二鬼子就是两边 都看不起的玩意 二鬼子们到这个时候 才清醒过来 疯狂地扑了上去 和这些道貌岸然的樱花人 撕打在了一起 比疯狗还凶猛 赵五知道 有田翔一直打心里 看不起在他实验室干活的 他们几个龙国人 不仅是有田翔 东京大学这些樱花国人 都看不起 但为了笼络龙国学生 为了让更多的龙国人 来为樱花国效力 所以表面上 还会装出一副 对龙国人好的样子 现在遇到了危机的时刻 装都不装一下了 赵五也不想 给这群狗日的日本人 当孙子了 上去就是一脚 哎哟 他捂住自己被踹腾的肚子 不敢置信地抬起头 看着赵五这个 看起来疯了一样的人 真的是那个天天 在跟在自己后面 点头哈腰溜须拍马的赵五 其他的龙国人 看到一向懦弱 给樱花人当狗 最起劲的赵五都反抗了起来 他们的手 也打得更加用力了 还有人从地上捡起了棍子 不停地往樱花国人身上招呼 一边招呼 一边骂骂咧咧 去你妈的小鬼子 老子给你当狗当够了 都别想活 这些二鬼子 基本都是龙国的各个专业的高级学者 平时也道貌岸然的 樱花人就更不用说了 学术界的精英 樱花国的未来 中流砥柱 那一个个在外面装的 不识人间烟火 就这两批人 现在为了一块操场的地盘 撕打在了一起 你抓我头发 我替你裤裆 下手一个比一个阴 看上去一点面子都不要了 有田翔的眼镜 被赵五一拳打掉 赵五骨子里 对有田翔的仇恨 彻底被激发 不要命似的 几拳的功夫就给有田翔 给揍成了猪头 这一下 操场上的人都乱做了一团 龙国观众直接拿出了爆米花可乐 看得哈哈大笑 乐不可知 哟 不是高素质人群吗 狗咬狗 一嘴毛 这群二鬼子里 有不少熟面孔了 我记得那个秃头 就是活生生饿死自己女儿的那个 真踏码畜生 笑死我了 还以为去了樱花国 就能当人上人了 狗都不如 我只觉得 这些二鬼子太天真了 几十年前 我们的先辈 就用血泪的教训告诉了我们 樱花人就是群自私到了顶点的出生 樱花国人怎么可能接纳外来人 他们只会舔白人爸爸的臭脚 地震刚开始的时候 还和二鬼子哥俩好呢 现在就一脚 把二鬼子踢开了 小鬼子就是这么的喜怒无常 自私到了顶点 这样的国家迟早灭亡 看到这个狗咬狗的场面 所有龙国人都浑身舒爽 哈哈 不是说东京大学的人 是樱花国的未来吗 看这样子 可能没有未来了 连校长都为了一点地盘 和人在地上不停地活 不得不说樱花国就是这样的 然而 二鬼子们还是寡不敌众 被越来越多的小樱花给围攻 最后还是没打过 一个个惨兮兮的 被扔出了操场的氛围 一些小鬼子还觉得不解气 直接把二鬼子丢到了建筑范围内 看着这些二鬼子 倒在地上痛苦豪哭求饶的样子 没有人会给他们一个好脸色 就连曾经的同胞 龙国人 看到他们凄惨的模样 也不会有任何的怜悯 只会觉得活该 在龙国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去和龙国有着不可磨灭的 国仇家恨的樱花国当狗 一切的一切 都是自作自受罢了 把二鬼子赶走 这些樱花人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 一个个脸色都很猙獰 弹幕里 全都是各种各样龙国的嘲讽声 这些樱花国的人当了某某 还想立牌方 迫不及待地反驳 我们做的又没错 本来樱花国的设施 就应该让樱花人优先使用 这些龙国人 还想霸占我们的抗震点 不可能 这些人虽然已经入籍了 但和真正的樱花人完全不一样 骨子里流淌的都是低贱的血液 还是群脉国贼 死了就死了 就是 让这些人活下来 才是对樱花国的不利 为了加入我们国家 可以毫不犹豫地背叛祖国 鬼知道活下来了 会不会又为了什么利益 背叛樱花国 我们这是为樱花国扫清障碍 一个个说的 都很冠冕堂皇 龙国人看到这种反驳 都气得不行 都气笑了 果然 和这种没脸没皮的人讲道理 没有任何意义 樱花国这么厚脸皮的吗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啊 地震来得更猛烈一点吧 给这群不要脸的小鬼子震死 小田雄夫 被这连番的打击 给整得 已经完全忘了形象为何物 整个人贪坐在地上 冷笑了一下 你们这些龙国人 也只会耍嘴皮子了 有田翔被揍成了一个猪头 牙都少了两颗 他呸出一口血 擦了擦嘴 整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 这些龙国佬 还能拿出什么手段对付我们 地震吗 哈哈 我们樱花国三天两头就闹地震 这种对我们来说就是开胃菜 根本不再怕的 校长们 各位老师 各位学生 我们不会有事 有田翔癫狂的大喊 十分自信 旁边这些樱花人 也受到了鼓舞 不停地狂吼 我们不会有事的 小小地震而已 东京大学 每栋楼房的抗震等级 都达到了七级以上 汇聚了全蓝星智慧的结晶 不会有事的 大家等待最后的结果就行 地震虽然还在继续 但震倒的 也都是一些年久失修的大楼和花坛 这种并没有怎么加固的建筑 一些新修建的高层仍旧屹立不倒 学生们也陆陆续续地逃了出来 只要熬过去这一波 大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落幕的歌声还在继续 姑息分割的大地 画了界限 哄 又是一声巨响 本来还有些平息的地震 又开始轰鸣起来 整个地面都在不停地震动颤抖 第100章 这就是引以为傲的抗震建筑 粗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 直直地往下倒 瞬间就砸死了几个行动不变的二鬼子 空旷的地面下 也是轰隆隆个不停地雷滚声 这里的樱花人 都没经历过如此夸张的震名 对 我们不会有事的 地面开始疯狂摇晃起来 小田雄夫嘴上安慰着樱花国的学生们 心里其实也有些没底 活了50多年了 虽然的确经历了不少场地震 但是像现在这样震级大 而且还越来越恐怖地完全没有 之前都是大震之后跟着小震 余震也并不恐怖 相当于无 但是现在怎么 还没等小田雄夫戏想 咔嚓 一声巨大的猎声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所有人齐刷刷一抬头 往声音的来源处看了过去 齐刷刷露出了惊慌 钟楼 是钟楼 作为东京大学最高建筑 也是地标性建筑的钟楼 从中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脆弱的跟一张纸没有区别 地震还在加剧 钟楼硬生生从中间劈开 裂缝一直延伸到了地面 不停地往两边倒塌 啊 钟楼终究承受不住这么恐怖的地震 硬生生从中间一批为二 变成了废墟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教授和小田雄夫都吓呆了 毕竟 钟楼作为学校里最富盛名的建筑 也经过了极其特殊的抗震处理 可以说是整个学校内最为坚固的建筑之一 结果 都没挣扎一下 就从中间劈开了 建筑系的教授结结巴巴地说 现在的阵级已经达到了八级以上 否则不会列得这么快 一群人慌得要死 和无头苍蝇一样 其他几个老师也都惊骇不已 口中胡乱地大喊 怎么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我们的建筑物怎么会这么脆弱 怎么办 怎么办 小田雄夫也慌张地掏出了手机 喂 是樱花自卫队吗 赶紧派人到东京大学来解救学生 我们可是未来的栋梁 说完 他又看了一眼天上的无人机 该死 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弄下来 不许再直播了 本来是为了跟外界炫耀东京大学的人 才有多么高素质 现在在直播出丑 这些樱花国的学生对视了几眼 每个人都很无措 还是有田翔出声了 校长 控制无人机的事 那群龙国人 现在只能等无人机煤电自动关机了 该死 小田雄夫愤怒地踢了一下旁边的树 就这一脚 旁边树林里的树都倒了 无人机把这些知识分子 无助混乱的样子 全部直播了出去 看到被誉为全樱花国最坚固的堡垒的东京大学 都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樱花国的人是彻彻底底的慌了 快点派人去救援 我儿子还在里面上学 来人啊 只升飞机呢 快把我老公接出来 救命 快点派武装队过去啊 我女儿在里面读书 老公在里面教书 要是出什么事 我也跟着一起死 樱花国上下都乱成了一团糟 东京大学把全樱花国的精英 都给汇聚在了里面 无论是世纪初发展 还是战争年代 又或是现在科技兴起的时候 东京大学对樱花国的建设 都做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 一个学校 撑起了樱花国大半遍天 这要是出事 樱花国不仅得遭受难以磨灭的重创 连发展都很有可能 直接倒退二十年 而且 未来也将不复存在 樱花国最高领导层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虽然东京整个市区范围内 也在地震 但震中就在东京大学 他们连忙派出了樱花自卫队 前往东京大学 不惜一切代价 救援里面的学生和老师 争取零死亡 然而 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 轻轻松松地走远 不知道哪一天 再相见 随着最高建筑物中楼的倒塌 东京大学的其他建筑 也支撑不住了 纷纷出现了裂缝 从头裂到尾 并且向两旁倒塌 那些原本还在楼上 没来得及逃跑的学生 感受到了脚下的土地出现了坡度 也惊慌失措地逃跑 但已经来不及了 无论是墙外 还是墙裂 都出现了不可挽救的裂缝 连同脚下的地板一起 不少学生在逃跑的过程中 直接掉了下去 摔断了手脚 救命 爸爸 妈妈 救我 各种尖叫不绝如履 死亡的威胁 太过地恐怖 各种哭泣声 求饶声 咒骂声 不停地响起 又在一瞬间消失 和倒塌的大楼一起被掩埋 而这些建筑物 也支撑不住猛烈的摇晃 开始四分五裂 不停地往下坍塌 这些学生只觉得自己脚下凌空 跟着这些废墟一起往下掉 最后被埋到了里面 从左到右 从前到后 只要是建筑物都开始倒塌 变成一堆碎石瓦砾 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幸存 全都被活生生地埋了进去 无人机还在上空静置静泽地直播着 把所有的惨烈画面 给转播给了樱花国的每一个人 小田雄夫和几个教授 也在一刻不停地盯着直播 看到百年学府自己为之奋斗 甚至是亲手设计的学校 几秒钟的时间 就被地震给一为平地 脑袋都一片空白了 不可能 怎么会踏得这么快 我亲手设计的抗震措施 这一定是在做梦 几个教授直接跪到了地上 不肯面对这个事实 小田雄夫痛心疾首 整个人瞬间就老了十岁 东京大学的学生数量极其庞大 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加一起 起码有十万人 现在 至少有两三万的学生 在这一瞬间的倒塌里面被掩埋 看着地震还在继续 这些学生 凶多吉少 一瞬间 就死了这么多个 这些侥幸逃出来的教授和学生 双腿瘫软地倒在了地上 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自己的学校 在这场前后不过几分钟的地震之下 变成了乱葬岗 我的儿子还在寝室 来人救援啊 我 我不想活了 我老公还在里面 爸爸 妈妈 小美 你不要死 第101章 普通人要为了精英牺牲自己 东京大学汇聚的是全英花国的精英 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或者未来的顶梁柱 无论是在里面任教 还是上学 所接受的 都是所有家人的希望 结果就这么荒唐地死了 这一瞬间 英花国上下哭嚎一片 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被称为抗震天花板的东京大学 在短短的十几秒钟时间里 就由毅力不倒 一下子轰然倒塌 还被无人机给直播给了全部英花国人 甚至全世界看 这场面 震撼得不行 这种恐怖的倒塌事故 就算里面的人掌握许多求生知识 但在强烈的冲击之下 血肉被里面急速下坠的砖头 石块给砸中 不可能不出事 骨折截肢都算幸运 大部分都会直接死在里面 就都救不出来 英花国的首脑 和其他地位较高的领导人 也先入为主 觉得地震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所以 根本没有提前投入 警力来维护 震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不停往上升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虽然已经有 英花自卫队的人 赶到东京大学开展救援 这些大楼本就是高楼层 现在他下来 直接变成了一滩废墟 根本不可能有多少生还的人 救命啊 可怜的孩子们 莫爱 无数英花人在看到这个惨状之后 瘫倒到了地上 满脸都是绝望 和几分钟前那个怒对龙国 觉得自己国家抗震措施 牛逼的小鬼子 截然不同 小田雄夫也傻眼了 他腿不停地颤抖 说话结结巴巴 怎么回事 怎么救他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后面的学生都不敢相信 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学校 就这么变成废墟了 我设计的 明明可以抗八级地震 后面几个建筑学的教授 直接跪到了地上 除非现在的阵级已经超过了八级 副校长连滚带爬地往前挪了几步 整个人撞入癫狂 救援队呢 快点去救人 不能让这些学生就这么死了 这些学生可都是东京大学 未来的顶梁柱 这么没了 以后 樱花国将国不将国 和隔壁本来就不停向前的龙国 没有一点竞争力 这些老师都傻眼了 面露绝望 不敢相信自己热爱的国家的未来 居然用这么荒谬的方式断了待 不对 还有机会 小田雄夫一下子站了起来 目光坚定地大喊 大家不用太丧气 已经跑出来了很多学生 只有小部分还在室内 没错 在操场上就起码有一千来个人了 刚才已经疏散了这么学生和教授出来 没能成功逃脱的 只是小部分还有许多人 已经到了紧急避难点 肯定还有希望的 小田雄夫双手颤抖地 给樱花自卫队打去了电话 必须动用一切人员 不惜一切代价赶到这里 救援我们东京大学的教职工和学生 听见这个命令 不仅是樱花自卫队 其他看直播的樱花人也傻眼了 对面支支吾吾地回话 现在东京全境都在遭受地震灾变 我们也需要去救援其他地方的人 小田雄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全部都来东京大学 孰轻孰众分不清吗 我们东京大学的学生 可都是未来的顶梁柱 和那些普通人可比吗 死一个学生 都是樱花国未来的损失 其他教师和学生听见这话 也颇为赞同地纷纷附和 没错 先来救我们 普通人对国家没有贡献 只有我们东京大学的精英才会有贡献 快点 别磨叽了 可是樱花自卫队的都傻眼了 现在东京大学这个阵中还没有平息 贸然派所有人过去 如果发生更高级别的余阵 就得全军覆没在里面了 最高领导人也发来了命令 普通人的牺牲是有必要的 为了我们樱花帝国的未来 死太多平民也是他们的荣誉 一连串的命令吓发了过来 樱花自卫队的人也被洗脑 一群人直接放弃了其他地区的救援 前仆后继的往东京大学赶 没错 东京大学的孩子 可是我们的国家的未来 普通人死了也就死了 我们的孩子们可不能死 支持 普通人牺牲也很正常 所有樱花国的人 思想都逐渐扭曲起来 一些清醒的樱花人出来反对 还会被骂 看到这个离谱的掉令 连喜欢看樱花国笑话的龙国人都傻眼了 不敢相信 这些樱花人的思想居然这么扭曲 明明 众生平等 之前龙国的地震 无论是小婴儿 还是上百老人 只要是一条生命 救援队就会不顾一切 虽然按照生命未来的长短 和能提供的价值而言 小鬼子们的这些话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一切以利益为导向 但当这个决定出自一个国家的时候 就离谱到不能再离谱的地步了 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 每个人都会有犹禁灯枯的那一天 如果都要为了所谓的年轻人让步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活着 究竟还有什么个人价值 如此扭曲的价值观 居然是出自一个国家的观念 让人只觉得不寒而栗 小鬼子们太可怕了 如果这些普通人是他们的爸妈 还会下这种命令吗 好扭曲 好变态 生活在这种国家 不如死了 想当年 无论是战争还是抢险救灾最前线 都是青壮年奋斗在前 救援的大多数也都是妇女小孩和老人 牺牲众多 但谁会觉得可惜 谁会觉得不值 大家只会觉得 为了百姓而奋斗 光荣 樱花国这样的国家如此自私 如此不把占大多数的普通人民当人看 只会自取灭亡 说不定他们的普通人也被洗脑的 愿意去死了 真恶心 樱花国的真面目 就这样被直播给了全蓝星几十亿的观众 高傲自大的漂亮国 都被这扭曲的价值观给震惊了 小田雄夫知道 连首脑都认为自己这个决定 更加的振奋了 第102章 教授和学生互殴 他振臂一呼 一脸自傲 放心 我们东京大学不会就这么落寞 我们还有未来 大部分的学生就在户外 熬过这一波 我们就将迎来光明 这些人全都疯魔了 一个个跟着一起振臂高呼 是的 我们东京大学的火种永不熄灭 可恶的龙国人 别想毁掉我们 小田雄夫再次呐喊 虽然这些高楼已经倒塌 但我们东京大学的地下抗震设施也十分完全 抗九级地震都绰绰有余 请已经逃出来的学生们坚持住 樱花搜救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将全力以赴解救我们 放心 以我们樱花国的能力 必定能保护你们平安 无人机将小田雄夫的话 传遍了整个校园 那些已经逃了出来惊魂未定的学生 听到这些话 就像是吃了定心碗一样 一个个大喘气 他们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庆幸自己及时地跑了出来 这些人 甚至都没为自己那些 已经丧生在了地震中的同学莫哀 樱花国必胜 樱花国无敌 以小田雄夫为首 不少人开始喊起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口号 振奋人心 然而 还没等他们看到真正希望的曙光 轰隆 地底下再次发生毛骨悚然的动静 咔 所有人觉得脚下的地面不仅在震动 甚至在倾斜 低头一看 地面开始不规则地开裂 变成一块一块 无论是什么材质 泥土 塑胶 还是坚硬的水泥与柏油路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裂 裂缝还越来越大 最恐怖的一条 足以可以塞进去一个人 裂缝深不见底 黑暗无比 就像是要随时把人吞噬进去一般 所有人都惊慌了起来 看着还在不停延伸的裂纹荒神 怎么回事 大地 大地开裂了 快跑啊 这些裂缝成蜘蛛网的形式 不断向旁边延伸 人造的地面 完全无法抵抗住 如此猛烈的地震 整块土地 像是干涸了一般 军裂 分开 逐渐变成无数个小的岛屿救命 眼看着自己 就要掉下去 这些人不停地往能够容身的地方站 就是操场最边缘的一小块地方 操场上有一千多人 完全不可能站得下 眼看已经有人被大地所吞噬 连呼救都来不及 这些原本 还在振臂高呼樱花国一定必胜的人 一下子又露出了自己丑恶的面目 他们开始推散身边的学生和老师 每个人脸上露出的表情 都猙獰又自私 给我滚开 让我过去 小田雄夫看自己脚下也出现了裂缝 他死死地咬了一下后牙草 把旁边扶着他的学生一推 果断地跳了过去 我是校长 我才是贡献最大的那个人 你们要给我让步 小田雄夫趁这些学生还没有回过神 一把推开面前挡着的几个人 稳稳当当地落在还没开裂的一大片土地上 呼吸急促 救援队呢 怎么还不来 其他的老师看到小田雄夫 第一个撕破脸皮 求生的欲望上来 他们也不管自己是什么教授 装出来有多么君子了 全都像安全的地带冲了过去 跟饿疯了的狗一样乱咬人 都让开 尊老懂不懂 我们才是给这个国家贡献最大的人 莫子桑 走一边去 都别拦着我 我还有课题没做完 我不能死 这些教授一个个露出了自己自私的本性 和刚才认同 要让这年轻人的样子又截然不同 现在 疯狂地扒拉着自己的学生 就为了抢占一个能活下来的地盘 这些人 现在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狗 没什么区别 大打出手 老师 你不能这么干 不要挤我 让开 这块地是我的 不准抢 樱花国是个上下尊卑等级观念 特别明显的民族 本比自己大一岁的人说话 都需要加上尊称 否则就是不礼貌 但现在 一个个都抛弃了这些 和自己的老师打了起来 极其凶狠 你们这些都半截入土的老不死了 还和我们年轻人抢什么 首脑也说了 优先救我们这些未来的精英 小田校长 说我们是樱花国未来的可是你 凭什么和我们在这抢地盘 小田雄夫本来就受了伤 脑袋晕乎乎的 还上了年纪 根本打不过这些身强体壮的学生 他耍赖 抱住了一个学生的腿 就是不松手 我是校长 我才是最优秀的人 这一千多个樱花人 本来还在直播镜头里面 上演互相谦让的戏码 但现在 遮羞部彻底被扯了下来 这样子的他们 才真正代表了樱花国的形象 看着狗咬狗一嘴毛的样子 樱花人都快气死了 恨不得这群东京大学的人 被地震震死算了 龙国观众看得乐不可知 爆米花瓜子可乐都卖脱销了好看 太好看了 有什么比这些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亲手把自己的面具揭露 还好看的事情 打得激烈一点啊 你们樱花国不是说 要给年轻的精英让位吗 这些老教授自裁算了 爽啊 我就说 这才是樱花国嘛 为了利益什么话都能说 为了利益 又什么都能推翻 小樱花 灭国吧 彻底两极反转 樱花国的人 看到龙国人这么揍自己国家 一个个气急败坏的不行 然而 这也是东京大学 这些樱花国顶尖的学者 所展露的真实面目 只能气急败坏的攻击龙国 双方网友不停地 在直播间攻击 樱花国网友 通通破防了 龙国人只觉得 和这群小鬼子吵架 跟斗猴子一样好玩 操场上这群人 还在不停地 为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打架 小田雄夫的对讲机 传来了声音 小田校长 我们第一批救援队 已经赶到了 请问您在哪里 这声音一出 所有人的脸上 都出现了狂喜 救援队来了 我们有救了 小田雄夫看了一眼 旁边无数道 还在扩大的裂缝 得寸进尺地说 快派几辆直升机过来 把我们拉上去 第103章 一个都别想逃 50来号人的救援队 进了校园 就算有余阵 也毫不畏惧 向着学生聚集的地方进发 看到这个场景 樱花国网友 跌到谷底的心 又开始往上跳动 一阵狂喜 救援队来了 我们的孩子们有救了 看着这些救援队的进来 所有人都感觉是天神下凡一般 然而 东京大学校内 已经是千疮百孔 没有一点好的地皮 可以落脚 这些救援队员 小心翼翼地向前进发 咔嚓 脚下 原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地面 直接开裂下陷 要么 就是一道巨大且身不见底裂缝 像是一道狭长的眼睛 把周围的人全部吞噬进去 要么 就是泥土混合着水泥全部下沉 连带着上面的人 全部吞没进大洞里面 啊 毛骨悚然的叫声 从这些队员的口中传出 第一批的救援队员 竟然没走几百米 就全军覆没了 无人机把这些画面 也给传送了回来 本来以为自己有救了的学生和老师 看到这些救星被地表吞噬 连个尸体都没留下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凝固了 只觉得脚底下 有个吃人的怪物 下一个 就要轮到他们 这些画面比灾难片还要更为骇人 连最顶级的灾难片导演 可能都构思不出 这么有创造力的画面 这的确是地震 是樱花国三天两头就会闹一次 大家都习惯了的地震 但这一次 却格外的恐怖 让人不寒而栗 怎么回事 不是说又是一场地震吗 有田翔已经彻底被击溃 整个人缩成了一个诡异的球 自言自语 这肯定和龙国那个法师有关 肯定是他干的 有田翔的话一出 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的境地 完了 我们也要遭遇灾祸 然后团灭了吗 妈妈救我 我不想死 龙国的大人们 是我有眼不识珠 求你们放过我吧 不要啊 我知道错了 我要加入龙国 我不是樱花人 一些本来胆子就小的学生 听到这个和陆木 联系到一起的猜想之后 脑子里立马回放起了 之前看到的 那些经历栽变了人的惨状 一个个都生不如死 死之前 都要经历极其残酷的折磨 又想到刚才那些救援队的人 悄无声息地 被地震给吞没的场景 所有人都僵硬地站在原地 不敢动弹 逐渐地 一些心骚的气味蔓延 不少人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差点被脑子里的幻想给吓死 咔嚓 又是一声大地军裂的声音 整个操场再次四分五裂 蜘蛛网一般张开了 可以吞噬一切的树到口子 这些人还来不及跑 就直接掉了下去 啊 小田雄夫尖叫一声 他一把抓住 不停往前爬的 有田翔的脚 把我拉上去 快点把我拉上去 一边大喊 小田雄夫还一边往后看了一眼 一个认识的学生和他一样 都掉进了这道裂缝里面 惨叫了一声 然后人就不见了 尿直接被吓了出来 小田雄夫不顾一切地 拽住了有田翔的腿 有田 快救我 有田翔本来想爬出去 被这个糟老头子一拖 还往里面划了几厘米 当场就往后狠狠地蹬了一下 滚 我要自己跑了 不行 小田雄夫不管不顾地 抱住有田翔的腿 第三下四地哀求 只要你把我救上去 我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你想当校长 我都可以把这个位置 直接让给你 快把我救上去吧 小田雄夫整个人 都趴在裂开的地面上 更能感受到 这种轰隆隆的震动 求生的欲望激发一切 他T四横流 使尿其飞 求你了 把我拉上去吧 我给你当狗 我给你 滚啊 有田翔气不打一出来 又往后面狠狠地踹了几脚 每脚都正中小田雄夫的脸 早就看你不爽了 杀了你 快点给我死 小田雄夫仗着自己是校长 天天在校园里面邀五喝六 命令这些老师教授巴结他 偏偏还不能不做 要是不做的话 小田雄夫完全有能力 让你在学校里混不下去 学乏这种情况 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屡见不鲜 尤其是樱花国这种尊卑分明的地方 就更加阴暗和厉害 有田翔是个野心很大的人 于是自建给小田雄夫当狗 获得了他旁边一个亲密的位置 理所应当的 小田雄夫对他的摧残也很深 不把有田翔这个教授当人看 反而当成了一条好使唤的狗 现在有田翔终于逮到这个报仇的机会了 怎么可能还把自己的仇人给拉上来 他反过身 面色猙獰地掰起了小田雄夫的手指 一边掰 一边还愉悦地大笑 哈哈 杀了你 之前不把我当人看 现在又想我来救你 想得美 小田雄夫的手指被掰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直接断了几根 他还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 就是不松手 求你了 我知道错了 放过我吧 快死到临头了 小田雄夫才知道后悔 他哭得不能自已 如果不是因为半个身子还在裂缝底下 都能跪下来 砰砰给有田翔磕几个 有田翔看到这个趾高气昂的校长 像条赖皮狗一样 求他 内心扭曲的快感 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全部的满足 哈哈 有田翔猖狂大笑 眼珠子突出狠狠地磨了磨牙 早就看你不爽了 你个臭老头 如果不是因为运气好 怎么可能当上东大的校长 给我死 说完 他一口咬了上去 给还抬着头的小田雄夫 头皮都啃下来了一块 哎呀呀 小田雄夫凄厉地叫了一声 知道有田翔不可能把自己拉上来了 也开始发痕 直接用已经骨折了的手 拽住了有田翔的头发 然后撑着的肚子那一块一松 整个人直挺挺地掉了下去 连同有田翔一起 该死的有田 我死了 你也别想活 有田翔没想到这一招 他还想挣扎 但死前的人总是能爆发无穷的力气 硬生生把有田翔整个头都抱在了怀里 第104章 东京大学变成了一个深坑 扑吃 有田翔被粗糙的裂缝边缘 划得长川肚烂 和小田雄夫一起掉进了深渊中 无影无踪 这么震撼的场面 在场的学生已经无法顾及 这一块在几分钟之前 还让两方学生 抢得头破血流的安全操场 在这一刻 已经四分五裂的完全无法容纳人战力 所有人要么拼死往前跑 要么 就和他们亲爱的校长老师一起 掉进了大地裂缝中 不少东京大学校内德高望重的老师教授 也围在这一块地方 结果现在逃都没能逃出来 还在其他地方躲避的学生 也来不及看这边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停地疲于奔命着 想要逃跑 然而 地震根本不会给他们一个逃离的机会 随着这边地面狠狠塌陷下去之后 其他的地皮也开始往地下凹陷 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深坑 将一切都吞噬进去 从无人机俯视的角度来看 东京大学所占据的那一块地面黑色的范围 越来越广 那头 落幕的歌曲也唱到了尾声 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 竟不知不觉的无言 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 歌声悠扬 慢慢地变小 而整片东京大学校区的范围内 却发生了极其恐怖的抖动 由地面往上 像是有把大锤子疯狂地攻击着地基 土地都开始不停地分裂 所有的建筑物和树林已经一为平地 变成了一片废墟 上面还活着的人所剩无几 都在尽自己权力不停地向上攀爬 或者往外疯狂地跑 渔震还在继续 但他们也不敢像焦的那样 找个掩体先保护自己了 这地震级别高地恐怖 真找个墙角之类的地方躲起来 地震一来 这么恐怖的抖动 能直接把这些钢筋水泥给彻底粉碎 到时候只会死得更惨 看到死伤这么恐怖 樱花国的政府也彻底慌了 派出了不少救援直升机 往东京大学飞 就想把还幸存的一些学生给救上来 然而 救援难度十分大 直升机只能在天上盘旋 让这些救援队的队员跳伞降落 再用梯子之类的方式将人带上来 这一系列的步骤极其的困难 而且 地上十级的大地震仍然在继续 只要往下跳 结局只有两个 要么没站稳 直接掉进 还在不停发生变化的废墟里面 死无全是 要么好不容易在废墟里面辛苦搜寻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幸存人员 结果因为再次到来的余阵 两个人一起死 这种救援 无异于买一送一的方式去送死 在已经有十几个救援队员丧生之后 首脑无能狂怒 直接把所有桌子上的东西都扫了下去 八个 你们就不能想个更好的办法吗 救援队长看到自己手底下的人 白白牺牲 心情也十分的愤怒 报告首脑 救援必须要等到余阵结束 否则进去就是送死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首脑深吸一口气 猛地给了救援队长一个耳光 等于阵结束 现在阵级还在不停地往上增加 要是等到结束 所有学子都得死在里面 救援队长大吼 报告首脑 现在进去救援 那就是救援人员和学子一起死在里面 旁边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说话 但心里面却是异常的痛心和忐忑 其实这个首脑也有抗震的经历 但面对时机 而且还在不停地震动的地震 根本就没有一个解决办法 谁能以肉体对抗天灾 而且这一次地震发生的地点 还是整个樱花国的最中央 东京 振兴还在东京大学这个 汇聚了无数樱花国精英的地方 换作是谁 都明白这个的重要性 如果说 之前灾变发生在那些 比较偏远的海滨城市小城市 首脑还觉得 并不算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那这一次 就是真真切切的痛心了 这么多人才死了 他以后去哪里找聪明人 来发展自己的国家 想到这 首脑心痛的 都想给自己抽两耳光了 不应该在地震 刚开始的时候轻敌的 要是一开始 就把这些学生和教授 给疏散出来 就不会发生 这么恐怖的后果了吧 十几辆直升飞机 在东京大学的天空之上盘旋 不少救援队员 已经准备好了往下跳 但 地震 就是不停止 东京大学这一片土地 已经不能用 满目疮痍来形容 简直是破烂的 不能再破烂 所有已经四分五裂的建筑 还在不停地被打碎 就跟进了搅拌机一样 而学生和老师 就像是被卷在了里面的 纸张碎线 救命 救 还没来得及求救 就踩进了一条裂缝里面 后面的石板一下子砸下来 锐利的钢筋 一下子刺穿他的身体 走在他前面的人 听到了这么个 让人毛骨悚然的动静 连忙回头 哄 一些碎石块 被地面的震动给抛了起来 往学生身上砸了过去 这个人被砸中 直直地跌倒了下去 还没来得及尖叫 就和他的同学 一起被刺了个对穿 两个人被插在 同一根钢筋上面 都还没咽气 只能大眼瞪小眼 无助地度过 这个痛苦的最后时光 一个老师跑在前面 不停地往后 看他带领的几个学生 有没有跟上来 一边看着手里的地图 指着前面 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了 前面就是一个侧门 我们赶紧跑到空旷的地方去 这个老师十分地聪明 特意看了地图 知道往这边 跑有一块巨大的未开发的空地 就算地面 在不停地产生裂缝 但也可以拖延足够的时间 上直升飞机逃离这里 这几个学生 也明白老师的战术 跟在身后跑 听到这话之后 纷纷振奋了起来 我们快跑 待会就可以逃出去了 一群人满怀蹊迹 天空中的直升机 也注意到了 这一群在逃跑的人 赶紧拍了一辆跟了过去 还拿出了大喇叭 对着这边指挥 快往这边 我们这就下来 两个救援人员跳伞下来 所有通过无人机 看着这一刻的人 都极其地紧张 这一伙人 可是最有希望得到救援得了 第105章 东大消失指示的开始 105章 东大消失指示的开始 所有樱花国人 都在心里不停地祈祷 能救出来 一个是一个 跳下来的救援人员 已经到了空地上等待 这个老师已经离出口不远 正想要一股作气 跑过去的时候 哄 地底再次发出了 毛骨悚然的震动声 整个已经千疮百孔的 东京大学 已经再也承受不住 十级的地震 所有充满废墟的土地 在轰鸣声出现的一瞬间 突然下陷 所有还没反应过来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而占第四 77万平方公里的东京大学 啊 我出现幻觉了吗 东京大学呢 这啥 黑洞吗 在东京大学消失的那一瞬间 所有人的汗毛倒数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实在是太过的科幻了 那么大一片 在东京市区内 极其明显的东京大学 就在这一两秒的洞经里面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也太恐怖了 我的天 陆法师的法力 是不是有点太牛了 直接吞了一个学校 震撼给人家就剩个黑洞 惊呆了 我勒个擦 是我错怪陆法师了 原来大德在这里等着呢 顶多八九级地震 就已经是极限了 这 感觉比十级还要强 不得不说 陆法师这能力有点吓人了 感觉这些小鬼子都没地方逃 哎 看上去真可怜 这话一出 顿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哪来的圣母病 可怜起小鬼子了 谁可怜小鬼子都不可怜 你们别忘了 我们和小鬼子之间的血海深仇 要知道 这东京大学培养出来的 都是一些什么人 都是会对我们龙国不利的人才 死了就死了 收留我们的二鬼子 把我们的研究轻而易举地挖过去 还弄了一大批人对我们龙国进行针对 这个学校 没了不是更好 东京大学才五万多人 全部死了又怎么样 还不够抱当年一场战役的死伤之仇 心疼小鬼子这种人 就是给自己的未来埋下隐患 地震来得更猛烈一点 把东京和樱花国都给我震霉了 才舒服 这些优柔寡断的龙国人 也被骂醒 是啊 当年樱花国屠杀龙国人的时候 毫不手软 甚至以此为乐 而现在 他们龙国人根本就没做什么 只不过是从直播里面看了樱花国地震的画面而已 又没有落井下石 只是幸灾乐祸而已 已经很对得起这帮子畜生了 这个黑洞 证明东京大学已经彻底消失在了樱花国 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之中 学术界都需要进行一个大洗牌 樱花国的首脑 没想到东京大学的结局居然如此惨烈 一个学生和教授都没有救出来 他愣了几秒钟 腿一软 直接跪到了地上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樱花国首脑根本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脸色苍白地撑着地面 甚至不敢抬头 看一眼无人机里面的内容 这不是真的 怎么可能 之前小田雄夫说的 有关于东京大学的重要性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东京大学汇集的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个时间的樱花国的精英 有他们 樱花国才得以飞速地发展 并且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蓝星排名前列 可以说 这些人 就是樱花国的中流砥柱 没有他们 樱花国完全无法发展 本来 樱花国就想踩龙国一头 现在 东京大学直接消失 他们的国家实力 都得倒退二十年 而且 樱花国虽然是一个小岛国 人口数量也不多 但野心比起一些大国 有过之而不及 这也是樱花国的民众心态 如此扭曲的原因 所有人都争强好胜 都想赢过别人 一个个卯足了劲 只想超过其他国家 但现在 精英全部死了 不要说再去超过其他国家 就连保持现有的实力 都难于登天 樱花国现任首脑上位 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 本来还想靠自己的努力 让樱花国更上一层楼 但陆木的出现 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 五个城市被灭 最重要的人 才培养中心 东京大学被毁 樱花国首脑悲从中来 趴在地上 呜呜痛哭了起来 还没给他消化的时间 外面又跑进来 几个救援队的人员 一个个脸上表情骇然 惊恐万分 完了 首脑 我们完了 樱花国首脑抬起头 泪水护了满脸 烦躁地大喊 已经完了 什么都完了 国家的未来都没了 还能玩到什么地步 樱花国首脑都想引救辞职 把这个烂摊子 交给下一个首脑算了 这些救援队队员 还是一脸惊恐 东京大学消失之后 以那个黑洞为中心 开始向四周辐射了起来 现在 整个东京都在遭受十级地震了 樱花国首脑脑袋空白了一瞬间 火速站了起来 什么 东京大学是整个东京的最中心 如果以这个地方为起点 开始向四周扩散的话 樱花国首脑再次眼前一黑 完了 那辐射的 可不就是整个东京 轰隆隆 他们现在在离东京 大概200多公里的一个小城上 刚才还只是轻微的震动 但现在 已经感受到了极其明显的晃动 一行人连忙跑下楼 在空旷的地方 重新搭建了一个抗震临时指挥点 助理把地震探测一地了过去 看到这个量级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跳 十级 东京地区正在遭受史无前例的 十级大地震 旁边几个专门研究地震的学者 已经是满脑门大汉 直呼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一波一平 一波又起 如果说 东京大学毁灭 只不过是会影响未来的国运 但并不影响国之根基 但东京要是出事 影响的 可就是樱花国整个国家的未来了 东京是樱花国的首都 汇集着许多高精尖企业和顶梁柱企业 总部基本都开设在这里 宇兰兴其他国家交流的部门也全部在这 樱花国80%的产业都建在这里 更别说 第106章 自己人先害自己人 东京这个地方还会聚着许多富人 学者 大家都乐意往这种发达的地方跑 毕竟是战后举全国之力建立的城市 高速发展之下 将国家大部分的经济都集结于此 如果东京出事 樱花国将一夜回到解放前 首脑 我们该怎么办 救援队队长已经是脸色苍白 绝望至极 我们要不要联系漂亮国驻扎部队 提供救援 樱花国作为战败国 长期被派军驻扎 但这种时刻 漂亮国会出手吗 轰隆 轰隆隆 声音越来越大 光是不在东京的这块区域 都达到了七级的地震 樱花国首脑 连忙打开了无人机对东京地区的直播 一看 绝望了 东京已经开始像东京大学那样 逐渐开练 倒塌 他颤颤巍巍的 看向一边的救援队队长 还有多少人手 必须在一切还没有毁灭之前 赶紧去救人 救援队队长一脸苦恼 我们 刚刚在东大那边就舍了许多人 现在就算是派出樱花自卫队的所有人前去营救 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救出许多人 现在是针对东京这个特大城市的危机 樱花国才一亿多人口 东京就占了一千多万 而自从战败之后 樱花国就被命令不允许招收许多士兵 自卫队根本就没几个人 专业的救援人员还在刚才的救援行动中 平白牺牲了许多 如果想在彻底爆发前到东京里面救人 就这么点人 根本不够用 救援队队长一脸为难 手脑 我们还是求漂亮国帮忙吧 否则时间根本不够啊 东京大学从地震岛消失 前后不过才七八分钟左右 现在 要是还不去东京市区救援 一个城市的人若是直接消失的话 樱花国 江国不江国 樱花国首脑兴气比较高 其实根本就不愿意和漂亮国的人打交道 但现在 他不得不打去了这个十万伙计的电话 刚打通 那边就挂了 再打再挂 打了十几个 对面才不情愿地接了起来 我们也无法提供任何其他的帮助 请您自行处理吧 说完 又挂了 漂亮国也不是傻子 现在东京发生了这么大级别的地震 救援人手不够 肯定会想到他们 但 十几地震 刚才那些死了的救援队员 就是最好的例子 谁去谁倒霉 谁去谁全军覆没 漂亮国怎么可能会放任自己的人 死在救樱花国国民这件事上面 他们只是赶紧偷偷摸摸 派出了一队人进去 再给自己国家的国民 发送了紧急撤离的消息 至于樱花国的人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樱花国首脑 好歹是个发达国家的首脑 被这么对待 连立马铁青了起来 他把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低声咒骂 该死的 你也会有这么一天 看到樱花国首脑这个反应 救援队队长彻底绝望了 漂亮国那边 不肯出兵帮忙吗 对 那我们怎么办 所有人一片灰暗 东京市区内 十几地震的强度 已经让许多建筑的外表 出现了裂痕 地面开裂 一些年久没有加固的建筑 已经倒塌 东京本来就是个建筑 极其密集的国家 路边随处可见 三四层楼的小房屋 就连市中心 也都是满满的高楼大厦 在和平的时候 看上去很有科技感 但现在 只要一栋大厦倒塌 都足以引发连锁反应 让周围的一片 都沦为废墟 有一些人 在得知东京大学地震的时候 就已经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 连忙往城外赶 但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觉得就是个很普通的地震 没什么好怕的 就算东京大学出现房屋倒塌 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没什么 只不过是一场级别 比较大的地震罢了 直到现在 东京大学 直接变成了一个大黑洞 这些人才醒悟过来 一时间 东京人全部惊慌失措起来 开车的开车 骑车的骑车 挤在了一起 想往城外边看 能住在这里面的 多少都是有一些钱的市民 多少也知道 龙国的陆法师的相关传闻 像樱花国这种自私自利的民族 就算知道自己国家 已经有几个城市 因为这个人的歌全军覆没 其他城市的人 也并没有多么伤悲 大部分人无动于衷 甚至 还有不少人 把这事当成了一种谈资 很多人讨论 觉得关于陆木的传闻十分玄乎 怎么可能有人通过歌 就能操控灾祸 但现在 陆木唱歌 联系起现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地震 不少人信了 慌了 既然一次只毁灭一个城市 那我们逃出东京 应该就没问题吧 所有人不要命地往外面挤 本来 一些主干道 就因为地震被损毁 只剩下一些偏僻 并且狭窄的道路 能通向城外 结果还有这么多人往外头挤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路堵的水泄不通 巴嘎 赶紧让开 我要往前面 不要堵车 来给人疏通一下 该死 你居然敢超我车 不允许你比我快 本来就心结 地下还不停地震动 仿佛随时就要爆炸一样 许多人开始骂骂咧咧了起来 甚至汽车直接下来 指着其他车主的鼻子就开骂 几个主要的出口处 瞬间堵得水泄不通 也没有人管一管 这些混乱的车子挤成一团 谁都想出去 谁都不肯让谁 一个母亲 手里牵着两个孩子 左边搂着一个 右边搂着一个 下了车 她的丈夫 在其他城市打拼 平日里 就她带着自己两个孩子 在东京生存 本来对所谓的地震 也不屑一顾 但看到这么多人 往外面跑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忙开上自己的车子 准备带着孩子 去找老公 都已经开到这里了 还堵成了这样 她忍着一口气 扫了一眼四周 左侧方似乎可以突破过去 但是那个车主 一直在车内和别人吵架 母亲走过去 一脸陪笑 请问可以往旁边开一开吗 车主被打断 冷冷地扫了这个弱女子一眼 第107章 本性就是不把人当人 滚 她看了一眼前面 看还是堵得水泄不通 一步做二不休 直接把车横了过来 你先去劝前面的那辆车 让我过去 我才能往旁边开 母亲被噎住 气得要死 你 她正想破口大骂 后面却突然传来了 儿子凄厉的喊声 妈妈 哎呀 回头一看 血液都凝固了 一辆巨大的油罐车 不要命的向所有车撞了过来 司机已经疯了 从车上喊出来的声音 所有人都能听见 都给我让开 都别想活了 她方向盘一打 又把另一个孩子 给撞到了一辆吉普车上 瞬间变成了一块肉饼 横冲直撞 直接杀出了一条血路 硬生生开了出去 经过的地方 却是尸横遍野 这些小车 根本敌不过油罐车 全部被撞成了废金属 从底下不停地流出鲜血 所有人都傻了 母亲往自己两个孩子 尸体上一扑 声音淒厉 孩子 我的孩子 马路上的人看到这一幕 不疯得也快疯了 人为了逃难 居然能做出如此自私的行为 连小孩子的生命都不顾 开着油罐车 就这么闯了出去 这位母亲颤颤巍巍地 从地上收拾起一点 她孩子的残骸 抱在怀里失声痛哭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她坐在马路最中间 在看到自己的孩子 就这么被撞死之后 彻底精神失常了 也不顾后面的人 不停地按铃 只是抱着孩子 磨正了一样 自言自语 我的孩子 妈妈带你逃出去 别怕啊 痛失孩子 本来是极其悲痛的一个场面 但现在这些樱花国的人 却只是在小孩被撞的那一刻 表现出了一点震惊 后面 就开始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 死了就死了 快点闪开 我们还想要活着 能不能给我们让道啊 巴卡 该死 快点让开 这个母亲 被身后不停地滴滴声催促着 但她却仿佛根本听不到一般 居然就这么 在地上躺了下来 抱着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 平静地唱着歌 睡觉吧 睡觉吧 我的乖孩子 这么可怜的样子 让龙国一些观众 都有点于心不忍 不得不说 这当妈的也是可怜 被自己国家的同胞 为了求生 撞死了两个孩子 而就是这么让人 伤心的一个画面 她其他同胞 还没有任何的同情 反而十分不耐烦 樱花国人的自私 已经刻到骨子里了 真可怜 没办法 这当妈的 也是自作自受 她不去劝别人 说不定还能救下两小孩 就倒是不可能了 不过可以团聚 也没什么好心疼的 这都是樱花国人 自作孽不可活 硬要谁都不让 才会这样 龙国人都看得很透彻 樱花国人 这一系列的做死行为 和他们民族 本身扭曲的价值观 就脱不开关系 无论发生 怎样惨绝人寰的事情 都是自作孽不可活罢了 这位母亲 还是躺在地上 甚至翻了个身 已经把后面的一切 给屏蔽了脚下的地面 不断震动开裂 周围的建筑 已经从上往下分开 眼看摇摇欲坠 岌岌可危 快要四分五裂的时候 后面几个车主 终于按捺不住了 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给这个母亲 粗暴的来了几脚 给我醒醒 你孩子死了 我们还要活 赶紧让开 不然送你和孩子团聚 这话一下子戳到了 她的心里 这位母亲 眼睛一下子放出了光 转过身 就抱住了说这话的人的双腿 一脸蹊跡 快 送我和我孩子团聚 她的手上 还有孩子的碎片 直接护上了别人的裤子 看到自己被沾上这些东西 车主恶心地要命 一脚就把她踹开了 滚 地面上所有车辆 都因为地震在不停地摇晃 连公路地面 都出现了许多不小的缝隙 再拖下去 轮子陷进去 就很难再往城外开了 前方已经有人传来了消息 高速上周围 山体出现了塌方 现在我们联合起来 正在准备挖穿再通过 你们也快点 地震太强了 发生山体滑坡 就真的过不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 又看了一眼 面前疯疯癫癫的母亲 几个车主对视一眼 眼中划过残忍的光芒 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受信站上了上风 已经完全不考虑 作为一个人需要的道德了 既然你都说 让我送你和孩子团聚了 那我就不拒绝了 开着一辆中型面包车的司机 咬咬牙 直接从他的脑袋上撵了过去 后面几个车主 看前面的人已经开了仙盒 也毫不犹豫地 往前面一直开 忽视了自己的轮子底下 还有个人 啊 开始 还有凄厉的惨叫 到后面 惨叫越发微弱 直到消失 看完全城的观众们 都非常的不淡定 但一想到 这是樱花国发生的事情 又释然了 要知道 东京大学这种 樱花国精英聚集的地方 能代表一个学校的校长 在呼救救援队的时候 就明确地说 普通人为了精英牺牲 是有必要的 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行为 深深地刻在了这些人脑子里 就跟出场设置一样 现在又和自私联系到了一起 生命攸关 谁敢拦他们求生 就得死 有油罐车和这个母亲作为开头 看到这一幕幕血腥场面的樱花人 更加激发了本性 直接在马路上面 开启了碰碰车模式 你敢拦我 撞 敢抄我车 撞 这些司机一个个都杀红了眼 生怕自己慢一点 就会被后面可怕的地震给吞噬 索性现在就开始不干人事起来 反正逃不出去 横竖都是死 还不如现在狠狠地抒发 一把内心的阴暗 开SUV的撞小轿车 开吉普的撞SUV 真正实现了各种意义上的 靠369等划分人的价值 要是放在往常 在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还能让交警找拖车过来 把这些事故车 拖走给路面清扫干净 现在 负责弄这些的人 加入了碰碰车大军 本来就拥堵的路面 更是雪上加霜 不一会儿 第108章 东京覆灭 各种好车和报废车 全部挤在了一堆 水泄不通 给我过去 一群蠢蛋 现在全堵死在这了 另一边肯定也有路 一些人连忙把车 开到旁边的路上 想另辟蹊径 绕过这一段再上公路 有人看到这种做法之后 立马效仿 直接把周围都给堵死了 这些人没想到 自己最终 居然是被自己的同胞 给牵住了逃亡的脚步 现在车不能开了 只能垂头丧气的下来 准备徒步走过去 失衡遍野 无论是人还是车 活下来的人 又得知前面被堵死 一个个焦躁不安 没法互相撞车 居然开始恶言相向 打了起来 城外 所有人都露出了 自己本来的样子 獠牙互相撕扯着 仿佛自己身边的人 并不是同胞 而是威胁自己生命的危险分子 城内 所有的人 也都在疲于奔命 要么想找个好一点的掩体 保护自己 躲过这场灾难 要么就想去个空旷的地方 防止被倒塌的建筑攻击到 为了一小块地盘 这些人也可以大打出手 果然 吓到小学生 上到老年人 这些樱花国的人 骨子里都是一如既往的卑劣 给我滚出去 这个小三角之前是我的服装店 不准进来 都已经倒了 算什么你的 先来后到懂不懂 两个辣妹蹲在一个看上去 很坚固的墙角 和面前大妈距离力争 三个人都想把这块地坝站下来 躲在里面 好度过这场地震危机 大妈凶神恶煞 抄起袖子 就想把躲在这里面的两个女神 强行拉出来 给我滚出来 我要进去 三人拉拉扯扯 两个辣妹衣服都被扯掉了 场面有些香艳 吓得无人机都只当往一边飞 大妈看 实在无法把这两人拉出来 于是不顾自己的蹲位 强行挤了进去 差点没把这两个辣妹给挤扁 年轻小姑娘被这么一挤 瞬间就发出了尖叫 啊 让开 两人撑住大妈的背部 就想往外边推 但大妈誓死不从 嘴里还不停地骂 两个臭丫头 一点都不懂 尊老爱幼 这三人眼看着就要打起来 哄 一块大石板从天而降 直接砸到了这块废墟上面 吓得里面躲着的三个人 一击灵 还没等他们再次争吵 又是猛烈的地震 被他们视为最坚固的三角形阵地 也完全经受不住 这么恐怖的阵级 开始往下掉灰 随后 直接他陷了下去 啊 大妈发出一声尖叫 在他下去的一瞬间 仗着自己体型优势爬了出来 往后一看 不仅是躲进去的这个小角落 他成了废墟上面 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小山的各种钢筋混凝土 也在刚才的抖动中往下滑落 全部埋到了这个小废墟上面 连浓重的泥土味 都遮不住里面的血腥味 大妈脑子里 闪过刚才那两个小丫头骗子的脸 不寒而栗 刚不久才吵过两句 现在就死了 还没等他想明白 一堆废墟里面 传来了一道虚弱的声音 救命 救命啊 听声音 是刚才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本来还有些唏嘘的大妈 脸色瞬间就变了 争鸣起来 真死了 他还可以施舍一点 联名给这两人 没死 这附近除了他以外 也没有人 求救 那不就是像他吗 于震还在继续 站在这些废石上面 都不稳当 而且 这些石头这么大块 要是靠他一个人人力去挖 得费多少功夫 死在里面 可就得不偿失了 砖块压着的下面 求救声逐渐变得微弱 但又很顽强 不停地向外界 发出他的求生意志 大妈直接装作没听见 拍拍屁股 准备去找下一个值得的避难点时 脚下 又是一阵疯狂的震动 他根本没法站稳 直接跌坐了下去 震动带动着周围 所有碎石砖块 不停地翻腾扭曲 抛上去又掉下来 卷起无数的尘土 在空中飞扬 大妈哀呦一声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下半身 被这些砖石给埋了进去 他慌了 赶紧扶下身体 想要去把自己双腿解救出来 却看到废墟缉里 有一双无神的眼睛 正在直勾勾地看着他 就像是在说 救我 你为什么不救我 心骚未蔓延 大妈当场就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慌乱的手脚并用 想往后面爬 但双腿却被压得很死 只能和这个 让他恐惧的眼神面对着 本来脑子里就紧绷着一根弦 现在彻底断了 大妈喉咙里发出嘶嘶声 不要命地把腿往后面扯 就算扯出了血 扯下了肉 也还是不停地往后磨 哄 终于 地震再次让废墟坍塌 结束了大妈这罪恶的一生 十级地震 已经让整个东京范围内 80%的建筑变成了废墟 无数还没来得及逃跑的人 在意识到 发生了大地震的那一瞬间 就被埋在了下面 就算有侥幸逃出来的人 也会在下一刻被余震波及 死在里面 一片狼藉 满目疮痍 已经无法再形容东京的惨状 本来还是繁华商业区的整块土地 被强烈的地震 给撕扯得四分五裂 从无人机向下俯视 都能看见深不见底的沟壑 和一些吞噬房屋形成的黑洞 许多人在疯狂地逃亡 但还是被无情的地震给吞噬 掉进地底 那些拼死开车 想往城外赶的人 也被山崩给 阻拦在了东京城内 一个个心骄如焚 有不少人直接下车互殴了起来 互相辱骂 打架 一个比一个凶 想借此发泄自己内心的情绪 但 实际地震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这些人 还没和自己人打明白 马路上 直接豁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向两边倾倒 路边的山也不停地往下打 像是泥石流一样 轰轰烈烈地砸了下来 将小鬼子埋在了里面 一些小鬼子 也掉进了裂缝里 喊都来不及喊一声 东京 在十几分钟之前 还是一片繁华的大都市 而现在 俯视下去 比垃圾场还要惊骇 以东京大学那的大天坑为中心 四周全都是如马路一般广阔的裂痕 第109章 樱花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一切都没了 这块樱花国地理位置最好的土地 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使用 只能一片残骸 废墟下 已经埋了几百万的尸体 樱花国首脑 看着红外线热线一上 显示生命的小红点 越来越熟 越来越绝望了 东京被夷为平地 都不算什么 人全都死了 他再去那里找这么一帮精英 过来建设樱花国 旁边所有人都是一脸死灰 救援队队长 狠狠地抹了一把脸 眼眶都红了 报告首脑 我们突击队无法进入 请求下一步的指示 十级地震 现在还在不间断的阵 就算是幻漂亮国超人 也没法进去救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国民 死在这一场大灾难里面 樱花国首脑绝望无比 他垂头丧气 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 都于事无补 不需要再救援了 等这一波地震过去之后 再进去搜救 有没有活人吧 这话虽是这么说 但看到这个惨状的所有人都 心知肚明 东京的结局 将和之前几个城市一样 不可能有一个活人留下来 樱花国所有人 在看到这个地震的结局之后 都沉默了 东京 樱花的首都 经济脉络中心 被移为平地 顶尖人才全部丧生 之前还嘲笑别人移民樱花国 现在 可能要轮到他们想想 移民去哪个国家了 之前只是毁了五个樱花国 无关紧要的城市 就算造成了损失 这些樱花国的人 也不以为然 自私心里作祟 他们这些大都市的人 向来看不起这些乡下人 自然觉得 就算这些小城市 就算全军覆没在了这种灾变中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反正有东京 在后面撑着 就算樱花国 其他的城市都没了 樱花国的地位 也可以屹立不倒 樱花人的思想 就是这么的扭曲 总是喜欢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自动认为自己 比其他的民众高出一级 所以 自然不会像龙国一样 有团结一心的思想 也正因此 樱花国的发展 才会越来越止步不前 只能靠吃东京的老本 来维系自己 在国际上的地位 但现在 大部分东京人全都死了 连东京这个城市 都随着刚才这一场 实际的大地震 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这一百来年来 樱花国在东京这座城市上 投入了所有的一切 也随着这场实际的大地震 复制东流樱花国 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中 完了 我们国家真的完了 龙国以后 可以踩在我们的头上拉屎了 樱花国将没有未来 手里有点小钱的 还是赶紧跑去漂亮国吧 该死的与之首脑 给我出来谢罪 所有还存活的小鬼子 眼睁睁看着自己国家 最重要的城市 就这么被毁 一个个都精神错乱了 要么走上街头 大声呼嚎辱骂一切 要么躲在家里偷偷哭泣 有的 承受不住这么惨烈的后果 竟然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 不想再面对事实 樱花国上下 愁云惨淡 所有人都明白 东京对自己而言的意义 那可是第一大都市 第一大经济体 樱花国大部分赚钱的企业 都汇聚于此 结果 现在这些企业没了 能为此效力的人才也没了 就连有重建樱花国希望的 东京大学的教授和天之骄子们 都在地震最开始的时间 来了个团灭 什么叫斩草除根 这就叫斩草除根 虽然樱花国也有 其他知名大学 但都没有东京大学 汇集的人才多 本来驻扎在应急救援部的 那些记者 是想录下来 这个惊险的救援经过 现在东京没了 一个个又绝望又傻眼 竟然想出了一个 丧心病狂的采访专题 聚焦东京毁灭后 首脑的心理活动 这些记者一个个 对着樱花国首脑围了过去 把已经呆滞了的樱花国首脑 围在了正中间 十几台摄像机 聚焦在了樱花国首脑的脸上 将它苍白的面容拍了下来 樱花国首脑 在地震开始之前 还是极其意气风发的模样 穿着鼻挺西装 梳着大背头 还戴着个无矿眼镜 看上去威严又精英 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樱花国首脑头发已然花白 油腻腻地搭拉在头顶 西服也因为心急而扯开了 领带鞋挂在脖子上面 整个人脸 垮得像个沙皮狗 双目无神 这个攀升之路上 樱花国首脑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突发事件 它也自认为 可以沉着冷静地应对 就连之前那几次 惊天动地的灾变 都完美地处理了过来 不会在镜头面前失态一秒 这是给民众们 带来的最好的定心丸 虽然没有救下来一个人 但至少不会有平民说 它处理办法有问题 然而现在 它是装都不装一下了 硬要说的话 没有装的必要 它也不想装了 东京一个城市 足以抵得上 一百个那种小城市 现在赖以为生的命脉 以这种荒唐的方式 没了 这谁能接受得了 它浑身贪软地坐到了地上 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 咔嚓 咔嚓 快门声不停响起 樱花国最大报刊 赵日新闻的记者 把话筒递到了 樱花国首脑的嘴边 撞着胆子问 请问 首脑您对东京大地震 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旁边的记者 也连忙加了一句东京消失 是在您的预料中吗 这些记者 还是一脉相承的自私 这时候了 想的还是自己采访的K派 樱花国首脑 听到这种明知故问 只为了戳别人伤处的问题 只是冷笑了一下 他抬起头 冷冰冰地看着赵日新闻的记者 你觉得我有什么看法 又咆哮着 对其他记者喊 东京都消失了 我还能怎么看 在所有人的记忆中 首脑应该是温文尔雅的样子 现在歇斯底里 给很多人都给吓到了 这些记者愣了一下 还是不死心地继续问 首脑 请问可以回答下一步 您准备怎么做吗 会有打算重建东京吗 东京大学也已经覆没 是否有考虑 将其他大学 扶持成为下一个东京大学 第110章 杨幂跳槽去了一家无名公司 听见这些记者装作冷静 问这些宛如智障一样 不可能的问题 樱花国首脑 就觉得好笑 他支撑着站起身 双眼通红地看着这些记者 你们想知道 我将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记者们连连点头 摄像机随着樱花国首脑的这句话 也赶紧放大 对着这个人 就连一些跟随的小记者 也立马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 就等着首脑说点什么 然后以最快的时间 赶一篇独家报道出来 所有人都充满稀迹 这些本来已经陷入了绝望的樱花国人 看到这种权威直播以后 也忍不住点了进来 虽然东京的确已经负面 但他们心里 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国家 就这么晚了 在万众瞩目之中 樱花国首脑眼睛中 划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光 他嘴角一勾 走到了自己办公桌后面 指着墙上的武士刀 知道这是什么吗 从古到今 樱花国的重要将领 就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挂一把武士刀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万事不能成 则为败 而败 是要付出死的代价 樱花国首脑的办公室 自然也不例外 在场的记者都认了出来 一阵欣喜 您想表达的意思难不成是 要像武士刀一般 坚韧锋利 出窍则胜 不 樱花国首脑摇了摇头 然后 果断地把武士刀 插入了自己的肚皮 扑刺 轻轻一声哗啦的声音 樱花国首脑毫不犹豫地 把这把原本是为了警示自己的武士刀 插入了自己的腹部 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 往下狠狠地一个 啊 首脑 救命啊 这些记者看到首脑 居然当着直播间这么多人的面 剖腹自尽 当场就吓懵了 虽说从小就知道 有些武士道精神的人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会这样 但现实中看到这么血腥的场景 还是第一次 记者们也失去了刚才的故作淡定 一个个惊慌的抱头鼠窜 不停地尖叫首脑 硬生生把自己的肚子 剖开了一条巨大的缝 肠子 喂 没消化的食物 混着浓稠黑色的血液流了一地 瞬间 办公室里就是一大股血腥之气 摄像机只记录到了 前面刚剖腹的那一刻 就立马因为摄影师的惊吓掉在了地上 但直播间里的观众 依然可以通过摄像机录下来的 惊慌失措的样子 判断出 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 究竟发生了多么离谱的事情 我去 首脑剖腹自尽了 这可是武士迫不得已的最后办法 我们国家真的晚了 首脑不想活了 我也不想活了 死了算了 我一家人都在东京大地震里死了 现在首脑也活不下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背景一片混乱 摄像机抖动之下 也可以看到一些血腥的场面 本来 东京大地震迫使樱花国经济倒退四十年 退出发达国家行列 就足以让这些国民丧失信心 结果代表 一个国家的首脑 还在直播里面当众剖腹自尽 这种行为就仿佛在说 我们国家完蛋了 无力回天了 所以我也活不下去了 首脑带头剖腹 越来越多的樱花人 只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黑暗 现在 一条大街上 光是跳楼的都有好几个 刚开始 路人看到跳楼或者服毒的 还会被吓到 现在 脑浆在自己眼前炸开 也只是愣一下 然后像是没事人一样 从这人身旁绕过去 没办法 这种形式下 自寻死路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樱花国人对龙国人越发的仇恨 对路牧 更是恨之入骨 樱花长老没想到 下场居然如此惨烈 颓败地坐了下来 对一旁的几个徒弟说 不行 我们根本搞不定 刺杀什么的 人家可以预料到 先前 他对路牧的能力 还有怀疑 但在路牧三番五次躲过之后 樱花长老也绝望了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咬咬牙 眼神中划过一丝暗芒 我们不能再这样任人宰割了 要联合其他国家 一起对付龙国 龙国人还沉浸在 东京大地震的喜悦里面 这一下 是彻底把路牧 当成再生父母了 路法师牛逼 太解气了 小鬼子们 当年是怎么对我们赶尽杀绝 今天 我们就要摆背奉还 哈哈 东京没了 看小鬼子还怎么嚣张 我听说 东京人还看不起 樱花国其他城市的人 现在大家都一视同仁了 霜 东京首脑都因为这是自杀了 感觉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说实话 现在的东京国 就是个扶不起的烂摊子 谁愿意接手啊 一首歌 就这么创造了奇迹 龙国人都觉得神清气爽 另一边 熟悉的地点 熟悉的包厢 昏暗的灯光下 杨幂和陆木对坐两头 中间还摆放着暧昧的摇曳蜡烛 显得气氛有一些朦胧 杨幂撑着下巴 昧眼如丝地看着对面的陆木 陆总 公司已经开好了 我就是你的人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陆木完全不吃这一套 我们只是上下级关系 没意思 杨幂撑嘴 感觉眼前这人比直男还直男 连自己这么明显的暗示都听不懂 要是换做其他娱乐公司的老板 还没等他开这个口 光是用他的小狐狸眼 在这种暧昧的灯光下面一晃 都能勾得对面老板 和吃了土真剂一样 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 在陆木这里 吃了一场又一场的扁 杨幂只觉得自己这种行为 叫做屡败屡战 他的眼神里都带了点志在必得 心里小声念叨 小样 现在装得这么证人君子 等我把你拿到手了 一定要好好看看 你那时候是什么样子 杨幂也不再自讨没趣 这儿扒金了起来 你让我帮忙办的都已经办到了 反而我找了其他人来当 你是幕后股东 陆木点头 嗯 他只想赚钱 并不想引起其他没必要的讨论 所以才让杨幂去帮他这么干了 第111章 陆木拿下了一对闺蜜 既然公司已经建成 陆木继续说 其他工作人员呢 找人去签了吗 放心 杨幂狡狭一笑 我在那公司干了这么久 也积累了不少人脉 他们都愿意叫我一声秘解跟着我干 我也不可能亏待他们吧 虽然都是一个公司的 但对于明星和助理之间的关系而言 其实和一个小团队差不多 明星跳槽走了 遗留下来的助理们 又得从头开始了解一个新明星 这样很麻烦 所以有点良心的 都愿意帮熟悉的助理触点违约金 把他们一起挖过来 不仅是工作人员 我还找了几个关系好的摄影师和导演 杨幂自豪一笑 为了公司的发展 我做的够多吧 嗯 陆木点点头 奖励你年末1%的分红 杨幂嘴角抽了两下 行 不解风情 既然已经说定 杨幂掏出手机 我跳槽的事情 其实圈内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 只不过一直不清楚我要去了 所以才没有什么报道 现在 我可以公开了 他直接编辑了一条微博 大家好 我是杨幂 感谢嘉行过去的陪伴 未来我将加入水木娱乐公司 同这家公司一起成长 并且将拍摄电视剧《公所新语》 这个微博一出 所有人 无论是营销号 还是粉丝 又或是路人 只要知道杨幂这个名字 全部都炸了 跳槽 还是跳去的水木娱乐公司 这哪来的公司啊 杨幂跳槽这个消息一出 全网都轰动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大公司 跳槽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毕竟现在他的事业发展的不错 而且 还有风声放出来 公司愿意 让杨幂这个大公臣入股一部分 这杨幂图什么 我去 蜜姐跳槽了 水木娱乐公司是什么公司 从来没听过呀 查了一下 前几天新成立的公司 员工大概就蜜姐一个人 难道是蜜姐自己出来单干了 不对啊 这公司的老板和股东 都没有蜜姐的名字 签的好像也只是劳动合同 所以说 蜜姐跳槽到这家新公司 就是为了当员工的 这一系列的讨论和猜测下来 简直要把众人的CPU给干烧了 娱乐圈 也是个十分靠关系的地方 尤其是进了一家人脉广的大公司以后 随随便便从公司高层手里 漏下来的资源 都会比小公司一年的多 所以 许多小明星挤破脑袋 都想往大公司里面钻 只要是稍微关心一点娱乐圈的 都知道杨幂是个很精明的人 但现在 杨幂却跳槽到了这么一家 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到底是为了什么 许多人讨论都不停 还把这个水木娱乐公司的法人 给扒了出来 和杨幂似乎没有任何的关系 甚至只是个娱乐圈的无名小卒 众人齐刷刷猛逼 无数新闻记者给杨幂打电话 还给这个水木娱乐公司的 广告部门负责人打电话 就想打探一下这个公司的底细 然而 现在公司的员工也叫杨幂 刘诗诗和陆木三个主要人员 其他的都是他们带过来的技术人员 负责营销广告的 都还没来得及招人 这个公司的底细 越发的扑朔迷离 不少人还没摸清楚杨幂的目的 紧接着 许久没发微博 微博内容也只有岁月静好风景照的 刘诗诗也发了一条微博 大家好 我是刘诗诗 感谢唐人过去的陪伴 从今日起 我将加入水木娱乐公司 将与公司里新的小伙伴一起 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配图是一张和杨幂一起的自拍 这条微博一出 刘诗诗跳槽图的词条 也在一瞬间上了热搜第一名 还爆了 啥情况 刘诗诗和杨幂这两姐妹 全都不声不响地 跳槽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水木娱乐公司 我去 诗诗你居然有事业心了 我早就看不惯唐人了 给的都是些什么本子 摆明了 就是不把你当回事 只是诗诗 找新的出入 总比留在唐人好 可是 诗诗在唐人的话 再怎么说也是一简 现在突然来了这么个小公司 真的会越来越好吗 许多粉丝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都觉得开心 毕竟刘诗诗诗在唐人的待遇 简直是众所周知 已经一年多没有出过好的作品了 不知道的 以为是刘诗诗佛系 看微博 还以为是半饮退享受快乐生活 但一些知道实情的粉丝 理解刘诗诗 知道刘诗诗 纯粹就是因为没有好的资源 又不肯退让 所以才会这样 粉丝们一直都很希望刘诗诗离开唐人 甚至还在刘诗诗独立的工作室底下 天天刷屏 就希望刘诗诗跳槽 现在跳槽是跳槽了 但是看到这个公司 大家又喜悠参半了起来 这公司实在太新了 唯一知名一点的演员 还是半天前宣布 也跳槽过来的杨幂 这公司有高人 藏龙卧虎啊 没多久 水木娱乐公司的微博号也上线了 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欢迎全民巨星 李吉奇出彩的陆木加入公司 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共进 创造水木的辉煌 简短的一句话 配上了陆木 杨幂 刘诗诗三人的照片 还是从其他地方抠图 然后拼在一起的 陆木的咖位 和刚才加入的这两个女明星 根本就不相配 甚至有种买二送一的感觉 但这人的出现 也给各位网友带来了一点灵感 这公司应该是密解 让人带为建立的吧 然后把陆法师和他闺蜜事事签下来了 我去 陆法师居然加入娱乐公司了 我还真以为是什么室外高人 为了打击小鬼子 所以找了个节目来参加呢 这三人碰一起 能干啥呀 我想不到 陆法师是准备继续唱歌吗 我现在听到陆法师唱歌都激动 陆木在这条微博发出来之后 立马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发了个自拍 配了条简短的文字 大家好 我是陆木 第112章 两个女人同时燃起的竞争心 发出去那十分钟里 立马涨了一百万粉丝 这是谁 这可是让龙国十几亿老百姓 齐刷刷嗨报的陆法师 自从东京当着众人的面消失之后 陆木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地位 已经由法师上升到了国师 一些本来还在质疑水木娱乐公司 是什么野技公司的人 一下子也换了口吻 签了陆法师 那这个公司肯定很厉害 这个公司的员工 是不是天天都能见到陆南神 我好羡慕啊 极度密解和诗诗 居然可以和陆法师当同事 一群人留下了宽面条类 都很期待陆木接下来会做什么 这一刻 一个营销号发出来的视频 也上了热搜第一 标题是 震惊 这就是水木娱乐公司的全部真相 如此有噱头 所有人本来就对这两闺蜜 和陆木三个人 突然一起加入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好奇 但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扒出真实信息 就连那些神通广大的营销号 在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后 也有点束手无策 这视频一出 无论是蹭热度 还是真有料 还是瞬间吸引了几十万人 点进了这个视频 贡献了一个播放亮点进去一看 只有三十多秒 拍摄的角度极其刁钻 好像拍摄者是趴在草丛中一般 对准着一个高档私人菜馆的门口 杨幂和刘诗诗两个大美女站在两侧 靠中间的男人很近 两人脸上都是一脸灿烂的笑容 正开心地讨论着什么 中间的男人戴着帽子 也没拍清楚长什么样子 网友们的注意力 便全部放在了这对闺蜜的脸上 光是看到这两人的表情 许多人都觉得很不寻常 尤其是刘诗诗 面对外界的时候 向来一副冷冷清清的安静心子 哪有笑出八颗牙齿的时候啊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说开心了 杨幂还给刘诗诗的胸口 轻轻地捶了一下 又对中间的人露出了害羞的表情 看到这 所有网友都惊呆了 弹幕上齐刷刷的都是震惊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我去 我去 我没看错吧 这是诗诗吗 这两闺蜜咋回事 跳槽了之后 两人围着一男的笑得这么开心 这男的不会是什么幕后高人 为了这两姐妹花 所以专门创了个公司吧 我还以为这两小娘们 不会搞潜规则那一套 没想到对有钱人笑得 还是这么开心 看走眼了 刘诗诗就是个反差表 十多秒的弹幕上 已经全都是一些侮辱人的话 没法 在许多粉丝的眼里 他们喜欢的女明星 都应该是纯洁的 就算是在娱乐圈 这个大染缸里面出身 也应该是出于泥而不染的 尤其是刘诗诗 更加让网友气愤 你在我们面前 是什么清冷孤傲的白月光 看上去不识人间烟火 结果在这种大佬面前 笑得都快开出花了 瞅瞅两人的手 就差没直接搂上去了 前十多二十秒的视频 看的这些粉丝 那叫一个愤怒 都想直接冲到 这个私房菜馆门前 质问他们的偶像 为什么要人钱 一套背后一套了 视频只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一些粉丝受不了了 怕自己之后 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内容 立马点了退出 还有粉丝坚持到了后面 中间的这个男人 被两个女明星打情骂俏 无奈地抬起了头 正当这些紧紧盯着 这个男人的脸 想知道 这到底是哪个大佬的时候 男人的脸也清晰了 看到之后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这张脸 只要是最近上过网 看过电视的人都认识 而且都崇拜在心 这不就是陆木吗 杨幂和刘诗诗 两个女明星 而且还一左一右 这么亲密地从饭店走出来 更可怕的是 这三个人 还一起签了同一家公司 一切都很扑朔迷离起来 视频也停留在最后 杨幂上了车 然后剩下两个人 在后排落座 最后急迟而去的场景 啊 我没看错吧 秘姐和陆木有私交我能理解 毕竟两个人是导师和学员的关系 那诗诗和陆法诗 又是怎么认识的 傻呀 秘姐和诗诗是闺蜜 两个人同时认识陆木 也很正常吧 真的惊了 我最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秘姐要把诗诗介绍给陆木啊 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配上那个二女加一男的视频 直接勾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 不过转念一想 大家又似乎能想通 陆木是什么人 和娱乐圈惯有的小鲜肉 又或是各种金主大佬不一样的事 陆木能够火 完全是靠他本人的实力 而且还不是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直接靠唱歌 毁了樱花国舞做成事 等于是完成了所有龙国人 一直以来的心愿 而且 毁的方式还那么解气 谁不爽 现在龙国民众中 上至八十 下至八岁 都想嫁给陆木 给陆木生猴子 一个女明星 甚至在采访的时候 还当种饭花痴 说自己的理想型 就是陆木这样的 如果有机会认识陆木的话 一定要主动出击 跟这么帅气的男人 谈一场旷世绝恋 虽然不排除蹭热度的嫌疑 但这话的确很好地代表了 现在所有女人的想法 这些娱乐圈的女明星 也是女人 看到陆木 肯定也会产生非分之想 而进水楼台先得月 杨幂作为陆木的导师 出来一起吃个饭 不过分吧 刘诗诗又作为杨幂的闺蜜 跟着一起吃饭 聊个天认识认识 也不过分吧 只能说 这两人都变成了 陆法师的小迷妹罢了 这两人的粉丝 羡慕极度恨 但也明白自己 和陆木之间巨大的差距 也只能看着自己 两个女神 在粉丝面前高贵冷艳 在陆木面前 笑成了一朵花 陆木也没想到 自己和杨幂与刘诗诗吃饭的事情 被发到了网上 还引起了这么大的误会 明明聊的都是公事 在这群人的眼里 三个人似乎在包厢干 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 第113章 水木娱乐工作室成立 也是挺无奈的 三个人作为 水木娱乐公司的元老级员工 建了一个群 里面就他们三个人 杨幂直接把这个视频 转发到了群里 艾特勒陆木 调侃着说 怎么办 大家都觉得 你厌服不浅哦 刘诗诗也发了个无嘴笑的表情 如果是营销号 把他两人和无关的男人扯到一起 肯定会出来发声明提邮 但现在 两人都还蛮享受 外界对他们三之间的评价的 尤其是刘诗诗 他的性格和外界了解的 其实差不多 也不怎么爱和男人沟通交流 但现在遇到了陆木 真有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他小心翼翼地发完这个表情之后 也不知道自己该多说什么 只是脸红心跳地 盯着微信聊天界面 然而 陆木只是公事公办地回了句 两部戏同时拍的话 需要很多准备 你们先让底下的人 做一个大致的方案给我 我看完之后再开拍 他们三人之所以聚餐 就是为了 公和布 这两部电视剧 杨幂和刘诗诗两个人 都比较有野心 想立马在跳槽之后 做出一个好结果 所以 谁都不愿意让对方先拍 吵了一个小时之后 陆木忍无可忍了 拍板说 两部剧同时拍 这一下 两个女人心中较劲的心力 也生起来了 都想做到最好 杨幂也在群里说 放心 全名巨星这个节目 也快到最后了 现在就只剩半决赛和决赛 要录制 我一定会好好拍的 说完 他又开口 过两天有节目的路演 你会去吗 这个路演 其实就是相当于 选手拉票环节 而陆木人气一气绝尘 根本不需要拉票 所以 杨幂现在才和陆木说 水木娱乐公司 在刚创立这天 光是公众号 便已经突破了千万粉丝 陆木的加入 更是让水木娱乐公司 微博热度讨论话题 持续战榜第一 当然 除了看好水木娱乐的网友 也有部分网友 对此提出质疑 杨幂又如何 刘诗诗又如何 有陆木又如何 专业的事情 请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这三个人里 能找出一个会营收的吗 看来是陆法师前 多想败家了 开公司哪有那么容易 况且水木娱乐才三个人 加行公司整整上千人 去年不过才营收两个多亿 折算成三人 一年能赚够两千万吗 以杨幂和刘诗诗的身价 完全没必要跟着陆木混 这两人在之前的公司 每年最少能赚上亿 跳槽到一个鸡毛公司 这不是完了吗 我承认陆法师很帅 但开公司 这很难评 杨幂翻着网友们的评论 纠结了一会 还是给陆木拨通了电话 从成立水木娱乐公司后 陆木便没在插手公司的事情 就连工作室都没成立 一个完善的公司 所应该具备的步骤 水木娱乐通通没有 倒不是怀疑陆木的能力 只不过仍由事态发展下去 难免会引起更大的舆论 电话接通 杨幂三言两语 说出自己的顾虑 无非就是建议陆木 成立水木娱乐公司的工作室 就网友目前发表的疑惑 做出回应 一是保住水木娱乐的正面形象 二是为了让支持水木娱乐的粉丝 能安下心来 听完杨幂的焦虑 陆木沉吟了片刻 这件事不用担心 工作室会成立 不过不是现在 陆木的云淡风轻 让杨幂越发摸不着头脑 随着网友的舆论越来越多 现在水木娱乐公司 在很多网友心里的印象 已经奇差无比 什么野纪公司 富二代公司 三流公司 称呼层出不穷 再不公关 杨幂欲言又止 电话那头 却突然传出一道中年男声 还没等杨幂听清具体内容 陆木便将电话挂断陆木起身 伸手和面前的中年男子相握 李国立微微吃惊 急忙伸出手握住陆木 本以为以陆木现在的知名度 待人会高冷不屑 李国立在来之前 便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哪怕陆木对他态度不好 李国立也会选择迎人 没办法 谁让陆木守持这么好的剧本 要是李国立不能接手这个剧本 成为步步惊心的拍摄导演 将会爆汗一生 除了李国立外 陆木还请了剧本原作家 童华一同会面 一部好的剧本 除了合适的演员以及导演外 原创作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人相谈甚欢 童华对于李国立的拍摄手法 以及对故事情节的呈现相当满意 整整聊到天黑 童华仍意犹未尽 李国立自然也是受益匪浅 童话的出现更是解答了 他对剧本尚存疑惑的地方 至于陆木 在中途的时候便已经离开房间 去处理工作了 接下来还有这么多剧本要拍 陆木不可能每部戏都能从头到尾兼顾 他负责最重要的牵引线人便足矣 一周后 长达一周 水木娱乐没有出现公关 网友们对水木娱乐的关注不仅没有降低 热情反而越发高涨 尤其是原先就不看好水木娱乐的网友 此时更加坚信 水木娱乐就是一个扶不上墙的阿斗 要是真有能力早就出来证明澄清了 像目前影视中盈利最好的万达电影 以及华裔兄弟便是最好的参照物 这两家从未让自己旗下的公司 有过任何负面新闻 从来都是第一时间出面公关 陆木既然要创立影视公司 网友自然会拿水木娱乐和其他盈利公司对标 就在这时 水木娱乐终于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水木娱乐工作室 在工作室创建好第一时间 无数持续关注着此事后续的网友 纷纷来抄划打卡敦楼 这是要公关了吗 终于等到你 早该出来打黑子的脸了 陆法师脾气真好 赞同 陆法师创建公司肯定经过自己的层层思考 那些黑子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是能让樱花国消失还是咋地啊 整天满嘴喷粪 来了来了 期待公关 在刚创建好耐克 超话评论便九九九加 第114章 刘诗诗要代资禁足 而另一边 陆木还在编辑着文字 对此事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 编辑好自己想要发表的文字后 陆木轻叹口气 看来还是得找人管理这个好 如果每次都需要自己发文 也太浪费时间了 陆木现在满脑子都是 如何能高效创收 能委托他人的事情 绝不自己去做 带不好团队 便只能自己干到死 也罢 毕竟刚起步 不着急 在内心安慰好自己后 陆木点击发送 水木娱乐工作室第一条微博 诞生早已蹲点好的网友 几乎是同一时间点击了进去 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 在看清微博上的内容后 笑容凝固在嘴角 公告 步步惊心 剧组已经筹备完毕 今天正式开机 敬请期待 简洁的配文 加上下面附加的视频 视频里的拍摄角度 看起来相当奇怪 就好像是随手一拍 呈现出来的效果 视频里除了能看见 步步惊心的横幅外 几乎看不见其他有效信息 评论区 网友们再也忍不住了 忍无可忍 便无需再忍 我去 哥们 等了你一周 等得我花黄菜都凉了 居然不是公关 且不说公布公关 就算是宣传影视剧 宣传视频 好歹拍摄的全面一点吧 这很难评 我有点相信野鸡公司的称呼 是怎么来了的 陆法师连宣传剧本都不会 这还怎么开公司啊 这不拘不得扑街 所以还有公关吗 炸裂 相当炸裂 这都21世纪了 居然还能看见 这么随意的宣传方式 其他影视公司 为了宣传剧本 光是开机微博 便是高清五马正脸 赵佳制作精美的视频 网友们不仅能知道 即将要拍摄 什么题材的剧本 也能知道主演是谁 要知道 每个主演 都有属于自己的流量 光是靠粉丝 便能在初期 给剧本打上广告 陆木到底在搞什么鬼 更奇怪的是 步步惊心 这部剧 在业内都没听说过 面试选角的消息 陆木居然能在众人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找到合适的演员 找到主演不难 有点人脉 就可以进行一对一私聊 确实不用经过业内平台 难的是配角和群演 看陆木发送这则视频 整个剧组出镜的 不过十余人 就这十余人 如何能拍出一部好剧本 直到发送完毕 陆木才发现 自己的账号右下角 都是小红点 点赞 评论 转发 这是什么情况 怀揣着好奇 陆木点了一下那些小红点 有部分是超话 有部分是现场评论 陆木刚刚发送这则 步步惊心宣传片微博 反响这么激烈 大概翻看了两眼 陆木便切退了微博后台 他做事 自然有自己的原则和想法 如果一位被网友牵着鼻子走 那就不是他陆木的作风了 另一边 杨幂和刘诗诗 也在同步关注着 水木娱乐工作室的动态 在看见陆木编辑 那条简短版宣传微博的时候 杨幂忍不住服额 他就说 不能将公关这么繁琐细节的活 交给陆木 陆木这操作 简直比直男还直男 直男本质都没他这么直 虽然惊讶 但通过这段时间和陆木的接触 杨幂多少还能理解 陆木天马行空的做法 但刘诗诗可没这么幸运 他刚认识 陆木不到一个月 之所以跳槽水木娱乐 完全是因为步步惊心 这个剧本对于水木娱乐的运营 刘诗诗其实并不在意 首先他家境本来就还算不错 在刘诗诗眼里 一个好的演员 前期接到好的剧本 比盈利重要 哪怕是零片酬出演这部剧 刘诗诗都愿意 刘诗诗有预感 这部戏将会成为他人生 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不过 以陆木这宣传方式 能不能赚到钱不说 怕不是连赞助方都拉不到 金主爸爸们虽有钱 但不是无脑 既然要投资 肯定是看中你这部剧 陆木这啥都不解释 能拉拢来投资方才怪 刘诗诗现在唯一担忧的是 步步惊心 会不会因为资金不足影响拍摄 毕竟 陆木前些天刚给他和杨幂 赔付了一个多亿的违约金 哪怕陆木再有钱 现金流也不可能这么大 想到这 刘诗诗不禁查看了一下 自己各张银行卡的余额 一抹纠结涌上心头 这些钱 可都是他自己出道以来 努力赚来的 对于刘诗诗来说 意义非凡 沉默了许久 刘诗诗拨通了陆木的电话 刚处理完工作的陆木 揉着略微发酸的眼角 接通了电话 喂 刘诗诗开门见山道 如果拍摄步步惊心 资金不足 我可以赞助你 不过我手头上的钱也不多 陆木愣了一下 一开手机 确认电话上的备注 刘诗诗 反应过来后 陆木下意识说道 你要戴资禁足 刘诗诗突然睁大了双眼 这四个字 在他眼里 可不算是包一词 戴资禁足 通常是指那些演技不好的人 为了博得出镜的机会 便投资这部剧 让导演给他安排一个出镜多的角色 并且多加一些镜头 以此来刷脸 他刘诗诗 可不是这种人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见你 经过刘诗诗诗的一番解释 陆木总算反映过来 刘诗诗今天的异常之处 原来是担心他没钱 但是 他陆木怎么会没钱 简直是开玩笑 没钱还怎么创立公司 虽然手头上剩余的钱不多 但拍摄一部 步步惊心 还是绰绰有余的 陆木又不是一次 签了上百个艺人 在明白刘诗诗异常之处时 陆木内心里也生出些许暖意 没想到这杨幂靠谱 他的闺蜜同样靠谱 娱乐圈虽然是凭颜值和演技走天下 但人品才是维持长红的关键 刘诗诗能有如此心态 以后的路不会太差 陆木轻笑了一下 好好 如果到时候有需要帮助 我定会开口拜托刘大美女 被陆木这么一夸 刘诗诗耳根一红 第115章 刘诗诗被李国立认可 第二天 刘诗诗提前来到了 《步步惊心》剧组 本以为他是最早的 没想到在刘诗诗来到的时候 童华和李国立已经到了 其他主编和制片人 也并无例外早 和大家打过招呼后 刘诗诗便开始做装造 在做装造的时候 再度熟悉 今天要拍那几场戏的台词 尽管 刘诗诗已经将台词赎背于心 拍摄正式开始 刘诗诗长呼口气后 便马上进入状态 对于刘诗诗接下来的表现 李国立导演其实有些担忧 自己看中的女主角 并不是刘诗诗 在陆木的坚持下 李国立只好听从 在李国立眼里 刘诗诗并不是最佳人选 直达 刘诗诗按照剧本上的内容 加上自己的理解 表演完第一场戏后 迟迟没听到NG 刘诗诗内心慌了片刻 随后立即镇定下来 继续着刚才的表演 直到过了好一会 李国立才反应过来 喊了一句 好 卡 听到NG后 刘诗诗长松口气 刚才那一分钟 简直用尽了刘诗诗的毕生所学 要不是刘诗诗 早已将剧本烂熟于心 步步惊心 里面若曦的性格 刘诗诗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哪怕是刘诗诗急性发挥 都不会出现人设不符等情况 反而因为刘诗诗的急性发挥 让这场戏 整体看上去更加松弛 自然 李国立看着屏幕里 刚才那场戏 久久不能回神 其实这也不怪李国立 之前没跟刘诗诗合作过 李国立并不知道 刘诗诗的表演力到底如何 就连李国立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一个资深导演 居然会被刘诗诗首场的演技所征服 在那一刻 李国立终于理解 陆木为何坚持选刘诗诗 这要是换了他 他也选了 刘诗诗完全就是 步步惊心里面的若曦本人 无论是形态 还是微动作 都微妙微巧 李国立都看呆了 这才没反应过来 刘诗诗其实已经表演结束 而接下来刘诗诗的表现 更是让李国立惊叹 现场临危不惧自由发挥的表现 可不是每个演员都会有的素养 啪啪啪 突然李国立鼓起了掌 让原本有些坠坠不安的刘诗诗一愣 自己这是被肯定了吗 那当才 看出了刘诗诗的疑惑 李国立也不介意自己的身份 当众解释道 说实话 一开始我想象中的若曦并不是你 是因为陆木的坚持我才用了你 没想到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 你就是若曦 若曦就是你 我为我的物质感到羞愧 刚才你的表现非常好 我很期待这部剧的成片 李国立导演的话 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 大家纷纷向刘诗诗 投来惊讶的目光 这些拍摄的场务 有不少是跟了李国立很长一段时间 还从未听过李国立如此高价评价一个人 刘诗诗的心情如同过山车一般 七上八下 最终鼻尖一酸 眼角珠光玲玲 身为演员 最需要的便是导演的肯定 李国立笑了一下 休息一下 准备第二场戏 与此同时 在收到消息的狗仔 已经蹲守在横店门外 这剧组也太低调了吧 怎么啥都拍不到 这主演是谁啊 今天这样回去 肯定交不了差 只能等他们下班再看看了 蹲了小半天 狗仔们只能拍到一张撑伞照 而该死不死 那把黑色长柄大伞 刚好把刘诗诗的上半部分盖住 剧组一直忙碌到了晚饭点 刘诗诗此时已经鸡肠鹿鹿 为了保证自己的状态 刘诗诗今天只有早上吃了半根玉米 随着李国立最后那声 卡 今天的拍摄任务圆满完成 刘诗诗揉了揉甘北的小腹 打开经纪人给他准备的沙拉 正准备开吃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我们刘大美女 就是这个 刘诗诗握着筷子的手一顿 看向站立在门口的杨幂 眸中不眼惊讶 你怎么来了 杨幂步履生风 下一秒已经拽起刘诗诗诗的手腕 开机第一天 怎么说也要给你庆祝一下 跟节奏 刘诗诗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被拽了起来 慌忙之中 将手中的沙拉塞给一旁的经纪人 经纪人瞪大了双眼 下意识叮嘱道 完可以 别吃太多 注意热量 刘诗诗尴尬一笑 每次和杨幂出去聚餐 怎么可能少吃 这可是好不容易下馆子的机会 至于经纪人的叮嘱 听听就算了 刘诗诗都多久没吃过油水 嘴巴都淡出胃来了 偶尔吃一顿 再加上后天的运动 胖不了 门外困倦的狗仔 在看见门口的人时 突然来了精神 别摸鱼了 快拍 我擦 这身材不错啊 刘诗诗和杨幂 共同玩手走了出来 杨幂的助理 在一旁替两人打好了遮光伞 伞面下 依稀可见是两人凹凸紧致的身材 不过直到两人上车 四面八方的狗仔 都没能拍到两位的真容 新华狗仔看着手中的摄像机 脑海中已经构建了 上百种发文配图的文案 最终层层筛选 还算有消息息 走吧 好歹能交差了 华尔兹酒店 乔庄过后的杨幂 拉着同样乔庄过后的刘诗诗下了车 从远处看 只能看出是两位身材娇好 气质出人的美女 尹德路人频频回头 但当路人想要继续探索 一睹真容的时候 杨幂和刘诗诗 早已消失在他们视野 不久 各大平台悄然登山几个热搜 一开始 这个热搜只是位于微博榜单前二十 但奈何这些报社 太会抓捕网友心理 采取的标题 步步惊心主演是谁 水木娱乐下一步的动作 和步步惊心相关的文章 发布不到半个小时 点击量已经成曲线直线上升 最后 文采较好的 直接冲上榜三便是新华报社 看到这事实点击量和播放量 主编都惊呆了 第116章 水木娱乐增援 光是一篇没有正脸的路透照 居然能吸引这么多网友的关注 看着自家报社的粉丝量 不断蹭蹭上涨 主编激动不已 当场下令 继续持续关注步步惊心剧组 其他报社的主编 文章播放量和收益 虽然没有新华报社高 但数据也比同期其他题材 明显高尚许多 跟 继续跟 阿虎 小七 放下手头上的活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两个把全部精力放在 步步惊心剧组 有任何情况 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文章题材内容越新 越能抢占第一波热度 现在各个报社已经尝到了甜头 自然不会轻易放手 杨幂和刘诗诗吃饭的时候 无意中刷了下手机 随后挑了挑眉 一脸戏谑的看着刘诗诗 正在大躲刀挤的刘诗诗 动作一顿 疑惑道 是我的装花了吗 杨幂摇头一笑 将手机递给刘诗诗 你又上热搜了 严格来说 是你的剧组 听到这里 刘诗诗连忙用纸巾擦了一下手 结果手机翻越了起来 此时热搜上前十 便有三条是和 步步惊心剧组有关 尤其是 现在热搜第二的词条 点击量已经破万 一时之间 刘诗诗不知道 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内心五味沉杂 步步惊心 剧组现在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热度 完全是凭借陆木的宣传 沾了陆木的光 如果后续拍摄结束 步步惊心 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 让观众不满意 刘诗诗将要面临巨大的痛苦 起点越高 失败后便摔得更痛 当然 如果没有陆木宣传 哪怕以刘诗诗现在的知名度 这部剧 也不可能在杀青钱这么火 刘诗诗现在对陆木 是又感激又为难 杨幂光是看了一眼刘诗诗 便知道 他现在在想什么 沉吟了片刻 还是决定开导一下 物极必反 匹极太来 只要坚持自己的初心 最后的结果 总会是好的 在安慰刘诗诗的同时 杨幂也是在开导自己 这一步 每个人都需要经过 从小小知名度 一跃跨身 成为万人关注 只有跨过这个坎 无视这个坎 将自己所擅长的发挥到极致 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另一边 陆木收到了李国立 发过来的拍摄小样 浏览了一遍 陆木发了个OK的表情 李国立导演的水平 陆木是放心的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不过 这也是李国立的工作习惯 在前几场戏中 将小样发布给金主 如果金主不满意 他的拍摄风格 双方都可以趁早结束合作 避免浪费太多时间 前几场戏金主没意见 李国立便会默认继续合作 使用自己的拍摄方法 查阅完后 陆木继续打开邮箱 上面投递了多份简历 但陆木以及水木娱乐公司 并没有表示要招人 可能这些人 也是想试试运气吧人 陆木确实却 本来陆木就打算 忙完手头上的工作 便将水木娱乐 进行人员扩充 好在陆木能一目十行 不然这么多简历 一时半会 还真翻不出来 按照习惯 陆木点到最后一页 从末端开始翻阅简历 君子礼仪 先来后到 况且 也就是点点鼠标的事情 并没有多麻烦 半个小时后 陆木的指尖一顿 目光停留在一份 排版简洁明了的简历上 李木子 念出简历上的名字 陆木当下做出决定 除了给李木子 发送一条短信外 陆木还陆陆续续 挑选了几个 看起来合演员的简历 至于学历嘛 陆木倒没有太多要求 只要在面试时候 不要表现得一无所知 对于其他条件 陆木并不在意 在陆木这里 能力比学历重要得多 次日 刘诗诗在抵达 步步惊心剧组门口的时候 显然发现 附近的路人 比昨天多了许多 都在娱乐圈混 自然知晓 这突然多出的路人 都是谁 在没出发前 杨幂便提醒刘诗诗 后续出门 要低调行事 既然陆木要走低调风 他们理应要支持 蹲守了一个早上的狗仔 甚至有些狗仔 为了能抢到好位置 从凌晨五点 便来到现场 敬业程度 堪比月薪十万的精灵 直到刘诗诗 走进剧组 狗仔们仍然没能拍到 刘诗诗的正脸 没有素材交差 却又不甘心不蹭 步步惊心的热度 思量了许久 报社主编 还是决定更新一则微博 步步惊心 女主角至今仍未露面 光看下半身 你能否猜出是谁 有了第一篇报道 其后的报道 自然于风而出 能蹭多少 热度是多少 报道标题足够引人眼球 但实际内容 却给网友一种 压轴是白米饭的感觉 最终没能吸引首批关注 这篇微博文章的网友 推送给朋友 失去第二批持续热度 但尽管如此 相关的微博热度 也排在十几名的位置 看到这个数据 新华报社的主编松了口气 今天虽然没有肉吃 但好歹有肉汤盒 但这种招式 只能用一次 而且是一段时间内 不能重复使用 不然 网友必定会不买账 除了能继续叮嘱狗仔丁烧 步步惊心 剧组 报社主编没有任何办法 在步步惊心拍摄期间 陆木也开始了 水木娱乐招人事项 杨幂得知陆木的想法 非常惊喜 本想推掉手头上的工作 过来一同招聘 却被陆木拒绝 开什么玩笑 现在杨幂和刘诗诗 可是水木娱乐的台柱子 这两人有一天不工作 水木娱乐都得多亏几十万 得知陆木拒绝自己的原因 杨幂不禁内心暗骂 臭资本家 吸血鬼 不过再怎么吐槽 陆木也不在意 过程不重要 结果才是王道 只要杨幂和刘诗诗 能给他赚钱 嘟囔陆木几句又如何 最终 陆木从十余人中 挑选了五人出来 李木子便在其中李木子 熊猫艺术大学毕业 本科生 专业对口 在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时候 李木子又惊又喜 而那些被当场筛选掉的研究生 甚至是硕士生 一脸震惊地看向陆木 忍不住质问道 就凭他本科的学历 凭什么录取他 不录取我 第117章 樱花国人投靠漂亮国 开口的是一名研究生学历的女子 身材娇好 面容自信 被研究生女子指向的 赫然便是陆木点名录取留下的李木子 李木子张了张嘴 站在一旁 有些坠坠不安 其实李木子自己也不知道 为何会被录取 在投递简历的时候 李木子并不知道 看中水木娱乐的其他投递者 学历背景居然如此出众 不过 要是再给李木子一次机会 李木子仍会坚持他的选择 毕竟 李木子真的非常热爱影视行业 除了研究生外 不少被淘汰的众人 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他公司都是面试结束之后 经过慎重考虑 权衡利弊后才决定录取谁 但到了水木娱乐这里 居然全凭陆木的一句话 便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 并且还是当场淘汰 这种做法 简直颠覆了他们的三观 等了半天 众人却始终没等到陆木开口 最先开口的研究生 不禁恼羞成怒 之前外界传闻 水木娱乐是野鸡公司 我还不信 我总觉得 你陆木是个有自己想法的人 但现在看来 只怕是我错了 你这种独断专行的人 根本就不适合开公司 咬牙切齿留下这句话 女研究生扭头离去 其余被淘汰的众人 也忍不住当初唾骂几句 最后 水木娱乐 只剩下被录取 那几个人和陆木 李木子站在原地 抿着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明天九点前来报道 陆木说完 准备离开 李木子最终 还是忍不住开口 陆总 很高兴您能录取我 但我 想知道理由 李木子的 引起剩余四人的注意 他们四人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 但全部的注意力 都在陆木身上 得了便宜不卖乖 陆木现在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他们自然不会没有眼力剑 主动去给陆木增添问题和烦恼 停顿了片刻 陆木说道 你应该相信 你自己 陆木离开后 剩余四人相互对视 其中一人忍不住说道 陆总选你 肯定是因为你身上有别人没有的闪光点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同事了 一起加油 李木子点点头 感激地看了对方一眼 一周后 在狗仔连续跟踪了整整一周后 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不过不是女主角有进展 而是男主角 一开始 他们都以为步步惊心 这部剧是大女主戏 男主的戏份少之又少 没想到 在这个结果眼上 男性演员终于露面 刘诗诗低调 是因为有杨幂提醒 其余男性演员 可没刘诗诗这么谨慎 终于让狗仔拍到了两个男性演员的侧脸 有关吴奇龙和林登星的热搜登上榜首 这次露脸直接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 到底谁才是饰演步步惊心的男主角 大部分网友占吴奇龙 毕竟资历摆在这里 步步惊心请吴奇龙做男主角 不亏 但也有少部分网友占林登星 直言 要是请到吴奇龙当男主角 步步惊心怎么可能不宣传 光是靠吴奇龙的知名度 便能让这部剧 为波鲜火一小把 所以综上所述 吴奇龙肯定是来客串 或者是出演一个戏份少的角色 毕竟吴奇龙是现下当红的男演员 出演所需的片酬可不少 能请吴奇龙过来串两场戏 已经需要耗资大量的金额 被网友们这么一分析 原本中立的路人觉得十分有道理 瞬间倒戈 在网上议论纷纷的时候 剧组间自然不缺八卦 中场休息的时候 刘诗诗抱着手中的台本继续研读 一旁的吴奇龙瞥了刘诗诗一眼 最终还是决定上前搭话 这是吴奇龙和刘诗诗的第一次合作 通过今天这次简短的搭戏 刘诗诗已经深得吴奇龙的心 尤其是刘诗诗的敬业程度 都让吴奇龙在心里连连惊叹 果真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还没等吴奇龙开口 经纪人便急匆匆走了过来 压低声音道 你又上热搜了 大家都在猜 你是不是这部剧的男主角 声音压得虽然低 但吴奇龙的位置 本就离刘诗诗不远 刘诗诗又恰巧在翻页 刚好听到了经纪人的声音 吴奇龙挥了挥手 示意经纪人离开 察觉到吴奇龙是冲着自己来的 刘诗诗礼貌起身打招呼 吴老师 在夜内 吴奇龙算是他的前辈 感受到刘诗诗对自己的声疏 吴奇龙尴尬一笑 随便扯了几句后 转身离开 对于吴奇龙的异样 刘诗诗并没有放在心里 继续钻研剧本 看见吴奇龙忙完自己的事情 经纪人找准时机上前问道 需要工作出面承认吗 现在这热搜的热毒 要是吴奇龙出面承认 肯定又能刷一波脸 吴奇龙方看着热搜 忍不住吐槽道 不用出面 这些网友脑洞太大了 什么叫我的身价昂贵 不能出演 步步惊心的男主角 难道我就不能因为 这是个好剧本接戏吗 经纪人面不改色 呵呵一笑 难道您的身价不昂贵吗 吴奇龙话语一验 他身价昂贵是没错 但这部剧的男主角 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在得知步步惊心 这个剧本时 吴奇龙当即查看了原创小说 没想到一看便看入迷 直接熬了个通宵 这种好剧本 哪怕是不出钱 他都会来演 一个演员 要是没有好的剧本支撑 那终究走不远做演员 眼光要放长远点 不要得了便宜就卖怪 况且和刘诗诗接触下来后 只要一想到 是别的男主演 和刘诗诗搭这部戏 吴奇龙内心就百味杂陈 还好他踊跃举荐自己 想到这 吴奇龙不禁松了口气 一旁的经纪人 看着自家主子 脸色变幻莫测 无数念头闪过脑海中 这家伙 不会谈恋爱了吧 谈恋爱可以 但要做好防备工作呀 现阶段 吴奇龙要是被人 爆出有女朋友 被调多少个女友粉 此此 经纪人忍不住问道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正在游神的吴奇龙 被经纪人这么疑问 瞬间被吓了一跳 第118章 步步惊心杀青 因为在第一个念头 吴奇龙脑海中 居然闪过刘诗诗那张脸 要是能和刘诗诗度过余生 想必会很快乐 停 打住 得知自己这个危险的想法 吴奇龙瞬间掐了自己一把 用尽之大 眼角直接溢出泪珠 经纪人被吴奇龙这个反应 吓了一跳 你干嘛 谈就谈了呗 但你要告诉我 我们是同一条线上的人 让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吴奇龙摆了摆手 没谈 另一边 漂亮国 在樱花国被地震震毁后 不少临近边界的樱花国人逃了出去 思来想去 这部分樱花国最后的血脉 只能来投靠漂亮国 关键是 其他国家也不愿意收留他们 一是樱花国早年代 做过太多丧心病狂的事情 几乎每个国家 都和樱花国有着一定的仇恨 二是 现在收留樱花国国人 要是被陆木知道了 岂不是当众和陆法师作对 那可是陆木 一首歌便能让整个樱花国 在历史上消失的陆木 樱花国和他们又不是有过命之交 这趟浑水 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不会躺 哪怕是漂亮国 做这件事都得偷偷摸摸 收留樱花国人 自然不是因为漂亮国良心发现 而是樱花国人还有利用价值 没有利益的是 漂亮国从来不做 成功进入到漂亮国国土后 樱花国残留的人中 最有号召力的人 被邀请和漂亮国总领面谈 这名樱花国人 并非樱花国原先总领 而是军事基地大元帅伙德 对于前总领的傲慢 伙德虽然有心但也无力阻止 没想到陆木居然下此狠手 哪怕伙德原先并不想和陆木作对 但也无法放过一个摧毁他家园的人 因此 在逃离樱花国第一时间 伙德便召集了所有成功 逃出樱花国的国人 共同商议对策 最终一致决定投靠漂亮国 之前是他们樱花国小看了陆木 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陆木的实力 想要对付陆木便需要从长计议 之前在综艺节目上 樱花国派了这么多刺客 都无法成功刺杀陆木 足以说明陆木足够机敏 寻常方法根本无法治他死壁 既然正常方法行不通 那便只能顽硬地见到 漂亮国总领查尔斯的时候 伙德先是表示感谢 随后便道明自己的来意 在得知伙德想对陆木动手复仇的时候 查尔斯内心支持无比 但脸上仍不动分毫 借刀杀人这种事 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届时 不管是伙德成功还是失败 都和他们漂亮国没有任何关系 成功了 皆大欢喜 失败了 那便只有伙德倒霉 看见查尔斯摆出一副老奸巨滑的模样 一向性子耿直的伙德 暗纳住内心的怒火 脸上强撑着笑意 要不是前任总领冲动行事 他伙德不至于沦为现在这种下场 现在和漂亮国合作 无疑是与虎谋皮 但灭国之仇不得不报 在和伙德洽谈的途中 漂亮国对于伙德提出来的合作态度 模棱两可 最终只是承诺给余下的樱花国人 一个安定的居所 饶是如此 这也是伙德答应了查尔斯三个要求换来的 一是签订樱花国所作之事 和漂亮国无关 二是将樱花国最奥秘的军事图纸贡献出来 三则是将樱花国中最美的女人奉献出来 第三点 也是引起查尔斯约见伙德的原因 传闻樱花国美女胜出 各个出水芙蓉 更是有世界第一美女之称 而余下的樱花国人中 正好有一名上榜的女子 洛英 伙德倾笑一下 很快便收起了笑意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没想到 哪怕是堂堂强国的漂亮国查尔斯 也是如此 伙德虽为人正直 但心性早已被故土文化所渲染 在樱花国人眼里 女子便应该是男子的附属品 用来赠送 再合适不过 在伙德离开后不久 一名身穿和服的女子 便扭着身姿走了进来 在看清女子的面容时 查尔斯下意识吞咽了口口水 洛英见状娇羞一笑 随后便和查尔斯开始翻云覆雨 一个月后 龙国 步步惊心 剧组经过不间断的高效拍摄 终于成功杀青 门外的狗仔 从一开始的十余人 变成余下一两人 没办法 哪怕步步惊心 剧组的热度再高 狗仔们也经不住没有业绩 别的剧组都能拍到一些路透 或者八卦新闻 但在步步惊心 这里简直是毫无收获 除了新华报社仍在坚持外 其余狗仔已经转移了目标 娱乐圈这么大 跟踪拍摄其他明星同样有流量 只是流量或多或少的问题罢了 剧组杀青 不可缺少的便是集体的杀青照 在李国立的指挥下 众人按照角色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咔嚓 摄影机洛姆纳克 剧组正式解散 李国立笑着和大家道别 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 刘诗诗温婉一笑 导演比我们更辛苦 承蒙李导对我们的照顾 吴奇隆则是点点头 他和李国立算是经常见面的关系 用不着太客气 杀青这天 取景的点并不是在横店 而是郊外平时能在这里出现的人 都是步步惊心剧组的人 这次他们走出门 没有再继续遮掩 一直坚持蹲守的新华报社的狗仔 见到这幕 瞬间增大了双眼 我靠 终于有情况了 再没情况 我都以为我跟了个假剧组 要不是没有用剧组洗钱的说法 狗仔们都即将往这方面去遐想了 之前演员们为了不被狗仔堵路影响时间 近来都是从侧门或者后门进入 这次步步惊心已经杀青 他们自然要从前门走出去 在行业内算是图个吉利 开门红的意思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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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报社手中的摄像机 疯狂闪烁着闪光灯 拍摄时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好在设备足够专业 哪怕是微斗拍出来的画面 都非常清晰 赚大发了 今天的头条 我们拿定了 哈哈 下个月的奖金有望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呜呜 终于等到这一天 第119章 CT大厦 两名狗仔 你一言我一语 聊着 手中摁下快门的速度 丝毫没有被影响 因为他们目前并不知道 哪名演员是步步惊心 剧组的男女主角 配角 所以将每个人出场的画面 都拍了一遍 确保毫无遗漏 还没等二人激动完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引擎声 狗仔们一心二用 快速瞄了一眼 那辆红色卡焰 这车型 看着司机像是女孩子 而且怎么那么熟悉 等等 不过平时杨幂不太开这台车出行 但他们混狗仔圈 还是见过一两次的 杨幂怎么来了 两名狗仔相互对视一眼 多年的合作 早已让他们形成默契 阿虎直接扭转了摄像机方向 镜头对准杨幂 小七则是继续拍摄着 剧组出来的演员们 报社之所以 一次派两个人出来拍摄 并不是因为手下员工多 而是为了应付这种突发情况 很快 杨幂的举动 解答了狗仔们的疑惑 是是 陆木 我在这里 杨幂大喊了一句 所有人瞬间回头 刚走出门口的刘诗诗 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还真是射死现场 杨幂一定是一人 陆木以及吴奇龙紧跟其后 目光同样投放在杨幂身上 红色的卡燕 配上鲜红色的白色紧身裙 大波浪随意放下 从远处看 只能看见 那副能将脸遮了一半的墨镜 以及墨镜下火焰的红唇 张扬 青春 性感 这是刘诗诗对杨幂的评价 但是 张扬的时候 能不能别拉上他 刘诗诗在内心呐喊 只能加快脚步 来到杨幂面前 上车 庆祝去 这可是刘诗诗 跳槽进入水木娱乐街的第一场戏 成功拍摄 接下来坐等上映 肯定要庆祝一下 此时的阿虎和小七 已经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刘诗诗是 《步步惊心》的主演 刘诗诗算是现在娱乐圈中的 当红小花 虽然还算不上顶流 但是也未受关注 《步步惊心》 要是由刘诗诗出演女主角 是有一定的看透 只不过 这只是新华狗仔的猜测 离开剧组的人太多 他们也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去猜测 管他呢 标题是主编的是 我们把事情的经过告知即可 刘诗诗出现在这里 无论是不是主演 今天的头条都稳了 外加杨幂探班 两大小花集合 光是他们两家的粉丝 便能提供大量浏览量 刘诗诗朝着身后的李国立招了招手 示意自己先行离开 李国立导演微笑点头 有一种看吴家如女初成长的 慈眉慕善的眼神 杨幂不禁挑眉 看来李岛对你很是满意啊 满意那两个字 杨幂故意拉长了尾调 让刘诗诗瞬间红了脸颊 突然 吴奇龙的声音在背后出现 你好 吴奇龙笑着跟杨幂打招呼 杨幂一愣 他自然是能认出眼前这人是谁 不过 杨幂和吴奇龙的交集并不多 今天是什么情况 吴奇龙老师居然亲自来跟他打招呼 杨幂有些惶恐 一个演员的基本专业素养 微笑伸出手想握 刘诗诗也点了点头 用眼神回应杨幂的打探 刘诗诗也不知道吴奇龙要过来打招呼 吴奇龙笑了一下 直言道 你们是要一起去吃晚餐吗 刚好接下来还有一些事 要和诗诗商讨 要不由我来定 吴奇龙的意思 便是要和他们二人一起共进晚餐了 每一部剧杀青后 在电视剧开播前 主配角都会合体共同宣传剧本 也就是传说中的炒CP 吴奇龙这套说法倒是不假 只不过 一向是人惊的杨幂 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感觉 吴奇龙居然叫诗诗 这是多么亲密的称呼 就连刘诗诗都吓了一跳 只当是吴奇龙老师 看着他亲切 对待晚辈的姿态 杨幂转动着眼珠 嘴巴微明 不知道如何拒绝 就在这时 卡燕的副驾驶们 突然被从内推开 吴奇龙一愣 下意识看向突然出现的陆木 再见到陆木本人那刻 吴奇龙眼里闪过一抹呆滞 光是看电视 只知道陆木颜值不错 但见到本人 吴奇龙便立刻被陆木身上 浑然天成的气质所吸引 只有男人最了解男人 而陆木身上所具备的 便是每个男人都追求的外在条件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吴奇龙做好表情管理 又恢复那个谦谦有礼的模样 见到陆木那刻 杨幂简直见到了救星 收到杨幂求助的目光 陆木面无表情 以杨幂现在的咖位 自然是不好意思 拒绝像吴奇龙这样的前辈 刘诗诗更是如此 但他陆木 又不是在娱乐圈混的 再加上陆木现在的 国民知名度并不低 做起事来 自然不会畏首畏剿 陆木语气平淡 诗诗 上车 刘诗诗惊讶抬头 朝着吴奇龙点点头表示歉意 随后上了卡燕的后座 杨幂站在原地 脸上笑意不减 似乎根本不觉得 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有任何尴尬和不妥 吴奇龙是个聪明人 剑状只能找个理由先行离开 一山不容二虎 陆木既然没开口邀约他 便是最好的拒绝 要是连这点眼力剑都没有 只会让接下来的场面 变得更加尴尬 同是娱乐圈的人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剑 哪怕吴奇龙再想邀约刘诗诗 也不能把最后一层脸皮撕破 将事情闹僵 二环 CT大厦 杨幂按照陆木给的导航 驱车到此地 将要事交给关家驳车后 杨幂和刘诗诗 开始打量CT大厦 陆木是一栋看起来朴实无华的楼房 高十几层 怎么说呢 这栋大厦的外貌和服务 完全是天差地别 这里位置偏僻不说 目的地看起来相当一般 但却配了五星级酒店才有的驳车服务 按捺住内心的疑惑 杨幂走过永道 进到大厦里面 在见到大厦内部全貌的时候 杨幂脸上皆是掩饰不住惊讶的表情 还真是别有洞天呢 看到内景 杨幂突然明白 门外为何有关家服务 娱乐全部资金 这栋CT大厦内部完全就是七星级装饰 但为何外表整成一副鬼样子 让人看了完全没有想进去的消费的欲望 陆木刚走进CT大厦 便有一名身穿黑色礼服 约摸35岁的男子迎了上来 你好 陆先生 今天还是和之前一样安排吗 寻常人看见刘诗诗和杨幂 多少会打亮两眼 但在这名礼服男子面前 刘诗诗和杨幂 宛如散失了耀眼的光芒似的 官家从头到尾都没看他们一眼 目光全程落在陆木身上 不用 今天让这两位女士点单 男管家会心一笑 引着三人上了八楼 来到最尽头的包厢 这个包厢和其他包厢不同 周围并没有连在一起的厢房 而是单独位于这里 包厢门口旁边只有一个字 天 入座后 杨幂又被这偌大的包厢给惊到了 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但今天遇见的这一切都非常离奇 天字号包厢虽然说是包厢 但占地面积之大和几个包厢拼接在一起 并无区别 难怪这个天字号包厢要单独一块位置 不然哪里放得下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设施 天字号包厢入门便是娱乐区 有麻将桌 棋牌桌 德州扑克桌 经过娱乐区后 左手边便是单独隔开的休息室 右边便是一个配套齐全的吧台 再往前走是一个观影区以及按摩区 最里面的位置是一个K歌坊 吃喝玩乐 这个包厢里全都有 而且 看官家和陆木的关系 陆木肯定是这里的常客 看着休息室里暧昧的氛围 杨幂脑海中不禁浮现少而不移的画面 没想到陆木表面上拒绝他 内底里玩得还挺哗啊 像是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 杨幂站在原地傻笑不停 甚至幻想着 陆木要是也能用同样的方式 对他 那该有多好 参观完包厢的流失师 走出来便看见杨幂这副模样 你在想什么呢 思绪被打断 杨幂然瞪大了双眼 他刚刚居然 杨幂急忙掩饰自己慌乱的神色 抿了抿嘴唇 直接转移了话题 我们吃什么啊 好饿啊 流失师没有杨幂这么玲珑的心思 见到这里的一切 忍不住问道 这个包厢用一次 需要多少钱啊 以流失师设恐的性格 这个包厢刚好适用于朋友聚餐 这样就不用频繁转移阵地 进行持续沟通 况且 天字包厢里的设备 甚至秒杀了其他专门营业的设备 尤其是 K歌房里的话筒和声响 像是直接装了声卡似的 杨幂虽然没问 但在这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竖起了耳朵 陆木淡然道 这个包厢我买下来了 原本陆木打算将整个CT大厦都买下来 考虑到水木娱乐刚创立 后期需要不断的资金 陆木这才收手 不过CT这栋大厦 陆木迟早要全部买下来 这里的设计倒是挺合陆木演员 另一边 CT大厦的持有者不禁打了个喷嚏 听到陆木的回答 流失师再次感慨 陆木简直是毫无人性 陆总代代 这个CT大厦 虽然位于二环 但在这遍地是金的帝都 二环的房价也非常昂贵 能一次买下半层 甚至是已经装修完毕的多功能包厢 没有几千万拿不下来 杨幂此刻也意识到 刚才是他想歪了 这个包厢都是陆木自己的 肯定不存在什么不正规按摩 以陆木的性子 大概率适用于平时日常使用 或者洽谈公式 陆木继续说道 天字包厢的使用日期都在木子那 只要时间不冲突 你随时都可以使用 话音落地 流失师瞪大了双眼 一时之间竟无法接受这么大的惊喜 忍不住夸赞道 陆总 你真是我的善 有你这样的老板 简直是三生有幸 对于流失师的吹捧 陆木并不放在心上 空着也是空着 就当做员工福利了 不久后 李木子以及水木娱乐其余员工 纷纷抵达天字包厢 这也是水木娱乐第一次团建 李木子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还在上着班呢 就被老板一条电话通知叫了过来 本以为陆木是要给他们安排新的活 没想到是让他们放开了完 李木子活了这么久 从来没享受过这么待遇 再加上有流失师和杨幂两大美女在场 众人很快便相互熟悉 漂亮国 樱花国人火得房间 洛英敲门走了进来 手上端着一盆切好的果切 火得见到洛英那刻 眉头下意识皱起 你不在查尔斯身边陪着 来我这干嘛 在樱花国的旧观念里 樱花国女子一旦选择了自己的服侍的男子 便要安分守己 不要随意单独和其他男人见面 洛英有同样的观念 但始终心系复国之仇 再加上查尔斯并不像樱花国旧系俗观念中刻板 每时每刻并不会限制洛英出行 洛英将果切放在桌上 将自己这段时间打听到的情报道出 你可知陆牧创立了水木娱乐公司 听到陆牧的名字 火得面容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最近也在研究水木娱乐 既然创立了公司 不过我对娱乐圈不太懂 洛英轻笑一下 火得不懂 不代表他不懂 陆牧既然创立公司 肯定会有很多线下活动需要出面 只要我们能提前得知陆牧的行程安排 便能一举将他拿下 在提到陆牧两个字时 洛英满脸怨恨 要不是陆牧 他洛英也不会沦落到 去伺候查尔斯 他本该和他之前的丈夫相夫教子 共度一生 控制了下情绪 洛英脸上继续挂着一副娇媚的笑容 也正是这副神情 一度迷得查尔斯晕头转向 火得沉默了一下 默许了洛英的说辞 补充道 在计划没有完全周到前 切磨打草惊蛇 一切还是要从长计议 那是自然 龙国 水木娱乐公司 经过这段时间 各个报社对水木娱乐的报道 各大网友已经对 《步步惊心》这部剧 有了一定的熟悉感 第121章 血草已空 坐等不及 虽然具体不知道 剧中题材内容是什么类型 但丝毫不影响网友们的热情猜测 在《步步惊心》剪辑后期期间 陆牧将水木娱乐进行二次增援 这次增援 陆牧打算用掉自己全部的小金库 杨幂在得知这个消息时 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驱车赶往公司 一道急匆匆的身影 从门口走了进来 杨幂走到陆牧办公桌面前 双手撑着办公桌 语气有些交集 你要动用水木娱乐所有的现金流 陆牧摁了下呼叫铃 倒一杯常温柠檬水进来 不久后 李木子端着杯子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杨幂 将柠檬水放在杨幂面前 陆牧不喝柠檬水 好不容易等李木子出去了 憋了一路的杨幂再也憋不住 你这样很容易让水木娱乐破产的 有哪家公司 不给自己留可周转的现金 陆牧眉头微皱 要不是杨幂存心为他好 陆牧早就把智慧他的人哄了出去 察觉到陆牧脸色微变 杨幂瞬间缓和了态度 放柔了声音解释 我不是以下饭上的意思 我只是很担心 如果你遇到什么难题 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沟通商量 杨幂的意思和刘诗诗一样 如果水木娱乐遇到经济危机 杨幂愿意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 替陆牧减轻压力 听到这里 陆牧忍不住付额 前有刘诗诗想代资禁足 后有杨幂想要资助他 他陆牧看起来就这么穷吗 沉默了一会 陆牧无奈道 步步惊心已经剪辑完毕 这几天就可以和各大收市平台收款 等正式播出后 还会有很多广告商过来投资 担心杨幂没有安全感 陆牧多补充了一句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句话让杨幂陷入沉思 犹豫了许久 杨幂还是问出藏在心底的疑问 我不是不看好步步惊心这部剧 但同期上映的还有轻视皇妃 轻视皇妃这部剧 在开机的时候便得到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因为主演是由当下知名度非常高的林心如饰演 林心如虽不是内地人 但因为娇好的面容 在内地吸粉无数 步步惊心从选拒到杀青 从头到尾都没有经过宣传 关注量全来源于狗仔的日夜坚持偷射 再加上刘诗诗现在的知名度没有林心如高 两部剧碰撞在一起 哪怕步步惊心再好 也不可能吃到太多红利 杨幂这顿分析 是以演艺圈当下的现状分析出来 以往类似的案件不在少数 电影圈更是如此 观众的时间都有限 热情也有限 将时间分给了另一部剧 在你这部剧中投入的时间自然会减少 陆木对步步惊心如此自信 杨幂不知道是喜是忧 要是到时候步步惊心播出 后果和陆木的预期相差太远 水木娱乐流动的资金链断裂 那真就完完了 陆木沉吟道 轻视黄飞我知道 不过没啥影响 这件事你不用操心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可 陆木这句话 无疑是在点杨幂 杨幂的本职工作是接戏拍戏 给水木娱乐盈利报金币 而不应该在陆木面前指手画脚 话都说到这份上 杨幂不再多言 000 陆木接通电话 看向仍然站立在一旁的杨幂 随后将免T打开 电话那头 芒果干平台外交部部长李磊的声音传出 陆总 您的提议 我们已经内部开过会商讨过了 价格实在有些太高了 您看能不能再降点价 对于李磊的问题 陆木没有直接回应 反问道 轻视黄飞 这部剧 你们给了多少 话音落地 李磊显然愣了一下 话筒迟迟没有发出声音 按照市场规矩 再没签订合同前 不能将价格随意报出 但轻视黄飞 已经和他们签订了合同 价格自然可以公开 只不过 陆木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现在哪怕李磊不说 事后陆木也会知晓 倒不如现在卖陆木一个人情 思索了片刻 李磊直言道 轻视黄飞是我台首播 价格是三千万 首播的意思 便是在轻视黄飞播出期间 芒果干台单独播出 只有等芒果干台 将全部内容播放完毕 其余平台才可以购买版权陆续播放 首播的价格 相比多平台 播出价格会高一些 但价格最昂贵的是独播 便是该部剧的播放版权 已经被某个平台全部买断 无论是从播出开始还是后续 其余影视平台都不能够买版权 播放这部剧 轻视黄飞光是首播 便能收取三千万金额 再加上后续其余平台的金额 光是平台播放版权收益 就差不多能回本 更别提后续广告商赞助等等 听到轻视黄泉特调报价 杨幂闪过一抹羡慕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出演的电视剧 能报这么高的价格 在杨幂游神期间 陆木淡然道 你们想要独播版权 就必须是这个价格 想要降价 可以改成首播 见陆木不肯让步 李雷语气有些急躁 哪怕是首播 步步惊心 只能算二级剧 开口要价八千万 是不是太过了点 听到陆木的报价 杨幂瞳孔猛然一缩 我靠 陆木还真是敢报价啊 感情陆木 为啥把水木娱乐的资金持用光 原来是因为在陆木眼里 步步惊心值这个价格 简直是疯了 哪怕有无其龙正常 但女主角毕竟是二线小花流诗诗 影视平台都是根据演员的粉丝量 以及剧本内容 来评判这部剧播出后的播放量 陆木面容云淡风轻 丝毫不觉得自己刚才提出的说辞 有多过分 迟迟没有等到陆木回应 李雷脸色不禁有些难看 下意识看向一旁的财务总监 眼神在询问 这个报价是否可以 财务总监急忙摆了白手 随后伸出一个手掌 第122章 有劣迹的艺人 坚决不能要 李雷咬牙道 陆总 五千万行不行 能行马上签合同 听到李雷的报价 杨幂再次倒吸口气 五千万也是非常不错的价格 要是换作杨幂 肯定马上签了 现在水木娱乐资金这么紧张 这五千万无疑是救命稻草 嘟嘟 下一秒 李雷的电话被挂断 听着电话的盲音 李雷满眼不可置信 他们芒果干平台 凭借多年的运营 早已成为影视剧播放点击量中 三大剧头之一 哪怕是身份地位再高的导演 制片人和影视剧公司CEO 都会给他们三分薄面 陆木就这样 直接把电话挂断 别说是李雷了 就连杨幂都被陆木的操作给吓傻了 那可是芒果干台 陆木简直做了全世界影视公司总裁 一辈子不敢做的事情 陆木的胆子也太大了 惊讶过后 杨幂喃喃说道 我们水木娱乐 该不会被芒果干台封杀了吧 影视剧平台和影视剧公司 实则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平台靠好的剧本吸引浏览量和点击量 导演和演员则是靠平台播出 替他们增大知名度 懒受更多利益 陆木面色淡然 千里马不缺薄乐 芒果干台既然能第二次 给陆木拨通电话协商价格 足以说明步步惊心 这部剧备受好评 否则 芒果干台的人 早就被陆木所爆出的价格劝退 芒果干台现在压架的方式 无非是因为主演是二线女星流失师 除此之外 芒果干台挑不出任何毛病 如果芒果干台执意如此 那只能说明没眼光 刘失师现在是二线女演员 等到播出这部剧之后 那就未必了 利益都是留给有眼光的人准备的 看着陆木这幅不紧不慢的模样 杨幂内心焦急似火 却又不敢再多言 陆木瞥了杨幂一眼 你的片子准备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 除了给刘失师准备了步步惊心外 陆木还给杨幂找了《公所心域》的剧本 陆木研究过 现阶段最容易出片的影视剧 便是古装剧 但正因为繁琐才能将女演员和日常不同的气质彰显出来 反差气质非常稀情 再加上古装扮相有很大可能 几乎可以将一个人的外在进行从头到尾的改变 看点非常多 当然前提是有好的剧本 否则再好看的步景和女演员都是白搭 杨幂会报道 男演员还没决定 还有女配角 其他方面倒是都准备的差不多 陆木皱眉 什么情况 杨幂明嘴 思索了片刻还是将自己所知道出 之前定好的男主演有传闻摄黄 李慧珠导演在纠结 摄黄 陆木听完后眉头一皱 有劣迹的艺人 哪怕是还没被媒体曝光 也坚决不能使用 演员是公众人物 黄赌督一律不能碰 陆木还等着 《公所心欲》这部剧播出爆火 坐等后续更多盈利 要是因为哪个演员设施被强行下架 那可就亏大了 陆木突然问道 合同签了吗 杨幂点头 他在剧组里自然有第一首八卦消息 李慧珠导演现在也正为这个事发愁呢 本来男演员都定好了 正准备开拍 女配角哪怕现在没找到 可以稍缓一些 将女配角的戏份统一到最末尾 等面上演员了 再一起拍摄 没想到男主演却出事了 要是继续使用男主演 后续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要是没被媒体爆出来那还好 可要是爆出来 《公所心欲》一定会被下架导演接戏拍摄出新 一是为了赚钱 二就是为了靠拍摄过的电视剧或者电影获得提名 名气越大的导演 收费标准自然越高 所接触到的交际圈自然也不同 不想当将军的导演不是好导演 但是现在 要是解约算是李慧珠的过错 要赔偿男主演的违约金 还没开拍便遇到这种事 李慧珠只能按骂晦气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陆木直接给李慧珠甩了一条电话 李慧珠这边正愁得不行 接通电话的时候 心情明显不太好 违约金多少 陆木开门见山道 李慧珠瞬间明白 陆木来找他是何事 三百万 原本这违约金只是十分之一 但奈何这个男主演 本亦不想出演《公所心欲》 当其非常紧张 便看在导演是李慧珠的份上 答应出演《公所心欲》这个剧本 但违约金提到总片酬的五分之一 李慧珠当然没意见 为了彰显自己的诚意 当场便签了合同 现在一想到这件事 李慧珠毁的肠子都轻了 陆木眉头微皱 三百万在他这里 虽然不算多 但对于违约金来说 确实比市场价要高 这其中过多的缘由 陆木懒得过问 总之 不能让任何一颗 老鼠撕毁了他的剧本 给他画公司账目 沉浸在《悲伤》中的李慧珠 听到后久久没有反应过来 等到反应过来之后 仿佛如雷贯耳 什么 自古以来 和演员签订合同 都是导演的事 出了问题 自然是导演全程负责 陆木在其中的功能便是 在一开始 和导演谈好全部的价格 让导演将这部剧拍出来 中间的是 陆木全程不插手 在找到李慧珠之前 陆木便和李慧珠签订了合同 金额是五千万 违约金这三百万 陆木完全没有必要替李慧珠出 李慧珠有些迟疑道 这笔账款 不需要我后续偿还吗 如果是陆木借给他的 那大可不要 陆木与其平静 以后还要和李岛合作 这笔钱就当作是 我们合作的诚意 有劣迹的演员 坚决不能要 心中纠结之事已解 李慧珠感觉轻松不已 与此同时 内心对于陆木的看法 也在悄然改变 李慧珠和很多影视公司 都合作过 还是头一次遇见陆木这种老板 别的老板 在签完合同 知晓艺人有劣迹后 大多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一或者后期帮忙一起演示 第123章 八千万 到手 在大部分人眼中 一部剧的利用价值势头 最旺盛的便是前妻三个月 只要能保住这个艺人 在前三个月后 事迹不被败露即可 但陆木 却不愿意冒任何一份的风险 其实陆木倒也没有 李慧珠心中 想得那么小心谨慎 只不过陆木知道 步步惊心的收益期 不仅仅是前三个月 才会这样做 陆木敢想继续和李慧珠 寒暄几句 电话又弹出新的电话 李岛先不跟你说 有人打电话进来 李慧珠急忙说道 好嘞 不打扰陆总 接通了第二条电话 是腾讯台外交部部长 张春荣打过来的电话 哈喽陆总 我们已经看完水木娱乐 发送过来的步步惊心 手机 现在过来和您谈一下价格 您现在有时间吗 水木娱乐在步步惊心 剪辑结束后 便向各大影视剧平台 投递了第一集 感兴趣的平台会主动联系 不感兴趣的平台 等到水木娱乐联系后 也会有对这部片有印象 除了水木娱乐 其余影视剧公司同样如此 这种做法 几乎在行业中 是默认规则的存在 对于腾讯台打给他 陆木并不意外 现在影视剧平台最火的 便是腾讯台 芒果干台 以及B站 能做到行业龙头前三 必定有超越寻常人的 洞察力和审美 陆木看了眼手表 有些歉意道 我三分钟后 还有一个会 可能时间不太够 这倒不是陆木撒谎 水木娱乐刚创立 还有很多事要做 陆木的时间形成 确实安排紧 张春荣手持着手机 此时手机呈免提状态 除了张春荣外 腾讯台的财务总监 同样坐在一旁 他们在打折通电话前 便了解到 和他们多年的竞争对手 芒果干台 也在打着布局的主意 并且是要 步步精心地独播拳 要是让芒果干台计划成功 那他们腾讯台 可就连肉汤都喝不到了 得知陆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财务总监 示意张春荣继续说下去 如果双方合作诚意足够 三分钟足够了 张春荣不禁加快了语速 但由于是播音主持专业 哪怕语速再快 陆木也能将每个字 听得一清二楚 那便冒昧占用 陆总这三分钟的时间了 不知道陆总对 步步精心 这部剧的定价是多少 你们是要哪种播放方式 读播 对于腾讯台的回答 陆木淡然一笑 八千万 和芒果干台的报价一样 两大影视剧平台 都过来联系他 并且都是希望读播 光是这点 就能说明步步精心 这部剧被他们强烈认可 陆木完全可以坐地起价 但陆木没有 这是陆木首次 和各大影视剧平台合作 如果能成功合作 后期还会频繁碰面 陆木只是有个性 不是没脑子 眼里的利益固然诱人 但长远的发展 才是生存之道 听到陆木的报价 张春荣呼吸一致 虽然步步精心 这部剧 他们猜测很有可能会报 但陆木这报价 确实超乎了他的预料 张春荣在拨通这则电话前 和财务总监 预计是五千万 顶多五千五百万的价格 陆木看着手表上滑动的指针 时间还剩一分钟 而另一边 腾讯台的工作人员 也在同步计算着时间 张春荣下意识问道 不能再优惠点了吗 我们以后 还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相比于芒果干台的李磊 张春荣的情商高了许多 说出的话 既不会让人觉得尴尬 但也实打实提醒了陆木 这个价格腾讯台 有可能接受不了 陆木沉吟道 不久前 芒果干台的人也是这样说的 但这价格是全国统一的 如果你们不能接受 那只能说明 我们这次没有合作的缘分 话已至此 张春荣看向财务总监 腾讯台拨款的预算 都是由财务总监说了算 只要财务总监觉得行 那便行 财务总监看着 计时器中的倒计时 还有半分钟 脑海中闪过无数种后果 额头因为思考过度 此时已经不满一层薄汗 在最后三秒钟的时候 财务总监一咬牙 夺过张春荣手中的手机 八千万可以 助我们合作愉快 话音落地 一旁的张春荣 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他进入腾讯台工作 有十年之久 超过七千万的电视剧数量 寥寥无几 这部由二线女演员出演的 步步惊心 居然花费了八千万 张春荣可从来没见过 财务总监这么大方 报完假那刻 财务总监的心 同样在低血 每个月 公司给他管理的金额都有限 步步惊心 这部剧用超了预算 他要么找老总批新的预算 要么从其他电视剧里刻扣 这两件事 都异常难办 和要了他的老命 有什么区别 不过幸运的是 他拿下了步步惊心 与此同时 在听到财务总监的应允之后 陆木嘴角一勾 八千万 到手 具体的事宜 你们可以联系我的助理李木子 给腾讯台留了李木子的联系方式后 陆木前往会议室进行开会 第二天 公所新玉正式开机 所有演员到场 杨幂在得知李慧珠这么快 找到新男主角的时候 非常惊讶 难道是 李岛早有人选 不应该啊 要是李岛早已心有所属 之前也没必要这么快 就定下前男主角 今天没有先拍戏份 而是召集 大家一起集合拍摄开机照片 说明这新的男主演和女配 都已经找到 任期 当然就可以拍摄开机照 在见到新的男主角时 杨幂眨了眨眼 比起前任男主演 眼前这位名气 显然没有别人高 八卦心熊熊燃烧 在剪彩前 杨幂凑到冯绍峰面前 你是李岛联系来的吗 冯绍峰顺着声音 看向身旁这个面容俊俏的杨幂 心跳突然错漏一拍 都说杨幂有内与美人之称 耐抗 游完神后冯绍峰礼貌道 是陆总叫我过来的 杨幂一愣 陆木 冯绍峰点点头 第124章 公所心欲开机 之前公所心欲选角的时候 冯绍峰在得知这则消息后 托人找关系来面试过 不过当时面试的男配角的戏份 那时陆木并不在场 就连冯绍峰自己都不知道 为何会突然收到陆木的邀请 并且还是担任 公所心欲男主演 收到这则消息后 冯绍峰的心情 比中了几百万彩票还高兴 这个剧本 是冯绍峰一直很看好的剧本 面试落网他只觉得惋惜 当即连价格都没问 便和陆木定了下来 至于陆木为何选冯绍峰 出演公所心欲男主角 这并不重要 要不是 看在李慧珠奇的焦头烂耳的份上 冯绍峰并不想插手选人之事 冯绍峰虽然适合这部剧 但陆木并非冯绍峰不可 再加上冯绍峰也不是水木娱乐公司 陆木对冯绍峰便更加不上心 在陆木眼里 其实换了谁出演这个男主角 都会火 好的是剧本 有实力的演员并不缺 对于陆木的安排 李慧珠自然没有意见 李慧珠昨天可是当受了陆木 三百万额外小费 陆木想塞几个人进来 就塞几个人进来 从一开始 李慧珠便认准 这突如其来被介绍的冯绍峰是关系户 没办法 谁让他亲自找的男主角扑街了 关系户就关系户吧 大不了多拍几条 或者利用布景 特殊道具 替身等等 将人物形象塑造的更立体 虽是下下策 但也是一个计策 一直在和杨幂洽谈的冯绍峰 突然鼻子一仰 打了个喷嚏 杨幂姗姗一笑 天冷 冯兄多穿衣 未来这段时间 杨幂和冯绍峰都会抬头不见低头见 关系自然要相处得好一些 和冯绍峰聊完之后 杨幂眼神一亮 门外走进一位头身比例很好的 有着抑郁风情的女人 光是一出场 就让杨幂这种大美女失去了表情管理 冯绍峰倒是看了一眼后 收回了目光 这种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对于冯绍峰来说 吸引力没这么大 杨幂迎笑上前 站在抑郁风情女子面前 像极了社交圈中的彪悍社交花 你就是鸦鸦吧 久仰久仰 佟丽娅微微点头 朝着杨幂偷取打亮的目光 同是女人 鸦鸦自然知道 杨幂的底子有多好 轻薄的妆容下 是立体精致的五官 和嫩到能掐出水的皮肤 同样被杨幂的颜值所惊艳 鸦鸦和杨幂两人惺惺相惜 相见恨晚 当即便聊了起来 一旁的冯绍峰在一旁不禁感慨 都说三个女人一条街 他看两个女人也足够 想必杨幂的热情开放 冯绍峰更喜欢性格内敛一些的女子 不过 杨幂才不管她喜不喜欢 要是放在以前 杨幂可能还会在意其他男性的想法 在陆木的开导下 杨幂便只做自己的女王 除了自己的老板和粉丝的建议 能影响自己 其他的杨幂根本无所谓 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 你不可能做得到每个人都满意 你不是神 而是人 与其委屈自己 倒不如放过自己 想通了这个境界后 杨幂如获新生 在娱乐圈更是放飞自我 娱乐圈鲜少有这么真性情的性格 杨幂的表现 反而吸引更多内娱的人 和她一起交朋友 和杨幂接触一段时间后 鸦鸦逐渐放得开 杨幂借机询问 鸦鸦为何今天才来剧组报道 鸦鸦娇羞一笑 施鲁法师 啊不对 施鲁总给我发了消息 问我有没有空 我最近没什么新生安排便来了 除了鼎流和一线明星 其他明星大底上 都能空出时间来接戏 听到佟丽娅的回答 杨幂再次倒吸口气 感情李慧珠突然宣布正式开机 是因为陆木帮她 把男主和女配都找齐了 你没面试吗 不知为何 杨幂内心泛起一股酸意 鸦鸦这种身材和颜值气质 连她都喜欢 更别提男人了 难道陆木 鸦鸦摇了摇头 我也很惊讶 之前都没接触过陆总 没想到她居然是这样的人 没接触过陆木 这是佟丽娅和陆木第一次联系 想到这里 杨幂内心长舒口气 比起陆木突然点兵空降剧组 杨幂更难接受 陆木和佟丽娅有坐实之事 尽管杨幂现在还有没有资格 站在陆木身边 但不代表着日后不可以 只要自己足够优秀 杨幂相信陆木总会看见 闪闪发光的她 公所欣欲 这次和步步惊心不同 在拍摄开机照时 在得到陆木的许可下 李慧珠邀请了几个报社的 媒体记者一起参加 原本李慧珠打算邀请数十个报社 但陆木让她取其精华 最终筛选出新华报社 阿里报社等五个报社 聊胜于无 与此同时 没受邀的报社已经急得焦头烂耳 前段时间 步步惊心的热度没蹭上 没想到水木娱乐这第二部戏的开机热度 也没蹭上 衡量片刻后 没被邀请的报社 纷纷派人顺着风声涌到 宫锁新域开机现场 在附近的门口蹲守 大门他们没有邀请函 是进不去了 但不代表着不能在附近转悠 其中 帝都晚报的媒体 在附近逛了一圈后 目光锁定在最高那棵树上 一咬牙 一跺脚 开爬 为了能拍到好的素材 不就是爬棵树吗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已经比只知道在地上蹲守的媒体 领先一大步 宫锁新域开机后 相关文章鱼龙而出 前有 步步惊心 从开拍到结束毫无宣传 这个在网友心中的疑惑还没解开 后就有水木娱乐在筹备宫锁新域 陆法师到底在干嘛呀 第一次拍戏 就选古装剧这种难度系数大的剧本 为啥不从现代剧开始做起 什么 一次拍两部古装剧 这是不是代表着 步步惊心 要是扑街 宫锁新域也差不多 水木娱乐出品怎么感觉质量有些堪忧 只有我一个人在异地督晚报的记者的拍摄角度吗 第125章 两大古装剧上位台 对哦 这个拍摄角度怎么是从头顶往下拍的 我记得这块地方附近没有这么高的建筑物啊 这地方刚刚还经过 除了有树外确实没有其他建筑物 什么 居然是爬上树拍的吗 老铁门惊呆了 我靠 那明星以后就没隐私性了呀 比起关注宫锁新域这部剧 更多网友都被帝都晚报这个记者的刁钻拍摄角度所吸引 无数网友在这条蜡评下艾特自己的亲朋好友过来观看 分析 在网友的一顿扒皮下 甚至有部分距离近的网友亲自来到现场勘测 最终证实帝都晚报的文章图片拍摄角度来源于树上 这件事放在整个狗仔圈来说 都是相当炸裂的 几乎是刷新了所有狗仔的认知 以前的狗仔的潜意识 存在的认知都是在平地或者受邀进去拍摄 没想到还能这样 帝都晚报瞬间成为风口浪尖 有些网友斥责报社给狗仔们压力太大 既让狗仔不惜有安全隐患为前提进行工作 也有网友认为 这是狗仔敬业的表现 还有一部分则是为这种现象隐隐担忧 解锁了更多拍摄手段 无疑是能曝光更多的可能性 一时之间 几拨网友在网上互思 帝都晚报的文章因此热度不断 而那些受邀参加开机模式的媒体报社们都傻眼了 他们这刚参加完开机仪式 没想到和公所新域开机的相关文章已经被发布出来 并且抢占了第一波热度红利 最重要的是 抢占这第一波红利的报社 并不是在他们这些受邀参加公所新域开机仪式的媒体中 这让他们的心情宛如坐过山车般 忽上忽下 还沉浸在被邀请的喜悦当中 下一秒就回归了现实 哪怕他们现在火急火燎 将正面拍摄的内容发出 是会有一定的热度 但不会太高 对于这件事 受邀的媒体只能是吃了个哑巴亏 又不是水木娱乐受益帝都晚报这样做 做媒体 热度永远是留给用于创新的人 哪怕是拍摄角度创新 也能收获热度 这次是他们失策了 在网上争吵了半天 有网友细心发现 这件事归根结底 是因为公所新域这部剧 正因为当下众人对于公所新域这部剧如此好奇 以至于帝都报社媒体能铤而走险 公所新域这部剧 直接开创了狗仔拍摄的其他可能性 对于网友的舆论 陆木大致看了几眼 便不再多看着年头开公司 有点舆论是正常的 尤其是像陆木这种创新型娱乐公司 只要没有影响到陆木的利益 舆论可理可不理 其他娱乐公司都是以培养艺人 让艺人给公司赚金币 最后将收成和艺人几几分 陆木考察过 这种公司盈利太慢 且前期投资太大 后续公司艺人繁多 需要处理的琐事便会更多 和艺人沟通不到位 极有可能造成艺人和公司解约 流失的现象 其他公司要是被艺人解约 多少会想方法血藏艺人 或者是给他使绊子 只有软硬兼施的手段 才会让艺人不萌生解约的想法 哪怕萌生 也是想解约而不敢解约 继续沦为公司的赚钱机器 陆木创建水木娱乐的初心 便是打破这种质骨 他陆木 要做便做最好的 你说 要是以后杨幂或者刘诗诗 和水木娱乐解约 陆木也不忍心封杀 倒不如直接将双方共同利益拉满 你给员工一万的工资 他便会为你做八千的工作 你要是给到员工五万的工资 他自然会做四万的工作 想让公司员工共携一心 靠的是利益往来 而不是所谓的手段 在陆木看来 那些控制艺人续约的手段 不过是资本家为了赚钱丢失的良心罢了 双方要真能盈利 艺人还会成天想着和公司解约吗 有艺心的人 陆木不会要 但一心想要和公司共进退的艺人 陆木可以亲自栽培 选择 远比努力重要 水木娱乐除了会培养艺人外 还打破了寻常的运营规则 便是买断版权 其他娱乐公司 都是等着导演上门寻找合适的艺人 公司在权衡利弊下 让艺人去接戏 陆木直接跳过这个阶段 在看见友好的剧本时 陆木直接充当导演的角色 联系该剧本原创的工作室 将其买下 再联系合适的导演 出钱让导演将这个剧本的内容 以拍摄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合作的之前 陆木便会提出自己的要求 例如 让水木娱乐中的某个艺人 出演某个角色 这个艺人在整部剧中的片酬 又值多少 聊成之后 该艺人的片酬 便会直接从陆木要支付的总价中扣除 将剩余部分打到导演账户 导演在根据所得片酬 抽出部分用于邀请合适的演员 后续的事情 陆木便不再理会 当然也有部分导演认为 他们拍戏 本就是为了长久的利益 像陆木这种一次性支付买断的版权 导演便只能收取这一次用金 后续该剧本所产生的利益 全和他们无关 将会悉数落入水木娱乐公司当中 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合适 换作平常的剧本 导演肯定是不愿意 以这种方式和陆木合作 换成个傻子都知道 后续持续的利益 才是长久的赚钱之道 但奈何陆木这两部剧的剧本 都相当优秀 是李慧珠和李国立 看了都心仰难耐的存在 要不是陆木早已将剧本拍摄 版权买断 李慧珠和李国立肯定会毫不犹豫 将版权买下就这一步之遥 主动权便捏在了陆木手上 他们只好等自己 寻找下一个合适的剧本 抢在他人面前率先签下版权 在《公所新域》拍摄过程中 《步步惊心》终于定当 消息一出来 芒果干平台都傻眼了 他们还打算继续和陆木商讨价格 怎么一转眼 这部剧就被拿下了 还是独播 这岂不是意味着 芒果干平台后续将不能再播出 《步步惊心》这部剧 王德发 芒果干台李磊 急忙派人去打听腾讯台收购价格 第126章 陆木受邀参加中餐厅 要是让他知道 陆木给出的价格不一致 李磊势必要记陆木一笔 8000万 那可是8000万 腾讯台怎么可能会出这个价格 与此同时 网友们在看见推送的文章后 都下意识找开播时间 但具体时间腾讯台也没有明确 只是发文告诉大众 《步步惊心》 这部剧将会在腾讯台读播 并且离开播时间不会太久 在网友看来 腾讯台这波操作 无疑是向他们炫耀 自己签了不好剧本 要是换作寻常剧本 肯定是走正常流程 等到确认开播时间 再发文推送 哪里像现在这种情况 前脚刚和水木娱乐签约 后脚就忍不住发文推送 这不是赤裸裸的炫耀是什么 不久后 芒果干台的人 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 急忙赶了回来 脸色十分复杂 李磊开门见山 急不可耐地问道 芒果干台的价格是多少 八千万 听到这个回答 李磊瞳孔猛然一说 是他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哪怕步步惊心 这部剧他们测评结果再好 也不值得八千万啊 快速思索了片刻 李磊突然问道 轻视黄飞要的价格 给他 轻视黄飞在剪辑结束后 便开价要一个亿的独播价 芒果干台本来计划的是 用八千万签下 轻视黄飞独播权 和用五千万签下步步惊心独播权 这两部剧 是当下唯一有品质保障的古装戏 现在腾讯台已经拿下步步惊心 那他们芒果干台 只能用轻视黄飞上位台 否则 等腾讯台再次掌获 轻视黄飞这部剧 那在这段期间内 芒果干台将没有任何一部 能拿得出手的古装剧 既然已经不用签约步步惊心 芒果干台就有更多的资金 去签约轻视黄飞 芒果干台的财务总监 在得知李磊的打算后 皱了下眉头 我们资金虽然充足 但你要考虑 投这一个意下去 是否值得 在做事稳妥谨慎的财务总监眼里 如果买《轻视黄飞》 这部剧确实划不来 这段时间 芒果干台哪怕没有同等质量的古装剧抗衡 可以试着从其他题材的电视剧与之平衡 哪怕平衡不了 这段时间的热度输给腾讯台 也无妨商场如战场 有输有赢 只有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芒果干台还是业界前三 这就足以 市场的蛋糕只有一块 你不可能每次都能自己独享 财务总监的心态 比起李磊倒是豁达许多 只不过最终决定权 还是在李磊手中 李磊是负责芒果干台影视剧的签约决定人 对于财务总监的劝谏 李磊沉思了片刻 还是决定坚持自我 李磊有好胜之心 容不得同为业界前三 腾讯台之手遮天 再说了 李磊是打从心底认为 《轻视黄飞》这部是个暴剧 里面的女主角 早在之前的《还珠格格》里便宏极一时 光是靠林心如的粉丝量支撑 这部剧便已经回本了五分之一 《轻视黄飞》的导演林峰 在接到芒果干台的电话时 很爽快地便和对方签订合同 在各大冲浪软件 还对步步惊心定当腾讯台一事 有着居高不下的热度时 《轻视黄飞》在芒果干台定当的文章 也席卷而来 和腾讯台不同 芒果干台直接定下了《轻视黄飞》这部剧的播放时间 空降 今晚八点开播 首日连更六集 后每周四到周日更新两集 发布的日期刚好是周四 这也就意味着 《轻视黄飞》这部剧在未来四天都保持更新状态 并且更新集数加起来总计十二集 这是要将这四天的弘历全部收入囊中的表现 《轻视黄飞》来得如此凶猛 主演林心如的粉丝狂喜不已 纷纷在宣传《轻视黄飞》的官博下评论 我还以为要等到国庆才开播 没想到居然空降了 给我《轻视黄飞》排面 《空降牛X》 感谢金主爸爸芒果干台给的排面 心如解杀疯了 超爱看她演的戏 每一部都意犹未尽 支持支持 必须强烈支持 终于等到我看的小说拍成电视剧 林峰你是好样的 除了林心如和男主角霍建华 以及原著的剧粉外 还有不少看热闹的网友蜡评 步步惊心 《轻视黄飞》都是独播 并且还在不同的平台 这是要打对垒吗 步步惊心 还没定开播时间吧 不过这 《轻视黄飞》一出 腾讯台要是个聪明人 就延迟开播了 精彩啊 两大影视剧平台 一人手握一部古装剧 但是看起来 步步惊心 阵容好像弱了点 腾讯台怎么也没想到 芒果干台会这么快定当 《轻视黄飞》吧 好不容易吸引来的热度 结果全被 《轻视黄飞》抢占 当作他人嫁衣 腾讯台现在 想必已经欲哭无泪了吧 我是钟立 两部剧我都会看 在芒果干台官宣第一瞬间 常年关注着 自己老对手的腾讯台 自然立即知晓 腾讯台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就步步惊心 这部剧到底何时开播进行商讨 与此同时 陆牧也接到了方培的电话 方培是中餐厅的节目导演 今天打这通电话 是为了请陆牧参与节目 陆牧现阶段手头上的事情 已经安排得差不多 余下的事情 可以交给李木子特助去处理 参加音乐类综艺是陆牧近期的打算 但是这中餐厅来找他干嘛 他陆法师一向以唱歌出名 尤其是在做法师的时候 更是让人大为唱款 方培自然知晓陆牧的初衷 所以他特意将中餐厅这档节目 进行了改革 这是一档边唱边营业的节目 营业的金额 全靠唱歌赚取的金额为主 听到方培这天马行空的想法 陆牧没有第一时间拒绝 见状 方培趁热打铁道 陆法师 你现在要是上专门唱歌的综艺 那不用多言 您肯定是观众心中独属的冠军 但这是您真正所需要的吗 第127章 中餐厅改为阴宗了 在中餐厅 完全是凭借您的真正实力 一盏歌喉 方培的话让陆牧心动了一下 陆牧有些为难道 这唱歌可以 但下厨我是真不会 感觉到请人有戏 方培急忙解释道 不用您亲自下厨 我们都有专门下厨的人 您只需要在节目中一盏歌喉即可 不用下厨 那感情好 虽知陆牧是凭借着自己的名气 想让中餐厅这档综艺节目锦上添花 但陆牧并不在意 因为有些事情确实需要陆牧去做了 就在前不久 陆牧得知了余下的樱花国余孽 逃到了漂亮国 并且漂亮国还悉数收纳 这完全是跟他陆牧对着干 悄声悄息又如何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是时候给漂亮国一点颜色瞧瞧 一次两次 众人只当是他陆牧运气好 亦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 只有用强硬的手段 刚正肃清这些乌合之众才能还这世界一个太平 让全世界彻底知道他陆牧的实力 实力旗鼓相当的时候 你身旁的人只会想方设法害你 嫉妒你 但当你的实力非凡 他们便只能忘其向背 甚至是恐惧 陆牧要的便是这种效果 否则时不时又来一只苍蝇 毫无作用就罢了 只会惹他烦 邀请到陆牧参加后 方培很快便定当了中餐厅的开拍时间 便是明天 陆牧手机当下收到相关的机票信息 第二天 陆牧交代李牧子后续事情后 乘坐飞机从帝都飞往澳国 中餐厅前几期都是在国内拍摄 这次能请到陆牧 又为了能更好彰显出陆牧的唱功 方培导演直接下了血本 全员出国拍摄 一路乘车抵达中餐厅拍摄地点 是一间由玻璃墙建筑而成的房子 从四面八方都能看见里面的构造 除了是玻璃房外 内部还装了几个大音响 有一处地方特意画出 用作于演奏台演奏台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乐器 要不是最里面还有着厨具 同样齐全的厨房 乍一看还以为这是个音乐类节目 这次中餐厅请的常驻嘉宾 是黄晓明 赵薇 林大厨 徐光汉 程晓 另外 每两都会有新的飞行嘉宾来帮忙 当日众人便一致举荐陆牧当店长 陆牧双手一摊 表示自己并没有当店长惊艳 陆牧只是打算来唱歌 你们还想让他加班 这绝对不可能 听到赵晓明的安排 正在录制的导演拼命识眼色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可别霍霍了 陆法师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 等会让你给搞走了 有导演暗示 其余人自然不会再主动拉陆牧 和他们一起做其他事 首天录制完碰面后 第二天便正式营业 方培在这时找到陆牧 表示自己这一时半会 还找不到伴奏团队 询问陆牧 明天可不可以先用伴奏演唱 陆牧摇了摇头 这里是在澳国 一时之间 找不起这么多人是正常的 如果从国内特意请一支乐队过来伴奏 开销确实很大 就在方培为难之时 陆牧继续说道 明天我清唱 方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陆牧之前参加的殷宗 他当然有看过 但那会的观众都是国人 审美也是国人审美 可现在陆牧身处澳国 并且这次拍摄全程没有剧本 陆牧光靠清唱 澳人要是不赏脸 可能会影响到外人对陆牧的评价 这可不是方培想看见的 既然要做 肯定要做到最好 陆牧文言却摆了摆手 示意方培不要过于紧张 一日 中午 在方培铺天盖日在周围宣传下 位于中餐厅附近的居民 已经得知 这里中午要举办一场独奏会 澳人的文艺细胞非常浓郁 还没到中午 便聚集了不少附近居民 刚开始 这些澳人看见角落处 摆放整齐齐全的乐器时 便对接下来的演奏会充满了期待 正点 陆牧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 静止来到演奏台前 随后朝着大家微微鞠躬 观众看见 只有陆牧一人 下意识扭头看向休息室 但左等右等 也没见到第二个人出来 直到方培寝的主持人 开始讲解观看规则 观众才知道 这次演奏 只有陆牧一人出演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人数 在陆牧出现那刻 瞬间涌入了上千万人 没错 这次中餐厅在陆牧直播时 特意采取现场直播模式 为的就是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 直播间的弹幕 直接炸了 陆法师怎么跑到奥国去了 我去 这不是中餐厅吗 怎么陆法师也在 你们都没看中餐厅的观伯吗 里面有预告陆牧也在啊 啊 我家陆法师 又要开始唱歌了吗 好激动 坐等神曲 这次陆法师要唱什么曲子 陆法师唱歌全靠心情 这次会不会是原创歌曲 有可能 支持陆法师 陆法师威武 按照规则 现场听完演出后 由观众自行投出手中的小红花 每人一票 当陆牧获得的总数超过现场观众的70% 即可获得资金 随着陆牧获得的票数越多 相对应的资金便越多 阶级一共分为70% 80% 90% 95% 以及100% 原本方培并不想设立100%票数的选项 因为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 无论是在哪个节目 永远不可能存在满票 是陆牧得之后 向方培提出这个要求 观众瞬间议论纷纷 有些甚至直接当场黑了脸 你们熊猫国就是这样对待宾客的 这就是你们宣传的演唱会 请问乐队在哪里 一个人能开演唱会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家中还有事 这演唱会不听也罢 算了 还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吧 要是不好听再走便是 傲人用着英文交流 除了主持人 导演以及陆牧外 其余工作人员只能听懂一小部分 不过哪怕听不懂 从他们的神情也能猜测出大概剧情 这些工作人员没和陆牧接触过 自然同样保持着担忧 第128章 直播间瘫痪 这新中餐TV的首播 该不会要被陆牧搞砸了吧 主持人面对这种情况 临危不惧 用专业的素养 安抚好观众们的情绪后 将节奏带入正规 接下来 有请陆牧为我们演奏一首 《逆臣贼子》 主持人先是用中文说了一遍 目的是为了直播间的观众 能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规则 说完中文后 又用英文翻译了一遍 傲人们听到如此充满力气的歌名时 眉头瞬间紧皱 其中 一名傲人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脸色突然大变 一开始 直见到陆牧的时候 他只被陆牧身上的儒雅气质所吸引 但直到主持人爆出歌名 傲人的记忆点 瞬间被触发 这歌名 和之前把樱花国 唱到地震灭国是同类型歌名 傲人急忙拿出手机 查找陆牧的信息 进行核对 我去 见鬼 我居然没认出陆法师 其余傲人被声音所吸引 纷纷扭头 看向那个在人群中 保持不住自己的情绪 当场站了起来 他就是那个 能把樱花国唱当灭国的陆牧 陆法师啊 陆牧本来刚准备开唱 见到这幕 暂时停下自己的动作 主持人见状 笑着安抚傲人入座 今天大家是来听歌的 以听到的感受为主 本以为主持人的好言相劝 会让那名激动的傲人平静下来 没想到 那名傲人对主持人的话示弱无睹 目光直视陆牧 坚持追问道 既然这首歌的名字叫 乱臣贼子 斗胆冒犯一下 请问这首歌 陆法师是写给谁的吗 与此同时 直播间也炸了 没想到陆法师的名号 在傲国也是想当当啊 不愧是我粉的男人 说出来真有面 看那些傲人吃惊的模样 原谅他们吧 毕竟没见过世面 谁人能不羡慕 我国有个陆法师呢 陆牧微微一笑 其实 哪怕不用陆牧说 事后也会众人皆知 不过 势力极好的陆法师 看见弹幕如此热闹 看见国人同样如此好奇的情况下 陆牧缓缓开口 自然是替我们安顿好 樱花国人的漂亮国了 陆牧用最平淡的语气 说着一件仿佛很小的事情 与此同时 一直在密切关注陆牧动向的 漂亮国查尔斯和樱花国人火得 只一瞬间头皮发麻 查尔斯因为陆牧这句话 当即召开紧急会议 这恐怕是漂亮国召开过最紧急 且会议时长最短的会议 还没等陆牧这句话说完超过一分钟 漂亮国便发布了一则国际文章 并且直接艾特了陆牧 陆法师漂亮国总领发文艾特你了 我擦陆法师牛逼 羡慕这两个字 我累了 查尔斯是一直在关注陆牧吗 怎么前脚陆牧刚说要献歌给陆牧 下一秒就急着发公关文 他们漂亮国不是一向看不起我们熊猫国吗 那就让他们尝尝陆法师的厉害 弹幕风向一致改口 哪怕陆牧是时不时撇弹幕一眼 都能看见查尔斯艾特他这件事 除了陆牧以外 时刻关注直播间的导演方培 自然同样发现这件事 第一时间确认查尔斯发文内容后 方培脸上皆是掩盖不住的喜悦 请陆牧真是请对了 有了这茶子是 中餐厅的热度肯定杠杠的 在导演的安排下 主持人将查尔斯的发文当众念了出来 志陆牧先生 我国因昔日欠下樱花国人情 这才将其收留 但除此之外别无任何帮助 以及萌生对熊猫国有害的想法 我国真心与陆先生交好 原本中餐厅的节目直播 只有熊猫国人观看 但经过漂亮国查尔斯 这一番国际发言 瞬间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能让查尔斯发表这类文章 这中间一定存在什么事情 各国网友顺藤摸瓜 最终找到了中餐厅直播间 第一个人找到后 急忙分享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一传十 十传百 直播间游之前的千万人 瞬间挤进了上亿人 直播软件平台 急忙召开紧急会议 开始各式各样的补丁 力图将直播间的网络维持稳定 在线观看人数破译后 后面想挤进直播间的人 除了显示网络拥挤外 再无其他 管理直播平台的程序员 此时也傻眼了 这是什么直播啊 居然直接把他们的程序软件给干爆了 他们直播间的人数设立上限 就是一亿人 拜托 那可是一亿人 方培见状 当即多开设了几个直播账号 同时直播用于分散人流 此时几个直播间加起来的人数 几乎有三亿之多 这是何等的号召力 方培见到这些流量 脸上的笑意就没停下来过 越多人越好 以前方培总想着把中餐厅的名气 打到国外去 没想到这季刚开播 就直接完成了他之前定下的计划 这可是方培努力了整整三年 都没有完成的事 结果陆牧一来 就达到了他早几年都抵达不到的成就 主持人念完查尔斯的文章后 转头看向一旁的陆牧 他只是负责传信 最终话语权在陆牧身上 陆牧淡漠一笑 二话不说 直接开口唱歌 现在才想着弥补 晚了 漂亮国既然敢做出这种事 就要受到相对应的代价 陆牧缓缓开口 在这和平盛世 众人安居乐业 世间原本鸟语花香 陆牧刚开口第一句 现场的观众便下意识瞪大了双眼 这是什么情况 陆牧明明没有使用任何伴奏的乐器 甚至连伴奏都没放 但是陆牧的歌声仿佛自带音响一般 让人如临演唱会现场 要不是此刻傲人们在现场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世间居然会有如此绝妙的嗓音 光是第一句 便将他们深深吸引 当然 同在各个直播间的观众也是如此 弹幕量瞬间少了一大半 每个网友都在沉浸时听歌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享受 第129章 纽约和哥伦世事 在千人乐万人喜的时候 漂亮国的国人 就没这么好的心情了 每当陆牧多从嘴里蹦出一个字 他们内心的就颤了一下 甚至有不少漂亮国人 在收到消息第一时间便驱车 试图离开漂亮国领土 但哪怕他们要驱车离开 或者是搭乘其他交通工具 也需要一定时间 更何况 在消息传开之际 越来越多的漂亮国人开始逃离 一时之间 漂亮国各大马路瞬间被塞得水泄不通 漂亮国人和樱花国人可不一样 漂亮国人更惜命 空穴不来风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樱花国人便是最好的例子 身为一国总领查尔斯 在第一瞬间 竟然也萌生出逃离的念头 但很快 查尔斯的情绪便被怒火所覆盖 查尔斯已经好言好语地 和陆牧发送国际文章 已经伸出合作之手 陆牧居然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 放眼整个世界 还有哪个人能享受到陆牧的同款待遇 既然陆牧决心要和漂亮国过不去 查尔斯便不会坐以待毙 火德在收到消息后 即刻启动这些天 他们制定的紧急计划 埋伏在澳国的樱花国人 在收到指令后 纷纷开始行动 陆牧唱完第一句后 紧接着唱第二句 人心不足蛇吞向 前有鬼子烧杀抢掠 后有漂亮国四处挑起战争 试图打破这世界安稳 我不愿看见这幅场景 只好祝漂亮国咒风四起 雷雨落下 陆牧画音落地 沉浸在美妙歌声中的观众 瞬间起了个鸡皮疙瘩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他们仿佛看见了 死神在他们身旁擦肩而过 与此同时 方培在投影的屏幕中 切出漂亮国的实时直播画面 在万人期待下 陆牧终于唱到了副歌部分 来吧 来吧 风雨交加 画音落地 观众下意识把头扭到一旁的 漂亮国直播上 轰隆隆 一声巨响落下 一条如蟒蛇般巨大的雷电 纸披苍穹 以天为背以地为床 从云端一路延伸到 地板 原本阳光高照的天空 瞬间被密密麻麻的乌云所覆盖 黑云压成成欲催 这句话有了实质的画面 查尔斯见状 急忙催促着火德赶紧动手 落幕光是几句歌词 就能让漂亮国满国黑云 这是多么恐怖的能力 漂亮国国土 虽然不比龙国大 但从来没有过这种恐怖的现况 别人都是局部乌云 漂亮国事全部 乌云聚集后 在几声如雷罐的雷电加持下 结合生成的雨层越来越厚 与此同时 查尔斯已经来到 专门探测天气的观景台 随后松了口气 还好只是打雷和天黑 并没有下雨 看来这落幕的能力 是有时效性的 查尔斯此刻认定 落幕之前 果然是利用天文 在弄虚作鬼 樱花国有那个下场 只能说是他们前世作恶太多 倒了血美 傲人在见到雷电交加的时候 先是大吃一惊 随后便和全龙国观众 一直期待漂亮国下雨的画面 对于漂亮国还没下雨的场景 身在台上的陆木 表情没有任何一丝变化 雨的形成 是因为地面上的水吸热 变成水蒸气 上升到天空蒸气层上层 造成两极温差 如果是普通中小雨 此时已经在漂亮国落下 但陆木要的是狂风暴雨 哗啦啦 在陆木唱完副歌的时候 整个漂亮国 在第一时间下起了暴雨 雨水之大 直冲地板 不到半分钟时间 地面已经完全被浸透 其中 以纽约和哥伦城市雨势 最为猛烈 查尔斯内心咯噔一声 左右观察一番后 确认只是下雨 悬浮着的心安了半刻下来 他们漂亮国的地下排水道 放眼全世界非常文明 光是排水管便高达两米 哪怕这雨下的再多 也未曾被淹过 陆木继续唱着 昨晚临时写出来的原创歌词 在平静的城市中 享受着雨水的馈赠 纽约和哥伦将不再平静 拼风就事宇的神话 造成现实 人为的建筑 终究抵挡不了天灾 这便是乱臣贼子 所应该受到的惩罚 每一个字 都随着音律的跳动 而让人沉迷 现场的傲人们 已经深深陷入入幕的歌声中 无法自拔 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 纽约居然被淹了 沉浸在演出中的傲人 瞬间回神 分神去观看一旁的投影 在看清屏幕里的荧幕时 瞳孔猛然一缩 全世界文明的下水道排水系统 像是湿了灵一般 街道上的雨水越来越多 此时已经淹到 路上行人的脚踝 漂亮国人 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纷纷第一时间 往高处上奔跑 真是见鬼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 说是雨水 但那阵势之大和泄洪 又有何区别 被雨水浸湿的漂亮国人 一路骂骂咧咧 他们还不知道 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惨状 查尔斯立即给联系 纽约和哥伦城市的指挥官 命令其启动紧急泄水装备 漂亮国因为有着 强大的排水系统 所以建筑的房子 多是在平地上建筑 且除了商业街外 自建房多以两层为主 而这第一层 便是漂亮国人 最主要生活的区域 要是不将这些雨水 及时排出去 持续淹到房屋里面 无疑是一场灾难 纽约和哥伦总部 在收到指令后 第一时间开启了 紧急泄水装置 原本已经蔓延到 小腿根部的雨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停止了涨幅 甚至有隐隐下降的趋势 身居高位的查尔斯 此时几倍 已经冒出一身冷汗 幸好还有应急排水通道 否则纽约和哥伦 被大水这么一烟 经济肯定要退后三年 看着漂亮国王 羊补牢的模样 陆木嘴角一勾 就这 未免太小看 他陆法师的称号了吧 一开始 陆木确实不但能 接受网友给他的称号 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 陆木也算想通了 既然龙国人如此看好他 那他可不能让龙国人 失望才是 还没等查尔斯 彻底放松下来 纽约和哥伦正上方 突然批下一声巨响 轰隆隆 就这一声巨响下 纽约和哥伦总部的部长 瞬间黑了脸 第130章 完成隐藏任务 这雷电该死不死 批到了他们的泄洪管上 并且还是最主要那条管道 现在他们只期望 管道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除了能相信他们国人的 建造材料技术 现在别无他法 看上去坚固无比的管道 开始生出一条裂缝 下一秒 坚硬的管道 突然裂开一条大口子 里面正在排泄的洪水 喷涌而出 管道破裂 洪水无法按照原定轨道 运出城市 纽约和哥伦总部部长 双腿瞬间一软 完了 都完了 纽约要完了 哥伦也要完了 在主管道破裂那刻 原本平稳的水面 再次疯狂暴涨 不一会儿 已经涨到人的腰间上 漂亮国人 从一开始的骂骂咧咧 脸色已经转变为惊慌 恐惧 他们活了这么久 还从未被这么多雨水淹过 原本在路上赶路出行的人 也放弃了逃离的念头 众人纷纷回到自己的房屋当中 一路跑到最高层 现在他们只期望 这如猛兽般的雨能停下来 否则 别说是经济了 就连小命他们都难保 查尔斯在得知 哥伦和纽约双双失事后 怒火攻心 双目心红 最难让查尔斯接受的是 怒目居然破解了他们 漂亮国最引以为傲的 下水道排水系统 在他们认为最成功的地方 重重给了他们一击 所有办法 查尔斯都是过了 现在只能将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伙德身上 如果伙德派出的人 能成功将怒目击杀 那么 这场天灾便会暂停 另一边 怒目演唱到三分之二 脸色突然一凝 眼神往最左侧方的玻璃门上 扫了一眼 很快 怒目便调整好自己的神态 继续演奏 看来漂亮国和樱花国人 还真是贼心不死啊 都这种时候了 不想着求饶 居然还敢派人来暗杀他 既然如此 那就给纽约和哥伦多 加点猛料吧 怒目与雕一转 直接当场改写了歌词 歌词虽然是临时组建而成 但观众的听感 却丝毫没有被影响 仍然沉浸在怒目的歌声当中 砰 与此同时 一道枪声透过怒目身后 最左侧的玻璃门 弹头直奔怒目太阳穴 一直蹲守在暗处的龙科院保镖 快速甩出自己 早已准备好的飞镖 飞镖抢在子弹抵达怒目之前 将其挡住 由于子弹的后座力 飞镖没有继续前行 掉落在地上 枪声起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除了南保镖和陆木 傲人们惊慌起身 开始四处逃窜 导演方培 愣了很久之后才反应过来 一股后怕涌上心头 下意识掉头就跑 还拍啥呀 这可是枪战 一不小心 小命不保 方培在逃离的时候 下意识朝着陆木扑去 要走一起走 陆木却在这时摆了摆手 拿着话筒继续歌唱 方培满脸不可置信 又时刻担心 语气非常焦急 这都什么情况了 别唱了 快跑 在唱完一句的时候 陆木终于有空在中间插句话 放心 没事的 劝戒未果 最终被死亡的恐惧战胜 方培和其他工作人员 快速地离开拍摄现场 工作人员虽然走了 但走得太仓促 拍摄直播的机器都没有关 此时整个房间 除了陆木仍然站在台上外 再无他人 直播间的观众 在见到着幕后 瞬间炸了 陆法师先别唱了 保命要紧 OMG 这次又是谁 鬼子搞的鬼 就不应该对他们手软 也有可能是漂亮国 临危不惧 王者风范 牧神 太勇了 全部人都跑了 就差陆法师还在坚守阵地 累目了 陆法师居然为了承接漂亮国 承受了这么多 哪个杀千刀的 敢动我陆法师 坚决不能容忍 真当我们龙国好欺负 那个出手的保镖 有点眼熟啊 这保镖 不就是上次护陆法师 那个同款保镖吗 要是他在 我就放心了 哪怕有人保护 陆法师也不能以身犯险啊 跑为上策 所以说 你当不了陆法师 满屏的弹幕 已经接二连三折叠在一起 好不容易维持 直播间平台稳定的工作人员 再次脸色一鸣 时时弹幕太多 网络已经要被挤爆了 陆木在唱歌的同时 抽空往外瞥了一眼 南保镖很给力 直接用招式 将对方逼到了房屋外 确保将房屋留给陆木演奏 陆木在内心 悄悄给南保镖点了个赞 由于南保镖火力太大 不得已将藏在暗处 全部的樱花国人都逼了出来 前后一共有十人 皆是忍着装扮 为首的忍者用着日语喊道 陆氏你负责去解决陆木 其余八人跟我一起围剿 南保镖不经武力之报表 多国语言更不在话下 当即听懂了这次樱花国的安排 上一次 樱花国是想通过偷袭蒋陆木击毙 在得知陆木有帮手后 特意召集出更多的人 用分头行动的方式完成此举 南保镖眉头一皱 加快手中的扣动扳机的动作 要速战速决才行 早就听说樱花国人狡猾狡诈 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 还是改不了这个尿性 陆氏收到命令后 在其他忍者的掩护下 成功杀进房屋内 刚唱完最后一句歌词的陆木插那间 感觉被一股杀气包围 扭头一看 好家伙 樱花国人还是这么卑恋 人都剩这么少了 还来以多欺少那一套 与此同时 陆木脑海中响起久违的系统声 定 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 获得奖励一次 可从以下三个选项中选择奖励 隐藏任务 没想到这个系统越来越腹黑了 除了表面上给出来的任务栏外 居然还有陆木不知道的隐藏任务 大概率和他参加中餐厅这档综艺有关吗 听到系统的声音 陆木本打算将这件事稍后在意 毕竟敌人就在前方 走迟一秒钟就多一秒钟危险 正当陆木打算关闭系统时 不小心瞥了一眼系统上的奖励选项 最终结果 本以为系统的奖励又是逆天唱功 或者是金钱奖励 没想到这次有一个选项 居然是提高身体素质 那必须得拿下 定 灵敏度加十 速度加十 力量加十 正常人初始分默认为十 这样计算 陆木的灵敏度 速度 力量 直接翻了一倍 在奖励发放那刻 陆木瞬间觉得身体暖洋洋的 甚至还能听到自己筋骨重塑的声音 只不过 这些变化都只在片刻之间 成功吸收奖励后 陆木眼神一亮 他感觉自己浑身轻盈了不少 与此同时 陆氏已经来到陆木正前方 为了以防万一 陆氏打算用匕首直刺陆木 要害在陆氏眼里 陆木只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普通人 和他根本没有抗衡之力 一道亮影闪过 屋外的南保镖脸色猛然一变 但饶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在战斗 面前的这些难缠的人者却还剩三个 陆木 小心 除了那个隔空高喊一句 南保镖别无他法 龙科院此时和全国观众一样 看着面前的直播现场 心跳蹦到嗓子眼上 龙科院院长此时无比后悔 为什么没有多派几个人去保护陆木 现在陆木身在澳国 再怎么敢都绝对敢不及 要是陆木出了事 他难逃弃则 匕首已经来到陆木面前 陆木思绪猛然回神 妈爷 跑为上策 反应过来的陆木 膝盖弯曲 用力一动 原本还位于陆氏前方的陆木 像脚底抹油一般 以极其刁钻的姿势 扭开了陆氏忍者的攻击 下一秒 方氏只能看见一抹残影 在他面前经过 想要再看仔细些时 陆木已经逃离房屋 陆氏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这速度 哪怕是他苦练多年 都抵达不了的境界 陆木完全已经超乎常人 奔跑的时候 只能看见残影 要不是陆木恰巧穿了深色衣服 陆氏怀疑就连残影都看不见 与此同时 正在屋外打斗的忍者身旁 突然闪过一道黑影 黑影闪过 掀起一阵威风 忍者并没有觉得有太多不妥 直到房屋内传来陆氏的呐喊声 陆木 跑了 快追 他们的首要任务 是想陆木斩杀 而不是和眼前这个男保镖纠缠 话音落地 忍者相互对视一线 朝着陆木所在的方位 极力奔跑 对于陆木的速度 男保镖也十分错愕 在陆木身边这么久 他从来没发现 陆木居然藏得这么深 不愧是龙国的法师 陆木快速地朝着前方奔跑 虽然不熟悉澳国的地理位置 但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三两下 便把身后的忍者完全甩掉 这中餐厅是回不去了 系统只解锁了他的身体素质 但这毕竟只能自保 为了省去麻烦 还是不要主动去自找麻烦 确认已经彻底甩掉忍者后 陆木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开始给方培拨了一通电话 忍者散去 澳国当地的警察已经赶到现场 方培等人才刚重新回到中餐厅 配合警察录了口供后 方培的手机响了起来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开着免提 此时直播间的镜头也并没有人反应过来 还处于直播状态 直播间中的人数 不禁没有因为陆木的离开减少 反而因为这件事的插曲 而增加了更多的人 几大账号直播平台都被网友挤爆后 有想法的人直接自己开了直播 在自己的直播间 现场直播中餐厅的直播 最终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着中餐厅直播 关注着该件事情的后续 喂 陆木是你吗 方培的声音有些颤抖 这伙人毕竟是冲着陆木去的 陆木的离开 在方培眼里 就是为了守护工作人员和嘉宾的安全 这简直是太伟大了 至于陆木逃离时的速度 方培便不得而知了 那个时候 他们早已远离中餐厅这栋房屋 所以在接到陆木的电话时 方培下意识以为 陆木已经被忍者所绑架 或者是除了其他意外 电话是路人打的 无数个念头闪过脑海 方培活这么大 从来没这么恐惧过 直到陆木的声音传出 方培一直紧绷的情绪终于得以放下 是我 很抱歉啊方导演 没想到节目开播第一期 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看来我也是无缘之之后的节目 就此别过 简单说明来意后 方培自然以陆木为首 哪怕陆木想继续参加 方培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光是今天这一茬子事 就足以让中餐厅这档节目热度爆表 讨论话题持续不断 至于和陆木签约的合同违约金 自然不作数 除了不让陆木赔付违约金外 方培还额外给陆木打了一笔费用 算是对陆木受到惊吓的赔偿 陆木的声音传到直播间 早已搬好板凳的观众 瞬间沸沸扬扬 不愧是陆法师啊 这都转位为安了 太多人真对我们陆法师了吧 强烈要求增加保镖 你们 刚才看见屏幕里一傻而过的身影了吗 我也想问 刚刚那道残影是陆法师吗 还有没有其他视角的拍摄视频啊 就一个机位看不清楚 强烈赞同 放出更多视频 中餐厅除了人设外 还在各处装有固定机位的摄像头 按照网记来看 每个镜头东拼西凑 肯定能完整还原事件的发生和经过 他们在直播间的视角 只能看见陆氏拿着刀 往陆木身上一滑 接下来便失去了任何画面 龙国 龙科院就这次陆木遭遇到的袭击 召开了紧急会议 一开始 龙科院以为派出他们院系里 能预知危险的保镖 用于保护陆木即可 现在看来 远远不够 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 龙科院高层最终做出决定 派一支小分队 无条件服从陆木 队长是最早保护陆木的男保镖 除此之外 龙科院还给陆木个人 设立了最高权限 在龙国 只要是公民伤人 都必须接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132章 院长别来无恙啊 为了能更好的 让陆木自保 龙科院直接给陆木个人 单独设立了一条最新规则 在任何时候 只要是出手伤害陆木的人 陆木有权动手回击 哪怕是将对方致死 陆木都免责 设立这条规则的前提 是因为龙科院 已经被调过陆木这个人的品性 陆木为人谦和 品性良好 从未与他人 在公共场合下发生过争执 甚至是动手 龙科院可不想看见 陆木下次在遭到攻击时 只能跑不能还击 哪怕陆木身处国外 也有龙科院替陆木撑腰 在龙国因为陆木安然无恙 举国大喜的时候 漂亮国的纽约和哥伦 就没这么幸运了 和龙国相比 纽约和哥伦的国人 仿佛身处地狱 此时 他们的水位已经长到两米之高 并且暴雨还没有停下的势头 狂风呼啸 雨水淹没 暗不见光 让位于哥伦和纽约的人 瑟瑟发抖 恐惧不已 三天后 经过漂亮国 亲近举国之力的救治 终于将位于 纽约和哥伦中的 最后一名活人救了出来 有关纽约和哥伦事件的 实时报道 在第一时间 被国际媒体发布 哥伦惨遭雷霆暴雨袭击 据目前数据统计 受伤人员达到21541人 死亡人数54124人 失踪人数45124人 其财产损耗 目前还未可得知 纽约惨遭雷霆暴雨袭击 据目前数据统计 受伤人员达到51541人 死亡人数24184人 失踪人数45754人 其财产损耗 目前还未可得知 文章一出 国际论坛直接被大量的网友 挤得网络瘫痪 光是伤亡人数 哥伦和纽约便已经占比15多万人 失踪人数更是高达约10万人 连下三天暴雨 直接将漂亮国最繁华的两座城 变成废城 从这一刻 他们对陆牧有了全新的认知 一次两次能是巧合 三次就绝对是人为受益 陆牧居然有这种磅礴的能力 纽约和哥伦的文章 相继登上各国热搜 高居不下 吃瓜群众难以想象 前些天还经济排名 世界前十的两大城市 居然会就此没落 道成这件事形成的中心人物早已回国 龙国 机场 陆牧刚下了飞机后 便被一群打扮低调的人接走 陆牧认得出那几人袖壁上的徽章 是龙科院的人 来到龙科院后 院长亲自来门口迎接 见面第一眼 陆牧便被院长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亲眼检查确认 陆牧没有任何受伤痕迹 这才安心 这是陆牧第一次来龙科院 院长 别来无恙啊 院长愣了一下 不禁疑惑道 你知道我的身份 话音落地 院长下意识看向那几名负责接送陆牧的保镖身上 保镖们下意识摇摇头 他们的身份需要绝对保密 至于龙科院内部的一切 自然更加不会多嘴 陆牧微微一笑 将自己的分析道出 他们几人来接我的时候 虽然全程未提及自己的身份 但这肩上的徽章却骗不了人 再加上听说龙科院院长一向温文儒雅 以及旁边人对您的敬畏 除了您是院长 别无他人 听完陆牧的分析 院长不禁感慨陆牧极具细微的观察力 不愧龙国国民知名度最高的陆法师 陆牧不是外人 在猜测出身份后 院长也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邀请陆牧参观龙科院这么多年 你还是第一个除工作人员以外进来此处的 龙科院的存在是为了庇护龙国安全 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存在 否则让漂亮国和其他有歹性的国家知晓龙科院 再安插间谍进来 将会影响到龙科院的整体机密 整个龙科院是由三层构成 其占地面积非常辽阔 除了外表的三层 大多机密任务都是在地下负义层进行 院长带陆牧简单参观了某些地方 至于剩余的地方 陆牧识去的没有询问 能给你看的自然是你能看的 没主动带你去的 就是以陆牧现在的身份 没有必要接触 或者是接触不到的存在 院长带陆牧来到会议厅 引荐了其他高层 龙科院上下所有人早已听闻陆牧大名 对陆牧更是敬仰已久 在见到陆牧那刻时 高层们面色复杂 下意识看了眼自己 院长忍不住打句道 我看你们平时也不在意自己的外在 怎么陆法师一来 你们反而计较上了 有个高层忍不住说道 本以为像陆法师这种 肯定是精心钻研功法 同样没空打扮自己的人 没想到陆法师 居然是这么年轻帅气的小伙 陆牧的名声他们听过 但是由于他们常年诚心学术 除了对学术上有帮助的视频 他们几乎不关注 自然不知道 这陆牧长什么模样 陆牧要是和他们同龄也就罢了 没想到居然这么年轻 这么年轻就算了 没想到长得还跟着明星一样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院长听完忍君不惊 又看了陆牧一眼 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脑海 当即问了出来 看陆法师这年纪 应该还没结婚吧 陆法师可单身 其余高层在听到这句话时 也瞬间放亮了双眼 对啊 虽然他们的颜值比不过陆法师 但可以拥有陆法师的同款基因 像陆法师能力这么出众的人 后代的基因肯定很好 陆牧尴尬一笑 下意识岔开话题 不知道院长今天请我道 这是有什么事 关于婚配这件事 陆牧目前并无想法 在没有让世界彻底和平 龙国彻底富裕强盛起来的时候 陆牧并不打算将时间浪费 在这种私人的事情上 果不其然 陆牧的话成功转移了这群 将学术看得非常重要的人 院长收起笑意 脸色一宁 你在澳国的事情 我们已经听说 没想到樱花国人的手 居然伸那么远 其余高层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看来是上次的教训还不够 经过这几件事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今天邀请你过来 是通知你 进来吧 第133章 一波 院长没有阻止众人的询问 因为他也想知晓答案 陆牧抬手 做了个往下压的动作 大家说笑了 我只是伸手相对敏捷一些 总之 你们给这只小队伍 已经完全足够 欲棒相争渔翁得利 陆牧可不愿意 自己变成前两者 至于会飞的传闻 陆牧没有公开解释的原因 还有一个 只有传到查尔斯那边越离谱 陆牧相对来说就越安全 院长思索了片刻 点点头 陆牧言之有理 只不过查尔斯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 不可能是哑巴 陆牧点点头 哪怕查尔斯不正面 和我们起冲突 也会用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到处给我们使绊子 这是查尔斯的一贯作风 陆牧表明 如果龙科院需要他 他会一直存在 况且 有了前段时间陆牧对他们的震慑 查尔斯更多的是对陆牧的怒火 留下陆牧的联系方式后 陆牧被小分队护送回家 回到家后 陆牧刚推开门 想让护卫将行李放进去 下一秒 已经赶回国的男保镖 脸色猛然一变 拉着陆牧的手 往一旁快速扑倒 并且将陆牧护在自己怀中 全都倒下 同是龙科院护卫 反应自然极佳 在众人都倒下那刻 陆牧门口处的玄关 突然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砰 爆炸声响起 邻居们在听到动静后 都纷纷走了出来查看情况 在见到那个被炸得黑麻麻的门口时 忍不住倒吸口气 他们这里是属于别墅区 别墅区用的材料 都是质量极好的 连如此坚硬的门都被炸烂 很难想象 要是刚刚那里站有人 将会是什么下场 邻居虽然非常关心 爆炸现场的状况 但巨大的声响 让他们止步在百米之外 只能伸长了脖子 观看远处的情况 与此同时 还有不少人拿出手机拍摄 物业在收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朝此处赶了过来 可可嗨 陆木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南保镖 漫天的粉尘 让陆木忍不住咳了几声 刚想站起来查看情况 南保镖再次将陆木压下 小五拟进屋子里确认情况 小一和小二排查别墅周围 小三报经 小四去物业查找监控 听着南保镖快速指挥 陆木忍不住吐槽道 这么威武的大老爷们 就这个名字啊 一共五个人 就从一排到五 这是哪个脑回路才能想到的称呼 对于陆木的询问 南保镖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从龙科院出来的人 都要抹去之前的痕迹 如果你不喜欢 可以给他们重新起个名字 陆木沉默了半声 我突然发现 刚当的名字挺好的 起一条名字还行 一下起六条名字 不如直接杀了他 十分钟后 小五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此时警察也已经赶到现场 确认没有安全后 南保镖才让陆木走进房屋当中 他虽然有预知危险的能力 但只能预知 即将要发生的危险 如果歹人在房屋中 藏了定时很久的炸弹 南保镖未必能预测得出来 小心谨慎一些 总归是好的 小四在这时赶了回来 皱眉道 从昨晚开始 这里附近的监控便突然坏了 陆木眉毛一挑 看来这些人早就知道了陆木的住处 并且已经观察陆木很长一段时间 要不是有南保镖在 以陆木的习惯 回到家肯定会在玄关处换鞋 哪怕陆木现在灵敏度和速度已经提高 多少也会被爆炸余波波及到 好歹读得心 监控是从昨晚开始坏的 大概率便是查尔斯洞的手 并且陆木猜测 这里附近应该还会有一处 属于背后者的监控 这个炸弹 也并不是定时炸弹 而是遥控炸弹 背后之人 肯定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 亲眼看着陆木等人 走到玄关处 才摁下引爆键 除此之外 别无解释 因为他们不确认 陆木是否会从机场直接返回家中 再加上前往龙科院这个插曲 他们便只剩最后一种机会 暗示了男保镖后 男保镖巧声离开现场 另一边 正在屏幕面前的男子 忍不住低咒几句 刚想离开的时候 身后突然笼罩一片黑影 男子脸色微变 伸手挥向男保镖 男保镖眼睛一眯 快速扭开一拳 下一秒 男子腹部被一股巨大的冲撞力袭击 男子闷哼一声 剧烈的痛感袭来 浑身静挽不已 陆木果然说的没错 想要遥控炸弹 都需要离目的地有一定的距离 这里地形宽广 除了别墅内有多处能隐藏的地方 别墅外便只有这处地方 可以满足所有条件 以陆木在龙国的国民好感度 根本不可能有龙国人会残害他 所以 背后之人一定藏在这唯一一处 能藏身的地方 将男子抓到陆木面前的时候 一旁还在做笔录的警察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陆木见状解释道 这个是查尔斯派来的人 听到陆木的话 女警察再次将面前的男子打量了一遍 随后恍然大悟道 他这个头发是染黑的 为了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金发闭眼的男子自然 不能以原生态模样 出现在这栋别墅区 但头发颜色可以骗人 五官可骗不了人 男子伏法后 冷哼一声 看向陆木的眼中 满是怨恨 做完笔录后 为了确保万一 警察打算在这块区域 增加了轮值人员 陆木得知后 欣然拒绝 人已经抓到 实在没有必要 继续浪费精力在这里 这套别墅的住址 已经被歹人所知 陆木自然不会继续住下去 一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二是不想影响到邻居的生活 水木娱乐公司 时刻几天不在 水木娱乐公司仍在正常运转 李木子对于手头上的工作 越发得心应手 再见到陆木那刻 李木子便将水木娱乐境况 逐一告知 即轻视黄飞 在芒果干台订档后 步步惊心 以同样的方式 在腾讯台订档 目前已在各自平台播放五天 这是这五天的所有数据报表 第134章 陆木参加 我是歌手 陆木接过数据报表 李木子继续汇报道 在播出第一天 腾讯台的步步惊心 便已破万热度 超过芒果干台的 青世黄飞 且在未来五天 热度一直高居不下 现在已经和青世黄飞 拉开接近两倍的热度 目前步步惊心 这步具播放量 占据各大平台第一 这是这几天 来找我们合作的广告商 陆木看完数据报表后 继续翻阅着广告商的资料 没有直接回答李木子 陆木抛出问题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和谁合作 李木子沉思片刻 将自己的见解道出 像这类想要植入到 剧情中的广告商 肯定行不通 剩下的便是这页 以广告形式中 插在开头结尾处的广告商 这些广告商的背景 我都背调过 口碑最好的就是 兰扣 欧莱雅 德福巧克力 但前两个是外面的产业 德福巧克力给的赞助费 虽然没有前两者高 但我会选择 他作为赞助广告商之一 陆木满意地点点头 李木子这业务水平 真是越来越强了 水木娱乐交给他 陆木算是后顾无忧 陆木将广告商的资料 丢在桌面上 就按你说的办 在运营公司这方面 你不懂就去问问密解 得到陆木肯定 李木子喜悦不已 相继处理了水木娱乐 重要的文件合同后 陆木接到一条未接来电 能知道他私人电话号码的并不多 一是之前合作过的人 二则是较为要好的朋友 但以上这两类人 陆木都会给予备注 接通陌生来电 电话那头很快便告知自己的来意 你好陆总 我是 我是歌手的导演洪涛 想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音乐节目 不知道陆总是否感兴趣呢 在筹划 我是歌手的时候 洪涛便想着 要请陆木来参赛 但刚给李木子打了电话 却被告知陆木近期 已经参加 中餐厅 没有空于行程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洪涛从直播间中得知 中餐厅便出动了所有人际关系 终于在童华手中 问到陆木的电话 陆木还正愁怎么发泄 对查尔斯派人在他家装炸弹的怒火 没想到机会又来了 可以 陆木毫不犹豫地答应 话音落地 洪涛一愣 之前和李木子接触 让洪涛以为陆木是个高冷的总裁 没想到为人居然这么好说话 快速整理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洪涛立即给陆木的邮箱发送了一则合同 合同未经你好发过去了 您看看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可以改 听到这里 陆木不禁嘴角一抽 这工作效率真够高的 合同内容上的条款十分简单 陆木按照出场次数 结算酬劳 每出场一天 给到陆木的片酬是500万 按照洪涛预计 《我是歌手》这档综艺节目 一共分为17 最少也要拍摄10至15天左右 500万一天 这个价格已经超过陆木 以前参加节目的片酬 除了陆木外 洪涛邀请其余歌手 酬劳大致在几十万到100万一天不等 陆木忍不住问道 你这价格确定没给错吗 洪涛呵呵一笑 解释道 是陆总嫌弃太低了吗 如果是这样 还可以酌情再增加一点 提到再度增加价格的时候 洪涛几乎是咬着牙说出口的 只要能请到陆木 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最终陆木没有狮子大开口 500万一天 足够了 况且陆木这次上 《我是歌手》 重点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顺带向查尔斯发泄自己的怒火 洪涛继续笑着问道 节目三天后就筹划结束了 到时候 需要每位选手上台登唱一首歌 陆法师这几天决定好的话 可以提前发给我 我好 准备伴奏和现场灯光 定 宿主成功解锁最新挑战任务 请宿主选择参赛作品 1 暖流 演唱此歌曲晋级 将获一亿奖金 且奖励地震体验卡一次 2 寒流 选择演唱此歌 将获一亿奖金 且奖励寒流体验卡一次 3 严冬寒流一个秋 演唱此歌曲淘汰 将获得十亿奖金 且奖励龙卷风体验卡一次 系统熟悉的声音响起 陆木知晓 只要自己每次参与音乐类综艺 存在竞技关系 系统便会解锁随机任务 看了一圈 陆木选择第二首 查尔斯所处的地势特点是 两边高中间低 由于西海岸海拔较高 东海岸也是由山河高原组成的高地 再加上中部地势屏 这样北冰洋的冷气 可以畅通五组通过 再加上另一旁摩西哥的暖流 地狱原本就常常遭遇到寒流的袭击 和樱花国常年遭受到地震袭击 是一个道理 对于寒流的来访 查尔斯早已有自己对付的心法和手段 陆木这次正是让查尔斯知道 什么才叫寒流 至于钱 更不在陆木的考虑范围内 区区久一只插罢了 岂能让陆木放弃这个装X的机会 用敌人最熟悉天灾 击败他们 想到那个场面 陆木便觉得畅快淋漓 不仅是陆木 整个龙国的公民都会觉得大快人心 定 宿主选择寒流 获得一亿奖励 随后 陆木的卡直接到账一个亿 并且是正规渠道打进来的 在选择结束后 逆天悟性随即开启 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强势塞进了他的大脑 只一刹那 陆木便对寒流 这首歌的所有音符 歌词了然于心 开口轻轻哼唱 陆木自己都被惊讶到了 寒流 这首歌 陆木之前连听都没听过 再一次感慨系统的强大 陆木起身离开水墓娱乐 当务之急 是先给自己挑一套新的别墅 之前那套别墅位置已经暴露 这次陆木打算 自己只身一人挑选别墅 对于吃喝住行 陆木从来不委屈自己 天鹅弯兽楼处 一名身穿黑丝高跟鞋的长腿美女 站在门口四处张望 脸上满是落寞的神情 第135章 买别墅 一看就是被客户放鸽子那种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坚持站在门外 陆木刚下车 便看见这名女兽楼员 再见到陆木那刻 女兽楼员的眼睛一亮 热情上前 打招呼道 先生是自己来看房吗 陆木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只露出一双眼睛 女兽楼员见等自己的客户无望 便主动提出带陆木去挑选房子 尽管陆木这套装扮 并不像是来买房的 但女兽楼员的心得 便是不放弃每一个客户 多结交一个朋友 就有多一份希望 女兽楼员开始介绍楼盘情况 陆木直接打断 直接带我去看别墅县房 一旁同样在关注陆木的兽楼员 听到之后 忍不住议论道 又来一个装X的 这年头 怎么天天有人张口闭口 就是要看县房 还是别墅 这不是拿我们消遣吗 看着挺帅的一个小伙 没想到也是这种人 他们议论的声音虽低 但整处兽楼部 此时非常安静 多少还是传到了陆木里 引着陆木的女兽楼员听闻 眉头一皱 当即回怼自己的同事 客户岂是我们能够议论的 被经理听到 你们这个季度的奖金 还想不想要了 对完同事后 女兽楼员面带歉意看向陆木 先生非常抱歉 我这就带您去参观 我们的别墅县房 陆木点点头 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 并不在意 贫穷 只会限制他们的想象 之所以一辈子 只能当个兽楼员 不是没有原因的 来到天鹅湾别墅区 这里的位置构造 比起原先陆木居住那栋 更私密 每户人家相隔机密 中间用花园的形式隔开 光是绿化这块 便做得非常不错 因为天鹅湾隶属地都市中心 售价非常昂贵 哪怕这别墅区 整体修建得非常好 入住率也不高 带着陆木 看了两三套别墅后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便熟人一些 女兽楼员借机 告诉陆木自己的名字 阿念 尽管陆木全程情绪 并没有多大起伏 也没有明确表示 对别墅的满意 阿念始终坚守自己的档位 在看到第四套别墅的时候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陆木 终于开口 就这套了 阿念脸上一喜 下意识介绍道 我们这套别墅 采光特别好 做北朝南 什么 您的意思是您要买这套 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的 阿念愣了一下 随后满脸不可思议 他这都还没介绍 陆木点头 掏出一张卡 阿念哪里碰见过这种大场面 看房前后不到十分钟 便能达成交易 控制住激动的内心 阿念从包里拿出一张空白合同 顺势将今日买房的优惠导出 陆木看起来 虽然非常大方爽快 但阿念也不是贪财之人 该是什么价格 就是什么价格 并且阿念 还直接电话请示经理 替陆木申请到最低价格钉 伴随着刷卡成功 阿念仿佛还在梦中 这一切来得太不真实 哪怕是阿念的意向客户 都不可能这么爽快 与此同时 天鹅湾销售总群 在得知今天 他们议论那个装X的男子 居然全款买下一栋别墅后 他们毁的肠子都清了 陆木买完房后 当天便让男保镖 把他的行李搬了进来 为了确保陆木的安全 男保镖还在附近 多装了数十个监控 直至确认别墅周围 没有视觉盲区 三天后 我是歌手 节目现场化妆间 陆木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后 踩着点来到这里 这时已经有几名歌手在化妆 薛之仙 纳英 杨宗伟 小智 陆木和薛之仙 杨宗伟已经算是老熟人了 微微点头 算是打过照面 纳英则是一脸好奇的 打量着陆木 陆木的名号 他当然听过 在纳英眼里 陆木就属于半路 突然出道 并且火了的人 连歌手都算不上 不过 陆木长得确实养眼 一向情商不高的纳英 率先开口 打破化妆间安静的氛围 你也来参加歌手了 听到纳英的发言 薛之仙嘴角忍不住一抽 这问的都是什么问题 陆木一个大忙人 不参加跑过来这里打招呼吗 爱于纳英在歌坛中的地位 薛之仙没有出声回队 小智虽然没有明目张胆 打量陆木 但眼神偶尔若有若 无落在陆木身上 显然 在小智眼里 陆木是个非常有竞争的对手 小智英早年出演几部古偶剧 年轻不老的娃娃脸 被网友誉为国民老公 但在男人位面前 可爱便不值一提 陆木的出现 在气质上直接秒杀了自己 小智本来也不是专业歌手 能参加 我是歌手 这档节目 完全是凭借自己的人气和颜值 但这两样和陆木对比起来 小智觉得自己瞬间沦落为绿叶 陆木对着纳英微微一笑 礼貌打了招呼 被陆木这么一个微笑暴击 年过半百的纳英 直接心跳漏了一拍 那死去的少女心 居然重新焕发光芒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纳英尴尬一笑 移开目光 她居然能对一个 比自己小一半的男娃子行动 陆木抵达化妆间的时候 众人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多 距离正式录制 也仅有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后 已经换好演出服装的小智 第一个走了出来 看着仍然没有任何变化的陆木 小智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不化妆吗 陆木刚准备开口 就被一旁的走出来的薛之仙 抢先一步 陆法师很少会化妆 小智哥习惯就好 说完 薛之仙直接在陆木身旁坐下 和陆木一起参加过节目 薛之仙可算发现 只要和陆木黏在一起 那么出镜率便会高很多 哪怕是当背景板 她也愿意啊 小智和陆木不熟 笑了笑 便朝着另一边的位置 坐下一山不容二虎 既然节目组愿意斥巨姿请她过来 肯定是要安排她的镜头 小智认为 自己的镜头不会比陆木少 除了一开始 陆木在化妆间见到的四人外 节目组还请了一个小年轻 王一博 第136章 陆木回对那音 之前是从男团出道 唱跳各方面还可以 王一博脸上画着非常浓艳的ID妆 蓝色的头发 加上蓝色的眼影非常出众 就连陆木都不禁看了两眼 真不错 水木娱乐下一个艺人 就是你了 王一博的外在条件非常优越 身高180 体重却只有120斤 关键是长了一张爱逗脸 怎么看怎么顺眼 要是这个妆能更淡点就好了 在接触王一博那一秒 陆木便已经替王一博 安顿好接下来的演艺生涯 所有人入座 录制正式开始 我是歌手 采取非直播方式 通过拍摄 加后期剪辑而成 这种方式 无疑让参加节目的嘉宾 神经放松不少 哪怕是说错什么话 或者是不小心产生矛盾 都不用担心 事情被网友得知 一切全凭节目组后期剪辑 响力人设的嘉宾 通常会事先和节目组进行沟通 达成交易后 便会存在所谓的剧本 主持人胡海权走上台 鞠躬打招呼之后 开始介绍节目规则 简单来说 就是每人一个表演出舞台 出舞台可选择和别人搭档 或者是独自出演 每个出舞台结束后 由现场100位观众投票 票数最低者进入危险期 危险期的选手 在下一次舞台 必须要接受飞行嘉宾的踢馆 飞行嘉宾票数高则踢馆成功 危险期选手淘汰 飞行嘉宾留下 反之 飞行嘉宾淘汰 也就是 每个人最少都有两次舞台的机会 哪怕不小心进入危险期 第二场能守雷成功 仍然可以继续留在舞台 规则介绍完后 众人采取抽签的方式 选择上台顺序 最终抽签出来的结果是 纳英第一个上台 陆木第二个 薛之仙第三个 杨宗伟第四个 王一博第五个 小智第六个 抽到最后出场序号的小智 内心暗爽不已 况且 他之前还是王一博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陆木排在纳英之后 观众肯定会下意识 拿陆木和纳英做对比 纳英已经在歌坛界中风神 陆木这运气 也是怪倒霉的 小智压制住内心的喜悦 表面上摆出一副 云淡风轻的模样 抽完签后的陆木面舞表情 无论是第几个出场 结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 弱者才在意 天时地利人和 纳英上台后 用自己的经典曲目征服 将场子彻底热了起来 异曲落幕 现场掌声不断 就连主持人胡海拳 都忍不住感慨到 不愧是我们的歌坛天后 纳英老师 这唱功真的没法说 感慨完毕之后 胡海拳话题一转 那么压力 就交给近日名气 非常旺盛的陆木 让我们有请陆法师登台 陆法师这首选曲 也非常有意思 他的选曲是 寒流 胡海拳之所以说 陆木这首歌选定的有意思 是因为在早年的时候 这首歌曲便被小智翻唱过 并且在当时走红网络 网友们对于这首歌 印象最深刻的两个版本 便是原唱苏友鹏和小智的版本 台下的小智 在胡海拳话音落地的时候 微微一宁 察觉到摄影机此时 把机位对准他 又重新做好了表情管理 节目组刚开始就搞事 其实这也不怪陆木 这首歌是系统给的任务之一 不管是小智还是大智唱过 陆木都会选择 至于小智对这件事 没有提前得知 便是节目组的故意安排 目的就是为了在现场 拍摄到小智破防的一幕 让节目有更多议论的话题 要不是小智再反应快点 就要被节目组 拍到脸疆的镜头了 随着胡海拳的介绍 陆木从后台走了上来 刚出场大课 一向主持经验丰富的胡海拳 上下打亮了一眼陆木 对着镜头打趣道 我们陆法师 还真是一向不走寻常风啊 今天这套装造 实在是别出心态 和那英的浓妆 卷好的长发加碗礼服比起来 陆木身上这套短袖牛仔裤 就显得像是走错了片场 陆木甚至连发型都没有梳 就这样让碎发盖住了额头 如果不是要参加节目 胡海拳严重怀疑 陆木会穿一双拖鞋过来 陆木没有接话 胡海拳并不尴尬 用高情商化解之后 退下舞台 伴奏还没来得及响起 陆木便举起了手 示意伴奏老师等会再播放 陆木这时开口 这首歌送给查尔斯 算是礼尚往来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陆木说 这句话的时候 看向洪涛 继续说道 现在麻烦帮我开个直播 如果影响到节目进程 可以等我唱完之后 再把直播关上 洪涛一愣 显然是没想到 陆木会提出这种要求 要开直播 当然好 很多被邀请过来的嘉宾 都不愿意以直播的形式参赛 便是因为他们需要靠剪辑师后期 进行修音 陆木想要开直播 洪涛当然双手赞成 这无疑是陆木 直接给节目打了播广告 不过 洪涛沉吟道 我们并没有提前预告有直播 只怕这直播刚开 在线观众不一定能达到你的期望值 陆木笑了一下 无妨 最好能多用几个账号 听到这里 洪涛导演还以为陆木 想要同时用多个账号进行引流 此时的洪涛 还不知道 接下来事情的严重性 按照陆木的意思 洪涛一口气多摆了五个机位 开启五个直播 对于陆木的别出心裁 小致眉头微皱 在他眼里 陆木这种做法 无异于博人眼球 对于陆木的要求 纳涛同样不解 当下便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说洪涛 他直播 我们又不直播 到时候 观众会怎么看我们 有剧本的节目很多 但纳涛凭借自己浑然天成的嗓音 根本不需要剧本 也能拿下冠军 现在被陆木这么一搞 纳涛便以为 这是陆木和洪涛之间商定出来的剧本 陆木开口说道 我只是来唱歌的 开直播是为了让更多人见证这个时刻 如果你有意见 你也可以开直播 话音落地 现场的人皆到吸口冷气 这可是歌坛界的前辈纳涛 第137章 死神来了 陆木真是一点面子不给啊 一向直来直往的纳涛 并没有觉得 陆木这样说话有任何不妥 甚至当场沉默思索 自己也开直播 这件事情不行得通 一旁的经纪人一眼 就识破了纳涛的想法 急忙用眼神拒绝 别人开直播就开直播呗 别瞎凑热闹 纳涛呵呵一笑 完全无视经纪人的存在 大手一挥 好 下一场比赛 我也要开直播 经纪人听完不经服额 这祖宗真是拦都拦不住 纳涛本人都不介意陆木的说辞 红涛更不可能将这件事放大 陆木可是他请来的摇钱术 动谁都不能动陆木 直播开启后 伴奏声同时响起 与此同时 一直在关注陆木行踪的洛英 急忙朝着查尔斯的房间感去 没想到陆木前几天在 中餐厅唱完之后 居然这么快又参加我是歌手 这种上节目唱歌 献给他们的进度如此频繁 查尔斯哪里吃得消 没想到刚推开门 洛英便见到查尔斯 正和一个女子在床上倚拟 并且发出让人羞愧的声音 听到动静的查尔斯猛然回头 便看见站在门口的洛英 女人见查尔斯停下动作 自己便自顾自动了起来 查尔斯皱眉 起身穿上衣服 近来怎么不知道敲门 洛英看了一眼床上那个女人 压下内心的怒火 脸上挂着温顺的笑意 汇报正式 陆木又准备唱歌了 话音落地 查尔斯脸色猛然一变 你怎么不早说 一把推开洛英 查尔斯快步往观察室跑去 观察室里 正播放着 我是歌手的综艺 陆木站在台上 手持话筒 像是感受到什么一般 陆木对着直播间的镜头 玩耳一笑 这一笑 查尔斯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是他 灾难死神 他又来了 经过上次纽约和哥伦两大城市 吃了个哑巴亏之后 查尔斯便时刻想法设法 取陆木小命 最让人生气的便是 哥伦和纽约的惨状 查尔斯完全没有办法 将其归结在陆木身上 因为是天灾所造成 放眼世界 又有谁能直接证明 人类能操控天灾 哪怕陆木当众给查尔斯献唱 查尔斯都不能以法律的手段 将陆木抓捕 只能另辟蹊径 奈何陆木身边的保镖 一个比一个得利 多次尝试未果后 没想到陆木再次对查尔斯动手 在直播间开启后不出一分钟 便已经涌进上千万人 在这千万人确认 直播间里的人是陆木后 纷纷将直播间分享给自己的好友 开通直播间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便已经累积有上一人观看 有部分歪国人和龙国人是朋友 也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了直播间的分享 就这样 一传十 十传百 原本对陆木感兴趣的歪国人 也涌进了直播间 还在一旁看屏幕画面的洪涛 被后台工作人员喊了过去 洪涛刚调好设备 皱眉道 一个直播间你们都搞不定吗 工作人员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闭上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直到洪涛来到直播间面前 看着快速滚动的弹幕 一波接一波 眼神下意识看向右上角 在线观看人数 卧槽 在看清数据后 洪涛大脑已经荡机 除了一句卧槽 再无其他词语 能发表他此刻的感慨 在这一刻 洪涛也终于明白 陆木为啥提醒他要多开几个直播间 别说是五个直播间 再多五个也容不下这么多网友 洪涛还发现 除了IP是当地的网友外 其中还包括不少外国IP的网友 同步在线 我是歌手 什么时候变成一档全球阴踪了 连导演本人自己都不知道 但这一切 只能归功于陆木身上 陆木 还真请对了 激动过后 洪涛示意工作人员 开多十个直播间 工作人员脸上猛然一喜 他们也没想到 自己搬个砖 这么大的好处 就落在自己头上 用他们自己的号开直播 这一场直播下来 将会获得多少流量 谢谢牧神 谢谢陆法师 工作人员在内心暗自道谢 在万众期待下 音乐伴奏也想到歌词部分 陆木缓缓开口 昨日的伤痛还有些发烫 往事依然毁流我胸膛 当北风呼呼吹进梦的窗口 你盼望的心温不温暖 歌声落地 洛杉矶瞬间变了天 原本相安无事的洋流 像是打开了泄洪口 突然从高处往平原处流下 按照漂亮国的地势 在以往常年遭遇寒流的情况下 这些仍能在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被 按理说天生便能抗寒 抗水 但奈何位于高处的洋流 原本温度就低 由于洋流激数太大 且一波接一波 被浸泡过的地方的植被 很快便被冻死 植被一死 寒流涌动的速度越快 洛杉矶高级管理员 第一时间便将事情汇报到总部 查尔斯也在接收到消息的那刻 派出最近的无人机去查看情况 在无人机的高清拍摄下 查尔斯能清晰看出 那些涌动的便是寒流 这样的话 查尔斯更不能坐实 这一切都是因为 陆木毕竟他们所处的地方 常年一直有寒流 但是这变异版的寒流 查尔斯还是第一次见 光是开端 便让人感觉到来势汹汹 继哥伦和纽约双双失事后 查尔斯再也不敢轻视 陆木所触发的天灾 但查尔斯知道 这是陆木赠送给他的回礼 洛杉矶的居民并不知情 只是以为这是往常的寒流 只不过这次多了一些 直到 洛杉矶管理者 拉响了各个地区的紧急铃声 各大居民几乎是同一时间 便收到了应急短信通知 甚至是各大新闻平台 都在汇报着洛杉矶此时事件 经预测 此时事件可以列为橙色预警 收到消息的洛杉矶居民 第一时间以为是高级管理员大夸其词 有些居民甚至听到是寒流后 根本没将这些叮嘱放在心里 他们早在很久之前 便培育出很多 可以抗予寒流的植被 防寒又防水 第138章 弹幕经线刘亦菲 有这些植被保护着地势 再大的寒流流下来 也只有微末 况且 他们又不居住在寒流发生地 距离寒流爆发的地方 离他们还有几十公里远 综上所述 当地居民对此报道并不担忧 继续着自己的原有的生活节奏 洛杉矶管理者 发现自己发送了通知后 大部分居民仍无动于衷 再三劝诫后 只能自行跑路 身为管理视角 他身为当地管理层 自然对入目的能力一清二楚 他已经尽到一个管理层的责任 当地居民不想活 不代表他想死了 就这样 洛杉矶管理者 直接抛下整座洛杉矶 打算逃离此处 查尔斯知道此事后 大发雷霆 召开紧急会议 当众便撤了那人的职位 看着面前的高层们 查尔斯询问 有谁可以英勇出征 去洛杉矶疏散当地居民 众位高层面面相去 没一人敢接话 当初在纽约和哥伦坚守岗位的管理者 死伤接近九层 查尔斯环视一周 最后直接点名 阿尔法 你去 阿尔法原本是管理纽约的高层 好不容易从纽约毫发无损逃出来 一听到查尔斯要送他入虎口 瞬间就不乐意了 我不去 就连查尔斯自己都没想到 有一天 居然会被自己培养出的部下 当众搏了面子 理由 查尔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此时不是他们内讧的时候 阿尔法直言道 我不想死 话音落地 会议室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 道理大家心知肚明 但没人敢直接挑出来 会议开了半天无果 查尔斯最终决定 自己亲自前往洛杉矶 阿尔法看着查尔斯的背影 脸色十分复杂 镜头从洛杉矶现状切到 我是歌手 舞台 陆木继续高歌 每个孤单都希望有个伴 悲欢中间摆一盏烛光 未来一直是我非常遥远的地方 生命之中 还有许多寒流 唱完这两句后 洛杉矶中抵御寒流的最终防御线 轰然倒塌 没有了植被的阻挡 寒流越发肆无忌惮地流向平原 而当地居民 都居住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处 在当地居民仍然高歌欢畅 喝酒聚餐的时候 距离寒流最近处的房屋 突然渗进一些冰凉的水 此时房屋中那对夫妻 还在努力奋战 做最后的冲刺 终于随着一阵低吼 男主人终于是放了自己 还没等他彻底放松 便看见自己家里的地板 已经完全湿透 这是什么情况 来不及穿好衣服 男主人赤脚出门查看情况 当男主人看清屋外的形势 当场愣在原地 并且随着他开门的瞬间 房屋中一下子涌入更多的冰水 屋外的大路 此时已经被寒流全部淹没 男主人终于反应过来 一边咒骂着该死 一边想将大门关上 但此时的水位已经进到小腿处 水中自带的阻力 让刚释放完的男主人关得非常吃力 女主人这时也穿好衣服小跑了出来 在见到这一幕时 惊慌地大叫了一声 OMG 两人想去车离开此处 汽车的发动机却始终启动不了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居民楼被寒流清洗 所有的欢声笑语 在此刻变成痛苦的惨叫 这些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几近零度的水 再加上现在已经是冬天 他们身上厚重的衣服 一旦被水沾上 便失去了保暖的功能 不仅如此 湿热的棉袄重量翻了好几倍 有些人受不了身上湿答答的 便直接将外服脱掉 但没脱多久 脚底下刺骨的冰冷 再加上上半身没有预寒的衣物 整个人马上就被动得不行 见鬼 新闻说的寒流是真的 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和火山差不多的寒流 真倒霉 众人边骂骂咧咧 边在脑海中快速思考着解决办法 有人拿起预寒的衣物 跑到楼房最高层 有人试图逃离现场 不管是兵分几路 洛杉矶的咒骂声都源源不绝 落幕继续歌唱着 对于洛杉矶所发生的一切内心 毫无波澜 比起查尔斯以前对别人所做那些事 落幕只觉得是小屋见大屋 这是个寒流人间的季节 冷得我的梦在下雪 往是想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 有失眠 有苦有甜的滋味 当寒流过尽你的泪 这些爱会不会冻结 别说爱会不会冻结 再迟一点 连人都能给你冻结 落幕在内心冷笑 不禁感慨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太好 不像他 只会字面意思非常直白的原创 不过也够了 落幕的目的 又不是为了当歌神 而是为了匡扶这世界正义 一曲结束 落幕微微鞠躬 现场的众人 久久不能自拔 直到过去了将近半分钟 主持人胡海权率先反应过来 现场已经安静了很久 快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胡海权笑着上前 真是一首绝美的歌曲 那么接下来现场的100名观众 如果你们支持落幕 请为他投上一票 注意 你们手中一共有3票 如果投完 就不能参与 接下来后面舞台的投票 倒计时 投票时间一共有10秒 观众被胡海权的声音 中断了思绪 反应过来后 连忙给落幕投票 直播间也从之前的零弹幕 变成上万弹幕同时涌动 陆法师牛X 陆法师太有魅力了 我想给陆法师生猴子 唱得太好听了 为什么现场的观众那么多 却容不下我一个人 天啊 线上都这么好听 要是去到现场 我不敢想象 我有多幸福 你们怎么知道 陆法师是我的男朋友 谈过 睡觉磨牙 不过活好 胡说八道 陆法师是我的 这条弹幕一出 好奇心较重的网友 顺势点击了弹幕 随后便谈出发送 该弹幕人的主页资料 公司 帝都红星乌娱乐传媒投资 有限公司 认证 演员 性别 女 名字 刘亦菲 第139章 漂亮国的怒火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网友瞪大了双眼 随后摁下截图键 这年头 网上和刘亦菲用同名 或者类似名字的网友 不在少数 但这张截图上面的认证 却骗不了人 另一边 刘亦菲在发送完弹幕后 瞬间悔恨不已 她可是著名女艺人 一言一行 带来的影响力都非同小可 但看着弹幕中那些女人 一直叫陆木老公 刘亦菲就忍不了 看着自己的弹幕 只是出现了一瞬间 然后又有无数的弹幕 涌现覆盖住她的弹幕 刘亦菲内心松了口气 应该 没人发现吧 要是被自己的经纪人 知道自己居然发生这种弹幕 自己一定吃不了好果子吃 刘亦菲继续蹲守在笔记本面前 看着 我是歌手的直播 在洛杉矶被寒流覆盖的同时 有关刘亦菲公众表白陆木 这则文章 快速走红网络 什么是数据 刘亦菲这三个字便是流量 再加上和陆木合体 这篇文章刚发送出来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点击量便已经破译 无数网友在看见 博主节的那张图时 八卦星瞬间被点燃 底下各式各样的评论 层出不穷 查过 这还真是刘亦菲本人的账号 我去 原来我的审美和神仙姐姐一样 连神仙姐姐都拜倒在 陆法师的西裤下 更何况是我 一介区区凡人 啊啊 我不相信 神仙姐姐只能是我的 陆法师这魅力无边啊 这简直震惊了我的认知 神仙姐姐不是很高朗的吗 怎么这条评论 感觉像的舔狗一样 陆法师艳福不浅啊 要不就从了神仙姐姐吧 放眼内鱼 除了陆法师 我还真不觉得 有其他人能配得上神仙姐姐 文章再发送没多久 就被刘亦菲的公关团队刷到 刘亦菲经纪人 急忙给刘亦菲拨了个电话 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你居然在公众面前 发这种弹幕 时隔多年 这是第一次经纪人 对刘亦菲发火 刘亦菲这些年对外的形象 一直是饱毒诗书 不沾人间烟火的神仙姐姐 突然间告诉观众 自己也是个恋爱脑 这让多少微粉心碎脱粉 刘亦菲皱眉 点开经纪人 给他转发的文章 看清文章上面的内容 刘亦菲呼吸一致 他还真是倒霉 这是他第一次发弹幕 还是混在几万人中的弹幕 居然被网友带到了 事情是自己做的 现在竟然被爆出 刘亦菲索性破罐子破摔 直言道 我确实喜欢陆木 他让我着迷 我没办法拒绝我的胜利需求 刘亦菲的话 让经纪人心脏 砰砰跳个不停 这姐妹在知道 有陆木这么个人之后 是要直接放飞自我 不允许 经纪人坚决不允许 待会公关团队 会去工作室发文澄清 到时会你转发即可 刘亦菲的团队工作效率很高 很快便撰写好公关文 理由无非是工作人员 不小心登错账号 发了弹幕之类的 刘亦菲看着自己的工作室 第一次心生厌恶 让他撒谎 他做不到 喜欢便是喜欢 现在全网的网友 在得知这件事后 大部分网友都认为 他和陆木非常般配 为什么他的工作室 就不能支持他呢 刘亦菲向来有自己的 主见和想法 当即一咬牙 转发了工作室的 公关文章便复文 多谢工作室好意 花开昔日 终得归宿 短短几个字 引发了网友 多方面的分析和评价 刘亦菲 这是公然否认 工作室的澄清 一人和自己工作室互彩 这还是头一次见 经纪人在得知 刘亦菲的举动后 差点没被气晕过去 这和直接承认 喜欢陆木有什么区别 一人做事一人当 当天 刘亦菲便和自己的公司解约 经纪人得知后 刚缓过来 又晕了过去 在网上热议的时候 李木子也将这则消息 没想到自己在表演一首歌的时间 外面的世界已经这么热闹了 刘亦菲 神仙姐姐的容貌 浮现在陆木脑海中 之前陆木还寻思着 怎么挖刘亦菲过来 没想到刘亦菲就和公司解约了 既然如此 陆木当即让李木子 给刘亦菲发了一则约见签约的信息 如果刘亦菲对水木娱乐感兴趣 可以抽时间见面 刘亦菲前脚刚陪付完违约金 后脚就收到陆木公司的招聘信息 完全没有任何犹豫 刘亦菲答应得十分爽快 另一边 洛杉矶 查尔斯乘坐直升机抵达洛杉矶后 看见此情此景 内心绞通不已 继纽约和哥伦后 洛杉矶在漂亮国的经济排名 十分靠前 现在洛杉矶同样被毁 已经失去双翼的漂亮国 仿佛再断一腿 漂亮国以人权为上 很多管理洛杉矶的人员 在洛杉矶遭遇大型寒流后 走得走 散得散 哪怕是查尔斯清零现场 组建出来的救援队伍 都不足百人 但被困在洛杉矶的居民 整整有好几万人 按照救援人数的比例 得连续就上一年 才能将全部被困人员救出 在计算出这个时间的时候 很多居民 无疑已经被放弃了拯救的机会 除了优先救援洛杉矶中重要人员 查尔斯别无他法 查尔斯看着昔日光盛的洛杉矶 此时满是狼藉 对陆木的哀怨值 再在此刻拉到顶峰 是可杀不可辱 已经连续被毁三座城市 再这样下去 还没等漂亮国彻底出手 漂亮国便已经退出 国际老大的地位 查尔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 发生在他面前 除非他死了 在拯救洛杉矶被困人员的同时 查尔斯连夜召开线上紧急会议 会议商讨了整整一夜 所有议员眼珠已经布满血丝 一整晚没有闭眼 每个人都非常劳累 但好在 他们最终定下了决策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漂亮国已经不打算 将人道主义放在眼里 决定好之后 查尔斯下达指令 成败在此一举 全面抓捕陆木 抓到者奖励美金五百万 第140章 获得万能卡 漂亮国深知 一旦启动这步 极容易引起陆木的报复的和反扑 陆木也将成功 漂亮国第二个向全球 发出通缉令的人 不是漂亮国想走到这步 而是被逼无奈 漂亮国试图用过很多方法 阻止陆木 却都以失败告终 要是再让陆木继续唱下去 漂亮国迟早要完蛋 与此同时 龙科院在第一时间 响起了SSS紧急铃声 院长脸色一凝 立即赶到控制室查看情况 这是被敌方核武器锁定 才会响起了警铃 这么多年 龙国是第一次响起这个铃声 所有工作人员 此刻全员神经紧绷 每个人各司其职 哪怕内心再好奇 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 现在是什么情况 经检测 有不明物体正在朝香山袭来 预计还有20分钟抵达龙国 疑似是爆炸物体 工作人员迅速汇报着当下情况 院长眉头紧紧皱起 当即下达了最高指令 所有人 启动紧急防御模式 目标 阻止该不明物体成功抵达香山 香山是龙科院近期在周边 发现的一处宝藏地方 盛产龙国所需物资 到底是谁会对香山动手 龙国一直以来都安分收集 从不主动找事 是谁会眼红 但凡龙科院检测警报设施 再落后一点 来不及防御 在不明物体袭击之后 整个香山最少被回五分之一 那将是极大的损失 院长一声令下 龙科院立即启动 24小时监控装置 另一边 查尔斯得知自己秘密动作 被龙科院发现后 脸上的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 这怎么可能 龙国从什么时候 检测能力蜕变得如此强悍 以漂亮国对龙科院的预估 好像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还没等查尔斯咒骂几句 漂亮国总监控室的指挥者 声音意冷 他们好像发现 我们了 什么 查尔斯皱眉 随后命人暂时停止手上的动作 另一边 龙科院院长抽空给陆木发了一则讯息 简单诉说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我是歌手 综艺在王一博唱完后 便进入中场休息 十分钟后继续录制 陆木翻阅着工作信息 并没有发表自己太多意见 李木子已经做得非常不错 陆木现在只需过目重要的合同和文件 叮 在龙科院院长的最新消息时 陆木眉头一皱 虽然这些事已经是常态 但陆木以为 这些天漂亮国的经历 会让查尔斯有所收敛 看来并没有 当下 陆木脑海中快速思索着决策 院长既然将这则消息通知给他 必然是认为陆木有可能帮得上忙 院长 如果我们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不必在这件事上浪费太多精力 你相信我的话就交给我 院长本想用相同的办法 恶心漂亮国 却突然收到陆木的消息 沉默了半晌 院长示意发射人员暂缓动作 院长听取陆木意见 原因有二 一是 哪怕龙国用同样的方法 也未必能影响漂亮国利益 按照双方这样 你来我回 二则是院长相信陆木的能力 先将事情交给陆木 如果陆木能解决 皆大欢喜 如果陆木解决不了 那龙科院便只能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神 一起恶心呗 你不让我赚钱 我也不让你赚钱 陆木收到院长回复后 当即告知洪涛 自己要临时表演一曲 歌曲名不计入比赛轮次中 全档献给直播间的网友 洪涛刚想关闭直播间 没想到转头就收到这么大的惊喜 陆法师心血来潮 想唱歌的时间并不多 反正现在还在休息时间 陆法师要是愿意 洪涛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快速和音乐老师商量好 自己刚刚选定的伴奏后 陆木被漂亮国的迪特律 开始演唱 与一直下 迪特律是漂亮国排行前十 工业城市 这次就拿迪特律来计火 选择迪特律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龙科院曾和陆木在闲聊中提起 迪特律似乎是漂亮国的 一个秘密研究基地 具体研究什么未知 但研究出来的成果 应该非常重要与一直下 气氛不算融洽 在同个屋檐下 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伴奏响起 陆木的歌声 环绕在整个录制现场 已经离开直播间的观众 在收到好友分享后 再次涌了进来 看着这忽高忽低的数据 洪涛再次感慨陆木的号召力 与此同时 迪特律基地 突然从晴天转为阴天 还没等基地人员反应过来 硕大的雨滴便倾盘下 以陆木的能力 完全可以单凭下雨 就能将迪特律 这座城市淹没 但现在是紧急时刻 所有的时间都非常紧张 按照雨水淹没的时间推算 最快也要连着 下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 所以 陆木翻找了自己的小仓库 还有两张一次性体验卡 没有使用 定 消耗一张浪潮体验卡 目标迪特律 检测到迪特律水位 并不足以掀起浪潮 就在陆木以为 这张卡会因此失效的时候 系统的回答 让陆木一喜 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浪潮 限加快迪特律水位涨潮 预计还有三分钟 抵达可涨潮水位 因无法在第一时间完成涨潮 宿主获得赔偿奖励 获得万能体验卡一张 万能体验卡功能 可随即选取一种天灾 在指定位置 指定时间生成 使用条件 必须在公开的场合 知情人数超过一万人的情况下 才能将其激活 陆木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系统还挺有良心 居然为了完成涨潮任务 附赠了其他功能 而且还有赔付卡 按照系统这种赔付的说法 陆木岂不是可以一直套娃 在选定的城市中 选择该城市 无法第一时间出现的天灾 系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便会再继续赠送万能卡 陆木只需要每次都开直播 确保在线人数超过一万人 即可触发使用万能卡 就这条件还不是容易 第141章 基地被淹 察觉到陆木的心思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注意 由于万能卡的特殊性 使用该卡后 不会赔付任何体验卡 那就是不能套娃了 陆木耸肩 虽然不能套娃 但好歹系统没有取消附赠功能 看来还是要好好完成任务 解锁更多体验卡 再用体验卡去套出万能卡才行 像以后对付迪特律这种城市 便用相同手段 如果是紧急情况 在自己没有体验卡的同时 便使用万能卡 万能卡是陆木的底牌 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 谁也不知道 后期系统的挑战 会发展成什么规模 感谢系统 迪特律这边刚开始 要知道 他们的研究装备都是防水的 包括启动装置 但很快 维护后台设施的工作人员发现 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不知从哪里 突然冒出一股洪流 且源源不断 朝着他们所在的基地 涌来 要是说这些是雨水 根本毫无依据 就像是突然出现的一样 原本只是湿润的土地水位 瞬间涨到小腿的位置 基地的管理者罗恩梅 第一时间下令关闭了舱门 果不其然 舱门关闭之后 外面的洪水便没有再渗透进来 罗恩梅忍不住冷笑道 肯定又是那个陆法师搞的鬼 但是他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 我们的基地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防水 哪怕我们将舱门关闭 这里面储存的氧气 都足够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使用十天 罗恩梅发现 陆木哪怕有再大的本事 也没有让一座城市 连续浸泡十天的例子 只要基地挡得住几天 几天后 水势自然会消退 陆木想要用这种方法 对付迪特律的基地 根本不可能 为了嘲讽陆木 罗恩梅甚至当众拍摄了一段 基地门口的视频发布到网上 并复文 雕虫小记 在绝对实力面前都是蝼蚁 在看见罗恩梅的叫嚣时 院长将其视频转发给陆木 陆木只回复了院长四个字 稍安勿躁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这句话 陆木还没来得及打出来 下一句歌词的伴奏便来临 不可思议吧 梦在瞬间崩塌 在唱到这句的时候 迪特律原本平静的水位 突然掀起一阵阵浪潮 每阵浪潮都有基米高 就像是大海中的放大版 明明不是海 却有着比海还大的浪潮 迪特律此时 除了能紧闭舱门的基地外 其余居民楼 已经在浪潮的来回拍机下 根基不稳 轰然倒塌 哪怕有些还没有在第一时间倒塌 也在摇摇欲坠 在房屋中躲难的漂亮国人 内心恐慌到最高点 未知的恐惧 一直冗罩在他们心中 罗恩梅刚想用监控 查看舱门外的情况 却发现早已信号丢失 信号怎么没了 负责钉烧监控的工作人员 有些迟疑道 不是信号没了 应该是被浪潮冲走了 罗恩梅听完后 眉头忍不住骤气 什么浪潮 你当这里是海 你在说什么胡话 工作人员名嘴 刚才他所看见的场景 也颠覆了他的三观 直到现在 工作人员都没能从 那幅震惊的场景中回过神来 在浪潮拍打监控器那刻 他只能看见前几秒的画面 在之后便彻底信号消失 除了被浪潮拍走 又如何解释 防水的监控器 罗恩梅太阳穴突突跳了起来 难道真有浪潮 这怎么可能 刚萌生出来的念头 瞬间被自己打消 现在能观察舱门外的摄像头 已经被摧毁 罗恩梅对舱门外的情况 一无所知 失去掌控周围一切的不安感 隐隐袭来 罗恩梅连线查尔斯 嘟嘟嘟 除了盲音外 再无任何收获 罗恩梅脸色一黑 眉头紧皱道 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水势太大 信号柱已经中断连接 没有了信号 就不能及时了解外界的情况 不知为何 罗恩梅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 基地是防水没错 但防不住浪潮啊 强烈的浪潮所拍击出来的力道 再加上如果是持续浪潮 另一边 气象台的人也在发现 狄特律一样的第一时间 将此事汇报给查尔斯 狄特律那边什么情况 其余管理者忍不住开口问道 扎尔斯立即联系基地 联系未果后 只能选择联系隔壁的城市 询问狄特律目前的整体情况 接下来传来的讯息 让查尔斯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地上 狄特律 此时已经变成一座水城 除了仍在坚持的几栋较高的建筑物 还能看见外 其余建筑物已经被变成一片水面 那基地呢 狄特律非常重要 但单单一个研究基地的价值 便可媲美一整座狄特律 如果基地中的样品 能成功护送出来 便可以减少很多损失 工作人员声音有些颤抖 基地 基地已经被淹了 其实这也不怪工作人员 他们在第一时间 便出动了多架无人机 想要确定狄特律现状 在被浪潮接连损坏 数十架无人机的时候 他们才勉强能抵达基地正上方 除了一望无际的水面 别无其他 查尔斯急迫地问道 那研究物品呢 有交付给你们吗 没有 别说是研究物品了 就连狄特律里面的居民 在天灾一变的时候 逃出来的人数 都不超过一万人 剩下的人 已经全部被水淹没了 哪怕是躲在管理者建筑物的人 也因为浪潮的持续拍打 悉数掉落在水面中 这可不是平静的水面 一旦掉落 便如同掉入大海 难有生机 在汇报这些工作的时候 工作人员眼眶已经通红 声音哽咽 查尔斯当即和众人商讨 接下来的决策 查尔斯认为 哪怕迪特律被淹 但研究基地防水 应该派人前去研究 将研究样品带出 其余人认为 现在迪特律危险系数太高 且基地情况未知 大概率已经遇难 如果基地没有损坏 人员为何不主动发出求救信号 会议陷入胶着 求催更 求催更 第142章 展开求救 最终 因为刷到罗恩没发布的那则视频 查尔斯成功说服众人 由于漂亮国前段时间持续天灾 目前空缺且能够调动的人员 少之又少 查尔斯东拼西凑下 以最快的速度 组织了20名救援人员 这20名救援人员的目标 只有一个 便是救出基地人员 且找到基地研究样品 救援人员成功抵达后 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在听到的时候 尽可能在脑海中脑补水城 适合模样 没想到 在见到昔日的迪特律 变成一座真正的水城时 他们仍非常难接受这个现实 恐惧 笼罩在他们的头顶 在查尔斯交给他们的任务 他们也要努力完成 穿戴好装备 众人乘坐潜水艇 滑入迪特律 就连他们都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们居然会在自己的本土 乘坐上潜水艇 浪潮呼啸 卷起千层高浪 好在潜水艇直接潜在下层位置 倒也算是稳步前进 一路前行的时候 他们再次被水底下的世界 所震惊 迪特律的建筑 已经变成一堆堆废石 散落的到处都是 头顶上方漂浮的 皆是一具具尸体 以及轻重量的生活用品 恐怖如斯 警告 警告 右舱撞到物体 机翼损坏 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抽身出来 潜水艇便不小心撞到 堆积在水底的建筑物 这些建筑物 堆放的错乱无章 且高矮不同 哪怕驾驶的再小心 也很容易撞击到附近的障碍物 比起海底 这是是曾经居民居住建筑过的地方 地形的复杂程度自然高得多 五辆潜水艇 在抵达到基地地点的时候 已经损坏了两辆 当他们好不容易按照微星定位 来到基地的时候 却发现空空如也 就好像基地被凭空卷走一般 What 在反复确认后 三辆潜水艇 无奈只能揣着这个答案返航 迪克律这座城这么大 以他们剩下的三辆潜水艇 根本不可能能搜索完一整个城市 况且连基地都能被卷走 哪怕找到基地之后 恐怕也只剩一个废海 不久后 迪克律这场闹剧被传得人尽皆知 龙科院院长在得知这则喜讯后 脸上竟是掩盖不住的笑意 连着说了三个吼 好好好 恶人自由恶报 陆木这边在演唱完语意直下 之后 示意洪涛不要着急关闭直播 陆木走下舞台 静止来到直播镜头面前 直播间此时已经汇聚了成千上百条弹幕 大多数都是夸赞陆木的弹幕 只有少部分是黑粉发送的弹幕 但很快便被大数据所淹没 陆木和直播间的观众打了个招呼 直播这么多次 这还是陆木第一次和他们打招呼 正在屏幕面前的观众 激动得差点没晕过去 新一轮的弹幕再度涌现 沐神近距离美颜暴击 好帅 杀我别用颜值刀 陆法师唱得真好听 还没听够呢 我去 这是要帅死谁 陆法师这首歌是唱给谁的吗 为什么今天突然要演唱两首歌曲啊 陆木站在镜头面前 下一秒直播结束 我累个去 这是什么情况 陆法师这是手滑了 我还以为陆法师走过来 是和我们聊天的 是网卡了吗 这作风很陆法师 在陆木刚关闭直播那刻 仍留在直播间的网友 看着面前的黑屏 都忍不住敲打滴咒了几句 等了好几分钟 也没能再等到陆木开播 网友们这才确信 陆木是真的中断了直播 一旁的洪涛也被陆木的做法惊讶到 疑惑到 你这是 陆木面容平静 直播间人数太多 你下播有可能会被网友骂 听到陆木的回答 洪涛这才反应过来 对啊 刚才的直播间最少都有上一人围观 要是由他亲自下播 肯定会有部分网友认为是他的问题 到时候 说不定还会影响到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但要是由陆木本人下播 网友肯定不会多说什么 当天 我是歌手录制结束后 陆木成功入围 王一博进入危险期 其实并不是王一博表现得不够好 而是他刚出道不久 人气肯定没有节目中其他前辈高 再加上节目组的刻意空票 总不能让这些前辈 在第一期就丢了面子 通常情况 前几期都会拿新人开刀 王一博资历最小 这倒霉担子 只能落在他头上 在刚录制结束那刻 微博上已经挂满了陆木直播演唱的热搜 一共演唱了两首歌 都分别上了热搜前五 我是歌手 这当综艺 微博先火 该公众号一天之内涨粉上万 除了文娱榜热搜外 几则关于漂亮国狄特律报被淹的信息 迅速走红网络 对于狄特律一天之内 变成一座废弃水城这件事 漂亮国坚口不谈 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这不是傻子是什么 但是 没有人是傻子 龙国高级管理员当面回应了 漂亮国这篇充满虚假的文章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公之于众 各国高级管理员 同样在时刻关注此件事情的后续 这件事是关国际上 国家排行榜的重新排名 不过 高级管理员得知 寻常公民却对这件事一脸茫然 直到 龙国光播新闻电视台 在现场直播中 当众斥责漂亮国的罪行 新闻电视台刚出面回应这件事的时候 这段视频立即冲上了热搜 以及各个平台软件 所有浏览器公众号文章推送 各类视频软件中 都在同一时间推送相关文章 有批判漂亮国毫无人性的文章 居然在背后搞小动作 但让更多人讨论的 便是龙科院的检测系统 有分析漂亮国和龙国 此件事情后续的文章 各式各类的文章 主题中心全是围绕这件事 但所有文章的核心 都是在感慨龙国的强大 新闻电视台是独数龙国的节目 主持人更是畅所欲言 有一说一 丝毫不用顾及漂亮国的面子 第143章 灭 漂亮国网友们 在刚接触到这件事时 还不敢相信 纷纷跑到龙国的 新闻电视台的公开账号 确保这则视频 确实是由新闻电视发出时 内心复杂 无比他们身为漂亮国人 自然是相信自己国家 强大的管理能力 漂亮国能成为 当之无愧的恩欧 一 都是因为这点 但是 哪怕成为霸主 也不能丢掉 最所谓的原则和底线 在龙国的描述中 漂亮国没有遵循君子礼仪 完全是任意妄为 在大部分漂亮国人心中 他们和龙国 并没有所谓的血海深仇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反观龙国 公民在得知 狄特律突如其来灭亡后 当即痛快淋漓 龙科院的院长 一年不发一次文 这次既然出面发文 足以说明这件事的真实性 没有其他 能再比这件事能让人痛快 没过多久 好奇心强烈的网友 开始对狄特律 因和灭亡这件事 感到不解 龙科院的解释是天灾 这个说辞 他们当然行 只不过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还能有这么奇葩的天灾 好巧不巧 刚好只下载一座城市 而且一下就吓到 直接把狄特律淹了为止 怀揣着这个疑问 不少龙国子民 开始去外网扒皮 随后 龙国网友 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通过各式各样的关系 他们能查找到 狄特律这座城市 在彻底灭亡前的一些视频 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正常 也确实是因为浪潮冲击 视频才彻底中断 但为什么能在平静的水面中 掀起浪潮 下雨的场景并不奇怪 但这些巴皮网友中 还真有几个专业的气象研究员 通过对比狄特律前后的 气温波动差距 以及当时的天气温度等 气象研究员纷纷表示 按理说 狄特律在未来三天 都不会有雨时 这突然倾盘下的暴雨 彻底激起了龙国网友 想要继续查明真相的决心 一路追踪 却始终没能查找到 狄特律的基地 要是能判断出狄特律的基地 在查找附近生前的影像 就有可能得知 真正灭亡的原因 但漂亮国的保密工作 不是一般的好 为了更快的平息舆论 查尔斯和一众高级管理员决定 将狄特律的事情一概不提 正当龙国网友 查找狄特律基地未果时 这时陆木的一名粉丝 突然冒了出来 说了一句话 你们就没有发现 这雨是在狄特律 做了小动作之前下的 而这个时间 陆木正好在直播唱 雨一直下 中浮现出陆木今天直播唱歌的模样 众人喃喃自语分析道 我就说 陆法师今天怎么这么好 居然一次唱两首歌 你怎么知道 这个时间和陆木唱歌的时间吻合 对啊 龙科院的数据上 确实发布过 发现一次爆炸物的时间 还真是 所以这雨是陆法师下的 家人们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狄特律暴雨和浪潮 该不会出自陆法师之手吧 如果真的是和这场雨有关 岂不是说明 这一切都是因为陆木 狗日的漂亮国 不出面给大伙一个解释 说他猪狗不如 都侮辱了猪和狗 随着网友的持续追踪 陆木导致狄特律下雨这件事 已经被捶得板上钉钉 时间完全一致 天气完全一致 龙国的网友脑筋一转 纷纷跑到陆木的社交账号 底下留言 漂亮国不出面解释 那他们可以来咨询陆木 还他们一个真相 陆木此时 正在悠然自得地吃饭 今天这个局面 陆木非常满意 四两波千金 龙国无任何人员伤亡 反而是漂亮国 纪哥伦 纽约 洛杉矶后 又再耗损一个得力的工业城市 狄特律 要不是现在蓝星经济 没有重新评估 否则这第一 哪里还是漂亮国的 刚吃完饭 龙科院的院长便来电 为的是听取陆木 对于这件事的后续看法 漂亮国出手在先 院长担心 如果龙国对这件事 没有后续说法 会影响龙国在蓝星的位置 让其余人认为 龙国是个任人捏打的软柿子 知道院长的顾虑 陆木一脸严肃 故事的开端 确实是漂亮国不仁义在前 但最终结果 却是漂亮国自断一臂 狄特律被毁 比起纽约和哥伦 查尔斯表现得还要着急 就说明 你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 其整体经济 相当于一座城市 看似是狄特律被毁 实则直接翻了背 这结果放在整个蓝星上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听完陆木的想法 院长豁然开朗 其实这结果 已经是龙国对于漂亮国 此番行为最好的惩罚 至于其他国家 想再对龙国对手 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是否比漂亮国的还要强 否则 在突破这种境界前 反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敢轻易对龙国出手 这种时候 龙科院要是在明面上 继续追究漂亮国的罪责 并没有错 但如果龙科院此时不再追究 反而有一种大将的 包容世间万物的风范 归根到底 这次龙科院 除了耗损些许钱财 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反观漂亮国 在短时间内接连出事 比起龙科院 陆木认为 漂亮国才是最应该担忧的那个 以前在漂亮国成为霸主的时候 为了常年维护自己的地位 多次借他国之手 挑起多方面战争 军事力量比不上漂亮国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多年来 漂亮国树敌不少 不过这也不怪漂亮国 毕竟他们以为 以他们的实力 能当一辈子的老大 这些曾经被漂亮国 欺压过的国家 忍气吞声这么久 在这种时刻 又岂能放过漂亮国 如果把漂亮国 毕做是老虎 现在 他就是一只受了伤的老虎 身材在细小的狼群 未必不是这只老虎的对手 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句话的存在 不无道理 况且 陆木微微一笑 我只是提议 不让文科院出手 并不代表我不出手 第144章 获得黄金软甲 院长听闻爽朗一笑 哈哈 那可要麻烦陆法师了 陆木出面解决 对于当下的情况 确实是非常好的局面 院长这次和陆木的交谈中 受益匪浅 两人断断续续 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 一个月后 我是歌手 综艺录制结束 这一个月 漂亮国出面楚歌 最终用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方式 在录制期间 陆木又给仍在艰苦斗争的 漂亮国加了几把火 漂亮国将希望 放在哪个城市 陆木就对哪个城市下手 一个月的时间 漂亮国的亚特兰大 博士顿 圣保罗 相继因为突如其来的天灾 被暂缓了手中的动作 而查尔斯 也正式告别管理层舞台 累了 对于漂亮国的现状 查尔斯无力回天 哪怕查尔斯 发出五百万抓捕陆木 但一个月过去 都未曾见效 倒不是每个人 都惧怕陆木的能力 有少部分死士 还是愿意为了钱 去得罪陆木 但每次开展抓捕行动的时候 陆木的脚底 都仿佛抹了油一板 每次都让陆木成功逃脱 一来二去 抓捕的人便在这项任务 打上难度五颗星的评估 陆木不仅有一支 实力强悍的保镖队伍 他自己本身的实力 也深不见底 虽然从未见过陆木正面 和他们发起冲突 但陆木的灵敏度 和自身速度 已经从侧面证实 他便是个恋家子 如果不是恋家子 怎么会有着超乎常人的速度 与此同时 各国高级管理员 纷纷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除龙国外 每个强国都在打着 属于自己的小算盘 漂亮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目前经济水平严重受损 意味着之前和漂亮国 所关联的经济纽带 也会消失 陆木的举动 蓝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开始了紧急修补原定计划方案 另一边 有关陆木在直播时演唱的歌曲 被大家口口相传 陆木前脚刚庆祝水墓娱乐员工 突破100人 后脚脑海中又响起熟悉的声音 陆木当即快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定 恭喜宿主突破10亿情绪值 解锁一个黄金宝箱 请问是否开启 终于突破10个亿了 陆木面容有些激动 应该和这几天 有关他的唱歌视频 频繁走红网我有关 再加上上个综艺 我是歌手 现场直播的累积 算了 管他呢 够了就好 开启 宝箱开启 获得奖品如下 奖金50亿 以正规途径打款 二 万能体验卡一张 不仅限于天灾 三 黄金软甲一副 可抵御手枪射击 啥 在听到自己的奖励后 陆木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这次系统 怎么这么大方 以前都是一个亿一个亿的奖励 现在随随便便就给50亿 这次的奖励和唱方面没有瓜葛 大概率是因为 目前陆木的唱歌实力 已经不需要再进化 陆木办试探问道 一旦接受 这其中该不会夹杂着什么 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吧 不是不能接受任务 而是要提前知道 有一定的心理建设 系统解释道 这是检测到宿主超额完成任务 特发的奖励 所以 如果陆木只是单纯 获得十个亿的情绪值 系统并不会这么大方 是因为我不小心灭了迪特律 陆木不死心开口追问 既然能超额完成任务 代表下次任务出现 陆木同样以超额完成的形式完成 便可以解锁更多奖励 从来都是速问速答的系统 破天荒沉默了 沉默了半晌才开口回应 事在人为 陆木一愣 下意识问道 啥 怎么还不正面回答呢 但无论陆木再怎么询问 为何他这次完成是超额完成 系统都不再回应 罢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意 更何况 是拥有神秘力量的系统 估计他不说 不过陆木话题一转 黄金战甲能抵御手枪 那冲锋枪呢 不能 但威力在手枪以下的物品都能阻挡 且次数无效 也就是说 这件黄金战甲并不会因为使用次数而有所磨损 还真是好东西 二话不说 陆木拿起黄金战甲 直接穿在身上 更让人神奇的是 原本金黄色的战甲 再套在陆木身上那颗 居然化为透明蝉翼状的铠甲 陆木还想上手摸一下 却发现居然没有战甲的触感 所以我这是穿了还是没穿 黄金战甲已经和宿主绑定 只有在遇到危险时 才会在瞬间转化为防御形态 其余时间都是隐身的状态 那我能结绑送人吗 可以 不过需要花费一定的金额 多少 十个亿 你踏马怎么不早说 你也没早问 陆木下意识翻了个白眼 深呼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要是知道他这一套 想要结绑就要花十个亿 肯定会慎重考虑 不过当下情况来看 在陆木没有解锁新的防御装备前 这件黄金软甲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有龙科院安排的保镖 但保险起见 陆木还是要具备有自保的能力 靠山山会倒 靠水水会流 只有靠自己 才是永恒的保障 咚咚 李木子推开门 王一博走在他身后 两人在陆木办公桌面前 站立李木子率先开口 陆总还有什么事吩咐 确认陆木没有其他事情安排后 李木子转身离开 王一博站在原地 在陆木面前有些局促不安 王一博此时还不知道 进了水木娱乐 以后他的花路会有多好走 陆木开口询问 你有没有兴趣演戏 王一博一愣 本以为陆木谦 他是看中了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 在舞台上 王一博自信而兴奋 每当音乐响起 聚光灯落在王一博身上时 王一博都能清晰听到自己炙热的心跳 第145章 刘一飞被骗 他热爱舞台 享受音乐 现在居然让他去演戏 倒不是不愿意 只不过在演戏这个领域 对于王一博来说 是陌生的 王一博认为 首要任务是先做好属于自己的舞台 积攒属于自己的人气 在内与舞台没有遗憾之后 再考虑转行 陆木认真的倾听 时而点点头 这是自然 王一博这小子在舞台上还是很有魅力的 小奶狗谁都不喜欢 只不过 如果按照王一博的想法 一切就太晚了 舞台水木娱乐可以继续为王一博安排 但从现在开始 在兼顾舞台的同时 王一博需要同时兼顾学习演戏 娱乐圈虽然谁都能当演员 但你的出目音频非常重要 好的首次亮相 足以瞬间吸粉无数 演技并非一朝一夕 而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来打磨 陆木严肃地盯着王一博 你可愿意 如果王一博没有非常强烈的进取心 并不一定会接受陆木的安排 陆木并不会强迫自己公司下的每位员工 有人想混吃等死 有人想奔向更高的枝头 只要他们愿意奋斗 拼搏 陆木会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人脉和平台 王一博想都没想 欣然答应 六边形战士 才能在娱乐圈更好的发展 哪怕以后王一博不进军演艺圈 学习过也无憾了 王一博点头后 陆木便把杨幂叫了上来 杨幂将手中的剧本放下 来到陆木办公室 他以后就给你带了 杨幂眉眉毛一条 眼神在王一博身上来回打量几圈 外形条件十分优越 颜值也过关 但杨幂记得 王一博好像是唱跳男团出道的 杨幂疑惑道 我能教他什么 还没等陆木开口 王一博主动说道 蜜姐 以后我想进军演艺检 以后要请教您的事情 还有很多 说完 王一博对着杨幂鞠了一躬 杨幂笑了一下 内心松了口气 感情是娇演戏呀 这个简单 只要不是让杨幂娇唱跳 都没问题 敲定好事情后 陆木起身离开水木娱乐公司 就在刚刚 陆木收到刘一飞发送的消息 听刘一飞的意思 是他的代言品牌方 非常希望能跟陆木见面 以便促成更多的合作 刘一飞现在身上代言不多 只有两个不用刘一飞说 陆木都知道 刘一飞口中所说的品牌方是哪个 目前在市场涨非常火热的国货 潘婷 潘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洗发水品牌 但其背后的公司宝洁 却是龙国著名的上市公司 其董事长詹木仁背后的人脉 以及资产无可估量 而刘一飞表示 正是詹木仁想要约见陆木 就连詹木仁旗下的子公司的品牌 代言人刘一飞 都不曾见过詹木仁 刘一飞得到这则消息 也是从潘婷公司总经理王伟口中得知 以刘一飞和潘婷之间的合作关系 王伟没必要骗自家代言人 按照王伟的地址 刘一飞率先赶往地址赴约 在王伟的暗示下 在严寒的冬季 刘一飞不得已换上一身红色紧身包囤裙 外面套了一件长款羽绒服 抵达约见的地点 刘一飞眉头微皱 这附近看起来十分荒凉 完全不像是上流社会的人会约见的地方 不过 或许詹木仁就是有这种癖好呢 由于身上总共穿的衣服并不多 刘一飞没有多想 踏进面前有些破旧的房屋 王经理 你在吗 刘一飞边走边喊 突然 一道身影从一旁走了出来 刘一飞当即被吓了一跳 看清面前的人不是王伟后 刘一飞内心更加疑惑 王伟身边的助理刘一飞 在对接活动的时候都见过 并非眼前这人 你是 附近安静的氛围 让刘一飞有些害怕 此时刘一飞非常后悔 为什么这次出行 恰巧没有带上经纪人 男子再见到刘一飞那刻 眼神便落在刘一飞身上 没有移开过 直白粗鲁的眼神 让刘一飞不禁心生反感 刘一飞懒得在和面前 这个让他感到不适的人交流 拿出手机给王伟打了一通电话 未曾想 铃声居然从面前 这名男子身上传了出来 男子挂断电话 盯着刘一飞一直笑 刘一飞身体一僵 随后快独掉头就走 虽然不明白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刘一飞此时已经明白 这个局好像根本就不是王伟约的 为什么选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突然有了解释 刘一飞由于过度紧张 扭头就跑的时候 不小心磕到地上的石头 整个人摔在地上 男子着迷般地看着刘一飞 像是在打量一件艺术品 下一秒 男子直接将刘一飞的羽绒服暴力扯开 刘一飞面色惊恐 疯狂挣扎着 却因男女体力悬殊 始终无法睁开男子的束缚 啪 刘一飞找到机会 一巴掌扇在男子脸上 没想到男子不禁没有生气 眼神反而越发兴奋 手中的动作也加速了起来 没想到你还真听话 叫你穿什么衣服来 就穿什么衣服来 男子兴奋地将羽绒服丢到一旁 下一秒 一股重力朝着男子的脸颊袭来 由于惯性 男子朝着一旁飞出几步远 洛木站在刘一飞面前 脸色阴沉得可怕 刘一飞浑身颤抖 哪怕洛木站在他面前 都久久没有反应过来 倒地的男子反应过来后 站起来朝着陛木挥出一拳 拳头中带着的狠意 仿佛要将陛木就地解决 碰 洛木灵灵闪躲后 朝着男子的腹部静直踹了一脚 男子吃痛捂着腹部 在失去战斗力的时候 下体又被陛木用膝盖一顶 男子瞳孔一瞪 瞬间被腾晕过去 将男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后 陛木走到刘一飞面前 看了一眼旁边被损坏的羽绒服 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刘一飞身上 刘一飞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将头埋在陛木怀中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陛木伸手轻轻拍着刘一飞的背 另一只手在手机上敲打着什么 没多久后 警察赶到现场 将男子抓捕 求催更 求催更 第146章 王伟的道歉 陛木给刘一飞放了几天假 并向刘一飞保证 这件事他不会泄露出去 虽然刘一飞并没有遭受到实质的伤害 但有时候流言蜚语会比伤害更可怕 攀庭公司 王伟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件 刚想从头中掏出手机 随后愣了一下 手机不见了 难道是落在家了 还没等王伟想明白 办公室的大门 砰的一声被从外踹开 紧接着便传来秘书自责的声音 王总 我们拦不住陆总 王伟脸色一黑 刚想开口斥骂 在看清来者后 脏话停在嘴边 没有让秘书下去 他王伟虽然尽忠陆木 但陆木今天不给他一个解释 这让王伟在以后的圈子 还怎么混 陆木久久没有开口 王伟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陆总怎么来了 陆木冷哼一声 从怀里掏出手机 啪的一声丢在桌上 王伟眉头皱起 看着这个眼熟的手机 点亮屏幕后 才确认这手机居然是自己的 王伟一头雾水 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 陆木声音冰冷 这就要问你的好助理了 被陆木这么一说 王伟也发现自己的助理 今天来上班打卡之后 便没有再露面 因为助理平时会有自己的工作安排 哪怕半天不在公司 王伟也不会询问 留下这句话 陆木转身离开潘庭 当天 水木娱乐便宣布和潘庭解约 除此之外 任何和潘庭有合作的公司 都相继被水木娱乐解约 解约一个 大家还觉得是巧合 但每一个都被水木娱乐解约 细心的网友 自然不会放弃这其中的八卦 在陆木来潘庭杂场子后 不到三天的时间 王伟便收到了多方面解约 取消合作的通知 三天后 王伟助理从局子里释放 王伟终于联系上自己的助理 在王伟的逼迫下 助理终于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告知 再听到自己的助理 居然偷自己的手机 去约见刘亦菲 并且意图对刘亦菲行不轨之事时 王伟气得双眼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别人不知 他王伟还能不知 得罪的水木娱乐旗下的艺人 相当于是自断一笔 陆木的国民度有多高 就说明陆木的粉丝量有多高 陆木拒绝合作 粉丝自然不买单 痛失支持者的公司迫于无奈下 只好跟潘庭解约 王伟苏醒后 第一件事就是压着助理 来水木娱乐道歉 原本陆木并不想再见到王伟 但碍于刘亦菲的心结 陆木还是决定 安排这次四人的会面 现场除了刘亦菲 陆木 王伟 以及他的助理外 再无他人 在得知自己要见到助理的时候 刘亦菲内心十分抗拒 刘亦菲担心 自己再见到那个人 会生理性恶心 陆木这次 没有顺着刘亦菲的意思来 心结存在 总要去解决 人这一辈子这么长 以后要遇见的事情 只会更糟糕 如果每个坎都不积极度过 等积累到一定程度 岂不是要郁郁寡欢 由陆木正常 刘亦菲虽然为难 但还是赴约了 王伟 再见到陆木那刻 激动得差点没跪下来 只要愿意见面 就说明 事情还有回还的余地 再见到陆木的时候 助理瞬间感觉 下体隐隐作痛 目光满是闪躲 陆木随意坐下 双腿交叉 翘起二郎腿 王伟眼神一瞪 助理立即跪了下来 对着刘亦菲 说出早已准备好的道歉台词 刘亦菲全程眉头紧皱 要不是陆木此时坐在他身旁 刘亦菲早就起身离开 长达三分钟的道歉和自省 刘亦菲眉头始终没舒展过 王伟见状 内心咯噔一声 这助理是他亲戚家的小孩 所以王伟 在用起来的时候 才没这么多心眼 没想到 却让助理抓到机会 误入歧途 真是连带要将王伟的前途毁于一旦 为了不冷场 王伟脸上挤出一抹笑意 看向陆木 既然从刘亦菲下手无法解决 那么只能将最后的希望 放在陆木身上 王伟看得出来 刘亦菲还是十分在意陆木的 只要陆木点头 这件事估计能过去 将提前准备好的合同 递给陆木 王伟语气真知道 事情已然发生 我虽然已经辞退了助理 但对刘小姐造成的实际伤害 却无法弥补 这件事除了我们四人知道外 我并没有再告知其余一个人 另外 这是我表达歉意的心意 还希望陆总能接受 陆木瞥了一眼桌面上的合同 内容是 王伟愿意将他手中攀亭的股份 无偿赠送10%给陆木 王伟身为攀亭总经理 名下占比的股份是40% 分了10%后 王伟就仅以2%的优势 高于下一名大股东 看得出来 这已经是王伟最大的心意 要是再多一些 攀亭的总经理位置将会一主 看见陆木始终没拿起合同 王伟内心咯噔一声 暗想 该不会是嫌弃太少了吧 一直没开口说话的陆木 扭头看向刘亦菲 这心意送你你要不要 前段时间 刘亦菲刚好刷到这服器给你 你要标的梗 没想到陆木现在就用上了 一直机遇在心中那口气 突然发泄出来 刘亦菲忍不住笑了一下 接话道 就这点 你当打发乞丐呢 其实 攀亭10%的股份并不少 市场预估值 最少也在3亿左右 但陆木明显是不想让王伟好过 哪怕是这件事的主要原因 并不在王伟身上 过程不重要 结果才是王道 人是王伟招进来的 因为王伟招的人 发生这一系列的事 结果只能是王伟承担 听到这里 王伟轻叹口气 那陆总的意思是 陆木面色淡然 我要30个 四 话音落地 现场的三个人 全都倒吸口冷气 尤其是王伟 眼中的震撼 完全无法掩盖得住 除了王伟外 攀亭最高股份的股东 也就占比28%的股份 陆木直接开口 要30%股份 不禁让王伟手中的持股 变成10% 还超越了第二大股东 陆木这是要 一整个攀亭公司啊 这和强有什么区别 第147章 收购攀亭 王伟极力控制着 自己的表情 试探道 陆总该不会是 在开玩笑吧 如果是玩笑 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这句话 王伟自然不敢说出来 只能藏在心底 陆木脸色一边 周遭的气场瞬间凝结 我从不开玩笑 王伟鸣嘴 低着头 快速思考着决策 王伟想到过 陆木可能会讨价还价 但完全没想到 陆木居然会狮子大开口 事情并不是他所做 王伟凭什么要替助理 还这么多的债 道歉给了 面子也给了 没想到 陆木居然这么不好说话 既然如此 王伟笑着站起来 直接离开一回厅 交易失败 在王伟离开后 助理也灰溜溜地离开 陆木他可打不过 再待在原地 岂不是自讨苦吃 刘一飞拿起桌面上的合同 此时他心里 早已将之前的事情 抛之脑后 满脑子想的都是 潘婷这10%的股份 就这样飞了 终于忍不住问道 30%是不是太多了 别人是想和你道歉 你却想要别人的命根 这换了谁 谁都不愿意啊 陆木缓缓摇头 答应这次见面 本来就是舒解 刘一飞的心结 现在心结已解 陆木本来就没打算放过潘婷 要是王伟 失去交出30%的股份 陆木还有留情的可能 至于现在 陆木冷笑一声 一个月后 在多个公司和潘婷解约下 潘婷之前压的库存 无法及时销货 最终资金链断裂 潘婷所有管理者 纷纷触动自己的人脉 想要找公司合资 度过此时难关 但有陆木开口 谁又会愿意 为了一个潘婷 得罪陆木四处寻找无果后 潘婷最终只能宣布破产 在潘婷宣布破产那刻 一则热搜冲上了头条 惊 水木娱乐公司 跨行收购潘婷公司 陆木的举动 瞬间引起了各行业 龙头老大的猜测 猜测最多的便是 陆木似乎并不想 仅限于发展影视剧行业 未来可能会涉及到各个领域 而收购潘婷便是最好的证明 刘亦飞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内心一满 水木娱乐 他来对了 与此同时 我是歌手终于剪辑完毕 在芒果干台定档播出 因为有陆木的参加 收购价格翻了接近零 五倍 这次芒果干台的人 没有讨价还价 一咬牙便签下这档音乐综艺 毕竟 上次他们芒果干台 赤巨资拿下的 轻视黄飞 数据虽然良好 但远远比不上 水木娱乐出版的 步步惊心 每当想起这件事 芒果干台的外交部长 都悔恨不已 要是当初签约的事 步步惊心 他的KPI早就完成了 罢了 只能争取下次机会 《公所心域》拍摄到中期 这段期间 杨幂的戏份较少 正准备给自己放个假 用来沉淀提升自己 没想到就接到了来自 创造团综艺导演苏蕾靖的邀约 创造团是一个选秀 出道培养男团的节目 从海选的100人 最终通过比赛晋级的方式 最终前期位 可以获得导演赞助的厂牌支持 厂牌支持 便是免费为你录制 属于你自己的原创歌曲 并且在平台上播出 至于后续你能否能红 便要看你自己的实力 听完节目介绍之后 杨幂兴趣不大 首先他并不是专业歌手 去当选歌手节目的导师 很容易被网友吐槽 不在自己专业对口的情况下 只会吸收很多黑粉 接下来 苏蕾靖的一句话 让杨幂改变了想法 除了您之外 我们还想邀请陆总 当另一个赛道的导师 陆木 苏蕾靖笑着回应 杨幂没有直接回答 苏蕾靖的问题 如果您能请到陆木 我这边自然是没问题的 和陆木参加节目 是杨幂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 算是心愿清单 没想到 这么快就要实现了 苏蕾靖得到杨幂的回复后 立即通过正规渠道 联系到李木子 关于陆木的行程 大多数都是李木子负责 除非是 已经与陆木合作过的导演 已经有陆木的私人联系方式 自然可以直接跳过李木子 至于苏蕾靖 他只是一个新人综艺导演 肯定要一步一步来 陆木最近的档期 并没有那么满 除了要参加两个晚宴外 并没有其他安排 最终 苏蕾靖以每天500万的价格 和陆木签下合同 杨幂这边则是300万 除去公司扣除 税务扣除 到杨幂手上 差不多就是100万左右 不过杨幂并不在意 报酬是多少 能跟着陆木一起录节目 想必能学到很多 还没等杨幂高兴太久 苏蕾靖便告知杨幂 导师都需要准备 合作一个开场秀 除了杨幂和陆木外 还有两名导师 分别是苏友鹏 华成宇 听到是合作舞台后 杨幂松了口气 四个人一同上台 总比他一人单独完成 要轻松得多 苏蕾靖的效率很高 当即把四位导师拉进群 距离创造团正式开路 仅有三天的时间 在这三天内 四人必须拿出一个合作舞台 且要求每人都必须上场 杨幂率先在群里冒泡 导演 这到底是选选手节目 还是选导师节目啊 苏友鹏 收到 大伙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 我无条件配合 华成宇 唱歌我可以 跳舞的话 除了陆木外 三个人抓着群里 唯一的导演问个不停 群里热火朝天的同时 陆木却始终不见踪影 终于 苏蕾靖忍不住艾特了陆木 陆总这才冒泡 回了个OK的表情 杨幂嘴角一抽 急忙出来补充道 陆总再忙 有什么情况 我都会转述给他 补充结束后 杨幂忍不住在心里吐槽道 和你熟悉的人 有杨幂这句话 其余人便顺着台阶往下走 关键是 以他们在龙国的影响力 陆木确实完胜他们 说句难听的 陆木的实力足够他自己耍大牌 但杨幂可不会允许陆木的国民形象受损 况且 在正常情况下 陆木并不会耍大牌 第148章 创造团首次亮相 最终 作为拥有唱跳经验丰富的苏友鹏 在杨幂的推波助篮下 篮下了挑选舞台的工作 半天后 苏友鹏在群里再度冒泡 选了一个上舞 终于选到一个适合的舞台 与此同时 陆木收到龙科院发来的最新信息 经过一个月的沉淀 漂亮国似乎有了新的动作 前段时间 几个城市被淹 有些不严重的 经过修修补补 也算是恢复了三四成 丢失的重要文件 也陆续找回不少 尤其是迪特律的研究基地 虽然整个基地被浪潮冲散 但里面重要的样本 全是紧闭保存 在找到的时候 仍有部分保存 为了更好的发展 漂亮国选定了旧金山 作为新任发展首要城市 旧金山是漂亮国 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 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加州人口第四大城市 新任漂亮国总管理者永恩 便驻扎在此地 目前虽然漂亮国 还没有对陆木有任何动作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历届以来 所有收受了伤的狮子的沉寂 只是为了更好的叙事待发 陆木立即调查了 旧金山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 将大致图纸记在心中 陆木微微一笑 看来这永恩比查尔斯更怕事 这块地方倒也是宝地 不过 很快就不是了 陆木可不是那种 你改过自新 我就会放过你的人况且 漂亮国的小动作 早已被龙科院洞悉 根本就不是想改过自新 三天后 创造团录制现场 陆木身穿一身休闲服 和杨幂一同来到现场 其余选手已经全部就位 此时已经被导演苏磊静 安排在另外一个单独的大房间 导师现在还不能和选手见面 苏磊静简单介绍了规则 确认每位导师都听明白后 流程才正式开始 这次的主持人也是老面孔 胡海拳 苏磊静大概率是看了上次陆木参加的 《我是歌手》 顺带将胡海拳请来 胡海拳虽然是歌手 但大学里学的是主持专业 再加上胡海拳本身就有一定的人气 上台的时候很轻松 便把场面hold住 哪怕台下只有陆木等四名导师 并没有其他观众 胡海拳也能在台上激情昂逸 创造团一共分为四条赛道 分别是摩音赛道 颜值赛道 唱条赛道 以及原创赛道 这四条赛道分别对应着四名导师 其中由杨幂担任颜值赛道的导师 陆木担任摩音赛道的导师 苏友鹏担任唱条赛道的导师 华成宇担任原创赛道的导师 这样一来 哪怕是非专业歌手的杨幂当导师 这届网友也能手下留情 介绍导师结束后 胡海拳继续说道 那么接下来便让我们有请四位导师 为我们带来的合作舞台 火 火 这首歌的原唱是张慧妹 在此之前 苏磊敬已经和张慧妹沟通过版权的问题 在原作曲的基础上 华成宇自告奋勇改编了部分地方 编舞则是由苏友鹏和他请来的专业编舞师 共同完成 编舞整体不算难 主要突出一个整齐度 音乐响起 华成宇率先开口 整首歌的氛围瞬间燃起 与此同时 一百名选手正在大房间里 看着面前的电视机 上面正在实时播放着 陆牧等四人表演的舞台 杨幂进入状态 接在华成宇后面边唱边舞动着身姿 接下来便到苏友鹏 最后便是陆牧 陆牧出现那刻 已经沸腾的选手再次激动不已 啊 我来参加节目 就是为了陆法师 放尊重点 是我牧神 好好 你的牧神 要是能在魔音赛道待一天 我都没有白来 哈哈 秘姐唱得还真有点可爱 我去 我真是爱死陆老师的随意感了 整场下来 陆牧并没有刻意去抢太多风头 只是非常随意地 将苏友鹏的编舞完成 但越是如此 选手们越是发现导师们的差距 而且 陆牧什么时候会跳舞了 陆牧做的动作 看起来虽然简单 但该卡的拍子 完全卡对了 再加上陆牧自带浑然天成的松弛感 让人的观看非常舒服 按照专业 肯定是苏友鹏的舞技略显一筹 但要是说喜欢 陆牧的舞蹈 却十分能吸人眼球 一曲完毕 众位选手对于导师 有了初步印象的认识 在陆路牧合作唱完一首《火》的时候 永恩也收到手下的人 汇报的最新消息 在港口附近 突然出现不明火焰 好在火势不大 且附近没有毅燃物体 在损坏了港口的半个仓库后 他们便将其扑灭 为什么说是不明火焰 是因为这个仓库装的 全是湿的海货 包括装货的木箱子 都多少会沾上一些水渍 活了这么久 他们还从未见过 这类型的仓库会着火 这火得烧得多烈 才能将这名湿且没油的地方 烧得这么久 陆木在演唱《火》的时候 倒没想过 自己能将旧金山的仓库烧起来 一是因为陆木目前为止 还没有解锁这个技能 二是因为这首是合作歌曲 陆木一直以为 是要自己单独完成舞台 才可以施展技能 但不管能不能成功 陆木在演唱的时候 在心底都默念着旧金山的名字 成功是最好的 不成功也无妨 演唱结束后 陆木便抽空刷着外网的社交软件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后 旧金山便将这件仓库 离奇着火的事情进行报道 陆木内心一喜 没想到还真有用 只不过 因为是合作舞台 所以伙势并不算太大 不过这也足够了 接下来便是导师 面试选手的时间 每位选手按照抽签的顺序 逐个进入到面试房间 在四位导师面前 表演自己准备好的节目 总时长1分30秒 表演结束 获得一个导师挑选的 直接进入到该导师的赛道 如果获得两个级以上的导师选择 则该选手可以返选导师 如果未获得任意一个导师的选择 则进入待定状态 第149章 陈卓旋级海选 100名选手全部表演完毕后 如果哪个导师的赛道中 未满18人 则可以从待定选手中挑取 如果导师赛道中多于18人 则在全部选手表演结束后 需要重新从赛道中筛选 简单来说 一共100人 海选直接筛掉了28人 面试结束后 最后只有72人能继续留在这个节目 参加第一个公演舞台 后续如果能坚持到第二攻 或者第三攻 可以获得和导师 共同合作舞台表演的机会 对于这些想要出道的新人来说 这个他们非常迫切需要的机会 海选正式开始 第一个出场的是一名年轻女孩 脸上画着很淡雅的妆容 整体造型并不亮眼 歌声同样如此 甚至由于紧张出现跑调问题 就连杨幂这种外行人都能听出来 华成宇和苏友鹏 努力管理着自己的表情 终于坚持到了一分半钟后 为了在镜头面前留下好的印象 华成宇和苏友鹏 都没对选手做出太重的点评 镜头切到陆木身上 陆木全程无言 主持人胡海全无奈 只能转移话题 引出下一位出场的选手 一共陆续上来八名选手 没有艺人被其中一名导师挑选留下 从来没参加过选秀节目的杨幂 忍不住凑过去问陆木 现在的音赠 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 他都快看困了 本来昨晚就熬了的大肃 现在还让杨幂在这听口水歌 能不能来个人才 让他精神一下 陆木瞥了眼镜头 杨幂立即正了正脸色 第九位选手进场的时候 杨幂眼神亮了一下 比起前面几名女孩 这名女孩从气质上就赢了 高高的双马尾 看起来青春又阳光 除了脖子上有大片的胎记外 颜值完全符合女团的标准 不过 哪怕脖子上有大片胎记 女孩的笑容都十分阳光自信 一开口 苏友鹏便下意识看向一旁的华成语 很明显 这个人苏友鹏看中了 此时 苏友鹏在观察其余导师的神色 果不其然 华晨宇也面露欣赏 在其他表演中 90秒显得非常漫长 但现在他们只嫌没看够 表演完毕后 女孩才开始自我介绍 导师们好 我叫陈卓璇 今年22岁 22岁这个年纪 比起其他选手 是大了点 但正因为如此 其歌声中的故事感 比别人更强 对于演员来说 年纪或许是门槛 但歌手不是 经过岁月的沉淀 歌手只会越来越吃香 接下来到导师点评环节 杨幂 你很漂亮 在你唱歌的时候 我很陶醉 不过我好奇的是 其他人都会想法设法 遮住自己身上的瑕疵 你为什么会选择露出来呢 我这么问 可能会有点冒犯 但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 温柔的语气 配上真挚的神情 原本那仅存一点的冒犯 瞬间烟消云散 陈卓悬面带笑容 目光和杨幂对视 挺直腰杆回道 这是我父母赠予给我的礼物 对于他的存在 我曾经苦恼过 伤心过 但最终我发现 我们在努力前行的同时 总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华成宇 你的嗓音很独特 你愿意作为第一个 加入原创赛道的选手吗 苏友鹏原本还在看戏 突然一下子回过神来 急忙说道 哎哎哎 我都没说话呢 我们唱歌赛道也欢迎你 你有兴趣吗 面对两名导师的怀抱 陈卓悬目光有些期盼地 落在一直没开口说话的陆木身上 陆木是否也会选择他 察觉到陈卓悬的目光 苏友鹏内心直呼不妙 看来又是一个败倒在陆法师旗下的少女 陆法师这战女能力 简直杠杠低 还没等陆木开口 苏友鹏再次开口 你真的可以考虑来我们唱跳赛道 陈卓悬听完有些迟疑 可是我不太会跳舞 就连刚刚那次表演 陈卓悬都是站在原地 安静地唱完提前准备好的歌曲 在面试的时候 陈卓悬全程都没有展示自己的跳舞功底 苏友鹏急忙说道 不会我可以教你 我们唱跳组不可能只要跳票歌手吧 胡海权为了接下来的进度 开口打断 接下来是导师选择时间 如果你看好九号选手陈卓悬 请为他亮灯 倒计十三 二 一 三盏灯亮起 陈卓悬有些兴奋 又有些失望 因为这三盏灯中 没有陆木 杨幂虽然没有开口抢人 但打从心底认为 陈卓悬这颜值可以进入到颜值赛道 陈卓悬在反选期间的时候 纠结了一会 这局惊呆了苏友鹏和华成宇 就连杨幂自己都没想到 论唱歌 他不是专业的 但陈卓悬却却在三名导师中选了自己 这是什么狗屎运 其实陈卓悬内心纠结的是 既然选不到陆木 那就选陆木公司的杨幂 这样一来二去 以杨幂和陆木的关系 到时候陈卓悬肯定有机会见到陆木 说不定还能借机请教一二 杨幂在这方面虽然不是专业的 但自己的员工有难 陆木不可能放手不管吧 苏友鹏不死心道 你要想清楚哦 选择了赛道之后 就不能再灯换赛道了 一直到决赛哦 杨幂在一旁倾咳两声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质疑我们研制赛道 在杨幂的眼神示意下 苏友鹏连忙摆手 最终 无论苏友鹏和华成宇 再怎么挽留 都无力回天 在持续三个小时的录制下 最终杨幂为研制赛道挑选了二十人 苏友鹏为唱跳赛道挑选了十五人 华成宇为原创赛道挑选了十八人 陆木为魔音赛道挑选了十人 位于待定赛区的选手 在听到最终数据时 眼神纷纷亮了起来 陆木才挑选了十人 说明他的魔音赛道 还有八个位置 他们看起来是被暂时淘汰 但实际比起其余三条赛道的选手来说 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他们拥有了第二次 加入在陆木魔音赛道的机会 想到这 原本暂时失忆的众人 不经摩拳擦掌 叙事以待 第150章 我只要十个 中场休息结束后 便开始了待定区选手的挑选 已经超圆和满圆的杨幂 以及华成宇 都没有继续选人的权利 而陆木和华成宇 加要在剩余57名选手中 分别挑选出八名和三名选手 进入到自己的赛道 杨幂则要从中踢出两名 已经在赛道的选手 看着这堆漂亮女孩们 杨幂一时犯了难 论言之 这些女孩都十分漂亮 最终只能筛选掉 杨幂心中实力排名的最后两名 已经完成任务的华成宇和杨幂 一身轻松 打算在一旁看戏 苏友鹏按照自己之前记录的笔记 喊了五名选手上台 你们五个我都蛮看好的 你们还有其他的才艺表演吗 苏友鹏的意思很明显 你们五个人 在他心中的排名 现在是一条水平线 接下来能否入围 全看接下来的加实赛 五名女孩各自表演完自己的曲目 最终苏友鹏 从中挑选出三位自己心意的选手 在挑选的时候 苏友鹏下意识 看向一旁没开口的陆木 你不会等我挑的时候 也说看中了吧 三名被苏友鹏挑中的选手 同样期待着陆木的回答 既然苏友鹏能亲爱他们 那陆木是否也会亲爱 虽然有点对不起苏友鹏 但如果陆木也选择他们 他们会毫不犹豫奔向陆木的怀抱 拜托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陆法师 他们又是正直青春的女孩 很难能拒绝像陆木这种 有言又有才的男人 但下一秒 他们的想法彻底破灭 陆木直接摇头 苏友鹏长呼口气 如此便好 胡海权这时开口道 那么接下来便只有我们陆老师的 摩音赛道有空缺的位置 不知道陆老师想选择哪些选手 剩余54名选手 听完眼神一亮 终于 要轮到他们了吗 54名中近8名 就是大于1分的概率 每位参赛的女孩都屏住了呼吸 心中同样期待陆木念叨他们的名字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陆木开口了 我一个都不要 话音落地 全员一愣 主持经验丰富的胡海权 率先反应过来 笑着 接起陆木的话题 是这样我 节目组的赛制 是每个赛道初选 都有18个名额 在总决赛的时候 会进行赛道之间的PK 如果零初选选手不够18名 后期PK可能会吃亏 胡海权的话 让原本心情十分低落的 54名待定区选手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对啊 10个人打其他赛道18个人 前面几宫要是不够幸运的话 一个赛道淘汰10个都有可能 到总决赛的时候 摩音赛道 可能一个选手都没胜 陆木语气坚决 摩音赛道 只收摩音选手 看到陆木如此坚持 胡海权立即接通 导演组的耳脉 苏蕾竟哪里想到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第一时间也喊停了现场录制 在一阵手忙脚乱下 导演组最终决定 听从陆木的选择录制继续 胡海权脸上重新扬起笑容 既然我们的陆老师决定 只要10名参赛选手 那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那剩余这些选手 只能和我们说再见了 感谢你们来参加创造团 选人环节结束后 接下来便是导师和选手 相互熟悉的环节 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熟悉起来 导演组分别给四条赛道 安排了东南西北四个房间 在进入房间后 几乎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 讨论摩音赛道 只有十个人的问题 摩音赛道房间 陆木进来后 掌声响起 十名选手的掌声音量 丝毫不亚于 其他有十八名选手的房间 陆木没有多大讲究 随便找个地边坐下了 陆木很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 陆木看中的选手 要么是进入到自己的赛道 要么已经进入到别的赛道 陆木也绝不允许 自己的赛道还有位置的情况下 让自己心仪的选手 沦落到待定区 在陆木眼里 待定区和直接淘汰 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导演组 担心观众一时之间 无法接受这么残忍的事实 用迂回的角度 去缓冲淘汰的既定事实 另一边 宫锁星域 正是沙青 杨幂在录制完创造团 海选后立即赶到了沙青现场 和大伙一起拍摄了沙青照 还没等陆木给杨幂安排新的剧本 杨幂又给自己接了一本新戏 画皮 对于水木娱乐旗下的艺人 除了陆木安排的剧本外 如果想主动接其他导演的戏份 在经纪人允许的情况下 陆木并没有任何意见 经纪人在接戏前 肯定会事先对比自家艺人的档期安排 在时间赋予的情况下 自然是接越多好的剧本越好 杨幂一开始去于正剧组面试的是 画皮的女主角 但最后于正找到了更好的女主演 便只让杨幂客串 杨幂得知这个结果 第一时间无法接受 论演技 她的演技不差 论颜值 就更不差了 从主演沦为客串 一时半会 怎么都接受不了 杨幂找到陆木 向陆木倾诉了自己的烦恼 画皮 这个剧本陆木知道 之所以没有买断 让水木娱乐翻拍 便是因为这是一部恐怖电影 再加上 目前水木娱乐 还没有发展到电影行业 陆木打算 先将电视剧的根基扎牢 再让水木娱乐 进军电影界 但水木娱乐目前不进军 不代表旗下的艺人不能进军 相反 陆木认为 杨幂 刘诗诗和刘亦菲 进军电影界越早越好 至于是否是主演 目前来说并不重要 于正身为导演界的大拿 没有选择杨幂 肯定有他的道理 沉默了一会 陆木说道 一个角色的是否成功 不在于戏份是多少 有没有台词 而在于当下演员的演绎 哪怕是客串 只要你表演得好 也会有很多人记得你 杨幂听完 心情好了不少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接下来没戏拍了 我很慌 对于杨幂现在的咖位 最愁就是没有好的作品 支撑自己 第151章 抓捕金额1000万 饶了一圈 陆木也算是听明白了 杨幂这是在暗示自己 给他接戏拍 其实不用杨幂暗示 陆木原本就有这个想法 拍摄创造团 这类综艺 一周只需要抽出一两天的时间 其余时间完全是自由的 要是这一两个月 只录制了创造团 确实发挥不出杨幂的最大功效 考虑到杨幂上一个阶段 刚拍摄完《公所心域》 为了能全方面展示杨幂的优势 陆木准备让杨幂去拍摄一部现代剧 直接将古装粉 现代粉 悉数收入囊中 如果说古装剧的装造西女粉多 那现代剧的职业玉解装造 便是西男粉多 这样穿插拍摄不同风格的电视剧 是短期内增多粉丝的手段之一 陆木翻着最近收的几部现代剧剧本 最终挑出一部翻译官给杨幂 以杨幂的外形条件 非常适合饰演翻译官的女主 三天后 创造团录制一公现场 经过三天的练习 所有选手已经准备就绪 根据导演组的规则 接下来每组赛道各选三名选手 每次分别派出一人上台 进行PK 四个赛道派出的第一名选手演唱结束后 由四名导师投票 导师不能投自己赛道的选手 最终票高者得为赛道累积加一分 除此之外 可在第二宫比赛开始前 获得和导师同台表演的舞台一次 也就是刷鼠脸表演 能有更多的镜头 算是开场表演 但不计入比赛当中 另一边就有金山会议厅 经过数日调查 最终查明了港口仓库突然着火的真相 陆木 又是陆木 只要陆木一开口唱歌 准没他们什么事 继查尔斯之后 永恩也在派人丁烧卓陆木 与此同时 提升至一千万 且无论生死 之前查尔斯为了出气 悬赏的时候 要求活抓陆木 为的就是能狠狠羞辱陆木 但查尔斯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在陆木没出事前 他先败了 永恩吸取了查尔斯的教训 没有再装大头 满脑子都是 如何解决陆木 为此 永恩专门成立了一支丁木小分队 小分队一共七人 负责全天24小时 丁烧陆木的行踪 光是只负责丁烧汇报 便派出七人 足以可见 永恩想要铲除陆木的决心 丁木队为了能更好地监视陆木 当即派出四人前往帝都 进行献下丁烧 余下的三人 则通过混进陆木的粉丝后援会 好能时刻关注陆木的行踪 例如 陆木即将要参加什么综艺 甚至是演唱什么曲子 或者是在哪里直播 他们都能在第一时间知晓 永恩在得知 陆木现阶段 只是以导师的身份参加 创造营的时候 瞬间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陆木上台演唱就好 还没等永恩松懈多久 丁木分队又传来最新报告 陆木很有可能获得 在二宫的时候 和选手合作表演舞台的机会 陆木平常的一个举动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 永恩立即召开会议 就陆木有可能会 继续对旧金山出手这件事 商讨应对方法 紧张严肃 讨论了接近半天 最终得到两个结果 一是让线下丁木的四人 将陆木的行程 故意流露出来 让想拿赏金的人行动 二则是旧金山上下 严格加强防火举措 除了有灭火的分队 在重点仓库定时巡逻外 还对旧金山上下 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死角 在旧金山展开了 地毯式检查的同时 陆木身为故事诱导主人公 此时坐在创造团 一共录制舞台台下 左边是杨幂 右边是苏友鹏 最右边则是华成宇 胡海泉上台 介绍完本次出演规则后 宣布第一名上台的选手 是华成宇原创赛道的姚慧 和姚慧同为第一场PK的 是杨幂赛道的陈卓璇 另外半场 则是由苏友鹏赛道的李孟奇 和陆木赛道的西林娜一高 进行PK 其中前三名出场 比较有亮点的 是杨幂赛道的陈卓璇 继海选后 陈卓璇仿佛更加自信 在舞台上将自己的嗓音 一览无疑地展现出来 杨幂满脸欣赏 内心已经决定 节目录制结束后 便和陆木提议 让陈卓璇加入水木娱乐 西林娜一高上台时 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 如果不是胡海权在介绍的时候 特意强调 西林娜一高 是就读于国外的 伯克利音乐学院 没人会过多在意她 伯克利音乐学院 是全蓝星排名前十的音乐学院 能成功考入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人 自带天赋 拥有绝对音准 简单来说 伯克利音乐学院不招废物 而绝对音准 在一千个音乐人中 存在的概率不足一个 不是靠后天形成 而是先天拥有 这便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不过 近年来拥有绝对音准的音乐人 也有部分因为后天的原因 最终落入平平无奇的下场 所以 西林娜一高的表现究竟如何 还未曾得知全貌 海选所展现出来的 不过冰山一角 海选中更考验的 其实是导师的眼光 西林娜一高面色如常 缓缓开口 要不是此时她在唱情歌 观众都以为她心情不好 这女娃挂脸 在海选的时候 杨幂就没考虑她 直到唱到副歌的时候 苏友鹏原本平静的面容 才有一些起伏 对于伯克利这个身份 苏友鹏对西林娜一高的期望 肯定会比其他人高 在唱副歌部分 西林娜一高一直都是用假音 哪怕有一个高音 也是可塑制裁 终于在第二遍副歌的时候 西林娜一高出现了真生高音 苏友鹏这下坐不住了 陆木这是收了个什么要念 在海选的时候 她根本就看不出 西林娜一高有这个水平 现在看来 西林娜一高完全就是快宝 她赛道派出的李孟奇虽然嗓音独特 但在唱功上肯定比不过西林娜一高 这完全就是秒杀 一曲完毕 众人陷入沉默 除了陆木 在第一时间率先鼓起了掌声 第152章 解锁与爱 啪啪啪 最终 西林娜一高以排名第一的成绩 在一攻第一轮舞台比赛中获得胜利 接下来的第二轮 第三轮 同样是陆木赛道中的刘一宁和鲁岳胜出 拿到结果的时候 导演苏磊靖陷入沉思 苏磊靖以为陆木强是强在自身演唱实力上 没想到这当了导师也是第一名 陆木可以第一名 但这碾压式的第一名 创造团是个选秀节目 没有观念就不好看了 无奈 苏磊靖只能修改了数据 让整体数据看起来相差没那么大 最终 陆木拿下第一和第二轮的第一名 第三轮则有仅次于陆木的华成宇拿下第一 其实这也不怪陆木 主要是 陆木挑选的十个人 大部分人实力都强得可怕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在其他选手还只会简单的说唱时 陆木的魔音赛道的选后 不禁在唱功上有独特的造诣 就连其他方面都非常优秀 能文能舞 能唱能跳 能弹钢琴 还能演绎各式各样的舞台 这场仗陆木不知道怎么输 一宫录制结束前 胡海泉宣布了在二宫前 获得和导师合作的选手 刘一宁 合作导师 陆木 在获得这个消息时 刘一宁又惊又喜 在这高手众多的节目中 刘一宁没想过自己会得第一名 他有可能不是第一 但实力绝对属于中上层 至于刘一宁为何能突出重围 获得第一名 是因为除了实力外 刘一宁的外在条件十分加分 从刘一宁上台后 观众便难以挪开自己的目光 导师同样如此 在海选的时候 杨幂也因为颜值对刘一宁敞敞开了怀抱 但最终刘一宁反选选择了陆木的赛道 一宫录制结束后 已经是深夜 选手们陆陆续续的开始洗漱休息 陆木本来也打算折返家中 途径练习室的时候 被还未熄灭的灯光吸引 刘一宁此时在望我的 复习舞蹈基本功 虽然二宁还没定下比赛的选取 但刘一宁并没有停下日复一日的练习 陆木推开门的瞬间 沉浸在舞蹈中的刘一宁立即回神 下意识看向门口 本以为这个点大家都已经休息 完全没反应过来的刘一宁被吓了一跳 他完全没做好 会有人突然出现的心理建设 外加他的胆子本来就不大 哪怕看清面前的人士陆木 刘一宁也缓冲了很久 才将情绪平复下来 逗大的汗珠在饱满的额头上渗出 将刘一宁额间的碎发粘在一起 更显俏皮可爱 陆木有些无奈 我就这么吓人 刘一宁下意识地摇头 急忙解释道 是我胆子小 陆老师你长得一点都不吓人 陆木原本并不操心他赛道中的选手 但刘一宁的刻苦在这一刻打动了他 虽然刘一宁的天赋不是最强的 但却是这么多人中最努力的 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 但刘一宁偏偏靠实力去靠近自己的梦想 收回思绪陆木打消回家的念头 当即坐下和刘一宁商量 二宫开场表演的选曲 本以为自己只是配合者 没想到居然是参与者 角色的变换让刘一宁激动不已 差点连话都说不清楚 与此同时 陆木脑海中突然冒出系统的提示音 叮 恭喜宿主解锁新任务 请选择接下来演唱的歌曲 一 坏天切 完整演唱此歌曲获得奖金十亿 奖励洪灾体验卡一张 二 天气这么热 完整演唱此歌曲获得奖金一亿 奖励火山喷发体验卡一张 三 与爱 完整演唱此歌曲获得奖金一亿 奖励泥石流体验卡一张 刚想继续和陆木搭话的刘一宁 转头便看见陆木低头陷入沉思的模样 纠结了片刻 刘一宁没有选择打扰陆木 而是在一旁乖巧的记录着 陆木刚才提出来的比赛要点 陆木在听到系统的选择时 头脑风暴快速开启 在迪特律的时候 陆木选择了浪潮 从而导致迪特律形成洪灾 再掀起浪潮 现在陆木的主要目标是旧金山 系统却给了这三样体验卡 且不说旧金山在港口 洪灾对旧金山是否有用 光是这个火山喷发 感觉就不太靠谱 系统能在迪特律生成洪灾 前提也是开始下雨后 有水的情况下 但旧金山附近没有火火山 又如何能让火山喷发 选择了传唱度惊人的与爱 丁 是否确认选择与爱 确认 选择成功 演唱结束即可发送奖励 话音落地 有关与爱的歌词和曲调 在同一时间灌入陆木的大脑当中 伴随着一阵微末的刺痛感 陆木已经将这首歌完全融合贯通 现在只要给陆木一个脉 陆木就能将其完全演唱出来 回过神来后 陆木看向一旁已经睡着的刘一宁 没有办法 陆木只好开口喊醒他 练习室又没有被子 陆木也不能将自己的赛道的选手 丢在这里过夜 刘一宁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反应过来自己睡着后面陆倩逸 陆木开门见山道 二宫开场舞台就选《与爱》这首歌 啥 后知后觉的刘一宁愣了一下 随即问道 是杨成林的与爱吗 陆木点点头 虽然有点突然 但这首歌在目前来说 确实人尽皆知 只要表演得好 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刘一宁鸣嘴 有些担忧道 以我的实力 演唱这首歌真的没问题吗 传唱度太高的歌曲 有热度的同时 也会面临一个问题 原唱已经深入人心 但凡你不够出彩 或者是不能超越原唱 观众都不会买单 但那可是杨成林啊 堂堂天后 陆木不以为然地起身 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今天先到这里 这几天 我有空再教你唱这首歌的要点 说完这句 陆木起身就离开练习室 距离表演二宫开场舞台 还有一周的时间 陆木并没有表明 是明天就开始练习 第153章 危险来临 刘一宁虽然心急如焚 但也没有催促陆木的意思 陆木这样安排 肯定有他的道理 离开陆制现场后 陆木哼着歌走在街道上 许久没有像现在这样 深夜走在帝都的街头 帝都的白天 车水马龙 生活节奏快 夜晚却截然相反 一抹幽静 更能显示出帝都原本的样貌 男保镖默默跟在陆木附近 哪怕已经到深夜 都没有生出一丝困意 大部分时间 都是由男保镖全程保护陆木 除非男保镖身体扛不住 才会在自己需要休息的时候 交接给小一到小五中的艺人 除了男保镖外 小一到小五 不是在忙活陆木交代给他们的事情 就是处于24小时全程待命的情况 不过 他们乐在其中 突然 男保镖脸色微变 全身神经紧动不少 但表面仍保持原状 陆木这时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男保镖的来信 周围情况有变 陆木看了一眼后 摁黑手机屏幕 继续在街道上走着 深夜一点 帝都的街道虽然人数较少 但并不是空无一人 在收到男保镖提醒的时候 陆木并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在想 如果突发情况 如何才能避免 卷入周围的无辜路人 早知如此 便选择乘车了 虽然 即使陆木选择乘车 决心要陆木赏金的人 也会有相对应的对策 陆木哼着歌 转头就扭伸到一个巷子里 男保镖眉头忍不住一皱 给陆木发消息 是让陆木往多人的地方走 而不是往偏僻的地方走 陆木这个举动 让男保镖神情紧张不少 终于 在对方一个微小的失误下 男保镖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危险并不是在同一个方位 根据男保镖的猜测 最少有三拨人 对陆木心怀不轨之意 在预感有危险的时候 男保镖便第一时间 通知了其他保镖 但他们赶过来 需要一定的时间 以男保镖自己一人 很难同时对付这么多人 再次给陆木发送一则信息后 男保镖主动出击 陆木这时 哪里还来得及看手机 不用男保镖汇报 他也知道 这次来的人不少 看来真是把永恩给逼急了 记上次之后 这都没距离超过一个月 陆木每天 不是在逃命的份上 就是在逃命的份上 好在系统之前给他解锁 提高了部分身体素质 否则别说继续完成演唱任务 小命都要保不住 另一边 在第一拨人被男保镖发现后 其余两拨人心照不轩 同时朝着陆木所在的方位奔去 在行动之前 他们便对陆木身边的保镖们 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 在连续跟踪了陆木将近一周后 他们终于摸清了陆木身边保镖的值班规律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陆木的身边才会聚集六名保镖 其余时间 为了出行方便 大多数都只有一至二名保镖跟随 男保镖们的战斗力 他们更是做了一次调研 从陆木前几次遭遇暗算 到成功逃脱 很大一部分都因为身边的男保镖得力 为了能提高这次行动的成功率 他们这次特意集结多名意图拿到赏金的人 组成三支队伍 其中一支小队 专门负责缠住男保镖 其余两拨人的目标则是陆木 以他们对陆木的了解和数据分析 陆木完全就是一个能唱能跳 但丝毫不能打的人 再加上陆木现在拐进这个小巷子 完全就是自寻死路 男保镖在得知其余两拨人的想法时 加快了手中的动作 但眼下这一拨人 战斗力虽然没他强 却十分抗打 打败他们或许不需要太多时间 神奇之处便是 每次男保镖刚准备赶往小巷子的时候 这拨人总有人能从地上爬起来 缠着他 一时之间 男保镖还真无法脱身 除非 能将眼前这五个人全部打趴 动弹不得的地步 男保镖暗骂一声晦气 与此同时 只能期盼收到消息的队友能快点赶到 他和陆木身上都装有GPS定位器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男保镖会启动定位器自动响灵功能 这个时候 队友便会自动追击陆木所在的方位 除非陆木的定位器消失 他们才会退而求其次来追寻老大的定位器位置 陆木拐进巷子后 立即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这条巷子 其实陆木也不熟悉 之所以拐进来 是因为前面不远处 人流量相对较大 陆木不想因为自己 扰了一方清静 之前在马路上走得有淡定 拐进巷子后 就跑得有多快 负责追踪陆木的黑衣人 前脚刚看见陆木拐进来 后脚进到巷子 就发现人没了 其中一名身材娇小的女黑衣人 嘴角一勾 自信道 这条巷子我熟 是死巷子 今天哪怕它跑得再快 也跑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一千万 他们分定了 陆木一口气跑了两分钟后 看着面前高耸的围墙 人都傻眼了 眼前的路被一扇围墙堵住 围墙高达五米 且光滑无比 没有任何可以借力攀爬的地方 说白了 就是一栋楼的后背 现在这个时间点 陆木只能靠自己 陆木也没想到 自己随便拐进来这条巷子 居然是死巷子 到底是谁发明的 发明这条巷子的作用 到底在哪里 忍不住吐槽道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绝起来真没路 随着身后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陆木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目前 能让陆木利用的 便是这一堆 叠放在一起废弃的木材 废弃木材堆起来的高度 大约有一米多 陆木再次打量了一下 木材和围墙的高度 一抹念头在脑海中萌声 事到如今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就在这时 追击陆木的黑衣人 已经抵达最后一个拐口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他们便看见 陆木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冲来 没错 是陆木朝着他们冲刺 黑衣人哪里见过猎物 主动送上门 直到看见陆木身后的围墙 众人才了然于心 还没等黑衣人反应过来 陆木在距离他们五米的位置 来了个急刹车 第154章 解锁跆拳道 紧接着 陆木快速掉头 随后一鼓作气 朝着围墙奔跑 陆木算好脚下的脚步 稳健有力地迈着步伐 黑衣人这下也反应过来 陆木并不是要自投罗网 虽然不知道陆木要打什么鬼主意 但这是他们离抓捕陆木最成功的一次 所有黑衣人反应过来之后 朝着陆木奔跑 但陆木已经抢占了先机 且陆木本身奔跑的速度就比他们快 就这样 陆木率先一步跑到废弃木材面前 在众人瞩目下 陆木右脚踩上废弃木材 找到接力点后 左脚用力一瞪 随后再纵身一跳 此时 陆木的心跳达到了顶峰 成败再此一举 陆木瞪大了双眼 一秒钟不敢松懈 终于 在抵达跳跃最高点的时候 陆木的右手稳当当摸到围墙的边缘 除了右手外 陆木的整个身子悬挂在围墙上 女黑衣人率先反应过来 急忙大喊道 快 抓住他 他想要翻墙逃跑 陆木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左手搭在围墙上 开始用力 整个人爬上围墙后 其余人想要按照陆木的方法爬上去 原本还勉强能堆成一堆的木材 再也承受不住重量 轰然倒塌 女黑衣人率先开口命令 这扇墙通往旁边的巷子 第二分队去隔壁的巷子 陆木摸了下额头的汗珠 全身的神经再次绷紧 爬上来虽然不容易 但这跳下去更需要勇气 上来的时候 好歹还有些支撑的物体 下去的时候 可一点接力的物体都没有 看着第二分队的黑衣人 已经掉头前往隔壁巷子 陆木紧咬牙关 纵身一跃 在即将落地的时候 双手紧紧抱住后脑勺 双膝成弯曲状 落地后 一个侧翻滚 卸去绝大部分的缓冲 但饶是如此 陆木还是被摔得呲牙咧嘴 系统是给他加强了速度 灵敏度和力量 但也没给他加强抗摔抗打的身体素质 不过此时还不是喊疼的时候 落地第一件事 陆木便快速朝着巷子口跑去 只有在黑衣人成功抵达巷子口的时候 离开这条巷子 陆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最终 在第二波黑衣人抵达巷口前 陆木早已逃之夭夭 甩掉黑衣人后 陆木找了个便利店买了点酒精 刚准备结账的时候 小一和小二便赶到他面前 对不起 我们来迟了 陆木看了眼时间 其实小一和小二已经来得很快了 只不过 这次是对方太狡诈 陆木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跳下来的时候擦破了点皮 小一找到陆木后 第一时间在群里发了条消息 定 恭喜宿主完成逃脱任务 难度三颗星获得钻石宝箱 是否开启宝箱 在小一给陆木擦酒精的时候 陆木冷不丁收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当即进入空灵状态 和系统开始交流 开启 定 暂时宝箱开启 获得以下奖励 一 身体素质强度加实 正常人满分为十 二 跆拳道黑带 三 奖金武艺 定 奖品已经发放完毕 话音落地 陆木脑海中快速闪过 无数针有关跆拳道的招式 光是短短一分钟 便放映了有关跆拳道修炼的一声 放映的画面虽快 但每一针都仿佛有魔力一般 映入陆木的心中 与此同时 陆木原本身上酸色的部位 已经恢复如初 毫无知觉 替陆木擦完消毒酒精的小一 看着陆木呆滞在原地 面露歉意 抱歉 是不是把你弄疼了 思绪收回 陆木突然说道 你打我一拳 啊 小一被陆木突如其来的这句话 弄得不知自主 好端端的 干嘛想挨打呀 难道真是上药的时候 把陆木搞疼了 还是怪他们来得太迟 这是惩罚他们的最新方式 陆木一看小一这副模样 便知道小一又多想了 小一是对里最欣喜的男人 所以平时也会多愁善感一些 陆木扭头对着小二说道 你揍我一拳 快点 虽然对于陆木的指令感到疑惑 但小二还是一拳揍了下去 碰 小二的拳头落在陆木的腹部上 小一不可思议地看向小二 心中直呼牛X 陆木被揍后 下意识捂着肚子 但预想之中剧烈的疼痛并没有传来 而是接近微乎其微的痛感 他变得抗揍了 为了测试自己 陆木语出惊人 再来一拳 用你全部的力气 哪怕是一向粗心大意的小二 这时也有些纠结 刚刚他打陆木的时候 才用了五分的力气 但那已经堪比一个正常人 他们本来就是练家子 要是使出全部的力气 这一拳下去 陆木估计得躺上几天 在陆木的再三坚持下 小二一咬牙 对着陆木的腹部再次轰出一拳 为了使出全部力气 小二在挥拳的时候 额头的青筋 隐隐抱出拳头落下之后 小二刚想去接住陆木 下一秒 陆木当着二人的面站了起来 且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痛苦的神色 小二有些怀疑的 看了眼自己的拳头 生平第一次对自己产生怀疑 砰 同样的力道 小二没打一声招呼 就落在小一身上 小一脸色猛然一变 好在及时闪躲 卸去了一部分的力 但饶是如此 小一的疼得呲牙咧嘴 直呼道 老二你不要命了 谁不知道你的拳头 有使不完的牛进 小一揉着自己的小腹 随后很快便反应过来 不可思议地看向陆木 老大你怎么没事啊 小一的反应 让小二的自信稍稍恢复 陆木神秘一笑 痛肯定是有痛感 只不过还能接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次再遇到危险 陆木可以考虑和对方肉搏 果然系统的奖励 从来不会有积累 在激活陆木跆拳道黑道的同时 也赋予了陆木跆拳道黑道的人 所具备的身体素质 如此甚好 还没等小一 小二惊讶结束 陆木找了个地方 之间拉他们二人进行陪练 一开始 小一 小二都不敢动手 第155章 脸丢光了 在陆木的严厉呵斥下 又考虑到陆木的身体素质情况 二人才开始动手 这一动手 他们感觉脸都丢到太平洋去了 一开始 小一和陆木单打独斗 小一还觉得 勉强能抵御陆木的招式 但不知为何 随着陪练时间的推移 陆木手中的招式越发熟练 十分钟后 在肉搏上 小一便不再是陆木的对手 接下来便是小一和小二共同上场 此时 陆木已经将跆拳道的招式融合贯通 从一开始的卡顿 延迟 转变到现在的流畅无比 半个小时后 小一和小二 在经过几十个过肩摔后 已经完全不是陆木的对手 一想到刚开始前的不忍心 小一和小二 忍不住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就陆木这实力 他们还不忍心动手 他们也有拳头落在陆木身上 但陆木像是根本不受影响一般 继续着手中行云流水的动作 有好几次小一和小二合作 想把陆木弄摔跤 都被陆木巧妙化解 三人一番交手后 小一和小二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 陆木这实力 到底是谁保护谁 对于小一和小二的追问 陆木煽然一笑 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在这次虎口逃生后 居然解锁了系统的隐藏奖励 这次突如其来的奖励 也让陆木对这件事情有了深思 或许 系统并不反对有人帮助陆木 但系统更支持陆木遇事 靠自己解决 这次便是很好的例子 从始至终 陆木完全是靠自己遇事临危不乱 成功逃脱后 才解锁系统的隐藏任务 在这点上 陆木和系统是达成一致的 凡是能靠自己 则靠自己陪练结束 小一和小二 正打算将陆木的武力值告知老大 却被陆木拦住 这件事 我们三人知道便好 倒不是担心 其余人知道后会泄露 而是现在信息发展得太快 有歹心之人 难免会通过其他途径知道 要不是陆木要测试自己的跆拳道 和身体素质强度 这件事情 就连小一和小二都不会知情 队长将陆木遭人围堵这件事 上报龙科院 院长大怒 立即派人去抓捕这群有歹意之人 但奈何对方在行动的时候 全部身穿黑衣和面罩 一时之间还真抓不到 等到龙科院将具体信息掌握的时候 这三拨人早已逃之夭夭 对于这个结果 陆木倒没有太惊讶 自己也算是因祸得福 也许等到以后的某一天 陆木就可以以自己的能力 击退所有恶人 创造团二公录制现场 经过三天的练习 刘一宁早已将陆木提醒的要点 熟记于心 雨爱 这首歌放在他这个年纪来唱 大概率会因为缺少阅历 而演唱得不够精彩 但如果加上陆木 将会中和刘一宁的不足 为了让刘一宁在舞台上 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刘一宁还原创编辑了相关舞蹈 没想到发给陆木之后 陆木对刘一宁表示极大的赞赏 眼里有活的选手 注定要在女团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有很多时候 陆木作为导师 并不一定有空余的时间 将每件事件安排得面面俱到 这个时候 选手便要积极主动展示自己 陆木现在的舞蹈功底 对大伙来说是个谜 毕竟陆木从来没有在公众舞台 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跳舞 一开始 刘一宁还邀请陆木 跟他一同起舞 开始深呼吸 与此同时 直播间已经开启 按照陆木和导演苏蕾靖的约定 但凡是陆木亲自登台演唱的歌曲 都必须开放直播 苏蕾靖虽然不明白 陆木是何意 但为了能请到陆木 自然不会拒绝 连陆木本人都不怕 现场演唱的时候 会发生舞台事故 他身为导演 自然不害怕 要是陆木现场一不小心失误 创造团肯定会增添许多 让观众讨论的话题 如果陆木完美演出 也不失为创造团宣传一番 不管怎么看 苏蕾靖都认为 这是个划算的买卖 唯一需要多花费心神的辩识 和其余不开直播的导师 提前通缉 苏友鹏 华成宇虽然对陆木这番做法 有些许不满 但他们对自己的舞台 却没有次次开直播的自信 演唱会全开卖还好说 底下都是自己的粉丝 包容度会高很多 但这是在录制节目 观众朋友中包含了很多路人 要是表现失误 极容易圈黑粉 随着主持人胡海权的倒计时落幕 刘一宁和陆木走上舞台 灯光打在刘一宁脸上 在舞台装的加持下 显得十分火焰 前奏响起 刘一宁开始沉浸式 舞动着自己的身体 当节奏来到第一句台词的时候 原本打在刘一宁身上的舞台光消失 转而一束光 落在一直沉寂在黑暗中的陆木的头上 陆木缓缓开口 窗外的天气 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 下雨了 雨陪我哭泣 看不清 我也不想看清 离开你我安静地抽离 与此同时 丁木分队立即向永恩汇报了陆木此番举动 一直没有听过中文歌的永恩 立即请来了现场翻译 将与爱这首歌的歌词悉数翻译 翻译虽然两地语言自由切换 但龙国的语言实在是博大精深 哪怕悉数翻译出来 也非常片面 实在没有办法能将其完全理解透彻 永恩盯着面前的歌词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这歌词 看起来也没什么伤害啊 罢了 还是加强巡逻吧 陆木开完头后 刘一宁从第四句开始接着唱 清脆甜美的嗓音传出 一瞬间就让观众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好在刘一宁使用比较老实的唱调 最终没让观众觉得太过出戏 刘一宁的歌词部分并不多 陆木留给他的也是相对简单的歌词 需要音域比较宽或者较高音的部分 陆木只留了一句给刘一宁 方便让他在这个舞台上有足够的亮点 但又不至于暴露自己的短处 第156章 一座泥城 在刘一宁演唱完自己的部分后 陆木接着唱道 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 你的呼吸向雨滴渗入我的爱里 真希望雨能下不停 与此同时 烈日当空的旧金山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一直关注着实况的永恩被吓了一跳 急忙跑出室外查看天气 雨气焦急道 不是说今天不会下雨吗 那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现在旧金山不仅仅是简单下雨那么简单 完全就像是在泄洪 雨滴落在大地前后不到三秒钟的时候 旧金山所有地面已经完全湿透 最重要的是 除了突如其来的大雨外 旧金山的天空一切如常 这完全颠覆了永恩的认知 一旁的管理者打量了片刻 忍不住开口安抚道 这一看就是太阳雨 众所周知 没有乌云的雨 哪怕下得再大 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永恩眉头紧皱 盯着头顶上的烈日 心中的不安感却愈发强烈 先开启排水系统 其余人张了张嘴 想要劝阻的话停在嘴边 在他们看来 这次是永恩太过紧张了些 主动开启全部排水系统 每次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 除此之外 还会对开关处形成一定的磨损 使其寿命七折短 罢了 开一次排水系统 能让永恩心安 也值 开启排水系统后 原本还排布在地面上 不足三厘米的积水 很快便顺着低洼处流入管道 再加上旧金山地处港口 更是可以直接将雨水 直接排向外面看到这幕 永恩一直紧绷的神经 才微微放松下来 有先例在前 他不得不防 另一边 陆木还在不急不缓地演唱着 同时在心里 默默使用泥石流体验卡 永恩能想到的 陆木当然也能想到 洪灾这种方法 可以适当地用 但不能次次用 丁 成功激活泥石流体验卡 没过多久 永恩刚放松下来的心 再次旋起 就在不久前 位于旧金山边缘处的地势 突然产生泥石流 光是消息 传到永恩这里 便已经有两座村庄 被完全淹没 并且 泥石流并没有停止的势头 要是换做平常 哪怕有泥石流 速度也不会如此 阵仗更不会这么大 但今天不知怎跌 泥石流一旦产生 便无法停止 再加上之前山上的泥土 被大雨禁湿的缘故 使得土质更加松软润滑 导致泥石流的速度 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势减慢 反而随着重量的堆积 越来越快 永恩听到消息后 脸色猛然一变 立即派出无人机 去观看泥石流实时状况 十分钟 最新情况传回 最先被泥石流覆盖的地面 已经被泥流堆出将近五米高 且从正上方看来 泥石流已经自行开创出一条道路 正快速朝着城市中部袭来 这下所有管理者都慌了 沉默了许久 永恩悲痛下令 撤吧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这次的泥石流来势汹汹 他们如果坚持驻扎此地 将会危险重重 其余管理者收到指令后 立即收拾重要行囊 纷纷撤离此处 继管理者后 当地居民也收到了这条消息 所有人都慌了 泥石流可是仅次于火山喷发的灾难 要是被卷入其中 不出几分钟便要逆气而亡 一时之间 所有居民立即逃离 但马路只有这么宽 交通工具也有上限 居民越是着急 就越难冷静 最终 除了一开始有人脉 能收到小道消息 赶在第一批撤离的居民外 其余居民大部分都被塞在车道中 不少居民眼看着离城无望 只能四处找寻最高的建筑物 期盼能逃过一劫 陆木这边 一曲开场歌曲演唱完毕 和刘依宁弯腰致谢 陆木退下舞台 直播间此时的弹幕已经炸开了锅 我沐神翻唱不亚于原唱 哈哈 你不说我都差点以为陆法师是原唱了 陆法师威武 不过 我怎么感觉漂亮国又要倒霉了 你这提醒我了 我这就去公共论坛看一下热搜榜单 这次陆法师唱的和与有关 看看哪个城市突然下雨不就好了 陆法师此生什么时候能唱和天气没关的歌曲 突然有点期待了 陆法师不做法 那还叫陆法师吗 哈哈 有有们 最新消息 旧金山天降大雨 除此之外 还空降了泥石流 我勒个去 真的假的 陆法师又做法了 突然感觉身为龙国人好荣幸 陆法师每次做法 我都能看见 陆木演唱结束后 苏磊静便和直播间的几千万观众道别 随后关闭的直播间 继陆木每次开直播演唱都做法后 不少网友都慕名前来 但奈何有些网友在搬砖 哪怕想亲自观看直播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况且 陆木每次开直播都不提前预告一声 很多网友手头上都有工作 一时之间都空不出时间 不过 虽然网友没有时间亲自看直播 但能看重播 很多网友为了蹭热度 都会在看直播的时候 将直播录屏 等直播结束后 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发布录屏直播 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粉丝量已经有小几千万了 这些人 全是冲着看陆木的直播回放 才关注这名博主的 直播虽然结束 但丝毫不影响网友对这件事情的后续关注 知道陆法师在做法 但至于后果如何 还需要他们亲自去探索 公共论坛上 不少外国博主都在争相恐后 撰写旧金山突发的离奇大禹 和离奇泥石流的稿子 有关文章一出 热度便会破万 因此 哪怕过去整整一天 相关文章都层出不穷 就连永恩自己都没想到 躲过了暴雨 却来了泥石流 暴雨如果能及时排泄 便毫无杀伤力 但泥石流又如何排泄 他们所研发的排泄系统当中 可没有排除泥石流的作用 所有博主报道完泥石流事件的时候 都想揪出其源头 第157章 集体探访杨幂 无论这些博主怎么分析 怎么挖掘 最终都只能将结果 推向于离奇两字 其中 有部分博主是陆木的粉丝 直接将两者的事件 串联在一起 虽然这次不能直接说明 泥石流是由陆木所致 但这大雨 却和陆木脱不了关系 文章一出 引人深思 这次陆木演唱的《与爱》 除了给自己增添了一些威望的同时 还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他们发现 陆木不仅歌唱得好 颜值外表也十分出众 最主要的是 在舞台上的陆木 十分自信 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歌喉 这次陆波 经过不少人转载后 陆木的声望值 蹭蹭上涨 要不是前段时间 刚解锁了声望值的奖励 指不定光是这次的转载量 便足以再解锁一次系统的奖励 创造团 二公录制结束后 接下来便不太需要导师上台演唱 除了总决赛 在此期间 陆木只需要做好导师该做的工作即可 这次的泥石流 给了永恩一个极大的震慑 陆木估计 短时间内 永恩不会再对他出手 半个月后 公所心欲迎来杀青 历史将近三个月 杨幂抽出自己所有的私人时间 终于赶在冬天前 将自己拖欠的戏份 全部拍摄结束 其实并不是杨幂拖欠 而是在同等的时间下 身为主演的杨幂 戏份是最多的 所以 在共同进组的情况下 其余演员都已经拍摄完属于自己的戏份 只有杨幂一人的戏份 迟迟没有拍摄完毕 无论是拍摄一人 还是识人 只要剧组多拍摄一天 道具和场景 便要多租一天 在别人都相继杀青的时候 杨幂内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好在 今天总算杀青 刚拍摄完杀青照后 杨幂便再也支撑不住 双眼一黑 一旁的经纪人脸色一变 急忙抱住杨幂 将其送去打点滴 许久没有睡觉 彻底放松下来后 再一睁眼便是一天一夜后 得知时间后的杨幂 突然睁大了双眼 你怎么不喊醒我 今天要去录制 创造团的户外综艺 经纪人给杨幂倒了杯温水 美好气道 陆总已经帮你请假了 杨幂眉头一皱 当即就要掀开被子 经纪人急忙将水杯放置一旁 语气有些焦急 你现在去也录制的差不多了 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 一边录制创造团 一边客串画皮的剧组 还一边高强度拍摄 攻锁心欲 这段时间 杨幂每天的睡眠时间 平均在四小时左右 这么高强度的连轴转 身体能受得了才怪 要不是杨幂全凭一口气撑着 在片场的时候 早就晕好几回了 别看演员只是站在那里说台词 但想要呈现最好的场景给观众 就必须身临其境 首先让自己沉浸在角色当中 大喜大悲 甚至是忧郁 都要深陷其中 比起简单的苦力活 演好的戏 其实更费头脑 精力 杨幂看了眼时间 轻叹口气 他很少会缺情 缺情意味 要扣钱 虽然这种户外综艺 可去可不去 但杨幂总归是要在饮品上 混饭吃的人 总不能这个节目 不重要的部分不来 另一个节目同样如此 一来二去 便会在观众心中 留下不好的印象 正当杨幂因为自己的形象 愁眉苦脸时 陆木早已替他安排好了一切 在录制创造团的时候 陆木毫不避讳 杨幂这次为何缺席 在众人得知 杨幂是因为工作强度太大 而晕厥时 所有选手都表示理解 尤其是颜值赛道的选手 更是紧张得不行 通过这次节目的录制 他们和杨幂的关系 已经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他们眼里 杨幂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姐 看起来是高冷女神 实际知性温暖 且丝毫没有架子 创造团录制结束后 颜值赛道的选手 纷纷提议要去看望杨幂 苏蕾静一听 眼珠子一转 立即让摄像继续拍摄 在得到陆木的允许后 毫不知情 此时在挑选着经纪人 给他的几个剧本 宫锁心域 拍摄完毕后 便要拍摄陆木之前 为他安排的翻译关 翻译关的档期 杨幂已经看了 因为男主角的缘故 杨幂在镜组拍摄一周左右 男主角便因为档期冲突 需要先抽身去完成其他工作 差不多要一个月 才能回归剧组 在翻译关这部剧中 杨幂除了和男主角的对手戏外 其余的差不多 用半个月左右便能完成 也就是说 杨幂的档期 有将近半个月的空缺 在他没有大红大紫 商务大言接到手软前 杨幂还是希望 自己能利用好每一天的时间 去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剧本 呈现给观众 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口突然被人打开 杨幂以为是工作人员 头也没抬 下意识说道 我刚刚才量了体温 经纪人抬头看了一眼 瞳孔瞬间睁大 嗨嗨 杨幂看剧本 正看到关键时刻 直接无视了经纪人的咳嗽声 密接 听到熟悉的声音 杨幂抬头 在看清面前的来者时 瞬间呆着在原地 反应过来后 杨幂发现 后面还跟着拍摄老师 常年混迹娱乐圈的杨幂 立即明白了是什么事 但还是配合地问道 你们怎么来了 七分惊讶 三分惊喜 杨幂将脸上的微表情 拿捏得恰到好处 颜值赛道的选手 见到杨幂那刻 眼眶微微一红 以往他们见到的杨幂 都是打扮精致 出现在他们面前 但眼前的杨幂 素颜淡雅的面容 外加嘴唇微微发白 整个人一看就十分虚弱 将杨幂和选手们的互动 拍摄进来后 苏蕾靖特意叮嘱后期 将这段剪辑到正片里 陆木的意思很明显 这七杨幂虽然请假 但节目组不能通过这点 进行恶意剪辑 否则就是断了以后 和陆木合作的机会 陆木这个人 出了名的互端 第158章 陆木捐款一个亿 经过这茬子是 杨幂的口碑不减之增 三天后 八杀慈善业 在陆木的安排下 水木娱乐的所有人 都参与了这次慈善业 有工作的 暂时把工作暂停 没工作的 更要对此重视 身为艺人 首当其冲 便是营造一个 正能量积极向上 有善心的形象 刘诗诗 杨幂以及刘亦菲等人 在中午的时候 便开始着手准备 为的就是 今晚在慈善业上一展光彩 八杀慈善业 有成明星比美大赛 无论是男艺人或者女艺人 只要一同框 就免不了被观众拿出来对比 尤其是维粉 按照流程 杨幂等人 先做完一个全身SPA 将全身上下的角质层 磨搓一遍 随后便是化妆 以及一次性造型等 最后再是换上 提前准备好的 红毯造型礼服 光是弄完这一个流程 便花费了将近五六个小时 男艺人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颜值抗打的艺人 只需要做个造型 和换套高定西装即可 目前皮肤状态 上加的男艺人 则会使用一些简单的遮瑕 来提亮肤色 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出席晚宴 水木娱乐的所有艺人 一整天都没有进食 除了陆木 陆木自己想走的风格 并不是颜值卦 奈何网友硬是要把它 放在颜值系列 在陆木眼里 自己亦不是靠脸吃饭 而不是靠身材吃饭 和水木娱乐的其他男艺人比起来 陆木的整体造型 便简约很多 八点 所有人员悉数进场 身穿白色抹胸 披着一头大波浪卷的女主持人 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 走上舞台 先是笼统地介绍完主办方 以及各位龙头老大后 女主持人便开始进入正题 按照名字排列的顺序 逐个念出捐款金额 之所以没有按照金额 从大到小排列 是因为主办方 想通过这种形式 让众人多捐一些 别人都捐这么多 一旦你捐少了 排在你前面的名字 或者后门的名字 刚好都捐得比你多 这个时候 场面就会非常尴尬 当然 只要你能耐得住尴尬 捐多少全凭心意 水木娱乐旗下的艺人 陆木倒没有过多要求 有心即可 女主持人笑着 开始念着手中的名单 接下来是水木娱乐公司的 刘亦菲捐款五百万 火星娱乐公司的华成宇 捐款三百万 木棉花娱乐公司的张元 捐款一百万 随着主持人话音落地 台下的华成宇 努力维持着自己的表情 因为此时 正有几台机位在对准他 只要华成宇表情蹬不住 当晚便会有营销号 对此大肆宣扬 在主持人念名单的时候 台下少不了有熟人低声一轮 八杀慈善业 并不要求主持人发言的时候 不许开口说话 只要整体不影响到安静的环境 是可以低声聊天的 好巧不巧 今晚华成宇身旁坐着的 便是他前女友的闺蜜 闺蜜听到主持人念的金额后 当即忍不住和身旁的同伴冷嘲 有些人无论赚了多少钱 都不舍得拿点出来捐点 同伴好奇接话 谁啊 当然 是那个传说中一个话题 就值五百万的大魔王了 这次直接捐了半个话筒出去 可没把他心疼坏吧 华成宇听着前女友的闺蜜 在一旁内涵自己 脸色十分难看 都说分手了 还能一起做朋友 但华成宇分手后 不仅被网友骂 还被前女友的闺蜜骂 消息被爆出来一夜之间 他便涨粉上百万 不过涨的是黑粉 每天不是在他帖子下 骂他薄情寡义 就是在做妖做法 但自从陆木的陆法师名号面试后 华成宇就连做妖做法的称号 都被网友剥夺 为了挽回自己的荧幕形象 华成宇这才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没想到自己的名字 好巧不巧排在刘亦菲身后 这一对比下来 华成宇又要背负多一个小气的称呼 其实也不是华成宇小气 按照刘亦菲现在年收入 五百万已经是他小半年的收入 华成宇哪里会想到 区区一个巴刹慈善业 刘亦菲居然如此下血本 果不其然 在主持人念完刘亦菲的名字后 刘亦菲很快便登上了 冲浪软件的热搜 与此同时 他华成宇的名字 自然没有被细心的网友落下 刘亦菲慈善八杀页 捐款五百万 华成宇慈善八杀页 捐款三百万 刘亦菲的年收入 对于刘亦菲的捐款金额 陆木眉毛一条 都说神仙姐姐不闻人间烟火 这样看来 确实如此 平日里 刘亦菲除了喜欢看书之外 倒是没见过他对钱财感兴趣 这样不争不强的性子 如果是颜值一般 肯定很快便会在娱乐圈消逝 但这种性子偏偏出自刘天仙 其性子配其人 想不红都难 紧接着 女主持人继续念叨 嘉兴公司的热巴 捐款一百万 水木娱乐的陆木 捐款一个亿 四 话音落地 众人倒吸口冷气 全场瞬间响起 窃窃私语的声音 继各行业龙头老大 捐款五千万之后 陆木是唯一一个 金额超过五千万的人 并且不是超出一新半点 而是直接翻了呗 热巴作为刚出到不久的新人 一百万已经是他能拿出来的最大诚意 原本可以获得网友的一番赞许 但在陆木的对比下 直接被秒成了渣 就连热巴本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的后面 怎么排了个妖念 女主持人念完后不久 有关陆木的文章 瞬间冲到了热搜榜一 陆木捐款一个亿 惊 水木娱乐内部流动资金数据 陆木或将成为 今年八杀慈善业捐款最多者 绝对碾压 陆木一致千金 首篇文章一出 其余相关文章陆续发布 每一篇都在冲击着热搜榜 之前那些不看好水木娱乐的网友 此刻内心复杂无比 不是说陆木不会运营公司吗 不是说水木娱乐 开业没多久就要倒闭吗 不是说专业的事 要交给专业的人吗 现在看来 在陆木的运营下 水木娱乐 根本没有出现任何的经济危机 第159章 早说你缺钱啊 相反 在陆木的运营下 水木娱乐 目前已经达到他们不可估量的高度 试问 哪个公司在不盈利的情况下 老总直接捐款一亿 一个亿不多 但对于一个刚刚起步 不超过半年的新公司来说 非常多 况且 这只是用在捐款上 难以想象 在其他方面 陆木背后的水木娱乐 还有多少可流动资金 之前不看好水木娱乐的网友 瞬间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疼 女主持人将全部名单念完毕之后 邀请了捐款金额在前五位的人上台 陆木当之无愧 站在C位开玩笑 谁敢和陆木抢C位 合照的照片一出 抢位置的人准备大批网友骂 捐款不会捐 位置倒挺会抢 台上除了陆木捐款一意外 其余四人 分别有两人捐款5000万 一人捐款4000万 一人捐款3500万 全都是各行各企业的老总 接下来 到五位老总发表感言的时间 主持人将话筒率先递给陆木 陆木接过话题 不卑不亢 首先感谢主办方能举办这次活动 能让我们借助这个平台 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其次要感谢我们水木娱乐旗下的艺人 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坚守岗位 拼搏进取 才有现在的水木娱乐 最后则是祝愿祖国安康 繁荣强盛 短短一番话 直接升华了本次晚会主题 有关陆木的发言再次被冲上热搜 仅仅是参加一次晚宴 陆木便相继登上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热搜 至于杨幂 刘诗诗等人 只是登上了一两个热搜 不过这对于他们来说 也荣幸至极 正能量的热搜 不嫌多 也不会嫌少 晚宴进行到一半 接下来便是主办方安排的中场休息 也是万人最期待的自由活动时间 很多人参加巴沙 为的是能牵线 至于捐款 只是为了充当餐会的门票 著名一线品牌宝格力负责人 目光在各大艺人身上打量着 每次晚宴 都是他们考察代言人的最佳时机 除此之外 其余流行品牌古池 小奶奶 迪奥同样如此 陆木坐在原位置上 回复着手中的工作讯息 李木子将水木娱乐的季度收益报表整合完毕 目前盈亏将近十个亿 发完财务报表后 李木子在后面复文 陆总你出手这样阔绰 真不怕公司破产倒闭了吗 水木娱乐刚成立初期 便花费了大量的启动金额 近期陆木又连续赔付了刘诗诗 王一博等艺人的解约赔偿金 还有便是出手买断了几部剧本 这些金额加起来 远远不止十亿 这十亿 已经是李木子将水木娱乐这季度以来产生的盈利扣除 仍然存在的负债 就在这时 杨幂急匆匆地朝着陆木走来 看得出来 杨幂憋了一路的话 想要和陆木诉说 要不是杨幂的位置和陆木差了几排 杨幂也不至于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 才过来找陆木 见到陆木 杨幂压低声音 我的祖宗 你怎么把公司最后可移动的小金库给捐出去了 以水木娱乐目前的市场价值 能贷款的金额封顶便是十亿 前面他们已经动用了九亿 在陆木投资的其余项目没有资金回流时 他们是打算用这最后一亿度过最后难关的时刻 没想到 转头就给陆木捐了出去 杨幂在听到主持人汇报陆木捐款的金额时 差点两眼发黑 晕过去 杨幂虽然已经压低了声音 但奈何将注意 放在陆木身上的媒体 实在居多在听到这则消息时 媒体们纷纷眼神一亮 最新报道来了 说干就干 媒体就陆木的言论 直接发表了相关文章 继陆木慈善捐款一亿之后 有关水木娱乐破产的热搜 再等容登榜一 之前被打脸的网友 瞬间重新燃起了斗志 立即在文章下来冷嘲热讽 陆木的粉丝哪里会容忍 当即在下方和黑粉交战 黑粉 哈哈 在你们神的运营下 水木娱乐都负债十亿了 粉丝回复 再怎么样 也比你们这种不负债还不捐款的人强 笑脸 黑粉 切 还以为陆木多厉害呢 原来都是装大头啊 粉丝回复 捐款不是装大头 如果是 你把全部捐款的人都骂了一遍 黑粉 要是真破产了 这一亿是不是要回收啊 哈哈 粉丝回复 真为您的情商捉急 首先不会破产 其次受死的骆驼都会比马大 贷款出去的人都不担心 更轮不到您在这指点江山 黑粉 你们这些工资三千的 去担心别人工资三千万的 真是好笑 粉丝回复 一来一回 文章热度高涨不下 水木娱乐公关团队 在发现事情开始发酵的时候 便直接联系陆木 寻求处理意见 看着网友为了水木娱乐 吵个不停 陆木沉默了 随即 陆木拿出手机 在转账软件上点点点 这边 李木子还在忧心着 从明天开始后 水木娱乐该如何运营 这个月的员工工资 该如何按时发放 便接到财务部的电话 李木子眉头一皱 喃喃自语道 明明明明天才是发工资的日子 怎么今天就催了 要知道陆木居然会拿公司的全部小金库去捐款 李木子说什么都不允许 做事要三思后行 但陆木完全没有 捐款完全凭借新意 不是李木子不让陆木捐款 而是要看一下当下公司处境啊 水木娱乐刚开业 公司一切都要节流开支 电话接通 李木子刚准备开口解释资金的问题 财务部部长直接开口 木姐 刚才公司账库突然被汇入了一笔账款 李木子一愣 随即问道 金额是多少 十亿 什么 谁转的 稍等 我查一下 查到了 账户名是陆木 挂断电话后 李木子立即联系陆木 确认款项来源 在得知真的是陆木转的时候 李木子又喜又惊 本以为水木娱乐便是陆木的所有资产 没想到除了水木娱乐外 陆木还有自己的小金库 第160章 热巴跳草水木娱乐 其实这也不怪李木子 是因为每次陆木都习惯从水木娱乐支出所有费用 以至于让李木子错以为陆木的生活来源和支出全是靠水木娱乐 谁又能想到在陆木已经投资了大量金钱 开了家水木娱乐后 手头上居然还有存款并且看陆木的价值 李木子总感觉陆木手上不止这十亿 之所以转十亿过来 是因为刚才李木子向陆木吐槽公司负债十亿 明天可能连员工公司都不能按时发放 按照正常情况 李木子在水木娱乐年度账单中写入欠陆木二十亿 以便在年度汇总的时候 方便计算水木娱乐盈利额 而杨幂也眼尖地发现 陆木直接给水木娱乐账号赚了十个亿 继续想追问的话卡在喉咙 杨幂脸色尴尬 和陆木共识这么久 陆木的财产一直都是个谜 有时候看起来很穷 有时候出手又惊为天人 解决完水木娱乐的事情后 陆木抬头看向杨幂 一脸茫然道 你刚刚和我说什么 刚才陆木一心只顾着转账给水木娱乐 杨幂所说的话只听了了一两个字 杨幂脸上挤出笑容 双手悬浮在胸前 下意识舞动着手掌 没什么 没什么 来夸你有善心 不愧是目前娱乐公司中最年轻大气的老总 老吗 不老 不老 是年轻大气的总裁 水木娱乐公司 在得知公司财务已经悉数还清负债后 公关部门当即甩出水木娱乐的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虽然大部分被打了马赛克 但最后的总数大家确认的 不是副说 足以说明水木娱乐现在目前并非签任何一方的债务 对于新成立的公司来说 这完全足以媲美盈利 很多公司虽然不动产多 但可流动的资金却十分有限 多以这月借款下月还的方式 让公司有可流动资金周转 公关团队一出手 网上正在叫嚣的黑粉瞬间安静了 之前将这则事件爆出的媒体也傻眼了 明明是他们亲耳听见 怎么转眼之间 水木娱乐的负债便荡然无存 这怎么可能 他们无论如何 怎么脚迫脑汁都想不出来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陆木了 系统每次给陆木的奖金 是直接以正规途径 发放到陆木另一张卡上 而这张卡的付款密码 刚好又复杂了那么一些 对比之下 陆木更习惯用水木娱乐的资金池里的资金 最主要是陆木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更好的运营水木娱乐 说白了 算是杨茅用在杨身上 陆木早已将水木娱乐 交给李木子管理运营 对于水木娱乐的资金流线状 并不完全与时俱进 李木子也从未和陆木提过 水木娱乐有资金困难的问题 以李木子的计算 正常情况下 通过部分贷款的方式 完全足够水木娱乐前期的运营 因为陆木投资的项目 大部分都是三个月内 就会产生收益 只要等杨幂拍摄的 《公所新域》上线 资金链势必又会回温 如果不是今晚陆木 突然动用了资金池的最后一役 李木子并不打算 因为此事骚扰陆木 没想到这些问题 在陆木眼中完全都不是事 早知如此 李木子便直接向陆木展开救援 等到资金池回温的时候 再转回去给陆木即可 在杨幂尴尴尬的不能自己的时候 一名身材凹凸有致 浓眉大眼的女子走了过来 热巴鼓足勇气 来到陆木面前 同在娱乐行业 陆木身为新人老总 在今晚这场宴会中 主动找他洽谈的艺人 少之又少 在艺人看来 陆木的外形虽然十分吸引他们 但身为天选打工人 自然是要以有利自己的工作为主 大部分人不是忙着找著名导演 便是和目标赞助商搭讪 展示自己 陆木既不是导演 也不是赞助商 杨幂一脸若有所思地看向热巴 热巴这时也道明自己的来意 杨幂老师 陆总 你们好 我是演员热巴 今天很荣幸 不知道水木娱乐还缺艺人吗 杨幂眉眉毛一条 和陆木对视一眼 又是一个想跳槽的 艺人肯定缺 以水木娱乐现在的状况 再千几十个艺人都足以容纳 但 陆木不招没有长处的艺人 陆木的小目标 便是将水木娱乐的艺人 打造成全员明星 热巴今天穿的是一条 白色修身包臀鱼尾服 抹胸的设计 将一字兼完美地展现出来 更引人注目的 除了热巴脸上自带的美艳外 身材也十分细情 隐隐一握的腰肢 让腰臀笔达到一个 让人惊叹的地步 论外貌 热巴的颜值无可挑剔 一直没等到陆木的回复 热巴站在原地有些尴尬 举着香槟的手微微转动 杨幂这时开口道 你现在签有公司吗 热巴点点头 又摇摇头 合同明年三月就到期了 杨幂看了陆木一眼 人小姑娘挺好的 听到杨幂对自己的评价 热巴双眼一亮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杨幂 都说娱乐圈女性会相互嫉妒 为的就是避免自己的蛋糕被抢 但杨幂却完全没有这种行为 反而很激励水木娱乐 多招揽一些有能力的美女艺人 杨幂的名言便是 市场的蛋糕很大 没必要搞辞尽 在陆木没开口这段时间 已经将水木娱乐之前 买下还没开拍的剧本 拉出来回忆了一番 这才开口 我们公司确实有合适你的剧本 不过我想问 你为什么选择跳槽 陆木这句话 直击问题关键 通过热巴的回答 便能大概知晓 热巴是什么性格的艺人 我想接我喜欢的剧本 点到极止 热巴没有继续说下去 不管自己的公司如何 身为艺人最基本的素养 便是不背后议论和吐槽 否则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顶多只能说是 道不同不相为谋 思索了片刻 陆木直接说道 你明天就来水木娱乐报道吧 话音落地 热巴一愣 第161章 签约热巴 热巴以为是自己没解释清楚 急忙说道 我是明年三月才到期 现在解约需要赔付违约金 杨幂大手一挥 忍不住研鱼道 你陆总有的是钱 以热巴现在新人的咖位 他的违约金不可能超过刘诗诗 陆木既然可以一次 给杨幂和刘诗诗 赔付违约金 热巴自然不在话下 热巴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下意识便以为 陆木是想接机潜规则他 放眼整个内鱼 又有谁能对你这么好 能随随便便帮你出违约金 热巴本能的抗拒 在目光落在陆木那张脸上时 内心两股心思开始相互纠结 最终 热巴长呼口气 陆总 我愿意 将这件事告知李木子后 李木子便开始联系 热巴的公司解约 除了主动出击的热巴外 陆木还顺势签下 其余大大小小五名艺人 当晚 陆木在主办方的安排下 在附近的六星级酒店入住 洗完澡后 陆木坐在柜台上 给自己调制了一杯鸡尾酒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陆木打开门 看见是热巴后 便让他进来 在和陆木对视那刻 热巴脸颊一红 当即脱下套在最外面的大衣 裹在里面的黑色蕾丝 吊带睡衣暴露在空气中 陆木将手中的鸡尾酒放下 一脸疑惑地看向热巴 你喝醉了吗 热巴一愣 眨了眨眼睛 有些迟疑的 你不是要和我 这种事情 要是换做别人 热巴肯定是不愿意的 哪怕是再强的资本 热巴也不会妥协 但如果是陆木 他愿意 陆木也不是傻子 在热巴做了一系列奇怪的举动 再加上言语后 当即明白了现况 难怪热巴白天突然说了句 牛头不对马嘴的话 感情那句 我愿意 是热巴理解错了杨幂的意思 也不怪热巴 杨幂当时的语气 加上调侃的表情 出使杨幂的热巴 很难不想歪 得知是自己误会之后 热巴恨不得现场 找条地方钻下去 这也太丢脸了 热巴尴尬的情绪才稍稍得以缓解 转念一想 热巴将今天白天的疑惑到初 陆总你为什么要帮我出违约金 难道是 热巴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一直在心底告诉自己 不要胡思乱想 但还是忍不住朝着那个方向去想 陆木倒是没想这么多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不是免费帮你出违约金的 进到水木娱乐 你要用好的作品去回馈公司 女艺人的花期不比男艺人 本来就比较短 你当下的每一年 对你以后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热巴愣在原地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从他进入娱乐圈开始 所有人都只是把他当成赚钱的工具 从未有人为他以后的发展 有所考虑陆木 还是第一个 谢谢陆总 朝着陆木深深的俱乐的功 热巴大步离开酒店 这个小乌龙陆木原本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 水木娱乐便官宣了新签约的几名艺人 分别是热巴 杨子 肖战 郭麒麟 李雪芹 这五名艺人 有的是从小出道 科班出身的演员 有的之前是商务模特 还有的是被大毕业 甚至连专业是演出小品的 陆木都一并拉拢过来 所有艺人 陆木签约的时候 全凭演员何心意 原本 陆木一共向七人发出了邀约 但有两人经过着重考虑后 拒绝了陆木 他们认为 还是在自己当下的公司 更适合自己的发展 签约消息发布没多久后 另一则文章悄然出事 热巴前脚刚和团队解约完毕 后脚就看见自己一个 十八线小演员上了热搜 不过是黑榜热搜 从狗仔偷拍的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出 热巴昨晚进入陆木的房间 然后 今天就和前公司解约 并且还被实锤 解约的违约金 是水木娱乐承担 所有的种种 都在引导网友 朝着那方面想 热巴脸色一变 下意识找到李木子 想寻求帮助 热巴刚来水木娱乐 唯一认识的 便是陆木之前介绍过的李木子 李木子立即让公关团队 处理此事 避免事情发酵越来越大 女艺人 最忌讳便是私生活问题 如果热巴和陆木 是正当的情侣关系 被狗仔拍到也没什么 但问题是 现在热巴和陆木 只是上下私的关系 这让陆木的女友粉 瞬间炸锅 纷纷跑到热巴账号底下留言 大多都是一些 辱骂嘲讽类的言语 一项神经大条 活泼开朗的热巴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眼睛直勾勾盯着 自己的社交账号页面 鼻尖一酸 逗大的眼珠 欣然滑落 陆木来到现场时 便看见热巴这副凄美 又有些倔强的模样 将自己的外套脱下 盖在热巴身上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热巴点头 你既然选择 出到这条路 以后总会面对 各式各样的黑粉 和恶意评论 这方面 你要多向杨幂学习 他心态一向越挫越勇 如果你调整好了 我这有个剧本 给你 事情已经让公关部处理 很快便会平息 这件事之所以能 传阅度这么高 不是热巴的行为 有多见不得人 完全是因为 沾染上陆木两个字 从陆木火了之后 狗仔对陆木的私生活 便十分感兴趣 但左拍右拍 都没有发现 陆木身边 有任何交易亲密的异性 好不容易拍到一次 自然要将这件事 放肆宣传 博取热度 水木娱乐的公关团队 很给力 当即便联系了酒店经理 找到当晚走廊录像 整条未删减的视频 总共就五分钟 狗仔只是将热巴 进入陆木的房间的照片发出 并没有将五分钟之后 热巴走出来的照片 发布试问五分钟的时间 且加上热巴出门前后的服装造型 甚至连妆容都一样 但凡是个有脑子的 都能看出 热巴是有事过来找陆木 聊完就走 要是真想发声点什么 长夜漫漫 肯定就是第二天才离开 视频一经发出 热巴账号底下的谩骂声 逐渐减少 第162章 选择龙泉 陆木给热巴安排的剧本 首次出演现代剧是最合适的 思来想去 陆木便让热巴饰演 《柯拉恋人》中的女主演高文 高文在剧中 是一个一线女明星的身份 为人傲娇 直白 有点傻白甜的类型 用在热巴这个新人演员身上 刚刚好 为了让这部剧更有看头 陆木联系了一名 当下较红的男主演给热巴搭戏 拿到剧本后 热巴心中最后的委屈 顿时消失 没想到一来到水木娱乐 就有戏拍 他选对了 安排好热巴的事情后 陆木开始潜心研究接下来的打算 经过和陆木的几次交手后 漂亮国已经元气大伤 折服了一个月 永恩已经搬移到另一座城市 这次 永恩没有对外宣扬 属于全员低调形式 对于永恩的踪迹 陆木并没有太强烈 要去探讨的欲望 陆木又不是只想对付永恩一人 没了永恩 还会有下个永恩 至于永恩目前归缩在哪里 陆木并不在意 之前陆木的选择 都是工业城市和经济发展城市 翻来看去 陆木的目光停留在塞班岛上 塞班岛是贝马里亚群岛的显著标志 位于太平洋中部 简单来说 如果想去漂亮国的岛屿游玩 塞班岛当之无愧隶属第一 岛上有一整套成熟完善的水上游乐设施 当初为了将塞班岛打造成漂亮国第一游玩岛屿 投资了十几亿的金额 每年无论是哪个季节 都能看见有游客在塞班岛上游玩 而且 大多都是当地有钱的居民 就在这时 创造团导演苏磊静给陆木发送一则讯息 目的是为了询问陆木 总决赛的最终定曲 好让节目组和选手提前准备排练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定 恭喜宿主解锁创造团总决赛任务 开启以下选择 一 在总决赛上合作表演 听海 成功晋级后获得奖金十亿 二 在总决赛上合作表演 晴天 成功淘汰后获得奖金十亿 龙卷锋体验卡一张 三 在总决赛上合作表演 龙拳 成功晋级后获得奖金一亿 晴天体验卡一张 看到系统给出的选择 陆木毫不犹豫便排出了第一个 虽然十亿很多 但 听海 这首歌之前已经演唱过 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陆木不打算再唱重复的歌 看系统赠予的奖励也能看出 因为已经获得相对应的奖励 所以 系统这次除了奖励金额外 不会再奖励其他奖品对比体验卡 十亿的性价比远远在后 至于 晴天 这是周董非常出名的歌曲 当然 陆木本人也很喜欢 加上这又是总决赛现场 用摩英赛道选手的未来 换取十亿 陆木当即摇了摇头 得给周董排面 既然用了周董的歌 陆木打从心底 就不希望自己被淘汰 至于那十亿 陆木强迫自己一开视线 区区十亿 等水木娱乐的几部剧本上线后 就能赚回来 咱不缺 不缺 嘴上是这么说 但陆木心里还是感觉像在滴血 看来看去 都只有最后一手 龙拳最符合陆木的选择 既可以保证 摩英赛道的选手能成功晋级 也能获得体验卡 不过 系统 这晴天体验卡是什么东西 晴天体验卡自如其名 你用的时候就知道了 系统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让陆木做出选择 陆木 也罢 选择 龙拳 叮 选择成功 半个月后 创造团总决赛录制现场 经过前面几个公演舞台的比拼 四大赛道已经决出胜负 陆木的摩英赛道 成功晋级总决赛五人 苏友鹏唱跳赛道三人 华成宇原创赛道四人 杨幂颜值赛道两人 一共15个晋级名额 最后决出七人成团 这个结果 震惊了导演苏磊靖 一开始 陆木只要10名选手的时候 便已经和其他赛道的18名选手 拉开差距 没想到一轮轮PK下来 摩英赛道的大部分选手 却始终占据高位 苏磊靖不是没想过 利用比赛制度 平均地筛选掉每个赛道的选手 但奈何陆木旗下赛道的选手 成绩都太过优异 每次比赛 几乎都是以激进碾压的方式 获得胜利 断层胜利 很难在总票数做手脚 除非 苏磊靖活得不耐烦 想被网友骂 才会修改差距这么大的数据 总决赛的规则 是通过导师和旗下赛道的 所有选手进行合作 最后呈现出来的舞台 通过观众评分 最后得分高者成功出道 也就是说 距离出道 还剩最后一次的机会 有了前面几个舞台的亮相 各位剩余的选手 已经为自己积攒了一定的人气 最后这次总决赛 看起来是一次PK 但其实是前几次PK的总和 现场很多观众 都是为了某个选手的粉丝提前报名 得到票务后进入此处 台下一千名观众 俨然分成了几大波粉丝 剩下的则是对大多数选手 有好感的路人 胡海泉笑着介绍完规则后 便请所有导师上台 当众抽签 和之前提前抽签不同 这次是临时抽签 为的是增加节目组的更多看透 抽签结果 入幕第一个上场 其次便是苏友鹏 华成宇 杨幂 华成宇在抽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脸上忍不住一起 经过前面两首歌的时间 观众大多有些还没反应过来 后面又有一个非专业的杨幂 给他对比 在运气上 华成宇便占据了大部分好运 抽签结束 魔音赛道的选手 立即前往后台 做好上台的准备 这次为了符合团队整体气质 陆木穿上一袭白色练功服 手上持着一把扇子 走上台那刻 台下的观众唏嘘不已 偏偏公子是无双 不是衣服搭陆木 而是陆木搭衣服 不同类型的衣服 穿在陆木身上 总会有别致的气质 陆木光是站在那里 就已经将台下大多数人 拉进演唱的氛围当中 第163章 演唱《龙泉》 除了陆木 其余成员也穿上了白色练功服 龙泉 这首歌整体节奏快 歌词慷慨激昂 陆木在选择这首歌的时候 便找了专业的编舞 以及武术老师 共同参与编舞 编舞老师根据歌词 一开始编制的舞蹈难度十分大 尤其是身处C位的陆木的分段 编出整支舞蹈后 编舞老师刚想将其改得简单一些 便被陆木制止了 这首编舞的难度 难就难在动作多密 以及加入了传统武术的基本动作 做得好会呈现非常炸烈的舞台 但是要是做不好 面临的代价远比其他舞台要高 在陆木登台这刻 陆木的编舞老师和武术老师 坐在台下 内心十分紧张 从陆木拒绝他们 将其修改成简单的舞蹈后 他们便再也没收到过 陆木需要帮助的消息 他们能行吗 与此同时 苏磊静已经开启了直播 这次直播有事先预告 所以在开启直播后不到一分钟 便涌进了千万人 并且数据还在不断持续上涨 刚调好角度的苏磊静 不小心撇到右上角的在线观看人数 瞬间被吓了一跳 什么时候 他拍的节目火到这份上了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苏磊静回到自己的宫位上 音乐响起 众人眼球落在舞台上 此时 舞台上的六人 已经开始伴随着音乐的声响 律动着身体 陆木率先开口 以敦煌为原型的东北东 这民族的海岸线像一只弓 那长城像五千年来代设的梦 我用手臂拉开着整个土地的重 四 所有人瞬间被点燃了激情 纷纷舞动着手中的音源棒 陆木除了唱歌外 跳舞也没有落下 一出手便行云流水 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没有舞蹈功底的 陆法师居然还会跳舞 陆木唱完自己的片段后 紧接着便是队友一人两句 在陆木的安排下 所有人都能展现自己的特长 接下来到副歌部分 这里是陆木主唱 有西琳娜一高和声 最终以团舞的方式呈现 副歌以及之后 接下来的一段无歌词奸奏的音乐 采取了武术对打的形式呈现 陆木挥动着双拳 一掌一拳中仿佛自带冲击 柔软而坚韧 激情而稳当 台下的编舞师眼眶舒然一红 武术老师也不例外他们没想到 自己按照最高标准编出来的舞蹈 有一天居然会在舞台一比一呈现出来 陆木完全做到了 每一次出招都自带气场 每个动作都绝不含糊 陆木完全就不像是一个没有舞蹈和武术功底的人 甚至已经能将其呈现完美 团舞结束后 有一小段是陆木主舞 每次陆木出手都会引起台下哗然 然 太然了 陆木坚定有力的动作和对力道的掌控 让观众仿佛来到一个武打现场 在舞动身体的同时 陆木在心里默默使用了万能体验卡 目标 晒扳倒 选择功能 多功能天灾 陆木在心底默念着 打算这次剑走偏锋 如果万能体验卡没有多功能天灾选项 那陆木肯定不能成功激活使用万能体验卡 一旦能激活成功 说明陆木的要求可以兑现 丁 激活成功 消耗万能体验卡一张 陆木脸上一洗 利用一个翻身后 成功管理好自己的表情 另一边 晒扳倒 在漂亮国各大城市相继发生天灾后 为了安全起见 当地居民便开始为自己挑选安全的能居住的地理位置 选来选去 晒扳倒是他们目前觉得的最优选择 晒扳倒有吃有住 有游玩设施 且安全系数较高 不少富商都直接常定了晒扳倒的酒店 这段时间的酒店营业额堪比一整年的营业额 就在这时 岛上原本轻松愉快安逸的气氛顺变 一股极其压抑的氛围清洗整个岛屿 没有直接原因 就是非常不舒服 富商们走出观景阳台 看着外面偶尔卷起浪潮的海平面 又抬头看了眼仍然晴天的高空 是他们的错觉吗 看了一圈后 岛民继续手中的工作 没过多久 岛上最后一艘船也停止了工作 每天上岛和下岛的船只都限量 限时 如果没有在晚上八点前下岛 便只能在第二天船只营业后选择下岛 与此同时 岛屿突然刮起一阵阵大风 其中 已临近海边的酒店 风势最大 那里没有植被的抵挡 一栋房子便有三面银海 之前的海景房 变成了目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在房间狂欢的主客们被扰了兴致 起身离开床 试图把门窗关紧一些 但无论他们如何用力 都无法将房门完全关闭 一看 原来是门锁都坏了 刚想下楼找酒店管理投诉 脚下去突然震了起来 反应过来是地震后 所有人拔腿就朝着外面的平地跑去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连从来没发生过地震的晒班岛 都会发生地震 狂浪浪 从来没设想过会发生地震 以至于晒班岛上的所有陈设 都是没有防止地震的功能 在震动幅度超过五级的时候 桌面 墙壁上的装饰 悉数掉落 现场一片混乱 除了海景房外 位于晒班岛中部的酒店也不能避免 最近的游客本来就多 同一时间都往外面挤 原本看起来还算空旷的场地 显得十分拥挤 除了拥挤外 当然不乏桃荒名场面 大部分人穿衣正常 但有小部分 有的连裤衩都穿反 有些女的事情做到一半 直接包了个床单 有的是在上厕所 跑出来的时候 手上还拿着卷纸 各式各样的穿搭 层出不穷 不过 现场没人有心情业于别人 因为 除了脚下时不时传来的震感后 晒班岛的天气彻底变了 几龙卷风后 居然下起了冰雹 虽然现在是冬天 但温度绝没有到能将雨气凝固成冰的程度 一开始还是断断续续下几颗冰雹 没过多久 就变成婴儿拳头大小的冰雹 并且数量居多 完全就是冰雹雨 第164章 多功能天灾 无数冰雹砸在身上 直接砸出一个个印子 持续的疼痛感传来 有些人再也忍受不了 试图跑到有遮挡雾的地方 还没等他们乘凉多久 遮挡雾便轰然倒塌 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他方了 不管是选择乘凉的人 还是选择在原地等候的人 最终都没落得好下场 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 用自己的身体抵挡在正上方 陆木这边 表演完第一部分副歌外 接下来便到了刘依宁等人的部分 陆木负责的是第二段副歌部分 有关陆木演奏的直播 被各个观众结成录屏 发布到网上 各式各样的热搜容登榜首 其中 和陆木跳舞有关的文章 热度最高 底下热评不断 我靠 陆法师还会跳舞 还让不让人活了 以我一个专业舞者的角度来看 本人武林二十年 陆木最少有五年的舞蹈功底 至于武术部分 我觉得更加 又会唱还会跳 不愧是我粉的陆法师 哇 陆法师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没给到我们 哈哈 之前谁说陆法师不会跳舞的 站出来 沐神威武 老公好帅 我现在离婚还来得及吗 当然也有部分黑粉 发言陆木跳舞动作不够专业等等 但陆木的粉丝 岂是好惹的 直接火力全开 和黑粉大战八百回话 最终 黑粉以人数劣势 以及文化程度的匮乏惨败 黑粉至今都没想明白 陆木的粉丝 为何全是高质量的 不是被打 沁华的学霸 就是在当今社会的上层名媛等等 陆木的粉丝 不仅出手阔绰 眼界更是开阔 举手投足间 散发的全是成功人士的自信 黑粉骂一句 有的粉丝 甚至能写出一首歌 回对黑粉 亦或者是文章 有的则是直接出钱 找人删除黑粉的评论 发一条删一条 反正解有的是钱 对于这些 陆木并不知情 有些黑粉 只是仇富和嘴硬罢了 陆木的目标是 每次上台演唱 都尽可能多的吸收情绪值 表面上你可以黑我 但只要听过陆木的歌 都会沉浸在他的歌声中 那个时候 陆木的目标便完成了 陆木要做的 刘亦宁演唱完毕后 开始进入到陆木的部分 我右拳打开了 天化身为龙 把山海重新移动 填平裂缝 将东方的日出 调整了时空 回到洪荒去 只配去操纵 每句台词 都对应着不同的武术动作 一曲完毕 现场的观众 已经嗓子嘶哑 全场高能 全程精细 舞台时间长达五分钟 但观众看完之后 仍意犹未尽 为了控制录制时长 胡海权率先登台 将观众沉浸的情绪抽离 便到苏友鹏赛道登台 另一边 晒班岛 拳头大的冰雹 持续降落一段时间后 晒班岛哀嚎声不断 晒班岛管理者 立即联系了外界 发出支援请求 永恩得知这件事后 突然瞪大了双眼 陆木在演唱歌曲这件事 丁木分队一早就向永恩汇报 但永恩将《龙泉》 这首歌翻译出来后 也没发现 有任何和天气相关的歌词 本以为这次是陆木随意演唱 并不会造成实际伤害 现在看来 他猜错了 陆木的奇异功能到底是什么 还是说 只要陆木在公开场合一开口唱歌 就会有地方遭殃 思来想去 永恩都无法理解陆木的奇异能力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陆木在选择《龙泉》的时候 其实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以前都是唱和天灾有关的歌曲 才能触发天灾 这次的选曲 虽然同样是出自系统之手 但歌词里除了龙泉之外 再无其他自带攻击性的歌词 陆木选这首歌 纯粹是为了试探系统 在不选择和天灾相关的歌曲外 能否激活体验卡 没想到 居然成功了 卷头大的冰雹 直接砸在晒班岛的游客上 可不就像挥出龙泉一般 一拳拳重拳出击 再加上晒班岛同时生成的地震 当地居民不想出门挨冰雹杂 也得出门 或许 这是万能体验卡的特异功效 也说不定 只有万能体验卡 才能激活多重天灾选项 又或许 是 龙泉 这首歌的歌词所致 经过这次演唱 陆木发现 只要是歌词自带些许攻击性 亦或者是和天气相关 都可以触发天灾 在手中没有体验卡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选择和天气相关的歌曲 有体验卡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非天气歌曲 照样可以触发天灾 这个发现 让陆木兴奋不已 之前陆木还担心 歌曲会有唱完那天 现在看来 系统还是非常眷顾自己 晒班岛的管理者 发送了求救支援后 过了将近半个小时 永恩等人终于商量 好了救援决策 早已下班的船员 再收到要临时加班的消息 塞进嘴里的饭 突然不香了 工作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在晚上八点之后 需要继续工作 在永恩的强执行下 船员只好加班加点 立即集合 启动驳在港口的船只 十艘船只同时朝着晒班岛开启 按照往常的时间 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即可抵达 但不知为何 今晚的海平面 似乎处处和船只作对 从船员踏上船只那刻 海浪便越来越大 尤其是在靠近晒班岛的地段 原本还算稳健的船只 在海浪的拍打下 船身直接侧翻至七十五 要是翻到八十五 以上 整艘船只都会全部沉底 连一向经验丰富的船长 都慌了神 这里不是深海 平时很少会先这么汹涌地浪出来 今天真是见了鬼了 先是突然要加班 后是海平面易于平日 稳固好船员心态后 船长继续行驶着船只 朝着晒班岛驶去 短短两百米 却行驶了将近十分钟 眼看着忠于到岸 十位船长微松口气 但在他们看清晒班岛上的形势时 所有船员脸色猛然一变 第165章 晒班岛状况惨烈 直达船员们靠近晒班岛 才终于明白 岛民为何发出强烈的求救支援 原本璀璨夺目的霓虹灯全部熄灭 热闹非凡的夜市 毫无踪影 取而代之的满片漆黑 月光洒落 依稀可见满目狼藉 最让人窒息的 便是从天而降 数量密集的冰雹 船员们忍不住喊道 那是冰雹吗 黑夜中失去了灯光的照耀 在距离一百米的位置 支援队伍只能看个大概 直到船身完全靠近港口 船长看着面前的场景 久久不能回神 在靠近港口那刻 船长心有灵犀 没有选择驳船救援 快速思索后 立即给上面的人回拨了电话 报告 我们无法靠近晒班岛 如果继续靠近 极有可能发生危险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船长也不敢相信 数量如此庞大的冰雹 居然是局部落下 在朦胧的月光中 能看出有一道很明显的分割线 将它们和晒班岛之间隔开 只要进入到晒班岛附近的区域 它们的危险指数便会直线升高 永恩一把抢过手下的话筒 这我没到 到底是什么情况 船长深呼口气 不可思议道 从船只驳船处 到整个晒班岛 都在下着数量庞大的冰雹 如果我们将船只驳停 预计半小时 船只便会因为承重超量而沉船 永恩一边示意手下一边回复道 你们先原地集合 让岛民全部集合港口 等岛民集合完毕 你们再去港口博停船只 展开救援 话音落地 通讯员立即联系晒班岛的管理者 却传来一阵阵盲音 通讯员立即汇报 报告 无法和晒班岛取得联系 船长这时开口 有些迟疑 晒班岛现在已经全面断电 估计已经失联 按理说 在晒班岛断电的时候 联系台会自动开启备用电池功能 至少可以维持24小时和外界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 晒班岛的管理者 看着面前已经被地震加冰雹杂烂的通讯台 内心涌上一某绝望 无法与外界保持联系 意味着外界无法实时得知晒班岛内的情况 这种情况 支援难度便会高上许多 晒班岛的管理者经过深思熟虑后 最终决定派出几人前往港口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在附近满是建筑物的情况下 除了冰雹外还伴随着余震 前面派出的两拨人最终都失去了联系 晒班岛管理者还想安排第三拨人 却没一人敢离开原地 在原地只会被砸 哪怕已经电体鳞伤 总好过丢了小命墙 有些人倒霉一点的 已经在冰雹雨中丢了性命 久而久之 为了更好的生存 在即将濒临死亡的边缘下 余下的人便拿着尸体挡住自己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直到最后 他们已经泯灭了人性 只期盼自己能存活下来 另一边 停留在港口附近的船只经过商量 还是决定派出两只船只在港口停泊 剩余八只在原地待命 但余下那八只船只同样备受煎熬 虽然他们没有进入到下冰雹区 但由于晒班岛时不时的余震 船来的震感 使得他们的船只来回晃荡 如果不是有船锚定住 船长怀疑 在没有任何行驶的情况下 船只漂泊的时速会高达五十千米 H 就连从未晕过船的船员都控制不住 胃里涌起了酸水 还没消化的晚餐 悉数吐了出来 另外两只船只前往支援的船只打算速战速决 但想象总是美好 现实总是残酷 在靠近港口时 一名船员便因为绑合港口连接出的绳子被震入海中 在冰雹的冲刷以及狂风呼啸下 船员的行动效率大打折扣 终于在前后派出十人下 终于将船只成功驳停 两艘船的船长以及三名船员留任船只 为的是能在危险情况下提前驶离船只 其余全部人下船前往救援 晒班岛通讯信号最后消失的时刻 形成了最终定位 船员和专业的救援人员组成五个小分队 往定位处走去 还没等走多远 脚下再度传来震感 真是见鬼 这到底是余震还是地震 怎么可能有连番的地震 应该是余震吧 大家都小心点 这冰雹砸得我脑壳生疼 救援人员每个都穿上了专业的救援服 哪怕是从头到尾全副武装 也被冰雹冲击落下形成的重力 砸得头晕眼花 另一边 永恩在密切关注着救援情况 只期望 能将晒班岛上的重要人物救出 不久前 漂亮国的很多富豪 都前后选择各个岛屿 进行避难度假 在他们眼里 以漂亮国目前的灾难发生频率 他们能活多久都不知道 倒不如放下手中的工作 将钱包挥霍一空反正 他们前半辈子做生意赚取的钱 也足够他们度一辈子的假 因为富豪们的不思进取 很多地方的运营都出现了一定问题 这次如果能救援成功 永恩还能规劝他们继续运营 要是救援失败 诸多公司便会直接宣布破产 无论如何 永恩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创造团录制现场 陆木演出结束后 摄像大哥将镜头对准陆木 以及魔音赛道的队员 进行赛后采访 工作人员问道 如果能打分 这次对这次表演打几分 刚下台 刘依宁还在微微喘气 文言目光看向陆木 西琳娜一高 也示意这个问题 让陆木回答 陆木额头上冒着一层薄薄的汗珠 微笑道 我想这个问题交给观众比较好 在我看来 这次舞台是我们排练这么多次以来 表现最好的舞台 工作人员对视一眼 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通常情况下 工作人员只会在表演结束后 询问一个问题 但因为是陆木 他们额外增加一个 每次陆老师的演唱都别有一番新意 不知道这次陆老师的选曲 是否也有另一层含义呢 工作人员的问题 暗示的十分明显 无疑就是在询问陆木这次 是否又在做法 第166章 创造团 七人成团 除了绝美的唱功外 最让观众期待的 无疑是陆木的做法名场面 这次陆木在开始表演前 并没有明说 这首歌是献给谁 整首歌演唱结束 观众回过神后 人云亦云 猜想无数 不少网友已经迫不及待 来到歪国冲浪软件 开始蹲点 是否有最新报道 陆木低下头笑了一下 你们理解是什么含义 就是什么含义 留下这句话 陆木越过摄影老师 回到座位上 陆木表演结束后 接下来便到苏友鹏表演 在看完陆木的演出舞台后 苏友鹏瞬间觉得压力骤增 就连魔音赛道的唱跳演 都可以表现得这么完美 这让他带领的唱跳赛道组 可怎么亮相 一开始 陆木便把观众的观影值 拉这么高 场确实是燃起来了 但留给苏友鹏的压力 也就越大 半个小时后 所有演出全部结束 以杨幂的颜值赛道结尾 虽然整体没有 其他赛道的导师专业 但好在颜值实在抗打 观众对于颜值赛道的要求标准 本来就低 在投票的时候 自然不会太苛刻 投票结束 所有导师和选手 一步到休息区 等待最终结果的揭晓 不一会儿 胡海泉拿着投票结果 走上舞台 台下的观众 纷纷挥舞着荧光棒 现场热情高涨 可以说 这次创造团能出道的选手 都是观众亲手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胡海泉先公布了 第七名的成员 张亦凡 话音落地 台上不少选手 内心咯噔一声 张亦凡来自苏有鹏的唱票赛道 按照前几宫的成绩排名 张亦凡应该在第八或者第九名 现在张亦凡以最后一名挤身成团 说明 原本位于第七名的选手 被挤了下去 一直在第六第七名漂泊的徐一扬 极力控制着自己紧张的情绪 宣布完第七名后 胡海泉不按常理出牌 相继面出第三 第四名的选手 全是来自陆木摩英赛道的选手 分别是王义净和陈卓璇 刚宣布完那课 台下再次响起激烈的掌声 除了在呼喊王义净和陈卓璇的名字外 还有不少观众在高呼陆木的名字 陆木旗下的选手能出道 观众比陆木本人还激动 对于这个结果 陆木微微一笑 并不意外 他看中的选手 实力都很强 除了个别流落在其他赛道外 大部分都进入了摩英赛道 对于陆木而言 这次成团属于碾压式的屠杀局 接下来 在万众期待下 胡海权宣布第五名和第六名 第五名是来自杨幂研制赛道的郑乃馨 第六名是来自陆木赛道的刘一宁 听到这里 徐一阳心里一空 鼻尖止不住发酸 以他的成绩 势必不可能从平时的第六 七名移跃到冠亚军 在宣布完第五六名的时候 徐一阳便提前知晓自己的结局 他以无缘这次的成团出道 最后 胡海权请出台上所有没点到名字的选手初恋 有些选手哪怕知道自己已经是陪跑 还是默默出列 这是节目组要设置的节目效果 他们如果不遵从 节目便会少了很多看点 十名选手出列后 胡海权语气放缓 将观众的好奇心勾到极致 接下来让我们宣布今天的亚军 他是来自陆木赛道的西林娜一高 除此之外 亚军同样来自陆木的赛道 赵月 四 虽然在宣布完第五六名的时候 观众便大致能猜出故事的最终走向 但在听到胡海权宣布的时候 众人还是倒吸口凉气 陆木赛道中进入总决赛的最后五人 居然全部成团 七人团中便有五名 是陆木旗下的魔音赛道产出 更让人惊讶的是 陆木从一开始便只选择了十名选手 无论是那件事 都足以证明陆木的眼光毒辣 这些选手 全是靠观众亲手投票送出道 导师除了一开始的选择以及教导外 并不能干涉选手的最终走向 简单来说 出道这七人绝对没有黑幕 要是有黑幕 节目组也不会让陆木一人占领大头 反观华成宇旗下的原创赛道 全军覆灭 节目组也想搞黑幕 奈何这届的网友盯得太严 各大平台的数据都一一陈列出来 但凡是苏磊静做了点手脚 网友都不会买单 看到最终结果 华成宇脸色疏地一下就黑了 当导师这么多次 这还是他第一次全军覆灭 这让他的脸面往哪个 杨幂看了华成宇一眼 默默移开了视线 这个时候 还是假装无视 显得情商比较高一时之间 几位导师都没人敢主动上前和华成宇搭话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和华成宇对比起来 陆木这边的氛围空前的喜悦 所有成团的选手纷纷跑过来和陆木相拥 无数感激的言语营绕在陆木耳边 摄影大哥立即将这一幕抓拍下来 在节目组的运营账号下发布 一经发布 很快便冲上了热搜 陆木同时拥抱五个美女 美人在怀 有了新的解释 陆木旗下赛道有五人成团 创造团成团名单 陆木现场状态 陆木被强暴 另一边 永恩同样在关注着陆木的实时动态 陆木脸上的喜悦深深刺激着他 凭什么 他身陷苦海 陆木却谈笑风生 现在晒班岛的具体救援情况还未知晓 造成这一切的永作者却左拥右抱 永恩脸色难看不已 当即下令 派出美女特工 目标 陆木性命 成功者获得两千万奖励 即可生效 既然陆木喜欢美女 永恩就有美女取陆木性命 指令一出 漂亮国的美女们瞬间心动不已 与其继续待在这个随时有不明天灾降落的地方 倒不如外出执行任务 运气好 任务执行成功 既能拿到奖金 又能保障自己以后居住地的安全 运气差 任务失败 再折返即可 怎么看 都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一番分析后 不管是有武力值的 还是没有武力值的 但凡有身材优势的女人 都接下了这桩任务 第167章 约见陈明璋 三天后 歪国冲浪软件对晒班岛仪式进行播报 歪国媒体的说辞大致如下 至今无法用任何一种形容 去形容晒班岛这三天发生的一切 从千古至今 他们都没有同时见过这么多自然灾害降临 先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岛屿上 高达八级的地震 再是根本不符合天气预测的狂风暴冰雹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不应该在晒班岛上发生 更不可能同时发生 况且还持续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内光是救援人员便派出上千人 船只五十艘 最后所拯救出来的人却不足百人 具体晒班岛上的情况 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永恩的正面回复 但通过事后采访到的幸存者可以得知 晒班岛俨然已经变成一座血海 冰雹持续砸在身上 最后在地上融化成水 地上原本凝固的血液和水融为一体 流淌在他们脚底下 为了能生存 他们脚底踩着无数的尸体 尽量不让冰冷的血水泡在自己身上 为了避免冰雹的袭击身上也压着尸体 遍地的尸体将他们心底的恐惧无限放大 在拯救出来后 大部分幸存者都进了心理医院 身心健康的幸存者甚至不足十位数 晒班岛的情况让人唏嘘不已 三天前便观众歪国冲浪软件的龙国网友 立即将这件事进行分析常言道 不幸则无鬼魔神 所有东西的形成必然有它的道理 晒班岛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整整三天 足以说明三天前便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三天前 细心的网友们翻阅着三天前发生的一切 直到 目光停留在创造团成团业 陆木登台演出的视频 陆木这次演唱的歌曲是龙泉 刚好在陆木演唱过程中 晒班岛便开始形成一样天灾 在陆木演出结束后 晒班岛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持续了整整三天 三天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最符合晒班岛天变的 便是陆木直播演唱歌曲的时候 其他事件要么史无前例 要么时间有所出入 只有陆木在此之前便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且演出时间线完全吻合 这让网友直接怀疑 这次晒班岛事件和陆木有关 有了追查方向 网友们开始对龙泉 这首歌进行歌词拆解 最终 网友们发现 晒班岛上突然下起的冰雹 或许就是因为龙泉这首歌 至于其他天灾 网友一时半会还找不到理由 已经确定冰雹是陆木所为 其他天灾网友自然悉数归于陆木身上 陆木这两个字 经过晒班岛事件后 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光是陆木的名字 便在全栏星公共论坛上挂了将近一周 陆木盖上李木子整理发来的热搜合集 内心忍不住轻叹 要是什么时候知名度 也能解锁系统任务就好了 现阶段陆木 想要解锁系统的奖励 只能靠声望值 不过好在 随着陆木演唱的歌曲越来越多 网上有关陆木演唱的库存也就越多 每当多一个网友点进他的唱歌视频 并沉浸在其中 陆木就会多一个声望值 而且 重复的声望值可以叠加 也就是同一个网友 哪怕是连续观看了两次陆木的同一个视频 陆木的声望值都会加二 这也是系统后期 对声望值要求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另一边 翻译官 剧组筹备完毕 在找好导演后 陆木便甩手当掌柜 杨幂在客串完画皮 之后 当天便赶到现场 跟随剧组一起参加开拍仪式 解决完杨幂的事情后 陆木便开始寻找 柯拉恋人的拍摄导演 思来想去 陆木最终决定 选用在导演界 有一定知名度的陈明章 放羊的心情 这部电视剧便是出自陈明章之手 在导演界 有名气代表有实力 只有拥有绝对的实力 以及优越的审美 才能在导演界越走越远 陈明章的硬性条件 用来拍摄 柯拉恋人 足矣 确定好导演人选 陆木亲自约见陈明章 陈明章这边 刚打算着手拍摄新买下的剧本 奥尔咖啡厅 陈明章率先抵达 挑选了一个靠窗家角落的位置 没过多久 陈明章也来到奥尔咖啡厅 身边还跟着一名女子 陈明章面露疑惑 这位是 热巴主动开口 笑着介绍自己 我叫热巴 是新人演员 陈导多多指教 陈明章一听 瞬间明白陈木的打算 能在这种时候 带出来一起约谈的演员 想必是出演洽谈这部剧的关键人物 不是女一 就是女二 陈明章不失礼貌地点头 开始和陈木寒暄 两人寒暄了几句 陈木进入正题 很高兴陈导能抽空见我 不知道陈导怎么看待这部剧本 导演选着剧本拍摄 能看对眼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实 不管陈明章是否对 柯拉恋人有兴趣 他都会来见陈木一面 陈木虽然不是导演行业的人 但陈明章却在陈木身上 看到了未来商业龙头老大的影子 一向人精的陈明章 绝不会放弃这个结交陈木的机会 如果不是陈木主动找他 陈明章还不知道 怎么和陈木千桥搭线 更何况 陈木给他发的剧本 他已经看过了 《柯拉恋人》 这部剧 是目前影视剧中少有的风格 类型属于都市励志偶像剧 但其中女主角的人设 才是剧中的看点 在看完《柯拉恋人》 这个剧本后 陈明章便已经在脑海中 将如何拍摄 《柯拉恋人》模拟了一遍 想要呈现出原著中的场景 首先便是赤剧资拍摄 总不能援助女主角是大明星 拍摄中女主角的穿搭 以及进出的场景 却又十分寒暄 其次便是女主角的选角 剧本是好剧本 如果能克服以上两点 陈明章将自己的想法道出 看向陈木的目光 满是真诚 陈木点头 陈明章说的这些 陈木也考虑过了 第168章 认可热巴 不然就不会安排热巴当女主角 谈完经济上的条件后 陈明章将话题指向一旁的热巴 不知道陆总想安排热巴 当什么角色 听到这里热巴内心咯噔一声 听陈明章的语气 似乎并不太满意他 又或许 陈明章根本没想到 陆木是把热巴安排成女主角 陆木直言 热巴出演女主角 男主我建议你 去找罗金 女配角唐嫣 罗金和唐嫣并不在水木娱乐旗下 所以陆木只是提出建议 最后 陈明章究竟选择谁 便要看陈明章火辣的眼光 陈明章反复翻看着手中的剧本 陈吟道 男主罗金和女配角唐嫣 倒是不错 两人很符合剧中的人设 现场表现力也可以 罗金和唐嫣 陈明章之前都接触过 两人的表现力和现场爆发力 足以满足 柯拉恋人 这不惧的人设 至于热巴 陈明章承认 热巴的五官 长得浓淡相宜 想了半天措辞 最终还是忍不住 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果是热巴 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如果是因为资本 陈明章将会重新考虑 是否合作 听到自己不被陈明章选择 热巴内心酸涩不已 脸上却始终不敢显露任何表情 陆木面色坦然 陈导可以让热巴视线 在听到陆木的回答后 陈明章瞬间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 陆木和其他资本一样 都是打算用钱捧红 长相出众的艺人 如果不是对热巴足够自信 陆木不可能提出这种条件 知道热巴不是代字禁足 陈明章瞬间觉得 热巴顺眼多了 翻看了几页剧本 陈明章突然说道 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有些迟疑道 现在在这里吗 陈明章文言 抬头巡视了一圈附近 现在咖啡厅虽然没什么人流量 但多多少少有几个人 意识到热巴可能是在公共场合有些害羞 陈明章沉吟道 不行的话 明天你来我办公室也行 正当陈明章想盖上剧本的时候 热巴急忙说道 可以 给我五分钟时间 说完 热巴拿过剧本 开始钻研台词 五分钟后 热巴已经将片段中 属于自己的台词背得差不多 这段戏是女主角高文 在试衣间和死对头撞衫 最后 男主角出现旧场的戏份 这段的剧情看起来非常浮夸 用夸张的剧情 使得女主角的人物形象更生动立体 热巴演得好就是风神 演不好就是地狱 随着陈明章喊开始后 热巴立即进入状态 热巴走到桌子旁边 双手悬浮在空中 洋装拉开本就不存在的试衣间门 随后走出来 对着面前的空气开始照镜子 就在这时 热巴眉头一挑 转头看向一旁的空气 这个时候 热巴的身边正站着她的死对头 在心底默念了死对头的名字后 热巴开始说自己的台词 真是丑人多作怪 三分嚣张 七分不屑 说完后热巴翻了个白眼 继续对着面前的镜子 开始试衣服 过了一会 在心底默念完对手台词后 热巴嘴角一勾 不可一世道 你什么咖位 我什么咖位 这条裙子也是你能穿的 说到这里 陈明章呼吸一顿 十分期待热巴接下来的表现 热巴语气停顿了一下 转头说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 就送给你好了 这种裙子 我多的是 话音落地 热巴手间叼起裙子 无实物表演将裙子丢在地上 随后转身就走 就在这时 对手大喊了一声 表达对热巴的不满 在接下来 便是对手上前出手 阻扰热巴 热巴翻了个白眼 将不可一世表达到淋漓尽致 放手 语气中 满是嫌弃接下来 陆木客串男主出场 陆木急匆匆走到热巴面前 一手抓住热巴的手臂 随后身体挡在热巴面前 放开他 一声呵斥 响彻整个咖啡厅 所有人下意识看向发出声音处 陆木喊完之后 继续着自己的表演 拽着热巴走了出去 热巴先是一愣 随后皱起了眉头 最后被陆木拽了出去 就连陈明璋 都被陆木的表现力吓了一跳 陆木刚刚所表现出的演绎 根本不像是一个新人 好 卡 陈明璋话音落地 热巴和陆木停止了动作 看完正常表演后 陈明璋看向陆木的目光 复杂了几分 随后还是忍不住开口试探道 陆总 你有兴趣进军影视界吗 陆木摇头 陈明璋听闻有些失落 但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神经放松下来后 热巴便察觉到 周围有无数道目光袭来 其中 不少人还拿着手机 对着他们拍摄 陆木面色淡然 坐回原位 目光落在陈明璋身上 对于外界的目光 陈明璋自然不在意 反而一心沉浸在刚刚的戏里 热巴的表现力 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没当过大明星的女艺人 却要表演大明星 这点是非常困难的 但热巴却能将高文这个角色 演绎的生动形象 淋漓尽致 要不是现在身处公共场合 陈明璋还打算让热巴继续演绎几段 如何 陈明璋看了一眼陆木 随即哈哈一笑 不亏是陆总看中的人 那就让我们合作愉快了 陈明璋说完伸出右手 陆木点头和陈明璋签订合同后 咖啡厅 与此同时 一则咖啡厅现场是戏的视频流出网络 视频中的女主角 并不是众人所熟知的女艺人 按照正常情况下 这则视频肯定活不了 比起关注导演 艺人的知名度 才是让视频活起来的关键 直到视频末端突然出现了陆木 这一发现 使得视频转载量 在短短一小时内便突破百万 网友们对此发表不同看法 现在是戏都是在公共场合了吗 这也太不严谨了吧 什么情况 这个美女是谁 怎么再和陆木搭戏 求催更 求催更 第169章 陆木被围 陆法师还会演戏 这也爆发烈 好厉害 陆法师是要冲击演艺圈了吗 我就在现场 陆木和那个美女的对手戏 真的不错 期待 找到了 那个美女叫热巴 是新疆人呢 这则视频 直接让热巴打开一定的知名度 第二天 陆木一睡醒便赶来公司处理文件 处理完之后便赶往帝都机场 聚魔都参加一个影视剧晚会 这次影视剧晚会是由华策集团举办 会邀请影视剧各个公司 以及著名导演来参加陆木 也在邀请名单之中 华策影视创立于2005年10月 总部位于杭州 以盛产诸多影视剧闻名 其数量惊人 成名座同样惊人 魔都机场 热巴跟随陆木下了飞机后 看着陆木空荡荡的双手 不禁诧异道 你的行李呢 陆木看了眼热巴的行李箱 摇头道 我没拿行李 陆木的回答 让热巴愣了一下 这次影视剧晚会 虽然只有一个晚上 但陆木原定的计划 打算在魔都待三天左右 正巧热巴还没开始禁足 陆木为了让他多多社交 才带他出门 整整三天的时间 难道陆木不换行李吗 这是什么怪癖号 怀揣着疑问 热巴没有继续追问 有时候 必须有眼力见 和老板保持一定距离 老板不想说 就不要深究 老板自己都不在意 你在意什么 刚走出机场 VIP通道 突然涌出一大堆人群 几乎人均捧着鲜花 热巴下意识往后看 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 直到 人群中开始有人尖叫 口中喊着陆木的名字 除此之外 人群开始朝着他们挤来 热巴脸色微变 看着面前上百号人挤在通道 下意识转头看了一眼陆木 一开始还以为是偶遇 哪个大明星接机 没想到这堆粉丝 接的居然是陆木 可是 陆木这次出行 并没有公之于众 属于私密行程 亦或者说 因为他无需炒作 陆木本来就不是靠粉丝量而活 自然不需要像明星那样线下营业 所有粉丝挤到陆木面前 有的粉丝因为太激动 直接挤到陆木身上 身穿高跟鞋的热巴 被人群一挤 亮亮呛呛 眼看就要摔跤 陆木伸手抱住热巴 这才免于一场事故 这个画面被众多粉丝拍下来 不少粉丝原地尖叫 放开他 哎呀 不要抱他 粉丝的话让陆木脸色一冷 周身是气场 瞬间迸发 正在拥挤的粉丝顿时感觉到 一股无形的压力 下意识往后退 不到十秒钟 陆木周围便空了一圈 前后三米空无一人 与此同时 位于人群中 一个戴着口罩帽子的黑衣男子 眉头一皱 眼珠一转 开口喊道 陆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话音落地 黑衣男子顺势将前面的女子一推 拥挤的人群突然躁动 再加上粉丝同样想获得陆木的签名照 众人再次朝着陆木所在的方向挤去 陆木脸色凝固 朝着后方做了一个手势 男保镖和小五立即从后方跑过来 一个挡在陆木身后 一个挡在侧边 就在陆木刚想开口的时候 男保镖附身在陆木耳旁 低声开口 即将有危险来临 陆木目光落在面前的人群中 眼神仿佛在挑选商品 有男保镖一提醒 陆木突然明白 当才为何会有人在人群中大喊一声 以陆木的气场 这群粉丝本来已经和陆木隔出安全范围 看来 是有人想借此向他出手 面前的人流太多 陆木一时之间无法锁定 刚刚开口出声的男子 快速扫描了一圈四周 陆木提醒完男保镖后 突然拽住热巴的手 随后朝着一旁的星巴克咖啡店奔跑 穿着高跟鞋的热巴 瞬间失去了重心 下一秒 热巴已经被陆木抱在怀中 粉丝们见到这幅场景 瞳孔猛然一缩 直接了傻傻愣在原地 这么多年陆木都没有绯闻传出来 今天突然让他们看见这一幕 况且陆木怀中 还是一个长相明媚美艳的女人 这个落差 他们一时之间很难接受 黑衣男子下意识翻了个白眼 继续带节奏 陆木 我的签名 其他粉丝被黑衣男子这么一提醒 粉丝们再度回过神来 除了部分是女友粉外 还有真爱粉等等 他们今天收到陆木出行的消息 提前蹲点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能多看陆木几眼 当然 如果能获得签名 合照等意外惊喜 他们自然非常愿意 在陆木跑后几秒钟 粉丝们再度朝着陆木所在的方向奔去 男保镖和小五出手阻拦 最终只能拦住三分之一的人 除此之外 男保镖将目光落在再度开口挑拨的黑衣男子上 第一次没锁定他 是因为始料不及 经过陆木的提醒 男保镖在黑衣男开口那刻 便直接快速锁定 黑衣男混在人群中 想要一同去追陆木 男保镖越过人群 站在黑衣男面前 黑衣男眼珠微转 洋装一脸茫然 这么多人你不拦 你拦我干嘛 男保镖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黑衣男腹部挥出拳头 黑衣男脸色微变 一个侧身扭过男保镖的攻击 男保镖目光紧盯黑衣男 黑衣男能躲过他的攻击 说明绝非一般人 陆木说的 果然没错 其实哪怕黑衣男不躲 在拳头即将落下的时候 男保镖也会及时助手 为的就是避免伤及无辜 但黑衣男下意识地规避动作 暴露了自己 男保镖当即和黑衣人撕打起来 小五则去和陆木集合 陆木跑到星巴克咖啡厅后 将门一关 用脚抵住门口 异样的声响 引起咖啡店服务员的注意 其余客人也纷纷抬头 看向陆木 在看清陆木的长相时 众人倒吸口气 随即面露惊喜 很多艺人他们可能不认识 但陆木一定是认识的 有关陆木的唱歌视频 他们可没少刷 还没等他们继续欣赏陆木 便被门外那一堆人 吸引住了目光 第170章 定位丢失 此时玻璃门外 服务员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当即吓得急忙走出来 询问情况 陆先生 你这是什么情况 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的吗 第一波粉丝已经抵达门外 伸手想推开门 却发现门仿佛有个千金顶一般 别说是推开了 根本就是毫无动弹 热巴在一旁大口喘着气 这还是他第一次体验到 粉丝的恐怖 陆木顶着门口 脸上云淡风轻 你们这有后门吧 服务员看了一眼陆木 又看了一眼门外的人群 面露犹豫 要是将陆木放走 这堆粉丝会不会将他直接撕了 陆木微微一笑 我怀疑这群人中有刺客 话音落地 咖啡厅里的所有人动作一顿 有的客人直接起身 忍不住说道 还愣着干嘛 快带陆法师离开这里 服务员被客人这么一吆喝 瞬间回神 其余客人自告奋勇 纷纷来到玻璃门前 用力挡着 服务员一咬牙 带着陆木前往后门 逃离机场后 热巴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说刚刚那堆人有刺客 陆木面色淡然 不然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跑 如果全部是粉丝 陆木倒是无所谓 签个名和个影 并不会耽误他太多的时间 但今天的一切 都疑点重重 首先便是突然出现的粉丝 这点放在以往来说 陆木都不曾遇见 能形成这种场面的原因 只有一个 有人在监视他 并且将他的行程故意透露出来 吸引粉丝接机 再加上粉丝的两次突然躁动 这其中肯定离不开 有人混在其中推波助澜 听完陆木的粉丝 热巴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回想起来满是后怕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安全了吗 热巴话还没说完 一道黑色人影突然闪到他面前 陆木伸手一把扯住热巴 将热巴拉回自己身后 面前站定的是一名黑衣女子 再见到陆木那刻 黑衣女子便摁下自己的通话麦克风 陆木在我这 全部人 集合 听到黑衣女的汇报 热巴脸色一白 双腿开始哆嗦 陆木巡视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将热巴推到一边 开口吩咐 你现在去来一辆车 动作要快 现在陆木位于机场侧门 车流量虽然比正门少 但多少还是会有 按照刚刚的逻辑 陆木已经将首次见到的黑衣男甩开 足以说明 他们无法找到星巴克后门 星巴克后门 是从机场内部 距离最近的线路 假设这次来抓陆木的人 一共分为几批 除去位于机场内部埋伏的人 剩余的人数 按理说全在机场外 但从刚刚逃出机场到现在 陆木都只见到面前 这个单独的黑衣女 足以说明 这次他们的布局 大部分都安插在机场内 估计连他们都想不明白 陆木居然能成功逃离机场内部 所以 只要在位于机场内部的黑衣人 赶到现场前 将面前这名黑衣女解决 便可逃之夭夭 短短三秒钟 陆木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全部剖析 只不过 算准了一切 唯独没算到热巴 热巴听到陆木的指令后 刚朝着前方迈出一步 便立即跪在地上 双腿止不住地颤抖 陆木轻叹口气 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 热巴指望不上 如果继续待在原地 在处理完面前的黑衣女后 再打车 时间肯定来不及 陆木只能打赌 自己在离开原地后 黑衣女会跟着她 此外 黑衣女身上一定会有实时定位 因为刚才黑衣女在汇报情况的时候 并没有说明自己身处的具体位置 机场内部的其他黑衣人 在看见黑衣女移动后 同样会朝着移动的方向奔去 毕竟 抓捕陆木才是他们的任务 这种情况下 热巴便安全了 果不其然 陆木把腿就跑的时候 黑衣女毫不犹豫 直接跟了上去 跪在地上的热巴 大口喘着粗气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但等热巴完全缓和过来 拥有自主行动能力的时候 陆木早已不见踪影 就在这个时候 小五从机场内部跑了出来 在见到热巴身上的定位器时 小五脸色一变 这定位器谁给你的 原本就紧张的热巴 在小五的质问下 又被吓了一跳 小五缓和了下语气 开口解释道 我们平时都是根据这个定位器 定位陆木的行踪 刚才我解决完事情后 便跟着定位器一路寻过来 陆木人呢 热巴看着手中的定位器一愣 下一秒 眼珠便一出泪花 嗓音加带着哭声 我不知道这是定位器 刚才有个黑衣女追过来 陆总在离开前 将这个定位器丢在我身上就跑了 小五拿着定位器的手一紧 立即联系自己的老大 男保镖将面前的黑衣男抓捕后 听到小五的汇报时 心头一颤 定位器这么重要的物品 陆木居然给了热巴 和陆木失去联系 男保镖立即联系当地警察 请求支援 另一边 陆木一路狂奔 即将要甩开身后的黑衣女时 又放慢了脚下的动作 久而久之 让黑衣女频频产生幻觉 明明下一秒就感觉要追到陆木 但每次都只差一秒 陆木宛如脚底抹了油一般 让黑衣女十分恼怒 直接掏出腰间的手枪 对着前方的陆木扣下扳机 而陆木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龙国 使不使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天差地别 碰 子弹脱鞘而出 直指陆木腰间 陆木耳阔微动 在黑衣女扣下扳机那刻 陆木的身体便做出了反应 一个飞扑 陆木的身体 瞬间爆发出强悍的冲击力 朝着一旁跃去 子弹落在陆木前一秒站立的地方 黑衣女眉头紧皱 嘴巴忍不住咒骂 真是难缠 碰 碰 接连打出两枪 但最终都被陆木成功躲过 陆木计算了下时间 掉头转进一条巷子里 是时候该收网了 在拐进巷子那刻 黑衣女将手枪换成匕首 浑身启动防御状态 第171章 和热巴会合 陆木在这时 抽空打开手机 几十条未接来电 随便回播了一条 甚至都没等接通 陆木便将手机丢进兜里 另一边 蓝保镖在电话响起那刻 便接通了电话 电话接通瞬间 蓝保镖第一时间定位到陆木的位置 热巴在小五的安排下 已经先行过去入住的酒店 陆木进到巷子后 将身上略显臃肿的外套脱下 随意丢到一旁 开始活动筋骨 黑衣女一转身 便看见魔拳待发的陆木 黑衣女握紧匕首 朝着陆木的右臂 快速一划 右臂是人战斗中最关键的部位 黑衣女的算盘打得很响亮 陆木反应过来后 微微侧身 匕首划过 距离陆木右臂 仅有厘米之差 要是陆木刚刚没脱下外套 匕首已经将外套划破 黑衣女一招挥出失败后 再次挥动着匕首 在外人看来 十分凌厉的动作 陆木只觉得宛如灵 五倍速扳掉针 陆木膝盖弯曲 脚尖用力一瞪 快速跃到一边 黑衣女再次挥空 等黑衣女想收回右臂的时候 手腕已然被陆木一把抓住 黑衣女目光一宁 快速伸出左拳 直击陆木添灵盖 朝朝毕命 陆木要么松开 前置住黑衣女握着匕首的右手 要么就被黑衣女的左拳袭击 陆木眼神一按 侧头扭开黑衣女左拳攻击的同时 握住黑衣女右手的手臂 突然一转 咔咔 骨头错位的声音传来 匕首脱离掌心 垂直落在地上 碰 与此同时 黑衣女的左拳也落在陆木的肩膀上 陆木虽然能躲开黑衣女 对太阳穴的攻击 但两人之间的距离毕竟有限 肩膀 已然是黑衣女左拳 能触碰到陆木身体的最大距离 嗯哼 剧烈的疼痛袭来 黑衣女只是闷哼一句 黑衣女捂着自己脱臼的右肩 看向陆木的眼神里 满是怨恨 陆木微微转动着自己左肩 随后继续对黑衣女发起进攻 在见到陆木 丝毫不受自己权力影响的时候 黑衣女瞳孔猛然一缩 她的权力 哪怕放在整个专业的组织里 实力排名 都是数一数二的 哪怕只打到陆木的肩膀 按理说 现在陆木应该已经无法使用左肩 但陆木的行动 直接击灭她的幻想 陆木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怎么可能 在黑衣女诧异瞬间 陆木抬起左拳 对着黑衣女的腹部 狠狠挥出一拳 黑衣女脸色猛然一变 腹部传来的静卵感 让她忍不住弯腰 陆木抬起右腿 对着黑衣女挥出一脚 碰 黑衣女整个人失去重心 在重力下 静止朝着一旁飞去 最后狠狠地撞在一旁的墙壁上 才卸去全部重力 黑衣女趴在地上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木 这根本不可能 陆木居然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黑衣女刚想开口 因为情绪激动 撕裂到腹部的伤口 疼得脸色发白 倒吸几口冷气 陆木走到黑衣女面前 快速翻找着黑衣女身上的物品 找到定位器后 陆木一脚踩碎 随后朝着上方隔空 跑到另外一条巷子 在附近找了两条绳子后 陆木将黑衣女五花大绑 单手将其拎起来 黑衣女嘴巴咬着毛巾 全身可以扭动的部位 都绑上了绳子 就像一件商品一样 被拎着走了一路 将黑衣女交给当地管理者后 陆木刚往宝格里酒店 来到宝格里酒店 刚下车就有身穿管家服的官家 上前迎接 陆木刚走进大厅 便看见坐在休息厅里的热巴 你怎么没上去休息 热巴看了一眼陆木 目光有些胆怯 不是他不想上去休息 是他没来过这么高级的酒店 小五刚把他送到这里 便接到老大的呼唤 热巴一个人站在这里 总感觉格格不入 虽然中途有官家 过来询问热巴 是否需要帮忙 但热巴都摇头拒绝了 宝格里酒店的服务员 从热巴进来后到现在 都不知道热巴的身份信息 听到热巴的解释后 陆木无奈一笑 小五急忙离开 应该是收到了自己的定位 在陆木的带领下 热巴成功办理了 宝格里酒店的入住 一开始 影视剧晚会的主办方 给陆木安排的是 临近的五星级酒店 但李木子考虑到居住的舒适度 直接自费给陆木订了 同样位于附近的宝格里酒店 宝格里酒店 无论是服务还是环境 档次都是附近酒店之最 李木子给陆木订的房间是最高层 热巴则在下面一层 为的就是避免陆木 被有心狗仔偷拍到 又传出绯闻之类的事情 不过 叠加热巴刚刚的情况 陆木把热巴的房间 安排到自己隔壁 官家替热巴打开房门 在看清里面的布景时 热巴有些局促不安 这个酒店的价格实在太高了 光是居住一个晚上 不要花费大几千 这都快顶得上 他之前一个月的工资了 陆木示意官家先退下 按理说 官家会为每一位 入住宝格里酒店的客人 介绍房间的布景 以及第二天的自住早午餐内容 官家温柔一笑 对热巴说道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按服务零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抵达解决你的诉求 说完之后 官家退了下去 没有外人在后 热巴显然轻松不少 陆木看了一眼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 才走进自己的房间 热巴独自一人进入到房间 看着满瓶巨大的落地窗 以及足以容纳两人的泡澡浴缸 内心十分愉悦 要有哪个女人 可以拒绝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泡澡呢 收拾好行李后 热巴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泡澡 陆木进到房间后 用洗手液洗了个手 换了套舒适的睡衣 便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 处理完李木子和杨幂的消息后 陆木开始翻阅着漂亮国的资料 刚才的黑衣女 显然就是歪国人 虽然不能直接确定是漂亮国人 但这一切 肯定离不开永温的授意 刷着实时资讯 陆木的目光停留在一篇文章里 标题为悬赏榜 第172章 获得听力过人天赋 悬赏榜上的名单 赫然就是自己 我擦 难怪最近时不时 就冒出一堆堆追杀他的人 感情是因为这个 一千万赏金 还是漂亮金 不得不说 永恩出手 十分大气 悬赏榜底下 热评无数 光是转发 点赞以及评论 都有已经破译 足以看出 漂亮国人对陆木 已经厌恶到哪种程度 这事巴不得他 马上就在这个世界消失 可惜 他陆木就要活到最后 直接将这些 四人非人的人气个半死 关于上次晒班岛事件 也有了其他的报道 报道的最终矛头 都指向了陆木 他们认为 只有陆木 才有这个能力 能让晒班岛 在地震的同时 还能下冰雹 经过这次事件后 晒班岛的最终数据 统计了出来 死伤一共14758人 这座用于旅游的岛屿 直接成为一座海上墓碑 将14758人的灵魂 永远留在了晒班岛 晒班岛事件后 其余热门的旅游岛屿 纷纷陷入营收低谷 还在度假的富豪们听到后 纷纷选择退房 以最快的时间 撤离了各大岛屿 就连在岛屿上的工作人员 也是找各种借口辞职 一夜之间 十几座岛屿 几乎变成了空岛 要不是岛屿上 仍然存在的人文设施 证明曾经有人居住 以现在的景观 都难以让人相信 这些岛屿 曾经热闹辉煌过 前后经过这么多天灾后 有些富豪 算是彻底看明白 当前的局势 虽然他们的基业 根本都位于漂亮国 离开本土 已经将算盘 打到了其他地区 开始将自己的资产转移 试图在歪国发展 但仍有大部分企业 并不相信 陆木一人 有这么庞大的能量 在他们的观念看来 之前出现的天灾 只能说明是时运不佳 但不可能持续有天灾 所以他们 仍然选择留在本土发展 哪怕现在本土的经济 和之前对比 有些许落后 但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对他们而言 只是损失了部分资产 并不影响他们 仍是富豪的身份 永恩发现这一幕后 内心着急的不行 再这样下去 不用陆木出手 漂亮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成一堆废土 在得知再一次抓捕陆木行动失败后 丁木分队的压力 日渐增大 咚咚 陆木的门口 响起敲门声 陆木摁下遥控开关 大门打开 站在门口的女子 暴露在视野中 看着面前这个浓妆艳抹 金发碧眼的女子 陆木面无表情 与此同时 刚泡完澡的热巴 突然想起 陆木的定位器 还在自己这里 简单穿好衣服后 热巴拿起定位器 打开门 便看见陆木门前 这位性感美女 热巴面露尴尬 以为自己坏了陆木的事 洋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打算离开这个修罗场 陆木再见到热巴那刻 眉头微皱 目光死死盯着面前的金发女 过来 金发女微微一笑 迈开蹬着红底高跟鞋 修长的双腿 下一秒 陆木再度开口 热巴 过来 金发女一愣 掀了一下自己 落在肩膀上的卷发 一眼自己的尴尬 热巴一愣 有些诧异地指了指自己 刚刚他还以为 陆木是叫金发女过去呢 陆木无奈点头 有时候真想掀开 热巴的天灵盖 看看他满脑子 到底都在想什么 收到指令后 热巴条件反射 迈出自己的双腿 金发女瞥了热巴一眼 眼神忽明忽暗 短短机里的距离 陆木已经将即将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捋了一遍 陆木和金发女之间 怪异的气场 让热巴不禁加快脚步 直到热巴站在自己身边 陆木这才松了口气 金发女此时的位置 位于房间门口内部 只要一转身 便能将门口关上反锁 并不知晓其中含义的热巴 有些不安地站在一旁 低着头 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小孩 下一秒 热巴身体失去重心 被陆木一把拽下 稳当当坐在陆木大腿上 热巴被吓了一跳 但打从心底 对陆木的敬畏 让他只是瞪大了瞳孔 身体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陆木眼睛落在金发女身上 下一秒 右手已经拖住热巴的后脑勺 突然和陆木靠近 热巴心跳加速 血液疯狂倒流 白皙俏丽的脸颊 已经爬上一抹红韵 金发女见状 微微一笑 打扰了 从金发女的视觉 陆木现在正和热巴接吻 她再不离开 就是不识去了 等到金发女离开后 陆木松开热巴 热巴大口喘着粗气 从脸部到脖子都通红不已 陆木将门关上 身体仍然贴在门上 侧耳灵听着门外的动静 这个时候 陆木内心忍不住暗响 要是能听力过人就好了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 叮 恭喜宿主 情绪值突破十亿 获得钻石宝箱一刻 是否打开 打开 叮 钻石宝箱开启成功 随机掉落三个选项 宿主可选择其一 作为本次奖励 一 获得听力过人天赋 选择该选项后 听力值涨至三十 基础为十 二 获得奖金三十亿 以正规途径发布 三 获得万能体验卡一张 另加奖金十亿 在听到系统奖励三十亿的时候 陆木的心都错漏了一排 这可是三十亿啊 哪怕是水木娱乐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能赚取这么多资金 但是 听力过人这个选项 真的非常诱人 以往系统的多重奖励 身体素质 都是翻两倍而已 这次听力值 直接翻三倍 只要解锁了这个选项 意味着陆木以后可以听到 比原距离多三倍的距离 思索了片刻 陆木问道 这个天赋是一直打开的吗 那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睡眠 听力过人天赋 可根据宿主的意愿 自由控制开关 宿主不需要的时候 默念关闭即可 反之 需要时默念开启 没有任何犹豫 陆木做出决定 选择选项一 第173章 锁定之家歌 错失五十亿 陆木内心在滴血 此外还错过一张万能体验卡 陆木突然觉得 系统不是人 虽然系统确实不是人 随着选择结束 陆木的大脑 突然涌进一抹轻微刺痛感 尤其是靠近耳朵部位 陆木先是感觉有一股气流堵住耳穴 随后被一股重力冲撞开来 片刻之后 所有症状消失 陆木在心里默念 启动 花音落地 周遭的声音 悉数传进陆木儿里 并且还会自动降低音量 太嘈杂的声音 会直接减小 但并不妨碍陆木能听到 之前贴在门口 在隔音门的作用下 并不能听到门外的声音 现在已经能清晰地听到 确认门外没有动静后 陆木松了口气 给男保镖发了条短信 男保镖收到短信后 立即跟踪监控 查询突然出现的金发女信息 陆木转过身后 便看见满脸通红的热霸 回想到刚刚自己的举动 陆木沉默了一会解释道 刚刚 事出紧急 从金发女的穿着上 陆木可以肯定 她身上应该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一条紧身包臀短裙 外加一双高跟鞋 在这严寒的冬季 甚至都没套一件外套 全身上下 根本没有一处能藏武器的地方 突然出现 如果不是为了取她性命 想必就是男女之事 刚好热霸在场 在陆木做出举动后 金发女果然离开现场 所以 金发女大概率 是想过来和陆木搭讪的 不过 眼下这情况 只要是歪国的 陆木都不得不防 热霸摸了摸自己发热的脸颊 浑身燥热不已 有些仓促的点点头 随即打算离开房间 经过陆木时 陆木伸手抓住热霸 你就待在这里吧 话音落地 热霸心跳再次加速 没察觉到热霸的一样 陆木说完话后 便继续翻阅着漂亮国相关的资料 最近永恩举动频频之多 是时候给他一点教训了 最终 陆木把目标定在芝加哥上芝加哥 总占地面积606 2000米 位于漂亮国伊利诺伊州东北部 属于漂亮国中西部的枢纽都市 辖内人口约272万 也是漂亮国的第三大城市 全蓝星的金融中心之一 在漂亮国的教育上 有很大占比 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得知 永恩搬去哪个城市发展 但并不妨碍陆木的下一步行动 漂亮国一共就100多座城市 其中重要城市不过20座 将这些排名靠前的城市全都解决 永恩自然不再能翻出什么浪花 确定完目标后 陆木继续了解芝加哥地势 芝加哥地势相当平坦 平均海拔176米 没有较大的高山 丘陵盆地形也少 不过 芝加哥的最高处 是位于南部郊区的垃圾野埋场 看到资料上这行介绍时 陆木内心已经有了大致的处理方向 现在陆木手上还剩一张万能体验卡 结合芝加哥的地势已经完全足够 况且在完成任务后 系统还会额外给他一些奖励 不愁没有体验卡用 晚上7点 在房间做好造型后 热巴和陆木一同前往影视剧晚会 即将抵达之前 陆木提醒热巴 待会下车后会有一个简单走红毯环节 热巴听到后再次拿起镜子 开始整理自己的仪容仪表 陆木无奈一笑 这已经是热巴第二十次照镜子了 谁都有第一次 陆木倒是能理解热巴的紧张 陆木下车后 现场聚集的媒体瞬间扭转方向 各个摄像头齐刷刷对准陆木 咔嚓 咔嚓 几十个闪光灯同时亮起 热巴下意识闭上了眼睛 反应过来 自己失态后 热巴强迫自己睁开 睁开眼睛第一件事 就是扭头看向陆木 对比热巴 陆木显得十分松弛 在众多聚光灯下 面不改色 太弱自然 陆木左臂微微弯曲 热巴适时晚上陆木的手臂 媒体瞬间发出些许议论声 陆总旁边这位小美女 怎么没见过 是陆总的首任女朋友吗 陆总这是脱单了 看着不像 待会再看看 陆总怎么介绍的吧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听着众人的议论声 热巴的脸颊再次发红 热巴知道 今天他能站在聚光灯下 全世界了陆木的光芒 但总有一天 他会靠自己的能力 亲自站在聚光灯下 想到自己的目标 热巴放松了不少 走完红毯 经到内厅后 热巴的掌心已经湿透 陆木刚想拍拍热巴的后背 目光落在那光滑的肩上 伸出去的手再度收回 留下这句话 陆木拿过服务员盘子李香槟 在四周逛了起来 表面上 陆木对于这次晚宴选择的酒店 很感兴趣 实际上 陆木只是提前考察各个通道 以及死角 确保接下来遇到突发情况 能及时撤离 晚宴区域一共有两层 一楼是聚会的大厅 二楼则是休息层 休息层一共分为数十的单独的包厢 包厢上除了编号不一样 没太多区别 陆木推开前两个休息的包厢 里面的构造和布景相差不多 就在陆木刚打算推开第三个包厢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引人浮想联翩的焦叫声 没过多久 叫声终止 包厢门被从内打开 男人再见到陆木那刻 愣了一下 随后急忙整理自己 还没来得及拉上的拉链 眼前这名男子之前没见过陆木 但陆木之前在翻阅华策集团资料的时候 看见过他 是华策集团二把手郭拳的小儿子郭涛 陆木无意间瞥了房间那一眼 在看清床上的人脸时 脸色一宁 而是赤脚踩下地 迈着猫布朝着陆木走来 金发女丝毫不避讳 坦诚地站在陆木面前 娇媚一笑 嗨 又见面了 陆木盯着面前的金发女 眼中没有任何波澜 见陆木没有动静 金发女将手搭在陆木肩上 开始滑动 热巴刚走过来 便看见这幅令人震撼的场面 啊 第174章 再次遇见金发女 热巴下意识尖叫 随后转身就跑 金发女看着热巴逃离的身影 忍不住扑呲一声 那个女娲看来很喜欢你 陆木将金发女的手拿开 转身离开现场 频频碰见金发女 已经能说明了问题 金发女目前要打什么主意 陆木不得而知 陆木刚离开之后 金发女脸上的笑意 瞬间消失 以她的颜值 漂亮果哪个男人 都会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包括刚刚那个郭涛 在金发女制造出来的偶遇后 便对她一见倾心 在金发女的要求下 郭涛这才带她进入这个晚宴 没想到 哪怕她光着身子 站在陆木面前 都激不起陆木的任何欲望 既然如此 就别怪她不留情面 金发女掏出手机 给组织发了消息 陆木下楼后 找到位于角落里的热巴 张开嘴响解释 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场面确实是热巴见到的场面 但除了那个场面 其他的什么都没发生 沉默了半晌 陆木选择继续沉默 热巴抬头看了眼陆木 手指已经干大的搅在一起 自己屡次碰见老板的私事 陆木该不会直接把她解约吧 还没等陆木开口 身旁便传来其他男人的声音 郭子轩站在陆木面前 礼貌打招呼 陆总 有事远迎啊 陆木点点头 脑海中已经将 郭子轩的身份信息调出 郭子轩 华策集团CEO的二儿子 为第二任妻子所生 常年和前妻诞下的长子 有着竞争关系 董事会上 更多人看好眼前这位二儿子 因为郭子轩的母亲 是华策集团郭明的现任妻子 有一定的话语权 郭子轩在华策集团 虽然只是一个小股东 但其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 除了郭子轩 在进行拉拢参会人脉的同时 郭涛也在和会内各大精英交谈 其选择对象 都是在影视界中 十分有影响力的导演 制片人 以及各大公司总裁 收回打量的目光 陆木递出自己的名片 郭子轩爽朗一笑 眼中满是真诚 陆总说笑了 谁还能不认识你啊 被郭子轩的笑容感染 陆木忍俊不惊 寒暄几句后 郭子轩进入正题 不知道水木娱乐 最近有没有进军电影界的打算 陆木沉吟道 是有这个打算 继《公所星域》播出后 杨幂一跃从二线女演员 成功跻身顶流 在影视剧 已经打开一定的知名度 随着翻译官拍摄结束 杨幂已经有属于 他影视剧的古偶 以及现代标签 这个时候进军电影界 并不会遭到太多的诟病 除了杨幂外 刘诗诗 刘亦菲等人 陆木也有这个打算 听到陆木的回答 郭子轩神色明显兴奋了不少 如果是这样 我这里有几个合适的剧本 成妖和水木娱乐一起合作 郭子轩抛出橄榄枝 和郭子轩合作 好处便是他背后的人脉 从电影拍摄地点 选址到杀青剪辑 以及上映到各大院线 郭子轩都会解决好这一切 而陆木需要做的 便是联系合适的导演 以及全程跟进拍摄 避免出现意外情况 这些过程和陆木之前 并没有太多不同 唯一不同 便是郭子轩会替陆木 开创好 首次进军电影界的陌生领域 也就是郭子轩和陆木 共同当老板 无论最终结束是收益 或者损失都共同承担 郭子轩选择和陆木合作 有他自己的私心 一是郭子轩认为 陆木在不熟知的领域 肯定是找人合作 卖出首部会比较顺利 放眼相望 他郭子轩便是陆木 选择合作的最佳对象 二是想借机和陆木牵桥搭卖 从知晓有陆木这个人存在的时候 郭子轩便有强烈的预感 他一定要结识到陆木这个人 或许在以后会对他有天大的帮助 郭子轩从出生到现在 向来相信自己的直觉 在晚宴开始后 郭子轩锁定的第一个交谈目标 便是陆木 不同于郭涛 他的交谈对象排列顺序 都是根据对方目前的知名度 以及影响力去排列 在郭子轩心中 陆木便是他的第一选择 陆木沉思了半赏 没有急着答应 这种条件或许放在谁身上 都会觉得是天下调大饼 几乎可以说是郭子轩 对陆木的亲情帮助 就连赚取到的利益 都是五五分 不过 陆木对于剧本 有自己的要求 哪怕前方道路铺得再完美 上路的车有问题 也无济于事 明白陆木在意的点 郭子轩乘邀陆木上 二楼休息厅询谈 挑选的地方 刚好就是金发女 和郭涛身体交织的房间 陆木站在门口 看着一旁脸颊再次战红的热巴 突然开口说道 换个包厢吧 郭子轩一愣 虽然不理解为什么 但还是照做了 换到隔壁的包厢 热巴这才放松不少 郭子轩这才注意到 陆木身边有一个娇羞美女 下意识问道 刚刚忘了问 这位是 热巴找到机会 开口介绍自己 我叫迪丽热巴 是水木娱乐的艺人 你可以叫我热巴 郭总很高兴见到你 郭子轩点点头 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将几个剧本拷贝一份 发送陆木 郭子轩便在一旁静静等候 按理说 正常人看一个剧本 都需要花费半个小时左右 才能大致初步 评鉴出来剧本的主题 郭子轩一下子 给陆木发送了三个电影剧本 陆木估摸着 也要看上一个半小时 陆木点开剧本 热巴见状好奇地凑过头来 刚准备跟陆木一起看剧本 陆木便开始滑动着鼠标滚轮 还没等热巴 看完屏幕里的第二行字体 这夜便已经被陆木划掉 热巴笑容一将 努力一起观看了五分钟后 直接放弃了 陆木这速度 哪里是在看剧本 这简直就是妖念 哪怕是一幕十行 也不可能能看这么快 他真的有看吗 内心虽然疑惑 但看着认真工作的陆木 热巴并没有开口打扰 半个小时后 陆木松开鼠标滚轮 微微转动 有些僵硬的肩膀 第175章 华策集团内部战队 你这个剧本不行 正在低头处理文件的郭子轩 书弟抬头 又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间 疑惑道 哪个剧本不行 陆木盖上笔记本 直言道 都不行 郭子轩有些诧异 你都看完了 陆木点点头 三个剧本 第一个故事清洁老套 第二个和家国大义冲突 第三个复显内容太多 且内容不够贴合实际 何以见得 我是爱人 这部剧本 全场没有转折点 唯一的转折点 就是在老伴死后 守校的子女突然醒悟 这并不是观众 想看到的 天空之王 男主角的身份应该是为国献身 最后却为了阐述爱情 而牺牲家国大义 至于这最后一步 如果你连这种文笔都觉得过关 那你可能不是 我想合作的伙伴 听完陆木的分析 热巴惊讶无比 陆木刚刚那个翻阅速度 居然真的将剧本全部看完 通过郭子轩听完后的神情 足以说明 陆木所言分毫不差 陆木的阅读速度 居然如此之快 郭子轩惊讶过后 便是沉思 随后轻叹口气 之前他看剧本的时候 这三个剧本都是他咨询过 不同的著名导演 最后挑选出来的剧本 没想到 著名导演的眼光也会有差池 和几名著名导演相比 郭子轩毅然决然选择相信陆木 毕竟陆木手中的水木娱乐出品 避暑精品 步步都是暴剧 陆木说不行 那就是真不行 一想到他手中这几个剧本 前段时间还有导演想要购买 郭子轩顿时笑了 既然是烂片 与其放在自己手里拍摄 倒不如卖给别人 最近正是他和郭涛拉拢董事们人心的关键时刻 郭子轩走的每一步都需要谨慎再谨慎 郭子轩不死心道 还好有陆总提点 那陆总首部电影想拍摄什么题材的呢 我可以去找 剧本的事情可以交给我 不过这个价格需要重新上了 陆木的话让郭子轩一顿 大脑中快速计算着两人之间的工作分配 如果连剧本都是陆木包办 他郭子轩能帮上忙的地方 唯有千桥搭现 这种情况 与其说是合作 更像是老友之间的帮忙 思索完毕郭子轩释然道 按照陆总的说法 我这边便不收用金 全当免费帮你一个忙 听到这里 陆木瞬间明白了郭子轩打得如意算盘 与其拿分红里七三的三 倒不如顺水推舟 让陆木欠他一个人情 钱好还 人情可不好还 郭子轩的话 让整个包厢陷入短暂的沉默 一旁的热巴 有些不自在地玩弄着自己的手指 过了好一会 郭子轩终于忍不住 率先开口追问 陆总意下如何 陆木点点头 成交 就冲郭涛和金发女纠缠在一起 陆木便放弃了站队郭涛的选择 华瑟集团身为影视剧公司中的龙头老大 能成为合作伙伴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领域 都有利于之后的扩大发展 郭子轩这个人虽然心眼多 但总体看来人品和三观都不错 是一个很不错的合作伙伴 得到陆木的应允 郭子轩面露惊喜 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伸手握住陆木的手 太好了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影视剧晚会持续进行中 两人相谈甚欢 一起下到一楼 郭涛在交谈中 余光瞥见了陆木 以及一旁的郭子轩 神色忽明忽暗 在陆木碰见他那档子时候 陆木便彻底得罪了郭涛 不管陆木对外的名气如何 他始终只是一个水木娱乐公司的老板 不同于华策集团 陆木背后毫无靠山 哪怕是攀上了郭子轩 只要将董事会这帮老头都解决 成功上位华策集团下一任接班人 陆木哪怕和十个郭子轩合作都没用 秉承着这个想法 郭涛加速了自己的行动 陆木刚坐下没多久 一名头发微微花白 带着银矿眼睛的男子朝他走了过来 热巴刚拿起桌面上的一个小蛋糕 为了能将最好的状态在晚宴上展示出来 他今天都没有任何进食 刚塞进嘴巴 在看清面前的男人时 热巴瞳孔一睁 急忙扯了一把旁边的陆木 神情十分激动 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 将口中的东西胡伦吞枣吞进去后 陆木终于听清热巴的发言 那不是星夜吗 周星驰 龙国早年电影界的大佬 拿过无数奖项后 功成身退 退居二线做导演 制品人 虽然周星星最近才开始更换身份 但因为他早年在影视剧打下的江山 只要混迹影视剧的人都十分敬重他 还没等周星星来到陆木面前 便已经被行业那几个大老板上前围住 周星星礼貌点头 伸手指了指前方的方向 抱歉 我还有点事 周星星指的方向正是陆木位于的地方 直到周星星越过众人 走到陆木面前坐下 众人惊讶不已 暗在影视剧的地位 周星星比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高 但他们自认为 他们自身的地位比陆木高尚不少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众人挥笑散去 余光却落在陆木身上 周星星 找陆木到底是什么事 在周星星坐下那刻 热巴如临大敌 内心紧张到极点 这可是神一般的人物 热巴从来没想过能亲自见到周星星 并且周星星此时还坐在他们面前 这是多大的荣幸 对比热巴的如坐针毡 陆木倒显得泰然许多 所有人的靠近和寒暄 都是抱有目的的 不管周星星是因为什么 来者是客 陆木举起面前的香槟 朝着周星星点了点头 礼貌地喝了一口 周星星哈哈一笑 越看陆木便越喜欢 到了他这个成就 普通导演他已经看不上 寻规导矩的更是如此 反而是陆木这种实力深不见底 让人捉摸不透的周星星最感兴趣 从周星星入座后 周围投来的目光瞬间增多 第176章 周星星和陆木合作 郭涛见状 内心疏然易紧 周星星现在虽然不算导演界的大前辈 但以周星星早年在影视剧打下的人脉 在圈内办事的时候相对方便很多 要是周星星和陆木联手 事情会有些许难办 对于这种被人围观的场面 周星星已经见怪不怪 早年在剧组演戏的时候 围观的人比现在多得多 没有卖关子 周星星道明自己的来意 他手中有一个剧本 想邀请陆木和他一起直径拍摄 话音落地 所有人面色古怪 甚至有人掐了自己一把 确认刚才听到的不是幻觉 陆木自从成立水木娱乐公司以来 做的所有工作都和导演无关 周星星和陆木之前并不相识 他又如何得知陆木会当一个好的导演 导演运镜 对现场的要求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后期观看的感受 一部成功的电影 除了需要演员过硬的实力 最重要便是导演的审美在他们看来 别说陆木属于半路出道 陆木这根本就是没出道 对作品质量严格把控的周星星 今天居然会说出这么匪夷所思的话 陆木没有多想 直接拒绝了 倒不是陆木不会当导演 而是陆木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在这方面上 陆木目前的小目标是搞垮永恩 钱这种东西是赚不完的 听到陆木的拒绝 众人果不其然露出一副我早就知道的神情 为了自己的面子 陆木肯定不会当场说明拒绝的原因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短板 陆木除了拒绝还能有什么办法 现场众人心思各异 不少人已经想好等周星星和陆木攀谈结束 便自告奋勇 推荐自己认识的著名导演给周星星 被陆木拒绝 周星星有些惋惜 眼里的光芒瞬间暗淡 就在这时 郭涛笑着走了出来 现场的氛围再度回温 我刚好认识文导 之前文导便和我提及 星爷对直径以及人物角色的呈现 有着独特的理解 星爷有兴趣 我可以约得大家都合适时间见一面 郭涛这波自荐 纷纷打消了现场众人的小心思 这里的主场是郭家 郭家长子都发话了 众人自然会给上几分薄面 眼前的些许利益 以及和华策集团后续合作的长远利益 他们还是分得清的 周星星抬头 看向郭涛的眼泪 闪过一抹嫌弃 这些庸人 根本不懂他在想什么 碍于郭涛是华策长子 周星星没有把话说得特别难听 找了个婉转的方式拒绝之后 目光再次落在陆木身上 不死心道 可是 你都没看我的剧本呢 周星星认为 自己手中的剧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只要陆木看过之后 一定不会忍心拒绝 陆木最近的行程 周星星有调查过 发现他除了上综艺唱唱歌 平时便没有太多行程 水木娱乐的事情 大多都交给李木子去处理 以陆木的行程安排 完全可以抽出时间 来和他共同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 在周星星的坚持下 陆木轻叹一声 妥协地点点头 周星星身上的坚持 陆木并不曾在其他导演身上遇见 换作他人 在公共场合第一次被拒绝后 已经起身走人了 唯有周星星 仍坚持自己的初心 周星星早年 好歹也是陆木心中半个偶像 该给的尊重 陆木会给他 就当是赠予少年的自己一个完美的陆木 周星星脸上一洗 将《美人鱼》的剧本 拷贝一份发给陆木 陆木拿到剧本之后 再次开启狂暴刷资料功能 热巴已经见怪不怪 这次甚至都没把头凑过去 三分钟后 陆木抬起头 这个剧本挺不错的 周星星眼睛一亮 是吧 你也觉得不错 其他人都觉得这个剧本有些天马行空 但在这个时代 作品不应该被想象力所束缚 刚才陆木用了三分钟 看了大致内容 以及人物小转 上面的女主角设定十分悉情 眼珠微转 陆木已经想到了条件 我可以和你合作 不过这里面的女主角 我会推荐一个人去试写 周星星面露激动 点头道 这是自然 我的每个角色 都是从事戏中选拔出来的 两人一拍即可 当场加了联系方式 一直关注着陆木的宾客 不禁傻眼了 尤其是位于地段中心的郭涛 脸上的笑意再也维持不住 周围的无数道打量看戏的目光 宛如一扇闪巴掌 朝他袭来 脸 火辣辣的疼 当晚 周星星和陆木合作的消息 便在界内广为人知 一个刚转行当导演的著名巨星周星星 以及从来没拍摄过任何影视剧作品的陆木 两人之间到底会摩擦出什么火花 知晓这则消息 界内精英纷纷纷留了个心眼 美人鱼这部电影为拍鲜火 晚宴结束后 热巴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不是晚宴上没有吃食 而是陆木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 热巴坐在一旁 总不好大度刀挤 为了不给陆木丢脸 只能全程捧着笑脸 更让热巴震惊的是 陆木居然不会感到饥饿 要不是热巴实在忍不住 提议去吃个夜火锅 陆木原本的打算是直接回酒店 吃完火锅之后 热巴心满意足 第二天 陆木刚睡醒 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 陌生的男鹰传出 对方简单介绍后 陆木这才知晓对方的身份 孙靖 天赐声音的导演 昨天陆木参加影视剧晚会后 孙靖从好友那收到消息 得知陆木现在位于魔都 亲自登门 想要邀请陆木参加他拍摄的综艺节目 孙靖具体并不知道 陆木居住在哪一个房间 只好在楼下等着 听到孙靖现在就位于宝格丽酒店大厅 陆木嘴角忍不住一抽 现在的导演工作都这么拼命吗 联系人这种事 在陆木挂断电话前 孙靖又补了一句 突然打扰到您我很抱歉 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你 可以给我一些时间当面诉说吗 第177章 陆木答应参加声声不息 导演都追到楼下了 况且陆木最近确实有参加综艺的打算 告诉孙靖自己的房门号后 陆木便去洗漱了 五分钟后 孙靖进来后 便看见正在吃早餐的陆木 初次见面 孙靖并没有任何拘谨 直接找个了个距离陆木最近的位置坐下 陆老师你好 是要等你吃完饭再说还是 陆木夹起一个尖弹咬了一口 你现在就说吧 孙靖点点头 将天赐声音 这档节目的利益和大致规则道出 天赐声音 是浙江卫视退出的音乐节目 由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制作其中 声音推荐人 是拥有主持经验十分丰富的胡海权 剩余四位音乐合伙人分别是 胡彦斌 张韶涵 苏友鹏 以及陆木 前面三位合伙人已经确定下来 现在就差陆木 中间会有飞行嘉宾进行踢馆 进行淘汰机制 属于一个选秀类音乐综艺节目 等等 孙靖还想继续开口 便被陆木出声打断 这是蓝台策划的节目 孙靖一愣 点点头 蓝台决定策划这个节目后 便找到他当导演 陆木直言道 我不能跟你合作 孙靖脸色一凝 疑惑道 为什么 陆木有些无奈 直接说道 蓝台之前有多少黑幕 大家众所周知 从好嗓子 这档综艺节目播出后 陆木便对蓝台的印象 一落千丈 蓝台仗着自己 是台中热度前三的身份 公开在节目中割韭菜 参加好嗓子的选手 大多都是素人的身份 得知陆木拒绝的理由 孙靖有些急了 天字声音的声音 绝不会有黑幕 这点我可以和你承诺 孙靖的话并没有说服陆木 最终 孙靖没能邀请陆木 参加天字声音 这档综艺节目 离开的时候 孙靖整个人失魂落魄 要是能请到陆木参加他的节目 他的名气肯定能大涨不少 孙靖自己都想不明白 其他艺人都是价格合适 对很多事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唯独陆木不行 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哪怕孙靖将价格调到最高 陆木都没有丝毫动摇 还没等孙靖离开 陆木的公用电话再次响起 没有备注 是陌生电话 电话接通 红啸的声音响起 您好 是陆老师吗 我是声声不息的导演红啸 我们准备策划这档音乐类综艺节目 不知道陆老师接下来是否有合适的档期 孙靖距离陆木的位置并不远 电话里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 声声不息 这档综艺节目 孙靖同为圈内人自然知道 也是在筹备当中 如果拍摄完播出后响应不错 会继续拍摄第二第三季 可以说 手机的嘉宾十分重要 这关系着这档综艺节目后续的生存 陆木并不认识红啸 直接问道 你们这档综艺节目 是哪个台直径拍摄 红啸微微一愣 别人在听到邀约后 第一时间问的就是片酬 只有合适的片酬 才能商定接下来是否有档期 如果片酬合适 推掉部分档期都是可行的 只有陆木 语出惊人 红啸肇实回答 声声不息 是有湖南广电和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推出的港月竞技演唱献礼节目 目前初步分为十二期 主持人目前选定和铃 另外还会请王祖兰担任金曲推荐人 简单来说 也就是有湖南广电协同 TVA制作的歌曲纪念节目 陆木挑出重点 继续问道 港宗 那岂不是以粤语为主 红啸虽然没有面对面和陆木交涉 但在这一刻 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他身边 甚至让他下意识挺直了腰杆 表情也严肃起来 是的 但也可以选择国语歌 思索了片刻 陆木给出答案 行吧 得知陆木的选择 红啸突然一喜 再没接触陆木欠 红啸对陆木的印象 是非常难邀约的大忙人 没想到他一邀请陆木就答应了 陆木的选择全凭心意 正当红啸打算继续和陆木对接价格方面的问题时 陆木表示 让红啸和李木子对接 挂断电话后 陆木直接无视一旁不舍地离开的孙静 起身进到卧室 开始更换衣服 孙静见状 没有选择不识去 继续留下来 只好默默离开 在心里盘算最后一个名额请谁 在得知陆木选择参加 生生不息的时候 孙静的内心心如死灰 要是两档综艺同步播出 天字声音 肯定被打得连炮灰都不剩 光是走出陆木的房间 孙静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十岁 第二天 杨幂按照陆木的要求 前往周星星公司面试 为了面试美人鱼里的女主角余珊珊 杨幂直接熬了个通宵看剧本 毕竟不知道周星星会让她是哪场戏 这是杨幂出道以来 首次面试电影角色 需要尽力做到最好 才能不留遗憾 新会海外有限公司 公司刚开门 便有无数海选者闻名而来 有部分是圈内人推荐 例如杨幂这种 有部分是得知 星爷即将要海选女主角 自己咨询了解到相关时间 地点提前报名 杨幂来到新会公司的时候 面试间外面 已经聚集了几十个人 嘿 新来的 拿你的号码牌 听到吆喝声 杨幂抬头和工作人员四目对视 走过去 拿取属于自己的号码牌 72号 这得面试多久 杨幂的第一反应 便是这个 第二反应便是 要是排在他前面的人海选成功 位于后面的选手 便会直接淘汰 面试的顺序 同样很重要 幸好 面试的顺序 都是根据星爷现场 随机抽签决定 等了半个小时后 面试正式开始 除了杨幂外 其余人都在拿着自己 打印出来的剧本研读 杨幂放空自己的大脑 闭眼回忆着剧本中 几场戏的细节 将整个剧本全部背下来 是不可能的 杨幂只是将其全部浏览一遍 接下来便开始压体 第178章 杨幂面试于珊珊 有几场戏 杨幂认为周星星极有可能会出 今天早上还没出门的时候 杨幂突然收到陆木的消息 内容是让杨幂着重看第37场戏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杨幂还是照做了 37场戏 是很平常的戏份 是讲述于珊珊和男主谈论的时候 将我是烤鸡行业 说成我是做鸡的 这一段戏份的内容 有一定的诙谐幽默 再来的路上 杨幂临时加班 反复认真研读了第37场戏 于珊珊的心理状态 72号准备 下一个面试 突然门口传来一道呼喊声 杨幂的思绪被打断 意识猛然清醒 没过多久 面试间门被推开 一名女子哭哭啼啼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这幕 剩余还没面试的人 心里咯噔一声 看来星爷的要求 不是一般的严厉 因为刚刚那个人 正是他们熟知的三线小花 论演技 他也有一定的演技 颜值身材方面 也算过关 就这种条件的 都被刷下去 足以说明星爷选角的严厉 杨幂深呼口气 在心里暗暗给自己加油打气 走进面试间后 开口和周星驰 以及副导演 制片人打招呼 各位老师们好 我叫杨幂 来自水木娱乐 在听到水木娱乐四个字时 周星星看杨幂的眼神 明显不一样 并不是杨幂预想中柔和的眼神 反而更加严厉 杨幂内心咯噔一声 坏了 说不定在陆木身上 周星星对水木娱乐艺人的印象 已经非常高 所以此刻对杨幂的期待值 也会很高 要是杨幂接下来的表演 没有让周星星惊艳 也会被刷下去 其他公司的艺人 或许表现90分 就可以被选取 但杨幂 因为属于水木娱乐 所以需要95分以上 才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想到这里 杨幂不禁在内心 吐槽了陆木几句 自己的老板太过完美 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啊 别人会同样以为 完美的老板手下 是完美的艺人 开始吧 没有过多寒暄 周星星直接开口 你就是第三十七场戏 有印象吗 话音落地 周星星刚想给杨幂 递出剧本 其他人在进入面试间的时候 手中都抱着剧本 只有杨幂是个例外 杨幂听完眼神一亮 他压题压不中没关系 但陆木能压中啊 好小子就唯独压了一题 居然就中了 杨幂笑着摇摇头 不用 我记得 听到这句话 周星星的神色 有了些许改变 能熟悉他 随机挑选的其中一场戏 说明杨幂对美人鱼 这个剧本付出了一定的心血 就从这点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 周星星都不会给杨幂太差的脸色 副导演看了眼第37场戏后 非常有眼力见 自告奋勇上前搭戏 表演正式开始 杨幂进入状态 瞳孔中的精明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是满眼纯真 放在平时 会让人觉得 这个眼神很傻 甚至有点妆 但在美人鱼中 却是合适的 光是眼神变化 周星星便被杨幂的演出蜥蜴 直到 杨幂脱口出那句 我喜欢做鸡 周星星脸上已经是掩饰不住的 欣喜她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强忍着欣喜 周星星继续看完杨幂的表演 整场戏结束后 周星星意犹未尽 怎么会有人把这场戏表演得这么完美 不管是对于于珊珊这个角色设定的理解 还是这场戏中的细节 杨幂都把控得十分到位 本来以为 以杨幂的形象 并不符合于珊珊这个设定 现在看来 是她戴有色 眼镜识人了 好在有陆木推荐 她才没有错失这颗珍珠 杨幂从面试间走出来的时候 仍然有些后知后觉 随着工作人员那句 已经找到合适的角色 大家都回去吧 杨幂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被录取了 位于杨幂下一个面试的淋雨 有些沮丧的叹了口气 随即羡慕般地看着杨幂 果然 周星星选角的标准以演技优先 说给杨幂 她服 被录取后 杨幂第一时间便把这个喜悦和陆木分享 兴奋地说了一大堆后 杨幂突然问道 陆总 你简直就是神 你知道周星星今天面试我哪场戏吗 陆木听闻玩耳一笑 洋装不知情 配合道 是哪场戏 杨幂黑黑一笑 语气激动道 是第三十七场戏 就是你让我看的那场戏 要不是你提醒 我肯定过不了 选了地方和杨幂庆祝后 陆木开始着手安排刘亦菲的工作 神仙姐姐放在公司 少一天不用都是可惜 本想低调摸鱼的刘亦菲 突然被告知自己即将要禁足 脸上的笑意凝固在嘴角 她才刚拍完戏不久 就要禁足神雕侠侣 并且陆木表示 直接将她定为女主角 择日开机 在开机前 刘亦菲势必要将剧本反复研读 刘亦菲现在不过才二十岁出头 正是爱玩的年纪 哪里受得住这么高频率的禁足 况且 刘亦菲的家境优越 她根本不缺钱花 选择加入水木娱乐 纯粹是因为喜欢陆木 得知刘亦菲的想法 陆木表示 只要刘亦菲能在三年内拍摄出三部暴剧 后续即可自由选择是否禁足 和陆木达成交易后 刘亦菲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掉进了资本的圈套 按照现在拍摄杀青 再到上映播出 最少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拍摄一部剧的时间 大约在三至八个月左右 拍摄三部所花费的时间 在两年左右 三年内 顶多可以拍摄四部影视剧 上映播出两部剧 表面上是签订了三年的合约 实际上是签订了将近五年的合约 等到五年后 刘亦菲完心大减 自然知晓 自己需要什么 一个成熟的艺人 并不需要公司催促工作 而是会自己给自己找工作 在处理完刘亦菲的工作后 陆木收到洪孝发来的讯息 陆老师 首秀的舞台歌曲 可自由发挥 你选定好了 就发歌曲旋律给我 我好安排彩排 第179章 选择与爱 在接到洪孝的通知时 系统的声音同步响起 叮 恭喜宿主成功解锁任务 完成以下选项 可获得相对应奖励 以下选择 均在生生不息 第175台公演中完成 1 选择与这首歌 成功演出后 获得鲍鱼体验卡一张 2 选择新语 这首歌 成功演出后 获得奖金一亿 3 选择与爱 这首歌 成功演出后 获得万能体验卡一张 啊 这次系统给出的选项 十分简单粗暴 陆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便选择了选项3 万能体验卡 秒杀鲍鱼体验卡 估计这次系统 也是打算引导陆木 与爱的旋律后 开始着手准备 并通知陆木 三天后正式开拍 三天后 在陆木连续三天的帮衬下 水木娱乐的艺人 没有一个选择闲下来 关键是 陆木每次给予他们的机会 都十分珍贵 身为艺人 想要大红大紫 必须抓住每一个露面的机会 再露面之余 便是多学习其他技能 以此来提升自己 生生不息拍摄地址 按照红校的要求 守秀前需要对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开设了走红毯环节 每一位嘉宾 都有单独的小车接送到门口 嘉宾只需从门口走进内场 这期间 摄影大哥会尽量抓取 你移动时最美的几个画面 用于后期剪辑的介绍 等陆木进到内场的时候 全部人已经到齐 直到这一刻 陆木才得知 参加这档节目的嘉宾 分别是谁 荣佐 蔚蓝 陈奕迅 韩红 邓紫棋 以及毛毛 加上陆木一共七人 这是前期初步的阵容 后续每场节目都会另外邀请飞行嘉宾过来踢馆 陆木发现 现在这些音乐综艺节目 大多以淘汰机制为主 被邀请参与节目的人 都是出道有自己专辑的歌手 以他们的身份 不该被淘汰机制所定义 每次对于这种机制 陆木都有些嗤之以鼻 或许 他该自己拍摄一部全新的音乐综艺 这个念头刚浮现出来 陆木便让李木子去着手准备 陆木收回思绪 继续往前走着 面前是一个长方形桌子 仙道的六人挑选落座的位置非常奇怪 年龄最长的韩红没有选择第一个位置 而是选择第二个位置 有韩红带头 其他艺人自然挨着韩红往后坐 陆木来到的时候 现场便只剩最前面和最后面的位置 位于韩红旁边的戎祖 再见到陆木那刻 脸上闪过微微惊讶 他们并不知道 陆木也在邀请名单之中 之前询问红啸 红啸的回复是还没邀约 但大概率会被拒绝 刚想起身给陆木让位置 戎左动作一顿 他要是当初头鸟率先起身让位置 在场的其他人内心会怎么想 以陆木的影响力 坐在第一个位置肯定没问题 但以陆木的年龄 坐在最后一个也无妨一时之间 戎左如坐针毡 至于剩下坐在第三以及后面的歌手 并没有任何压力 无论怎么排 陆木都不会排在他们这个位置 无奈 戎左只好将目光投放到韩红身上 试图转移焦点 和众人想的相反 韩红在见到陆木那刻的时候 立即起身 与其十分热情 百闻不如一见 今天终于见到陆老师本人了 快来坐 说着 韩红便上前拉过陆木的手 有韩红带头 其他歌手自然纷纷站起来 原本有些微妙气氛的观看间 立刻变得热闹起来 陆木笑着白手拒绝 走到最后一个位置坐下 位于倒数第二个位置的毛毛脸上的笑意 瞬间一将 射孔属性在这刻暴露无遗 犹豫了许久 毛毛还是主动破冰 率先和陆木打招呼 哪有让前辈主动和你打招呼的道理 随着众人一阵寒暄 主持人和陆这时候走了出来 有和老师暖场 现场的氛围回温不少 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 生生不息 手机节目现场 这里 是我们的观看厅 稍后 你们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换装 一个小时后 我们舞台上见 和陆面带微笑 台词铿锵有力 韩红听完笑了一下 开口问道 那我们的出场顺序可有安排 听到韩红的问题 和陆先是惊讶了一下 然后十分有节目效果地说道 顺序当然是案之前 你们抽签出来的结果 依次上场 难道是你的经纪人 背着你偷偷私藏结果 对于和陆的调侃 众人不禁没有觉得 有丝毫尴尬 反而当场哈哈大笑 韩红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年纪大了 就是容易忘事 毕竟我都五字开头了 和陆先是摆出一副 十分吃惊的表情 随后有些古怪地说道 谁又不是呢 适当地自嘲 用开玩笑的口吻 直接缓解了韩红的尴尬 不得不说 在综艺主持这方面 和陵当属第一 一个小时后 陈一迅率先登上舞台 用一首红色玫瑰 点燃本季节目的主题 港月季 陈一迅是歌坛界的长青树 有关他的歌曲 大家耳熟能闻 传唱度非常高 伴奏刚响起 现场的观众便纷纷大合唱 陆木坐在观看厅 透过面前的电视机屏幕 同样沉浸在陈一迅的歌声当中 要不是系统这次 没有粤语歌的选项 陆木还真打算来一首粤语歌 会说粤语不是必要像 但却是加分项 对于粤语 陆木几乎可以说是丝毫不懂 陈一迅演唱完毕后 接下来便是蔚蓝 荣祖 三人的选曲 均是粤语 再之后便是韩红 对比前面三位 韩红的选曲 非常符合他的人设 一首《天鹿》 直接将全场观众 刻在骨子里的DNA给躁动起来 全程高音 展现得完美无瑕 一曲落幕 观众脸上的神情均是惊讶韩红的歌 属于每次现场听都会惊讶的类型 因为他实在太能唱了 洪亮的嗓音配上专业的唱腔 观众仿佛如林高山流水 辽阔草原 第180章 舞台事故 水木娱乐公司 随着水木娱乐的扩大 李木子开始提公司招聘内勤的人手 消息一发出 邮箱里便收到十几封简历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招到人 李木子当天便让人事部通知了这批人 通常情况下 企业发出招聘信息后都是经过几天或者一周的时间 等邮箱里面的简历足够多 再进行一一筛查 最终能留下来的简历会获得线下面试机会 看着面前这堆优质的简历 人事部略微有些怀疑人生 以往都是十份简历刷掉八九份 但今天邮箱收到的简历都非常优秀 人事部效率很高 刷掉两个名额后 便通知余下的人在下午准备好简历过来面试 声声不息舞台 韩红演唱完毕后 原本是到陆牧演唱 在临近上台的时候 憋了许久的毛毛终于忍不住上前询问 陆老师 待会是否能让我先上台 按照抽签顺序 毛毛在陆牧后面 但毛毛的曲风一向是内敛封印的类型 接在韩红后面是最好的选择 最主要的是 陆牧的曲风向来多变 要是刚好和毛毛撞类型 只怕在陆牧演唱完之后 毛毛后续上台 无法再引起观众的共鸣 像邓紫棋会演唱热歌进取 便不会有这种受限 红孝在得知情况后 在第一时间赶来现场 声声不息是以拍摄录制 后期剪辑的形式播出 中间有任何插曲都是剪掉的 前提是 需要陆牧本人同意 抽签结果已出 所有的话语权在陆牧手上 台上的和林在收到红孝的通知后 在舞台上和观众周旋着 话题从选手直接转到了一个小故事上 观众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 因为和林话题衔接得十分顺畅 本身就自带涉孔属性的毛毛 再见到周围因为自己的事情 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后 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陆老师 要是不行也没关系 您先上台 陆牧突然笑了一下 抬手失忆 当然可以 你先演唱吧 红孝收到结果后 立即通知音乐组更换接下来的伴奏 这点小插曲 前后一共占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和林收到通知后 笑着和观众说道 故事呈现出来是美好的感觉 但接下来的舞台 将会以不一样的角度 去诠释人生的美好 接下来 让我们请出毛毛 为我们带来的 消愁 掌声有请 另一边 漂亮国 丁牧分队终于通过重重人脉 赤巨资买到了有关陆牧的最新进展 陆牧前段时间 先是飞去魔都 从魔都回来之后 居然直接参加了 生生不息 这个综艺节目 据丁牧分队的详细跟进 陆牧极大概率 就是在今天开启拍摄 由于陆牧的要求 红孝对于拍摄地点的选址 开启了私密模式 严肃强烈要求任何工作人员 不得随意透露 节目拍摄的地点和时间 一旦透露 被查出 将会终生禁用 且会广为告知 这也就意味着 以后不能在这行继续混下去 工作人员从未见过红孝 如此认真严肃地叮嘱他们 但只有做过 便会留下痕迹 丁牧分队派出的人 已经潜入了芒果台内部 成为其中的工作人员 虽然不是直属 生生不息 这档综艺节目 但今天陆牧的到来 他多少都是知情的 至于其他的信息 丁牧分队目前无法获得 毛毛演唱完毕后 陆牧登上舞台 按照约定 红孝给陆牧开启了全球直播 一共五个账号 五个机位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陆牧 在开启直播的时候 红孝心底也挺纳闷的 陆牧一边要求 他不要公开自己的行程安排 但在演唱的时候 又会开启全球直播 直播一播出 谁都知道 陆牧现在是在录制综艺节目 内心虽然十分不理解 但除了疑惑之外 红孝心底更多的是兴奋 早就听说 陆牧开直播的引流能力非同一般 之前听业界其他导演描述的时候 红孝只觉得羡慕得不行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见识陆牧的威力 没想到这一天就到来了 不过 因为没有提前透露陆牧的行程 这次直播也没有提前预热 陆牧还能有之前 如此庞大的观看人数吗 调摄好五个机位后 红孝朝着陆牧摆个了OK的手势 随后 与爱的伴奏声响起 在之前选择与爱 这首歌的时候 系统便将与爱的旋律 歌词以及演唱技巧 悉数灌入陆牧脑中 哪怕没有伴奏 陆牧也能用轻唱的方式 将节奏卡成和圆曲一样 当然 有节奏是最好的 陆牧只是想在直播间演唱 并不想生出其他幼蛾子 伴奏响起 陆牧刚打算开口吟唱 音响突然响起嘈杂的声音 分贝从之前的80直奔120 现场的观众 下意识捂住自己的耳朵 红孝脸色微变 立即拿起对讲机 询问音乐组情况 什么情况 负责播放伴奏的工作人员 皱着眉头 检查了一小会后回答道 这首歌的伴奏坏了 文言 红孝脸色彻底变了 什么叫伴奏坏了 你们之前都不检查的吗 音乐组此时已经急得满头大汗 之前检查过了 都没问题啊 还没有备份 用备份 备份 也坏了 听到这个回答 红孝心中的怒气 长到最高点 现在五个直播间的观众加起来 已经有3000人节目 刚开始拍摄第一期 就来了的大乌龙 这非常有损节目组形象 与此同时 位于后台的 一名戴着鸭舌帽的黑长发女人 暗暗掏出手机 给永恩发了条信息 任务完成 发完这条消息 鸭舌帽女悄然离开现场 何灵这时拿着麦克风上台 刚想救场 和现场以及直播间观众 说明现场情况 红孝刚想开口 和音乐组讨论最新方法 下一秒就呆愣在现场 陆木突然开口唱了起来 拥有非常丰富主持经验的何灵 见状默默退下舞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